城外破庙 亦悠然缓慢地睁开眼睛 一阵天旋地转 有些疑惑 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开着她的兰博金尼 被一颗手榴弹炸的粉碎吗 随后一阵阵不属于她的记忆袭来 这里是风起王朝 一个历史上不存在的封建王朝 这个身体的原主 是国师家的一个术出小姐 懦弱无能 她爹妾氏众多 她娘就是其中一位 上面还有她爹的一位正妻 和一位平妻 两位嫡母忙着掐架 对妾氏倒是不太苛刻 不过在子嗣问题上 倒是初期的一致 因此 国师府的小姐有八位 公子却只有两位 分别出自两位嫡母的肚子 易悠然现在这个身子 在国师府排行老六 正巧和她的名字也相同 倒是省得改名字了 易悠然吸收着对方的记忆 回忆着 应该是原主出门买针线袖布 然后被人敲了一闷棍 再带到这个破庙的 突然破庙的门 被一人用力踹开 易悠然立即闭眼装睡 只见三个小混混走进来 后面的一个小弟模样的 猥琐男人 对领头的大哥道 大哥 今天这个可是个极品啊 听说还是个官家小姐 大哥您吃肉 可别让小的们喝点汤啊 那领头的男人哈哈大笑 拍了拍猥琐男的肩膀 老子啥时候忘记过你们 弟兄们一个一个来 金主交代了 只要不弄出人命 怎么样都可以 于碧便将手伸向易悠然的领口处 就在马上触到衣服时 易悠然猛地睁开眼睛 握着大汗的手腕一个用力 只听咔嚓一声骨头断了 易悠然又一个翻身站起来 将这个大汉一脚踢翻在地 大汉抱着手腕在地上嗷嗷大叫 你们俩上 弄死他 两个混混一看 大哥一招被治 内心有些害怕的同时 又觉得 只是一个黄毛丫头 试着上前挪动脚步 准备上前擒住易悠然 然而易悠然不等他们上前 冲过去一手一个干脆利落的 卸掉他们一人一只手 而后踩在那带头的胸口上淡淡道 谁指使你们回我清白的 一 一个婆子说您胆敢 勾引他家小姐的未来相公 让小的们毁了您清白 大汉结巴地说道 这时 一声瓷气碎裂的声音传来 易悠然回头 便看到刚刚被废了左手 那个小混混 拿着一个木棍准备敲它 他一脚踹向了那个小混混心口 顿时那小混混便倒地不起了 然后易悠然看向角落的一个小乞丐 衣服已经看不出来原来的颜色了 脸上脏兮兮的 他的存在感太弱了 若不是那此晚碎裂的声音 怕是四人都没觉察他的存在 易悠然不是没感觉到 那小混混的靠近 躲开木棍 也就是一秒钟的事情 这小乞丐想必是想提醒他 那个瓷气 想必就是他平时乞讨用的碗 他朝小乞丐淡淡一笑 扭过头 目光冷冷地看向其余那三人 三人 吓得立马跪地求饶 女侠饶命 女侠饶命 易悠然本就不是良善之人 自然不会 对想要害他命的人有怜悯之心 更何况 圆主也是因他们而死 这三人一看就是坏到骨子里那种 也不知道 以前糟蹋过多少良家妇女 毕竟占了人家身体 先报个仇 也是应该的 至于那个幕后之人 回头找到再处理 于是 捡起地上的碎刺片 直接刺向三人的心口之处 待处理完三人之后 搜刮了三人身上的钱袋 大概有十两银子的样子 应该够这小乞丐生活越鱼了 便把钱袋扔给小乞丐 转身便要离去 这时 小乞丐拽着他的衣角 易幽然转身看向他 只见小乞丐有一双清亮的毛子 大概十三四岁的样子 易幽然突然想起了 他七八岁时 也是鸡肠鹿鹿站在街头 因为师父给了他一个馒头 他便也是这样拉着师父的衣角 而后师父便把他带回了家 想到钱是易幽然心中烦躁 也不知道师父和师兄师姐 他们如何了 第二章 安然 就这样 易幽然带着那个小乞丐 顺着圆主的记忆 从后门敲摸地回了国师府里 他的小院里 易幽然看着这个小坡院子 虽然在记忆里 有个小院的轮廓 但真正看到了 冲击还是挺大的 太荒凉了 不说亭台楼阁了 院子里面都是杂草 平时外面有一个洒扫婆子 这回也不知道去哪了 易幽然推开门 看到屋里一片狼藉 桌椅也被推倒在地 记忆里这屋里的两个百剑 也不翼而飞了 突然想起 圆主 好像还有两个小丫鬟呢 整天看着圆主好欺负 便各种偷懒 易幽然进屋扶起桌椅 看向小乞丐道 坐吧 小乞丐听话地坐下 易幽然又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小乞丐摇摇头 易幽然这才想起 小乞丐从开始到现在 没有说过一句话 难道是个哑巴 想着易幽然就问了出声 小乞丐哀伤地低下了头 易幽然这时猛地摸到 小乞丐的脉搏 小乞丐想躲 但易幽然完全不给他机会 叹了一回脉 易幽然道 你是被人毒哑的 小乞丐默默地点点头 心想这下他更不会要他了 不料易幽然似是 能看懂他心里在想什么 说 你放心吧 我既然将你带回来 就不会放任你不管 你的毒我有办法解 不过要等到晚上了 想他跟师父学医数十载 在他的印象中 就没有师父不会的 就是现在说的全能型选手 师兄和师姐入门早 都不愿意学医 最后 师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教了他 仅仅学读术 就学了两年 那两年就是不断地被师父下毒 然后自己找解药的办法 这个毒正好就是其中一种 至于为何要到晚上 是因为晚上他好去准备下药材 易幽然不顾小乞丐的惊讶 只向院子里面仅剩的唯一一间屋子 也是他身边两个丫头的房间道 你以后就住这间屋子 自己先去打水洗洗 然后去休息 若是他所猜没错的话 他那两个小丫头 应当是另谋民主了 即使这样 他便也没有再让他们回来的道理 安顿好小乞丐 易幽然便去了他生母韩姨娘的院子 院子里情况倒是比易幽然那里强上不少 最起码院子里面有两个洒扫嬷嬷 韩氏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妇人 相貌就是江南水乡那种 我见游怜的类型 说话也是温柔 见到他过来 立即欣喜地拉着他的手 道 悠然 这个时候你这么过来了 易幽然有些不习惯 不动声色地收回手 然后把今天的事大致说了一下 最后说到脱险时 说小乞丐救了他 并把他带回了府 韩姨娘一阵后怕 最后和易幽然敲定 小乞丐是他远房亲戚的身份 随后易幽然又拿了点点心 准备做他和小乞丐的晚餐 便拒绝了韩姨娘留饭的邀请 镜子回了自己的小院 回到小院便看到屋里已经收拾干净 看到一名见眉心目的小正太 坐着在等他 看到他回来 小正太立马站起来 忐忑地看着他 易幽然不禁有些窃喜 便把点心放桌上 道 今天晚上就吃这个鲜姜就下 等以后姐姐带你吃香喝辣 小乞丐只当他在安慰他 不过这也比在破庙里的生活好多了 便点点头拿了糕点塞进嘴巴里 易幽然拿起水杯 给他和自己各倒了一杯水 就这糕点也吃了起来 边吃边问 你有没有名字 有的话 蘸水在桌子上写出来 易幽然自打见了他长相 便有心试探 加上他所中之毒 更能确定这个小乞丐 身世并不简单 但却见小乞丐 轻轻摇了摇头 易幽然便道 既然不想说便罢了 那我给你起个名字 我叫悠然你以后便叫安然 做我的弟弟 可好 小乞丐眼中酸涩 嘴里塞着点心 胡乱地冲易幽然点了点头 第三章 初见 晚上 易幽然让安然去休息了 随后他穿了一件暗色系的衣服 悄悄出了国师府 用着师傅教他的踏云步伐 前往京郊的耶罗山 他要去采解安然毒的药 因为他发现 这位六小姐根本没有银子 所以他只有自己去采药了 他摸了摸左手臂 和他前世一样的茉莉图腾 这里原本是有一个空间的 晚上他自己在房间 已经试过了打不开 可能是与这具身体契合度不行吧 易幽然叹了一口气 又把速度提升了一些 半个时辰后 易幽然站在一座巍峨的大山下 他也是在原主的记忆里知道 这座山上有草药的 这座山分内围和外围 外围都是一些可爱的小动物 比如兔子松鼠之类的 内围是一些凶残猛兽 他深吸一口气 暗自祈祷 希望可以在外围找到药 然后拿出火折子点了一个火把 便上山去了 如果是内围 可就不能拿火把了 那就等于告诉那些猛兽 这里有好吃的 快来 又过了一个时辰 易幽然背后的包袱 已经装满了草药 给安然解毒的药 已经找齐了 但他看到这个山上好多珍稀药材 便忍不住要多采摘几颗 古代就是好啊 满山的宝贝随便采摘都不要钱 药材都是野生的 哪像现在草药都是人工种植的 哪有这里的疗效好 正在易幽然采药材得正开心的时候 突然发现前面有个山洞 正当易幽然正在考虑 要不要进去时 进了里面便发现有光亮 走近一看 发现是一颗拳头大的夜明珠 这个亮度堪比现在的电灯泡了 易幽然正准备把夜明珠揣兜里的时候 这才发现 夜明珠旁边躺着一个人 易幽然看到这个人吓了一跳 浑身上下全是血迹 嘴唇发紫一看就是中了毒 若不是易幽然心细 看到他还有呼吸 妥妥就是一具尸体了 男人身边还有一只小狐狸 扒拉着男人的颈袍 刚才嘻嘻嘻嘻的声音 就是小狐狸发出的 此时小狐狸也盯着易幽然 一副紧张兮兮的表情 易幽然本想拿了夜明珠就走的 想到这夜明珠是这男人的 罢了 夜明珠就当诊惊了 想到此 易幽然蹲下身子 准备看下男人的病情 那小狐狸却警惕地向易幽然呲牙 易幽然道 本小姐今天心情好给她看看伤 已若是不同意 那便罢了 言罢看向小狐狸 小狐狸似懂非懂地看着易幽然 然后慢慢地把视线转到了男人身上 易幽然 易幽然看到小狐狸同意 便仔细看了这个男人 发现男人胸口中了一剑 剑上有毒 所以流的血都是黑血 易幽然检查了下中间位置 确定离心脏和肺部还有一定距离 庆幸还好没有伤到脏气 这毒也不是太难解的毒 正好刚刚采的药里面 便有解此毒的草药 心想便宜塌了 便拿出草药 也顾不上清洗 用石头捣碎 顺便撕烂了自己的礼衣 本来她是想用男人自己的衣服的 但是发现都沾着毒血 而后把药涂在私下的礼衣上 一只手按压着受伤部位的周围 一只手快速地拔下剑 而后快速上要包扎 一气呵成 第四章 金王君哲旭 易幽然给她包扎好 看多出来的布有些长 顺道给绑了个蝴蝶结 随后又把了把脉 随后好看的袖眉皱了起来 这是体内还有别的毒 而且还不止一种 易幽然不禁怀疑 这人是如何活这么大的 君哲旭迷糊之间 嗅到一阵茉莉花香 强忍着睁开眼睛 只见一个模糊的倩影 她女孩手臂上 有一个茉莉花图腾 然后便又昏迷了过去 易幽然给君哲旭整完脉 发现体内数十种毒素相互制衡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她没精力 也没有要来解这么多毒 她看向小狐狸 道 我已经把她的毒解了 这个叶明珠就当报仇了 转身她便要走 可发现衣角却被抓住了 易幽然看着双眸紧闭的男人的手 紧紧地抓着她的衣角 用力扯了扯 发现根本扯不动 索性拿着挖草药的铲子 一铲子下去 一袍碎裂 易幽然拍拍屁股走了 被她拿走了 叶明珠的山洞里 一片黑暗 不多时 一个黑影巧声潜入山洞 内心突得一惊 她走之前 明明留了叶明珠照明的 可如今这山洞漆黑一片 于是立马从怀里 又拿出一颗叶明珠 待她看到主子和小狐狸 还在原地高悬的心 总算放下了 走近一看 主子的伤不知 被什么人已经包扎好了 剑上的毒液已经解了 她赶忙拿出水袋 把刚找的水 喂给昏迷不醒的男人 喝过水不多时 男人便清醒了 把手中一截深色布料 递给黑衣男人道 追风 回经第一件事 让尹堂查这个衣服的主人 黑衣男人接过布料恭敬回道 是 主子 不知这布料主人是男是女 追风看着布料颜色 似乎是个男的 但看主子胸前的大蝴蝶结 觉得还是问下比较稳妥 似是看出了追风的疑惑 君哲续想到 一悠然给他处理伤口时 虽然他意识不清 但脱胎衣服的野蛮动作 还是让他耳根微微泛红 不自觉地道 女人 言霸似是想起什么 又补充了一句 切莫伤了他 追风第一次看到主子这般模样 心想 故事里不都是英雄救美 主子这是被美救了 下一步找到那姑娘 是不是就该以身相许了 想想战场上 所向无敌的金王殿下 小鸟一人地 躺在某个女人怀里 不合时宜的想法 又突然想到 是自己的过失 让陌生人接触到了主子 立马跪下请罪 属下失职 请主子降罪 君哲续知道 追风出去 是去发信号找水了 但他若早点回来 便可以知道 那女人长什么样子了 甚至拦下他 想到此 君哲续便道 回去自行领罚 追风低头领罚 想着救主子的这个女子 身份恐怕不简单 试问哪家大家闺秀 敢深夜 闯着耶罗山脉 一个手无腹机之力的女人 稍有不慎 下场 哦对 不应该是手无腹机之力 单看主子依附碎裂的样子 便知是个下手果断的 又等了一炷香的时间 其余24名暗卫前来会合 便打到回了王府 准备回击暗算他的人 第五章 找茬 这边易悠然离开后 便回了国师府 把采刀的药洗尽 晾在院中后 便蒙头大睡了 来这里 才短短一天的时间 就人杀人一刻钟都没闲着 第二日一大早 就被一阵喧哗声吵醒 昨晚本就睡得晚 易悠然把头包在被子里翻个身 准备继续补眠 谁知外面的争吵声越吵越烈 易悠然不耐烦地起身 一脚把门踹开 然后本就年久失修的门 摇摇晃晃地挂在门框上 这是一阵风刮过来 华丽丽的寿终正寝了 整个院子的人 看到易悠然的这种暴力行为 门外吵嚷的人 顿时净声了 都直叮叮地看着那扇门 随后视线 又转移到易悠然身上 易悠然出来 首先看到的是 已经被推到地上的安然 而后立马走过去 扶起她问 你没事吧 安然摇了摇头 而后易悠然眼神阴厉地 看向离得最近的丫鬟 是本身在园主身边伺候的丫头 名字叫绿柳 绿柳在易悠然身边伺候那么久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表情 一瞬间有些正愣 但随后一想 易悠然平时怂恙 想着如今有四小姐撑腰 便道 小姐 奴婢本是想进屋伺候你 谁知道这个哪来的哑巴不让进 绿柳本想继续说 谁料易悠然根本不想听她废话 直接道 你用的哪个手推的她 绿柳还没反应过来 习惯性举起右手 易悠然看到 没等她说出声 一手拽过右手 咔嚓一声直接废掉 突然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绿柳躺在地上不停地哭嚎 易悠然淡淡道 有这个空在这里嚎 还不如赶紧找你的新主子 及时处理的话 说不定还能接上 绿柳赶忙看向众星拱月般的易悠梦 易悠梦是陈姨娘生的女儿 排行第四 昨天就是这个绿柳 怂恿袁主去买绣线的 本来绣线直接可以在府里领 是这个绿柳告诉袁主外面 那个锦绣堂有漂亮的丝线 也是他半路说 肚子不舒服 说要去去茅房 然后袁主就被绑架窒息死了 看着易悠梦 今天早上带着绿柳过来 昨天的事 这两人想必逃不了干系 易悠梦看到绿柳看向她 忙到 六妹妹误会了 绿柳昨天在街上找不到你 便赶忙回府寻求帮忙 恰巧碰见姐姐 姐姐便赶紧汇报给张母亲 张母亲就立马派了身边的 德里嬷嬷嬷去寻你 他们可都是找你找了一夜 连早饭没吃就过来了 易悠然呵呵一声 那真是辛苦似姐姐了 我昨晚天还没黑就回府了 去给我姨娘 请完安便回来睡觉了 若是姐姐派个人在这里守着 那也不至于让这么多嬷嬷 连觉都睡不好 还是姐姐 根本就是肯定 妹妹我回不来了 易悠梦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这丫头整天不吭不响的 以为是个傻的 没想到今天如此的能说会道 可她又不能让自己下不了台 便上前准备拉着易悠然的手 道 是姐姐疏忽了 姐姐也是着急 害怕妹妹丢了不是 易悠然面上不显 脑子却在飞快转动 想着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第六章 幕后黑手 易悠然知道 园主的死 多半都是这国师府的人搞出来的 还没腾出空收拾他们 这一个个就忙着来找虐了 不过来日方长 这笔账慢慢给他们算 只是这易悠梦这个小小庶女 还带着主母的人 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京城人都知道 国师家有两位夫人 一位是丞相家的幕夫人 一位是户部尚书家的张夫人 相传国师当时教授 还是皇子的皇帝时 风流倜傥 貌似攀安 就连公主都想下嫁 无奈早已与丞相家嫡长女有了婚约 公主这才作罢 谁料还未成婚 在一次宫宴上 救了落水的户部尚家嫡次女 积夫相亲 故儿皇帝便将丞相女儿 只作平妻 自此俄皇女因共适一夫 成为京城美坛 亦悠然不以为然 这个爹才是妥妥渣男 幕夫人欲有一儿一女 长女一婉静 已经出格 嫁给了四男伯家的嫡子 长子一兵博年已十八 深得国师喜爱 已考上禁试 还未成婚 只等殿氏能考得一个好成绩 而后进汉林院平步青云 再以婚事 而张夫人年少时就爱慕国师 故儿设计国师一红而后 又为妻生育两女一子 分别为二小姐一失婷 三小姐一失雪 和二少爷一非凡 后又硬是得二小姐 培养成京城第一才女 一失婷 今年已经十七岁 还未许配人家 亦悠然估计 张夫人肯定是冲着皇后之位去的 如今局势不明朗 那个便宜爹 估计也不敢随意站队 三小姐一失雪 比一失婷小一岁 喜欢的是公布侍郎的嫡子 等等 公布侍郎的嫡子 记忆里一周前 便宜爹过寿 公布侍郎带嫡子佟家明来贺寿 佟公子喝了点酒 在后花园闲逛时不小心迷路了 正好碰见园主 园主便带她回了宴席 路上也礼貌性地交谈一番 一失雪看到了他俩一同回到宴席 当时便随意找个理由 给园主拧回院里了 易悠然看着易悠梦身后跟着的一众嬷嬷 可不就是张夫人身边的 又联想到昨天那三个混混说的话 那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张夫人 一失雪 这仗 来日方长 易悠然心里想着 面上却不显半分 对着易悠梦便道 是我误会四姐姐了 既然四姐姐说 这绿柳是我的丫鬟 那就由我处理了 说着便把绿柳一把拎起 扔进了柴房 又道 不知姐姐可否看到我的另一名丫鬟 和我这洒嫂的婆子呢 易悠梦何尝不知道 张夫人是拿她当刀用 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姨娘未保她和妹妹无鱼 早就投靠了张夫人 不过她也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有一种她也是敌女的感觉 今天张夫人让她来 就是确认易悠然的状况 具体的事情 易悠梦并不清楚 那都是张氏母女安排的 也没有告诉她 只知道张夫人交代 如果看到易悠然便把她带过去 如果没有看到 就把她这个小院收了回去 在这里建一个亭台小县 面对易悠然的询问 易悠梦道 你那两个人正在张母亲那里 正好 张母亲要见你 随我一起去请安吧 第七章 以身相许 易悠然看安然无恙 便交代她一声 所以跟着易悠梦 去了张夫人那里 张夫人看到易悠然脸上 便出现惊讶的眼神 心想这个小贱人 果真是命大 随后便释然了 不过是个小丫头罢了 在大宅门里 有的是手断治她 易悠梦看到张夫人眼神凌厉 立马跪下 女儿给母亲请安 易悠然看易悠梦如此奴性 跟着屈膝一死了一下 便站在一边了 张夫人看她如此不识抬举 一下便怒了 易悠然 谁教你的规矩 见到母亲 就如此这般行李吗 易悠然翻了个白眼 后宅不是母亲当家做主吗 女儿的规矩 自是母亲教的 张夫人气急 好好 伶牙俐齿 赵嬷嬷 去 今天就好好教教你规矩 赵嬷嬷就是刚刚跟着 易悠梦的嬷嬷之一 看到了易悠然一下 掰断了一个小丫头的手 当下心中发怵 但又不敢违背主母命令 颤颤巍巍地走过去 易悠然轻笑 赵嬷嬷 你确定要教我规矩吗 赵嬷嬷立马怂了 回身跪在张夫人面前 道 夫人老奴 今日突然肚子痛 请夫人换个人做这个差事 说吧还捂着肚子 张夫人 你这老货 给我滚下去 听到张夫人让她下去 赵嬷嬷赶紧捂着肚子退下了 心想责骂就责骂了 怎么也比断了手强吧 易悠然看着赵嬷嬷拙劣的演技 说服了福喜的发白的秀白 抬头看向张夫人 夫人今日还是省省进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我只是一个庶女 在这府里 也爱不到谁的事 我只想平平淡淡过我自己的生活 乙德抱怨的事我做不来 对待暴力 我只会以暴制暴 大不了于死网破 看看我这个蝼蚁 能不能撼动夫人这棵大树 夫人好好休息 悠然告退 至于我院里的两个人 夫人愿意还便还 不愿意只当孝敬夫人了 说吧 易悠然转身便回去了 张夫人在身后气得直喘气 竟然威胁本夫人 李嬷嬷赶忙上去顺气劝慰 后面的事 易悠然自然不知 因为她已经回到了 她的破烂小屋子 刚到门口就感觉屋里面有人 易悠然内心骂娘 不就是一个小小庶女 天天不得安生 而后她进了屋 为什么不推门 因为门已经被她踹掉了 易悠然看到 一个男人正背对着她 她小心地绕过桌子 摆出防御姿势 而后看到了一张脸 一张让易悠然瞬间看呆的脸 目若朗星 额观博待 易悠然不禁感慨 真是帅啊 顿时心里小鹿乱撞 扭捏地走过去 问道 不知公子是 君哲旭看到此女犯花痴的样子 不禁怀疑 是不是找错人了 听到追风说 找到人了 她连刺客的事都没解决 便过来了 昨夜给她疗伤时 她能清楚感觉到 那女子的不耐 现在这个画风突变 于是她开口 你会解毒 昨日她回府便找了慕容一看了 连那小子 都说她遇到了贵人 解毒手法也不同寻常 易悠然越看越觉得君续者好看 看着也觉得有点面熟 直到看到了她衣袖中露出头的小狐狸 所以惊讶道 你是 昨晚那个毒王 君续者有点头痛 什么毒王 这是给她起的外号吗 这时易悠然问 美男 你是找我解毒的吗 易悠然不禁有点佩服 正常人别说体内十多种毒了 就昨天的伤口 今天估计就不能正常行走了吧 而她竟然还能这么快找到她 这个人不简单 门外的追风 听到易悠然的话 差点从树上掉下来 她听到了什么 主子被一个女子调戏了 君续者好似没听到她轻浮的语气 饶有兴趣的挑眉 哦 你能解 显然 没有抱多大希望 她体内的毒从她既是起便存在了 还有许多相克 一有不慎便会丧命 为了保持体内的均衡 她甚至还服了两种毒 易悠然 昨晚已经给她整过脉了 心中已有数 看着那张人神共分的脸道 可以 不过有些麻烦罢了 不过 我若给你解毒 好处呢 虽然长得帅 但解毒也是很费劲的好吧 你想要什么 男人辞性嗓音响起 易悠然不禁感慨 这声音听多了 耳朵会怀孕的吧 本来想坑她万两银子 可话到嘴 便却变成以身相许如何 第八章 安然解毒 追风真的从树上掉了下来 竟然有女子让主子以身相许 而且还在活着 易悠然说完这句话 就已经后悔了 正准备改口 我开完 好君哲续淡淡开口 这下轮到易悠然惊讶了 这个男人说的什么 竟然同意了 易悠然无措了 这下手 真的不知道往哪放了 他也只是嘴上调戏过美男 实际上这么多年 他可是连男生手都没拉过 只见男人从腰间拿下一块羊枝玉玉佩 随手扔给易悠然 道 下次不要拿那么廉价的东西了 易悠然 而后男人 从正门大摇大摆地走了 易悠然恍神了 看着 只有一扇门的房门 任命地扶起那扇破门 准备试着安上 这时 安然从屋内走出来 帮着易悠然 把那扇破门安好 易悠然看着安然 有些愧疚地说 放心 姐姐一定会把你的毒解了 并且让你住上大房子 本来易悠然准备 昨晚上就给安然配置解药的 后来遇上了那个男人 给那个男人解毒 耗费了太多的精力 今天又那么多事耽搁了 所以决定 下午就在屋里 给安然配置解药 安然摇了摇头 表示他并不在意 刚刚听到他 屋里有声响 他想出来看看 然后发现 门根本推不开 然后门就突然被打开了 他赶忙出来 就看到他在修门 幸好他没事 真好 呀 易悠然突然想起 这都快中午了 还没有用饭呢 于是对安然说 你饿了吧 我给你弄饭去 安然刚想摇头 他已经疯疯火火地出去了 他想说 他不饿 在破庙里几天不吃饭 他都有过 易悠然出门 本想去找韩姨娘找点东西吃 他毕竟是原主的生母 但是在原主的记忆里 这个生母对他也并没有那么的关心 如若不然 原主怎么会住那么破的小屋 府里主母也并没有过分 磕待这些庶出女儿 今天上午那么大动静 这个母亲也不可能不知 却没有出现 前世他没有父母 这辈子有父母 还是爹不疼娘不爱 可能就是没有父母缘吧 索性没希望便不会失望 他晃了晃脑袋 走向大厨房的方向 易悠然进入大厨房 看到厨房的人都在忙碌 看到他过来 偶尔有一两人叫了一声六小姐 厨房人对他 也没有太多苛责 他随便挑了两荤两素 装进食盒便回去了 回去和安然一起吃了饭 便开始鼓刀他 昨晚采的草药去了 用了两个时辰做成药丸 安然的毒 还要配合针灸 才能彻底解了 易悠然去府衣那里 偷了针灸用的细针 回来在火上 烤了烤消了毒 心想 还是在现代方便 那些针都是一次性的 用完医疗废物处理了即可 在这里一排针好多人用 也不知道茉莉空间 会不会修复好 空间里可是什么都有 易悠然叹了一口气 就去找了安然 安然的毒对他来说很简单 用了一炷香时间就给解了 当安然沙哑地 说出了易悠然名字的时候 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自从被那些人毒哑后 这是他第一次发出声音 瞬间红了眼眶 易悠然轻轻地拍了拍他 道 你刚刚才解毒 尽量少说点话 等过两天 嗓子痒好了 再慢慢锻炼 他看出 安然是个有故事的人 他不想 说他也不勉强 还有 以后 叫我姐姐 我先走了 有事叫我 他交代了一句便离开了 给了安然时间与空间 安然看到他离开的背影 才认识这个少女一天 他不仅带他脱离了以前的生活 并且治好了他的毒 那他以后便为他而活 自己要慢慢强大起来 早晚有一天会 挡在他身前 为他遮风挡雨 易悠然回到房间 看到桌上还放着那个男人 给他的玉佩 拿在手中把玩了一会 心想这玉佩 应该值不少钱吧 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 没钱总是寸步难行的 不如把他当了 然后就打定了主意等 什么时候出府去当铺转一圈 第九章 秦迟 皇宫内 皇帝正在御书房批阅奏折 身边的高宫供道 皇上 金王殿下来了 皇帝猛地抬起头道 这个逆子 终于舍得来探皇宫了 让他给朕滚进来 君哲续走进殿中 还没开口 皇帝就急不可耐地开始训斥 逆子 你还知道进宫来看看朕 君续哲道 我可不是来看你的 给我刺个昏我就走 国师家小六 快点写 写完我就走 皇帝直接忽略了前半句 惊讶地望着君哲续道 你说 要赠给你赐婚 国师家小姐 叫什么名字 君续哲不耐烦地看着皇帝 追风赶紧回道 回皇上 是国师家 竖出六小姐 意悠然 皇帝紧皱着眉毛 怎么是个竖出的 这怎么能配得上你 要不许他侧妃之位 他能治好本王的毒 要求是以身相许 君续哲淡淡道 什么 你身上的毒慕容一仙 都没办法跟除 只能以毒攻毒 一个小丫头 又能有什么办法 她不会是看上你了 骗你的吧 追风你说 那女子为何就要以身相许 皇帝怀疑道 知道问君哲续 也问不出来个所以然 皇帝直接让追风回答 追风直接把这两天的事 竹筒到豆班说了出来 最后强调了 是人家姑娘要以身相许 并不是要她家王爷以身相许 追风说完 暗戳戳地看了自家王爷一眼 见自家王爷点了下头 便放心了 皇帝听后考虑一番 那女子年方几何 回皇上 还有半年急急 追风回道 那朕便隐了 这半年让她给你解毒 若当真解了 半年后 朕便清封她为金王妃 若不能为你解毒 那朕也绝不容她 皇帝威严的声音 不带一丝感情 君哲续见已经达到了目的 直接说 别的没什么事了 而臣告辞 说完便转身去 皇帝气得拿起奏折 准备砸她 高公公道 皇上息怒 金王殿下的毒 若是解了 不也是好事一件吗 皇帝想了想 平息了心中的怒火 悠悠地说 希望这次国师府那丫头 能给朕一个惊喜 若不然朕以后 即便是死了 也无言面对她 高公公叹了一口气 安慰皇帝 皇上不要忧虑了 惠妃娘娘在天上 一定会保佑殿下平安无恙的 当初朕若是放弃这江山 是不是她就不会离开了 皇帝揉着眉心 靠坐在龙椅上低难 高公公没有再回答 因为她知道 当时皇帝不可能放弃皇位 一旦放弃 哪还有活命的机会 她自小便跟在 还是皇子的皇帝身边 最是无情帝王家 见惯了兄弟戏墙 一不小心便是万劫不复 这边君哲续出宫 追风好奇地问 主子 您真的要娶那六小姐 君哲续没有理她 又走了两步 道 回去库房 自己去领赤云剑 追风听到内心狂喜 那把剑她 可是眼馋很久了 就想什么时候立个大功 问主子讨 要过来 然而幸福来得这么快 结巴问道 这 真的给属下 你不要的话就给惊来了 君哲续淡淡说 要 要 属下要 追风慌忙追赶君哲续 君哲续走在前面 想当那丫头 淡淡扯出了一丝笑意 第十章 慕夫人 这两日 易悠然这两日 都窝在屋里摆弄草药 茉莉空间打不开 她得弄点药防身 柴房里的绿柳 已经饿了两天了 易悠然见 差不多了 便晃到柴房 刚打开门 一阵臭味袭来 易悠然用手帕挥了挥 绿柳一看 易悠然进来 忙跪地 爬到易悠然脚下 哭道 小姐奴婢知错了 奴婢再也不敢了 您饶了奴婢吧 因为右手手骨已断 手搭拉在手臂上 于是左手撑着地面 不停地磕头 易悠然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道 说吧 我要事情真相一字不漏说出来 绿柳听到易悠然说话 立马回答 是 奴婢说 是三小姐 三小姐相上了公布侍郎家的苏启锐苏公子 恰巧上次老爷过寿苏公子 跟小姐多说了几句 三小姐便找到奴婢 让奴婢怂恿小姐出去买秀线 具体的计划 奴婢也不知道 易悠然道 她许你什么好处 她说事成之后 把奴婢调到主院做二等丫鬟 绿柳哭着回道 易悠然听了事情的始末 跟她想得差不多 果然是张夫人那一房洞的手脚 最后 她让绿柳连滚带爬地走了 并不是放过了她 而是她若弄死了她还要处理 太麻烦了 她放走了绿柳 张夫人她们 估计也不会放过她 所以 何必再让自己的手染血呢 至于如今 易悠然也拿她们无可奈何 不过 她也不是一个以得抱怨之人 以得抱怨 那何以报得 想到此 她便拿着才练好的药丸 准备去慕夫人院内 走在花园的青砖上 看着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貌似就她这个六小姐 过得最悲催 正想着下一步要怎么发家致富 就看到对面一位身着紧袍的男子 向她走过来 这男子身后 还跟着一个书童 她走过去 威义府里 大哥个好 这位就是慕夫人的大儿子 易兵博 也是太师傅的长子 按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个学霸 内心不禁感慨 是不是因为 这里没有污染的原因 怎么出这么多帅哥 哦不对 刚来时被她弄死的那俩不算 易兵博看到她这个六妹妹 感觉有些不一样了 具体哪里不一样 却又说不上来 毕竟见到她的次数也不多 所以问道 六妹妹这是要去哪里 易幽然回道 幽然要去给慕母亲请安 易兵博内心疑惑 母亲平日里 已经免了 他们这些子女的请安 这小六素来 也很少到母亲院中 今日这事 疑惑归疑惑 还是道 我正好也要去见母亲 你就随我一起吧 于是 易幽然便随易兵博 一起去了慕夫人那里 慕夫人看到自家儿子过来 原本做着喝药 立马站起来 高兴道 兵博 我的儿 你怎么过来了 易兵博扶着她又坐下 笑道 母亲近日身体可好 好 好 看到你就好了 然后才看到身后的易幽然 才恢复一态道 小六也来了 都坐吧 易幽然回了生事便自然落座 看着这位举手投足间 净显贵气的中年妇人 一身鼠颈端的是雍容大气 和张夫人的锐利相比 慕夫人显然要和气很多 但易幽然不会觉得 慕夫人好说话 毕竟能和张夫人那样的人 分庭抗礼这么多年 还没被兜下去 怎么可能是好相遇的 第十一章 治病 易幽然看着慕夫人 对易兵博如此关系 内心其实是羡慕的 有母亲关怀 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不过她也不抢求 想到今天来的目的 便道 母亲 今日悠然前来 是为母亲的投机而来 哦 慕夫人有点惊讶 其实对易幽然 慕夫人的感情复杂 她还怀过一个女儿 和易幽然是同一天出生的 她小女儿出生当日便夭折了 每次看到易幽然 便会想起自己的小女儿 为了不触景伤情 慕夫人很少接触易幽然 加上她穿的衣服 就是普通的段子 所以 刚刚慕夫人 还以为是易兵博带的丫鬟 不过每次易幽然 都是那么的唯唯诺诺不起眼 今日看到 她提起自己的投机 信心满满的样子 不由得好奇起来 幽然知道 母亲的投机已经很久了 很多医师都束手无策 汤药也喝了好几年了 不若试试悠然的法子 易幽然道 六妹妹你的法子是什么 这下一兵博也有点好奇了 她知道母亲的头痛功里的太医 都束手无策 只能天天喝着药 但也不能完全缓解 针脚按摩 配合这个药丸 易幽然拿出 她这两天鼓道的药丸 易兵博看着这个充满自信的树妹 不由得就相信了 试探地问向慕夫人 母亲 要不您试试 慕夫人看向易幽然 淡淡开口 你的要求 易幽然看向慕夫人 和明白人说话就是省静 便道 幽然为求母亲庇护依二 慕夫人点点头 相比张夫人在找这个小小庶女的麻烦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她也知道 张夫人和老爷的那点心思 慕夫人也无可奈何 谁让她唯一的女儿已经出嫁了呢 一旦让她们如愿以偿 她在这府里的日子 便更不好过了 那现在给她们添点赌 又何妨 易幽然仿佛看穿了慕夫人的心思 继续道 母亲大可放心 张夫人的愿望达不成 易幽然已经决定与张夫人对立 怎么还可能让易师婷嫁给未来皇帝 这不是给自己添赌吗 慕夫人看着自信的易幽然 不禁又想起了自己那早妖的女儿 她却没把易幽然的话放心上 她自己都解决不了的事情 一个还需要自己庇护的丫头 怎么可能 但还是同意了让她治疗头疾 整整一下午 易幽然就在慕夫人这里 又是针灸又是按摩 临走时还把那药丸留下了 慕夫人当即让下人扔了那苦汤药 此时她感觉浑身轻松 对易幽然是更加相信了 相比苦汤药 易幽然的药丸子 简直就像糖果一样 以至于慕夫人高兴地还要留她吃晚膳 中午饭 她就是在慕夫人这里吃的 作为一个吃货 看到桌上一盘盘美味 瞬间就不淡定了 风卷残云的吃法 一度让易兵伯觉得 她是饿了好久 以至于下午走之前 把身上的钱袋 都留给了这个妹妹 至于晚膳 天知道易幽然用了多大的自制力拒绝了 慕夫人四世 看出了她的挣扎 在她走之前 交代了厨房给中午的菜 又打包了一份 送到她的小院子 易幽然走后 慕夫人身边的徐嬷嬷道 夫人 奴婢觉得这个六小姐和您挺像的 慕夫人惊讶道 哦 嬷嬷何出此言 她的陪嫁嬷嬷年岁大了 这个徐嬷嬷 是这几年才到她身边的 是她陪嫁的铺子里面一个掌柜的妻子 一直跟着夫君做生意 察言观色的本事非同一般 这也是慕夫人为何选中她的原因 徐嬷嬷回答 奴婢也说不上来 是眉眼相似 还是气势 奴婢感觉 这位六小姐绝非耻中之物 若是本夫人小女儿没死 现在也是这个年纪了 这孩子也是个可怜的 韩姨娘也是个不当事的 以后本夫人多照拂着点吧 慕夫人叹道 易幽然回到小院 就着慕夫人送的饭食和安然饱餐了一顿 安然经过这两天的调养 也能流畅地说出一整句话了 易幽然就让她锻炼身体 教了她一些防身技能 男人嘛 以后出去了 有些自保能力总是好的 易幽然隔三差五 去给慕夫人治疗头疾 慕夫人如今每天都精神抖擞 晚上也睡得很安稳 长时间的相处 对易幽然的好感更是倍增 知道易幽然没有丫鬟伺候 便剥去了两个丫鬟和两个洒扫婆子 易幽然倒觉得 有没有丫鬟伺候都无所谓 现代人哪个不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不过也不好服了夫人的好意便收下了 但是院中提水的工作 还是坚持让安然来做 一来因为她是个男生 二来从井里打水 正好锻炼了她的臂力 慕夫人的头疾 其实就是腰椎颈 腰椎压迫到头部神经引起的神经痛 这里的医师 怎么可能会联想到腰椎颈椎呢 所以慕夫人喝了几年药 不仅没有什么反应 反而还有加重的趋势 虽不能做手术 却可以慢慢牵引 加上针灸按摩治愈 只不过时间久一点而已 这天 易幽然正在给慕夫人推拿按摩 慕夫人问道 小六啊 我有个归中密 有有些不舒服 你对于妇科这方面可否精通 易幽然想 去看看也无妨 治好了多个朋友多条路 华夏几千年的医学理论都在她脑子里 即使治不好也能缓解一点 顺便借助慕夫人他们打响名气 正巧最近想腾出手去赚点钱呢 给这些贵妇看病 可比平民看病来钱快多了 于是易幽然道 幽然可以去看看 但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治好 慕夫人暗自点了点头 易幽然的医术 她看在眼里 一手针灸 更是出神入化 却能做到这般不骄不躁 尾时难得 然而易幽然又道 母亲可否答应小六一个要求 别告诉外人 我是国师府小姐 届时 悠然会戴面纱去为妻诊治 慕夫人知道 她是一个有主意的人 便没有再强求 第十二章 茉莉空间开启 隔天 慕夫人便带着她 去了那个大学室刘大人的府邸 慕夫人的好友 正是这位刘夫人 慕夫人为刘夫人引荐 这是为我看头痛病的女大夫 名幻晨曦 这是她和慕夫人提前商量好的名字 易幽然微微扶身 道 见过刘夫人 刘夫人淡笑道 早听闻陈医师医术超群 早就仰慕已久 今日一见果然非同一般 易幽然微微点头 看着刘夫人苍白的面容 拿出卖整位 刘夫人整了卖 问道 刘夫人前段日子 可曾小产过 刘夫人惊讶了一下 随即望向慕夫人 慕夫人摇了摇头 随即刘夫一脸失落地 看向易幽然 是的 前段时间却有身孕 怎耐一个不慎 那夫人这半月 可是日日还有见红 你怎得知道 刘夫人惊讶地道 易幽然对她的病 已经心里有数了 而后直接道 夫人 您是因为小产没有流干净 因而刺激子宫引起的出血 辅医也给我开了化瘀的药 我已经喝了好多天 还是这样 她甚至还偷偷出去 找外面的大夫 都说她是伤了身子 以后恐难有孕了 夫人这病 现在喝药 基本上已经没用了 易幽然淡淡道 喝了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排出来瘀血 那基本上是排不出的 那陈大夫可有办法 刘夫人不由地就相信 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丫头 有 也是唯一的办法 轻功 但会有些痛 要不赶快轻功 你会越来越贫血 而且会以后也不能有孕了 易幽然道 你是说我若是轻功 以后我还会有孩子 刘夫人抓住了化妆的重点 就连穆夫人也向她看来 她是知道的 基本上每个大夫都说 刘夫人日后不会有孕了 当然 易幽然不明白 她为何如此激动 看着刘夫人 也才三十来岁 亲完公后 想要孩子 没有那么难吧 她不知道的是 刘夫人膝下只有两个女儿 这次怀孕本来很慎重 却还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后来那么多大夫说 她此生不会有孕 她早已准备在丈夫妾室那里 过继一个儿子了 如今易幽然告诉她 还有机会生儿子 她能不激动吗 那今天可以做吗 刘夫人显然很着急 可以 只不过还需夫人准备一些物品 易幽然把需要的东西 写在了纸上 张夫人立马着人准备 一炷香时间便准备好了 而后她让幕夫人 带着丫鬟们都回避了 刘夫人喝了 她自制的加强板麻沸散 不笑一会 刘夫人便睡着了 易幽然便开始了她的工作 先进了手 戴上了她用阳长缝制的手套 由于没有臂钞 也没有吸引器 易幽然便准备用手一寸一寸的轻 就在这时 手臂上的茉莉图腾 发出了一阵白光 易幽然不禁一阵惊喜 茉莉空间可以用了 这里面可是有一个小型诊所呢 该有的基本设施都有呢 于是 易幽然把刘夫人 带到她空间的诊所里面 给刘夫人彻底地治疗了一番 第十三章 挣钱了 易幽然在臂钞引导下 给刘夫人进行了轻功手术 一个时辰后 刘夫人悠悠转醒 易幽然已经将她 转移到了寝室里 幕夫人和婢女们 也都已经进来了 易幽然交代了术后注意事项 并把空间里面的生化颗粒拆开 用牛皮纸包着 送给了刘夫人 刘夫人感激地热泪盈眶 而后易幽然说的一句话 便让刘夫人的眼泪收了回去 易幽然静完手便道 刘夫人 枕金一千两 药费三百两 您看可否结一下 这句话说出口 刘夫人夺矿而出的眼泪 立马收了回去 似是不相信 这样的话 会从一个小姑娘嘴巴里面说出来 普通看诊大夫 最多也就十两诊废 不等刘夫人反应过来 易幽然又道 刘夫人可能是不相信 本大夫的医术 罢了 等刘夫人彻底好了再结算吧 言霸易幽然 就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刘夫人叫住她 道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我相信婉宁 小翠 去拿一千五百两银票 那个叫小翠的丫头 应了声势便进了厢房 婉宁是幕夫人的闺名 可见两人是手帕娇 怪不得那么隐私的事情 幕夫人都知道 小翠拿来了银票 刘夫人把银票递给易幽然 道 这是一千五百两 以后我这身子 还需陈大夫调养 易幽然拿出二百两还给她说 夫人的病我已经治好了 只要以后防着小人加害便无碍 这一千三百两是整金 你我银货两清 晨曦便先告辞了 说完把银钱揣怀里便离开了 开玩笑 这可是她的第一桶金 可要在兜里捂热乎了 幕夫人则留在刘夫人那里 闺蜜在一起 肯定有提及话要说 易幽然拾去地走了 在她走后 刘夫人便向幕夫人打听起了易幽然 道 这姑娘心思灵透 管我要整废 有趣 不过可是要了我一个月的月银 幕夫人自然也明白 那个大学室的权利有多大 小六直接要钱 也间接告诉刘夫人 她不会邪恩以报 不禁暗自点了点头 而后调笑道 谁不知道你的陪家铺子 有多能挣钱 一千块两银子 你还心疼 易幽然走出那个大学室府邸 决定在街上溜达溜达 在古代挖到了第一桶金 她开心呀 于是就决定去街上逛逛 女人妈 开心不开心 都是想shopping嘛 易幽然走进成衣铺 给自己和安然还有两个丫鬟买几件衣服 而后又在首饰店 给安然买了一个白玉冠 最后又去逛了小吃摊 打包了许多食物 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幕夫人送她的两个丫头 一个叫夏合 一个叫东梅 约莫有十四五岁 在现代这么大的孩子还在读书 在这妄恶的封建主义家庭 不好的女孩子早早都被卖了 要么去给人家当丫鬟 要么就被卖青楼 罢了 她一个人也改变不了这个社会 不仅如此 这两日她都被两个小丫鬟 照顾得有些颓废了 想着 她又拐了 回去给两个小丫鬟 一人安排了一副耳环 第十四章 当玉佩 易幽然买完东西 又去了药铺 她的茉莉空间 已经开启了第一层 但里面都是西药 还有一些中程药 她最近发现 古代的草药 真的很不错 纯天然污染 药效比现代 不知道好了多少 怪不得现代中医没落 人们滥用抗生素 易幽然进了药铺 这才发现 她身上的钱可真是少啊 买不了多少药材 随便买点上了年份的草药 就把身上的钱花光光了 就连上次一兵博的钱 也被她花了 不禁暗自吐槽 难怪那么多人看不起病 所以从药铺出来 她又变成了穷光蛋 易幽然感慨 无论在哪 没有钱都是万万不能的 突然她摸到了 那个美男送她的那个玉佩 看着很值钱的样子 送了她玉佩 这么久都没有出现 估计早把她忘了吧 或者又中了一种毒 直接隔屁了 那倒是 远在金王府的君哲旭 莫名其妙地打了两个喷嚏 追风芒问 主子可是受凉了 君续哲摆了摆手 无妨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是她未来王妃 在咒她隔屁 易幽然说干就干 她迈步走向了一个装修 看着还不错的当铺 一进门 一个小二就走向前 问道 姑娘 是要点当东西吗 易幽然汗手 然后拿出了那块玉佩 小二看到 那块玉佩 惊了一下 立马攻进地道 姑娘确定 是要点当这块玉佩吗 我都来了 哪还有假 她能当多少钱 易幽然直接问 小二回道 姑娘请稍候 小的去请试下掌柜 说吧便进了礼物 掌柜正在算账 看到小二拿了一块玉佩过来 当看到玉佩的样子 立马站起来道 可是主子过来了 我立马出去 小二连忙道 不 是个姑娘 然后把来龙去卖 告诉了掌柜 掌柜道 你确定那姑娘 是要点当吗 小二回道 小的已经确定了 那姑娘确定要点当 我先出去 你马上拿着玉佩去金王府 掌柜吩咐道 而后掌柜七一壶茶出去 道 姑娘 喝杯水吧 不知姑娘玉佩 想当多少银子 易幽然也不清楚 那玉佩的价值 就是觉得材质很好 不过想着抱高一点 然后让掌柜慢慢砍价 道 一万两 掌柜听到这个价钱 感觉有点好笑 主子的身价 不知道有多少 这姑娘拿着玉佩 就要一万两银子 王爷若是知道她的玉佩 就当了一万两银子 不知道什么反应 于是掌柜道 可以是可以 不过姑娘要稍后一些时间 我们店里的健保室鉴定一下 才能给姑娘付款 易幽然想了想 似乎没毛病 一万两毕竟也不是个小数目 人家谨慎点也是应该的 然后后知后觉的想 会不会自己叫价叫少了 这边小二着急忙慌地赶到金王府 拿着玉佩找到管家 把事情告知了管家 管家意识到 事情不寻常 想着也没听说 主子把玉佩弄丢呀 便去了君哲旭的书房 正在处理上次暗杀的事 今日刚忙完 便听到管家 告知他送出去的玉佩 被人荡了 竟不知是该表现出 怎样的表情 追风听到后经的下巴 就要掉下来了 他也是 后来才知道 王爷将代表他身份的玉佩 送给了一家六小姐 王爷第一次送人家姑娘东西 却被荡了 追风露出来一个古怪的表情 这未来王妃 君哲旭揉了揉眉心 道 玉佩留下 他要多少银子给她 管家应了声 是便下去安排了 最后 易悠然如愿以偿地 进账了一万两银子 而后开开心心离开了当铺 掌柜看着她的背影 小二在后面喃喃地说 这姑娘看着也不傻呀 掌柜回身敲了她脑袋 道 赶紧回去干活 小二吐了吐舌头 兴兴地转身忙去了 第十五章 暗骇 易悠然回到了她的小院里 把买来的东西 给大家分了分 安然看着易悠然 给她带的玉冠 一看就是价值不菲 易悠然没有钱 她很清楚 她看着易悠然欲言又止 两个丫头倒是很开心 她们没有想到 小姐出去 竟然会给她们带东西 原本被夫人派来 伺候六小姐 她们是很不开心的 看六小姐这个院中 和下人房 也好不了多少 就知道她在府中 有多不受宠了 小姐自己本来 就没有多少首饰 出去竟然给她们 买衣服首饰 这让两个丫头 心间涌出了满满的感动 易悠然看了 她们一眼道 以后跟着本小姐 只要不做备主之事 迟早让你们 跟着吃香喝辣 两个丫头 看着自信的易悠然 内心深处不由地 升起一阵敬畏 低头回道 是 奴婢定不会背叛小姐 好了 你们也下去 试衣服去吧 易悠然将她们挥退 带丫鬟们下去后 易悠然看着一身 下人衣服穿戴的安然 这身衣服 还是回来时 易悠然悄悄地 在下人房顺来的 她认真道 安然 我不管你以前 有什么过去 现在既然在我这里 我就会把你当做 我的亲人朋友 以前的事你想说就说 不想说就忘了也好 从明天开始 便开始新的生活 今天我已经在 武广和私塾 给你报了名 你明天别去报道 她倒是想亲自教安然 可是她学的大部分 都是现代知识 安然一个古人 她怕她教出来后 会融入不了这个社会 安然看着 也就十三四岁 正是上学的年纪 那便让她上学吧 易悠然给安然规划好 准备收拾下 今天买的草药 这时 慕夫人的丫鬟来了 说让易悠然过去一趟 易悠然便跟着 去了慕夫人那里 刚到慕夫人房内 就听到呼痛的声音 易悠然赶忙上前 问 母亲这是怎么了 徐嬷嬷回道 夫人午睡起来 就是这样 实乎头痛难忍 六小姐快看看 这是怎么了 易悠然给慕夫人治疗头疾 已有一个疗程 按说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上前摸到慕夫人的脉门 但发现慕夫人的脉搏 没有异常 慕夫人疼得已经出了冷汗 面色发白 易悠然正准备给她施针 却发现 慕夫人的枕头 似是有些不一样 于是她扶起慕夫人的头 将枕头拿了出来 用力将枕头撕开 只见棉絮里面 有许多黑色点点 仔细一看 是一只只小小的虫子 徐嬷嬷看到脸色 立马就变了 这 这 易悠然眉头一皱 随后拿出一个打火机 便把枕头点燃了 空气中滋滋的声音 听得在场的 每个人都头皮发麻 易悠然却充耳不闻 拿出银针 在慕夫人头部 几个大穴扎了几针 她道 夫人别急 一会就好 言霸看向徐嬷嬷道 嬷嬷 府中地库可有冰块 麻烦嬷嬷亲自去取一些过来 她特意咬中了亲自二字 徐嬷嬷听出了她的话外之音 点点头便出去了 不一会徐嬷嬷 便拿着冰块回来了 易悠然将冰块用不包了好几层 敷在慕夫人的头部 不一会就从皮肤 渗出许多黑色的点点 但众人都看出来了 就是之前的黑色小虫 一炷香后 易悠然将那些虫子擦掉 幕夫人也恢复了正常 锋利的眸子 看向屋中所有人 吓人们都吓得不敢吭声 徐嬷嬷担心她的身体 劝道 夫人 此事容厚在意 您先歇息一会吧 幕夫人挥了挥手 淡淡道 无碍 而后对易悠然道 小六 你觉得会是谁 易悠然刚刚虽然在救人 但是也随时在 观察着屋里的人 以防有人在对幕夫人下毒手 然而她发现 有一个丫鬟眼神漂浮 总在四处张望 于是易悠然嘴角轻笑一下 道 母亲 悠然有办法将其找出来 只见易悠然话一落 那个丫鬟又瑟缩了一下 哦 你来说说 说对了 母亲重重有赏 幕夫人欣赏地看着易悠然 心到这丫头 果然很厉害 幕夫人看她今天问刘夫人 要了一千三百两 想必是很缺银子 回府便想着 给这丫头贴补一些 这下正好也不用想理由了 易悠然一听有赏 瞬间两眼放光 幕夫人是丞相家女儿 想必拿出的东西 必然不会差了 于是就歇了 逗弄那个丫鬟的心思 直接指着那个丫鬟 就是她 就在大家 以为她话说完的时候 而后又指向另一个丫鬟 还有她 被易悠然指认的两个丫鬟 立马跪地磕头 夫人 奴婢冤枉 第十六章 右键 易悠然轻笑一声 冤枉 你太看得起你们自己了 你们大概不知道 凡是触摸过那个枕头的人 可能都中招了 易悠然话必 只见那两个丫鬟 开始惊慌地搓自己的手 这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幕夫人怒道 青瓷 杜鹃 本夫五人自认平时未亏待过你们 你们为何要这么做 两个丫鬟这才发现被骗了 如果中毒了 这会不是早就疼痛难忍了吗 怎么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两人倒也识相 直接跪地磕头求饶 夫人奴婢知道错了 求夫人饶命 幕夫人怒道 是谁 到底是谁指使你们的 然而两个丫鬟却都沉默不语 易悠然道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是谁 能在府里 做到这般 除了翠竹苑那位 还能有谁 两个丫鬟惊讶地望向易悠然 似乎是今天 才认识这位六小姐 也太敢说了 幕夫人也担忧地看了易悠然一眼 易悠然眼神安慰她一下 即使这话传到张夫人那里又如何 反正已经撕破脸了 就像今天这件事 即使闹到国师那里又如何 张夫人不承认 这丫鬟又是幕夫人的人 易悠然烦躁地抓抓头发 TMD真想拿的机关枪给秃秃了 就像癞蛤蟆趴在鞋上 伤不到你但恶心你 幕夫人四世也想到了这点 便对下人道 来人 把这两个丫头打三十板 然后送到张夫人那里 就说 本夫人觉得 翠竹苑伺候的下人太少 再给她添两个 下人应了声 是便拖着那两人下去了 幕夫人问易悠然 他俩为何这样做 你不好奇吗 易悠然道 能让他们这样做的 无非就是金钱爱情 或者亲情威胁 但无论是什么 在他选择被主的那一刻起 就要承受东窗事发后的代价 幕夫人赞同地点点头 想自己的大女儿 若有眼前这丫头一半的心思 也不至于在四男伯府那般艰难 想到自己女儿每次回来 都是报喜不报忧 幕夫人心里一股子惆怅 涌上心头 易悠然看向幕夫人 母亲近几日在衣食上 还是注意些吧 我看翠竹苑那位 大多是冲着我来的 幕夫人没想到 易悠然能想得这么透彻 对这小姑娘 也起了恻隐之心 便道 一会母亲 给你调几个侍卫过去 易悠然内心还是很感动的 她接触幕夫人是有目的性的 幕夫人想必 自己也是知道 如今又因她遭罪 不仅不迁怒于她 反而还给她调侍卫 但是她不需要侍卫啊 张夫人此计未成 必然还有下一步计划 可不能打草惊蛇了 她还准备将计就计呢 怎么也得除去她一个左膀右臂 才能对得起她这么辛苦搞事情啊 于是便婉拒了幕夫人的好意 随后回到了自己的小破院子 进了院子 易悠然就感到一道一样的气息 看了一眼正在洒扫院子的粗屎嬷嬷 还有在厨房干活的两个丫鬟 安然也正在自己的屋里看书 易悠然放下心来 只要他们没事便好 易悠然防备地推开房门 只见一个如画中 鲜的锦袍男人 坐在房中慢悠悠地品着茶 于是易悠然松了一口气 第十七章 金王 易悠然捏手捏脚地进屋 然后关上门 关门前还对外面正在做饭的夏合道 夏合 我累了要休息会 不要打扰我 君叙叙看他的样子有点滑稽 看着像生怕被人抓奸了一样 他不知道的是 若是他爹知道他来这里找这丫头 那估计恨不得把他脱光送床上 易悠然不知君叙叙在想什么 此时的他有些心虚 露出了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 帅哥 你来了呀 君叙叙慢慢地喝了一口茶水 淡淡道 玉佩呢 怎地不见你带身上 易悠然听到他的声音 便开始响露飞飞了 完全没听到他在说什么 直到君叙叙又道 原来竟是个傻的 是 什么 易悠然憨憨回过神 追风深知自家主子平时寡言少语 他看这位六小姐的花痴样 不禁怀疑主子到底是看上他哪了 还亲自去求皇上赐婚 要知道王妃的位置极其重要 娶一个名门望族的嫡女 最起码能让主子的路走得顺遂些 于是不嫌不淡地重复道 主子问小姐那个玉佩 啊 玉佩啊 啊 对了 你今天来我给你解读吧 今天我买了些药材 虽然不能给你身体的毒解完 但是解个一大半 还是可以的 易悠然终于找到了一个话题 并且成功转移了那个玉佩的事 易悠然又拿出探笔 刷刷刷在纸上写出了几个药名 递给追风 道 只要能把这药找齐 就可解读 今天买了几样要钱花光了 追风感动了 原来是因为要给主子买药 才当的玉佩 而后恭敬的殷氏后便出去买药了 甚至都没有给君叙叙多说一句话 实在是王爷的病是大家的心病 君叙叙自然明白这一点 所以才没有阻止他 于是就剩下一悠然和君叙叙 两人面面相去 一悠然 喂 君叙叙 啥 名字 君叙叙 一悠然默念一声 等等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君是国姓吧 君叙叙 君叙叙 金王战神君叙叙 他尽力搜寻着原主记忆 传说这位金王母妃早逝 自小不得皇帝待见 于是十二岁便进了军营 在军营摸爬滚打八年 一手创立让别国闻风丧胆的鲨鱼军 谱写出 以两万鲨鱼军 重创齐云国十万铁骑 从而一战风神的传说人物 易悠然 惊讶地张开嘴巴 你不会就是那个君叙叙吧 君叙叙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难道风起 还有另一个君叙叙 易悠然暗自嘀咕 能力这么优秀 长得也这么帅 还要不要人活了 君叙叙又清明一口水 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易悠然却暗自付匪 早知道这家伙是个王爷 那玉佩就多当点了 金王殿下的玉佩 至少也得十万起步吧 怪不得那掌柜一万银子 连价都不砍一下 哎呦 裴大发了 易悠然肉痛得不行 心想 这次给他解毒 一定要坑回来 对方可是个王爷 解毒最起码得要十万两吧 于是谄媚地开口 金王殿下 这次 倘若小的给您解毒 您准备赏小的点什么呀 拿着那个玉佩 去京城任意钱庄 提一百万两银票 不在话下 君旭哲淡淡开口 易悠然要吐血了 不由地暗骂这个男人 你压得给个玉佩也不说一下 那个 那个 正准备将玉佩当了这个事情说出来 君旭哲又慢慢开口 不过本王看一姑娘 也不是那种喜欢银子的肤浅之人 不如就按上次你说的 你将玉佩还给本王 本王以身相许 毕竟没有谁结个毒 就要花一百多万两银子呢 待结了毒 易小姐可要对本王温柔些才好 第十八章 解毒一 易悠然听到这话 浑身一个哆嗦 缩着脑袋闷闷道 玉佩我当了 那个玉佩就当枕金了 我负责给你解毒 君哲虚又道 易小姐此言诧异 我说的是任意一个钱庄 京城总共十八家钱庄 除去易小姐的一百万两银子 还有一千七百万两 易小姐准备如何偿还 易悠然差点被自己口水枪死 她可就得到了一万两银子 一眨眼 怎么就欠一千七百万两 索性她破罐子破摔了 趴在桌子上 闷闷道 卖了 我也还不起 你看吧 无所谓 反正我没钱 后半生啥也不想干了 反正欠这么多钱 挣再多也是别人的 君哲虚好笑地 看着她赖皮的样子 悠悠道 做个生意 你以王妃的名义 在我府中做府一三年 这些钱便一笔勾销如何 啥 易悠然恶然 考虑下 怎么样 你看你现在在国师府的处境 我保证这三年 在本王王府 除了王府 你最大如何 君哲虚继续引诱 那你不能限制我的自由 还不能让我做我不喜欢的事 更不能对我有乐举的行为 易悠然看了君哲虚一眼 好吧 看起来容易把持不住的人 似乎是他 君哲虚看了眼 他还未发育的身体 淡淡道 你确定 有非分之想的不是你 那随后圣旨到了 你乖乖地把圣旨接了 君哲虚补充道 圣旨皇帝早就已经下了的 他就是害怕这丫头接到圣旨 再出什么幺蛾子 他才特来给他一剂猛药 易悠然 怎么感觉自己 把自己卖了呢 追风回来时 看到自家主子 一副云淡风轻 嘴角轻轻弯起 似乎很愉悦的样子 他用衣袖擦了擦眼睛 没看错 主子竟然笑了 反观易六小姐 一副奄奄的样子 追风拿出在王府库房 拿出来的药材 因为王爷的毒 慕容神医 弄了很多药材做实验 现在王府的药材 完全可以开一个药铺了 所以当易悠然 让他买药材时 他毫不犹豫地回了王府 易悠然看追风 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不由得暗叹 这古代的轻功果然厉害 易悠然看了一眼 追风拿过来的药材 然后看着君哲旭道 你脱光上 床躺着去 啊 君哲旭盯着易悠然 果然这丫头 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在这里等着他呢 于是 君哲旭慢慢脱掉外衣 礼衣 露出来健壮的身体 易悠然没想到 他的身材这么好 后背上大大小小的疤痕 丝毫没有一点影响美感 上次在山洞里 给他治的伤还没长好 一看就是不听医嘱 伤口裂开了好几次 易悠然看着君哲旭的八块腹肌 然后华丽丽的流鼻血了 易悠然赶忙捏住自己的鼻翼 默念了三遍清心咒 君哲旭看他的样子 很满意 未来的娘子喜欢他的身体 看着手忙脚乱的易悠然 君哲旭道 可以开始了吗 易悠然狼狈地点点头 上次在山洞里太昏暗 早知道身材这么好 就多摸几下 易悠然正在一营 君哲旭便躺在了床上 第十九章 解读二 易悠然吩咐追风 去把他买的一些药 和追风取来的药 熬成热水 一会公君哲旭泡走 吩咐完他便摒弃心中杂念 走到君哲旭身边 拿出了茉莉空间的针 手指熟练地 封住周深大穴 而后易真把他扎晕了 而后将他扔进了茉莉空间 用最快的速度 用透析机 将他的血液过滤一下 又输入到了他体内 完成好这一切 易悠然估计 追风的药已经熬好了 然后易悠然便把他 放外面床上了 刚替他盖好被子 追风便拎着一个浴桶 推门而入 看着自家主子 好似睡着了一般 但皮肤明显红润了些 便问道 易姑娘 主子可还好 易悠然道 血液里面的毒已经解了 就剩皮肤肌肉里面的毒素了 在这个浴桶里 抛两个时辰 便可解了 现在 你把它抱浴桶里吧 追风听话地将君哲旭 抱进浴桶里 完全没有怀疑地 听了易悠然的话 一炷香后 君哲旭悠悠转醒 看到自己坐在浴桶里 眼神不由地露出一抹惊叉 然后运行了一个小周天 发现神清气爽 眼燃毒已经解了一多半 而后看向趴在桌上 小气的易悠然 这个女子她见了三次 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这样安静的她 更是有种让人想 把她藏起来的冲动 索性她下手比较早 在没有人发现她的时候 将她定下了 三年时间 一定要搞定这个小丫头骗子 这时 追风进来添水 君哲旭提醒她小声些 而后视线便又落在了易悠然身上 追风看了看主子 心想 主子怕是真的喜欢上这位易小姐了 不过这位小姐也真乃神人 慕容神医师徒研究主子的毒 已经十余年了 至今也没找到什么好的方法 易小姐一下便解了 这是不是说明 易小姐医术在慕容神医之上吗 追风正在想易悠然 当主母后的利弊 突然从外面传出一声响动 响动虽然不大 但是暗卫出身的追风 却听得清楚 赶忙出去便看到金雷在外面 按着一个二十多岁长相猥琐的男人 便问 这是 金雷道 这个人刚刚想前进一姑娘的房间 我把他弄晕了 等主子出来 等候主子处理 追风点点头 正准备回头进房中 便看到易悠然站在门前 因为天黑的原因 并没有惊动院中的其他人 易悠然淡淡道 把他给我带进来 追风现在已经适应易悠然 发号施令了 乖乖从金雷手里拿过那个人 便把他拎进屋中 而后把他扔在地上 易悠然看着躺在地上那男人 这不是张夫人 那不成器的侄子吗 张夫人娘家哥哥的儿子 名唤张有才 名字虽然叫有才 但却一肚子坏水 强强民女 无恶不作 百姓仗着他爷爷的官威 敢怒不敢言 此事来他这里 多半没有什么好事 想着他平时做的事 易悠然很快就理清 到底是为什么了 半夜来此 不就是想毁他明节吗 易悠然眼珠一转 回头拿出一瓶药 对追风道 麻烦把这坨垃圾 送到我家三小姐闺房 顺便把这瓶药倒进香炉里 第二十章 醉酒 张夫人既然如此的迫不及待他 名声敬毁 那他就成全他们好了 易失血也不要消想 公布侍郎家的嫡子了 易悠然觉得 让他嫁给自己的表哥 亲上加亲 挺好 追风应了声势 拎起那男人便出去了 甚至都没有看自家主子一眼 惊为在屋外看到这一幕 小心肝砰砰直跳 他壮了壮胆子 看了主子一眼 主子正在闭目养神 似是没听到易悠然的话一般 殊不知君哲序这回内心怒火横起 这丫头在这国师府处静静 般艰难 单看他住的破院子 屋里也没有几件百件 他不敢想倘若 他今天不在这里他会怎么样 一想到他可能被凌辱 手中的拳头渐渐握起 心中给国师大人狠狠地记了一笔 两个时辰后 易悠然便让他从水中出来 又让追风他们 换了一桶清水清洗了一下 隔着屏风 易悠然慢慢地心不再淹起来 这要让人知道 别的男人在他这里沐浴 他估计是会被拉着进猪笼的吧 想着想着 肚子不合时宜地想起 这才想起他还没有用晚饭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啊 正打算送走那尊大佛 吃些在街上买的那些零食 正在屏风后面 更衣的君哲序 听到了他肚子发出的尴尬声音 淡淡一笑 穿好衣服缓缓走出来 易悠然看着 在微弱烛光的映衬下的美男初遇图 瞬间黄了眼 而后 易悠然在心里默默给自己一个大耳瓜 正准备张开干涩的嘴唇说些什么 却听到君哲序词哑的声音响起 金雷去八宝燕打包几个招牌菜 外面的金雷连忙英势 施展着轻功快速离去 这是他第一次用轻功去买菜 主子平时从未在过了晚善点 还要用餐 瞎子都能看得出主子 在讨好这个易小姐 事关未来主母的事 她能不上心吗 所以 她用了比平时做任务还快的速度 完成了这次待饭任务 于是不到半个时辰 易悠然的小桌上摆满了饭菜 还有一瓶酒 易悠然看着桌面上色香味俱全的食物 八宝鸭 三拳丸子 糖醋里脊 佛跳墙等等 顿时食欲大开 坐在桌旁便开始大块躲移 君哲序见她吃得开心 便坐在那里看着 她不像别的千金小姐一样 坐在那里细嚼慢咽 吃得很洒脱 就在易悠然自顾自吃到五分饱的时候 看到君哲序还没动筷子 便问道 你怎么不吃啊 君哲序淡笑道 你吃得开心便好 本王不习惯这么晚吃东西 易悠然听了点点头 心道 这可是个好习惯 便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顺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了起来 还感觉酒这味道挺好的 但喝到第三杯 只听咚的一声 倒在了桌子上 君哲序也没想到她如此的不胜酒力 便游子觉得好笑 便给她抱到床上 因为要解毒 追风惊雷 已经把小院里的所有人弄晕了 这回又叫不来婢女 为了让她睡得舒服 君哲序便帮她脱了外衣 盖好了被子 又吩咐惊雷和闪电留下保护 便离开了 第21章 看戏 一日 易悠然昏昏沉沉中醒来 揉着自己发晕的脑袋 想到昨晚自己喝了三杯酒后 就不省人事了 不禁暗自叹息 想当初她可是谦卑不醉 甘趴过好多寄于她美色的不怀好意之徒 想想如今 易悠然顾不得自怨自艾 因为她突然想起 今天还有一出好戏要上演 慌忙洗漱穿衣后 连早饭都没有扒拉一口 便赶去了慕夫人那里 慕夫人正在用早膳 看到她疯疯活活地进来 便道 有什么急事 你这般着急 坐下先吃些早膳吧 出门整天也不带个丫鬟 哪像千金小姐的样子 虽是斥责的话语 但易悠然也听出她并无恶意 随回道 母亲 事出突然 悠然怕是来不及 用早膳了 还请母亲用完膳 随悠然去翠竹院一趟 去晚了 怕是就看不到好戏了 慕夫人一听到翠竹院有事 便来了精神 她可没有忘记 是谁让她受那么大罪 便道 即使是出突然 那便走吧 说吧 比易悠然还着急 拉着易悠然 便直奔翠竹院 刚进翠竹院 门口的丫鬟 瞧见他们刚要通报 便听到翠竹院东面的听雪阁 突然传出一声尖叫 慕夫人超义悠然对视一眼 便一起转身去了听雪阁 就在要踏出院门时 张夫人突然从屋中出来 叫住慕夫人 姐姐许久不曾来我这里了 今日刚来怎地就要走了 而后看到慕夫人身边的易悠然 眼神闪了一下 她刚听到了雪儿院子里发出的声音 便心到不好 看到慕与宁来 便更肯定了她的猜测 那便更不能让她过去 不过今天易悠然就是要给她上一课 教育她不是什么事都能如她所愿的 慕夫人边走边道 刚刚本来想找妹妹聊天 可是妹妹迟迟不出来 本夫人作为雪儿的嫡母 她那边有事 李莹过去看一下 倒是你这个亲生母亲 明明知道女儿那边有事 却还如此做实在是耐人寻味 来人去寻老爷来 张夫人一看着阻止不了 便示弱道 姐姐 你我先去看看 想必也不是什么大事 何必惊动老爷 慕夫人直接忽略了她的话 催促着侍卫 还不快去 侍卫因事后急忙离去 慕夫人带着易悠然走进听雪阁 只见一院子的奴婢 都低着头跪在地上 有胆小的甚至在瑟瑟发抖 慕夫人看到 直接闯进一湿雪的房间里 只见粉色床漫都已经扯下来了 四个衣衫不整的人滚在一起 白花花的肥肉还在不停蠕动 易悠然内心吐槽了一句 这可比想象的要劲爆呀 慕夫人看到她好奇的样子 害怕给她留下心理阴影 便道 小六你先出去 易悠然还想看 怎奈母亲大人已经下了命令 她也不好违抗 便道 是 而后一步三回头地出去了 易悠然出去后 便看到了急冲冲而来的国师易红 易红匆匆在她身边走过 似是没看到她一般 易悠然也懒得跟她行礼问安 便悠悠然走了出去 第二十二章 坐歉 易悠然刚在院外站定 便听到砰的一声 瓷气碎裂的声音 随后屋内传出一阵哀嚎 易悠然淡淡一笑 便转身离去了 再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一些 她怕会成为炮灰 还是先溜为妙了 易悠然以为 只有张友才和易失雪 在屋里颠笼捣风 没想到还有两个丫头 估计是这两个守夜丫头吧 不过这两人丝毫也不值得人同情 整天跟着易失雪 估计坏事 怕也没少干 易悠然回到自己小坡院子 便感到院子里的不寻常 只见院子里静悄悄的 往常这个时候 两个婆子和丫头 已经开始忙活了 赶忙推开安然的屋门 看到安然还在床上躺着 易悠然警惕地走过去 发现安然只是被点了睡穴 当看到 安然在熟睡时 她心中便也有猜测 应该是昨晚那个男人所谓了 而后易悠然对着虚空道 出来吧 这样弄昏我的人 亏得我还替你家主子解了毒 听到易悠然的话 惊雷便知道她已经被发现了 所以立马闪身出来 同时不禁感慨 这女子郝敏锐的观察力 要知道 她想隐匿在皇宫中 也是轻而易举的 眼前这个女子 浑身没有一点内力 竟然能发现她 主子的眼光 果然是他们 这等属下望而不及的 待惊雷给小院的人都解了穴 易悠然便让他们 都忙自己的事去了 易悠然留下惊雷 问道 是他让你留下的 惊雷回道 是 主子让属下和闪电 保护姑娘安全 易悠然听到惊雷的名字 便想起那首神曲 顺嘴问道 惊雷 你有什么修为 惊雷 易悠然又问 惊雷 你会医术吗 这点学难学吗 能教教我吗 惊雷恭敬回道 属下不会医术 如果姑娘想学 属下愿意交给姑娘 易悠然又好奇 惊雷 闪电在哪 惊雷回道 闪电去堂里 交街市报仇物 一会回来 属下便让他来找姑娘报道 易悠然对君哲序这一举动 倒没多少意外 毕竟他欠人家那么多钱 派两个保镖监视也很正常 顺便还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他也没打算逃跑 占了原主身体还没报仇呢 不战而想可不是他的作风 今天这件事 就算是先收个利息 午后易悠然正在屋中小气 就听到夏合在外面压低声音说道 韩姨娘 小姐正在休息 等小姐醒了 奴婢告诉小姐可好 而后就听到韩姨娘 柔弱魅惑的声音响起 这丫头好生俊俏 早前听说 夫人赐给六小姐两个丫头 想必你就是其中之一吧 夏合汉首 回姨娘话 是的 韩姨娘接着道 不愧是夫人身边伺候过的 这为人处事 确实比以前那俩丫头会安排 夏合四世没听懂韩姨娘的话 回道 多谢姨娘夸奖 而后就站立在门口 丝毫没有进屋通报的意思 易悠然暗自点头 这俩丫头可比以前那俩好多了 以后考察一下 只要忠心便可以收尾己用 于是易悠然便用刚睡醒的语气朝外说道 夏合 可是有人来了 夏合一听她家小姐醒了 暗自懊恼 是不是她声音太大 吵醒了小姐 但也无可奈何 小姐 是韩姨娘来了 易悠然疑惑 这位原主母亲 平时都不怎么来她的小院 今日怎么来了 难道与一失血那件事有关 正想着 韩姨娘便推开夏合 静止带着丫鬟进了门 易悠然对着原主母亲无感 见她就这样闯进屋 丝毫不在意 她是否衣衫不整 她也有点微怒 便道 姨娘这么着急 是做什么 这时韩姨娘才察觉 自己有些太着急了 便使了眼色 她带来的两个丫鬟 便退了下去 接着又对后进屋的夏合道 你也下去吧 夏合站着没动 看了眼易悠然 易悠然道 夏合你先出去吧 夏合这才下去 待屋里人走光了 韩姨娘这才走到易悠然床边坐下 抬手想摸到易悠然的头发 易悠然撇了一下头便避开了 韩姨娘尴尬地放下手 道 我的悠然长大了 姨娘今日有个大好事要告诉你 你可知张夫人娘家侄子 那可是尚书府的嫡孙 她要娶你 易悠然当时就笑了 哦 敢问姨娘 那张公子可曾三枚六聘说 要来娶我 韩姨娘尴尬地笑了笑说 您做高门妾 不做穷人妻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易悠然撇撇嘴 问道 姨娘的日子过得舒坦吗 韩姨娘眼神闪了闪 道 这件事张夫人和你父亲 已经商量好的了 今天晚上就会给你抬过去 张家不会亏待你的 易悠然真是想骂娘 这TM是她的亲娘部 易悠然便直接道 姨娘累了 回去休息吧 韩姨娘见她说不通 便让丫头将带来的粉红衣服 拿过来她便走了 夏合这时进屋 看到桌子上的粉红衣服 问道 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 易悠然淡淡说 怎么回事 他们想把你家小姐 我抬进尚书府 走 去主院 第23章 泄露 易悠然带着夏合去了主院 主院的侍卫竟然不认识她 夏合自报了家门侍卫才去通报 正在书房 生气的易红 听到侍卫的汇报 对这个六女儿 她几乎都要忘记长什么样子了 每次见到她 就是唯唯诺诺的样子 她是真的不喜 易失血的事 都有够她烦的了 往而她最喜欢的女儿 除了易失婷 便是易失血了 失婷被张氏 培养成金城低财女 失血也是小家碧玉 如今出了这种事 想到今日 幕夫人请她去听雪阁看到的那一幕 易红头突突直痛 她当然知道 张友才是个什么货色 让失血嫁给她 简直就是 把失血往火坑里推 她怎能甘心 已经把听雪阁的下人都处理干净了 张氏身为失血母亲 自然不会乱说 幕氏也是个十大体的 但就是张家那个混蛋小子 不肯善罢甘休 就说有人给她下药 她也请府衣来验了 房里哪有用药的痕迹 张氏刚刚来哭诉 也说到给那张友才 一个女儿算了 提到这个六女儿 她还没有想好 这个女儿便来了 她想了一下 让她进来吧 易悠然进屋看到易红 心里突然生起一股子委屈 她知道这是原主的反应 便屈膝行李道 悠然见过父亲 易红点点头 问道 你不在后院好好绣花 来前院做什么 易悠然直截了当地说 听姨娘说 父亲要让我给张府公子做歉 易红看着这个 被她从小就忽略的女儿 似乎与记忆里又有些不同 突然便生出一丝愧疚 胡说八道 你姨娘听谁说的 她说父亲和张母亲已经商定了 今晚就把女儿抬进张府 易悠然低头落寞地说 易红看着易悠然 似乎又展开了些 弯弯的柳叶眉 配着丹凤眼 还有这空谷幽兰的气质 很有当年牧师的影子 当年她也是很喜欢牧师的 所以才恳求父亲与丞相辅结了亲 后因插阳错救了张氏 有了肌肤之亲 这才一起娶了 后牧师的温婉大气 终是比不上张氏的柔情似水 易红思绪回笼 自觉好笑 怎么能拿易悠然和牧师相比呢 但易悠然怎么也是她女儿 启荣张氏在这里指手画脚 便朝外面叫道 来人 把张夫人和韩姨娘给我叫来 易悠然看出了易红的心软 用衣袖挡着眼睛 在眼上涂了些空间里的风油巾 哭诉道 父亲 女儿知道 父亲疼爱三姐姐 可三姐姐今日做的事 为何要女儿来付出这个代价 女儿不求未来夫君大富大贵 只求能相濡以沫 携手共进 易红一听她提到了一失雪 今天的事便急到 你听谁说的 易悠然擦了擦眼泪 暗自翻了个白眼 府里的人都知道了 女儿 女儿也是听下人讨论说的 易红愤怒地夺步 怒道 究竟是谁干的 易悠然低下头装安纯 谁干的 当然是惊雷和闪电干的了 她在来这里之前 就已经让他俩去散布消息了 此刻估计 应该传到府外了吧 易红突然朝外叫道 把沐宇宁也叫来 易悠然 则认为人越多越好 要不然 怎么能把这里的水搅浑呢 没过一会儿 张夫人 韩姨娘 幕夫人她们都到了 就连陈姨娘 邱姨娘 也闻讯过来了 她们都有女儿 原本她们 是不知道这件事的 可听到院里的小丝丫鬟都在议论 顿时开始担心 自己的女儿以后怎么办 也都慌着过来了 第24章 替嫁 易红见到幕夫人过来 便开始质问 你怎么能把这件事泄露出去 你的女儿是出嫁了 但这府里还有六个 你让她们怎么办 特别是易宇婷 那可是 她准备嫁到皇家的 不过这话 她倒是没说出口 幕夫人不可思议地看向易红 这就是她嫁了二十多年的丈夫 遇到是不分青红皂白 就开始质问她 她眨了眨略 为有些酸色的毛子 也不想解释了 平静地道 老爷既如此确定 是我那就拿出证据来 否则的话 即使告到皇上那里 也是无法站住脚的 说吧 她看了一眼一悠然 十有八九便是这丫头了 她也不是没想过 把这事宣扬出去 当初易红为了全事 把她的女儿嫁给了斯南伯家独子 经成谁人不知那人的顽固 只因那顽固看上了劲 她便设计给劲嫁了去 但她念着 自己是这国师府的主母 并没有将这烟渣事说出去 就是为了保全国师府这群小姐 如今小六自己 却弄得府内人尽皆知 这不仅让易失血丢人 更是让国师府 还未出嫁的小姐没脸 她这般做 又是为何 易悠然 也惊讶于 幕夫人为何不辩解 她给了幕夫人一个安慰的眼神 其实 她一点也不在意名声 反正那个金王殿下 已经很快就要让她去做府衣了 即使她丢人了 丢的也是金王殿下的人 嫌弃她的话 拿她当个屁放了呗 给金王干三年活 到时候 她就准备出去溜达了 世界那么大 好风景那么多 她肯定要去看看的 至于男人 这个世界男人都是三妻四妾 哪有什么真爱 要么图你钱 要么图你身后的权 图完之后再找别人 所以 基本找不到靠谱的 随缘吧 易红看到幕夫的态度 气得指向幕夫 怒道 你 幕氏打断她的话 老爷有空在这里质问 是谁传的消息 还不如想想 该怎么办 一句话成功地把话题拉了回来 又转头看向张夫人 你教导的好女儿 你说 现在怎么办 张夫人委屈道 老爷 这事是妾身的不对 可雪儿是无辜的 雪儿这么多年 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老爷也看在眼里 她也不想地 说着便开始啜气起来 易红看她认错态度好 想起一失雪平时对她撒娇 时不时来给她问安 心不禁又软了起来 张夫人见她表情缓和 又道 老爷您也不是不知道 雪儿早已心有所属 我那侄子也是新属六丫头 不如就让六丫头嫁过去 有我在这呢 还能让六丫头去受了委屈 幕夫人一听张夫人的话 直接怒斥 现在外面说的是三丫头 你让六丫头嫁过去 外面又怎么说我国师傅 三丫头与妹夫有染 张夫人委屈地看向易红 雪儿怎么说 也是府中嫁女 日后她能给府中带来的 想必要比六丫头要多 至于外面的流言 别人能散播 我们也可以啊 就说和我那侄子 两情相悦的是六丫头 雪儿只是想为表哥牵线 才被牵连了 以六丫头的身份 哥哥刚来信说 愿以贵妾的身份聘质 幕夫人道 就是因为六丫头不是嫁女 你们就要牺牲她 那她若是嫁女呢 我准备给六丫头记在我名下 一会我母亲便会过来 届时 丞相府也会承认 这个外孙女 这个是她在来之前便想好的 屋里所有人都诧异地看着幕夫人 就连易幽然也感动了 一开始 她只是想利用幕夫人 直到现在 幕夫人对她做的 竟然比她亲生母亲还要多 怎能不令她动容 一红看着如今的局面 头一次觉得 夫人娶多了 也不是什么好事 就在这时 韩姨娘突然跪下 朝着幕夫人道 夫人千万不要 悠然她配不上上这样的殊荣啊 幕夫人没想到 竟是易幽然的亲生母亲来阻拦 啊 为何 难道你怕本夫人 抢走你的女儿不成 她是想给易幽然撑腰 但也没有幽幽然断了 和她亲生母亲联系的无理要求 韩姨娘诚惶诚恐地道 切身不敢 夫人恕罪啊 上书府才是幽然的最好归宿 这下一屋子的人都疑惑了 一红问道 这是为何 韩姨娘看了一眼张夫人 一咬牙直接说 因为幽然早就不清白了 这下满座皆经 这下易幽然也疑惑了 这还是亲妈妈 无语了 一红这下坐不住了 直接吼道 你给我说清楚 韩姨娘说 幽然带回来一个外男 已经在她的小院里住很久了 她还让切身说 说是切身的远房亲戚 一红听后 直接看向易幽然 这之前 易幽然可都是透明人的存在 没想到这么快 这火可就烧到自己身上了 一红问 你可有什么话说 一红然真的不想再继续看这群人演戏了 直接道 我是带回来一个外男没错 我还未及及 那男孩也才13岁 不知姨娘如何断定 我俩有染 一红看向韩姨娘 若是这个女儿 真的名节不保 那嫁到尚书府 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还可以保住雪儿 给她谋划更好的前途 韩姨娘还没说话 穆夫人直接道 韩慧如 有你这么做母亲的吗 竟然诋毁自己亲生女儿 韩姨娘低下头 妾身是不想悠然以后 至于更危险的境地 不幸夫人可以看悠然手臂上的手工纱 早已没有了 一红这时已经信了七八分 朝易悠然吼道 你个逆女 要气死为父啊 是谁将你教的这般不知廉耻 一悠然看她不分青红皂白 就斥责她 瞬间也怒了 谁教的 养不教 父之过 我长这么大 你教过我什么 你看过我几次 我住的地方 你可曾去过 冬天漏风 雨天漏雨 我穿的什么 都是一尸血一尸 听不要了赏给我的 我吃的什么 顿顿素菜寡汤 跟下人的也没两样 这回你们需要一个人牺牲 来救你心肩肩上的嫡女 想到我了 想必您这回心里期待着 我跟别的人不亲不楚 好为你的亲女儿铺路吧 可惜要让您失望了 女儿最基本的节奏还是要的 不会治国师傅的名誉不顾 更不会玩三女一男的游戏 说吧 撩开自己上臂的衣袖 鲜红的手工纱 映入大家眼帘 一红本来要斥责的话 也卡在了嗓子口 而后 一悠然又转向韩姨娘 姨娘 您不是我的亲生母亲吧 韩姨娘正惊讶于她的手工纱 这时突然听到一悠然问她 内心咯噔一跳 心想 莫非她发现了什么 却还强装镇定 你胡说什么 我把你养这么大 你竟然如此这般没良心 第25章 真相一 易悠然听到了呵呵一笑 您养我 养我就是五岁开始 把我丢进那个烂院子 不闻不问 那个院子 您踏进去的次数 一个八掌数得过来吧 我的手势 仅仅就一个发散 您记得我的生辰吗 不记得吧 那会你到我那里 想必就是要抹去 我手臂上的手工纱吧 我一直想 为什么会有母亲如此狠心 直到今日我才确定你 根本不是我的母亲 因为你根本就不会怀孕 想到此 两行青泪划过面颊 她想 这可能是原主的委屈吧 既然要了她这身体 断不能让这委屈白瘦了 易红一口气 哽在嗓子眼上不去也下不来 她怎么也没想到 真相会是这样 易悠然不是韩姨娘女儿 那是她在哪里抱来的 韩姨娘瞪大眼睛 似是没想到 易悠然会把事情 揭露到如此地步 你胡说 你怎么可能不是我亲生的 易悠然对着易红淡淡道 不信你可以去外面 找个大夫看一下 服役就不必相信了 我想 应该被她收买了吧 易红也不知 事情会发展到 如今这个情况 便对心腹道 去外面请几个大夫 顺便先把服役请来 正在等待服役时 外面通传 穆老夫人道 穆夫人急忙出去迎接 易红也急忙跟着出去 待把穆老夫人迎进屋坐定后 然后威严地盯着下面的人 易红面带笑容地道 岳母今天来 所为何事 穆老夫人道 我来看看玉宁 老神就这一个女儿 难道还不能来看看了 她本就对这个女婿 娶了平气有意见 后 又因她的大外孙女的事 算是彻底讨厌上了易红 所以对她说话 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穆夫人这时拉着易悠然 上前给穆夫人介绍道 母亲 这就是悠然 本来是想 把她过在我名下的 但如今事情有变 她可能不是我家韩姨娘的女儿 如果一辉大夫确定了 那便是我干女儿了 穆老夫人在看到易悠然的一瞬间 几乎失态 然后喃喃一声 宁儿 穆夫人以为自己母亲在换她 而后应了一声 却发现母亲在盯着易悠然 随问道 母亲 有什么问题吗 穆老夫人回神 威严的眸子看着张夫人和韩姨娘 道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是国师府的血脉了 说来让老神听听 易红对穆夫人实眼色 她认为 家丑不可外扬 穆夫人却仿若未见 直接把来龙巨脉说了出来 穆老夫人听后 有些激动到 鼓有滴血认清 何不鲜艳一下 便知道这丫头是不是轻生的 来人 取一碗清水 易悠然翻了个白眼 又是滴血认清这个狗血的桥段 她茉莉空间里 倒是有亲子鉴定的设备 但时间紧急 她也顾不得再做鉴定了 穆夫人身边的徐嬷嬷 亲自去端的水 而后穆老夫人 对易悠然道 丫头 过来 说吧便拿出她随身携带的一把匕首 易悠然乖乖上前 暗自付匪 这位老太太 也是个女中豪杰啊 竟然随身携带匕首 易悠然不知道的是 这个匕首 可是先帝赐予穆老夫人的 在场的人几乎都知道 因此都不敢阻止 易悠然第一眼并不讨厌这位老夫人 便由着她 在她食指上割了一下 一滴鲜红的血滴进了碗里 而后韩姨娘便开始哭诉 老夫人 老爷 悠然却是我的亲生女儿啊 我不要滴血 张夫人也在旁边帮腔 是啊 老爷老夫人 韩姨娘辛辛苦苦 把悠然拉扯这么大 实在是 实在是 还没等张夫人想好形容词 穆老夫人已经拿起 穆夫人的手滑了上去 众人都看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只有张夫人瞇了眯眼 眼底闪过一丝怨毒 易悠然也有些疑惑 但令她惊讶的还在后面 只见碗里的两滴血慢慢融合 但这也只能证明 她和穆夫人血型相同啊 但是穆夫人看到这一幕就惊呆了 而后眼泪蓄满眼眶 直接抱住了易悠然哭道 我的女儿 悠然你是我的女儿啊 易悠然被抱得紧紧的感觉上不来气 看着穆夫人泪如雨下 易悠然表示 她此时很尴尬 具体尴尬什么 她也不知道 穆老夫人眼睛也有些湿润了 语宁啊 你这个笨丫头 自己的女儿就在身边十几年 竟然都没发现 若不是她今日来看 这丫头跟她女儿十四五岁一模一样 岂不是还要错过 穆夫人哭道 我应该早些认出的 我一直以为我的小女儿死了 说吧转身看向韩姨娘 怒斥 韩慧如 你说 你怎要把我女儿抱走的 韩姨娘看事情已经败露 立马跪地抱着易红的腿求饶 老爷 老爷 不是的 不是的 舅舅切身 舅舅切身 易红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如今这样 但是也不耻韩姨娘的做法 此事她也需要摆明立场 让穆老夫人看 万不能让丞相府 再对她有什么别的想法 看到府一早就来了 于是一脚踢开韩姨娘 怒骂道 你这个毒妇 竟然干着如此龌龊之事 府一过来 给这个毒妇把卖 府一缓步走向前 蹲下身摸上韩姨娘脉搏 韩姨娘这下倒是不挣扎了 任由府一给她好脉 一住香后 府一起身对易红行礼道 老爷 韩姨娘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有些气急攻心 易红点点头 便让她退下一旁 稍后外面大夫也来了 来了两位一起为韩姨娘整了脉 不出一忧然所料 均指出 韩姨娘十几岁时便伤了生孔男友孕 这下易红彻底怒了 指着韩姨娘道 毒妇 你说 你是怎么把大夫人孩子换走的 韩姨娘见大事已去 便悄悄看向张夫人 张夫人不为所动 此时她只能求饶 老爷饶命 老爷饶命啊 妾身也只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在府里立足啊 穆夫人打断她的话 你胡说 如果你真的想用悠然在府中立足 那为何这么多年 对悠然不管不问 想到悠然之前处境 穆夫人一阵心酸 这时 穆老夫人威严的声音响起 是谁帮你这样做的 你不说 就以为老生查不到吗 在这一府 你一个小小贱妾 敢换主母孩子 说出来 否则老生要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韩姨娘听到这话 知道今天她怕是没有活路了 索性破罐子破摔 突然疯狂道 穆宇宁 你想知道 我为什么抱走你女儿是吗 你记得 你身边那个叫灵儿的丫鬟吗 她是我姐姐 我们从小家里穷 我们母亲病重 她就想偷你一个金钗 拿去给母亲治病 不巧被你发现 你就将她赶出府 无奈姐姐最后卖身一个富商做妾 两个月就被折磨死了 所以 我也要让你本该高高在上的女儿 去过过穷苦人的日子 我也要让她给人做妾 张有才 这个女婿你满意吗 哈哈 木夫人听后 更是火冒三丈 上前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韩慧如 你脑子有病 你会留一个偷你东西的丫鬟在身边吗 你可知我让你姐姐走的时候 还给了她一百两银子 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男音 看来本王来的 似乎不是时候啊 国师这里好像很忙 话虽这样说 但也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走了进去 第26章 真相二 厅里的人看到来人 奇奇道西一口凉气 一红立马跪下行礼 不知金王殿下到来 有失远迎 望殿下见谅 本王今日来侍卫王妃而来 追风 君哲续淡淡道 追风很激动 王爷这是又要 让她立功了 立马把身后侍卫拎的人 甩在了殿中 道 这是当年为木夫人接生的产婆 当时就是她换了六小姐 哦不 是我家王妃娘娘 追风赶到了自己王爷不约的视线 立马改口 待王爷的表情缓和下来 她便踢了那产婆一下 你自己说 那产婆被折磨的 已经没有力气 爬地上道 当年夫人生产之前 府中另外一个夫人便找到名妇 恰巧名妇儿子欠了一身赌债 是那位夫人替我们还了赌债 然后就要求名妇 在夫人生产时 换下婴孩 并伪造夫人难产而亡 只是后来老妇人来了 名妇和另一名产婆 只来得及换了婴孩 事后名妇越想越害怕 便立即带着家人易容出城了 后来听说 另一名产婆全家 当晚便被烧死了 众人听了她的话 丝毫没有怀疑 也不敢不信 毕竟这位可是有名的 火炎王金王殿下抓的人 追风又道 这屋里可有那位夫人 那媒婆艰难抬起眼 看了一圈 最后指着张夫人道 是她 还有她身边的婆子 一悠然看着君哲戌 有那么一点点小感动 她解惑的吗 这么短短时间找来证人 来帮她扳倒张夫人 她今天并没有什么把握 扳倒张夫人的 但她这些神助攻们 一个个过来给她递刀子 搞得她不报仇 都有点对不起自己了 哦不 是完全没有她发挥的余地 那她就乖乖当她的小羊膏好了 继续缩着当安纯吧 易红也没有想到 这是会发展到如今这般 竟然还与张夫人有关 不过她也不敢贸然处理张夫人 毕竟她身后 还有整个户部尚书府 那可是掌管国库的地方 张夫人似是猜到了易红的心思 便跪下辩解道 老爷 这事可不是妾身所为 望老爷明察 定是这刁奴陷害 莫老夫人此刻也愤怒到极点 陷害你 你倒不如说是金王殿下陷害你 张夫人立刻道 想是金王殿下 也是被蒙蔽了 因为国师是太子老师 他爹也是太子的人 虽然金王凶名在外 但他并不觉害怕 刚刚金王不是 说他的王妃 想必是看上他的廷儿了 一会让廷儿出来 跟他说句话便是了 他穆家有什么底气和他斗 就连太子也有意与廷儿结亲 这个金王向来不受皇帝待见 又没有母族 怎么可能斗得过母族势力 身后的太子殿下呢 易幽然觉得好笑 这就是死鸭子嘴硬吧 想必君哲序也不好 直接收拾这张夫人 于是他便站了出来 哦 既然张夫人不承认 好 那便先从他身边人来吧 于碧便直接将那产婆指认的 嬷嬷了出来 这个嬷嬷嬷嬸然也认识 跟着张氏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 收拾了倒也不亏 第27章 杀鸡儆侯 嬷嬷嬷拎着那袁嬷嬷的衣领 把他扔在地上 袁嬷嬷嬷想挣扎 却发现挣扎不动 于是大叫 六小姐你不能这样 我可是张夫人的人 夫人您快救救老奴啊 但张夫人怎么还有空救他 刚想站起身来 便被金王带来的侍卫 又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 易幽然对他的人动手 只见易幽然不知道 从哪里拿出来一根针 对着袁嬷嬷说 此刻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说不说 袁嬷嬷哭嚎道 老爷六小姐这样 你也不管管吗 易红倒是想管 可他不敢呀 也不看看 这里坐的都是谁 只见金王殿下 已经自顾自坐下了 不知道在哪弄了一壶茶 已经喝上了 他什么也没有说 扭头看向别处 易幽然暗叹 果然有权有势就是好啊 易红以往在家牛逼哄哄的 刚穆老夫人来的时候 耸了一点 这君哲序来了 现在更是连个屁都不敢放 易幽然背靠两尊大佛 于是就决定甩开手干 道 既然不想说 那就不要说了 说着一针银针下去 那袁嬷嬷嘴巴张得大大的 但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 一屋子人 都被易幽然这一手惊住了 张夫人刚想开骂 就听到易幽然道 果然清静了许多 还有谁想试试 尽管好 于是 易幽然像刺绣一样 拿着那根针对着袁嬷嬷一顿乱扎 因为她熟知人体穴道 自然知道哪里最疼 而且 她的姿势还出奇地好看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她在跳舞 但是看地上的袁嬷嬷 因为叫不出来 单看她痛苦的表情 苍白的脸色 以及已经近视的衣服 便知道她有多疼了 易幽然做完这一套 吩咐追风 去把翠竹院的下人 全部叫过来后 又拎过来一个张夫人 身边年岁稍大的丫头 这个丫头 以前对袁嬷总是各种刁难 索性这仇一起爆了 易幽然道 你叫秋香是吧 这件事你知道吗 那丫头看着袁嬷嬷痛苦的样子 最起码还在活着 想到 招了在张夫人那里就是一死 便决定忍一忍 便道 奴 奴婢不知 看着翠竹院的下人 一个个都过来了 易幽然轻笑一声 难得还挺有骨气 看来我是对袁嬷嬷太仁慈了点 本想着她岁数大了照顾一下下 看来没有效果呀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换一种玩法 于碧 拿出一把手术刀 直接朝着秋香腹部捅了下去 秋香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易幽然道 我懒得 再把银针拿出来 封你的嗓子了 你若是再叫出来一声 吓到我 我不介意直接用这把刀割了你的舌头 于碧 拔出手术刀 又捅进了她的肩膀 淡笑的表情从没有变过 秋香却是叫也不敢叫了 木夫人看到 易幽然下手如此狠力 也害怕她闹出人命 便提醒道 悠然 易幽然自是知道木夫人在想些什么 回头安慰她 母亲放心 出不了人命 说着还不忘又在秋香大腿处捕了一刀 秋香承受着这般非人的痛苦 还不敢呼痛 道 六小姐 奴婢说 奴婢把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求您饶了奴婢吧 易幽然悠悠道 你这会儿想说 但是我不想听了 所以你安心享受吧 记住 不要出声 而后又在胸部捅了一刀 所有人看到这一刀都惊讶地说不出话 刚刚这女煞罗不是说不要她命吗 这回怎的又改变主意了 然后只见易幽然又轻轻拔出了刀 君哲戌没有出声 她自己的王妃就是把天戳个洞 她也能给她补上 不过几个小人而已 发泄一下又怎么了 慕夫人刚想出声 就被自己母亲拉住 看着母亲摇了摇头 便没有再说什么 慕老夫人却觉得这个外孙女 相当地对她的口味 对待敌人就是要这样 自己的女儿和大外孙女 实在是太过柔弱 反观这个孩子 却颇有她年轻时候的果断 这样以后到了夫家才不会被欺负 就算汉府名声再深又怎样 就冲着她丞相府 害怕找不到夫家吗 这不眼前就有一个吗 她看着君哲戌看悠然的 眼神她再明显不过了 她和君哲戌的想法不谋而合 悠然打杀一个对她不敬的丫鬟 她一个一品告命夫人 还都不住吗 大不了一会死了 她再拿先帝次的刀补一刀 也算那丫鬟的殊荣了 但是令大家意外的是 秋香却并没有死 直到易悠然在她身上戳了28下 她还在活着 众人此刻才发现 秋香身上的血 似乎流的也不是太多 有的伤口竟然都没有看到血迹 是的 易悠然不仅避开了 她重要脏气 同样也避开了她的血管 她怕把自己的衣服染上血迹 夏合和东梅洗衣服不容易 此时的夏合 已经被她 主子露得一手惊住了 她应该没有想到 主子还在担心 如果染上血迹 她不好搓衣服 若是知道了 估计感动得要给易悠然 磕几个头了 易悠然有些累了 便让湛娜的两个老大夫 给秋香包扎伤口 当两个老大夫发现 易悠然连砍了28刀之后 这个丫鬟仍是轻伤 并没有性命之优厚 对易悠然的敬佩之情 一于言表 一刀两刀可能是偶然 这刀刀不致命 可见她对人体的结构 是多么的了解 今天君哲序身边的四大暗卫 也聚齐了 之前听追风说 主子看上了一个 绅士能力普通的姑娘 他们怎么也不相信 今日一看 这姑娘若是还普通 那这世界上 还有普通姑娘吗 简直和主子一样 杀法果断 另外说绅士 丞相外孙女 国师府嫡女 舅舅现在还是大将军 她要再普通 那别的闺女 岂不是要去集体自杀 最多用鄙视的眼神 看着追风 追风 好吧 是她草率了 果然没有主子眼睛毒啊 第28章 张氏罪证 易悠然也没在意 他们心中都是怎么想的 接下来她眼睛 看着翠竹院的其他下人 大家看着 她把袁嬷嬷和大丫头 秋香折磨得这么惨 不由得都瑟瑟发抖 生怕是她下一个目标了 易悠然却没有找 他们任何一个人 走到君哲序桌旁 看她的桌旁有一壶茶水 一个杯子 便拿起茶壶给水絮满 便喝了起来 连着喝了两杯水才解了渴 随后才想起 这应该是君哲序的杯子 而后罕见的红了脸 追风四人 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以往有人敢这样 主子早就给她打飞了出去 看来这王妃在主子 这果然不一样 易悠然不好意思地道 那个 那个 我 一万两 君哲序淡淡开口 啥 易悠然不明所以 然后回忆下 她应该说的是 她的水壶和茶杯吧 内心富匪 这个皇室人 但也没空同她计较 便咬牙道 记账上 说罢便转身过去去问夏合 夏合你可会写字 夏合 回小姐 奴婢时的一点 这时 莫老夫人开口了 叮咛 你去帮忙 老夫人身边的丫头 嬴事后便朝易悠然 走了过来行李道 叮咛怨凭 悠然小姐差遣 易悠然指着那群下人道 你们俩拿上笔墨去隔壁耳房 他们一人半住香时间 不能多也不能少 说出张氏所做的恶事 有证据的拿出证据 没证据的只管说 你们来记录 关于我的身世之道的一人讲十两银子 先去追风 乃至一百两银子 发剩下的你们两个评分 王妃既然都发话了 追风赶紧屁颠颠的给夏合地上去一百两银子 惊蕊看到追风的狗腿行尽暗自不屑 心想他以后在王妃面前可要伺候好了 这可是 王爷的宝贝疙瘩 一出手就治好了王爷的毒 这可是慕容神医研究数十年 都没有办法的毒 王妃仅仅用了一下午就搞定了 义悠然将那一群下人安排好后 对义红道 父亲 张夫人的事 你不便处理我已经帮您安排了 至于韩姨娘 女儿就不待劳了 这金王和老夫人都在这里呢 您还是尽快处理吧 要不然 我担心金王殿下会吃不惯咱家的饭菜 毕竟父亲勤俭持家 我这个庶女 一年到头也吃不到几块肉 想必父亲的伙食 比女儿也好不到哪里 还是不要让金王殿下见笑了 义红咬牙 心中暗骂这个匿女 但也不敢不按她说的做 当即便道 金王殿下放心 下官定不会再让这毒妇 出现在大家面前 言下之意便是不会给她留活路 君哲戌没有答应 却看向义悠然 你可满意 义悠然乐乐 乖乖义附身 一切但凭金王殿下做主 这个意思便是满意了 如果不满意 应该不会这么乖巧 当下韩姨娘便被带了下去 任凭她如何哭喊 也无济于事了 韩姨娘被带下去后 义悠然又叫住了义红 义红从来没觉得 她的儿女中会如此难缠 可她又不能发火 只能耐着性子道 何事 义悠然道 父亲和张氏 不是准备晚上将我抬到张府吗 时间差不多了 走吧 义红看得明白 听到这句话 先是看了一眼金王 看到金王没什么反应 还未稍稍放心 就听到穆老夫人道 义红 你好大胆子 竟然将老身的外孙女 抬到张府 谁给你的脸 张府她也配 义红擦了擦头上的汗 赶忙回道 岳母 您误会了 事情不是这样的 该抬进张府的是雪儿 对 是雪儿 张氏本身因为义悠然 这一套套下的 已经魂不附体了 这回听到要把一失血 抬到张府 瞬间不淡定了 所以向义红哭诉道 老爷 雪儿可是您最疼爱的孩子呀 她可是府中敌女 不能抬过去啊 您这样 让雪儿的脸往奶放 让国师府的脸往奶放啊 句句淒厉 竟然又把义红说动摇了 穆夫人此事坐不住了 上去直接一巴掌 打在张氏脸上 悠然也是我的女儿 为何我女儿就可以抬过去 你女儿不可以 论身份 我丞相府是比不上你尚书府还是怎么 论进门我也比你先进这国师府 是妥妥的正妻 是我的懦弱 让你变成如今这般嚣张 我今天就把话料这里了 从今天开始 这国师府有我没你 一红 今天我女儿受这么大委屈 你若不能秉公处理 那我便要到皇上面前论论 这是非曲直 一红听到穆夫人如此强硬的话语 知道今天不下定决心 处理了这件事是过不去的 于是咬咬牙 吩咐道 一会张府轿子来把一失血抬过去 她要挣扎便打晕送去 义悠然听了穆夫人的话 说不感动是假的 都说为母则刚 穆夫人平时是多么温文尔雅的一个女人 竟然为了她怒对一红 原来被母亲保护的感觉这么好呀 这个母亲她认了 张氏听到一红这样说 瞬间就如同一只泄了气的气球 趴坐在地上 然而 等待她的第二波惊喜 马上也就要到了 没过一会儿 夏河和丁宁走进屋内 将写好的递给义悠然 义悠然拿着扫了一眼 乖乖 整整三四页纸 写满了张氏平时让他们做的坏事 一条条一件件 大到坑害府中子女 弄死几个丫鬟小丝 小到看到喜欢的东西 直接据为己有 这么多年给上书府送银票的次数 高达几十次 义悠然呵呵一笑 这张氏还挺顾娘家的嘛 不出她所料 众赏之下必有永夫 果然还有两个人能证明 是张氏偷换了木夫人的孩子 也就是她 她把纸张递给了义红 义红扫了她一眼 愤愤不平地接过纸张 扫了一眼后 毛子突然变得深沉 她不在意别的 甚至于义悠然的绅士 她觉得也没有她的官图重要 可当她看到张氏不停地 在她娘家送钱送物 她彻底怒了 碎一脚将张氏踹倒在地 怒道 你掌管忠愧这么多年 不停缩减府中开支 原来都贴不你娘家了 这么多年 既然贴不那么多 那你就回你娘家吧 至于这些银子 这两天 我会轻点核算 交给尚书府 与毕义红便拂袖而去 第29章 狮子大开口 就在这时 义尸亭带着丫鬟进屋了 这是义悠然第一次 见她这个二姐 只见鹅眉好齿 举眉风夹 浅蓝的裸裙走起来 带起一阵阵液 义悠然暗叹 果然是一个 我见尤莲的古典美人 就是不知道这个美人 是不是个蛇蝎 只见义尸亭一进门 直接朝着 义红跪了下来 哭道 父亲 银儿刚刚与太子殿下游胡回来 便听下人说要处置母亲 不管母亲犯了多大的错 一日夫七百日恩 您想想 母亲这么多年 任劳任怨 达理府中事宜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 您要把母亲修回娘家 您让银儿日后如何自处啊 义悠然投了投自己的耳朵 这个两个哭的她 耳朵就要长毛了 貌似这个段位还是比较高的 上来就把太子给搬出来了 果然 义红又犹豫了 他是知道的 太子对一师庭有意 他就剩这两个嫡女 一个已经废了 哦不对 现在已经三个了 但看这个六女儿 就是一个女罗刹 哪个高门贵族会要 算来算去 还得指望着廷儿 一旦成为皇后 那她可就是国杖了 义红想着 便打定了主意 正准备说话 义悠然的声音淡淡响起 父亲可是想好了 今天这事 父亲若是处理不当 明日我和母亲 可是要去京兆府走一趟的 你 义红怒指着他 没想到这个女儿 如此难缠 这时一师庭站起身来 看着义悠然 声音软糯地道 六妹妹这件事 姐姐也听说了 此事全怪那韩氏 母亲也是 受了她的蛊惑 若是妹妹能饶了母亲这次 以后姐姐 定会好好补偿妹妹 义悠然瞧着义师庭 淡淡道 既然二姐想补偿妹妹 那何必等到以后 要补偿什么 这回直接说了 也好让我看看 值不值一个张事 货宫但撇到了正坐着喝水的君哲序 便又整理好情绪 不知妹妹想要什么 只要妹妹想要的 姐姐便都给了可好 说话语气 就像一个姐姐 哄一个娇蛮不懂事的妹妹 义悠然没在乎她的语气 对这种表里 表气的表子 义悠然又一百种方法 让她献出原形 随应道 好啊 府中 钟馈要是拿来 还有一百万两银子 明日午后送过来 不然的话 就麻烦姐姐 一起经兆府衙门走一趟了 义悠然听后直接怒了 义悠然 你怎么不去抢 我哪来那么银子 你这是强人所难 一百二十万两 义悠然淡淡开口 你 义悠然简直要被她气疯了 一百三十万两 义悠然又加价了 好 义悠然担心她再继续加价 咬着牙挤出一个字 既然二姐姐这么上道 那我也要回去给三姐姐准备嫁妆了 毕竟看张事这样子 估计也顾不上三姐姐了 义悠然讥讽道 说着还不忘走到张事面前 一把拽下她腰间钥匙 道 想必这便是库房钥匙了 也该物归原主了 严霸直接交到了慕夫人手里 慕夫人接过钥匙 似有千言万语 要对义悠然说 却又不知说些什么 义悠然拉着她的手拍了拍以示安慰 然后又转头对义师听道 二姐姐 好心提醒你一句哦 倘若这一百三十万 在张事那里筹不到 不妨去尚书府要点 毕竟张事 每年孝敬尚书府的银子 走到门口 还不忘调侃君哲旭一句 金王殿下的戏 想必也是看够了 难不成真要在这里吃晚饭不成 君哲旭嘀笑一声 本王还挺想尝尝悠然的粗茶淡饭呢 羽霸便从衣袖拿出一卷明皇圣旨 扔给追风 人便跟着一悠然踏了出去 追风小心地接了圣旨 拿在手里 一屋子的人看到圣旨 便都齐齐跪下 惊雷扶起正要跪下的慕老太 道 老夫人您是一品告命 又有先帝遇刺之物 可以不用跪下 只听追风念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国师府六小姐 亦悠然贤良淑德 惠至蓝星 秀外惠中 特赐与 镇之三子君哲旭为妃 待其妓后择日完婚 亲此 众人 皇上 您说的那三个四字成语 确定是夸六小姐的吗 待众人接了圣旨 追风把圣旨塞到幕夫人手中 便扬长而去 留下一屋子人 貌似这是给六小姐的圣旨吧 怎么本人都不在这里 也可以宣读圣旨 小院子里 亦悠然看着尾随而来的君哲旭道 你不会真的想来蹭饭吧 我这里可什么都没有 君哲旭看着他可爱的样子 忍不住敲了一下他的额头道 听说你明天要进账一百多万 是不是考虑先还点钱 亦悠然恶然 他压根都没有 要还钱的想法好不好 想想莫名其妙欠下的债 讨好的对金王道 那我先还的零头好了 君哲旭问 你准备还七百万 亦悠然摇摇头 不 先给一万茶水费还了 闪电在房顶听到这话 差点没栽下来 心道这王妃果然是与众不同 君哲旭目的在于 给他骗回金王府 只要这傻丫头 没想赶紧还钱 那便说明 他对入金王府并没那么排斥 而后君哲旭淡淡道 本王要回府了 惊雷闪电 你先凑合着用吧 随后给你挑两个女安卫 亦悠然忙摆手 不用了 不用了 就在他走出小院门口那刻 亦悠然道 谢谢你 他知道 今天若不是他一直坐在那 做他坚强的后盾 他不会进行得那么顺利 君哲旭没有回头 他觉得 帮自己媳妇不是应该的吗 亦悠然送走那尊大佛后 便开始满屋子的找盆子 最后连洗菜盆都算上 才找到了十八个 然后他准备亲自给一失雪送去 第三十章 收礼 当天晚上 一失雪就被户部尚书府的轿子抬走了 至于亦悠然 为什么要送盆子 下河送去时已经说了 女子新婚第二天 婆婆都要验收原怕 一失雪不用说 所以用亦悠然的话来说 就是让他好好洗洗干净 这样的耻辱 无疑让一失雪生生吐了一口血晕了过去 这也正好省了一红那句 把他打昏带走那句话了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此时的他很尴尬 母夫人已经来了一刻钟了 进屋也不说话 看到这里的环境 然后就一直在哭 亦悠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还真没遇到过这种事 从小到大 他想要什么都是自己去争取 说他没吃什么苦吧 毕竟园主都已经被害死了 说他过得艰难吧 那母夫人不知道又要哭多久了 好在母夫人身边的郑嬷嬷 适时提醒他 夫人不要哭了 您这样让小姐心里也不舒服 母夫人这时抬头 泪眼婆娑地看着亦悠然 小心翼翼地问道 悠然 你能原谅母亲吗 亦悠然看着母夫人 道 母亲 这是不怪您 您不必如此自责 而后 母夫人哭得更凶了 母亲 母亲早该认出你的 母亲对不住你 悠然 亦悠然 就在这时亦悠然也闻讯到了亦悠然的小破院子 他刚踏进这里 还以为是府里的下人房 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听到了自家母亲的哭声 赶忙进了屋 就看到亦悠然满脸无奈地看着母亲 而自家母亲 还在抽掖着说着什么 亦悠然一看到亦悠然 就像看到救星一样 便柔声劝慰道 母亲 大哥来了 您不要哭了 谁知母夫人听到这句话 直接站起来 道 亦悠然 你也是个混账 我认不出你妹妹 你竟然也认不出 悠然可是你一母 同胞的亲妹妹啊 在你眼皮底下 受了多少罪 你读那么多书脑子都读傻了吗 雨霸 又开始哭了起来 一冰泊听到母夫人的责怪 导演没有生气 他明白 母夫人内心的自责 能转移到他身上一些减轻一点 他的愧疚也好 他过去扶着母夫人坐下哄着 都是儿子的错 不若以后 儿子住这里 让六妹妹住我的院子怎么样 母夫人捶他一下 你的院子那么远 悠然以后 是要住我院子旁边的 就住你大姐的院子 谁让他都没能认出 我们悠然 好 好 一冰泊哄道 可是想到今天听到的那个消息 他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罢了 还是不要让母亲忧死了 易悠然看母夫人终于不再哭了 松了一口气 看来女人是水做的果然没错 母夫人拉着她的手道 悠然 母亲给你换个地方住 先住你大姐的院子 等过了这几天 母亲给你收拾出一个新院子好不好 看着母夫人的小心翼翼 易悠然眼圈红红 这就是有母亲关心的感觉吧 他也不是扭捏的人 便点了点头 易冰泊道 母亲莫要伤怀了 六妹妹这不是回来了 以后有我们在 是绝不会让妹妹再吃苦的 母夫人听了她的话 赤道 什么六妹妹 你就这一个妹妹 那些人生的 哪能你妹妹一分 易冰泊忙跟着她的话说下去 是 妹妹 以后我会照顾好妹妹的 就这样 易悠然当晚便住在了一晚 进出价前的冷媒院 当然她也没有忘记安然 安然这么多日子 对她来说 就像是相依为命的弟弟 两人更像是亲人 当幕夫人看到这个干净的男孩子 立马就喜欢了 直呼要认安然当干儿子 但被安然拒绝了 幕夫人也考虑到男女有别 毕竟悠然也已经快急急了 为防止有心之人乱嚼舌根 牧师便让安然跟着一兵博助 对外就称 是她远房表亲 让下人们都叫安然表少爷 易悠然自是很满意这个决定 她也知道 母亲是想补偿她 晚上 幕夫人拉着易悠然聊到了子时 才依依不舍地回了自己的院子 于是第二日一早 易悠然是被夏合叫醒的 易悠然迷糊着从床上坐起来 夏合就急忙拉着她洗漱 然后东眉又给她梳了一个 酷似美少女战士的发迹 上面还看得易悠然一阵无语 两个丫头又开始给易悠然上了妆 易悠然疑惑地问 你俩在哪里弄的这些东西 是夫人一大早便派人送来的 一大堆的衣服首饰 不要钱似的往我们这里搬 夫人老早就派人来问小姐喜欢吃什么 然后坐了派人送了过来 一直热着就等着小姐起床吃呢 另外今天大小姐也一早回来了呢 这会在夫人院中呢 夏合嘴巴叨叨的没完 易悠然揉了揉隐隐发痛的头部 开口打断她 那我们的夏合小管家 要让你家小姐先做什么事呢 东眉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夏合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撒娇道 小姐竟会取笑奴婢 易悠然在同镜中看着两个丫头 这两个丫头都是母亲给她的 一个活泼一个稳重 所以她整日出去都带着夏合 刘东眉在院中照看 东眉这丫头倒也是一个能手 不仅把院子收拾得紧紧有条 刺绣女工更是不在话下 就是太拘谨了 做事谨小慎微 她听夏合说过 东眉自小被家人抛弃 人小时候受到的伤害 往往会伴随一生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 才使得她形成这种性格吧 易悠然转身 看着他们两个 道 走吧 吃完早饭去母亲那里 东眉也一起 于是 易悠然终于有个小姐的样子 带了两个丫鬟去了幕夫人那里 还未进屋 便听到屋里传来了幕夫人的笑声 外祖母的小娇 心尖尖快过来 易悠然记得她这个大姐 一晚静 嫁入四男伯府后生有一个女儿 想必今日是带着女儿回来的 于是易悠然便夺不进去笑道 母亲昨晚还说 悠然是你的心尖尖 今日一早可就变心了 易悠然也惊讶了一下 自己在幕夫人这里撒娇 竟然没有一丝不自然 这也许就是骨子里的亲情吧 幕夫人见她进来 立马起身拉着她道 你也是母亲的心尖尖 快来看看你的小外甥女 你可是她小姨呢 易悠然 昨晚易兵博特意到四男伯府告诉她 原来家中六妹 就是他们的亲妹妹 她高兴地同时想起 她寥寥几次见到这个六妹时的样子 又为她心疼 原本以为见到的她 还是以往的胆小懦弱 但今日一见 这少女给她的感觉 就是明朗自信 简直换了一个人 易悠然感觉到了易悠然的视线 转身微笑着向她行礼道 大姐姐安好 易婉竟起身拉着她坐在身边 说着就想流眼泪 妹妹 你受委屈了 易悠然最近是看到眼泪就想躲 主要是红女人她不在行啊 急忙转移话题 那姐姐以后可要对我好点啊 多送我些点心吃 小娇儿刚三岁 听到点心两个字 也跟着易悠然学 点心 娇儿吃 易悠然抱起她 道 娇儿喜欢吃点心呀 来你叫声小姨听听 娇儿听话地叫了声小姨 易悠然非常满意 从茉莉空间拿出了一个棒棒糖 塞进了娇儿的嘴巴里 娇儿吃了一口 乃生乃气地道 小姨点心好好吃 易悠然纠正她 这不是点心 这叫棒棒糖 娇儿喜欢吃吗 以后若是娇儿表现好 小姨就奖励棒棒糖好不好 娇儿听话地道 好 娇儿以后每天都听小姨话 易悠然笑道 终于有个人能制住她了 说着 易悠然又让丫鬟 把她准备给易悠然的礼物搬了过来 又是衣服首饰的 还有玉佩 谎话了易悠然的眼 悠然感觉姐姐把她的家底都带给了她 易悠然听说 姐姐并没有多受到姐夫的喜爱 更何况 上面还有一个婆婆 日子并不好过 澄清这么些年 又只生下一个娇 所以 姐夫的后院 可是比易红的要热闹得多 易悠然看着这些礼物 眨了眨自己酸色的眼睛 笑道 姐姐可真是大方 这么多东西 悠然一天用一件 也能用到过年了 一晚近看到易悠然喜欢 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道 你喜欢就好 妹妹 以后你能在母亲身边 我便也放心了 易悠然道 姐姐放心 以后悠然定然会好好保护母亲 幕夫人看他们相处如此清静 便也放下心来 随问道 静儿在伯府可好 易婉静眼神不自觉闪了闪 母亲放心 静儿一切都好 易悠然似是看出什么 道 姐姐这次回府 便在府里住上几日吧 只是姐姐的冷眉愿我在住着 母亲说 要给我新院子呢 顺便姐姐也帮我看看好不好 易婉静有些迟疑道 我还未与家中长辈报呗 易悠然既然想好了 要留下一碗静 就留有后招 直接道 金雷 拿着代表你们金王府的东西 去四南伯府 给我姐姐请几天假 既然好好说不行 那他只能以全押人了 金王府的面子 他们应该不敢不给吧 金雷出现回了声势 便又闪身消失了 幕夫人看着金雷神出鬼没 惊讶道 这是金王府的暗卫 易悠然点点头 幕夫人拿出来昨天追风 留下的圣旨 易悠然打开看了看 并无多少惊讶 因为府里人差不多都知道了 他自然也有所耳闻 昨日在他走之后 追风读了圣旨 于是老实道 母亲 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 我偶然间帮金王殿下解了毒 金王殿下相中了我的医术 便让我以金王妃名义 在他府中做三年府义 幕夫人听后惊讶道 你怎么可以这般胡闹 女孩家的婚姻大事 怎可如此草率 皇上竟然下了旨 你的名字便是要上皇家御蝶的 你有没有想过 三年后 你又如何自处 让金王休了你 皇家休憩的媳妇 岂是可以再嫁的 不行 我要找你外祖父商量一下 易悠然本想宽慰他的 没想到他更担心了 也没敢说 欠金王那么多钱的事 所以安慰道 没事的母亲 您不用去找外祖父 这些事情 我心里都有数的 您的女儿 从今往后 断不能让别人气了去 这话是在说他自己 也是在说他的姐姐 一晚静在他的话中 听到了一股子自信 急急时 他也幻想过 找一个懂他爱他的男人过一生 可惜事与愿违 只希望这个妹妹 可以带着她的梦 逃脱这个牢笼吧 幕夫人听了易悠然的话 并没有轻松多少 暗自决定 改天一定要找母亲商量一下 放下这个话题 母女三人又聊了许多 不免又提起 易悠然小时候的事情 幕夫人未能参与 只能唏嘘不已 午饭过后 易悠然决定小气一会 便拉着一晚静回小院午休了 并让幕夫人也好好休息 说醒了 还有一场戏要看呢 一晚静疑惑 但看易悠然一副 神秘兮兮的样子 易悠然醒了惊雷 便汇报说 四南伯夫人那边 已经说好了 当易悠然问到 她的好姐夫时 惊雷的面容闪过一些不自然 易悠然便心中有数了 并给惊雷下命令 查查四南伯夫 惊雷退下后 她便叫着一晚静 又去了幕夫人那里 至于要干嘛 当然是坐等收账了 易失廷答应给的 一百三十万两 她可没忘记 她交代了徐嬷嬷去请易失廷 徐嬷嬷领命离去 易失廷此刻 正在房中看她自己的首饰 想着能当多少钱 她昨天筹钱筹了一夜 也才筹得八十多万两 离易悠然的一百三十万两 还差四十多万 这回刚清点了张氏的首饰 准备去当了 她不是要救张氏 而是当上太子妃绅士 自然不能有污点 她昨晚也派人 去了尚书府舅舅那里 这么多年 张氏给她这个哥哥 不知道填了多少窟窿 如今易失廷告知他们 张氏有难 结果就拿回来了三千两银子 气得易失廷一口银牙 差点咬碎 第三十一章 索要商铺 易失廷得知徐嬷嬷嬷来说 易悠然换她过去 心里虽不甘愿 但一想到易悠然那难缠的样子 一口气堵在心口上不去也下不来 心中暗自责怪张氏的无能 早点给这个贱人处理干净了 不什么事都没有了 偏要一点点地虐待她 这下被她反扑了吧 心中虽是一百二十个不情愿 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跟随着徐嬷嬷 去幕夫人的院子 心中暗自想着 清雅居 易失廷便看到那母女三人 坐在那里吃着点心喝着茶水 想起自己那房的遭遇 母亲被禁足房中 三妹被抬去尚书府 自己那弟弟还在书院 甚至都不知道家里面的事 心中郁节更甚 易悠然看到易失廷过来 立马高兴地道 二姐姐来了啊 是不是银子凑齐了 拿来让我看看 说实话长这么大 我还没见过这么多银子呢 易失廷此时是看到易悠然 就觉得心口发疼 本不欲多说话 但又不得不说 道 六妹妹 姐姐可否与你打个商量 银子我只凑了八十多万两 可否宽限姐姐几日 易悠然惊讶地道 这么多年 张氏送去尚书府的银子 都不值二百万两 怎么姐姐这是没找舅舅 去帮忙吗 其实 姐姐也不用找舅舅帮忙 那不是还有个太子殿下吗 总不可能这么多钱 太子殿下也拿不出来吧 整天妖二姐游户踏青 该不会都是假的吧 易失廷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烦躁 啊 这本就是我们姐妹之间的家事 怎可惊动外人 你就说吧 剩下的钱能否宽限几天 易悠然自然知道 易失廷已经把张氏的私房 拿得差不多了 但也不想如此放过她 她可记得有次远主 看她衣服好看 就摸了一下 转身就被人丢进了荷花池 不是这个好二姐所为 又是何人 于是她便悠悠道 一天时间筹这么多钱 也难为二姐了 不过我还记得 张氏名下 似乎还有几家店铺 不如二姐抵丢我罢了 我也不多要 就要朱雀大尖那三尖如何 易失廷听到易悠然的话 瞬间像被点燃的炮烛 那几间商铺母亲 说是要给她当嫁状的 如今竟然被易悠然打上了主意 她怒不可遏道 易悠然 你够了呀 那三间铺面少说 也值六十多万 易悠然吹了吹一碗 镜刚给她涂抹的指甲 淡淡道 二姐不给也无所谓 那便经兆府衙门见 无功不受禄 还有这八十万两银子 二姐拿回去便罢 易失廷怒道 你真的要这般撕破脸皮吗 易悠然呵呵一笑 试问二姐如果得势 会不会放我一条生命 易失廷沉默了 如果她得势了 势必要让易悠然永不得翻身 易悠然接着说 我想你 肯定恨不得将我踩到你里 既然如此 我今天如此待你你 便她只能忍着 我也不屑于要你性命 因为你不配 易失廷怒指着她 你 易悠然看着她那根 如葱玉般的鲜鲜玉指 啊 易失廷 你可知上一个指我的人 适合下场 易失廷想起了绿柳 听说一下被易悠然给飞了手 而后她颤颤地缩回了手 易悠然眼见她怂了 冷笑一声 看来姐姐还是知道怕的 姐姐若是有能耐 尽管报复 妹妹等着 但现在 妹妹就想要那三间铺子 姐姐可愿想让 易失廷内心呕得要死 内心权衡之后 一咬牙道 易悠铺子的房契给你送过来 而后转身直接走了 易婉静坐在这里 看得目瞪口呆 直到易失廷走了许久 才看向易悠然 这真的是 咱们家那个高高在上的二小姐 易悠然扑斥一声笑道 被我拉下神坛的易失廷 你看着可舒坦 易晚静还没出嫁的时候 就处处被张氏压制 易失廷和易失血 整天抢她东西 母亲又是温婉的性格 自然也是吃了不少暗亏 如今 看到小妹妹如此给她们这房长脸 无疑心里是开心的 但也有些忧虑的开口 只怕这样以后 与那张氏一房 便彻底撕破脸了 易悠然无所谓地道 没撕破脸的时候 她们可曾少害过我们 与其还要在面子上 与她们为以虚舌 还不如怎么舒服怎么来 幕夫人突然开口 悠然说得对 以后 你们想做什么便做 母亲就是你们的后盾 再不济 你们还有丞相府 我一直想着让她三分 可她们竟然换走悠然 让悠然吃了那么多苦 直到悠然回来那一刻 母亲才明白自己搓得有多离谱 一再地忍让 并不能让他们放过你 换来的 只有变本加厉 一晚惊看着自己母亲 悠然的是对母亲的伤害 无疑是最大的 若是有人伤到她的娇 她估计也会与别人 拼个你死我活吧 但如今就是因为 她们没伤害到娇 所以 她也如母亲一般鄙气锋芒 这样真的对吗 易悠然今天让大姐看到这一幕 就是想让她看到她 还有别的选择 大姐的家世 她也不好插手 有些是得她自己想通 于是 易悠然率先打断沉默 道 母亲 姐姐你们放心 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一会让人 把哥哥叫过来 今天挣了这么多钱庆祝一下 一会我亲自下厨 给你们做顿好吃的 顺便给我们小娇 做些点心 慕夫人看到她说 要亲自下厨 又想起这孩子 这些年寿的苦 竟然会做菜 这京城哪个千金小姐 不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 一晚惊看出了母亲的伤感 自己也是心疼小妹 但又不好扰了小妹的兴致 道 我也许久没有回来 难得聚在一起 今天我给悠然打下手 一起做饭 孝敬母亲可好 慕与宁看着两个 不懂事的女儿笑道 好 今天不管你们两个 做什么母亲 都尽数吃掉 岁右转身交代徐嬷嬷 去看兵驳忙完美 把她叫过来 一起吃晚膳 徐嬷嬷 笑着硬时退下叫人去了 一悠然也拉着一碗 进去了厨房 到了厨房 发现什么都有 正好也不用买了 然后她就开始 回忆前世做的菜 用了一个时辰 她做出了一桌子 精美的食物 糖醋排骨 清蒸鲁鱼 酸辣菜心 黄焖鸡 老鸭汤 还专门给小娇 做了蛋挞 正好她的茉莉空间 有个小烤箱 是她悄悄用障眼法 骗过一碗镜 在空间烤好拿了出来的 第32章 吃饭发票子 一悠然做好菜之后 还不忘装了一时 和让金雷 给她未来老板送了一份 毕竟昨天人家 也是出了力的 金王府 听语正在汇报 引堂的事 金雷在外恭敬道 主子 君哲旭一听是金雷 便抬手阻止了 听语继续汇报 朝外下令 进来 金雷得令进屋 君哲旭问道 可是那丫头 又有什么事 王妃无事 今日王妃下厨 特让属下送来给王爷品尝 金雷与毕 便将石盒放在桌上 君哲旭低难一句 算这丫头有良心 然后便对着金雷和闪电道 你们先下去吧 听语 她还没有汇报完呢 正准备提醒主子一下 就被金雷给拽了下去 到了外面 听语甩开金雷的手 道 你拉我干嘛 我还没有给主子汇报完呢 金雷瞧了她一眼 一脸看不上的表情 你傻呀 没看到主子正准备用饭呢 那可是王妃亲手做的 你那是例行汇报 又没有急事 哪天汇报不都一样 一点都不会看脸色 活该你单身 然后拍了拍她肩膀 闪身而去 留下听语 一个人风中凌乱 TM的 你不也是单身吗 后来转念一想 金雷如今跟着王妃了 王妃身边的小姑娘肯定多啊 这家伙的机会不就多了吗 反观自己那里 尹堂里面大多都是男人 那几个女的 不是五大三粗的 就是性格火辣的 单手拧人头的那种 于是听语有些抑郁了 就想着 怎么样才能 混到王妃身边当差呢 这边君哲戌打开石盒 便闻到一阵香甜的味道传来 只见石盒的上面 放着几个圆形的黄色点心 下面放着几道小菜 也都颇有卖相 君哲戌尝了一口 不禁感慨 这丫头 还有这手艺呢 看来她真的捡到饱了 真想早点将她取回来藏府里 这边易悠然将菜端上桌子 小娇看到上面的蛋挞 眼睛都直了 易悠然给她拿了一个 她尝了一口 便停不下来了 易悠然不禁想 这个蛋挞小孩子挺喜欢吃 就是不知道 她老板吃的习惯不 甜食不能多吃 易悠然让小娇吃了两个 便不让她吃了 小娇一脸委屈地 看着易悠然 叫道 姨妈 点心 易悠然教她 这不叫点心 这叫蛋挞 一天只能吃两个的哟 吃的 多了会肚肚疼的 姨妈来为你吃饭好不好 小娇看到桌上五颜六色的饭食 顿时起了兴趣 指着糖醋排骨就要吃 但是眼神 看到了坐在一冰箔身旁的安然 顿时又指着安然道 哥哥 漂亮哥哥抱 易悠然看着这个有趣的小家伙 这么大点 就已经有当眼狗的前置了 安然也觉得好玩 便对易悠然道 让我抱着她吧 易悠然点点头 把娇儿交给了安然 并纠正道 不应该叫哥哥 是舅舅 娇儿坐在安然膝盖上 抬头看着安然 嘴角竟流下了一丝口水 对于易悠然 让她改称呼的话 自然是抛到了九霄云外 还是叫着哥哥 大家看娇儿这可爱的模样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顿饭 大家吃得都很开心 就连金王府的君哲旭 也把菜吃得干干净净 大家都很认可易悠然的厨艺 并期待着再次尝到 手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易悠然自然很开心 饭后她拿出了 今天挣的八十万两银票 道 这八十万两银票 母亲大姐 你们一人二十万 哥哥和安然一人十万 剩下二十万 我准备在朱雀大街开店 大家对这样的决定可还满意 易悠然早就看上了张氏那三间铺子了 朱雀大街可是京城最繁华的街道 那几个店铺位置也好 这次正好借机坑过来她还挣些钱 她深刻体会到 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都说世界上99%的事都能用钱解决 剩下的一个 亦是需要更多的钱去解决 易悠然看着在座各位 他们大多面面相去 这时慕夫人开口道 我一个身宅妇人要那么多钱干嘛 悠然钱你留下 你想做什么便去做 钱不够的话 母亲这里还有 易冰博和安然也一口同声道 我不要 易婉金也紧跟着说 悠然这钱太多了 我也不能要 易悠然道 母亲不要我理解 哥哥和安然都还没娶媳妇呢 这在街上遇到新衣姑娘 不得送人一个定情信物呀 现在的小姑娘可现实了 说着便一人给他们十万的银票 两人听到她的话 满脸无奈只好收下 易悠然看着 易婉金又道 姐姐 你也说 我们是亲姐妹 你在四南伯府带着娇儿 肯定有许多用钱的地方 这钱你就自己留着 也别告诉姐夫他们 说着 把银票塞进了易婉金的手里 易婉金感动的就要哭了 易悠然赶忙打去道 姐姐你可别哭 我最不擅长哄人了 顿时逗得满屋子人都笑了起来 接着幕夫人道 悠然你可别再劝我拿银票了 你忘了 现在库房钥匙 已经在我手里了 易悠然开店 也确实需要钱 就没有再推辞 把剩余四十万两银子 塞进怀里 道 母亲 这几天找几个账房先生 务必要把府里的账给算清了 这么多年 张氏接济他哥哥的钱 怎样吃进去 我便让他们怎么吐出来 幕夫人点点头 他也不是以前那个他了 他知道 只有他强势 他的孩子们 才会在这府里生活得好 众人吃完饭 便都回了自己的住处 易悠然和易婉静在一起住 他们走在回去的路上 易悠然对身后抱着娇儿的婆子道 你们先把娇儿送回去 吃得有些饱了 我想和姐姐散会步 后来他又打发了跟随的丫鬟们 这才对易婉静说 姐姐 我不知道你在那斯南伯府过的什么日子 但我知道你过得并不开心 在家这几日 你也好好想想 日后的路该怎么走 你不要怕 即使和姐夫 和李我也支持你 大不了以后 我养你和娇 第三十三章 收小店 听了易悠然的话 易婉静红了眼眶 道 姐姐知道 姐姐没事 以后的路 只要护好娇儿便好 易悠然知道 让她接受现代的思想 难如登天 又道 若是姐姐想再生个男孩 我也是有法子的 易婉静睁大眼睛看着她 道 悠然 你真的有办法吗 大夫说 我生娇儿时伤了身子 不好有孕 你真的有办法 易悠然道 如果姐姐相信我 只要姐夫没问题 三个月 我必让姐姐怀上孩子 她悄悄给易婉静把过脉 并没有她说的那么严重 她准备晚上 悄悄给易婉静 弄进空间里 给她做个必超 看看她子宫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易婉静想 如果她能生个男孩 那在家中最起码婆婆 不会再刁难了吧 于是满脸稀奇地 看向易悠然 悠然 我真的可以再怀孕吗 易悠然看着她的样子 心中微疼 这就是封建社会 对女子的残忍 就这样 竟然还没想过要合理 一味地还在迎合对方 即使对方已经背叛了自己 易悠然道 姐姐相信我 你的心情要放松 这样才能快点达成心愿 有的时候心理压力大 也不容易有孕的 易婉静连连点头 并记在了心上 当晚易悠然 便给易婉静把了脉 又趁她睡着后 直接弄晕了她 偷偷给她在空间里 做了检查 检查并没有什么事 就是舒染管有些不通 易悠然给她进行了通液 于是第二天 易悠然便开始 对她进行了系统性的治疗 给她扎了针灸 又让夏合去抓了药 给她讲解了排卵器的检测方法 以及什么时候刑防 然后易悠然便带着夏合 东梅出了府门 她拿着房契 去了朱雀大街 看了那三家铺子 铺子空空的 易失听的动作挺快的嘛 连夜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 连凳子都没留一个 看来是真的恨极了她 不过易悠然觉得无所谓 把东西都搬走正好 也省得她再往外扔了 由于三间商铺是挨着的 所以易悠然就想直接给打通了 下来也有一千平米 她得回去好好规划规划 于是她先带着两个丫鬟 去找了几个工人 给他们商量好墙壁打通的事 谈好价钱后 下午便要开始施工了 易悠然看已经到五时了 便准备带着两个丫鬟 去八宝燕吃顿好的 自从上次君哲续 请她吃过一顿后 她便念念不忘 今天带着两个丫头也来尝尝 走进八宝燕之前 易悠然就让金雷出来了 怎么能就让人干活 不让吃饭呢 暗卫也是人 于是金雷就变成一个跟班的了 进入八宝燕后 易悠然就觉得 里面的装潢真是两个字 高端 感觉用的并不是特别名贵的材料 但是在色彩搭配上 就能显现出一种很有格调的感觉 这还仅仅是一楼大厅 随时大厅每个桌之间 也都用一个半透明的屏风半格着 这样既保护了个人隐私 又不至于显得空间狭小 这是一个小二过来问道 这位小姐 请问您是来用餐的吗 不好意思 二楼三楼的包间已经满了 就剩这一楼的大厅了 您看 跟在后面的金雷 正准备让小二叫他们掌柜的来 开玩笑 这八宝燕就是王爷的 王妃来吃饭 还能坐大厅 但是事实是 她家王妃娘娘先一步开口 没事就大厅吧 于是 四人便坐在了大厅 一悠然看了看菜单 点了几道招牌菜 又对金雷道 金雷 刚刚带边的酒酿丸子 你去买一些拿过来吃 刚看到了挺馋的 金雷觉得 在自家的酒楼里 王妃应该没有什么安全问题 便应声出去了 再说 就王妃这战斗力 担心的应该也是对方 就在金雷出去后 隔壁桌的两个猥琐男人 带着银笑走了过来 小娘子 就你们三人啊 不若与大爷们一桌 这里的饭菜可并不便宜 今天这顿饭大爷 请你们吃如何 夏合和东梅 一听有人调戏 他家小姐 立马站起呼 在小姐身前道 你哪里来的灯徒子 快点走开 否则我们报关了 那男人 见就三名弱智女流 更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说着便要推开夏合 他当然是看上了 那个最漂亮的小姐了 看他们的穿着也不怎么样 有身份的大家小姐 都坐楼上了 这才是他有恃无恐的原因 眼见他的手 就要挥开夏合 一悠然轻飘飘 把夏合推到一旁 右手拿着两个筷子 直接别弯了 那猥琐大汉的手腕 冷笑道 请吃饭 红烧蹄膀如何 那男人疼得冷汗 直接冒了出来 接着发出一声 杀猪般的惨叫 跟他一起的另外一个男人 壮着胆子道 你可知我们主子是谁 你大胆 易悠然道 是谁啊 谁家养的狗在这乱咬人 难道是灰州燕的老板娘 那男的后退着上楼 还不忘指着易悠然 你等着 易悠然淡定坐下 你快点 姑奶奶最不惜等人了 君逸臣正在二楼雅间 与他的三位狐朋狗友喝酒 他的两个跟班哭嚎着 进屋要他主持公道 他一听还是个丫头骗子 瞬间恼了 这让他在朋友面前 更没有面子了 顿时酒也不香了 立即下楼叫嚣着 要去找易悠然算账 易悠然老远就看到 那个猥琐男人 跟在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 少年后面过来了 只见这少年 穿着十下贵族最实心的赎紧 一路上所有人都在给他们让路 易悠然嘖嘖两声 看来来都不小啊 只见这少年 竟直走到易悠然面前 看见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 顿时觉得 自己手下那俩废物 真是要换了 他也不好太过分 便道 是你伤了小爷的人吗 易悠然坐着没动 道 知道还问 君逸臣看他如此嚣张 不由的火气也上来了 念在你是个丫头骗子的份上 你给小爷我道个歉 这事就算了 省得别人说 小爷我已强凌弱 易悠然想 这小破还 还挺要面子的 于是淡淡开口 一万两 君逸臣有些听不懂 啥 我的精神损失 他们打扰我用餐 我很不高兴 君逸臣不怒返笑 敢敲诈小爷的你 还是第一个 你知道小爷我是谁吗 易悠然道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你的狗找我试的时候 也没问过我是谁啊 君逸臣指着他 怒道 可恶 易悠然直接反手 将他压在桌上 君逸臣当然没有受过这种待遇 直接叫人 来人 将他给我拿下 小爷 我要折磨死他 易悠然淡淡道 谁敢上前下一刻 我可不敢保证 他的胳膊 还好好的在肩膀上 说着 还又用力了一分 君逸臣一听易悠然的话 赶忙求饶 女侠 女侠饶命 钱我给 给 易悠然道 你让我又费这么大劲 两万 君逸臣见他又加价 怒道 你 你有本事和我比试一场 以武力压人 算什么本事 易悠然突然有些想笑 跟你这个顽固比什么 比张猫斗狗 还是斗屈屈 君逸臣想了想让女孩子 和自己斗屈屈 确实有些不太好 集中生之道 比摇头子 易悠然笑了 随后放开君逸臣 这个听着倒挺好玩的 说吧 怎么比 是不是要有点赌注 君逸臣见他似乎不懂 便道 最简单的 我们自己摇 第一局比谁大 第二局比谁小 五局三胜 你赢了我给你赔偿银子翻倍 我若赢了呢 银子作罢 你跪下给我道歉 易悠然道 这是你擅长的 我等于拿了两万银子 再和你赌 输了 为何还要道歉 明明是他们先对我不敬再先 不赌了 对我太不公平了 君逸臣看他似乎真的不擅长 那你说怎么赌 易悠然见他上钩 便道 让我道歉也可以 只不过你输了 以后就做我的小弟 君逸臣想 反正他也不会 就说 那就这样 你输了给我道歉 我输了做你小弟 再给你四万两银子 说完 莫名感觉有些不对劲 随即摇了摇头 这女子又赢不了 他怕什么 易悠然似是很坦的地道 那就听你的吧 易悠然这一招 不仅骗过了君逸臣 也骗过了众人 以及他的两个丫鬟 夏合小心地问 小姐 要不我们走吧 易悠然故作镇定地道 怎可临阵脱逃 听说君逸臣 要和一个姑娘打赌 他楼上的狐朋狗友 都闻讯下来了 陈文杰看到易悠然 就觉得面熟 却想不起在哪见过 很快 君逸臣的一个跟班 就拿来了头子 君逸臣接过头子 直接说 我们开始吧 第一局 你说比大还是小 易悠然道 无所谓 我又不擅长 你说了算 那就比小 我先来让着你 欲罢便摇了起来 约莫几个呼吸时间 便扣在了桌上 掀开头子 只见里面三个头子 一二三 轮到易悠然了 易悠然紧张地吸了一口气 摇了好久 众人都等得不耐烦了 他才停下 打开盖子 众人都笑出了声 四五六 三个头子 赫然放在桌上 易悠然擦了把汗 道 接着继续来 这次比大 然后又开始摇了起来 摇了半天 又摇了个二二三 君易成笑着拿过头子 又摇了一个四四六 到此 易悠然已经输了两局 到了第三局 易悠然道 你先来吧 比小 君易成没有说话 拿着头子便摇了起来 又摇了一个一二三 轮到易悠然 这次易悠然晃了两下 便放在了桌上 众人以为他 已经放弃了 而后打开盖子发现 里面竟然是一二二 大家都以为这是侥幸 君易成也没放在心上 剩下两局他 只要赢一局就可以了 第四局比大 易悠然又以一点赢了君易成 最后一局了 众人似乎都很紧张 最后一局比小 君易成深吸一口气 开始摇了起来 打开一看 一一二 众人开始鼓掌 觉得易悠然输定了 直接易悠然拿起头子捅 直接摇了起来 依旧还是摇了两下 直接打开 众人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一一一 不知是谁惊呼一声 三个一 豹子 易悠然呵呵一笑 不好意思 侥幸 不知道你能什么时候兑现承诺 来 先叫一声听听 君易成闷闷叫了一声 老大 就在这时 和君易成一起的继泽语道 姑娘可否语再下来一局 易悠然道 我为什么要和你玩 抱歉我要吃饭了 若是我的赌注 和他一样呢 继泽语道 易悠然瞬间来精神了 道 好呀好呀 来来来快点赌完 我好吃饭 看着这位衣着也是不凡 大肥羊一只啊 与其留给别人宰 还不如他亲自操刀 易悠然此时 给别人的感觉 就是一个侥幸赢得一次 然后就不可一世的 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这时君易成拉拉拉 记泽语一袍 宇哥 他有点邪门 你小心些 记泽语点了点头 内心也有了些警惕 与君易成一样 前两局记泽语赢了 后两局易悠然又是显胜 最后一局 大家都摒弃名神 记泽语拿起头子 直接摇了起来抱子 快看 又是抱子 人群里沸腾了 大家觉得记泽语赢定了 即使易悠然再摇一个抱子 两人也只是平手 但易悠然却不见丝毫紧张 拿起头子就开始摇 这次他摇了三次 然后便放下了 众人好奇 这时易悠然黑黑一笑 要不要加点赌注 众人都被这一手弄猛了 不过还有人觉得 他是故弄玄虚 都催促着他赶紧掀开 易悠然见他的大肥羊 并没有上钩 在吊足了众人胃口之后 慢慢地掀开了盖子 只见三个头子立在一起 最上方的是一个红点 侧边的数字都一模一样 君易成瞪大了眼睛 不承认 这是高手 此刻内心又有点小庆幸 真心觉得这个 老大认得真不亏 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老大这招学会 第34章 开店 易悠然淡笑着 看向剩下的两个人 你们两个要不要也试试 慕心兵立马后退一步摇摇头 陈文杰一时不再说什么 易悠然有些遗憾地 看向纪泽宇 你呢 服了吗 纪泽宇如斗败的攻击 叫了一声 老大 这时 君易成 似乎已经适应了 小弟的身份 道 老大 上楼上吃饭去 这时精雷走过来 道 小姐 酒酿丸子买回来了 其实他早就回来了 但看到王妃 正和镇北王府的小王爷打赌 王妃给他使了个眼色 让他不要出声 易悠然道 走吧 我们上楼吃 然后便随着君易成上楼了 到了楼上包间 精雷看着那四位大爷都看着他 于是分别指着他们开口介绍 小姐 这四位分别是镇北王府小王爷君易成 常公主家小郡王纪泽宇 斯南伯家嫡子程文杰 慕将军也就是您舅舅家二少爷慕心兵 易悠然有些惊讶 原来这四位背景如此强硬 确实有横着走的资本 最主要的好像其中一个是自己表哥 还有一个是姐夫 幸亏没有把这两位收作小弟 要不然回到家 让母亲知道了会不会打他 而后精雷又开始介绍易悠然 四位 这位是我家蔚来金王妃 国师府六小姐 易悠然 君易成和继泽宇 惊讶的张大嘴巴 三 嫂嫂 怪不得这么厉害 原来是金王哥哥的女人 俩人瞬间觉得输得一点也不晕 甚至还有一些高兴 要知道他们的偶像可是金王哥哥 无奈君哲续对他们总是爱答不理的 以后他们可是嫂嫂的小弟 金王哥哥总不会再不理他们了吧 两人忙着急忙慌的 给易悠然加菜 一定要把老大给伺候好了 剩下两人 心情就比较不言而喻了 慕心兵前几天才听祖母说 他姑姑家的表妹找到了 说姑姑这几天忙完府里的事 便带小表妹回去介绍给大家 他家里没有女孩 对多出来的妹妹自然是期待的 本以为是位软糯可爱的小妹妹 当然表面看似这样 但第一次见面便被表妹杀得片甲不留 他不要面子的吗 最最无语的便是陈文杰 四个大男人欺负欺负一个小女子 就够丢人的了 偏偏还被欺负回来了 这个女子还是自己的小姨子 昨天他还听他母亲说岳母 找回了小女儿 妻子回娘家看望 带了许多礼物不说 这位小姨子还派人说 要把他妻子留家里几天 据说怕母亲不同意 特意派的这位金雷大人去说的 这位金雷的小姨子已经是准金王妃了 还是金王亲自去请旨宣旨的 这下母亲也不敢再找晚金麻烦了 这几天还在给他修山院子呢 如今见到这个小姨子 这形式作风果然不是一般人 一悠然看到他们一脸吃了详的表情 倒也大方地打了招呼 二表哥好 姐夫好 于是便自顾自地开始埋头吃饭 他来这八宝宴本就是来品尝美食了 给他们上这一课完全是意外 君亦臣立马会试地倒上果酒 谄媚地道 老大 欧布 大嫂 这个青梅酒特别适合女子喝 您尝尝 义悠然闻着清香的味道 倒是忘了自己这个身子不胜酒力 直接饮下 喝完还不忘点瓶 嗯 不错 再来一杯 继则宇抢过酒壶 毫不示弱地道 大嫂 我来陪您喝 说吧给大家都倒上 道 大嫂 我干了 您随意 说吧便一饮而尽 他们之前本就在喝酒 于是这回又都喝上了 义悠然有些晕 这时君亦臣凑过来问 大嫂 你那个摇头子的技术 能不能教教我 只见义悠然黑黑一笑 拿着旁边的头子问道 说你想要几点 君亦臣道 三个六 只见义悠然拿着头子筒 朝天上摇了下放在桌上 示意君亦臣打开 掀开一看 果然是三个六 君亦臣又道 三个三 又是一下 下一秒三个三出现在面前 君亦臣又道 大嫂 摇个最小的 这次义悠然拿起头子 摇了好久放在桌面 君亦臣好奇 这次为何这么久 于是掀开盖子 风一吹 粉末扬了出去 没有点 屋里的人看得面面相去 君亦臣道 妙 妙啊 义悠然重重地拍了他的头 道 妙你的头 君亦臣摸着受伤的头部 委屈道 大嫂 你为何打我 义悠然道 打你都是轻的 你们一个个含着金汤池出声 连个顽裤都做得不及格 笨得要死 简直浪费粮食 你 纵容手下调戏梁家女子 这不是第一次了吧 你可知 一旦事情爆出来 你爹能捂得住悠悠重口 到时候不死也能掉层皮 又指着木星兵 我说表哥啊 你在这几个人中地位最低 那可是炮灰存在啊 最后 导火索对准了陈文杰 姐夫本来你想怎么样我管不着 可你既然娶了我姐姐 又弄一屋子阴阴厌厌厌给他添堵 最主要上面 还有一个天天没事找事的婆婆 生个女孩怎么了 我觉得我们小娇儿就挺好 你若是不喜欢以后我养他们 麻烦你赶紧给何利书签一下 别耽误 我给姐姐找一个高富帅 陈文杰 这个小姨子何着留着她夫人在娘家 就是劝着让夫人与她合离的 想着夫人对她的日渐远离 陈文杰头大 意悠然见陈文杰不吭声 越想越生气 当初是你看上了我姐姐 把她娶到家 又不好好对她 一个女人 天天在后院里 丈夫不爱 婆婆整天刁难 还有一堆阴阴厌厌找事 是谁能受得了 陈文杰 没有不喜欢她 只是 意悠然 只是什么 别为你的不作为找借口 你的小妾们 为什么不公主 不是因为你的视而不见 你母亲为何刁难习 还不是因为你的不作为 慕心斌看不下去了 说道 表妹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 姐夫后院的那些妾室 一半都是姐夫 带回去保护表姐的 就是害怕姐姐 斗不过婆母安排的那些妾室 姐夫之所以不护着姐姐 是因为越护着姐姐 再姐夫不在家时 老太太就会越刁难姐姐 久而久之 意悠然接着她的话道 久而久之 夫妻感情也破裂了是吧 然后就跟你们这群二世组出来喝酒了 意悠然心想 这姐夫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嘛 随道 姐夫 这是我若能帮助你解决了 你可能一心一意对我姐姐 陈文杰本就是因为看上一碗镜 才一心求取的 婚后也是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甜蜜的 所以点头答应 妹妹若是能帮忙处理了 为兄必当感激不尽 日后妹妹需要为兄 做什么尽管直说 意悠然一想 这几个二世组整天也没事 不如就将店铺的装修交给他们 道 我准备在朱雀大街开一个店铺 明日我将图纸给你送去 这一个月你 带着我的两个小弟 帮我的店铺装修好 至于银钱 就交给他俩了 这时 大家才想起君奕晨和纪泽宇 还欠意悠然八万两银子 两人立马苦刮脸 大嫂 意悠然直接道 亲兄弟名算账 感情归感情 银钱是银钱 两人直接苦刮脸 这两个月 要省吃俭用了还账了 这时沐星叮道 表妹那我干什么 意悠然嫌弃道 身为一个顽裤 他俩会摇头子 姐夫一屋子小妾 你呢 沐星斌 好吧 我竟然连当个顽裤都不及格 意悠然又淡淡说 你若想去便也跟着帮忙吧 我需要三十名会上庄的女子 这几天 你们帮我找找 记忆不需要太高超 主要人品必须靠得住 交代完事情 意悠然便又喝了几杯酒 于是就完美地趴在了桌上 四人面面相去 直到君哲旭出现在包间里 抱起意悠然 走之前还留了一句 下次谁再陪他喝酒 提头来见 第三十五章 君哲旭进宫 君一臣四人确认了来人 的确是君哲旭无疑时 立马醒酒了 一阵后怕 这位可是有名的战神呀 曾经一个顽固对他出言不逊他 可是直接割了那人舌头 他们四人后背 立马惊起一阵冷汗 君一臣知无道 金王哥哥真的来了是吧 继泽宇拍了他头一下 疼不疼 沐星斌道 表妹以后日子恐怕不太好过 毕竟没人敢给他撑腰 陈文杰 你傻呀 看不出金王殿下的重视吗 与其担心 他还不如担心你自己 以后与他有什么事 背锅的绝对是咱们 再说 你觉得面不改色的戳人二十几刀 而且叨叨避开要害的人 会是个善茬吗 三人 你说的是谁 陈文杰把那日听闻的事 说给了他们三人 听 沐星斌 说好的阮诺表妹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 祖母竟然没有告诉他 君一臣二人心中只有惊讶 叨叨避开要害 有的伤口竟然连血都没有 最后只是轻伤 天哪 神人 跟着大嫂混准没错 易幽然不知道的 是他又多了两个谜地 而且是比他大的谜地 易幽然被君哲续 报回冷媒院 这才午后十分 自然有人看到自家六小姐 被金王报回来 却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赶紧汇报给夫人 牧师这两日日子过的 还是比较舒坦的 正准备午休 就听下人来报 金王殿下来了 把小姐送回来的 牧师担心易幽然 便问出了什么事 得到的答案 竟是小姐喝醉了 牧师竟不知该做何反应了 急忙过去冷媒院 却得知 金王殿下把小姐抱回来 为了解救完便走了 牧师看到床上熟睡的女儿 哭笑不得 等了一会随行的 两个丫鬟才回来 疑问得知 是跟那四位一起喝的 其中一位 还是自己的小侄子 于是便放心了不少 交代了下人好好照顾 便回去了 君哲续出了国师府 直接去了宫里 宫里镇北王 正在与皇帝下棋 镇北王是皇帝 同父同母的亲弟弟 由于生母早逝 直到皇帝登基 直接封了镇北王 世袭网替 当二人听到君哲续来的消息 着实惊讶了一下 镇北王是知道 皇兄对这个儿子的态度 在外人面前看似苛刻 其实私下对他 几乎就是有求必应 毫无底线 甚至君哲续想要皇位皇兄 估计就会立马善位给他 这不 一听到这小子来 这棋都不下了 君哲续进殿 看到镇北王在 似乎也没有什么意外 破天荒的行礼道 见过父皇 六叔 他对这个六叔 多亏六叔教导 才成就了如今的他 皇帝冷哼一声 道 这次来又有何事 上次急匆匆来把赐婚圣旨拿走 他说 要见见那女子 他都不让 这次来 该不会又是为了那女子吧 君哲续直接道 母妃有套红珊瑚首饰给我 皇帝问他 你干嘛 该不会又要送给国师家那丫头吧 她是我未来王妃 有什么送不得的 那个是母妃说 要留给我未来王妃的 君哲续难得说这么多话 皇帝气得不行 直接命令高公公 给他给他 快点 朕不想看到这个逆子 真不知道 那女子给他灌了什么药 朕北王呵呵直笑 皇兄 此言诧异 这次旭儿选这个王妃 可不见得选错了 羽霸便把听到的事 给皇帝讲述了一遍 皇帝像听故事一般听完 问道 你是说 他扎了人二十多刀 还是轻伤 朕北王道 此事旭儿也在场 皇兄不妨问旭儿 皇帝瞧了君哲续一眼 也懒得问他 这小子惊得很 想是没错了 后又问 他那个平妻嫡母呢 做这么恶毒的事情 国师可有处理 那丫头惊着呢 他那个平妻嫡母 是户部尚书的家的 太子皇后最近有意求取他嫡姐 他想是知晓国师 不会严厉惩罚 索性敲诈了 他那嫡姐 一百三十万两银子 皇兄之前不是嫌那丫头出身低 现在可是丞相府外孙女 国师府正经嫡女 这个身份配得上血儿了吧 皇帝这次满意了 更想见见这转席了 便道 过几天 让皇后半个赏花宴 金钟贵女全都进宫参加 他都不幸了 想见一个丫头 还这么难 这时 君哲旭突然开口 哲估计 皇叔这两天也要破财 郑北王瞬间不淡定了 问道 可是我家那臭小子 又惹什么事了 不怪郑北王第一个怀疑对象是君奕臣 实在是因为他太能搞事情了 一提到 他郑北王就头大 君哲旭道 追风你说 于是 皇帝又像听故事一般 听完了这件事 当郑北王知道 自家那个小畜生 试完头子 输给易幽然时 真是恨不得马上回家抽他一顿 若是琴棋书画这一类 输了他一点也不意外 但这头子可是他强项 这么多年的顽固 也是白当了 皇帝听完哈哈大笑 知道自己侄子和外甥 被那小丫头制得服服贴贴后 更是对这小丫头充满好奇 当追风说到 易幽然让那四个顽固 给他装修店面后 皇帝从自己私库 给了摄政王十万两银子 让那俩混小子 好好给他二媳妇干 郑北王也是老怀欣慰 终于有个人能治住那小子了 那小子竟然干正事了 他决定自己回去 也拿五万银子 支援下自己那不争气的儿子 让他好好干 但皇帝的惊喜不止于此 君哲旭淡淡道 然而已经帮我把毒彻底解了 皇帝惊喜道 真的吗 然后盲派人将太医院院守叫来 郑北王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开心 他把君哲旭当半个儿子看的 然后然后 自己想 啥时候也能有个这么优秀的儿媳妇呢 他儿子不配 第36章 索要礼物 没过一会儿 太医院院守便到了 皇帝立马要他给君哲旭看诊 待院守为他反复检查后脉之后 朝皇帝跪下激动道 皇上 不知是哪位神医 为金王殿下解的毒 真乃化陀在世 不知微臣可否有幸一睹神医尊容 太医院知道 金王中毒一世的 只有这个院守 当初他便束手无策 后 又与慕容神医 试图研究出来 以毒攻毒的法子 迫不得已 又在金王殿下身上下了两种毒药 如今金王殿下的毒被人解了 而且调理得与常人无异 这么多年 在他身上的毒素 基本上没有残留了 若不是他亲眼所见是万不能相信的 他研究 一厘几十年 能不激动吗 皇帝也非常高兴 随即便要脱口而出 这时君哲旭道 有缘自会相见 皇帝知道这时君哲旭 不愿让他知道 便道 血儿也是 偶然遇到神医 给他解完毒神医便云游去了 甚至叫什么名字 现在都没能打听出来 你且先下去吧 金王解读的消息 切不可外转 院守还想继续追问 但看到皇上和金王殿下都不愿意说 便也没有 再次讨没趣 就退下了 但转而看到旁边坐着的镇北王 不知道镇北王是否知道 改天带两坛好酒 去镇北王府探探虚实 院守退下后 皇帝的心情 简直好得要飞起 看到红珊瑚头面已经拿来 便又对高宫供道 一套珊瑚头面太寒酸了 再去库房挑几件 上次那窝国进贡的那套珍珠头面 还有红宝石啥的 对对最近不幸得了一匹天残锦 一起拿给旭儿 送媳妇的东西 怎么能太寒沉了 镇北王在旁唏嘘 皇兄这真是大手笔啊 那天残锦可是钱都买不来的东西 江南一年上贡不到五匹 还有珍珠 风起不凌海 那些可都是不可多得的东西 看来皇兄是真怕这点媳妇跑了 不过若是他的话 估计此刻也是恨不得 把福利好东西都送去吧 但这丝毫不影响镇北王酸酸的道 皇兄那个红宝石头面 陈帝问你要多少次了 你都没有给 现在旭儿没要你就上肝子送上去了 亏得陈帝吃完饭 就来陪你下棋 姐们结果连个屁都没得到 真是太伤心了 皇帝哈哈大笑 朝着还没走远的高公公道 老高啊 再给镇北王妃选两套让他带回去 省得今天晚上 又要跪搓衣板了 高公公笑应道就去准备了 别看镇北王在外面威风凛凛大杀四方 但在镇北王府里面可是可气管炎 王妃在府中就是一言堂 所以镇北王府子嗣凋零 就君义成一个毒淼淼 因此被宠得无法无天 这也是镇北王听说 君义成今天被义悠然收拾那么惨 还那么开心的原因 那小子整天缠着他夫人还告他撞 该修裂 就这样 镇北王和君哲旭叔侄两个 都带着送自己媳妇的东西 大包小包的满载而归了 高公公望着他俩的背影难难道 怎么今天金王殿下和摄政王有些像吗 像 怎么不像 两个妻奴 皇帝赤道 他何尝不像当一个妻奴呢 可是那个他 易悠然下午醒来后 发现自己并没有上次那种头痛的感觉 心到下次喝酒还喝这个 叫了下和进来给他穿衣 顺口问道 下和 我是怎么回来的 金雷给我扛回来的 下和满脸桃花道 是金王给您抱回来的 抱了一路呢 好多人都瞧见了 小姐 金王殿下对您真好 易悠然听到金王的名字立马弹跳起来 然后像被抓包一样 他怎么知道我喝晕了 下和想了想 想是金王殿下 正好在那里吧 易悠然觉得 不会这要求 便把金雷叫了出来质问 金王怎么知道我喝晕了 金雷没敢说是 闪电通知的王爷 知之无无道 那八宝燕 就是王爷的产业啊 说完案子付匪 你都喝晕了 谁敢碰你啊 易悠然的重点 很快便被八宝燕 是金王的吸引了 眼睛闪闪地问 那我下次吃饭 是不是可以记账呀 八宝燕的菜是真好吃 但价格也是珍贵 能省一笔是一笔 多好 金雷想 连王爷都是您的了 那八宝燕 您还不是想吃就吃 不过这话他不敢说 便回道 您是王妃 下次去的时候 只要给掌柜的说下 他会带您到王爷的 专用雅间去进食 易悠然心想 好高的逼格呀 不过他喜欢 易悠然很开心 他决定再给小娇 做些点心 于是当天晚上 小娇变成了最开心的人 第37章 去成相府 第二日 易悠然派人将画好的店铺涂纸 让人给君逸臣送去 他便开始鼓道化妆品 这个时代的化妆品 真是一言难尽 脂粉做得和面粉一样 铅含量还非常高 涂多一些 就像鬼一样 正在这时 他发现茉莉空间有些不一样了 他转身进入茉莉空间 发现空间二层能进入了 二层茉莉空间 是他私人休息的地方 还有一个小型超市 供他取东西 但是里面的东西 都要用积分兑换 他也不知道 积分怎么正 因为早在前世的时候 他已经让他的黑客大师姐 给系统破解了 然后他的积分 就变成了999999 易悠然 看着无限的积分 就想起了前世的师父 和师兄师姐 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他是回不去了 希望他们安好吧 就在他拿了一瓶雪碧 准备坐沙发上 享受一会的时候 就听到夏合 在外面恭敬的声音 夫人极响 慕夫人道 悠然在干什么 还没等夏合回答 易悠然便打开房门 只见慕夫人 一晚静 就连小娇都站在他房门前 他这才想起 昨晚慕夫人交代过 今天要去丞相府 他急忙叫着夏合 进屋换了一身衣服 这才跟着慕夫人出了府 国师府距离丞相府 也就两条街 就在易悠然坐马车 坐得昏昏欲睡的时候 马车突然停了 易悠然拍拍自己的脸 让自己尽量精神一些 便跟着慕夫人下了车 一下车 便看到慕心兵 站在那里大门口打盹 都快靠在了侍卫身上 他走过去 一手拉开了那侍卫 慕心兵便立马重心不稳地 倒在地上 一下子摔醒了 正准备责骂 那名护卫 便看到一双袖花鞋 再往上一看 立马兴奋地站起来 道 表妹 你可来了 我都站这里等了你一上午了 于逼看到了慕夫人和易婉静 姑母 大表姐 你们也来了啊 快进去吧 祖父祖母等了一上午了 慕夫人看着这个长得挺高 但依旧还像那孩子一样的侄子 拍了拍她肩膀 道 知道你祖父祖母等久了你 还不赶紧带路 慕心兵屁颠屁颠地走在了前面 没一会便把他们领到了主院 慕夫人专门选择 慕丞相休暮的日子 来看望二老的 一进屋 慕夫人便带着两个女儿 给丞相和丞相夫人行了礼 慕老夫人一看到易幽然来 便开心得不得了 礼还没行完 就让他们起来 慕老夫人拉着易幽然的手 连到了两声好 便开始给她介绍 慕心兵的父亲母亲 也就是易幽然的舅舅 慕老夫人也就生了一儿一女 她指着一位四十多岁 见眉心目的男子道 这是你的舅舅慕清风 是你母亲的哥哥 易幽然微微扶身行礼道 舅舅安康 慕清风没有女儿 如今看到这个软软糯糯的 小外甥女向她行礼 紧张的手都不知道 往哪里放了 憨憨笑道 好好 慕老夫人没好气地说 好什么好 见面里呢 这时 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美妇人 拿着一个盒子笑着上前 母亲见面里在这呢 媳妇早就备好了 雨霸 将见面里塞到易幽然手里 道 幽然我是你的舅母 这个珍珠 可是我几天头里都准备好的 你打开看看 可还满意 易幽然憨憨憨地打开盒子 只见是一颗拳头大的珍珠 惊讶地张大嘴巴 连连推拒 舅母不渴 这实在太贵重了 慕老夫人还是很满意这个礼物的 道 他们给你就拿着 都是自家人 用不着与他们客气 慕老夫人又指着一位十七八的男子道 这是你大表哥慕祥义 易幽然看到慕祥义的第一感觉 就像看到自己大哥一样 他们长相并不一样 但给他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哥哥的温暖 易幽然不禁感慨 这古代就是山清水秀出帅哥呀 就目前为止 他身边也是帅哥环绕啊 易幽然问了大表哥好 慕祥义送了他一对芭比粉的头饰 易幽然不禁吐槽了一句 这直男思维真可怕啊 不过也是很开心地收下了 然后就轮到了慕星斌 老太太介绍完 慕星斌便兴冲冲地拿出来自己的锦盒 道 表妹 我昨晚在库房挑了好久 最后还是觉得这个最适合你 雨霸还挤眉弄眼的示意 易幽然赶紧打开 易幽然也有些好奇 然后便打开了锦盒 只见锦盒里是一把通体漆黑的匕首 慕星斌兴奋地说 我设了库房里所有的匕首 就属这把最为锋利 堪称削铁如泥 以后你戳人就用这把 保准比你那刀省近 易幽然脸都黑了 合着他今天的软蒙人 吃在这里就要崩了 慕老夫人看到 直接拿着拐杖 在他屁股上敲了一下 道 你个混蛋 送的这是什么玩意 慕星斌痴痛地揉着自己的屁股 不服气地道 祖母您怎知我送的礼物 不合表妹心意 说完还不停地 朝易幽然几枚弄眼 意思是赶紧让他说两句话 易幽然看着这个倒霉憨憨 走过去凑近他道 二表哥 送的礼物我很喜欢 那二表哥要不要试试我的手法呢 慕星斌听到他的话 赶紧躲在了他爹后面 道 若是表妹不喜欢这个礼物 明天我再给你挑一个 我记得库房里 还有一个香满宝石的匕首 易幽然磨了墨后槽牙 决定不理这孙子了 扭头看向坐在上座的丞相大人 就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爷爷 异国丞相 不应该是坐在那里不怒自威的吗 怎么这画风有些不一样呢 易幽然正疑惑呢 只见他站起来 从袖带里 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上面镶满了宝石 一看就是很贵重的东西 拿过来递给易幽然 道 然而 这是外祖父送你的礼物 易幽然接过礼物 打开一看 里面摆放了一盒子细针 易幽然的额头上 瞬间飞过一群乌鸦 终于知道 慕星斌的憨斗性格是随了谁了 原来是隔代遗传啊 众人看到这个礼物 都是目瞪口呆 但又碍于丞相的身份 不敢轻举妄动 只有慕老夫人看到之后 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你个老头子 易幽然仔细看了那盒针 发现针原来是玉制的 把玉打磨到这个程度 该是费了不少功夫 把针放在手心里 竟然微微发亮 易幽然眼睛一亮 这就是韩玉珍 而后慕丞相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随道 谢谢外祖父 这是幽然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外祖母 您的腰疼幽然一会 就能帮您解决了 慕老夫人听易幽然说前半句 想着她是逗老头子开心 但这后半句 这丫头怎么知道她腰痛了 这个事情她连宇宁都瞒着呢 这小丫头果然不简单 慕与宁是知道幽然医术的 虽然得知母亲腰痛有些担心 但一想到幽然的医术便放心了 埋怨道 母亲您腰不舒服 也不告诉女儿一声 如果我早知道 您早就好了 还要幽然自己来看 慕老夫人道 告诉你有什么用 太医都没有办法 徒曾你担心罢了 慕与宁不服气道 太医没办法 不代表我们幽然没办法 一会吃完饭 让幽然给您试试 慕老夫人自恃宠着女儿的 笑道 好 好 所以决定一会 即使幽然治不好 也说轻松了 不能让这个外孙女失望 第38章 去思南伯家小住 中午吃完饭 易幽然便把慕老夫人扶到床旁 道 外祖母 你先躺下 幽然给您做个检查 易幽然将慕老夫人的腰椎摸了摸 果然腰椎有些错位 易幽然在众人的注视下 拿出韩玉针 如绣花一样 扎上了老夫人的腰部 再把她腰部上的穴位试完针后 并没有拔下来 她告诉老夫人 针要留在上面半个时辰 于是就坐在一旁和老夫人聊天 不止老夫人 所有人对她这一手出神入化的针灸之术 都惊讶不已 老夫人问道 幽然 你这医术 是在哪学的 易幽然道 以前在那个院子时 也没有人管我 有时填不饱肚子 晚上就去叶罗山挖点野菜蘑菇什么的 有一次 痛巧遇见了一位受伤的老者 我恰巧救了他 就给了我好多医书 然后说 每月指点我两天 我就这样用了三年时间 学会了他的一些医术 然后就 再也没见到过那位老者了 易幽然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他的声音很平淡 自认为也没有说得有多惨 可在场的女眷 全部都累眼婆娑的 跟他受了多大委屈一般 易幽然 穆老夫人 孩子 你受委屈了 以后有外祖母 再断不会让你再受这种苦 张实那件人 真真的不得好死 牧丞相道 户部上书快换人了 这一句话 让在场人听得莫名其妙 但转念一想 户部上书 不就是那张实的父亲吗 于是大家都好奇地 看向丞相大人 穆国帮当然不会告诉他们 是金王殿下找到他 拿出了户部上书 这么多年贪赃枉法 他儿子凌虐幼童 他孙子当街行凶的一系列证据 两人一拍即合 就准备搞些大动作 易幽然不得不佩服他这外公了 不愧是静音官场 几十年的老油条 他之所以不动张实 就是怕户部上书那里反扑 他倒是不怕 就怕他们对他身边人不利 要不然张实坟头上草都二指高了 大家看穆老爷子不再说话 便也知道问不出个所以然 所以都不再追问了 半个时辰刚过 易幽然便拔掉了穆老夫人身上的针 扶着穆老夫人起床 易幽然让他试着活动一下腰部 他一眼活动了一下 发现真的不疼了 他不敢相信 又试了一下 这才惊讶到 悠然 我真的不痛了 一点都不痛了 易幽然笑着道 外祖母您慢些 您的腰还没有彻底治好呢 可不能乱动 等七日后 我还要再来给您治疗下 那基本就好了 穆国帮本来以为是老婆子哄 外孙女开心故意说的 但后来 看到他果然轻松了许多 不得不承认 这个今日才见面小外孙女 真是不停给他制造惊喜 怪不得能得那位如此的偏袒 婉善易幽然和他姐姐娘亲 并没在丞相府吃 虽然被老夫人一再挽留 易幽然 他们还是拒绝了 回到府中 就听下人抱陈文杰来了 一晚竟很惊讶 在府中时 他俩一个月也见不了几次面 他应该都不知道他回娘家了吧 想到那个家 一晚竟真的是不想回去 但也是知道迟早都要回去的 叹了一口气 道 我先去收拾东西 穆宇宁看着自己大女儿 暗自叹掰六息一声 道 去吧 想必他是来接你回去的 我去前厅一趟 易幽然立马挽着他娘亲 道 我和娘亲一起 穆宇宁知道这个小女儿 不是个吃亏的主 便由她去了 走到前厅 便见陈文杰正在和易红聊天 看到穆宇宁和易幽然进屋 易红冷哼一声 质问问道 你带着他们到哪里去了 女婿来接婉婧了 若不是女婿这次来 我还不知道 婉婧已经在娘家住了这么久了 看看成什么样 哪有嫁出去的姑娘 回个门这么久的 让她赶紧收拾下 跟文杰回去 牧师听到易红的话尤为刺耳 他都不问问女儿 为什么在娘家住这么久 眼里只有他的利益 直接呛道 今日我的身子有些不适 让婉婧回来 是急不行吗 易红不知 牧师现在 为何处处针锋相对 便道 看你 还能带着他们两个出去 一点也不像有急的样子 病好了 就赶紧让婉婧回去 这样成何体统 牧师没理会他的斥责 但但对陈文杰道 女婿放心 婉婧已经在收拾 一会便会随你回去 陈文杰赶紧行礼 小婿不知岳母身体欠安 婉婧理应侍奉在旁 是小婿唐突了 牧师怕语气不好 日后陈文杰在迁怒婉婧 便不再多说什么 气氛突然变得宁静 陈文杰越发感到不自在了 看到旁边的义悠然 便给他投去求救的眼神 义悠然翻了个白眼 现在知道尴尬了 早干嘛去了 虐气一时爽 追气火葬场 这货毕竟是小娇的爹 再给小娇找个后爹 谁知道对娇怎么样呢 这个先考察考察 凑合着用吧 不行了再换 于是义悠然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开口 听说姐夫的后院机械少说 也有一二十位 姐夫这是从温柔箱里爬出来 想起姐姐了 还是您家里的老夫人 这两天精力旺盛 找不到发泄口了 这才要你将姐姐找回去 陈文杰听她开口 还不如不开口 不过她说的也是实话 正想想 如何开口挽回下形象 义红又开口斥责 放肆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 义悠然朝陈文杰怂怂肩 她说话了 但也挨训了 自己挖的坑 自己埋吧 于是陈文杰善善开口道 妹妹说笑了 岳母在上 今日小婿来接婉婧回家 日后定然会好好对待婉婧 绝不再让她受一丝委屈 妹妹与婉婧姐妹情深 不如一同去城府小住些十日 婉婧整日在后宅也无事 你去了也好陪婉婧姐姐们 义悠然昨日可是答应了她 帮她处理家里的一滩事的 先把她弄过去再说 牧师一听 以为她又对悠然起了什么坏心思 直接道 悠然本夫人也刚认回来不久 婉婧回去还要伺候婆婆 恐不能分心照顾妹妹 姐妹感情培养 日后女婿让婉婧多回来 几趟便好 陈文杰自己在岳母这里的人设 难道都已经崩塌成这样了吗 总办 好心酸 但她还是不死心道 岳母不放心 可以一同过去小住 小婿定当同婉婧一起好好孝敬 牧夫人没想到陈文杰说这番话 这时一红又插了一句话 你想去便带着六丫头 一起去住两日散散心 听闻四南伯府的荷花 可是京城一决 她是真想把这两尊大佛弄出去两天 然后好好处理一下张氏的事 她内心还是偏袒一师庭的 一师庭一旦嫁给太子 她就是国账了 可不能让廷儿和她离了心 所以她得想办法将张氏放出来 易幽然自然知道 她内心的小九九 在看到牧师犹豫的瞬间 道 母亲 我去四南伯府陪姐姐小住一段时间 您就留在府中 把前段时间没处理好的事情处理了 该换的人赶紧换了 要知道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易红听出她话中意思 指着易幽然赤道 你 易幽然全当没听到 直接给牧师交代一声收拾行李去 便晃悠着走了 她心情还是不错的 准备去四南伯家搞事情 第三十九章 惩戒刁奴 就这样 易幽然住到了四南伯府 四南伯夫人郭氏 听到自己儿子去接一碗镜的时候 心中就很不快 已经想好了 回来要好好刁难刁难她 事已还未到家 就已经派了身边嬷嬷 在一碗镜的院中等候 陈文杰将易幽然姐妹二人送进院子中 便看到母亲身边的贵嬷嬷 已经在院中坐着 还有个小丫头在旁给她扇风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她是主子呢 陈文杰看到这一幕 眼神不自觉地看了一眼易幽然 那婆子也看到了陈文杰三人 忙起身准备行礼 易幽然仿佛看出了什么 直接大步走过去扶着她道 想必这位就是成家伯母了 一直听姐姐说伯母贤良淑德 端庄大气 今日一见果然朴实无华 光彩照人 贵嬷嬷吓得立马要跪下 易幽然将她架着继续道 伯母这是怎么了 见到姐姐回来 高兴得站都站不稳了 伯母 不要在院里坐着了 走我们进屋吧 与爸便要带着她进屋 贵嬷嬷用镜正开了易幽然的前置 立刻朝陈文杰跪下磕头 少爷少爷救命啊 易幽然这时嘖嘖道 原来是个奴才啊 姐夫啊 这你也不和我说一下 你看弄出笑话了吧 陈文杰是不相信 他看不出来这是个嬷嬷的 但这奴才实在做得过分 贵嬷嬷一时弄不清楚形式 只能跪在地上 不过 他也只是慌张了一下 这回他想通了 他可是祖母面前最得力的嬷嬷 这是在思南伯府 祖母不发话 没人敢拿他怎么样 不料一悠然话锋一转 你这奴才不分尊卑 不好好伺候祖母 趁少夫人不在院中过来享受 好生奸诈 今日亏得姐姐姐夫 回来的 早看到你这奸懒缠华的雕奴 若不然 还要骗伯母多久 贵嬷嬷听着这个 不知道在哪冒出来的小女子 在这口出狂言 怒道 我是祖母房里的人 祖母让我叫少夫人过去 我等得有些累了 不过稍作片刻 你是哪里来的野丫头 竟然敢污蔑我 易幽然听他如此说 直接装X说道 无耻刁奴 我的名讳 岂是你也配问的 一个奴才 是谁给你的能耐 让你能在主子面前 我我我的说着 你配吗 来人 长嘴 扯虎皮谁不会啊 就看谁的皮大了 他可是皇上亲自下指刺的金王妃 还收拾不了一个刁奴了 虽然易幽然 很想亲自上去教训 但是气势已经上来了 再亲自动手 反显地落了下城 于是内心默念 气质一定要拿捏 拿捏 在他下达了命令后 夏合当然不让得上前了 反而伯府的丫鬟小丝 却都不敢上前 易幽然正准备让金雷上去 按着那桂嬷嬷时 一挽进后面的两个丫鬟 直接上前按住了桂嬷嬷 夏合便开始长嘴了 夏合第一次打人巴掌 特别是在教训坏人 他很兴奋 心想 要东梅姐 再就好了 让他也试试 东梅被易幽然 留在了国师府 让他在那鼓道护肤品 东梅也喜欢鼓道这些东西 反观夏合就是爱凑热闹 因此就义不容辞地 跟着易幽然来四南伯府凑热闹了 易幽然看着那两个 按着桂嬷嬷嬷的丫鬟 这两个应该是姐姐的陪嫁屋了 心想 还是母亲安排的丫鬟靠谱 直到夏合手打累了 易幽然看着那嬷嬷脸 已经肿得老高 连救命都叫不出来了 要不是易幽然想 今天第一天来弄出人命不好看 就这等雕奴 早就被他送颜望殿了 夏合兴奋地 走到易幽然身边 在没人看到的角落里 给夏合竖起了大拇指 夏合很开心 没想到第一次打人 就得到了表扬 下次他一定会再接再厉的 要是易幽然知道 他即将要培养出来一个暴力丫鬟 他是万万不会 让夏合动手的 打完桂嬷嬷嬷嬷嬷 指着陈文杰身后的两名侍卫道 你们俩将这个嬷嬷 给陈伯母送去 把今天的事 给伯母叙述一下 顺便告诉他 这等雕奴本小姐 已经帮他处理了 今日刚回来有些累了 明日定让姐姐带我去 给陈伯母问好 两位侍卫看了看陈文杰 陈文杰头疼的挥挥手 让他们去了 陈文杰有点头痛 不知道这位祖宗来 会把这伯府弄成什么样子 不过看今日贵嬷嬷的行径 他也很生气 愧疚地看了一眼一晚静 他仿佛对这种事 都习以为常了 不知道受了多少这种委屈 陈文杰突然有些心疼 他开始反思 如果当初在母亲刁难他时 他挺身而出 会不会陷在他们的关系 就不会这么疏远了 这个夫人是他自己选的 是他的错 没能好好地保护他 第四十章 不敢惹之名 思南伯夫人郭氏 在院中等着一晚静过去 谁知等来的是 鼻青脸肿的贵嬷嬷 看着贵嬷嬷种的猪头一样的脸 郭氏一阵烦闷 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送贵嬷嬷回来的两名侍卫 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还未讲完 郭氏便已经脑袋将桌上的水杯给摔了 一屋子的人都吓得不敢说话 只有贵嬷嬷 跪在地上不住地抽气 侍卫也不清楚 意悠然的身份 就说是一晚静带回来的 一位小姐命人打的 郭氏问道 那个女子是谁 这时 贵嬷嬷扶着打肿的脸道 细哨胡忍 等没 没 郭氏道 她的妹妹 可是那位新静的未来金王妃 郭氏夫人新认回来的女儿 侍卫答道 属下不知 郭氏赶紧吩咐了身边的丫头去查 她看着那两个侍卫 自是认得是自己儿子身边的 便也泄了撒气的心思 心里想着 若真是那个易悠然来了 那肯定是来给他那好戏撑腰的 他可惹不起这尊女杀神 在这京城里 最不缺的就是贤人 易悠然做的那些事 并没有刻意隐瞒 此事已经在京城里传开了 所以 易悠然默默地 已经成了京城三不敢惹的人之一了 第一人是他的未婚夫金王殿下 第二人是镇北王府的小王爷君奕臣 只是易悠然还不知道 贵族私底下的这个排名 待他后来知道后 也只是冷吃了一声 君奕臣他一个本姑娘 一个头子都能搞定的人 也配拍第二 郭氏派去 打探消息的人 很快便回来了 郭氏偶得要死 这尊大佛 还是自己儿子请回来的 然后立马要下人去请陈文杰过来 却被告知陈文杰 被镇北王府小王爷叫走了 郭氏这一口气 堵在心口上不去也下不来 看着猪头一样的贵嬷� 郭氏无语的是 晚上四南伯专门跑到他院子里交代 让他照顾好易悠然 说是金王殿下 特意让追风大人传来的消息 若金王妃在四南伯扶上一根头发 就拔光他们的头发 于是 郭氏在易悠然进四南伯府的第一天 便病倒了 是真的病倒了 气病了 反观这边易悠然在一碗进的院子里 给小娇做了一大盘蛋挞 悠哉哒地看着小娇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院子里有一个小娇的小鞦韆 易悠然看到了眼蝉 易悠然此刻就躺在上面 君哲续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那个小丫头慵懒地躺在那 旁边一个孩童 围着他姨姨姨地叫着 他不禁幻想着 以后他们的孩子也是这样 一家三口该是多么美妙呀 君哲续看得有些走神 直到易悠然声音传来 我说金王殿下 您站那里累吗 声音传来 首先回神的是 夏合和照顾娇的小丫头 因为易悠然第一次来这里 快到晚餐时间了 他姐姐去盯着厨房给他做饭去了 就留下一个小丫头 整个丫头扭头看到后面的金王殿下 瞬间吓得赶忙跪到地上 结巴道 金 金王 易悠然看他们紧张的样子 想着老板找他硬是有事 便对君哲续道 有什么事 进屋说吧 说吧便率先进屋了 第41章 初吻 君哲续跟着易悠然进了屋中 这是易悠然静专门为他收拾的房间 和冷媒院中的房间不相上下 易悠然静给他弄的全是粉红色 易悠然看到之后无语则舌 他前世加上今生 都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了 早就没有这种粉红少女梦了 但却也没说什么 想着 反正在这里住不了多长时间 他若是说了不喜欢 易姐姐对他的宠爱程度 肯定要再重新收拾 劳民伤财的事情 他是不会干的 君哲续看到了他的房间 也惊讶了一下道 你喜欢这种装潢 毕竟以后金王府要按照他的喜好来的 提前了解一下 也是好的 易悠然撇撇嘴 捏起粉红沙漫 害怕将他弄脏了 啊 我不喜欢 受不了 那为何不换了 君哲续皱眉 我在这里又住不了几天 何苦再让姐姐为我辛苦 劳民伤财 还不如折现给我 易悠然无所未到 君哲续问他 你很喜欢钱 易悠然挑挑眉 钱 谁不喜欢 没有钱吃什么 喝什么 没有钱怎么享受生活 再说 我还欠你那么多银子 不得努力赚钱还了呀 易悠然不提这是还好 一提到就烦 以前想着待在他金王府三年 三年之后 便拍拍屁股走了 天高海阔任他飞 现在想想 慢慢的羁绊就多了 他的母亲姐姐 他们带他那般好 还有外祖父外祖母他们 到时候他真的跑了 会不会连累到他们呀 于是他开口问 要不钱我慢慢还 婚事就作罢了吧 你看我站着你金王妃的位置 万一你要遇上喜欢的女子了 岂不是说都说不清了 你放心 我没还完钱之前你 或者你府中的人不舒服了 我随时免费看诊 你看这样好不好 说吧还怕他不放心 又加了一句 我发誓 不会跑掉的 君哲续听到他这话气得要死 他听到他跑到了思南伯府 就怕他在这里受委屈了 屁颠屁颠跟过来 又是警告 又是排查安全隐患的 他道好 上来直接要退婚 他一步步朝他走过来 易悠然有些紧张 心想他该不会是生气了吧 他也没说什么呀 又不是不还钱了 直到君哲续给他逼到墙角 易悠然看他近在咫尺的俊脸 突然心脏砰砰直跳 瞬间花痴又犯了 傻傻道 君哲续 你长得真好看 君哲续听到他这句话 差点破功 这个小丫头总能辽薄到他 他看到 他眼睛里充满猩猩的花痴样 第一次感谢那位给他生的这副皮囊 于是他开口诱惑道 是吗 你喜欢看吗 易悠然点点头 君哲续轻笑一声 那道金王府天天看不好吗 易悠然脑袋短路了 直接道好 君哲续看他听话 又继续诱导 那以后再不许说退婚这件事了听到没 皇上惊口欲言 怎可出而反而 他搬出了皇上 皇上 这会想到朕了 平时你什么时候听过朕的话 易悠然看着他性感的薄唇 一开一盒 然后鬼使神差地点点头 君哲续看他如此乖巧 低头看到 他小巧的耳垂 以及粉红的嘴唇 突然吓服一阵火热 附在易悠然耳边道 以后乖乖听话知道吗 易悠然只能乖乖点头 软糯地说 我知道了 君哲续听到这声音的瞬间就受不了了 直接低头吻上了他的嘴巴 青涩地在他嘴巴周围浅着 易悠然脑袋突然像被炸开一般 完全短路了 双手不自觉地攀上了君哲续的脖梗 君哲续很满意地撬开他的小嘴 肆意地品尝着 待到差不多一炷香后 易悠然感觉都不能呼吸了 君哲续这才放开他 易悠然微喘着粗气 意识渐渐回炉 这他腰得被这货的美色迷惑了 他都答应的 什么不平等条约啊 恨不得甩自己两巴掌 这时没见过帅哥是怎么了 这么不经撩拨 想的是很有骨气 但对上君哲续那一双幽深的毛子时 瞬间就耸了 知无道 你 我 君哲续看着易悠然 被他吻得鲜红的嘴唇 此时也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但理智告诉他 不可以 于是道 易悠然 记得你今天答应我的 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 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有什么事 让金雷去找我 雨霸快速消失在屋中 第四十二章 京城四大魔王 易悠然见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不痛快了 直接就把君哲续定性扎难了 直到他看到桌上放的红珊瑚头面 夕阳的光照的那套首饰 发出夺目的光 是那种深邃的美 易悠然双眼闪着星星 按道算他还有点良心 然后就放入了茉莉空间 这里连颗珍珠都比黄金贵 更何况是珊瑚了 这么价值连城的东西 一定要藏起来 带他走出房门 夏合立马出现在他身后 朝屋内望了望 发现金王殿下已经走了 这才大着胆子问自己小姐 小姐 刚刚那男人 真的是金王殿下吗 易悠然看着 夏合那小心翼翼的样子 好笑地问 你觉得呢 夏合认真地道 奴婢觉得应该是吧 金王殿下站在那的气势 吓得奴婢都差点站不住 易悠然不以为然道 有那么可怕吗 夏合认真的说 小姐 你不知道 金城的小孩哭了 他娘亲一说 金王殿下的名字 就不敢哭了 易悠然实在忍不住了 扑斥一笑 没想到君哲旭 还能有这种功能 他都做过什么事 能让金城百姓这般 夏合道 听说金王殿下十来岁 就入了军营 十五岁便在一次战役中 直接取了对方将军的首级 后成立了以一敌十的鲨鱼军 金王殿下回来之后 带着鲨鱼军精锐 血洗了前任吏部尚书府 整整136口人 无疑幸免 一悠然疑惑 看着君哲旭 也不像是滥杀无辜之人呀 为何会做这种事呢 于是他就问了出来 夏合道 这奴婢就不太清楚了 但听说与金王殿下母妃有关 奴婢只知道 金王殿下杀人之后 一把火将尚书府给烧了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才灭 易悠然有些好奇 这古代又没有电器等化学设备 火是如何着了三天的 他便问了出来 夏合道 听人说 金王殿下不断地让人放入火油 知道把那一家人烧得灰都不剩 打那之后 金王殿下的威名 便传遍了京都的大街小巷 易悠然暗自赋匪 估计是兄弟吧 而后易悠然好奇问道 京城这么多顽固 都没有人能撼动君哲旭榜一大哥的位置 夏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易悠然 道 有室友 还有镇北王府的小王爷 易悠然想起了君奕臣这个铁憨憨 便好奇问道 他做过什么事 夏合道 小王爷曾经也放火烧了一个青楼 具体什么原因 奴婢也不知道 易悠然想 这君家的人 似乎是对放火情有独钟 想着改日问问君奕臣 到底是为何火烧青楼 于是又问道 那还有记泽语呢 他排第几 夏合看着易悠然 一言难尽道 小郡王以前是第三 现在是第四了 易悠然的好奇心又被勾起来了 道 那第三是谁 又干了些啥事 超越了记泽语 看来记泽语这小子不行呀 夏合艰难开口 第三是您啊 主要是您那出神入化的刀工 最近 还有凶案发生模仿的您 不过听说他们的现场血腥极了 夏合还准备继续说 易悠然阻止了他 道 为什么我排名第三 要知道 君奕臣可是他小弟 比不上君哲旭那个变态也就罢了 凭什么还要排在君奕臣后面 这让他很没脸好吧 夏合有点跟不上易悠然的脑回路了 善善道 可能是因为小姐是新人吧 易悠然想想 也有这个可能 便不再纠结这个事 但心里琢磨着得干个大事 超过自己的小弟 不行他把户部上书府烧了 就在这时 一个小丫头过来叫易悠然吃晚膳 易悠然应了一声 便带着夏合出去了 走进去才发现 屋里还多了四位不速之客 正是昨日那四人 易悠然吐槽他们 混饭竟然混到了思南伯府 君奕臣委屈道 老大我们也是为了找你才来这里的 你丢那么大摊子给我们 我们不应该凡事谨慎点吗 易悠然 说得好有道理 一晚经看到君奕臣 竟然叫自己妹妹老大 金的眼珠都要掉下来了 后来又得知 他们四个都在为妹妹做事 更是觉得易悠然不简单 夏合似乎有些明白了 小姐刚刚的不快 不得不说 夏合也在易悠然这条路上 越走越偏了 第43章 烧烤 易悠然正准备与姐姐一起吃碗膳食 陈文杰带着君奕臣 继泽宇和沐星兵一起回来了 易悠然一看 这四位一个 也不少都来蹭饭了 易悠然 看见这么多人 立刻起身道 还请相公和各位稍等 切身立马去准备膳食 易悠然刚准备走 易悠然便拉住他 对这四位道 来蹭饭 不早派个人过来说一下 这回再来麻烦我姐姐 你们过意的去吗 这四位去哪都是人供着的 哪里受过这等气 易悠然觉得 君奕臣谗媚的开口 大嫂 我们这不也是听说 您在思南博府住 过来看看您不是 易悠然怒道 以后别问我叫大嫂 都把我叫老了 君奕臣若若道 那叫什么 还叫老大 易悠然 随便 易悠然心中不爽 想起刚刚下河的话 就这货还能排他前面 一晚惊目瞪口呆地看着小王爷 对易悠然的百般讨好 心到这个妹妹果然是厉害 继泽宇看君奕臣都受到了嫌弃 便没有再开口 反正在思南博府 还能没他们吃的饭不成 木星兵可怜兮兮道 表姐 表妹 你们看我们四个忙了一天 都是为了表妹的店铺 只因前小王爷和小郡王 都筹了二十万两银子 这一天 我们都没好好吃饭 就差光着膀子 和那些工人们一起干了 这回来汇报工作 连杯水都不给我们喝 好可怜 我还是去找姑姑蹭饭去好了 易悠然一听到二十万两银子 眼睛就亮了 追问道 怎么筹的银子 你们不是去抢劫了吧 君义晨道 黄伯伯给了十万 我父王和姑姑一人又给五万 易悠然有些疑惑 问道 为什么 该不会是他们觉得 你俩终于能干个正事 然后激动的吧 不得不说 易悠然真相了 郑北王是听说了易悠然的能力 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看在君哲序面子上干的 长公主则就是听说 自己两个皇兄都拿钱 激动于看自己儿子终于干正事了 索性也给了 继泽宇五万两 这是继泽宇要钱 要的最容易的一次 于是便决定 一定要跟着老大好好干 今天中午 也由于资金充足 所以大家又去了八宝宴 大吃一顿庆祝 看他们的表情 易悠然就知道 自己应该是猜对了 于是易悠然便给他们演绎了 什么叫做三秒钟变脸 哼哼一笑 大家今天都辛苦了哈 姐姐你也先做 今天我给你们露一手 夏合 去多加几副碗筷 你们先垫垫 我去做好吃的 易悠然走到厨房 现在正是春季 厨房里什么蔬菜都有 易悠然把茉莉空间的烧烤炉 烧烤签都拿了出来 因为冬天要取暖 所以这炭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还是材质比较好 没有烟的银炭 易悠然拿起厨房的一块羊肉 开始切成小块 趁下人们不注意 又放了些烧烤料烟上 又切了土豆蔬菜鸡肉什么的 给厨房的下人们演示一遍 怎么串成串 然后就让下人们自己干了 易悠然则悄悄把茉莉空间的调料 自然胶盐拿出来 偷偷换上了油纸包 半个时辰 易悠然便准备好了 大家面色各异 都在想 一会易悠然要他们吃的时候 是不是该给个面子吃两口 易悠然无视他们的眼神 自己坐在烧烤炉前 他刚刚已经让下人们把炭点上了 镜子拿起几串羊肉串烤了起来 所有人都看着易悠然 直到肉香味传来 都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直到易悠然最后又加了调料 君逸晨走到易悠然身边蹲下道 老大 你这烤的什么肉 这么香 易悠然见手里的这一把肉串 已经烤得差不多了 便递给他 道 这叫羊肉串 上面可是有我的秘质调料 尝尝 君逸晨拿了一串 上去就咬了一口 结果滑丽丽的被烫了 他又吹了吹 接着吃了一口 这肉质鲜美还有弹性 特别是这个调料 还真是上头 这时 继泽宇也过来了 问道 好吃吗 君逸晨摇摇头 不好吃 但身体却很诚实 不停地往嘴巴里塞 继泽宇看他的样子 趁他不注意 直接抢走几串 尝了一口 眼睛一亮 就陪着君逸晨蹲在义悠然旁边 说 嗯嗯 味道一般 说着还不停地往嘴巴里面塞 义悠然看到 蹲在自己身边的这俩小奶狗 一阵无语 沐星斌也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了 道 好啊 你俩在这吃毒食 我也要吃 于是远远看到 义悠然坐着 他的脚边蹲着三个人 在疯狂撸串 沐星斌吃着烤串含糊不清地说 表妹 你是怎么想到 这样做烤羊肉的 简直太好吃了 你太有才了 你就是我心中的仙女 义悠然服额 原来这是个吃货 君逸晨和纪泽宇也连连点头 纪泽宇道 老大 我们开个饭店吧 君逸晨眼睛一亮 跟着点头 是 是 老大 你点头 我回去问我父王要钱 义悠然 沐星斌道 表妹祖父祖母 也给你准备了十万两银票 义悠然无语了 还没开始做生意 这都已经进账三十万了 所以回道 好吧 你们看店铺 哪里合适就直接买下来 钱不够 我这里还有 好了 三位老板 你们既然 决定要开饭店了 还不过来干活 他教了那三人怎么烧烤 然后便让沐星斌操作了 他看到姐姐和姐夫 在屋中正在聊天 让夏合去给他们端去点烧烤 当然也没忘记 招呼夏和惊雷闪电 他们一起吃 随后又让夏人 搬了一个小桌子 和几个凳子 他便坐在外面 和继泽宇他们吃起了烧烤 一悠然想起了啤酒 烧烤配啤酒 才是绝配 但他从空间中突然 将啤酒拿出来 又有些突兀 于是便问季泽宇 上次喝的青梅酒姐夫 这里有没有 三人对视一眼 异口同声道 没有 他们可不敢带一悠然喝酒 上次君哲戌的威胁 他们可不敢忘 一悠然看到他们 三个古怪的样子 便道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三人齐齐摇头 一悠然威胁 说不说 你们可考虑清楚了 雨碧拿出了沐星斌 送他的匕首 认真地擦拭 三人 内心好害怕 怎么办 最后还是君忆成 颤唯唯道 是三哥 金王兄了 上次你喝晕之后 他来将你带走之前说 谁在和你喝酒 提头来见 一悠然 我喝不喝酒 关他屁事 你们都这么听他话 到底谁是 你们老大 你们这么怂 可不是一个好现象 想起刚刚被轻薄了 哎 真是想骂街 惊雷暗自吐槽 说的 好像你在王爷面前不怂一样 最后 一悠然回了趟屋 自己榨了些苹果汁端了出来 陪着他们喝酒 这边君哲叙到了城外 一片湖泊旁 直接跳了下去 追风以为发生了什么 直接跟着跳了下去 直到跳下湖观察了好久 也没有发现什么 却看到主子 已经上岸用内力烘干衣服走了 他来不及烘干衣服 又慌忙跟上 结果第二天就华丽丽的感冒了 第四十四章 冰释前嫌 一碗静与陈文杰坐在屋中 一碗静安静地坐着吃饭 时不时用帕子擦了擦嘴角 陈文杰也没有说话 就这样看着他 他们成亲已经五年 想他十六岁嫁于他 刚成亲时 他们也是情色和明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变成如今这模样 就是他生了娇儿后身体受损 大夫说他不能在受孕后 母亲不停往他房中塞人 处处针对于他 他也看出端倪 阻止过母亲 可他越是阻止换来的 却是更加变本加厉的刁难 后来他便慢慢疏远了他 他却一直安安静静 不争不强 让他一度以为他 根本就不在乎他 直到一碗静被他看得不自在 开口道 相公看了这么久 可是我脸上有花 陈文杰从思绪中回神 深吸一口气 想着一悠然给他说的话 道 碗静 你可心悦于我 一碗静听到他直白的话 脸瞬间红了 他想在他懵懂无知的年纪里 就嫁给了他 成亲后他也曾对他呵护被置 呢喃而语 他也曾为他宽衣解带 亲手烹汤 可就在有了娇之后 一切都变了 婆母为他那切他不曾拒绝 后来 甚至他自己都要带回来人 他怎能不气 怎能不怨 想着往事 一碗静忍不住红了眼眶 陈文杰看他要哭 立马慌了 哄道 碗静 以前都是我的错 是我辜负了你 对不起 这次若不是妹妹 我也不知道 我错得有多离谱 一碗静眼泪直接掉了下来 道 以前那是过去了就算了 陈文杰听到他的话 便知道 他并没有释怀 于是上前拉着他的手道 碗静 你听我解释 有了娇之后 我发现母亲 时常针对于你 私下我与母亲交谈了多次 但是我发现 我越是对母亲 讲得多 她是针对于你 她往咱们房中塞人 你可知那些女人 我连碰都不曾碰过 一碗静看着她 你不是也带回了许多女人吗 陈文杰听她这样说 她的心里也是开心的 她在意别的女人 是不是说明 还是在乎她的 她耐心解释道 我带回来的那些女人 也是因为你啊 一碗静疑惑 因为我 陈文杰道 我怕母亲安排的那些人 刁难你 这些人 我专门找来压制他们的 我怕他们伤害你啊 一碗静眼泪花的一下 便流了下来 哭着说 你为何 为何不早些告诉我 陈文杰看到她哭就慌了 顺势搂着她 碗静你不要哭 为父心痛 以后我们要好好地过日子好吗 为父以后 定然不会再让你受委屈 悠然说得对 若是我能早告诉你实情 我们也不至于这样 一碗静问 悠然说了什么 你们是不是早就认识悠然了 陈文杰点点头 把他们与易悠然相识的事 讲给了她听 一碗静听后唏嘘不已 哦 悠然之前受了很多苦 这次终于回来了 她一回来 就不停地帮我们打架 我们却没有为她做什么 她还没有急急 如果当初那张是没有设计将她抱走 她现在定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 陈文杰看着安静坐在外面的易悠然 直觉这个女子不一般 如同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将来定一飞冲天 前途不可限量 而后陈文杰便带着自己的娇妻回房休息了 易悠然看着香邪而走的两人 嘴角浮起淡淡微笑 真好 姐姐和姐夫和好 姐姐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 算了算 好像这几天正是姐姐意孕的日子 如果能在怀上的小外甥 那就更好了 至于剩下的那个老巫婆 慢慢与她好 易悠然看着那三人已经开始拼酒了 又不和她喝 她觉得有些无趣 就想着回房 去给烧烤店的设计图及规划做出来 明天让这三个二傻子去忙 易悠然想 找人合伙 就要找这种有权有势的 关系人脉字不用说 而且还能省出来很多事 而且 易悠然晚上 还得配一份安神汤 明天还要去送个礼呢 可当易悠然走进房间 却看到 追风站在她的房间里 易悠然疑惑问道 追风 你来干嘛 她主子不是刚走吗 追风从怀里掏出一碟厚厚的银票 拿出来递给易悠然 易悠然盯着那谍族 有一本书那么厚的银票问 这是干嘛 追风 你是来点我炫富的吗 追风回道 启禀王妃 这是王爷让属下送来的 王爷说 凑个整 易悠然心中疑惑 还有这种操作的吗 有钱人真会瓦 反正已经欠那么多 于是易悠然便很自然地收起银票 表面上是 塞在了袖带里 其实已经被她 放空间里了 随后对追风道 回去替我谢谢你家主子 第45章 陈老夫人 君哲续给了她300万两银票 有灵有整 易悠然现在觉得 自己是个小富婆了 于是 她更专心地画起了设计图纸 结果就直接导致了 第二日早起 顶着个熊猫眼 易悠然看到她吓了一跳 问道 悠然你是不习惯这里的床吗 还是屋里的设施 让你不满意 今天姐姐 让人给你换了 易悠然盲白手 指了指手里的图稿道 就是昨晚睡得有些晚了 再画这个 然后便把图稿 交给了易悠然盯身旁的陈文杰 又给她讲解了一番 易悠然盯看她 又要开烧烤店 怕她钱不够 便道 悠然 你上次给我的钱放我这里 也用不着 要不你先拿去用 易悠然白手 又从兜里 掏出20万两银票 交给陈文杰 道 姐夫 这里是20万两 你们看到合适的铺子就买下 不用担心价格 我这里还有 对了 上次让你们找的女工可找到了 找齐了尽快告诉我 我好开始培训 然后又笑看着易悠然 姐姐和姐夫和好了 就什么事都给姐夫说了 真是女生外相 给你那银子 是让你留作私房钱的 当心到时候 让姐夫给你骗走养别的女人 易悠然盯身刚大的看着易悠然 陈文杰赶紧打圆场 妹妹可别这样说 昨晚可是把我的全部家当 都交给你姐姐了 日后出去 吃个酒 还得管你姐姐要呢 昨晚我也与你姐姐说了 误会都已经解开了 你可没在火上浇油了 易悠然呵呵一笑 知道了 你赶紧去忙吧 我和姐姐还有事呢 陈文杰点点头就出门了 易悠然看着易悠然 那满脸桃花的样子 打句道 姐姐这是昨晚被滋润了 瞧着性眼淘腮 美目寒春的样子 易悠然轻垂了她一下 你这都是在哪学的 好了 赶紧收拾一下吃早餐去吧 易悠然吃完早饭 拿了空间里的遮瑕膏 给黑眼圈遮住了 易悠然看到 她这神奇的一手嘖嘖称奇 吃完饭 易悠然尽道 走和我一起 去主院秦安去吧 昨天都应该去的 被易悠然将那贵嬷嬷收拾了一顿 主院那边却一点动静没有 易悠然尽昨晚一直就很忐忑 这回准备要去她 反倒放松了 反正易悠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让小妹受一点委屈 昨晚陈文杰也说她想怎么样都行 一切有他 不料易悠然却突然开口 姐姐我听说你们府中 还有一位老夫人 我们先去看望老夫人 易悠然愁愁道 老夫人整日礼佛 已经免了小辈不必要的请安 我们平时都很少去的 易悠然却不这样认为 对易婉静道 老夫人是不是祖母的婆婆 自古婆媳就是天敌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姐姐放着这个友军不顾 整天跑去敌人面前 晃是何道理 易婉静 感觉妹妹说得好有道理 于是 易婉静被易悠然拉着去了 程老夫人那里 刚到院子中 就被下人拦着 说老夫人正在礼佛 易婉静看向易悠然 易悠然给她使了个眼色 易婉静便道 妹妹来府中小住 理应过来与祖母报备请安 祖母礼佛 我们便稍等片刻吧 易悠然乖巧地点点头 春日里气候适宜 百花争宴 这个院子里种了许多花草 易悠然就当赏花了 没过一会儿 下人来报说 老夫人让他们进去 易婉静带着易悠然便进了屋 进屋后 易悠然便看到一位 威严的老夫人坐在主位上 易婉静开口道 孙喜给祖母请安 特带家妹来拜会祖母 易悠然弯腰行礼 悠然见过老夫人 老夫人万福金安 程老夫人端向着眼前 这个还未及及的小女娃 这两日在京城的风头正旺 就连她这个足不出户的老太婆 都听说一二 就连金王都定了她 金王殿下那是什么人 一个皇上都对气无可奈何的一个人 这个小姑娘不简单 程老夫人道 一家六姑娘 挺好 坐吧 于是 姐妹两个便坐了下来 一晚进道 让下人呈上礼物 祖母 这次回娘家 母亲听说您整日礼佛 特地要我给您 带了一尊白玉观音 您长长眼 看合不合您心意 程老夫人看到下人拿上来的白玉观音 挺满意的笑笑 这玉观音倒不错 有心了 一晚进见她满意 又继续道 晚进这次回去 偶然间遇到了慕容神医 特地向慕容神医求了一副安神的方子 有助睡眠 我已抓好了药 请祖母放心用 程老夫人听到了慕容神医的名讳 立马激动了 这个失眠困扰了她好几年 一直晚上睡不着 索性就每日在小佛堂里礼服到子时 久而久之 她白天也慢慢提不起精神了 听了一碗静的话 她嘴角的笑容逐渐扩大 好 好 好 而后立马吩咐下人去煎药 一悠然见一碗静完成了任务 便朝她使了个眼色 一碗静会议 道 打扰了祖母这许久 祖母休息吧 我还要带着妹妹去母亲那里请安 这就告退了 老夫人微笑汗手 一悠然又行了个礼 这才跟着姐姐一同退下 走至门口时 老夫人的话在后面响起 若是不能生育 便过继一个男丁 在这府中 母是瓶子才能跪的 日后没事 大可来老身这里坐坐 一碗静一喜 连忙殷氏 便带着义悠然出去了 出了门 一碗静拍了拍胸口 道 妹妹 刚刚吓死我了 你真是厉害 老夫人都能搞定 不错 这所有的礼品说辞 都是义悠然给她 并且教她说的 义悠然淡淡一笑 道 走吧 不是还有一个要解决吗 义悠然他们走后 乘老夫人身边的嬷嬷问道 老夫人 这是要庇护少夫人了 不过这少夫人 现在确实懂事了不少 老夫人淡淡道 她若有这个能耐 会让郭氏 给她逼到如今的地步 嬷嬷疑惑 那是牧夫人 老夫人摇摇头道 我看是那个丫头 小小年纪 不简大 以后多照看着少夫人 也算是卖她个好 嬷嬷应了声势 便不再出声了 第46章 合作嘛 义婉静和义悠然 还没有到郭夫人的院子 郭夫人就听说了 他们两个去找老夫人的事情 不禁怒道 竟敢去找那个老坟婆 去给他们撑腰 她不知道 那位都已经半条腿进棺材了吗 当义悠然他们过来时 她就直接让下人说再休息 义婉静看了看义悠然 义悠然道 那我们就坐这里等一会 雨霸便看到郭夫人院中 竟然有个小凉亭 于是便拉着义婉静坐了过去 还吩咐下河去郭夫人小厨房 弄些点心凉茶 春日的风吹着 倒也惬意 就这样 义悠然和一碗惊淡定地 坐在那里吃着茶点 约莫半个时辰 郭夫人躺在床上 问道 他们在外面如何了 丫鬟一言难尽地道 少夫人和义小姐 郭夫人坐起来 问道 支支吾吾地干什么 说 小丫鬟道 他们在凉亭里吃点些 郭夫人道 什么 小丫鬟战战兢兢道 义小姐让丫鬟去小厨房拿得点心 郭夫人怒道 把他们丢叫进来 丫鬟出去叫人 凉亭里哪里还有人 于是又回来汇报 听外面人说 义小姐带着少夫人 一刻钟前已经走了 还说 郭夫人不耐地说 说什么了 义小姐说 夫人大上午地就在休息 可能是得了什么病吧 可得早些请大夫 不能拖 她还说 明日再过来 郭夫人气得要死 道 这个贱人 她这是在咒本夫人 明日把点心中加些八豆 喜欢吃点心 就让她吃 第二日 一悠然和一碗镜 又准时出现在郭夫人的院子 郭夫人还是没有见他们 他们就又坐在了凉亭上 当下人主动把点心上了之后 一悠然捏了一个 准备放嘴巴里 而后又将点心放在了盘子上 转而对夏和道 少夫人念在你们伺候主母辛苦 将这盘点心赏给大家 夏和 你去分给大家 一碗镜看着她这个操作疑惑了 但也没有说什么 但看到下人们把点心吃完后 一悠然又带着一碗镜离开了 当郭夫人知道这件事后 阻止已经晚了 这件事 只有她和身边的心腹丫头知道 是以外面的下人 都吃了这平时吃不到的点心 结果外面的人集体拉肚子 大家都看到了 那点心是从主母小厨房端出来的 也不敢说什么 于是第三日 一悠然再去的时候 郭夫人院中 还弥散着不可描述的味道 一悠然直接对一碗镜道 姐姐 主母院中的味道我有些过敏 看 我的手臂都红了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过两天再来吧 一碗镜也看出了些端倪 想到昨日的点心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她也有些恼火 跟着一悠然便走了 就在她们回去后 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是陈文杰父亲的妾室王姨娘 王姨娘带着她的女儿程芳芳 一进来就道 芳芳 赶紧给你嫂嫂和一姐姐请安 那女子约莫和一悠然年岁差不多 对着她们姐妹问好后 便又站在了王姨娘身后 一碗镜开口问 王姨娘今日来不知所谓何事 这个王姨娘 可是斯南伯最喜欢的小妾 为斯南伯生下一子一女 儿子已经成家 儿媳也已经为斯南伯府 生下了一个儿子 很得斯南伯的看重 王姨娘谄媚地笑着 听闻少妇人妹妹在这里小住 妾身老早就想来拜访 今日一见 果然仙人之颜色 她也是听斯南伯说 这位来了之后 金王殿下特意交代 要好好照顾 她就起了让自己女儿 与其交好的心思 她女儿只是庶女 道金王府当的妾也是好的 女儿长得也不差 到时使些手段 得到金王殿下宠爱 说不定斯南伯还得看着她脸色呢 到时候 她就让斯南伯 把博位给她儿子 易幽然听她说话 心中不由好奇 这还是冲着她来的 她淡淡开口 本小姐不惜拐弯 姨娘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王姨娘没想到她如此直接 就想着这样性子的人在后宅里 想必得宠不了多久 正适合给她女儿铺路 她不知道的是 易幽然是懒得 与她费心思绕弯子 于是听她开口道 听闻少妇人和易小姐去主母院中 几日都没见到 易小姐 想必心中也气愤吧 少妇人在府中举步为奸 妾今日来 就想与少妇人达成共识 妾在府中 虽不如主母那般一手遮天 但与少妇人互相照拂 也是可以的 所以 你的条件呢 易幽然淡淡开口 妾的条件 便是这不争气的女儿 希望易小姐可以带身边 王姨娘道 易幽然笑了 道 带身边 做个丫鬟吗 伯府小姐 好好当着不舒服 王姨娘看她竟然折辱她女儿 怒道 你 易幽然想到她的企图 不知为何 心中 升起一股无名火 直接开队 王姨娘 我不知道是怎么给你的错觉 让你与我姐姐和我谈条件 你来之前 有没有打听清楚 这几日憋屈的到底是谁 据我所知 你也是有儿子的吧 你应该是最恨不得 姐夫这一方倒霉的吧 你能真心帮我姐姐吗 想让你女儿去金王府做妾 你做妾就罢了 还要让你女儿也不你后尘 甚至还想再半岛 我这个王妃 你们在对付我姐姐姐夫 谋得四男伯府家产 我说你们长得不美 想得倒挺美的 都是千年的狐狸 就别在这丢完聊斋了 王姨娘没想到 这个第一次见的女子 能把她的想法猜得一丝不差 顿时心中生起一丝恐惧 倒是王姨娘身后的成方方站出来 指着义忧然道 你这女子好生可恶 还未嫁入金王府 就如此善妒 金王殿下怎么会喜欢你这种毒妇 义忧然根本就不在乎这种小角色 她的目标是震慑王姨娘 谁知她还没有出生 下河在一旁赤道 好大胆子 竟敢指我家小姐 你知道第一个指着我家小姐的人 什么下场吗 坟头草已经一尺高了 义忧然喝得一口水 差点喷出来 心想要不要收下河做徒弟 真是尽得她的真传啊 金雷也在暗自赋匪 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 就有什么样的奴婢 这丫头当初是多么单纯善良呀 这么就被王妃带骗了呢 下河这一句话 吓得成方方后退了一步 还想说些什么 就被王姨娘呵斥 方方 闭嘴 王姨娘看着义忧然低下头道 义小姐 是妾唐突了 妾告退 与婢便转身离去 义忧然在她身后淡淡开口 王姨娘是个聪明人 日后可不要做傻事才好 王姨娘 妾明白 然后就离开了 第47章 和解 王姨娘走后 一晚静看着自己冷静 而又睿智的妹妹 满满的都是心疼 还有愧疚 开口道 忧然 都是姐姐没用 义忧然叹了一口气 柔声开口 姐姐 过几天我就要回国师府了 想要在这高门大户生存 没点手段是不行的 姐夫在家时可以护着你 那她出去后 你该怎么办 姐夫是嫡子 府里 有些想法的人都在盯着你们 现在 你只有一个娇 而且 她是个女孩 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那些人的戒心 倘若你再生的男孩 那可就是这府中重视之地 你若是实在不想手上染血 那便考虑和姐夫 一起搬出去住吧 一晚静这次道很坚定道 忧然 我想清楚了 与其被动挨打 不如主动出击 我不会再这样成为 相公你们的软肋 义忧然看着她 誓死如归的表情 笑道 那你婆母的事情 你想好 怎么处理了吗 一晚静想起郭氏 瞬间又淹了 道 她毕竟是文杰的母亲 我又岂能做得太过了 不过 以后我不会再逆来顺受了 她想给文杰娶平妻 这件事就是不行 义忧然看她斗志满满的样子 道 这件事我帮你 姐夫母亲虽然对你过于苛责 其中不乏 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在这个府中 她的心始终是向着姐夫的 那王姨娘 与她合作 无异于是鱼虎谋皮 刚我已经敲打过她了 她若安分便罢 若是再有小动作 你也不必手下留情 义婉静点点头 这时下人通传 主母道 义忧然暗自付匪 消息挺灵通 来得倒挺快 一连折腾这几天 终于见到这位了 没一会 就见到一位衣着华丽约莫 快四十岁的妇人走了进来 头上的金布瑶 随着她的走动 也晃来晃去的 好不谎言 义婉静忙 拉着义忧然行李 问道 母亲近来可好 郭氏瞥了她一眼 没有答话 直接问 刚刚王氏那件人 刚来你这里干什么 义婉静看她是因为 王姨娘才过来的 心中便有数了 但也不想直接告诉她 回到 母亲问这个做什么 母亲不是一向 不关心我这里的事吗 郭氏一看她胆子大了 竟然敢与自己顶嘴了 便怒道 我是不关心 但王氏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别给你卖了你 还在替她数钱 义婉静觉得有意忧然在 自然也不怕她 直接回到 卖了不正好 母亲不正准备 给相公娶平妻吗 那王氏点儿媳卖了 正好给那姚家姑娘腾位置 郭氏气道 不管你了 你被欺负了不打紧 别连累了文杰 一晚经见自己如此这般 王氏也奈何不了她 不禁悔恨自己之前 怎么那般软弱想不开 真是活该 一晚经道 儿媳在母亲眼中 就那么傻吗 随便一个人来说上两句 我就背叛人家吗 嗯 好像以前确实有些单纯 郭氏见这个儿媳半月没有见 如今 现在好似吃了火药一般 她却平静了下来 淡淡道 文杰三岁时 王氏身边的丫头 将她推下水 幸亏贵嬷嬷看到 将她救了上来 五岁时 我千房万房 还是被她找到机会 给文杰下毒 那次看着文杰吐血 我死的心都有了 最后大夫 都束手无策了 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奴 给她灌了催吐的东西 这才及时把毒吐出来 捡回了一命 一晚静惊讶道 又深得你父亲宠幸 最后再把下人推出来顶罪 郭氏道 一晚静不知道 还有这档子是 好奇问道 母亲为何这么多年 不动纳王氏 郭氏道 你以为我不想 她是你父亲的青梅竹马 你们的祖母嫌她家世不好 令你父亲娶了我 她也很善解人意的 愿意做你父亲妾室 你父亲对她一直心怀有愧 曾几次三番与我商量 要将她抬为平妻 我一直没有同意 这才作罢 你以为你生了娇儿之后 大夫说 你不能生育了 是为什么 一晚静听了郭氏的话 心中一惊 随后又是愤怒道 母亲 刚刚她来了说的 便是与我守望相助 郭氏道 你答应她了 一晚静摇摇头 指着一忧然道 妹妹将她骂走了 郭氏赶着过来 就是怕一晚静 在做什么糊涂事 没想到这两个丫头 还是拎得亲的 想到王氏的难缠 又问道 那她是怎么肯走的 一晚静将一忧然 刚刚对付王氏的过程 又讲了一遍 郭氏听了之后 又重新审设 这个一家六小姐 以前听传闻说 她冷血暴力 随心所欲 如今一看 这女子心思缜密 知道已最快速度 击溃敌人 真是厉害 再看看自家的媳妇 纯笨的不止是一点 郭氏看着一忧然 有些尴尬道 一六小姐 本夫人 一忧然打断她的话道 无妨 本小姐也是寄人篱下 郭氏道 不 是本夫人的不是 我也是 一忧然有些理解郭夫人了 自己在府中步步为营 偏生有俩不上心的猪队友 索性郭夫人也没有怎么着她 一忧然就大度道 夫人 我知道你的不义 我在乎的只有姐姐和娇 如今得知姐姐不孕的罪魁祸首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郭夫人 什么交易 我帮您击垮王姨娘 您往后 莫要再管姐夫房中之事可好 郭夫人道 好 但她必须答应我 过及一个文杰的亲生儿子 一忧然 姐夫有亲生儿子吗 莫非姐夫还有小老婆不成 如果有后院那一对音音艳艳 不早就有了 于是一忧然说 不出三个月 姐姐就会有子嗣 郭夫人惊讶地看着一晚镜 她不是不能生育了吗 一忧然道 母亲已经为姐姐找到神医 调养身体 不出三月 便能怀上子嗣 郭夫人惊喜道 好 那就好 一婉静听了郭夫人的话 想想婆母的不义 以前的种种也都释怀了 一婉静眼睛红红道 母亲 婉静知错了 郭夫人道 你知道便好 以往那般对你 我也是恨铁不成钢 好了 养好身体 赶紧为成家诞下 嫡孙才是正事 一忧然看着他们婆媳两人 感慨道 这样以后 夫人和姐姐好好相处 也算是了结了母亲的一桩心事 你二位嫁到成家一先以后 夫人嫁给斯南伯 姐姐嫁给姐夫 夫人走过的路姐姐接着走 就应当是最亲密的战友 而不是敌人 郭夫人和一婉静互看了一眼 都觉得一忧然说的话太有道理 一个未及及的少女 看事情竟如此的透彻 真是佩服 一婉静突然想起什么 问一忧然道 忧然 你刚不是说 王室如果不出手 你不动他吗 一忧然笑道 他不出手 那我就想办法让他出手呗 然后吩咐金雷 去查王室这么多年做的所有事 又派了下人 去请小王爷 明日到斯南伯府一叙 一婉静问道 妹妹 你让小王爷来做什么 一忧然嘿嘿一笑 王室不是想给他女儿找个归宿 我给王室送个女婿呗 但是就怕他驾驭不了 郭氏想 大戴以后不用再担心儿子 席这两人了 俗话说 人模糊 天照顾 有这一六小姐在 他们跟着学到十分之一 也能好好生活了 事情谈好后 郭氏便离开了 离开之前 一忧然送了他一瓶消肿的药 毕竟现在已经是盟友了 贵嬷的脸还肿着 就有些不合适了 一忧然便忙自己的事去了 他要给店里员工们的 培训计划写出来 也想着早早给姐姐 解决完事情回国师府 在这里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第48章 设计 第二日 郡义成早早便来到了思南伯府 原本想着 老大要给他交代什么事 谁知道 老大就带着他逛荷花池 思南伯府的荷花 确实挺好看的 但是他外面还有一堆事要干呀 他这几天干劲十足 特别是老大化的设计图 简直太完美了 他看着那三间铺子在他手里 一点点变成涂上的样子 别提多有成就感了 可老大偏要带他在这闲逛 每次问他有什么事 他就说没事 终于到了中午 一忧然带着郡义成用了膳食 便让他午睡去了 害怕他睡不着 一忧然还专门给他加了一点安定 于是 郡小王爷粘着床便睡着了 一忧然坐在郡义成隔壁房间 喝着水 看着金雷今天清晨拿回来的消息 老天都在帮他 他的计划可能要变一变了 又吩咐了金雷几句话 就等待着好戏上演了 果然没过一会儿 就听到隔壁房中有些响动 一忧然将墙上的一幅画取下 便露出了一个小孔 他顺着小孔 便看到了隔壁房间的情况 只见郕安安小心翼翼地进了屋 看到了床上 躺着的君义成 看到他紧抿着薄唇在睡觉 看得郕芳芳 心头小鹿乱撞 而后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将一包药放进了香炉中 而后就开始脱了衣服 带他脱光衣服 心塞 易幽然见时辰差不多了 便让闪电进去 将成芳芳打晕 给君义成带了出来 君义成可是他小弟 他可不能让他失身了去 而后 金雷将一个中年男人扛了进去 易幽然准备继续欣赏 金雷淡淡说 小姐 王爷说 您要好奇他晚上亲自来教您 于是 易幽然果断扭头 去找君义成了 君义成还在睡觉 易幽然拿出银针 给他挥发了药镜 又解了春药 君义成悠悠转醒 看到了易幽然 迷茫道 老大 你怎么在这里 易幽然道 你刚差点失身 是我救了你 君义成一惊 急忙看看自己衣服 还好 都在身上 委屈问道 老大 是谁 我要杀了他 放心吧 一会给你报仇 易幽然道 君义成想了一会儿 道 咦 不对啊 老大 你大清早把我叫来 让我溜了一上午园子 中午又要我睡觉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关心下属了 该不会 是你设计的我吧 易幽然道 还不算太笨 君义成开始嚎 你怎么是这样的老大 我守身如玉十七年 差点就被你糟蹋了 老大 你得对我负责 易幽然自觉理亏 他也没想到 君义成还是个厨啊 弱弱开口道 即使真的那啥了 你也不吃亏啊 君义成一听便来气了 什么叫不吃亏 你这样 让我以后 怎么面对我心仪的女子 易幽然坦坦手 事情已经这样了 那你说怎么办 君义成听到这话 立马停止嚎叫 老大 那你教我治头子 易幽然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说 那你一会再配合我一下 我就教你 就这样谈妥了 易幽然竟在旁边 看得一愣一愣 平时叱咤京城的小王爷 在自己妹妹面前 就像一只小奶狗 如此这般好打发 这时 惊雷传来消息 王姨娘已经去了四南伯那里 易幽然便让人通知郭夫人 没过一会儿 便听说四南伯便和王姨娘 去了郭夫人那里 据说四南伯派人将成文杰也叫了回来 易幽然 看向一晚静 道 姐姐你也去吧 就按我说的来 别紧张 君义成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窜多着也想去 易幽然拉着他道 那是四南伯的家事 你我都是外人 君义成这才作罢 不停对易幽然说 这么妙的计策 不让他去看看之类的 直到易幽然拿出了头子 他才安静下来 直到他们听到了旁边院子传来的尖叫声 君义成慌忙起身 老大 老大时间到了吧 我们过去看看吧 易幽然这才不慌不忙 起身向外走 走到隔壁院子 便听到四南伯气急败坏的声音 家门不幸啊 家门不幸啊 紧接着是那王室的声音 不可能 明明是小王爷 是小王爷啊 君义成知道是他出场的时候了 见兮兮的在人群后面大声说 是谁在念叨本小王爷 而后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道 易幽然跟着君义成挤了过去 就看到成方方用被子包裹着身体 一直在哭 旁边跪着一个浑身颤抖 体态臃肿的男人 君义成见嘻嘻开口 嘖嘖 四南伯你这后院好生热闹呀 四南伯今日接二连三地受到打击 本就气急攻心 如今听到了君义成的调侃 便吐了一口血 陈文杰赶忙上前扶住 易悠然拿出银针扎了几下 四南伯悠悠转醒 想起今天的事 命令吓人 把这个贱妇和他的女儿给我带下去 第四十九章 王氏之死 第二日 听说王姨娘在柴房自义了 陈芳芳被送去了家庙 王氏的儿子一家 也被四南伯除名了 四南伯也病倒了 易悠然与易婉进回去后 易婉进受不了君义成 好奇宝宝画牢模式的开启 便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 凌晨的时候 惊雷带回来的消息是 王氏的儿子并非四南伯亲生 而是王氏当初看郭氏先生下陈文杰 四南伯很喜欢这个嫡子 慢慢地对郭氏越来越好 也不怎么进他的房 他便于府内管家苟且 直到怀上了身孕 易悠然听到这个消息后 便改变了他的计划 他让夏合去给府中下人 不经意地提起小王爷 要来府中看荷花 王氏本就经常关注这边的动作 自然第一时间便知道了 而后又让惊雷制造成文杰 不是四南伯亲生子的证据 让王氏找到蛛丝马迹的线索 王氏很开心 想着这下终于能办到郭氏了 就让下人关注着小王爷的动向 得知小王爷午休之后 贪心的王氏便决定双管齐下 到时候 四南伯一怒之下休了郭氏 自己女儿又和小王爷有了夫妻之时 为了女儿的王妃之位 四南伯也会给他扶正的 那个易悠然以前不也是个庶女吗 不就是因为被金王殿下看上了 才变成嫡女吗 相信自己也可以 于是 他便让他女儿去勾引小王爷 自己则去找四南伯 把证据拿给四南伯看 果然四南伯看到后震怒 马上便让人将郭氏和陈文杰叫过去 郭氏一到那里 四南伯便给了他一巴掌 郭氏立马被打到了地上 四南伯怒骂 你个贱人 郭氏哭诉 老爷我做错了什么 你竟然打我 四南伯道 文杰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 说着便把王氏拿出来的证据 扔到了郭氏身上 郭氏一看 道 老爷就因为这个 就确定文杰不是你的亲生子 这信一看就是伪造的 四南伯很生气 怒道 你还敢不承认 放肆 这时王氏道 老爷莫要气坏身体 老爷不是让文杰回来了吗 一会回来了 老爷不妨滴血认清 一事便知 这时 陈文杰也回来了 看到他母亲跪坐在地上 立马过去问道 母亲 您这是怎么了 郭氏没有说话 四南伯倒是开口道 来人去端一碗清水 这时 陈文杰已经看到了 散落在地上的纸张 不可思议地看着郭氏 颤声问道 母 亲 这可是真的 郭氏道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母亲自尽了这伯府 从未做过对不起你父亲之事 你父亲听信他人一面之词 如今就怀疑我 那你便跟他滴血认清 于是 下人把碗端进来后 陈文杰便与四南伯滴血认清 但结果却超出了王氏预料 血竟然相容了 郭氏此前一直表现得很失魂落魄 仿佛被复兴人伤了心 以至于四南伯和王氏 都觉得他在演戏 结果出来后 他淡淡开口 老爷还怀疑吗 文杰是我在老夫人眼皮底下 十月怀胎所生 难道老爷连自己亲娘都不相信吗 四南伯此时也有些面上过不去 遂朝着王氏吼道 你在哪里道听途说的消息 在这里冤枉夫人 你可知罪 王氏看事情脱离了他的预期 惊慌了一下便立马认错 老爷妾知错了 妾一时糊涂 郭氏知道此事 又要轻轻接过去了 想起义悠然的交代 便道 既然我儿已经遭受这等羞辱了 那不妨 将府中少爷全部叫来一起咽咽 也省得有人下次再说 别的少爷不是老爷亲生的 王姨娘有些慌了 直接道 老爷不可啊 郭氏回道 为何不可 文杰是嫡子都受的 为何那些数子受不得 四南伯被这场闹剧 弄得也没心情折腾了 也不想含了别的姨娘儿子的心 便道 文杰受委屈 我自当补偿他 要其他少爷都过来 这也太荒唐了 四南伯总共有五个儿子 除了陈文杰是郭夫人所出 其他儿子都是妾氏所生 他觉得 今天这件事就已经够丢人了 难道要丢的 全京城都知道吗 这时一晚进到了 给公婆行了个礼便道 父亲 祖母让我把府中 其他少爷都叫来了 说罢便让开路 让府中剩余的几位公子 走了进来 四南伯看到他的儿子们都到了 还说是母亲的意思 索性就这样吧 就又吩咐了下人去盛水 下人们一下端了四碗水 四南伯直接拿起匕首 便依次滴了四滴血 王氏见四南伯同意了 内心无比惊慌 哭道 老爷 妾与您一同长大 打小便心依于您 您这是 连妾都不相信了吗 四南伯见他如此 内心也有些动摇 但想到事已至此 便无视他的哭嚎 对下人道 分别娶四位少爷 一滴血滴面前碗里 王氏还要上前 一碗尽直接命令身边丫鬟 去按住他 王氏被押住 他的儿子也不明 所以就被放了血 结果可想而知 其他三个碗中的血 全部都相容了 独独留下了王氏儿子 这一碗中血也没有容 四南伯看到这个 万万没有想到的结果 脑子发昏 带他清醒过来 猛的一脚踢到了王氏身上 道 你这个贱妇 原来到最后 最不清不楚的人是你 怪不得你不让这贱种滴血 王氏的儿子跪在地上哭诉 父亲 父亲 您这是怎么了 您平时不是最心疼母亲吗 四南伯一脚将他踢开 滚 你个杂种 来人 将他给我带下去 王氏一听 要带走他儿子 他突然慌了 突然想到女儿 他定了定神 对 他还有女儿 突然说道 老爷您不能动我 方方 方方他马上就要 嫁到镇北王府了 四南伯见他 还在胡言乱语 怒道 你梦眼了吧 胡说八道什么 王氏道 方方已经与小王爷 有了肌肤之亲 不管伯爷信不信 此时就在少妇人隔壁院子 四南伯听后 哪里还不明白 这是涉及了小王爷 生怕小王爷出什么事 镇北王怪罪 四南伯忙拉着王氏 去了一晚进隔壁院子 一大群人都跟着 而后就有了易幽然 他们看到的那一幕 易幽然听了事情 与他所猜想的差不多 并无多大出入 这就是封建制度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结果三个人生活在一起 互相折磨 君义诚听完道 这都是老大的主意吧 泽泽 真是为女子 与小人难养也 易幽然敲了他的头 道 不想学头子了 君义诚立马小狗壮 老大我错了 求原谅 一晚敬 陈文杰 第五十章 各怀鬼胎 第五十章 各怀鬼胎 第二日 易幽然便离开了四南伯府 回到国师府 慕与宁看到他回来很高兴 为他准备了一桌子好吃的 悠然走这么多天 他每日都提心吊胆的 如今见他回来 心可算是放到肚子里面了 他在四南伯这几天 牧师也没闲着 给他收拾出来一个院子 易幽然来到他的新院子 新院子看着比一晚近的 冷梅院要再大上一些 还修了一个凉亭 地面上种着许多知名不知名的花草 给易幽然一种很宁静的感觉 他一眼就爱上了这里 房间里幕夫人也布置得很温馨 用的蓝色的沙漫 易幽然感慨 终于不用再看见粉红的沙漫了 幕夫人的审美 这次还是在线的 易幽然很开心 吃完饭便回自己小院了 易幽然给夏合和东梅一人一个房间 给他俩感动的热泪盈眶 立马就给他俩分了院子 更决定了以后要跟着小姐好好干 易幽然回府的第二天 易幽然叫了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易幽然看着重新坐上桌的张氏 没有说什么 易师庭打扮得像一只开瓶的孔雀 迟迟而来 易幽却没有生气 老脸笑得像一朵菊花道 师庭来了 快坐快坐这里 易幽然看着这一桌子人 陈一娘带着易幽梦 易思雨 邱一娘带着一可心 张氏的儿子亦非凡 他的哥哥一冰薄 只见易师庭汉首后 便坐在了张氏旁边 道 太子殿下下午要带我游湖 所以打扮的时间久了些 还请父亲母亲莫怪 易红开心道 无妨无妨 你好好打扮打扮 太子殿下可有说什么时候来提亲 易师庭红了脸 道 太子殿下说要先向皇上求旨 易红道 对 对 太子是老夫教出来的 最是手里了 幕夫人听出 他在寒沙摄影说金王没有来下聘 于是直接对道 谁家的女儿 还未及即便下聘 道是某些人既没圣旨 又没聘礼 就值得喊着大家来庆祝 易红觉得这个牧师 现在是一点面子 也不给他留 觉得有些气闷 但又不知道如何反驳 太子也确实没来下聘 易幽然突然呵呵一笑 我竟不知道 进族的人也能随意出来 看来父亲的话 在这府里 也不是人人都要遵从的 易红被他们娘俩这一天赌 顿时就后悔 叫他们一同来吃饭了 这时 易幽梦阴阳怪气地开口 有些人都认不清自己身份 妄想飞上枝头当凤凰 还没说完 易幽然便拿着木星兵 送她的匕首 一下地扎在桌子上 道 今天的鱼是不是没有踢骨 用不用我帮你们踢 她这一手 经得在座女眷 无不心中惊慌 尤其是见过她用手术刀 收拾张氏那丫头的几位 一下子场上异常安静 调针可闻 易红简直要被这个逆女气死了 怒道 你简直不可理喻 还没等易幽然回话 易兵博倾笑一声 我不觉得 幽然做得有什么不对 我作为长子 这就是我们这房的态度 以后你们若相安无事倒也罢 若是不想过这安生日子 那便都不要吃了 说吧 直接将饭桌掀了 吓得一群女眷惊慌站起 最后留下一句话 以后若再有人伤害我母亲及妹妹 那便就承受得起报复 于碧便扶着牧室 叫上易幽然准备离开 易幽然感觉有 格格护着的感觉真好 但她也不想让易师庭好过 所以走之前 悄悄用衣袖带起一阵风 直扑易师庭脸面 易幽然心道 你想开开心心的游壶 是不是也得问问 我愿不愿意 回到木夫人的院子 木夫人就让下人准备了午膳 三人很愉快地吃了午饭 还在讨论着 易幽然的新院子 叫什么名字 相比于易幽然他们的轻松 易红这边气氛就要显得紧张许多 易幽然他们 先桌子走后 易红也没有心情再吃饭了 便也愤愤不平地拂袖而去 其他姨娘也不敢多说什么 也都带着各自的女儿离开了 剩下了张许他们母子三人 张许道 这个易幽然有点邪乎 你们以后切不可与她正面敌对 易飞凡道 不就是个丫头骗子 看把你们给吓的 张许刚想再给儿子说说 看到易师庭时便惊呼一声 师庭 你的脸怎么了 易师庭摸了摸脸 紧张道 我的脸怎么了 我没有感觉啊 易飞凡也看到了 指着她的脸说 姐 你脸上好多红疹 易师庭拿出随身带的小镜子 照了一下 立刻发出一声尖叫 啊 我的脸 我的脸怎么了 快去叫大夫 结果易师庭看了好几个大夫 都说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的胡当然也没有成 陈姨娘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回去后 便对易幽梦交代 以后不许再参与 穆章两房之间的事 易幽梦心中不平衡 为什么易幽然以前 一个不如她的小透明 摇身一变 就成了她高攀不起的嫡女了 心中虽不情愿 但也点了点头 陈姨娘苦口婆心地劝道 现在穆夫人一房 显然不是以前那般了 背后又有丞相府撑腰 你看张夫人 最近不就屡次落了下风 以后谁胜谁富有未可知 你就不要再去搅和他们的事了 易幽梦不服气道 二姐姐马上就要做太子妃了 难道还收拾不了一个易幽然吗 而且 我跟着二姐姐 还有机会能见到太子呢 陈姨娘严厉道 易师庭太子妃的位置还没坐稳 可那位可是准金王妃呢 你最好收起你那些心思 姨娘会给你物色一个合适的 易幽梦不知道记住多少 但是她妹妹一丝雨 却悄悄记住了 第五十一章 喜欢银子 这两日 易师庭没有出门 因为脸上的疹子一直不能消退 易红也很担心 特意找了太医来给她看 结果也没看出来是什么原因 只说 有可能是体内湿热引起的 开了个药方便走了 易师庭喝了也没什么效果 她的脾气也一点点暴躁起来 丫鬟们都吓得战战兢兢 大气都不敢出 生怕她一个不顺心拿着他们出气 易幽然听到这个消息 倒也没在意 中了她的赌气是 那么容易能解的 她这两天也很忙 上次穆夫人带她去 给那个大学室刘夫人看诊 经她治疗后 刘夫人竟然怀孕了 于是与刘夫人交好的夫人们都知道了 一传十 十传百 慢慢地 陈希大夫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了 许多人都拖着刘夫人找她看病 于是刘夫人就找到了穆夫人 穆夫人私心是 不想让女儿再抛头露面 但经不住刘夫人一再地拜托 这才将这件事告诉了易幽然 易幽然正在准备 她店铺里面的货物 一部分是从茉莉空间拿出来的 还有一部分 是她让东梅做出来的 最近一段时间 东梅一直在家做这种最基础的水乳套装 已经做了大几百瓶了 易幽然约摸着 应该够开业卖得了 当她听到穆夫人的消息 心想着 又能捞一笔了 鉴于她很忙 就自己筛选了一些比较急 而且比较严重的病人 她又戴着面纱 又给自己稍微的易容了一下 而且 每天上午只看两个 下午还要培训她的员工们 这天晚上 易幽然在幕夫人那里吃完饭 回到了自己的小院里 刚进屋就看到君哲旭在桌旁坐着 易幽然看到她首先想到的 就是那天的那个吻 而后又一连消失这么多天 就没好气地问 你今天来做什么 你就这么喜欢 偷偷进别人的院子 君哲旭看到她语气不善 想到她可能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 道 没进过别人院子 易幽然道 怎么没进过 之前你进的就是我姐姐的院子 君哲旭 不管进谁的院子 找的人就只有你一个 易幽然 少在这花言巧语了 收起你那片女孩的伎俩 告诉你 姐不是那一套 君哲旭算是弄明白了 她这是 在生自己的气 虽然不知道这丫头为何生气 但是媳妇生气了 还是得哄呀 想到这丫头喜欢银子 就从兜里掏出来一打银票递给她 谁知易幽然看到银票更生气了 道 你给我银票做什么 想包养我啊 告诉你 姐姐我虽然喜欢银子 但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本姑娘自有挣钱的一百种方法 到时候 拿钱砸死你 君哲旭看她喋喋不休的小嘴 想起上次品尝过的美妙滋味 于是又欺身上前 直接吻了上去 易幽然 内心一万只羊驼飞过 待一吻结束后 君哲旭慵懒的声音 在她耳畔响起 期待着然而能挣很多钱 来包养本王 到时候 悠然把本王欺负得下不了床 我也毫无怨言 易幽然选择无视她的话 用力推开她 拿起桌上的银票揣怀里 便宜都让她占了 这钱不拿白不拿 拿了钱之后 就坐在桌旁也不吭上 君哲旭见她的模样 可爱的紧便说起了正事 今日 来给你送后天的宫宴穿的衣服 易幽然一听 直接拒绝道 什么宫宴 我不去 她才不要去那老十字宫宴 宫里嫔妃娘娘 那一个个都是宫斗的领军人物 哪个想收拾她 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她可记得 张氏的姐姐 好像还是一个贵妃呢 她没事找世上 赶子找虐去啊 君哲旭看她拒绝得如此干脆 便直接道 你是未来金王妃 不去就是不遵圣上 易幽然 那我生病了 去不了 请兵驾总可以吧 君哲旭 那好吧 皇上让我给你送几样东西 既然你不去 那十万两银子 估计也要一同收回去了 易幽然 好像这回又好了 皇上的礼物呢 拿来让我看看 君哲旭看她翻脸比翻书还快 便让追风将衣物都拿了进来 易幽然看着几套做工精美的几套首饰 看着都价值不菲的样子 双眼冒着猩猩问道 君哲旭 你说这一套能值多少钱 君哲旭心想 养个这样的媳妇 应该很费银子吧 此时无比庆幸她钱还算多 易幽然看完首饰 又看向了那身淡青色的衣服 只见衣服是天蚕丝做成 总共有两层 衣服上绣的茉莉花 栩栩如生 清大而不失高贵 就连白尾上都用金线绣着波纹 一眼看上去便爱了 易幽然直接道 这衣服太漂亮了 你等一下 我试试看 说吧便拿着衣服去了屏风后面 差不多一炷香后 易幽然从屏风后面出来 君哲旭皱了皱眉 她知道 她穿上必然漂亮 但没想到是如此惊艳 早知道就不给她穿了 易幽然看她的表情 问道 怎么了 不好看 我觉得挺好呀 一定是没配上精致的妆容 等公宴那日 我美美地化上一个妆 惊艳他们所有人 肯定让你被有面 君哲旭道 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下折腾了 易幽然又去把衣服换了回来 看着君哲旭道 东西送来了 你还不走 君哲旭心道 这个势力的小女人 用完就赶她走 于是她说道 我累了 易幽然 累了 就赶紧回去睡觉呀 君哲旭 我饿了 易幽然算是看出来了 她根本就不想走 看在那么多银票份上 她忍了 问道 你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 君哲旭看着眼前的小女人 突然有一个家的感觉 于是道 你看吧 简单点地做什么都可以 易幽然任命地往厨房走去 因为她不习惯院子里面太多人 很多事 她都亲力亲为 不习惯别人太多参与她的生活 触及她的隐私 所以 拒绝了木夫人给她天然的提议 东梅最近一直在让她研究护肤品 于救下和一人近身伺候 还有两个洒扫婆子 做些杂活 她到了厨房 看到厨房里有几个番茄 一些青菜 易幽然懒得在和面做面条 便从茉莉空间里 拿出一包龙须面 没一会儿 就做了一碗番茄鸡蛋面 端回屋中 易幽然回到屋中 发现君哲旭已经躺在她的床上睡着了 她走过去 看着她的睡颜 真他们的帅 易幽然想到 上次给她解读时看到她的身体 瞬间脑子一热 感觉鼻血都要流出来了 这才转移了视线 易幽然看她睡得香 看着那碗鸡蛋面 想着好久没有吃过了 便自己坐下吃了起来 因为刚吃了饭 吃了两口便吃不下了 易幽然忙了一天也挺累的 正考虑着 要不要叫醒她 这时追风出来说 王妃 王爷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 好不容易睡着 易幽然又想到了银票 这可是 她的大金主 于是便道 好吧 那让她睡吧 我走行不 追风又道 王妃您这一出去 让人看到对您的名声不好 皇室最注重名声 万一风言风语传出去 易幽然道 得了 你不就想让我俩共处一室吗 我也懒得折腾 你下去吧 我打地步总想吧 说完便揪着追风 给她扔门外了 然后啪的一声 将门关上了 追风看着紧闭的房门 心道 主子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此时在屋中装睡的某人 也给追风系了一宫 平时憨憨的 关键时刻 还是有些用处的 易幽然进屋之后 找被子准备打地铺 但翻了房间里的柜子 却发现没有被子 易幽然忙了一天 也累得不行 看到君哲旭旁边 还有很大位置 便翻身上床 在两人中间放了一把匕首 随后拿出一根针甩出去 熄灭了灯 易幽然听着君哲旭的呼吸声 本来是有些睡不着的 无奈困意袭来 便失去了意识 君哲旭在黑暗中睁开眼 看着这个小女人的睡眼 看到两人中间那把 在夜色中 依旧寒光闪闪的匕首 哭笑不得 哪有这个样子防人的 他小心翼翼地 将那匕首拿起来收吼 心满意足地抱着他 继续睡了 第52章 郑北王腰伤 易幽然第二日醒来后 便不见了君哲旭的身影 心想 他跑得倒挺快的 然后就去看诊了 今天是去给郑北王爷看诊 本来按顺序是轮不到他的 但易幽然想到 是他小弟的爹 便给他加了个队 郑北王府不太远 易幽然也坐不惯马车 便走着过去了 还没走到 便看到亮闪闪的烫金大字 镇北王府 易幽然暗自吐槽 真是土豪 皇亲国妻就是牛叉 在门口亮出刘夫人 给他的通行证 便横行无阻地进去了 王府里面的景色 更是雕梁画动 停台楼阁 就跟电视里面的差不多 下人将易幽然 带到了王府主院 就听到一个男生 从里面传出来 我这个伤态医院院守 都没办法治 你给我找个野狼中看 然后就听见一个女生 我还不是操心你 你不领情就算了 赶紧隔屁了 老娘好带着君一臣 再找第二春 找个比你长得好的 比你有钱的 还没等他说完 那个男人的声音又响起 好 好看大夫 大夫来了没 赶紧请进来 给本王瞧瞧 易幽然在外面听得 也挺有趣的 突然听到镇北王提到了他 便走了进去 一进去 便有一种美女与野兽的急事感 只见镇北王身材高大 胡茶凌凌散散 而镇北王妃身材娇小 保养得很好 看着 也就三十出头的年纪 易幽然对着他们行了礼 陈希见过镇北王爷王妃 镇北王见他这么年轻 还是个女子 更不相信了 问道 不知陈希大夫失从何人 学医多少载 易幽然道 英雄不问出处 只要小女子 能将王爷的病治好便罢 镇北王看他自信的模样 倒是有些兴趣 问道 不知陈希大夫从哪里看起 易幽然道 看王爷说话声音响亮 身体也恐无有力 就是行动时 妖不多有不便 想必王爷应是妖不不适 镇北王看向镇北王妃 镇北王妃摇摇头 表示自己 没有告诉易幽然 镇北王的妖疾 也只有少数人知道 因为曾经常年 在外打仗落下的毛病 于是 镇北王问易幽然 你可有办法 易幽然道 具体还需要看病情 还请王爷脱掉上衣 趴在床上 让我看一下 镇北王听着小丫头 腰让她脱上衣 立马像受了委屈一样的 看向镇北王妃 镇北王妃道 我都不在乎 你在乎个屁啊 衣服脱掉 镇北王乖乖脱掉上衣 趴在床上 易幽然看她 如此气管炎 不禁想笑 赶忙忍住笑 手沿着镇北王的腰椎摸了起来 而后她已经确定 是妖疾劳损了 还有些严重 然后她对镇北王夫妇说 可以确定是妖疾劳损了 而且还不轻 要想治好初步 估计要一个月 针酒配药物 但是前提是王爷 要改变自己的不良坐姿 王妃一听 易幽然有办法治疗 她很开心 便道 那有劳晨熙大夫了 还请大夫马上为她医治 镇北王看王妃已经决定了 她只能乖乖地任意悠然拿捏了 易幽然拿出她的寒玉针 在镇北王背上不停地下针 而后又拿出爱酒 给她酒了半个时辰 又让她给吃了药 等镇北王站起身后 发现自己 真的轻松了好多 腰部也没有 以往扭一下就疼的感觉了 因为爱酒的原因 还有一种腰部暖暖的感觉 而后 镇北王看易幽然的眼神 都不一样了 忙道 陈希大夫 你说我这个真的可以治愈吗 易幽然点点头 回道 三天我来给您扎一次针灸 但是您也要保证 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我保证 一个月后便和正常人一样 不会再有疼的感觉 说吧易幽然便准备告辞了 镇北王妃立马道 陈希大夫请留步 诊经我已经让下人去取了 她可是听说 这个大夫很爱钱的 她得把钱给到位了 人家才能更精力不是吗 易幽然原本是想将镇北王治好 再要诊经 一听镇北王妃如此大气 便不再推脱 于是便坐在了凳子上 第五十三章 干爹干娘 就在这时 君逸臣走了进来 先给镇北王和镇北王妃打了声招呼 然后看向易幽然 想着这么年轻 肯定是个骗子 于是道 这位就是那位神医了吧 这么年轻 正好小爷肩膀 这两人有些不舒服 你过来给小爷按按 易幽然听她这么见的语气 就想上去收拾她 这时镇北王呵斥道 不得无礼 镇北王妃直接上去捏着她耳朵 你皮又痒痒了是吧 敢对晨曦神医这般 君逸臣咬着牙 道 母妃 疼 疼 好疼 您轻点 易幽然觉得挺搞笑的 这么大了 还被揪耳朵 于是淡淡道 既然小王爷不舒服 那我便给她置之 君逸臣听到她说话 莫名地感到有些熟悉 又看了看身形 因为她戴着面纱 所以不能看出她的长相 就在易幽然向她靠近时 君逸臣突然指着她 老大 易幽然 草率了 随后道 什么老大 你认错人了 君逸臣激动地蹦起来 就是老大 你就是老大 我能闻到你身上茉莉花的味道 易幽然 这丝是狗不成 还能靠味道认人 易幽然问 小王爷认错人了 肩膀还疼不疼了 需不需要我给你松松鼓 君逸臣忙后退道 不劳烦神医了 我不疼了 一点也不疼了 镇北王夫妻二人惊呆了 自己的儿子整天 啥样他们 再清楚不过了 如今在这个少女跟前这般的 狗腿 真是少见 易幽然看这丝已经认出了她 索性也不装了 直接摘下面纱 一张与易幽然相似的面容 出现在君逸臣面前 君逸臣看到这陌生又熟悉的面容 结巴道 老 大 她又有点不确定了 但是这气势 好像老大 镇北王看着清秀面容的女子 心中有了一丝猜测 道 可是国师府六小姐 易幽然拿出沾了卸妆水的面巾 擦掉了脸上的翼容 君逸臣看到 确定是她老大无疑了 真的是你啊 你这一手真厉害 能不能教教我 易幽然看了她也没说话 回答镇北王的话 臣女见过王爷 因特殊原因不得已隐瞒身份 还望王爷见谅 镇北王笑呵呵道 无妨 无妨 都是一家人 侄儿媳妇 中午在这用膳吧 不等易幽然拒绝 镇北王便吩咐下人 去准备膳食了 镇北王非热情地拉着易幽然道 侄儿媳妇 过来给我说说 你是怎么让我家那臭小子那么听话的 易幽然心道 得了 走不了了 还不等易幽然回答 君逸晨道 老大老大 今天晚上也在我家吃好吗 还是烧烤好不好 最近想得紧 结果易幽然第二个病患也没看着 镇北王亲自派人去那家说了 那家只是普通光患 哪里敢与镇北王抢人 于是一整天 易幽然就待在了镇北王府 吃完午膳 镇北王妃便拉着易幽然问她 是怎么化妆的 竟然能把五官变了 结果易幽然便给镇北王妃 讲了一下午的美妆 不仅交了她身边的丫鬟 还送了她一整套的护服家彩妆 以至于镇北王看到她的脸后 都移不开目光 令镇北王妃欣喜不已 非要拉着易幽然结拜姐妹 易幽然哭笑不得 按道这王妃 果然是性情中人啊 最后还是 镇北王和君逸晨合力抗议 这才作罢 君逸晨苦哈哈的想 以后老大 要和母亲做姐妹 以后不就要叫老大姨母了 一个比自己 还小的姨母 等等 比自己小 君逸晨眼前一亮 道 父王母妃 何不认老大做义女 于是镇北王妃 看着易幽然小心翼翼地道 会不会辱没了幽然 镇北王没有女儿 心想 若是能有个这般厉害的女儿 睡觉她 也会笑醒吧 就是不知道幽然能同一步 于是她也眼巴眼望地 看着易幽然 君逸晨继续开始忽悠易幽然 老大 我父王母妃 家产可多了 镇北王镇北王妃 这倒霉孩子 易幽然看出 这一家的真心实意 挺感动的 于是道 若是王爷王妃不嫌弃 镇北王妃急忙说 不嫌弃 不嫌弃 君逸晨听到这话 立马让她的小厮去倒茶 茶道出来后 易幽然跪在蒲团上 给镇北王敬了一杯茶道 单爹请用茶 镇北王笑眯眯接过茶水 并给了易幽然一个大红包 后易幽然又给镇北王妃敬了茶 镇北王妃大气地送给易幽然许多首饰 而后 君逸晨见嘻嘻开口 易幽然 以后我便是你的单哥哥了 以后出去 可要好好照着我要 易幽然终于知道了 这或是在这里等着他呢 于是呲牙道 好啊 单哥哥 我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镇北王妃看了自己儿子一眼 满是不屑道 幽然 你若是不喜欢我立马跟他断绝关系 镇北王显然也很开心 直接道 以后出去有什么跑腿的事 就找这个臭小子 他也干不了什么大事 君逸晨 怎么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了 明明昨晚上 他娘还说他是好蛋呢 晚上吃烧口 君逸晨照例将他那三个狐朋狗友请来了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镇北王既然将君哲旭也叫了过来 以至于君哲旭来了之后 那四人像猫 见了老鼠一样 不敢多说话 镇北王便将他叫了过去说话 君哲旭一走 气氛瞬间活跃起来 君逸晨见兮兮开口 悠然 这么大一块冰山 你受的了吗 不行 哥哥再给你找个好的 易幽然想到 那丝昨晚在他床上睡了一觉 今天又装作没事人一样 也有些气氛道 好啊 找到比他帅的 立马给我领过来 君逸晨看到君哲旭在看他 顿时怂了 其实金王这人挺好的 威武霸气 最主要的一点 夏天不热 至于冬天吗 帝龙可以稍旺点 最重要的一点 比他帅的 估计不好找 易幽然疑惑 他怎么突然改变立场了 转身一看 君哲旭正在凉亭里 盯着他们几个看呢 易幽然心想 这狗男人不会听到他们说话了吧 那这听力 也是够好的了 这边四人安静埋头在烧烤 烤好了 便派易幽然 去给郑北王和金王送去 易幽然端着烧烤走到了凉亭 看到两人正在下棋 易幽然不懂棋 但看两人黑白子交错 占了大半的棋盘 便知这两位都是高手 易幽然将烧烤放下就准备走 君哲旭突然说 过来 易幽然迫于他的淫威 乖乖地过去坐下 君哲旭拿起一根烤串递过去 吃吧 于是 易幽然便坐着开始吃起来 郑北王也拿起烤串 学着易幽然的样子吃了起来 吃了一口之后便停不下来了 这个味道真是上头 易幽然拿出他换过包装的啤酒 给郑北王倒了一杯 郑北王喝了一口 问道 这是 易幽然道 这叫麦芽酒 我自己酿的 完了又看了君哲旭一眼补充道 不容易喝醉 而后给君哲旭和自己倒了一杯 示意他尝尝 君哲旭尝了一口 心道果然别有一番滋味 这个丫头真是个宝藏啊 第54章 入宫 郑北王品尝到了美食 急于与自己正在房间研究妆容的王妃分享 便拿着一把烤串 和一坛子啤酒回房了 凉亭里就剩下一幽然和君哲旭 两人谁也没有说话 最后还是易幽然打破沉默 那个你 那个我 算了 来喝酒 易幽然又喝了一杯 他看向君哲旭还在小酌 添沙的 这男人喝酒竟也是这么好看 就这美色 易幽然又喝了一杯 然后竟发现 有两个君哲旭 易幽然问道 君哲旭 你怎么变成两个了 说爸还用手揉了柔君哲旭的脸 道 真是好看哪 来 让姐姐香一个 说爸便起身上前 就在此时 君哲旭直接拦腰 将她抱起便走了 君一成四人看到这一幕 魏易幽然默哀了一秒 下一秒继续开始了 他们的喝酒划拳家撸串 君哲旭将易幽然抱回了国师府 夏合看到了自己小姐 被金王殿下抱回来了 便要上前 君哲旭道 退下 夏合便退下了 心想 只要小姐回来便好 被未婚夫抱回来 也没啥的 君哲旭将她放在床上 原本睡着的易幽然突然赶到 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地方 便迷迷糊糊睁开眼 看到君哲旭的俊颜 便一喜 帅哥 哎 让姐抱一个 说着便抱住了君哲旭的腰 而后似是腰带各住她的脸 顺手便解了君哲旭的腰带一扔 君哲旭深吸一口气 道 妖精 你在点火 易幽然似是不满意 便道 君哲旭你不要乱动 说爸 便猛地将君哲旭拉倒在床上 然后又看了一眼君哲旭的俊脸 在其嘴巴上巴唧一下 而后又在胸口上 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睡着了 君哲旭看到她终于睡着了 而她也快坚持不住了 便将她放在床上盖好被子 拿起腰带竖起 便快速离去了 然后追风在紧赶慢赶之后 又看到主子 跑到了上次那片湖泊 次日易幽然醒来得很早 想到昨日自己喝了 三杯啤酒 就又晕了 内心对这具身体 又是一阵吐槽 昨日还没有完全失忆 她对君哲旭做的那一幕幕 还在自己脑子中 让她恨不得找个被子蒙上脑袋 然而就这样 还没能将君哲旭睡了 这让她的脸往哪个 难道君哲旭是个弯的 那这就有理由解释了 易幽然释怀了 就是觉得有些可惜 因为今日要参加公宴 所以夏和东梅很早就开始为她打扮了 易幽然穿上 上次君哲旭拿来的那件青色天蚕丝衣服 又让东梅给她梳了一个发迹 随后自己化了一个美美的妆 本身皮肤就很好 再加上眼影腮红 更显得出水芙蓉 落落大方 易幽然已经弄清 自己是君哲旭工具人的身份 倒没有那么紧张了 直接便走出去 找牧师一起去参加公宴 牧师看到她的妆容 着实惊讶了一下 随后是满满的惊喜 平时就觉得 小女儿出落得越来越好看 只是她平时在穿衣打扮上 一点也不上心 整天给人的感觉 就是干净利索 今天这一打扮 就觉得女儿如同仙女下凡一般 易幽然看到牧师的表情 然后拎起裙子转了一圈 道 母亲 我好看吗 牧师笑着点头 好看 好看 悠然最漂亮了 易幽然呵呵直笑 挽着牧师的胳膊 笑嘻嘻地出门 就在他们走到门口时 就看到易师婷和张氏 也出了门 准备上马车 对方也看到了他们 似是惊讶了一下 随后便进了马车 易师婷的脸已经好了 易幽然的药 也就三天的药效 给她天天堵而已 也并没有想要她的命 杀人得先诛心 让他们好好的死 并不在易幽然的计划之内 易师婷看到易幽然今天的打扮 差点咬碎了银牙 她不得不承认 易幽然确实长得比她漂亮 今天的打扮 又为她加分不少 她感觉自己 都要被比下去了 张氏 看出了女儿的不快 拍拍她的手道 师婷莫及 母亲已经和你姨母商量好了 今天定让那个小贱人 吃不了兜着走 易师婷想到 昨晚张氏与她的计划 心中的憋满少了许多 易幽然在马车上 给牧师也上了一个精致的妆容 就在她无所事事 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 马车停下来 易幽然扶着牧师从车上下来 发现宫门口已经来了许多人了 都在站着等待着 一个个检查入宫 易幽然见旁边的通道 一辆马车直接进去了 就问道 母亲 为何那边的马车可以进去 牧师道 那边的是 皇亲国七的通道 易幽然恍然大悟 那边就相当于现代的 VIP通道 人家可以开着车进去 他们这边就得排队 一个个走进去 就在她愤愤不平时 一个马车从隔壁道上停下 君异晨掀开车帘 朝易幽然挥手 幽然快来 我带你进攻 易幽然立马拉上牧师 向她的马车走去 她看在这里排队 最起码还要一个时辰 现在有捷径 为何不走 牧师边走边说 幽然要不我再等等 你先去跟小王爷走 易幽然拉着牧师道 没事的 她不介意的 于是 易幽然一改 刚刚不开心的心情 扶着牧师上了 君异晨的马车 这时易师庭叫住了她 道 妹妹可否给小王爷说下 也捎带我们一下 易师庭想着 易幽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不会拒绝她 但是易幽然偏偏不走寻常路 道 姐姐想坐马车啊 那让太子殿下出宫接你啊 小王爷的马车太小 乘不下那么多的人 与爸 直接钻进马车里 而后马车便扬长而去了 气得易师庭在后面直跺脚 旁边的人还在打听 那对漂亮的女子是谁 怎么就得了小王爷的青睐 第55章 月月公主 一半走之前 还给易师庭拉了一波仇恨 说让太子殿下来接易师庭 此时大多数贵女 看易师庭的眼神都变了 谁不想做太子妃 平时就听说太子殿下 长邀易师庭去游湖 看来是真的了 易师庭看到周围人的转变 拧紧了手中的袖帕 心中暗骂易幽然 君逸臣看着他们母女 牧师首先道 见过小王爷 多有打扰 君逸臣道 我母客气了 幽然是我干妹妹 我理应照顾你们 牧师一惊 小王爷的父亲 可是郑北王 这干妹妹从何说起 忙道 不敢不敢 易幽然见母亲 如此小心翼翼 便道 昨日去给郑北王看病 他任我做了干女儿 所以 母亲以后见到小王爷 不必如此谨慎 牧师有些惊讶 但在马车上也不好询问 便点点头不再说话 君逸臣看到易幽然的妆容 道 幽然你今天真好看 明明感觉他的脸 没怎么变化 但就是觉得精致了许多 易幽然嘿嘿一笑 今天来还有一个大事要办 办成了咱们的店铺 就一炮而红了 君逸臣立马来了兴趣 道 什么事 要不要我帮忙 易幽然道 一会你就知道了 便任凭君逸臣怎么问 都不再说话了 易幽然坐在马车上 欣赏着皇宫的风景 好大的一座宫殿建筑 金黄的琉璃瓦 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路上铺着青砖 马车走上去并不颠簸 快到御花园时 马车才悠悠停下 易幽然他们下了车 君逸臣便道 悠然我们进去吧 今天就是一个赏花宴 来得早的人 可以先在御花园转转赏花 易幽然刚进御花园 便吸引了院子里面的目光 大多数人都在想 这是哪里来的仙子呀 这回人还不是太多 大多数人还都在宫门口堵着 此刻在御花园 都是些薰贵人家 而且还看到小王爷 在他身边的狗腿模样 纷纷都在好奇易幽然的身份 易幽然看到他们好奇的目光 想问又迫于旁边 君逸臣的淫威不敢问的样子 就知道已经成功了一半 就在这时 一个约某十四五岁年级的少女 跑来过来 直接问道 君逸臣 这是哪家的小姐 少女穿着鹅黄色的宫装 一副天真可爱的样子 说话间满是娇蛮 一看就是被宠坏的小丫头 君逸臣看到她过来 头一扭 一副不想理会的样子 君月月看她一副 不理自己的样子 直接上来掰过她的脸 道 君逸臣 本公主在问你话呢 君逸臣道 我是你堂哥 先学会怎么好好称呼再说 君逸臣撅起小嘴 道 陈堂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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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能说了吗 然后悄悄从衣袖里 拿出一个东西 放到了君逸臣身上 君逸臣正准备介绍易幽然 便感到身上有什么东西 扭身一看 竟然是一条小蛇 立马吓得蹦了起来 细细一看 竟然是一条小青蛇 吓得用力甩了几次 也没能甩下来 牧师也吓得不轻 但还是尽力 将易幽然往他身后拉 易幽然内心感动 但君逸臣是他认可的人 他得护着 直接向前 拎着那条小青蛇 把他盘在了胳膊上 他看清楚了 就是一条脆青蛇 没有毒 易幽然还在想 要不要把这条蛇解决了的时候 他不能用匕首 毕竟进攻不让带力气 用手又觉得好恶心 而后看到了君逸越的发簪 直接拔下对准他的七寸扎了下去 君逸越看他要杀他的小青蛇 直接吼道 你不要杀他 易幽然笑着瞧了他一眼 道 为什么不能杀他 易幽然一条畜生 也敢惊吓小王爷 死有余辜 说罢便又要下手 君逸越忙道 我错了 请你不要杀他 君逸臣看到易幽然为他出气 心中很是感动 又有些羞愧 但也不敢靠近易幽然 毕竟那条蛇还在他胳膊上 易幽然淡淡道 你不应该向我道歉 君逸越马上扭头 看向君逸臣道 堂哥我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君逸臣扭头哼了一声 不想理他 但表情明显已经松动 易幽然便把青蛇和金钗一起还给了他 就在给他的时候 易幽然又感到自己肩膀上爬上了个什么东西 转头一看 一只蜥蜴的两只眼睛正盯着他 易幽然心想 这个公主真是个怪胎 身上都是些什么东西 易幽然就这样和蜥蜴对视了一会 当众人都以为他吓傻了的时候 他淡定地将蜥蜴取下来 拿在手上摸了摸他的头 蜥蜴还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弄得易幽然都不忍心跟他动手了 君易成吼道 君月月 你够了 易幽然道 公主这道歉礼物 我很喜欢 这就收下了 羽霸就不知在哪里 拿出一个透明盒子 便把蜥蜴收了起来 君月月一见自己的蜥蜴 被易幽然收了起来便道 不是 易幽然道 不是什么 难道又是不小心放出来的 君月月 易幽然看他不吭声 便准备带着牧师离开 君易成见他们走 便什么也没说 赶紧跟上 君易成赶上易幽然 道 那个幽然 谢谢你啊 那个君月月实在太过分了 他被黄伯伯宠坏了 你别和他一样啊 易幽然道 无妨 他也伤不到我 他确实也没有伤到他 那条蛇和蜥蜴都没有毒 想必他也只是恶足巨星理 君易成见义悠然的 却不像生气的样子 便道 月月的母亲是个宫女 黄伯伯有次喝晕后 宠幸了她 酒醒后 黄伯伯感觉被算计了 便把她打入了冷宫 谁知那宫女有了身孕 在冷宫里生下了月月 月月就和她母亲 在冷宫里生活到三岁 后来有一次 她偷偷溜去御膳房找吃的 在路上被黄伯伯碰上 这才知道她的存在 黄伯伯有些愧疚 便封了月月母亲为凭 但宫里人 还是没有把他们母女当回事 残羹冷饭 依旧受人白眼 因此 月月自小便和这些小动物玩 直到月月九岁那年 她母亲因黄伯伯而死 临死前求黄伯伯善待自己女儿 黄伯伯想将月月 记在皇后名下 但月月拒绝了 就自己住在她母亲店中 黄伯伯后来也常去看她 对她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 所以给她养了很多奇怪的动物 已不知道 她的宫殿里面 都快和动物园一样了 一悠然听后 心到这位月月公主 也挺有趣的 便也只是笑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不一会 御花园里 已经陆陆续续到了很多人 牧师也被两位手帕娇叫 过去聊天了 一悠然之前告诉牧师 若有人问她的妆容 就说在那三间铺子画的 她今天准备在这里 打开铺子的知名度 能省下很大一笔广告费呢 因此 易悠然尽可能地在御花园中乱逛 尽可能把这副皮囊 发挥得淋漓尽致 君逸臣怕她不知道路 因此一直在她身旁跟着 易悠然道 你有事就忙去吧 不用跟着我 君逸臣道 宫里的人多 你又不认识 今日入宫之前 母妃特意交代让照顾好你 易悠然感动于镇北王妃的关心 便问道 干娘呢 君逸臣道 她和父王一早就进宫了 这回姑母在与黄伯伯聊天吧 第五十六章 见皇帝 镇北王夫妇 正与皇帝在御书房聊天 罕见的是 君哲旭也在旁坐着 君月月走进殿中 向众人都请了安后 看到镇北王便道 皇叔皇审 君逸臣欺负我 镇北王还没说话 皇上道 今日又怎么了 整日胡闹 你堂兄哪次没有让着你 君月月道 是堂兄今日带了一名女子 把我的小绿抢走了 还差点杀了我的小青 皇帝咒眉问 小青小绿又是什么 君月月拿出那条小青蛇道 这就是小青 小绿是只蜥蜴 皇帝看到那条小青蛇 立马就怒道 君月月 朕不是不让你养这种东西吗 今日多少大家闺秀 你拿出来吓坏人家可怎么办 还有一只蜥蜴 等等 你说那姑娘抢走你的小绿 那姑娘是谁 这时镇北王妃道 想必是我那干女儿了 果真是女中豪杰 月月 给皇婶说说 是怎么回事 君月月苦着脸 将事情给他们讲了一遍 镇北王听后哈哈大笑 道 月月你这下可踢到硬板凳了吧 皇帝不由地好奇 问道 你的干女儿到底是何人 竟然不怕这丫头的那些东西 这时 君哲虚闷闷道 是我的王妃 皇帝道 是国师家那丫头 镇北王汉首 皇帝道 这个丫头既然到了 那我们便过去吧 这个赏花宴 就是未见那丫头办的 皇帝听着有趣 迫不及待 想要见见这个未来儿媳妇了 玉花园的赏花宴 原本皇上皇后开宴前道就可以了 皇帝这一去 皇后那边听到消息后 立马带着太子也过去了 皇帝出现在玉花园 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慌忙跪地行礼 一悠然也不例外 跪在青石板上 忍不住吐槽 这万恶的封建主意 所幸 皇帝也没让她跪多久 便让大家都平身了 皇帝的目光 一眼便看到那个女子 君哲虚在她这里弄走的那一匹淡青色天蚕丝 原来是给这女子做了衣服 皇帝也没有忽略 这女孩跪下时 脸上那一丝不满 呵呵 有意思 于是皇帝威严地开口 刚是谁拿了月公主的蜥蜴 一悠然心知 公主去告状了 这是小的打不过叫来了老的 他正准备出来回话 君忆臣立马站出来道 是我 皇帝看到君忆臣站出来便道 既然是你 那你还给你堂妹吧 君忆臣支支吾吾道 我先晚两天再给她 一悠然心知君忆臣瞒不了皇帝 毕竟刚刚那是那么多人看着呢 于是直接走出来道 回皇上 是臣女拿走了公主的蜥蜴 皇帝见她出来 故意道 你是何人 义悠然回道 臣女是国师义红第六女义悠然 皇帝装作想了想道 你就是金王的那个未婚妻 此时在场的人都知道了义悠然的身份 女子们心想着 什么时候去问问她的妆容是怎么化的 男儿们则想起 最近经中传闻 一家六小姐戳丫鬟的那二十刀 那手艺刀刀很力却不致命 心想怪不得君义纯在义悠然身边 都是小魔王 心到以后看到也要离远点 这女子美则美矣 但无奈的是驾驭不了啊 还是让金王殿下慢慢销售吧 义悠然回道 是 正是臣女 也是臣女拿了公主殿下的蜥蜴 可那是大家众目睽睽下 公主送给臣女的 事后公主也没有解释 臣女便收下了 君月月在旁道 不是这样的 义悠然反问 不是这样是哪样 难道是公主殿下 在这赏花宴上 故意拿青蛇和蜥蜴 吓唬前来的宾客 君月月当然不承认 不是的 义悠然便直接道 那就多谢公主殿下赏赐了 那只小蜥蜴 臣女回去 自当好生照顾 君月月急道 不是的 皇帝见自家女儿 为她说得毫无招架之力 整日在宫中横行 这回遇到对手了 觉得有些好笑 便道 都是自家人 一只虫子而已 你三嫂嫂养几天就给你了 或者再让下人给你寻来一只 君月月见她父皇这样说 便也没再说什么 她心中可不认为 小绿是只虫子 那是陪了她五年的朋友 一会大不了再去求求君一臣 实在不行 去求求三个 就在这时 皇后太子和一众嫔妃到了 众人又再次下跪 义悠然内心想骂娘 皇宫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动不动就下跪 起身后 义悠然看了皇后一眼 雍容华跪 眉眼之间带着灵力 义悠然内心吐槽 这应该是这一届的宫斗的胜利者 不知道能不能将她儿子送上皇位 她又看了一眼皇后身边的太子 然后便移开了目光 不是美男 差评 不是美男的太子 太子却看向义悠然 这女子就是君哲旭的王妃了 不得不说 这女子很美 有一种灵动的美 很是吸引她 很好 激起了她的征服欲 第57章 表演鄙视 君哲旭看到太子看义悠然的眼神 眼中闪过一道很利 皇后也看了一眼义悠然 并没有将她放在心上 就是一个胆子略大些的丫头罢了 皇上当初下旨 将她赐给君哲旭 听说圣旨都是君哲旭拿去的 后来也没让她进宫谢恩 可见有多不重视 毕竟皇上不喜欢那个建筑 连带着她的王妃 也一同艳气 也是正常 皇后身旁的张贵妃 看到义悠然 想了想到 皇后娘娘 臣妾见今天天气挺好的 不如我们就将艳设在这御花园中 臣妾看这个家的千金 也都像花一样 不如在这御花园中间 设一个舞台 让这些小姐们 都上台表演一下如何 义悠然看向张贵妃 心想这女人与张氏有几分相似 想必就是张氏的姐姐张贵妃了 那她这个提议 想必就是冲着她来的 古代女子比的 无非就是琴棋书画 义悠然倒是会弹一两首钢琴曲 可这里也没有钢琴啊 围棋更是一窍不通 书倒是能背上几首诗 但她总不能上去背诗吧 至于话 毛笔字她都写不好 她还在想怎么应付时 皇后已经同意了 义悠然心想这下不上也得上了 任耸从来不是她的性格 更何况还是在敌人面前 就在这时 皇帝突然道 那是不是得有个彩头 谁赢了 朕便答应其一件事 只要不损害江山设计 可以随便提 听到皇上这句话 在场的贵女们 无不欢欣雀跃 都在想着 一会表演什么 能拿得魁首 一悠然却已经开始 想要什么奖励了 要金银显得有点俗 要首饰 她首饰已经够多了 要全罢 她已经是准金王妃了 于是 她瞄了整个御花园一眼 心中便已经有了想法 不一会儿 便开始了表演 首先上场的是 护国公府大小姐柳青岩 弹了一曲秋风词 曲调古朴淡雅 易悠然多看了她两眼 好一个拼拼鸟鸟十三鱼 豆蔻烧头二月初 易悠然原本欣赏着美女挺养眼的 就见她的眼神 时不时地飘向君哲旭 而君哲旭 却一直在那喝着杯中的酒 易悠然心中富费 这还差不多 柳青岩弹着 易悠然的眼神 说子一般 君哲旭突然抬头 与易悠然对视了一眼 易悠然见她还敢看自己 眼睛又瞪大了 一度瞪着她 说什么不能书震 君哲旭看她的表情哑然失笑 看来她的小姑娘 心里也是有她的 只是未曾察觉而已 柳青岩眼尖地看到君哲旭的淡笑 以为是金王殿下欣赏她的表演 瞬间心花怒放 表演得更加卖力了 易悠然当然听得出来 心中更加生气了 她这个原配 还在这坐着呢 做什么轮得到那些妖艳见货 场上的人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连皇上都说了一声吼 柳青岩也悄悄看了君哲旭一眼 谢了恩便下去了 接下来的都是些歌舞 易悠然看惯了现代的那些劲爆的歌舞 倒觉得没什么好看的 她也不急着表演 张贵妃此举就是冲着她来的 怎么可能让她躲过去呢 再说了 她还准备要皇上那个奖励呢 就在易悠然昏昏欲睡之时 突然听到一师听到 我给大家跳一曲新学的舞蹈 请六妹妹给我搬奏一下吧 六妹妹只管随便谈就好 算是我们姐妹俩的节目可好 易悠然听完就直接笑了 妹妹我对音律一窍不通 如何给姐姐伴奏 姐姐怕不是故意想要我出丑吧 易悠然的话 引起了下面的人窃窃私语 京城最近都在八卦易悠然的身世 最近才被幕夫人认回来 以前跟着那个姨娘 连饭都吃不饱 怎么可能会这些呢 易师庭委屈道 妹妹误会我了 姐姐也是怕你拿不出节目 丢了国师府的脸倒没事 若让金王殿下面赏无光 那可就 易悠然没等他话说完 便道 我什么都不会 不是正合你意吗 我这样是谁造成的 若不是张氏从中作梗 我打 从小跟在母亲身边长大 何至如此 众人虽面上不显 但心里都是认同的 婴儿都鄙夷地看着张氏 易师庭眼睛已经红了 我知道母亲对不起你 可那时我还小 也阻止不了 你真要与我如此 这样治国师府名声于何地 家中还有其他姐妹 易师庭本就是京城第一才女 拥护者还是很多的 此时见他渲然欲气 许多人都觉得 他说的也有道理 觉得易悠然不应该把气 撒到易师庭身上 易悠然怎会在乎别人想法 淡淡道 别在这假惺惺地说这些 我也不屑于 与你在外面上演姐妹情深的假象 我姐姐已然出嫁 我也已有金王殿下 国师府小姐 名声关我何事 易师庭 你要表演便表演 不是要跳舞吗 赶紧跳 别担个时间 毕竟一会你输了 还要哭一会呢 君易臣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跟着附和 就是啊 要么赶紧开始 要么救下来 别担个别人 易师庭看君易臣开口了 便也没说什么 直接将乐曲拿给乐师 乐师弹起乐曲 易师庭便跟着音乐跳了起来 他跳的难度最大的霓裳与衣舞 不难看出是下了大功夫的 每一个古典也都跟得正好 令在场的许多男子都心神荡漾 就连皇后也赞同地点点头 太子之前便同他说 要娶这一师庭 如今一看这才情 太子妃也是可以的 一曲舞弊 易师庭如骄傲孔雀一样下了台 君易臣悄悄意到易幽然身边 有些忐忑地说 怎么样 能赢他吗 如果不行我带你走 易幽然淡淡道 你不相信我 君易臣点点头又摇摇头 易幽然觉得好笑 便道 你可睁大眼瞧好了 易师庭看到易幽然在那和君易臣说话 想是比不赢再商量对策了 于是朝着易幽然道 妹妹 请吧 易幽然用手指投了头耳朵 慵懒道 不用那么大声音 我能听到 他走到君哲序面前 拿出一个乐谱交给他 道 复唱复随 来吧 他拿出的是进军曲 这个曲子 只有真正上过战场的人 才能将易景弹出来 皇家子弟想必学过英律 真是让拒绝了他 再选别人好了 当大家都以为金王会拒绝时 他站了起来 追风便很有眼色地 将一把古琴放在了台子上 大家都没听过君易臣弹琴 很多人甚至觉得 他是不会的 好似是因为 与他杀神的人设不符 直到君哲序坐在台上 易幽然才发现 他今日穿的衣服 也是淡青色的 如今两人在一起 好似情侣装一般 第58章 笔试 君哲序调了一下音 按着易幽然给的琴谱弹了起来 易幽然便直接跟着他的琴音动了起来 刚开始只是一些简单的动作 但随着琴声直到高潮 易幽然的舞步偏若惊鸿 宛若犹龙 越来越多的高难度动作 仿佛让人置身于行军的路上 马上便面临着刀光剑影 君人的职责与使命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不自觉有一种神圣的高级感 就连君一臣这种顽固 都听得热血沸腾 一曲弊 让人久久回不了神 等了许久 众人才从这段舞蹈中回过神 看着台上的一对碧人 发现他们原来是最弃合不过的情侣 不只是容颜 还有精神上的羁绊 易幽然看着他们的反应 便知这次他是胜券在握了 只是想不到君哲序这思情谈的这般好 妄想他却发现他此刻也在看着自己 易幽然慌忙别开眼 想着他的事还没干完 怎么能被这个妖孽勾了魂 于是他看向台下 道 不知还有哪位小姐 还要表演才艺 台下鸦雀无声 此时谁在上台 不等于自取其辱吗 他看没有人上来 便直接问道 不知皇上心中可有胜负 皇上内心是震撼的 不仅仅是因为曲子 这个女子散发的强大气势 便不是一般女子能有的 这注定不是后宅官的金丝雀 而像是一只天空翱翔的鹰 不知他的三儿子和这女子 谁能更胜一筹 皇帝哈哈大笑 好 好 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 不止曲子 舞蹈跳得也好 其实易幽然的舞蹈 跳得并不算太好 但他把曲子中的慷慨激昂 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整日沉浸在京城 唯米之音的一众人精神 为之遗产 皇帝都已经认可了 在场的人自是没有 也不敢有意义 皇帝问道 说说你的要求是什么 易幽然有些猥琐的黑黑一笑 道 皇上刚说了 要什么都可以是吧 皇帝看到他这个表情 有种不好的预感 但他已经说出口的话 便道 你说来听听 易幽然道 那臣女便要这御花园里 所有开放的花 所有人都很惊讶 皇帝也不例外 道 你要这么多花干嘛 摘回去几天都凋谢了 易幽然道 皇上有所不知 臣女和镇北王世子 开了一家专门服务女子的店铺 提供皮肤护理 还有教习上妆 今天臣女还有家母 以及镇北王妃的妆容 都是店中所出 另外 臣女想用这些鲜花 顺便给自己的店铺打打广告 顺便把镇北王府扯进来 以后想找事的人 也得先掂量下镇北王府 他们是否能招惹 果然听了她的话 一众贵妇千金们 无不心持神网 都开始窃窃私语 他们老早就看到 镇北王妃和这个易幽然的妆容 只是都不好意思问 这一下易幽然竟然说了出来 回头一定要好好打听打听 这个店铺位置 还没等皇上答话 皇后便道 不行 御花园没有花了 还能叫御花园吗 这里还有许多名贵的花 一年就开这一次 你摘走了 让嫔妃们还如何赏花 易幽然听了皇后的话 没吱声 只是盯着皇帝看 皇帝也在思考 嫔妃们天天在宫里 本就没多少乐趣 这若是不能赏花了 三三两两在一起 天天不就剩勾心斗角了 岂不是要将她反死 她还没有说话 便听到镇北王开口道 皇兄里应说话算话 怎可失信于一个小丫头 见镇北王开口了 皇帝怎么能不同意 便道 镇准了 张贵妃还想继续劝 皇帝瞪了她一眼 她便不吭声了 易幽然高兴地道 谢谢张贵妃娘娘 若不是您建议 让贵女们秀才艺 臣女也得不到这奖励 等臣女香露做出来 定先送娘娘一瓶 张贵妃听到她这话 偶得要死 这下公妃们 可要把这笔账寄到她头上来了 易幽然就是要让她背这个锅 谁让她一心想要害她 因为进宫不能带丫鬟 所以易幽然谢了皇帝之后 自己便直接拿出一个大袋子 将采来的花放里面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君易成赶忙狗腿一般跑过去帮忙 易幽然见她过来 立马分她一个小袋子 告诉她一样的放一起 继泽宇 俩表哥木祥义 木星兵等人也都加入了 因为一晚进身体不适 所以他们两口子没来 君月月站在那里看着有趣 她本就不喜欢赏花 想到自己母亲生前 时常也受到这些女人的排挤 今日易幽然这一手 也着实惊艳着她了 于是 她也带着两名婢女 去做了采花大盗 而且 她还专挑贵的采 各种名贵兰花 垂丝海棠 就连皇后最喜欢的余美人 也被她摘得一朵不胜 易幽然看她报仇一样的 摘着这些花朵 不由得失笑 这么多人的共同努力下 不一会儿 御花园只剩下一片绿色 果然这几个人 一朵花也没给他们留 御花园变成了御草园 易幽然尴尬一笑 莫名其妙冒出来一句话 要想生活过得去 多少都得一点绿 君易成 易幽然 他们整整摘了十大袋的鲜花 另外还放了许多小盒子 装着的稀有品种的花朵 易幽然看到这些饭男了 要怎么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呢 总不可能让他一包一包看回去吧 这时君哲戌淡淡开口道 先放这里吧 一会儿我派人送你府中 易幽然想 这男人虽没帮他采花 可帮他赢了 又帮他把战利品送回去 关键时刻 还是有些用的 赏花宴最终因为没有花了而结束 皇帝看着被自家二席侄子 折腾过的御花园 他看到了什么 连池中的荷花都被采摘得一朵不剩 皇帝是哭笑不得 摇摇头便回御书房处理公务了 皇后等嫔妃见皇帝离去 也跟着各自离去了 张贵妃看了一眼易幽然 心道 怪不得自己妹妹斗不过她 果然是个难缠角色 不过今天的事 还远远没有结束 易幽然看着别扭着递过来 许多贫贫贫贫的君月月 打开一看 都是些名贵的花朵 易幽然呵呵一笑 谢谢君公主 君月月弱弱道 三嫂 能不能将小绿还我 易幽然拿出那个木盒子递给她道 想引起人注意的方式有很多种 不一定非要做这种恶作剧 说完 易幽然便走了 君月月站在原地 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易幽然竟然看出了她的心思 君月月突然说 三嫂 以后我可以找你玩吗 易幽然道 我很忙 没空玩 不过 你可以到我店中帮忙 君月月很感动 第59章 下药 就在易幽然和牧师 走在离宫的路上时 有个小宫女追上她道 易小姐请留步 小王爷说 有包鲜花有问题 请您去看一下 易幽然不宜有她 对牧师道 母亲您先回去吧 不用等我 一会儿 我直接坐小王爷马车回 牧师点点头 女儿的能力她有目共睹 加上还有小王爷在 她便放心地点点头 跟着引路宫女走了 易幽然被带到一个屋子门口 那宫女道 易小姐请进吧 小王爷在里面等你呢 易幽然 这时已然察觉不对 以君异臣的脾气 她来了肯定早就出来了 就在这时 后面的婢女猛地 将她推入房间中 易幽然亮呛一下进入房间 而后房间门就被关上了 易幽然警觉 刚刚那个婢女绝对会武功 而且武功还在她之上 但她还没想清楚事情原委 屏风后面出来一个人 那人正迎笑着看向易幽然 易幽然觉得 此人有些面熟 想了半天终于想起 这不就是户部上书的 那个张友才 也就是张氏的娘家侄子 上次与易失血 发生关系的那位 张友才迎笑地看着她道 小娘子 上次让你逃了 这次 你可跑不了了 易幽然心中富匪 这张是姐妹两人 是没有人用了吗 翻来覆去 就是这一个人 易幽然忍住 要呼她一巴掌的冲动 道 你太看得起 你自己了 张友才哈哈大笑 嘴挺硬 这会赶紧说两句 一会恐怕 你就只能在我身下求饶了 易幽然正准备回击 突然有些气喘 心到不好 深吸一口气道 你做了什么 张友才洋洋得意道 让你上当还真是难啊 记得你刚吃的那块点心吗 里面有屈帘 与这房间的香料配合 便能起到春药的效果 这会你 已经有感觉了吧 易幽然按道不好 是她草率了 她以为张氏他们的算计 就是在御花园的才艺比试上 谁料他们 还有这后招 难怪张贵妃在这宫中虽无子嗣 但还是能爬到贵妃高位 跟张氏压根就不是一个断位的 张友才一步步向她逼近 易幽然都能嗅到她身上的味道 她浑身冷汗 在张友才靠近她的一瞬间 易幽然突然手中多了一把匕首 用尽力气朝她胸口刺去 她已经快神志不清了 此时若不能一击毙命 死的就是她自己了 张友才没想到她身上还有匕首 进入御花园时明明都有缩过身的 但没等她想明白 就已经没命了 易幽然强撑着身体站起来 身上的感觉已经让她快丧失意识了 而后咬咬牙 拿起那把匕首 就朝着自己上臂刺了上去 疼痛让她的意识稍稍回笼 她试着推开门 却发现已经被人外面上了锁 易幽然此时心中满满的都是恨意 张势一门 欺人太甚 她转身走向窗子 不出所料 窗户也被人在外面封上了 就在易幽然拿起匕首准备破窗时 窗户突然被人在外面打开了 易幽然一看 竟然是君月月 立马升起防备 君月月看她已经这样了 防备心还这么重 便道 你没有选择了 快跟我走 易幽然只能堵这一次了 一只胳膊支撑着翻了出去 君月月扶着她七拐八拐地走到了一个宫殿 易幽然没空观察宫殿的摆设 因为她体内的那股感觉又隐隐想要冒出来 君月月道 我能怎么帮你 易幽然果断又在上臂上刺了自己一刀 她现在根本就没办法思考 她空间里也没有练这种的解读完 她灌了几口凉水 然后拿出探笔写了几样药名 让君月月去找 君月月看事不宜迟 立马便出去寻药 易幽然声音在后面传来 实在不行便把君哲序给我找来 君月月听后果断去了御书房去找君哲序 因为她听到父皇走时叫了三个去御书房 皇帝留着君哲序正在商议江南汛期的防汛事宜 君月月来不及通禀 直接边闯门边叫道 三哥 三哥 三嫂 在我宫殿中 你快过去 皇帝听到君月月声音原本很生气 可待她听到内容时还没反应过来 君哲序已经不见了身影 待君月月进来 皇帝问道 到底何是这般慌张 君月月把易幽然的状态 以及她捅了自己一刀的事情说了 皇帝一想便已了然 见君月月要走 便道 月月 你别回去了 今天就待在御书房 君月月道 为什么 我的那些小动物今天还没有喂呢 皇帝一听到她弄的那些鸟兽蛇也就头疼 没好气地说 一顿不胃死不了 君月月道 父皇你太过分了 我还要回去照顾三嫂 皇帝道 你三嫂不用你照顾 君月月道 那我还是要回去 皇帝怒道 君月月 你找事是不是 君月月 除非您答应我一件事 皇帝心想这儿女都是前世的债 欠君哲序和君月月的尤其多 还是问道 什么事 君月月见皇帝还有的商量 便道 我答应了三嫂要去殿中帮忙 您看着出宫的通行证 皇帝问道 你能去帮什么忙 你去了 怕是 能把人家顾客都吓跑 君月月也不反驳 好吧 那我回宫了 皇帝看着她的背影 像她自小一个人 一时冲动便道 一个月出去 不能超过十次 皇帝说完就后悔了 君月月则直接扭身拉着皇帝胳膊 道 还是父皇最疼我了 月月今日一天都陪着父皇 父皇要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要我捶腿我绝不按键 晚上父皇睡内殿 我就在外殿给父皇守夜 坚决不踏回我宫殿一步 君月月暗自小得意 当她傻呀 真不知她三哥去做什么 此时她若回宫 单的三哥好事 估计不死也重伤 另外 君月月还不忘好心地 往国师府给牧师送了一封信 说与易悠然相谈甚欢 故留她在宫中小住 君月月忙完这所有事情 便直接去御书房的偏店里 逗弄她的小绿去了 第六十章 有才之死 易悠然还没等多久 君哲旭便直接破门而入 易悠然看到她过来 心中最后一道防线便被击溃了 语气中不自觉露出了几分委屈道 你怎么才来 君哲旭看到她狼狈的样子 莫名有些心疼 只见几缕青丝粘在脸上 手臂上两处伤口 虽已不再流血 但醒目的血迹 已然粘在那天蚕丝 制成的青衫上 道了一句 笨蛋 说吧 也一向有洁癖的金王殿下 便抱住了她 而后将她安置在自己腿上 准备给她包扎伤口 易悠然早已坚持不住 在被她抱住的那一刻 直接便吻了上去 君哲旭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但少女的香甜 让她越发难以自制 一吻结束后 易悠然便迫不及待 进行下一步 君哲旭沙哑道 你中药了 易悠然呢喃 我好难受 君哲旭被她撩拨的 马上就要坚持不住 但还是及时 按住她的小手道 你确定要这样吗 我可以去 还没说完 易悠然便捂住她的嘴 委屈道 好难受 好疼 君哲旭心中 泛起振振心疼 什么也没说 便抱起她走向床榻 随着青衫慢慢垂下 遮去了一室一拟 最后 易悠然泪晕了过去 君哲旭看到她那可爱的睡颜 忍不住吻了吻她 然后将她揽入怀中 君哲旭在天刚刚亮时便起身了 给易悠然包扎了手臂上的伤口 看到床单上的那片血迹 心中一片柔软 于是小心翼翼地将那片布收了起来 看了眼易悠然裸露在外的皮肤 眼神逐渐变得幽深 她突然不想走了 但想想她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伤了她的女人 让他们多活一晚上 就已经是极限了 易悠然晨起醒来 她发现四肢酸痛 心中不禁暗骂君哲旭 这无耻的男人 跑得倒是挺快的 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折腾她 亏她之前还以为她是弯的 这TM就是一个禽兽 想起她此时 还在君悠悠的宫殿 易悠然扶着快被碾断的腰起身 君悠悠一大早就回来了 她就在门外关注着易悠然的动静 听到易悠然好像已经醒了 她立马给丫鬟使眼色 两个丫鬟会议 便一人端着衣服 一人端着水进了屋 易悠然看到 两个丫鬟进门还拿着衣服 不禁感叹 君悠悠还挺细心的 身上虽然酸疼 却不觉粘腻 想必那男人帮她清洗过 一想到两人昨晚之间的亲密行为 易悠然脸上泛起淡淡红韵 易悠然洗漱完便走了出去 君悠悠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易悠然道 昨天多谢公主了 君悠悠道 那你准备怎么报答我 易悠然 这公主不按套路出牌 正常不应该先推剧一下吗 易悠然也直接回道 要不我以身相许 君悠悠想到 她三哥今日天还没亮 将她从御书房揪出来后 交代的那些事 今日三哥对她说的话 比这十几年说的还要多 她条件反射地摇摇头道 我可消受不起 要不你再给我几个 昨天那种盒子 易悠然想着她会提什么要求呢 原来就是要几个盒子 那盒子 她墨里空间里还有好多 易悠然便点头答应 好 我回府就拿给你 君悠悠见她答应便高兴道 早餐给你热着呢 赶紧去吃吧 易悠然问道 你为何对我这般好 君悠悠翻了个白眼 三哥让座的 易悠然心中富匪 算她还有点良心 而后又好奇问道 那你为什么这么听她话 君悠悠总不能说 她打小就怕这个三哥吗 于是道 我为什么不听她话 想听就听了呗 易悠然看问不出来什么东西 便去吃饭了 她吃着 君悠悠看着 易悠然问 你不吃吗 君悠悠 我吃过了 易悠然边吃边点频道 嗯 宫里的早餐都这么的丰盛 怪不得女人们都挤破头要进宫 真是腐败啊 易悠然还没有吃完饭 一个太监过来说皇上有请 君悠悠直接问道 可是有什么事 那太监恭敬答道 回公主 奴才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只是张贵妃与张尚书都在殿中 易悠然心中便知 是因为她杀了张友才的事情 君悠悠道 好 一会我也一起去 易悠然诧异地问 你去干嘛 君悠悠无所谓地道 看热闹呗 于是易悠然便和君悠悠 一起去了皇宫一师殿 两人有说有笑地过去 走到殿门口 看到侧门处 躺着一具盖了白布的尸体 君悠悠故意说道 这又是哪家的奴才被打死了 在殿内的张尚书和张贵妃 听到君悠悠的话 更是悲愤交加 张贵妃便开始哭诉 皇上啊 您可要为有才做主啊 他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啊 皇帝听到君悠悠的声音一阵头疼 想着易悠然也不是个好相遇的 思考一下便让他俩进殿了 易悠然与君悠悠进入殿中 同皇上和张贵妃请了安 便站在一旁没说话 张贵妃见到易悠然就质问道 易悠然 是不是你杀了有才 易悠然一脸无辜 张贵妃 有才是谁 我家中养了一条狗叫旺才 莫非有才是他的兄弟 贵妃娘娘 一条狗罢了 值得您这样兴师动众的吗 您若是觉得可惜 臣女改日送您一条好的 易悠然话说完 君悠悠一脸赞同道 是啊 父皇日理万机 你竟为这般小事 还要来讨扰 当真是恃宠而骄 张贵妃被他俩气得说不出话来 张上书忍不住怒斥道 有才是本官的儿子 易悠然恍然大悟壮 哦 原来如此啊 都说贱民好养活 一般人都是给孩子起个小名 看 贵公子英年早逝 想是名字起错了 张上书被他气得浑身颤抖 朝皇上下跪道 皇上 您看这妖女 还在这里雇作诱而言他 请皇上明察为我而讨回公道 第六十一章 张家倒霉 易悠然看一个男人哭得鼻涕 一把眼泪一把 一点也生不起同情 张有才那样的男人该死 上次已经饶了他一次了 这次还要犯到他头上 他杀了张有才 这是他们 双方都知道的事实 但是易悠然好奇的是 他们想如何给他定罪 于是淡淡道 不知今日皇上召臣女来所谓何事 臣女也不认识 什么有才没才的 难道就因为 臣女昨天应月月公主之邀 留宿了一夜 就锁定臣女是凶手了 张贵妃生气道 易悠然 昨日一个宫女说 见到你和有才 一起进屋了 易悠然反问 哪个奴才看到了 昨日我刚走到宫门口 便有一个宫女说 君小王爷找我 后来我并未发现 君小王爷踪见 恰巧碰到了月月公主 公主邀我去她宫里玩 然后我便去了 公主的店里品茶 顺便聊聊宠物 谁知道聊得晚了 便诉下了 请问张贵妃和张尚书 张有才是怎么死的 我是如何杀的人 张贵妃听了她辩驳的话 怒道 有才是被你一刀毙命的 都知你熟知人体学位 不是你还有谁 易悠然呵呵一笑 懂得学位的人多了 那也不能就是我啊 再说我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怎么能将一个大男人 一刀了结呢 难道她都不会挣扎吗 躺在那里让我扎 再说了 臣女进宫 可是被搜过身的 哪里还敢戴着匕首 君月月翻了一个白眼 心想你若是个弱女子 那全天下的女子 岂不都是残废了 皇帝听听易悠然的话 觉得也挺有道理的 问道 你们确定那宫女 看着易悠然与张有才一起的吗 女子身形都差不多 可别是看错冤枉了人 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 张尚书也没想到 易悠然如此的难缠 气道 好一张巧舌如簧的嘴 杀了我还如此嚣张 易悠然同样不客气地回道 尚书大人 就算是我杀了令狼 你有证据吗 凡事都要拿出证据 没有证据 张贵妃气急 正准备呵斥 便听到外面太监报 丞相大人道 在场人都疑惑 丞相大人来干什么 难道是来给易悠然撑腰的 皇帝直接道 请他进来 牧丞相夺步进入殿内 他当然看到了 门外张有才的尸体 今天清晨 君哲旭已经去给他说了事情经过 所以他看到易悠然此刻在这里倒也不吃惊 只是瞧了他一眼 看着小丫头 并不像吃亏的样子 便放下了心 走到皇帝面前先行了礼 直接开口道 老臣有事要揍 皇帝惊讶了一下 刚刚也是以为 他来是为了给易悠然撑腰的 然后道 何事 丞相请讲 牧丞相拿出一本折子递上去 道 此事证据确凿 人证物证俱在 此行为实在令人发指 请皇上早做决断 皇帝打开折子还未看完 就听外面太监诱道 内阁大学士求见 皇帝看了一半木丞相帝的奏折 已经有些生气了 道 让他进来 内阁大学士 便是易悠然最早看病的那位刘夫人的相公 一进来 同样给皇上请了安后 便递了一张奏折 没过一会儿 大理寺卿 金兆府纷纷进到了 同样都是递了张折子 议事殿内空气异常宁静 谁都没有说话 就连一向活泼的君月月 看到皇帝的脸色 也识相地闭上了嘴 待皇帝看完四本奏折后 直接将最后一本砸向张尚书 怒道 张继英 你该死 张尚书立刻跪下惊恐道 老臣冤枉啊 皇帝道 证人就在殿外 要不要让他们都进来 张贵妃见皇上生气 直接跪下道 皇上息怒啊 皇上怒道 息怒 怎么息怒 这一桩桩一件件人证物证都在 哪里冤枉他了 张贵妃捡起地上奏折看了一眼 而后一脸惊恐害怕 皇帝看到他的样子 冷笑道 你张家做的事 想必你也知情吧 这一桩桩 一件件足够助你九族吧 张贵妃惊恐道 臣妾不知 臣妾不知呀 皇帝指着张尚书 对殿外御林军道 来人 将他给朕拉下去 关入天牢 待大理寺审理之后 再行处置 再将张氏一门 全部入狱 这时 君哲旭与郑北王一起 从殿外走进来 郑北王道 张继英最大恶极 臣妾与旭儿 已经将张家满门禁数捉拿 听后皇兄处置 皇帝看他们两个进来 瞬间就想通了事情原委 怪不得君哲旭 卿尘那么早就离宫了 原来这一切 都是为了给一家那丫头出气罢了 不过看到张家做的事 他也是断不能容忍的 于是对郑北王道 这郑北王 协助大理寺卿 督办此案 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 而后看向张贵妃道 将这个毒妇打入冷宫 张贵妃听到皇帝对他的处置 立马爬到皇帝腿边抱住他的腿哭道 皇上 一日敷七百日恩啊 臣妾当真不知情啊 皇上开恩啊 皇帝直接甩开他 对侍卫道 带下去 两个侍卫立即上前 将挣扎的张贵妃带走了 张尚书是张贵妃的哥哥 他也是前几天 才接替了父亲的户部尚书之位 没想到才上任这几天就 他刚看了那折子 铁正如山 他此刻连辩解的勇气都没有了 任由着御林军将他拖了出去 皇帝处理完所有的事 对君哲戌道 这下你可满意 易幽然看向君哲戌 没想到 这都是他搞出来的 君哲戌却淡淡说 帮你拔一个蛀虫 奖励 皇帝道 这是你身为一个皇子应该做的 御花园花都给朕采完了 你们两口子还想做什么 易幽然感觉怪不好意思的 君月月小声对他说 三哥这一招真是绝了 冲冠一怒为红颜 好羡慕 易幽然 啥 你说的那个红颜 该不是我吧 君月月鄙视的看他一眼 难道三哥昨晚 是与别的女人共度的春宵 易幽然还以为 早上他走那么早 应该是想撇清关系 易幽然心中虽然有些失落 但是已经给他定性为 火爆有的级别了 没想到 他竟是为自己找场子去了 说不敢动那是假的 又悄悄看了一眼君哲戌 似有什么东西在心中萌芽 第62章 回家 君哲戌似是感受到了易幽然的视线 嘴角勾起一个淡淡的弧度 皇帝见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交代完毕了 揉了揉眉心 便挥挥手道 都退下吧 所有人都应声退下 易幽然和君哲戌走在最后 君月月本想再与易幽然说几句话呢 但看到自家三哥的目光 立马就耸了 然后像兔子一般的跑了 易幽然感到有点莫名的尴尬 摸了摸鼻子 试探的开口 那个 那个 昨天的事 你不必放在心上 是出突然 而后咬了咬牙道 我不会要求 你负责的 君哲戌突然冒出了一阵无名火 她竟然说不要她负责 那是不是代表着 昨天若是别的男人也可以 亦或者在她心中 她和别的男人 其实没两样 易幽然看到她逐渐变冷的眼神 随即道 其实我是让君月月去找药的 实在不行再去找你 谁知道那丫头 直接就去将你找来了 君哲戌听了她的解释 情绪稍稍好转 最起码这女人还是想到她的 这追七路漫漫 君哲戌觉得自己磨正了 因为这小女人 一句话一会洗一会背的 可偏偏对方 又是个反应迟的 易幽然见她还是没有说话 便自顾自地说起来 君月月说 你是为了我才动了张家的 可我觉得 其实并不然 可能你很早就想动她了 毕竟户部 是掌管户籍财经的重要关卡 岂容张尚书这般紫成副业 做得这般理所当然 君哲戌知道易幽然聪明 但没想到 他看待问题如此透彻 可为什么在感情上如此迟钝 就在这时 易幽然突然蹲在地上哀悠一声 君哲戌立马蹲下查看 有些着急道 怎么了 易幽然道 浑身酸痛 实在是坚持不住走不动路了 易幽然想到 昨晚这个男人做的事 今天还对他爱理不理的 就决定不让他好过 君哲戌想到昨晚 想也是累着他了 于是二话不说 便准备抱起他 易幽然急道 不行不行 那么多人看着呢 君哲戌道 看着就看着 说着便抱起了他 易幽然急忙道 哎 哎 放我下来 要不 你背我吧 君哲戌心道 抱着和背着有什么区别 但见易幽然坚持 便放下他 然后他弯腰蹲了下去 易幽然如愿以偿地 趴在他的背上 看他背着他 依旧剑步如飞 不禁暗自吐槽 这货的身体真好啊 他窃笑 君哲戌对他的好他 看得清清楚楚 谁说他看不懂 他的情伤当实测可是130呢 之所以装着不懂 当然是想吊着他 要不然太容易得到的东西 他怎么可能珍惜 易幽然想 自己怎么变得如此矫情 这要让师姐看到 肯定要笑骂他一句心机表 易幽然想可能 是因为对这个男人真的动了心吧 如果不是 为什么昨天自己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他呢 君哲戌背着他 心中并不平静 背上的柔软 让他心圆一马 食髓之味的感觉 让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特别是他的气息 还不时喷洒在他耳朵上 君哲戌想 他是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以前多少女人对他头怀送抱 他只觉无比厌恶 就这一个女人 刚开始他 承认他只是对他的医术感兴趣 可越是接触 他就越觉得 他是像一个宝藏一样 让他忍不住去发掘他的美好 然后将他藏起来 不和任何人分享 君哲戌将义悠然背到了宫门口 一路上许多宫壁太监看到 无不惊讶的张大嘴巴 惊讶他们看到的一幕 金王殿下竟然背着一名女子 女子低着头看不清容貌 但也不难猜测 谁让未来金王妃 最近风头也正胜了 君哲戌小心翼翼地 将他安置在马车上 道 我还有点事 我让追风送你先回去 义悠然知道 他用了一早上时间 做了这么多事情 定然还有许多后续要处理 便点了点头 坐着马车回了府 义悠然回府后 便看到牧师坐在他的院子中 他的院子是牧师后来给他休憩的 他想来想去 名字没有合适的 最后索性就让人做了一个牌匾 刻上了悠然居三个大字 牧师见他回来 立马站起来问道 悠然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没事吧 义悠然看着牧师担忧的眼神道 没事的母亲 放心吧 牧师拉着他的手 上下打量着他 直到看到义悠然脖子下面微红的痕迹 然后猛地拉开他手臂上的衣服 果然 竹红手工纱已经不在了 牧师眼泪当即就流了下来 道 悠然 这是怎么了 义悠然一看 牧师掉眼泪就害怕 忙安慰道 没事的母亲 牧师擦掉眼泪 愤怒道 悠然 是谁 我要杀了他 义悠然一阵无语 最后还是决定 把球踢给君哲序 于是弱弱道 是君哲序 牧师听到后 停顿了三秒 而后抬起头道 是谁 义悠然重复道 君哲序 牧师惊讶道 金王殿下 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可知 婚前事真对你多吗 义悠然简单地 把事情原委告诉了牧师 牧师得知牧城相聚地哲子后道 那你外公也知道这件事了 义悠然道 应该知道了吧 于是牧师道 那就好那就好 金王不会赖账就好 义悠然服额 就听牧师诱道 还好是金王 还好是金王 然后牧师又怒道 张家这一群贱人 这件事跟张氏脱不了关系 我要去找他算账 然后不要出门 义悠然拉着他道 母亲先不要去 张家没有几天好日子了 你若现在过去 不正坐实了 我受了委屈吗 牧师想想也是 又摸摸义悠然的头道 悠然 对不起 都怪母亲不好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 再进那皇宫 义悠然又安慰了他好久 才将他哄着 扶着他回屋休息后 义悠然吩咐下人 去叫君奕臣准备过来商量店铺的事 他已经在公宴上 把店铺宣传了 所以想趁着热度赶紧开业 第六十三章 店铺适宜 义悠然去看了 昨天运回来的那些花瓣 君哲虚派人运回来后 就放在地窖地面 倒也不会那么快地坏掉 他把那些花瓣收入了空间中 因为空间里面的东西不会坏掉 他拿着用眼方便 也不用来回地下地窖了 没过一会儿 君奕臣便过来了 刚到门口就听到他在大叫 君奕臣便从地窖里面上来了 对他道 来了就来了 你好什么 君奕臣暧昧地挤着眼睛道 听说昨天晚上 你与续堂兄那啥了 义悠然听到他的话一阵无语 随即便敲了他的头 问道 谁给你说的 君奕臣道 今日清晨 续堂兄到府里找父王 我在墙边偷听的 义悠然头顶 滑下三道黑线 心想君哲虚那丝 真是毫不避讳啊 于不惊人死不休 他哪里知道 君哲虚之所以这样 也是怕他翻脸不认账了 他恨不得全京城的人都知道 他已经被他收了 怎奈顾及他的名节 只告诉了与他俩都亲近的镇北王夫妇 他自然知晓 君奕臣在听墙根 作为一个整日跟着义悠然混的这个堂弟 他也是异性 也得防备 于是就索性 让他听了 义悠然不想再听这些事了 他也要脸的好不好 被人算计 本身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于是插开话题道 店铺装修的怎么样 君奕臣一听到店铺的事 直接双眼放光 这个店铺可是他一手收拾出来的 于是兴致勃勃地对义悠然说 这两天就完工了 就按照你画的图纸装的 话说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店铺呢 要不我们这回一起去看看吧 义悠然最近一直也没有去过店铺 如今听到君奕臣说 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 变起了好奇之心 道 那我们去看看吧 顺便看看 需要添置点什么 这两天赶紧给安排了 然后就可以开业了 然后义悠然他们两人便去了店铺 义悠然看到这个 结合现代与古代的装潢 满意地点点头 当即拿出探笔 直接按尺寸画出了货架 以及美容床 让君奕臣找木工去坐 义悠然又上了二楼 二楼他让君奕臣借出了几个小房间 专门服务贵宾客户 站在二楼他发现他的商铺后面 是一户民宅 他当即便下了楼 敲了那户人家的门 后来他以高价将那小院也买下了 君奕臣回来的时候 义悠然便把房契交给了他 要他重新将后面那小院重建 君奕臣惊讶道 我就出去一会 你可就买了套房 真是有钱人啊 义悠然淡淡道 这里以后是我们股东开会的地方 当然要气派了 君奕臣疑惑道 什么是股东 义悠然给他解释 就是合伙人的意思 君奕臣惊讶道 你是说我也是老板了 他一直以为他在帮义悠然开店 毕竟之前父王给的五万 是他输给悠然的 义悠然拍拍他的肩膀道 你看你们几个位店里付出这么多 义父还拿了钱 当然是我们的店了 还有烧烤店也快装好了吧 一会我们也去看看 顺便看看 需要添置店什么东西 君奕臣很感动 他能感受到 义悠然是真的将他当朋友 与他接触这么久 也知晓 他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原来他心里一直还装着他们 义悠然看君奕臣那感动的模样 便调侃说 给你们拉进来 也是为了降低我赔本的风险啊 还能借助你们的东风 你想 镇北王世子和小郡王放在京城 谁敢惹啊 瞧瞧这一点迎头小丽给你感动的 亏你还是小王爷 什么好东西没见过 真怕将来有个女子拿块糖 就把你骗跑了 君奕臣听了他的话 果然转移了注意力 吐槽了一句 就知道你没这么好心 哼 他也不喜欢刚刚那种气氛 悠然对他的好踏迹在心上便好 义悠然一天 将两个店铺的事情 全部处理好了 君奕臣找了十位木工也说 在三天之内 能把他图纸上的东西做出来 于是 义悠然便决定五天后开业 现在愁的是 还没有想好店名 义悠然最不会起名字了 君奕臣两人想了快一个时辰 最后起名就叫美颜堂 君奕臣便又去找人做扁了 记者与三人这两天 也都在忙着店铺的各种小百件小设施 于是今天这些事 君奕臣只能亲力亲为了 君奕臣走后 义悠然又看了招的那些女工 义悠然之前几天 已经把店里卖的产品介绍内容 以及怎么与顾客介绍沟通 都教了他们 还有如何简单地做美容 义悠然就让东梅天天负责他们的练习 义悠然走进去 东梅还在指导一个女子脸部的按摩手法 俨然一个小领般的模样 义悠然满意地点点头 心想这下开业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东梅看到他过来 立马停下了手上的活 小跑过来道 小姐 你怎么过来了 义悠然道 来看看你啊 行啊东梅 表现得不错呀 东梅不好意思道 都是小姐教得好 义悠然将东梅叫到一旁 道 东梅这里面可有不用心学习 人凭有问题的 东梅欲言又止 他不是背后告状的那种人 但是小姐问了他 又不得不说 所以思考道 小姐这里面的女子 大多倒是都在用心学习 只有三四个 做事比较懒散 义悠然道 东梅 我想让你做店铺的女掌柜 你可愿意 东梅处事稳重 行事谨慎 义悠然心中早已下了决定 今天特意又问了一下东梅的意见 东梅慌忙跪下道 小姐是不是不喜奴婢侍候了 奴婢自知没有下河讨喜 但奴婢对小姐也绝无二心 东梅没有管过店铺 但也知道 掌柜一般都是男的 第一反应就是 小姐不想要他了 义悠然看他如此激动 随道 东梅你不要激动 你也知道 我要开的店铺 就是卖的女子用品 当然要找一个女子做掌柜了 我看你做事稳重 谈吐也不凡 想必加道中落之前 家境也是应时的吧 东梅没有想到 自家小姐心细至此 感动到 小姐 奴婢 义悠然抬手制止了她 你与夏河跟着我的时间 虽然不久 你俩对我忠心耿耿 我字也没拿 你们当外人 内心我也是把你们当朋友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不想说我不会强求 但你记住 你们既然跟了我 我便不会让你们受委屈 天王老子 也不行 东梅感动地流下眼泪道 奴婢定誓死跟随小姐 义悠然淡笑 那你要不要做这个掌柜呢 东梅道 但听小姐吩咐 东梅必竭尽全力 义悠然件事情已经解决 又交代了东梅几句 店铺过几天就开业 你们准备好随时上工 若是他们中间有偷奸耍滑之人 便辞退了 不要心软 留下日后 只会是店铺的损失 东梅点点头 义悠然见他知晓便离去了 当天晚点 东梅便赶走了七个人 第六十四章 开业 后面三天 义悠然一直在屋中研究香水 终于在第三天 制作出了第一瓶桂花香 而后他又将君逸臣叫了过来 他发现 那似对香味特别敏感 义悠然将桂花香涂在手腕 君逸臣来时 便闻到一股淡淡的桂花香味 于是道 这是什么味道 像是桂花香 但好似里面又掺杂了些许别的东西 义悠然问他 那你觉得好闻吗 君逸臣又吸了一口气道 嗯 比那些桂女们身上涂的香露 好闻多了 义悠然将那瓶香水与配方 交给君逸臣 这是我研究了三天的配方 我看你对香味挺敏感的 我想把这一块交给你 你找几个信得过的至香师傅 至出的香露 只在我们店中出售 记住 万不能将配方传了出去 君逸臣看他如此谨慎便道 好 我会找几个工房 每个工房做不同的辅料 最后再将他们掺在一起 义悠然对他竖起大拇指 心到这次挺聪明的骂 也是有高光时刻的 义悠然又把继泽宇和沐星兵叫来 将各种瓶瓶罐罐交给他们 让他们两个盯着那43名女工 将东西摆在货架上 义悠然还专门让东梅这个掌柜 将这40多名女工分成两班 上午班和下午班 一个月每人能休息两天 由于害怕出来那种吃里扒外的女工 当时君逸臣找的都是些被家人卖掉的女孩子 和一些孤儿 基本上已经和家人都是没联系的了 所以 君逸臣直接出高价每人十两银子 给他们签了卖生器 义悠然得知后 不禁又再感叹在这古代 果然女孩子是不值钱的 高门的女子 都是用来联姻巩固地位的 平民家的女子都是买卖的 买回来的当天 君逸臣便将卖生器都给了义悠然 之前东梅辞退的那几位义悠然之后 也是还了他们的卖生器的 虽然那些女子品性不行 但她也不是皇室人 在将他们卖到别处 那么等待他们的 恐怕便只有青楼厨管了 现在 她多少也算是一个富婆了 其实两银子她 还是出得起的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 义悠然在开业前天 召集了所有的女工人 她站在店铺一楼的大厅里 全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所有人都看着她 师傅六小姐 明天我们的店铺就要开业了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付出 你们都辛苦了 你们能站在这里 说明都是用心学习了的 开业之后 每个人每个月 可以领二两银子作为工钱 额外卖的每件产品都有提成 月底结算 在我们店中 我不要求 你有多聪明 但是一定要忠心 若是一旦 被我发现有人出去 泄露我店中示意者 我想 你们应该先打听打听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我将你们的卖生器 交还于你们 你们可以去官府备案脱离奴籍 另外 我不留心 不甘情不愿之人 今日 倘若你们拿着卖生器 离开店中也可以 我也不会追回当初买你们的银子 但一旦决定留在这里 就记住我刚说的话 另外签了这个劳务协议 这个协议三年一签 三年后 你们是继续签协议 还是决定离开 都有你们自己说的算 但是一旦签了这个协议 就要严格履行协议上的内容 否则的话 可就不是现在一走了之 就能解决的事了 希望你们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 说吧 便让夏合将卖生器 分发给了他们每一个人 结果42个女工 没有一个要走 这个结果 在易幽然的意料之中 也证明了 东北看人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这些女子都是没有家的可怜人 如果他们拿着卖生器 回家等待他们的可能 将是再次被卖掉的命运 如果再次被卖掉 会不会再碰上易幽然这样的主子 他们不敢赌 易幽然在不知不觉间 便收复了40多个中心的下属 后来最早跟着他的这40多人 成了全国各地他产业的管事 兢兢业业地给他打理着产业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而后易幽然用未来金王妃的名义 给京城多半的官员府邸 发了他早就准备好的邀请函 每个邀请函 还配了一小盒护手霜 让金雷和闪电各个府邸的送 第二日 大家期待已久的 店铺大清早在一阵鞭炮声中 由易幽然亲自接下了 美颜堂上面的红布 各家千金小姐 特别是那天参加公宴的 都争先抢后的进入店铺中 问掌柜的易幽然当时的妆容是怎么上的 于是东梅让一个样貌平平的女子坐在那里 亲自表演了易幽然教她的上妆 带东梅上完妆 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子 在她们的眼皮底下 变成了一位精致的小家碧玉 连气质都有所上升 走在外面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呢 于是大家更加疯狂了起来 看着东梅手里的化妆工具 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 于是东梅给她们讲解 凡是购买上妆工具 都能免费获得上妆技巧 上妆技巧是一张纸 是易幽然用空间里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于是化妆工具便开始火了起来 东梅在这时到 由于新店开业 今日上妆工具只卖二十份 于是原本顾及面子的官家太太 也开始拍自己的嬷嬷去抢了 由于上妆工具可以使用很久 所以易幽然定价五十两银子一套 当她定这个价钱时 君一成几人还怀疑说 这么多价钱就几个刷子 一个棉花样的东西 一个说是加眼睫毛的夹子 成本一两银子都要不了 卖这么贵谁要 谁知道不到一炷香的时辰 二十套已经卖空了 君一成他们几人 正站在二楼不可思议地 看着刚开店不到半个时辰 就一千两的营业额 个个都张大了嘴巴 第六十五章 活动 就在这时 君一成眼尖地看着人群中 有个熟悉的身影 立马惊讶到 悠然那个魔女来了 一悠然往下一看 只见君月月一身丫鬟装扮 挤在人群中 对化妆品倒是没多大兴趣 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到处看 好似在找什么人 一悠然朝着下面挥手叫道 月月 君月月往上一看 看到一悠 然后咧开嘴朝她挥挥手 而后纵身一跳 用轻功跃上了二楼 一悠然看得目瞪口呆 这女人也可以这么厉害的吗 突然好羡慕 怎么办 君月月快步走到一悠然身边 高兴地道 悠然 我听说你的店铺今日开业 我来帮忙啊 一悠然还没开口 君一成道 你能帮什么忙 帮忙把人吓走 赶紧回去吧 看你这样偷偷溜出来的吧 当心一会被黄伯伯发现收拾你 君月月看到君一成 还是如此毒蛇 不服气道 父皇答应本公主出来 给三嫂帮忙 关你屁事 倒是你 一条小蛇都能吓个半死的人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我 一悠然看 他们俩马上要掐起来 便道 好了 好了 店铺开业第一天 你们就在这里吵架 月月第一次来 表哥 你带月月好好参观参观 只走了君月月 一悠然看了君一成一眼 道 好男不跟女斗 你的格局也太小了点吧 君一成不服气道 君月月也算是个女人 哪个女人整天拿着蛇和蜥蜴 一悠然懒得和她争辩 是以她看证有说有笑的君月月 与沐星斌两人 君一成看着自己的堂妹 笑得那一脸花痴样 道 君月月该不会是看上 沐星斌这家伙了吧 这可不行 那家伙整天不学无术 要换成她哥还可以 说着便又着急下去 打断二人的说笑 一悠然赶忙拉住她转移注意力道 我们今天心变开业 你看这会为个化妆工具 下面那群女人都要打起来了 你作为老板下去讲两句吧 说到这里 君一成想起刚才要问的话说道 库房里不还有几十套吗 拿下去给他们分了不就行了 一悠然说 那几十套我有用 你赶紧下去维持秩序 你这个小王爷下去 谁敢不给你面子 君一成虽然不愿意 但还是下去了 谁让说话的 是她三嫂呢 惹不起啊 惹不起 继泽宇朝义悠然伸出大拇指道 那几十套 你是准备赚得大的是吧 一悠然点点头 我们这电隔一段时间 就给他们做点活动 刺激一下消费 另外我还设置了充值活动和会员价格 说着便拿出了一张纸 上面写满了充值活动的钱数 和打折力度 继泽宇打开看了一下道 妙啊 真的太妙了 表妹 你真厉害 一悠然一头黑线 怎么这个也变成表妹了 继泽宇摸摸头道 我与君亦成可是表兄弟 你是镇北王干女儿 自然也是我表妹了 再说 我与沐星斌也是 拜爸子兄弟 自然也是 将你当妹妹的 一悠然 好吧 继泽宇道 那为何不把这个充银子告示贴出来呢 一悠然给他解释 得先让他们了解产品啊 要不然他们一进来 看到这么贵 不都被吓跑了 要让他们看到物有所值才可以啊 继泽宇看到东美此刻 正在给一众贵妇们 介绍 易悠然导致出来的美妆产品 颜色比他们 平时用的好看多了 而且还有 好几种颜色 还有易悠然做的口汁 他还给他娘亲拿了几个回去 他娘现在天天爱不释手 他娘可是长公主 从小到大 什么好东西没有 今日告诉了他店铺开业 若不是碍于身份 估计一大早就来了 他出门时 还不停嘱咐他 回去给他带东西 易悠然认识他们 也有粤鱼了 也了解了他们的性格 他觉得继泽宇很有经商头脑 所以也有意引导他一些 说实在的他也并不专业 用的也都是前世商人 用剩下的那些 被他照搬过来的 易悠然本来要开这个店 确实是为了挣钱 但他后来真的不缺钱了 后面就准备 让他们几个管理 他去忙些别的 比如这点学 亲工 可一直让他心痒痒 但下面东美讲的差不多了 易悠然让继泽宇下去 讲一下活动方案 众人早就听说 这个店是 易悠然与小王爷开的 如今小郡王也出来了 众人的热情更高了 尤其是还未出格的小姐们 更是决定 没事要来这里转转 毕竟除了皇子们 可就数这两位的身价最高了 是以继泽宇一出来 全场都沸腾了 只见他温文尔雅地道 众位夫人小姐们 想必大家 对我们店中的产品 了解不少了吧 想购买的产品价格 都在下面标示着 大家先别着急购买 现在本店推出一种充银子方法 凡充银两达到2000银子 便是店中的银卡会员 银卡会员送一套化妆工具 充值银子到5000的 便是我们的金卡会员 赠送我们店中的彩妆 及口制一套 凡充值银子一万两银子 则是我们的薄金卡会员 则赠送我们店中全线产品一套 包括水乳彩妆口制 即我们新研究出来 用玉花园鲜花 做出来的香露一瓶 另充银子的会员们 购买产品 则享受我们银卡9折 金卡8折 薄金卡7折的优惠 购买的产品 直接在卡中的银钱上扣 直到您卡中银钱用完为止 继泽宇一讲完 全场都沸腾了 接着他又讲到 此次活动只为是三日 三日以后便没有了 希望大家能珍惜这次机会 不要错过了 一晚静夫妇 一大早就来店中帮忙了 人太多 他们就直接充当打杂的了 听了继泽宇的一番介绍 一晚静对身边的陈文杰道 相公 说的我都想买了 陈文杰笑道 娘子想充值一会为夫 就给你办一张薄金卡可好 顺便给娘亲也办一张 一晚静笑骂他一句 我妹妹的店 你觉得她会收我们钱吗 上次她还给我那么多钱 让我花你 再说 悠然早就将产品送给娘 和我一人一套了 陈文杰道 知道你有一个好妹妹了 不过悠然真是一个器材 太厉害了 我看只今天营业一天 便差不多都能回本了 一晚静道 是啊 所以别的 我们也帮不上忙 你看店中这么忙 我们多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吧 陈文杰点点头 两人便继续忙去了 待一阵充值热度过去之后 易悠然在二楼 拿了个喇叭一样的东西 说道 大家东西购买得差不多了吧 下面听我为大家 讲解一下我们的二楼服务 我们一楼是为大家提供的 是日常的护肤美妆 二楼为大家提供的 则是问题肌肤的养护 我们用专业的药妆 针对皮肤不同的问题 包括去除脸上的小痘痘 斑点 还有定期的去除眼部细纹 甚至腿毛叶毛 都可以永久去除 二楼的项目 都是签合同包置好的 无效双倍退款 而且 二楼都是一个个小单间 保证各位隐私 易悠然此言一出 楼下的一众贵妇千金又激动了 谁没有点皮肤问题 即使没有 也想去去腿毛叶毛呀 毕竟府中的妖艳间货太多了 一查又一查 于是 又一波驱斗驱斑等等的单子 又冲向柜台 第66章 庆功宴 忙碌了一整天 包括君月月在内的几人 连午饭都没怎么吃 到了晨时 易悠然通知了所有人 接待完最后一个客户后闭店 下午开始 易悠然便规定顾客排队购买 许多官家夫人小姐 都是怕自家丫鬟说不清楚 都是自己亲自购买 于是就出现了两个仆人排队 带快到自家夫人小姐的时候 其中一人赶紧去请 有的夫人小姐 都在旁边茶楼坐着 不得不说 易悠然的这一波操作 直接带动了旁边茶楼的生意 估计他们的营业额 也翻了好几倍 所以茶楼老板 今日派小二给他们送了好几次茶水 还都是上好的碧螺春 关了店 几人坐在店中 看着各自手中厚厚的一打单子 内心激动不已 这代表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倒不是没见过这么多银子 只是因为 这个店是他们一点一点 看着他从屋到有 如今看这一天的营业额都这么高 几人都有些狂喜 这也证明了 他们也是能做成一件事的 最起码也是个有用的人 易悠然看着木星兵 拿着他手里的单子 霹里啪啦打着算盘 不禁感慨 这货也是个人才啊 君月月则一脸崇拜地看着他 只差哈拉子留下来了 君逸臣见状 立马隔开他们俩 拉过君月月道 她整天就是用这招来骗小姑娘的 你可别上钩了 君月月直接对道 我喜欢 关你屁事 君逸臣怒道 我管你 让他骗死你 我都不管 说罢便怒冲冲地 走到易悠然身边坐下灌水灭火 君逸臣心中是开心的 君逸臣还是他的 但他不知道怎么与人沟通 看到君逸臣坐在易悠然旁边 他也慢慢地坐了过去 君逸臣瞧见他冷哼一声 便转过头不再理他 君月月见他如此 便撇撇嘴脸 也学着他扭向了一旁 这时 木星斌的算盘停止了波动 兴奋道 表妹 就这一打 总共是三十二万两银子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都看着自己手上的单子 每个人手上 基本上都有这么厚的一打 君逸臣先反应过来道 兄弟 帮我这算了呗 你也知道 我看见数字就烦 木星斌道 不算 刚听到谁说 我这就是骗小女孩的 君逸臣没想到 这撕打着算盘 竟还能听得如此清楚 瞬间狗腿道 好兄弟 是我的错 易悠然道 好了 我们将所有的账单 都交给表哥让他算 然后我们把今天收的钱 给查一查 一会看看能不能对上 易悠然理解他们的激动心情 但是他很饿了 想赶紧算完 然后去吃饭 易悠然分工后 大家都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一个时辰后 木星斌算出来的是 178万两银子 易悠然他们数的钱 也大概是这么多 虽然忙了一整天 但此时大家都非常兴奋 都叫嚷着 让易悠然请客 易悠然欣然同意了 于是大家一起 就去了八宝宴 把所有菜点了一个遍 易悠然暗示 惊雷去找掌柜的记长 忙了一天 君哲旭都不来帮忙 那么宰他一顿 也是应该的 易悠然还要掌柜地 开了一坛最好的酒 不过大家都不敢让他喝 于是大家喝着他看着 就连君月月 也喝了好几杯 君月月觉得 今天是他出生这么多年 最开心的一天 这所以就不停地找人喝酒 君奕晨则害怕他多喝 道 君月月你不要再喝了 再喝就要喝晕了 我还是送你回宫吧 一会黄伯伯知道 你不仅偷留出宫还喝了酒 肯定要惩罚你 君月月喝的有点多 对着君奕晨道 君奕晨 你真的很爱多管闲事业 不过这次 我出来是父皇知道的 父皇还答应我 一个月让我出来十次呢 所以我决定三天后再回去 一个月十次 一次三天 嘿嘿 君奕晨还是不相信道 你就吹牛吧 黄伯伯怎么可能答应你 这么无理的要求 君月自豪地说 那是因为本公主聪明 上次在宫中悠然出事 在我宫中 三哥去找悠然 父皇那晚不让我回去 我的要求就是要出宫 最后 父皇怕我回去打扰三哥好事 便同意了 哈哈 我聪明吧 其实我又不傻 即使父皇让我回去 我也不会 回去了 岂不是要被三哥给劈死 一悠然一头黑线 这次原来也是这么的奸诈 果然黄公的人 肚子里面的花花肠子 都是九屈十八弯的 君月月这么单纯的人 竟然连皇上都敢套路 易悠然当然注意到大家的神情 除了君奕晨 所有人都一脸八卦地看着她 一晚静竟然还眼泪丝丝地看着她 让她不禁暗骂君月月这个蠢货 然后解释道 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天我被张友才下了药 然后月月救了我 并把我带到她宫殿里 我让她去给我找药 然后她竟然把君哲旭给我叫来了 然后 然后 算了 反正还有几个月 我就要嫁给君哲旭了 然后就那啥了 不过姐姐放心 君哲旭不敢不负责任的 这时君月月直接坐到易悠然身边 哦 悠然嫂嫂 我今天晚上住你家里可以吗 易悠然直接磨牙道 惊雷 把君月月送回皇宫 交到皇上手里 顺便把今天公主说的话 一字不漏地说给皇上听 君月月一听她如此说久 立马就醒了一半 抱着易悠然 嫂嫂你知道吗 我很可怜的 八岁就死了娘 在皇宫里 天天如履薄冰 皇宫里面那些女人 贱父皇 对我稍微好一点 便开始各种地坑害我 无奈之下 我才养了那么多的宠物 让他们害怕 让他们恶心 你知道吗 今天之前 我的朋友 只有我的那些宠物们 我想和君一臣做朋友 我知道她是个好的 可每次接近 她她都会被我吓跑 我 我不想回宫 易悠然 一晚禁原本还是很担忧易悠然的 但突然听到君月月的哭诉 瞬间就被她给带偏了 然后莫名的母爱泛滥起来 倒在战争中 悠然不如 就让公主在府中住些十日吧 易悠然看着君月月无赖的样子 不知该说她什么好 想着她说的 可能也是真的 于是道 好 只能住两天 然后君月月立马破涕微笑 谢谢三嫂 来 君一臣 继续喝 易悠然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很后悔怎么办 第67章 表白 易悠然带着喝高了的君月月 回了国师府 安顿在了她的小院里 君月月还吵着要喝酒 易悠然不耐烦 便让惊雷出来点了她的睡穴 见君月月安然睡下 易悠然便回到了自己的屋中 刚推开门 便看到 一个男人坐在她的桌旁 不是君哲续又是何人 几日未见 君哲续看着面前的小女人 似时又轻瘦了些 便道 又没有好好吃饭 易悠然想着 那天之后 一连几天都没有见到她的人 直到今日才出现 心中也生起一股子玉气 道 要你管 你又来我屋中干嘛 我要睡觉了你赶紧走 君哲续看她心情不是太好 耐心道 谁又惹你生气了 你这几天不是挺充实的吗 今日不还赚了个盆满钵满 易悠然道 你的消息还挺灵通 咋的还让我还钱啊 告诉你 以老娘的赚钱速度 不出半年 老娘便能将你的钱还清 到时候 咱们就两清 君哲续看她如此不由觉得好笑 便将当初易悠然拿的那个玉佩 拿出来给她 易悠然看到这个玉佩更炸毛了 原来玉佩在你这里 君哲续你 真的是好生奸诈 你早就 将玉佩赎回来了是不是 还骗我说值那么多银钱 君哲续笑看着她道 然而可知道 你当初当玉佩的那个当铺 就是本王的产业 她不说便罢 一说之后 易悠然更生气了 怒道 所以一开始 你就知道 我当了玉佩 还将一万两银子给我 君哲续给她解释道 是 当时我知道然而缺钱 却并不会平白接受别人的银子 所以 便让掌柜的将银子给了你 易悠然道 那你为何还要骗我 让我去给你当府衣 君哲续耐心道 那是因为我知道 当时已然而性格 肯定不会愿意做金王妃 易悠然听完这句话 脑子就猛逼了 她这是 在向她表白吗 但两秒钟她便清醒过来 可不能就这样 就被敷衍过去 太含蓄了 于是易悠然装作没听明白道 那你现在给我说 这个干什么 君哲续道 你我虽未成婚 但却已经有夫妻之时 我理应对你负责 易悠然有些生气道 就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 那大可不必 再说 你长这模样 我也不算吃亏 君哲续一把抱住她道 那然而可要对我负责 如若不然我便去找岳母 让她为我做主可好 易悠然听到她那声音 在耳边响起 便有些受不了 不禁感慨 长得帅就算了 声音还这么好听 颤微微开口 说话就说话 你放开我 但却没有一点威慑力 君哲续在她耳边道 然而的美好 让为夫好生想念 于是 君哲续便做了 自易悠然进屋后 一直想做的事情 直接吻上了她的珠唇 易悠然用力想推开她 却发现根本推不动 男人与女人力量上的差距 也不是一星半点 他似乎也有些不想推开 几天没见她 白天他虽然很忙 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也不免会想起她 想起那天公宴的事情 一吻结束后 易悠然有些发传 君哲续看到 他被吻得鲜红的珠唇 轻笑出声 易悠然瞬间清醒过来 用力推开她道 你个灯徒子 君哲续再度报警她道 然而 这几日 我好想你 我一直以为 等你嫁到金王府 慢慢地让你喜欢上我 但是如今我不想再等了 你站在那里闪闪发光 让我变得不自信起来 我想把你绑在我的身旁 一分一毫 也不让别的男人看到 易悠然听了她的话 心道 这应该不算是表白吧 这男人也真是的 喜欢就是喜欢 说一句 我喜欢你这么男吗 非要山路十八弯地说 这么多有的没的 但易悠然心中 还是很开心的 面上淡定道 所以呢 君哲续突然有些无力 合着她说这么多 她是听懂了 还是没听懂 于是耐心道 然而 我心愿你 嫁给我好吗 易悠然满心欢喜 这也是她活着两辈子 第一次谈恋爱 她想着前世电视剧里面的桥段 恋爱还没有谈呢 怎么就已经求婚了 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 便道 你这是 与我求婚吗 君哲续 我表现得这么不明显吗 君哲续道 这个玉佩 便是我的全部身家 拿着它 不仅可以在钱庄取钱 而且所有金王府的产业 都听命于你 易悠然 惊讶地张大嘴巴问 这么重要 当初你与我也不过才见两面 为何就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 君哲续道 你当时不是要求 本王以身相许吗 既然以身相许 那本王的身家 自然也都给你了 易悠然无语 就是这么草率的吗 怎么说的他 好像一个山寨老大一样 君哲续续道 阿然而是看出我的诚意了 愿意嫁给我吗 易悠然心中蛮感动的 索性不再扭捏道 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 从现在开始你 便是试用期 合不合格 那就要看以后表现了 说完还撇撇嘴嫌弃道 这个求婚也太不浪漫了 最起码也要有戒指和鲜花 雨霸便拿起刚刚君哲续 给他的玉佩揣进怀里 心到这可是个好东西 可不能丢了 君哲续看他那财迷的样子 笑道 收了我的玉佩 便是我的人了 易悠然刚想反驳 就被他再次堵住了小嘴 这次君哲续并没有轻易地放过他 拦腰抱起他 便走进室内床榻 当易悠然以为他要进行下一步时 君哲续却将他放在床榻上 并在他耳边轻轻道 好好睡觉 今天你也累了一天了 为父怕你承受不住 而后便主动为他熄灯后 转身离去 易悠然莫名其妙 这是什么骚操作 他不知道的是 君哲续也是忍得很艰难 出了门便直奔那片湖泊 这次追风表现得很淡定 主子在王妃屋中这么快变出来 还跑得这么快 脚趾头也能猜出来 又要去那片湖泊降温了 这些易悠然都不知道 因为他在君哲续走后 没多久便睡着了 睡了最近这几天以来 最美的一觉 第68章 求情 第二日 易悠然早早醒来 便去叫醒宿醉的君月月 因为易悠然 昨晚已经给君月月为了解酒完 所以 她不是太难受 便跟着易悠然吃了早餐后 去了店铺中 易悠然觉得自己到的还算早 一到店铺 便看到店铺外面 已经排起了长龙 君月月道 三嫂 看得我都想买了 能不能给我加个对 易悠然淡淡道 你有钱买吗 先回家问你弟要钱去 君月月撇撇嘴 三嫂这里面的东西 确实挺贵的 她的钱都用到 她的那些小动物身上了 哪里有闲钱买这些啊 话说回来这些贵女们 还真是有钱啊 君月月昨日一天 可是见识到 这些女人们的消费能力了 至于让她回宫 她好不容易出来了 才不要回去呢 外面的世界如此的精彩 她能跑几天是几天吧 她不知道的是 皇帝在她出宫时便 派了暗卫保护 顺带监视她 以免她做出什么 出格的事情好 及时阻止 她这一天的一言一行 已经尽数传到了 皇帝的耳朵里 就这样 大家都在店中 忙碌了三天后 第四天活动结束 人流量显然少了许多 还有很多是 办了卡的客人来做美容的 易悠然便把店 交给了季泽宇 让她照看着 毕竟她还是一位 规格小姐 天天这么的抛头路面 也不合适 昨晚上 她看到牧师 欲言又止的样子 便明白 这边也要开始做开业活动 她又把护肤品这一块 交给了易婉静和陈文杰夫妇 她觉得让大姐姐忙起来也好 最起码 不用天天待在后宅里面 应付这个那个的 易悠然将她这边 每个人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君奕臣对香味敏感 她就让她专心置香 继则与队管理商铺在行 她就让她负责活动事宜 木星兵会打算盘 就让她记账 姐姐姐夫就负责生产 这基本的护肤 至于君悦悦 俨然就是易悠然的小跟班 目前还没发现 她有什么优点能用在店铺的 这几日也不见她 黏在木星兵身旁了 易悠然也好奇问过 君悦悦说 天天看她算账看腻了 好吧 这次还是个朝三暮四的主 第五日 易悠然便闲在家中 躺在院中的躺椅上 吃着君哲续送来的葡萄 晒着太阳 看着旁边跟她一样姿势的女子 无奈道 君悦悦 你还不回宫 你的那些宠物呢 不为了 小心过几天你回去 他们都不认得你了 君悦悦吞了一颗葡萄刀 三嫂跟着你 真是太舒服了 我以后每个月月里都给你 你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易悠然不屑地问 你的月里多少钱 怕不是还没有我一炷香挣得多 君悦悦真不想面对现实 于是她决定从别的方面下手 问道 你是不是有个哥哥 易悠然警惕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 君悦悦 我决定了 我要当你嫂子 嘿嘿 话说长嫂如母 以后你得对我 话还没说完 易悠然往她嘴里 直接扔个葡萄 君悦悦一下子被卡住了 脸憋得通红 咳嗽了好一会才恢复过来 指着易悠然道 你谋杀青嫂啊你 易悠然懒得与她争辩 懒懒开口 我哥不喜欢你这种的 趁早些菜吧你 君悦悦叹了一口气道 哎 我咋不是个男人呢 这样我就娶了你 想想又接着说 那我也不敢娶你 三哥不得将我的皮包了 易悠然心道 你挺有自知之明的 紧接着君悦悦补充道 最好三哥是个女人 易悠然刚喝的一口水 差点喷出来 脑海里都在想 君哲叙当女人 那不就是三公主了 忍不住想笑怎么办 当然也毫不必会大笑起来 暗处的惊雷 好想告诉主子 三天不来已经有情敌了 而且这情敌 还是自己亲妹妹 两人正在斗嘴 这时小院中 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易悠然看着来人 没有说话 自顾自地在躺椅上晃着 一失停进门后 便对易悠然道 六妹 近来可好 易悠然直接道 托姐姐的福 好得不能再好了 易失停道 悠然 能不能与金王殿下 说放过我救救他们 你什么要求 我都答应你 易悠然道 你现在还能答应我什么要求 银子你也拿不出来 你的首饰我也看不上 要不你给我当丫鬟 易失停怒道 你别不识好歹 太子殿下可承诺过 要娶我的 易悠然淡淡道 太子殿下要娶你的前提 是你有户部尚书这个后盾 若是户部尚书换人坐了 你能不能坐上这个位置 也是未知之术 易失停正因如此 才放下自尊来找到易悠然 看到他不讲丝毫情愿的拒绝 易失停直接拔下头上的发簪 抵在脖子上 易悠然与君月月 被他这一波操作给弄猛了 只听易失停道 你若是不同意 今日我便自呛在这里 也好让世人都知道 你是个逼死清洁的毒妇 到时候 我看金王殿下 还会不会娶你 易悠然笑了 古代女人是不是就这三招 她慢慢地逼近易失停 道 你若是要死 就快点死 别耽误我吃葡萄 或者我可以告诉你 扎哪个地方死得快一些 能少受点罪 说着 拿着易失停的手 将簪子 放在易失停大动脉的位置 道 对准这里扎下去 血很快便会喷出来 不出一炷香时间便死了 毕竟逼死清洁的罪名 远远没有杀死清洁的厉害不是吗 易失停看她下手如此之狠 慌忙扔下簪子 往冤外逃去 易悠然在后面淡淡道 易失停 今日哪怕你拿着簪子对我出手 我也会高看你一眼 我之所以不动你 是因为 你根本就不配 易失停咬咬牙 愤愤然离开 君悠悠看着此时易悠然 欲言又止 易悠然看了她一眼 便收回了视线 第69章 修书 两日后 对张尚书一家的判决下来了 张继英秋后问斩 张家 其他人也都被发配 其恶行被公之于众 百姓屋部对皇上感激涕零 易悠然也坐在屋中 听着夏合在外面得到的消息 夏合生情并茂地讲道 小姐你是不知道 那张继英府中 还有一个地牢 关得全是些不到十二岁的幼童 被镇北王救出来后 全都授骨灵巡 不成人样 那张友才 整日地抢抢名女 如今张府中 只是她的姨太太 都有五十几位 易悠则舌 这家伙一天一个 也能两个月不重样 夏合接着深恶痛绝地说 那张夫人更可恶 动不动就打杀仆人 被她打死的仆人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易悠然淡淡道 如今忠于伏法 也算是罪有应得 她也该是时候 去收拾府中那位了 易悠然拿着一张纸 去了一红的院子 院中看守的两个侍卫 见她过来 立即行礼 几个月前 这位小姐过来 他们可能连认识都不认识 现在看到这位煞心过来 无不战战兢兢 易悠然问道 父亲可在院中 侍卫答道 回六小姐 老爷正在书房 属下这就去通报 易悠然阻止她道 不必 我自己过去 于必便走了进去 侍卫们也不敢阻拦 就这样 任由她走了进去 易悠然在书房门外 便听到易悠然在书房里 与一个女子调笑的声音 心道目视 当初看上的是个什么玩意 她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推开了门 只见一个丫头 从易悠然腿上 慌忙站起来站在一旁 易悠然也有一瞬间的慌乱 当她看清来人是易悠然后 立即怒道 你不知道进来要敲门的吗 没一点教养 外面侍卫都是死的 不知道进来通报一下吗 易悠然道 父亲没教过我 也未曾养我 我自小就过着仆人般的生活 自是没有教养 易悠见她如此不示弱 怒道 来人 将外面看守的两人 拉下去打二十板 易悠然淡淡道 父亲不用在这里杀鸡儆猴 杀的是你的鸡 而我却不是那只猴 今日来呢 就请父亲把这个给牵了 牵完我就出去 您该忙什么就忙什么 女儿就不打扰了 说完还瞄了一眼旁边的丫鬟 丫鬟吓得往易悠然身边挪了挪 头低的更低了 易悠然看了一眼 易悠然放在桌面上的那张纸 只见上面用探笔写着修书两个大字 易红了一眼内容便知 这是写给张氏的修书 更生气了道 易悠然你这是想干什么 易悠然用手头了头耳朵道 父亲我也是为你好 张家如今已经成那个样子了 难道您 还是要坚定地与他们同坐一条船吗 皇上如今正在气头上 现在你该做的 就是让皇上看到你的态度 易红听了易悠然的话犹豫了 他这两天也在思考这件事 但是今日易悠然直接提出来 他还是有些恼火的 道 那也是为父的事 轮不到你这个小辈 在这里指手画脚 易悠然道 父亲之所以还没有修了张氏 想必是因为一师庭吧 如今张家已经倒台 户部尚书已然换人 您认为 太子还会求取他吗 易红听了不服气道 老夫总归是他的老师 易悠然轻笑 在皇权面前 老师算什么 您掌管户籍营前 还是有兵权 区区一介文官 依太子目前的处境来看 最是无用读书人 易红沉默没有说话 易悠然接着说 今日您将这修书签了 对外也是 我逼您签的 今日也只有这一次机会 我是想对付张氏 但对付张氏的法子千千万 签还是不签 你自己考虑 易红思考了一阵 便直接拿起毛笔 签上了名字 易悠然带墨迹干透 便拿起指道 父亲请继续 女儿先走了 雨霸便慢悠悠走出了房中 易红在后面气得直骂逆女 而后又赶忙让下人去散播消息说 是易悠然逼他签的修书 他拿着修书 便去了张氏的院子里 张氏得知娘家出事 这几天连门都不敢出 看着他的院子 比易悠然第一次来的时候 萧条了许多 院中的奴仆 更是精简了许多 易悠然想 这应该是母亲的杰作吧 就在这时 牧师匆匆赶来 他也是刚听说 易悠然去找了一红签修书 知道消息后 便立即赶了过来 牧师责怪道 悠然 你怎么能这样做 你的名声不要了 易悠然看到牧师过来 也惊讶了一下 看到他因为跑得急诸钗 都要掉了 便帮他扶正诸钗 笑道 娘 你怎么过来了 牧师道 我不过来 你准备做什么 赶紧回去 这怎是你一个小丫头 能做的事情 再怎么说 张氏也算是你名义上的嫡母 把修书给我 这件事 母亲来做 易悠然失笑 这就是父亲与母亲的区别 父亲只害怕 自己的身上有了一丝污点 而牧师则是见不得 他身上有一丝脏污 而后突然吸了吸鼻子道 母亲那我们一起进去吧 不看着他倒霉 总是解不了心中玉气 牧师见说不过他 只好轻轻点头 带着他便进了屋中 张氏披头散发地坐在桌前 看到他们进屋 只说了一声 坐吧 牧师带着易悠然 坐在了张氏对面 张氏道 我如今就是这个样子 那是因为我娘家倒台了 可她一红 还是要好好将我养在府中 因为我的女儿 如今还在太子府 应该说是 还在太子的床上 牧师也没有说话 直接将易红签的修书 拿在手上 张氏一看到修书便要抢 易悠然眼及手快制止了他 牧师直接对下人道 去将这修书拿去官媒 让他们备案记录 就说是丞相府 牧与宁让他们立即执行 张氏怒道 牧与宁 你 牧师道 张家已斗 你还以为你的女儿 能当上太子妃吗 我如此做 只不过不想有 不必要的麻烦吧 毕竟这么多年姐妹一场 你今天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不然傍晚本夫人 便将你赶出去 张氏道 你赶 我要见老爷 牧师回道 就是因为他不想见你 我才过来的 这么多年 你做的事 难道他不知道 看得不过就是 尚书府面子罢了 易悠然暗自给牧师 竖了一个大拇指 看来母亲也已经变了 张氏大叫道 我是这样 你以为你能好到哪里去 他娶你 又何尝不是因为丞相府 你知道吗 当初早在我吊胡 之前我们便也两情相悦了 他告诉我 娶你不过是父母之命 他真正喜欢的人是我 是我 牧师很平静道 所以他将你就上来 是你俩本就安排好的 张氏道 他说若是退婚 家中长辈不会同意 所以我们就想出了那个办法 易悠然看 牧师有些心情不佳 便开口道 即使是那样又如何 父亲对你专一吗 你可能不知道 刚刚父亲 在牵你修书的时候 腿上还坐着一个丫鬟呢 父亲即使不爱母亲又如何 他也不还是得敬着母亲 爱你又能如何 不还是送了你一纸修书 所以他本就是一个薄情的男人 要不要他的爱又能如何 因为那本就一文不值 他看似在说张氏 其实是说给自己母亲听 已经遇到了渣男 那么以后的路 就只有及时止损 男人又不是生活的全部 牧师还年轻 以后的路还很长 可万万不能再走进 这个死胡同里了 第七十章 安然的秘密 牧宇宁看着自己的 这个小女儿 有时候觉得 她不像是这个年龄段的人 看事情看得比她还要通透 她非常明白 她要的是什么 这样她也能放心了 想是日后在那金王府 也是不会受欺负的 其实对于一红这件事上 她早就已经放下了 刚只是回首往事 为自己不值而已 一悠然见张氏不说话 冷笑道 我说过 这个府中有我没你 日落为限 今日若是你不走 那我不介意 让你永远留在这里 说完便扶着牧师离开了 回到牧师住所 一悠然道 母亲 父亲并非良人 若是你想 她本想说 若是想和离 但牧师直接阻止了她道 悠然 你兄长还未娶妻 你也未出阁 母亲若是与你父亲 何离你可知 对你们俩以后有多大影响 此话日后莫要再说了 一悠然听了牧师的话说 母亲 之所以担心别人说闲话 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 若是自己够强大 又何惧别人说三道四 一冰博还未走进来 声音已经传了过来 小妹说得对 母亲 你不必顾及我们兄妹 小妹都不怕了 我是个男子 大丈夫何患无期 牧师看到一冰博过来非常开心 道 兵博 你怎么过来了 这个时候 不是应该在温书吗 因为快开市了 所以一冰博 天天都在屋中温书 一冰博道 有点是想找小妹 就找到您这里了 牧师也喜得见两个孩子感情好 便道 也该用膳了 我去厨房给你们准备膳食 你们俩聊 与爸便走了出去 带牧师走后 一悠然问道 哥哥有什么事 一冰博道 阿然最近有些不对劲 晚上总有几个黑衣人 潜入他的房间 我也不敢靠近 所以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一悠然你没沉思 他没有问过阿然的来历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这黑衣人每晚潜入 都能瞒过府中护卫 想必武功也是了得 他想了想到 哥哥我知道了 你不必管他 也不要去偷听 一冰博不会武功 若是被发现了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一悠然决定 今天晚上自己去看看 一冰博点点头 叮嘱了两句兄妹两个 便开始聊起了张事的事情 牧师进门看到的就是 两兄妹有说有笑 聊得很开心 看到儿女们如今都挺好 他很宽慰 一悠然晚上后 便带着金雷 前进了一冰博的院子 两人蹲在院中的矮丛里 一悠然闲来无事便问道 金雷 君哲续今年几岁了 金雷回道 王爷今年二世有二 一悠然问道 那他之前有没有过女朋友 金雷 女朋友 一悠然解释道 就是以前有没有过关系好的女人 金雷想了想到 倒是有过一两个小姐与主子 多说过两句话 一悠然直接问道 谁家的小姐 就在这时 院中一阵稀稀疏疏的脚步声 一悠然与金雷 赶紧摒弃凝神 果然有三四个黑衣人 敲摸前进了安然的房中 一悠然见 他们都进去了 赶紧招呼金雷过去 一悠然趴在后窗上 拿着一个杯子样的东西 贴在墙面上 金雷看得疑惑 竟不知王妃什么时候 揣着一个杯子在身上 屋内四个黑衣人跪在地上 道 小主子 随我们回其云吧 只听安然淡淡道 我不去 其中一人道 主子 您在这里始终是寄人篱下 祁云才是您的家 如今王病重 只等您回去继承王位啊 安然依旧不为所动 一悠然此时 直接把窗子推开 翻身跃了进去 黑衣人见有人进来 下意识就要出手 却被金雷挡了去 这时安然道 助手 不准伤他 黑衣人全部都听命退在一旁 一悠然嘖嘖两声 安然 没想到你家还有皇位要继承呀 安然诧意看向一悠然 似是不相信他会说这句话 又听到一悠然道 你们让他回去干嘛 去给你们收拾烂摊子 说得冠冕堂皇 早些年去哪了 他食不果腹的时候 你们在哪里 现在碰到你们解决不了的是 需要他为你们冲锋陷阵的时候 你们来了 家里都是些豺狼虎豹 回家送死去啊 我告诉你们 这里就是他的家 他叫安然 易安然 你们哪凉快去哪待着去 再出现在这里 老娘灭了你们 四个黑衣人 原本以为这女人听到了主子的身份 定然是欣喜若狂劝主子回去的 毕竟主子迟迟不肯回去 很大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女子 如今一看 这女子果然不简单 把她们如今的处境分析得明明白白 她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个个低下了头 这时 却听易悠然又说 回去也不是不行 三年后 我与她一同去 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 我的人总不能平白被欺负了去 安然听了易悠然的话满满的感动 但她却做了一个决定 我回去 易悠然与四个黑衣人同时看向她 黑衣人是不可思议的欣喜 易悠然则是不解 不等她再问 安然又重复了一句 我回去 她不想再站在她的身后 明明她俩同碎 可每次都是她在护她 她也想站在她 为她遮风挡雨 所以她决定回去 让自己慢慢地强大起来 终有一日 她也会变成她的保护伞 易悠然怒道 你疯了 明知道他们在利用你 你还要回去 脑子长泡了是不是 安然看着易悠然说 我也想回去看看 到底是谁毒雅了我 谁把我丢掉的 我也想看看她 我也想变得更强大 站在你身旁 不过这一句安然 并没有说出口 易悠然知道她所说的那个 她想必是她的父亲 安然说到这里 她好像也没有办法 再阻止她走了 不禁懊恼起来 若是自己不出现 安然是不是就不会走了 但想想 刚刚自己也没说错啥啊 黑衣人看着剧情发展 欣喜若狂 这个女子的出现 竟然让小主子想通了 易悠然深吸一口气道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再等几日走 我给你准备点东西 安然点头答应 三日之后出发 她怕 若是时间再长些 她就舍不得走了 易悠然见她去意已决 她便也不再劝 转身走了 就三天也不知道 准备东西是否来得及 第七十一章 安然离开 这三日 安然一直都在易悠然的身边 她也不知道 下次相见是何时 牧师也知道了安然要走的消息 易悠然只告诉她 是安然的家人找到了她 牧师既提她 感到高兴又难过 她也是真心疼爱安然 自从安然搬到 一兵博院中之后 她每次送去的东西都是两份 她也是 把安然当成自己孩子的 牧师给她准备了 满满一码车的东西 生怕她回去受了委屈 易悠然看着牧师 忙前忙后的模样 不由地冲淡了她的酬绪 她则是给安然准备了一个盒子 里面堪称百宝箱 自从上次公验易悠然不慎中招后 易悠然回来后 便搜集了不少药 炼制了各种解药 以及好多种毒药 什么痒痒粉 麻痹神经的药 哑药 影响势力的药 就连春药易悠然 都炼制了好几种 易悠然给安然装了好几种 还把用法认真的写了下来 最后 易悠然把安然拉到一旁 拿出了一个药包 巧声道 安然 这个要是我跟那几个人打听到 你那位父亲的症状 从而配的药 即便不能根治 也是可以缓解的 你回去后视情况 看药不要给他用 易悠然这几天 旁敲侧击地问出来一些 安然父亲的症状 他想 既然那老家伙 等着安然回去继承皇位 想必对安然应是一大助力 要向安然顺利接手他的势力 必须得要他多活几日 易悠然给安然的是 茉莉空间中的西药 他害怕被人看出什么 便碾磨成粉 用牛皮纸包成了小包交给安然 安然看着他的侧颜 想起第一次在破庙里 见他时的样子 而后两人相依为命 在那个小破院里 以及他俩第一次吃到肉时 他脸上的开心 一直以来都是他冲在前面 他一直在后 享受着他 带来的安逸生活 唯一帮他的那一次 也只是在破庙的那次提醒 其实不用他提醒 他也应该是毫发无损的吧 如今他要走了 他还是把各种可能想到了前面 尽可能为他扫平障碍 他怎能不敢动 于是他第一次勇敢地抱住了他 在他耳朵旁道 放心吧 等我回来 易悠然突然被安然抱着 他只当是朋友间离别地拥抱 双手也抱了他一下 便松开了手 故意打去道 好了 回家了那里可是你的主场 谁欺负你便狠狠地欺负回去 莫要丢我的人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幕已经落入了不远处君哲序的眼里 他什么也没有说 转身进入了易悠然的房间里 但锦敏的薄唇 还是暴露了他此时的情绪 暗处的惊雷 看着默默地给自家王妃点了一根蜡 而当事人却毫不知情 依旧还是对安然交代着各种事宜 易悠然觉得自己就是老母亲心态 看着安然的马车走远 这才收回视线 心里也清楚 安然有他自己的使命 不想让他留有遗憾 他叹了一口气 便回到了自己小院中 想到这几日 君悠悠终于不再缠着他回宫去了 他好处去研究些别的 可当他推开门 又看到了一尊大佛坐在他屋中 君哲序正在看书 见到他竟然没有说话 易悠然镜子坐在他旁边 倒了杯水灌下 问道 你怎么来了 君哲序没有理他自顾自地看着书 易悠然见他不说话 一把夺过他手中的书 见是他床头放的一本游记 把书放下 问道 怎么了不会说话了 君哲序一侧身 还是不与他说话 易悠然伸手就在要触碰到他一脚时 君哲序又躲开了 还是不吭声 易悠然见他如此 也没有耐心了 直接怒道 君哲序 我怎么惹住你了你直说 来了又不说 你到底要闹哪般 君哲序淡淡道 洗手没 易悠然诧异 啥 君哲序直接上前拎过水壶 拿过易悠然手便往下浇了下去 洗过手 又将他的外袍撕拉一声扯下 易悠然慌忙五胸 怒道 你疯了 君哲序暴力的情绪 这才微微好转 单单看了一眼后到 易马平川有什么好看 还捂得那么紧 易悠然一听更生气了 放下手 努力地挺挺胸 然后看了一眼 貌似真的不太大 然后说了一句 我还小 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君哲序又不吭声了 易悠然道 你到底为什么生气啊 他有些无奈 恋爱中的男女 不都是男的红女的吗 魏毛到他这里反过来了 君哲序依旧不说话 易悠然想了想 罢了 自己选男人的 怎么也得哄着 于是易悠然开始猜测 是不是等久了 恋爱中男生迟到女生 一般应该都是会生气的吧 但他俩又没有约好 貌似不存在他迟到的问题吧 果然 那尊大佛 还是一脸吃了香的表情 易悠然突然想到 刚刚自己再和安然告别 好像拥抱了一下 这次该不会是因为这个吧 于是他试探问道 你是不是早就来了 刚刚还在外面 君哲序眉毛挑了一下 易悠然便知道 十有八九就是这个了 便解释道 那个 你误会了 我一直都把他当成弟弟的 刚刚那就是告别的拥抱 君哲序道 哦 告别的拥抱 你拿他当弟弟 我看他却并不这样想 安然的眼神 最是骗不了人的 易悠然 他要对我有意思 还为什么要走 君哲序不再吭声 他可不想给这个不开窍的女人 讲那么多 易悠然见他 就是因为这个生气 便道 你若是不喜欢 那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别生气了亲爱的 说吧便拉开他的手 直接坐在了怀里面 君哲序哪里会真的生他的气 这个小女人那么亮眼 真的气走了上哪里 再去找一个这般的 见他头怀送抱 便理所应当地还着他的腰 任他坐在自己怀里面 易悠然见他这般快就消气了 于是又开始在 作死的边缘蹦打 见兮兮的开口 所以 你刚刚是吃醋了 我就知道 本姑娘天生丽质 角色无双 是个男人都会败倒在我的十六群下 君哲序见他越说越离谱 索性直接堵住了那张 喋喋不休的小嘴 易悠然猝不及防 心道这家伙真是 一言不合就这样 作为惩罚 易悠然又是在被憋死的前一秒 才被松开 君哲序道 你不会唤气吗 易悠然 君哲序 算了 还是用实际行动 慢慢地交吧 第七十二章 夜入金王府 易悠然被吻得迷迷糊糊 君哲序则趁机让他答应了 许多不平等条约 等易悠然清醒过来 那货已经走了 坐在屋中不由得十分懊恼 想好了 见他要问那两个小妞的 怎么被他一打岔就忘记了呢 当日金雷说的那俩小妞 他可都记得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偏偏看到君哲序后忘记了呢 不过易悠然也反思了自己 这毕竟不是在现代 一些动作 确实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 不过想想 若是君哲序和哪个女子拥抱了 即使是离别 他心中总也会不爽的吧 而让他不爽了 想必不会轻易地先过去吧 这样想想他那间外跑死的不冤了 易悠然暗自决定 自己以后要注意 毕竟像君哲序这样 有钱有权 又长得帅的男人不好找呀 自己可得珍惜了 但易悠然的好心情 没有维持多久 下午易悠然正在导持 他新研究的毒药 夏合拿进来 目视为他新做的衣服 易悠然瞧了一眼 让他放下出去 毒药毕竟不是其他的药 一不小心沾染到 那可是要好一顿罪手 夏合也是知道的 听命就要出去 却多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一句话 让易悠然差点跑去烧了金王府 只听夏合道 整天夫人给小姐做的新衣服 奴婢都没有见小姐怎么穿过 您这样整天不收拾 等过几个月 嫁到金王府 怎么对付那一屋子的姨娘小倩 易悠然听到他这一句话 差点将要倒在桌子上 易悠然将要收起来 叫住夏合道 夏合 你说的什么意思 金王府有姨娘小倩 夏合回道 小姐不知道这是吗 皇后太后给金王送去了许多女子 都在金王府的谢缘里 这京城里无人不知啊 而后又怕易悠然不高兴 劝慰道 小姐 这京城中 乃家不是三妻四妾的 就连普通百姓有点钱 都想再娶个二房 更何况是高高在上的王爷了 再说了 金王爷对小姐 还是很不错的 易悠然听了这话 心情更不好了 好你个君哲序 老娘连个离别的拥抱都不可以 你天天在王府里左拥右抱 还让老娘费心哄你 易悠然直接将金雷叫了出来 让他去准备两桶火油 金雷看易悠然心情不太好 便也没有准备 就下去准备了 就在吃过晚膳后 易悠然毫不犹豫地 给金雷与闪电下了解药 将火油藏在空间里 便穿着夜行衣 悄悄出府了 对于给金雷两人下药这事 易悠然是丝毫也不觉得内疚 谁让他们是君哲序的人 易悠然用踏云步伐 快速地飞奔在街道上 不一会 就到了一个府邸门前 易悠然看着招牌上 刻着威风凛凛的三个大字 金王府就来气 于是找到侧门附近 一处比较低的墙 拿出一条带钩的绳索 直接甩到院中的树上 绳子上的倒钩 勾在了树上 易悠然便轻而易举地翻了上去 而后易悠然收好绳索 慢慢地寻找着谢元 今日金王府执行的 暗卫统领士听语 在易悠然翻进府中的那一刻 他便知道了 在暗处不由得很好奇 这是哪里的小毛贼 竟敢来金王府来行窃 谁人不知 这金王府不妨就像铁桶一般 连别国武功高强的奸细 都不敢踏进 他嘱咐属下 不要轻举妄动 可就在他观察了好一会 越发觉得 此人身形有些熟悉 于是轻轻一挥 树上的一个树枝 轻轻落下 正巧打掉了易悠然的面纱 听语一件事易悠然 赶紧给下属发暗号 让去通知王爷 自己却还是一直跟着易悠然 易悠然看到一个树枝 打掉了面纱也没起疑 继续还在寻找着他的目的地 而后觉得 金王府实在是太大了 他就又用了踏云步法 听语看着他的步法十分好奇 看着简单 但又着实让他看不出来门道 第七十三章 夜叹金王府二 只见易悠然轻盈地 在金王府内来回穿梭 没过一会儿 易悠然便找到了解缘 易悠然依旧翻墙进了去 看着院子里的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这时君哲续已经赶到 看到这丫头目标如此明确 想必是听到了些什么 他挥退了听语 想必一会那丫头 肯定又要发脾气 还是不要让自己的属下看到了 只见易悠然不知 从哪里弄出来了一个大桶 里面不知成了什么东西 易悠然直接破了一桶 到院中的谢霆里 易悠然边破边念叨 谢霆谢霆 我谢你大爷 君哲续站在远处 闻到了淡淡的火油味道 便知这女人是要放火烧她的园子 顿时哭笑不得 就在易悠然又拿出打火机 准备放火时 突然想到 这个园子还没有逛过呢 于是易悠然准备去看看 君哲续这些小妾们 都在干什么 易悠然突然觉得自己 好似在桌间 想想又不太对 一般正是桌间 不是大摇大摆的吗 不管了 谢缘很大 里面又分出一个个小院子 易悠然进入第一个院子 站在中间的房间上面 揭开了上面的瓦片 看到一个约某十六七岁的妙龄女子 正在穿着请衣看书 易悠然嘖嘖嘴 貌似这还是一位爱看书的才女呢 易悠然看着无趣 便继续进入第二个园子 依旧揭开瓦片向下看 这一看 她的火气马上便升起来了 只见床障已经放下 隐隐约约能听到一些 不可描述的声音 就在她准备揭开 另一片瓦片看清楚时 一只手突然伸出来 捂住了她的眼 易悠然闻到熟悉的青竹气息 心中的气焰 顿时消了一大半 用力掰开捂在眼睛的大手 果然是君哲旭 易悠然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而后一想来 她来这里能干什么 不就是来找这些小妾吗 不过一想 下面的人不是君哲旭 顿时又好奇起来 刚要继续看 就被她一把 抱起飞到了另一个房顶之上 易悠然暗自吐槽 有轻功了不起啊 易悠然发现这个房子 竟然没有人居住 便也歇了偷看的心思 易悠然冷哼一声 不再说话 君哲旭轻笑一声 道 想来参观金王府 何必用这种方式 大摇大摆进来便是 易悠然气得直摸牙 想与这丝说话 转身便要下去 却又被君哲旭一把拉入怀中 易悠然挣扎道 快去忙你的 下面的美人都要等急了 君哲旭看着这只吃醋的小野猫 心中一片柔然 说道 我一个也没碰过 易悠然正在挣扎 突然听到她的话 诧异道 啥 君哲旭解释道 这些女人 大多都是带着目的来的 本王一个也没有碰过 你大可放心 易悠然不幸地看着她道 那你大晚上来这里干什么 君哲旭道 本王正在书房处理公务 便听到暗卫来报 王妃娘娘回府 这不赶紧过来伺候了 不信你去书房看看 还我写了一半的公文 还没晾干 易悠然心中已经相信了 嘴上还是不一 你厌服不浅啊 我与安然拥抱一下 你就不理我 自己却这么多阴阴厌厌 君哲旭无奈道 以前没有管是因为府中没有王妃 等日后你进来 想把他们赶出去 还是发卖了 都有你 易悠然撇撇嘴 胆走发卖了 你说得倒容易 你这样 让外面人怎么看我 君哲旭道 你何时这么在意过别人的想法了 易悠然 好像说的也挺在理 君哲旭转移话题 道 走吧 你还没有逛过这府邸 今夜我便带你转转 易悠然突然想起了什么 道 等等 你以前是不是还跟两个小姐关系好来着 君哲旭柔柔发痛的太阳穴 道 你这都是在哪里听到的消息 本王就跟你关系好 也只跟你关系好 易悠然听到他如此说 心情变好一些 认真道 君哲旭 你若是确定了 要与我在一起 那就要一心一意 不许朝三暮四 若是你不再喜欢我了 便告诉我 我们两个和平分手 可你若是不告诉我 却还勾打别的女人 那即便是死我也会拉着你下地狱 君哲旭看他认真的模样拥抱着他道 放心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易悠然与君哲旭坐在房顶聊天 一直聊到半夜 易悠然有些困了 便将头直接歪到君哲旭的肩膀上睡着了 君哲旭将他抱起 将他送回了悠然居 而后他又回去处理自己还没有处理完的公务 第七十四章 神医慕容易 易悠然第二日醒来 已经快到五十了 他看到自己竟然躺在了自己的房中 易悠然便知是君哲旭将他抱回来的 心道算他十相 起床洗漱后 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 所以将夏合叫道过来 问他 夏合那边怎么样了 夏合听出来 易悠然说的是张氏 便回答道 那天小姐走之后没多久 老爷就去了他的院子 没一会 二小姐也回来了 老爷便让张氏住在二小姐的院中 易悠然嘖嘖两声道 没想到父亲竟还是个重情一打 想必那一失庭应该是成功了 可就是不知道 这太子殿下 是否舍得这太子妃之位 易悠然没在纠结张氏的事情 不过是一只被拔了地找的猫 不足为惧 易悠然将金雷与闪电叫出来 那俩或昨晚拉了一夜的肚子 易悠然看着他俩 似乎清捡了许多 脸上闪过一丝不好意思 金雷与闪电 昨晚正拉肚子时 看到王爷将王妃抱了回来后 就想通了一切的事 人家两人甜甜蜜蜜 结果他俩就是炮灰 易悠然道 金雷 教我点穴吧 金雷应了一声 便直接给易悠然讲解了起来 因为易悠然会针灸 熟知人体各个穴位 所以金雷直接将那一步骤省了 金雷教得认真 易悠然学得也很认真 一会便学会了 怎么将人定住 这时夏合端着水果走过来 易悠然直接在他身上试了一下 自己还给佩雷一句口号 葵花点穴手 但是他的嘴巴还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于是惊讶地问道 小姐 您这么快可就学会这个了 真是个天才啊 易悠然道 那当然 我可是天才美少女 于是易悠然便用金雷教他的 为夏合解了穴 夏合好奇地动动身体 发现没什么事 接着又用崇拜的眼神盯着他 看得易悠然有些受不了 就在这时 易悠然的小院进来了一个身着白衣 风度翩翩的男子 易悠然看了一眼 心道 这也是个美男子呀 金雷与闪电看到此人 立马打招呼 慕容神医 您怎么来这里了 易悠然听到金雷叫他慕容神医 便知这家伙是何人了 想必就是那位神医慕容医了 此前十几年 一直都是他在为君哲序续命 直到遇上他君哲序 才完全解毒 慕容医朝金雷和闪电挥了手 就盯上了易悠然 好奇问道 是你给君哲序那家伙解的毒 虽是疑问句 但却是肯定的语气 易悠然朝他淡淡点点头 这男人虽然长得也很帅 但很明显不是他的菜 但看在君哲序的面子上 微微一阴 表示尊敬 但慕容医显然没看出来 易悠然的友谊疏远 道 听说 你还是君哲序那次的未婚王妃 易悠然汉手 他以为慕容医会问他 怎么给君哲序解的毒 谁知道竟是问他俩的关系 莫非他也喜欢君哲序 将他当成情敌了 但慕容医后面又说了一句 你看 要不你别要他了 跟我算了 你看我们俩的兴趣爱好都一样 日后你医病来我抓药 你无聊我就陪你说话 总比跟那个孟葫芦强十倍吧 易悠然吃得一口点心 差点喷出来 原来这丝是来挖君哲序强角的 还没带易悠然说话 慕容医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讲起来 易悠然也不好打断他 就听他说 他有多少钱 有多少兄弟姐妹等等 易悠然有些无语 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他给君哲序医病时 是不是也这样化劳 君哲序没将他弄哑 也实属万幸 易悠然听说过这位 那可是与太医院院守不相上下的存在 于是从怀里 掏出一本他抄写的现代医学的书 递给了慕容医 慕容医结果书看了两页 便直接坐下不再说话了 易悠然暗自庆幸 总算能让他闭嘴了 第75章 蹭住 惊雷看着慕容神医 就这样便开始看书了 不禁对王妃竖了一个大拇指 没想到 王妃第一次见慕容神医 就知道他的喜好 并且成功地让他闭嘴了 要知道 王爷当时也是被他说得没办法 最后实在无奈 每次都要点了他的雅学 才肯罢休 易悠然看着这个医吃 这位可比他那时候学医上心多了 仔细观察着面前 这位几乎人尽皆知的神医 越看越有些不对劲 他的脸上 似乎涂着一层什么东西 估计遮盖了原本的皮肤 让肌肤显得有些粗糙 而后看向了他的咽喉 有猫腻 于是易悠然壮似无意地 倒了杯水递给他 慕容医接下 便一口喝了 惊雷不知他内心的想法 看着自家王妃 一脸笑意地盯着慕容神医 想到刚刚慕容神医 要娶王妃的事情 瞬间不淡定了 这是要挖他家王爷的墙角呀 于是赶紧给闪电使了个眼色 闪电没有惊雷 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心思 只想着惊雷有事 要退下便点点头 于是惊雷敲摸地退下 赶紧去往金王府 这事可不是小事 得赶紧通知王爷 否则王妃娘娘真被挖走了 可怎么办 杀了慕容义 似乎也不是太好 毕竟人家 也为了王爷的毒 辛辛苦苦那么多年 惊雷在十分忧愁的心理活动下 找到了君哲旭 君哲旭正在看 昨晚没看完的公物 见到惊雷过来问道 王妃那里可是有事 惊雷回道 王妃倒是没事 只不过慕容神医去找了王妃 两人似乎 似乎 君哲旭看惊雷吞吐吐吐 便道 到底什么是直说 惊雷深吸一口气道 是慕容神医去了 就说让王妃跟着他 然后王妃给了他一本医书 然后就一直盯着他 那表情似乎有些 兴奋 惊雷回忆着义悠然的表情 说出了这么一个形容词 君哲旭淡笑出声 想必那丫头 应该是看出了些什么 果然不愧是他的女人 才见第一次便发现了端倪 惊雷看到主子竟然笑了 更是摸不住头脑了 只听君哲旭道 无妨 慕容想在本王手中抢人 他还没有那个资格 你且回去保护好王妃便是 惊雷走后 慕容不会被那丫头坑太惨 惊雷听到王爷的吩咐 点头应试后 便又回到了国师府 回到府中后看到 易悠然还在盯着慕容一看 虽然感觉有些怪异 但还是什么也没有说站在一旁 易悠然知道 惊雷退下了 毕竟人有三级 他也没想到 会是去找君哲旭告状了 易悠然盯着慕容一看了好一阵 然后便抽走他手中的书 慕容一看得正起劲 这里面写的许多东西 都是他以前没有接触到的 感到很神奇的同时 易悠然露出了一口白牙道 易小姐再让我看看呗 保证就看一天 一天就可以 易悠然同样黑黑一笑道 为什么 咱俩又不熟 那可是我的心血之作 熬了大半夜抄的呢 慕容一看他慢慢将书放入绣筒中 着急了道 你想要什么 咱俩交换 易悠然笑道 你有什么能与我交换的东西 医术又不如我 长得还没有我家王爷帅 就连身高 则则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啊 慕容一还是第一次被这样看不起 不过想想 他说的似乎也都是事实 于是咬咬牙拿出一个木盒 道 这是我这次去雪山踩到的天山雪莲 给你 交换那本书 易悠然看着他肉痛的表情接过木盒 打开后 果然看到一株非常漂亮的淡蓝色雪莲 呵呵一笑 觉得这个慕容一挺伤到的 便拿出了那一本书递给他 顺便又送给了他一张解剖图 慕容一如获至宝地 将东西放入怀中 准备回去慢慢研究 易悠然见他还不走 便问道 还不走 莫非是想要回那一株天山雪莲 已经到他手里了 是不可能再吐出来的 慕容一尴尬地笑笑道 你也知道我以前来都是 住在金王府的 就是为了金王殿下那个毒 如今他的毒已经解了 再住在那里 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 易悠然故意像听不懂一样淡笑道 所以什么 慕容一看着易悠然油烟不尽的样子 心到真是和他相公一样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一样的奸诈 想到自己 才来这一会 便被骗走了 辛辛苦苦苦 等了这两个月才摘到的天山雪莲 心中藕得要死 但也不得不说出口 所以 能不能在你这里 借助一段时日 他才不想住在金王府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上到主子下到仆人 全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住在这里就不同了 这姑娘多有意思啊 主要是医术还好 他又不懂得问着 也方便不是 易悠然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也不想再让他住在金王府 但是送上来的羊毛布薅 就不是他的作风了 这货名声这妖牛 神医呢 想必这么多年 也脸了不少财吧 于是易悠然道 想住在这里啊 也不是不可以 你看我这院中穷的 花草都因为没有养分 都是奄奄的 整天也见不到个肉腥 我怕怠慢了贵人啊 第76章 设计烧烤店 慕容一看他样子 又怎会不明白他的意思 看着满园开的正烟里的花朵 慕容一默默从兜里 掏出了一万两银子 递给易悠然 易悠然笑眯眯地接过银票 看了一眼道 嗯嗯 可以住十天 可以免费问二十个问题 一万两银子才二十个问题 你抢钱啊 易悠然慢慢道 知识就是金钱 你不知道吗 再说 你住在这里吃喝都不要钱的吗 好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十九个 这会问 还是等等再问 慕容一听到这话 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又接着问道 这也算是一个问题 说完他就后悔了 还来不及反悔 易悠然已经回答 当然算了 我的时间很值钱的 好了 还有十八个 一会我让人给你收拾个房间出来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再见 易悠然拍拍他的肩膀 自己走出了小院 慕容一捂住自己的嘴 生怕自己再发出一点声音 目送着 易悠然慢慢走远 然后起身在小院溜达一圈 待愿中下人给他收拾好房间后 便一头栽进房间里 研究易悠然 给他的书去了 易悠然去了美颜堂看了看 记泽宇在店中招呼着 虽不如刚开夜那几日那么多人 但一楼也有不少人在选购商品 二楼更是需要预约 易悠然很满意店中的经营情况 又给记泽宇说了几个活动方案 然后又去了烧烤店 烧烤店是他们几个一手准备的 他也没怎么参与 如今一看 果然三个臭皮酱 顶一个诸葛亮 烧烤店经营的有模有样 当他看到名字时 顿时哭笑不得 资然烧烤 这里没有资然 他提供给君逸臣的时候 告诉过他 这个叫资然 没想到这家伙 直接就以这个命名了 店外还有许多人排队 易悠然走进店中 店中有个小二 就赶忙跑过来道 姑娘可是有同伴在里面 如果没有 请先在外面排队 易悠然看到沐星斌 正在柜台算账 便叫了他一声 沐星斌抬头看到是他 便招呼他进来 小二赶忙将他请进去 易悠然直接走进柜台 看着桌上的一张张账单 都是客人点的东西 沐星斌忙得 没空招待他 只给他说了两句话 便继续去算账了 易悠然见他忙 直接从茉莉空间里 拿出一个计算器 然后将他的一打子账单 便没有阻止他 继续低头算着自己的账 易悠然看着写的 每桌的钱书与串数 想着这里的人 根本都没有学过 惩罚与处罚 沐星斌拿着算盘算 也是一个一个加的 易桌点多少串 他便一串一串的加 虽然快 但是抵不住客人点得多呀 易桌点七八十串 他就要加七八十次 易悠然手里的账单 没一会 便被他手里 拿的计算器算完了 然后他又抢过 沐星斌手中的账单 快速又给他算了算 沐星斌看着易悠然 这么快算完账都惊住了 他还特意又算了两张 分文不差 看着易悠然手中的小东西 沐星斌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他看着计算器上的 一 二 三 四问道 表妹 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比算盘还要厉害 易悠然看着他 在账单上寄的繁体字 一二三四五 觉得都有点头痛 看来有必要教教他 怎么省时的算账了 易悠然道 先让小二抬几个桌椅在外面 让所有人有地方可以坐 又让人去买了一些瓜子 专门找一个小二位外面 排队的人添茶倒水 于是在外面排队的人 一个个都坐下喝上了茶水 易悠然也将柜台的账算的 差不多了 每一桌结账的时候 直接对着账单 便可以让小二去结 沐星斌看到经过他这一番操作后 瞬间感觉自己也能闲下来了 于是对易悠然道 表妹 你真是厉害 你是不知道 这几天给我忙了 我都受了好几斤了 易悠然问他 那你为什么不多找几个账房先生呢 沐星斌道 账房先生倒是也找了几个 都是一些年纪大的人 咱们这里太张忙了 都是在这干一天就走了 倒是也找了几个年轻的 那算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易悠然想了想 问道 咱们的烧烤 现在有几个品种 沐星斌回答 有十几个 易悠然道 那你把烧烤的品种和价格 竖着写在这张纸上 沐星斌一言将各种烧烤品种 写在了纸上 而后易悠然接过纸张 拿着探笔在上面写上了 每种产品五串和十串的价格 对沐星斌道 从今天开始 每样东西五串起卖 价格我已经算好 你就照着这张纸来算账 看怎么样 沐星斌看到易悠然这样做 新奇的不得了 当下便让小二队 还没有点菜的客人们交代下去 很快便来了五张单子 沐星斌按照易悠然写的价格表 拿着算盘霹里啪啦的 很快便算出了价格 于是沐星斌兴奋道 表妹 你真是个天才啊 易悠然道 相比于天才 我更喜欢 你叫我仙女 沐星斌 真没见过这般自恋的 沐星斌又去外面看了看排队的客人 发现客人们都在喝着水喝着瓜子 有的还在聊着天 以往有的客人站着等得久了便走了 但这一会 似乎没有客人离开 易悠然正在看着这几日的账单 每日的销售量他心中已然有数 还是挺满意的 沐星斌兴奋地跑过来道 表妹 你这一招真是绝了 现在已经没有客人 想着去别处吃了 你看对面的面馆 都没有人了 以前每日还能分他们一些客人 今日你看我们的客人 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你看那几人 我看他们就这样一下我吃不上饭 也不会走 易悠然道 你看隔壁那间小店面 能不能盘下来 专门设置一个休息区 再在里面放一些围棋之类的东西 其实在好吃的饭店 人们天天去吃 很快便会吃够 我们就要在吃食上满足客人的同时 服务也要跟得上 让客人觉得他被重视 下次他还会来 沐昕冰专心地听着 他这个表妹 简直就是一个宝藏 自从遇到了他 他的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就知道吃喝玩乐 现在天天都被安排了满满的事干 再也不是那个顽固了 最近就连他娘都给他亲自炖补汤了 以前这可是爹爹和大哥的专属 他每次要喝的时候 他娘总是说 废物喝什么汤 而后一悠然看他对计算器感兴趣 便送给了他 让他回去慢慢研究 又简单教了他阿拉伯数字的写法 以及九九成法表 他也懒得一点一点像小学老师那样教学生 便简单给他说了说 主要他觉得 以沐昕冰对数字的敏感程度 应该是可以研究透彻的 一悠然看店中也忙 便不打算在这吃饭 又交代了沐昕冰几句 便打到回府了 第七十七章 论一 一悠然回去的时候 带了些店中烤的肉回去 他准备让牧师和他院中的人都尝一尝 他在路上走着 突然迎面过来一辆豪华马车 为什么要说它豪华呢 是因为拉车的马都是一匹棕色的蒙古马 车厢更是以黑楠木为车身 凋梁化洞 巧夺天宫 易悠然想 这哥在现代 应该就是劳斯莱斯的级别了吧 就是不知道这要牛逼的配置里面 面做的是谁呢 就在易悠然就要经过他时 马车突然停下了 马车门前淡蓝色的帘子被撩起 只见一个长得裹子脸的一个男人露出头来 道 三弟妹 今日怎得有空出来逛街 易悠然觉得他有些面熟 然后他一开口便想起来了 因为有资格叫他三弟妹的 那可是只有两人 二皇子早早便去往封地了 京城里就只剩下太子殿下了 易悠然见他似乎也不想暴露自己身份 他也懒得行李 便叫了一声 兄长安好 太子看到易悠然 觉得比之上次公宴之后 越发明媚可人 听说他与镇北王世子开的那个美颜堂日镜斗金 他的那些妓妾们 天天谈论的都是那里面的东西 而且听说里面的东西 也都出自此女之手 今日他就是想去看看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没想到再次看到了易悠然 想了想 太子更觉得 此女就是个聚宝盆 相比之下 那个易师庭差的 根本不是一心半点 以前自己 整日去找易师庭 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个易悠然呢 若是早早发现给他点好处 想必此时那个美颜堂 就是他的了 不过现在似乎也不晚 毕竟他还没有与他那三弟成婚 于是他开口相约道 三弟妹这回可有空 前面有个茶楼 有上好的碧罗春 不知可否赏脸去品名 易悠然心中吐槽 这或是约他去喝茶 他又不是绿茶婊 喝的什么碧罗春 虽拒绝道 多谢兄长好意 只是我平日里不惜饮茶 一般都是喝些果茶 那些东西 实在是喝不惯 家中母亲还能找我回去呢 兄长既然喜欢绿茶 改日定让君哲旭 送兄长些好茶 说吧不等太子开口说话 扭头就走 以为他看不出来 太子眼中那一抹势在必得 但是 他也并不是那 由他拿捏的橡皮泥 毕竟人家位高权重 目前好像干不过 所以还是先溜了 毕竟他家那位可是个醋坛子呢 太子看着他匆匆而去的身影 嘴角扶起一股邪似的弧度 易幽然这样 更激起了他的欲望 他也没了去美颜堂看的心思了 吩咐侍卫去找一师庭 然后他便打道回府了 易幽然回到国师府 先去了牧师的院子 给他留了一些烤肉 顺便问了易师庭的事 因为牧师是这国师府唯一的女主人 若是易师庭要出嫁 一红肯定会要牧师置办嫁妆 但是牧师说易红 并没有向他提起这件事 易幽然今天见了太子后 就想赶快将易师庭 给太子塞过去 可这么多天过去了 也没有个动静 看来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易幽然又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 夏合看到他回来 便跑了过去道 小姐您回来了 边接过他手中的东西边吐槽 谁家的小姐跟你一样呢 整天出去都不带个丫鬟 整天的独来独往 易幽然失笑 其实带夏合出去 也没有什么的 只是他整天想出去就出去了 老忘记他 他出去也不喜欢坐马车 有时候夏合跟着他 都是一路小跑的 他也不想他受罪 索性很多时候就自己跑了 他拿出给他们带的烤肉 放在桌上 夏合惊讶道 小姐这是什么 味道好像上次您做的那个烧烤 易幽然道 这是君亦成 他们开的烧烤店里烤的肉 我特地带回来 让你们尝尝 把他们都叫过来吃吧 看看味道怎么样 这时 只听易幽然卧房隔壁的门 突然从里面打开了 慕容一道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本公子看了一天的书 饿死了 说着便快速 冲向易幽然身边拿起烤肉 就往嘴巴里面放 吃了一口之后 发现根本停不下来 便往嘴巴里塞肉 便说 嗯 真好吃 本公子现在觉得 花这一万两挺值的 这肉在外面买的吧 在哪里买的 本公子在京城那么久 怎么都没有听说过 有这样一家烤肉店 易幽然看他的画牢模式 又要开启了 直接回答道 这是君亦成 我们一起开的烧烤店 就在朱雀大街上 慕容一听了他的回答道 这真是本公子 吃得最好吃的肉了 比皇宫里做得还好吃 易幽然 你真是个天才 易幽然无语宁耶 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 有人说他是天才了 虽然这都是涉嫌 剽窃前任的嫌疑 但他还是没有 丝毫脸红地 接受了这个称呼 漫不经心地道 我这回正好挺闲的 你那十七个问题 什么时候问 慕容一 不是还有十八个吗 易幽然 刚刚烧烤店的位置 已经告诉你了呀 带上这个问题 这回已经剩十六个了 慕容一气急 你易幽然摊摊手 你可就买了这几个问题了 而且问的每个问题 我都是回答得了 慕容一咬牙道 你等着 雨霸便飞快跑进屋中 拿了易幽然给他的那本书 还附带了一张纸 易幽然看到纸上的内容 全是一些关于医术的问题 易幽然拿着纸看了看 觉得这家伙 还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霸 将重点也都总结了 一些不懂的 基本上就是一些解剖学的东西 易幽然不由得也认真起来 他对待医学 一直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 他也一直觉得 华夏的中医博大精深 只是到了现代 人们越来越依赖西医 中医由此越来越没落 以至于很多老祖宗 传下来的东西都找不到了 如今看着慕容一总结的这些东西 有些还是举一反三得出来的结论 于是易幽然一反常态地道 走 上屋里说 易幽然将慕容一带回了自己的寝室 惊雷在外面 那叫一个惆怅啊 心想自家王爷都已经知道了 那为何还不过来 自己媳妇都已经把别的男人带进寝室了 易幽然浑然不觉 进屋后假装去内室 实际上是在茉莉空间 又拿出了一本书 拿出来交给慕容一慕容一 看到易幽然又给他拿了一本书 激动道 这本书我也能看吗 易幽然道 当然可以 而且不懂得也可以问我 我不收你费用 这次我们交换问题 我问你的你也必须要回答我 慕容一见他如此好说话 便也满口答应 于是 两人便开始了在医学上的交流 易幽然给他讲解解剖学的知识 他就给易幽然讲辩证 两人一直聊到第二日凌晨 还有些意犹未尽 一夜时间 若不是易幽然房中的灯没有灭过 两人做的姿势也没有什么变化 惊雷都要怀疑 易幽然是不是移情别恋了 他也让闪电去金王府一趟 告诉主子这件事 但王爷好似一点都不上心 所以 惊雷这一夜 基本上就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的 盯着那两个人影 时不时地爬上房顶 掀开瓦片看一下 两人也确实在讨论一里 易幽然看了看天色 不知不觉一夜都过去了 他感觉也有些累了 于是看着还算精神的慕容一道 回去休息吧 我们改日再聊 慕容一看看天色 似乎也才察觉已经过了一夜 合上了那本一书 又恢复了他那玩世不恭的样子道 小然然 你可是跟我过了夜的 不如以后就跟我了好不好 易幽然看着他道 好啊 我们一起睡觉吧 说着 便上前就要扯他的衣服 慕容一吓了一跳 赶忙退后一步 道 你这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第七十八章 花圣皇太女 易幽然呵呵一笑 便又逼近他 道 你不就想要我这样吗 怎么又不满意了 快来让奴家好好伺候伺候你 慕容一抖抖浑身的鸡皮疙瘩之无道 别 然后他便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能动了 一不小心便被易幽然点了穴 慕容一欲哭无泪 立刻认怂道 嫂子 嫂夫人 我知错了 你可不能这样对不起我大哥呀 易幽然道 你大哥 谁是你大哥 不是要一起睡觉的吗 既然你不配合 那便只有我来了 说着便做事要解开他的腰带 慕容一看到 他竟然要玩真的 结结巴巴道 嫂子 我有银子 我腰上的钱袋里 还有二十万两银票 全给你 全给你 易幽然见还有额外的惊喜 便开口道 嗯 当个神医就是有钱 随便出来一趟兜里 就揣二十万两 说完就直接将慕容一腰间的钱袋扯了下来 慕容一见他拿了钱 便要求他放了自己 易幽然也逗弄得也差不多了 便坐在桌子前倒了一杯水 自顾自地喝着 慕容一见他迟迟没有动作 便叫嚣道 钱你已经拿了 还不放了本公子 易幽然慢悠悠道 你自己说 还是让我一点点卸下你的伪装呢 还是你自己说呢 慕容一一惊 难道他看出了什么 不能吧 他俩才接触了多久 于是他知无道 说什么 易幽然没有说话 淡淡道 我这人呢 喜欢和聪明人讲话 不喜欢在我的院中 住着身份不明不白的人 慕容一这下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问道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易幽然也不瞒着他道 见你的第一面 你的易容并不算高明 慕容一苦笑 果然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这个女子太精明了 于是直接开口道 你看得没错 我的确是个女子 但是慕容一也的确是我 小时候与师父行走江湖 治病救人 有诸多不便 后来师父 就直接让我以男装试人 久而久之 我也就习惯了 易幽然道 然后呢 你的身份 该不会就只是一个慕容一吧 慕容一道 因为慕容是花圣国的国姓 世人都知道 神医慕容一是 花圣国一个没落王府的数字 但其实他也是 花圣陛下唯一的皇女慕容莲 易幽然听到这个消息 内心确实挺惊讶的 他只猜得到 慕容一的身份不简单 但没想到 竟是花圣王朝的皇太女 这片土地 目前是由四个国家组成的 分别是 风起 祁云 花圣 凌霄 其中 花圣是个女权国家 君主是位女子 这些都是易幽然 在原主的记忆里得到的信息 易幽然暗自吐槽 自己这也不知道 走了什么狗屎运 刚送走一个齐云皇子 又来了一个花圣皇女 整天和这些人打交道 她的小心脏会受不了的呀 想到花圣皇帝的独苗苗 不仅被自己坑了那么多钱 还被她威逼利诱 易幽然的小心脏 砰砰直跳 她走过去给慕容一 我不现在应该是慕容莲解了穴道 慕容莲恢复了自由之后 立马自己也倒了一杯水 一饮而尽 瞪了易幽然一眼道 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吧 我能住你这小院了吗 易幽然立马道 您可是皇太女 哪里住不了 就是皇宫里也住的呀 偏偏要住我这个小破院子 跟着受罪干嘛 咱这小院 成不下您这尊大佛不是 易幽然想 还是赶紧送走为妙 慕容莲威胁道 反正你也知道我的身份了 未来这几天 我在京城里 你得照顾好我 一不小心 那可就是邦交问题了 我会向贵国陛下从实说的 易幽然见她摆起了架子 索性破罐子破摔了 道 我只知道 我院子里住的是慕容义 谁知道花生皇太女是原始贬 和我有什么关系 说吧打来的哈欠 就准备进屋睡觉去了 慕容莲看着她的背影 想想还是算了吧 毕竟这个女人也不太好惹 反正这么多年 她也没少拿君哲序的钱 就当替她上交了 想通了后慕容莲 便也去隔壁她的房间补眠去了 但易幽然醒后 便也没有提醒她起床 如今看自家小姐已经醒了 便马上端上了 一直在锅中热着的饭菜 易幽然还没动快 便看到慕容莲走了进来 然后直接将她的饭 放自己面前后 拿着筷子 便开始夹菜吃饭 易幽然心道 这位倒是一点都不见外啊 夏合见这位慕容神医竟然如此 刚准备斥责两句 易幽然便制止了她 然后让夏合再为她盛一碗 也默默地坐在那吃饭 第79章 慕容莲 两人很有默契地吃完饭 谁也没有说话 夏合在旁不禁有些好奇 这位神医不是话很多吗 为什么今天一句话也不说 又看了看自家主子 觉得气氛有些说不上来的怪异 易幽然吃完饭下 和收拾完碗筷变下去了 易幽然盯着慕容莲看了好一阵 她看着慕容莲脸上还涂抹着 不知是在哪条质的黄黄的东西 有些好奇她的真容 慕容莲却不知道 易幽然此时在想写什么 总觉得她在憋着什么坏 毕竟来这里才两天 身上的银子都被这位坑得干干净净 她现在可是都比脸净 看着易幽然盯着她的脸 一直看也不说话 慕容莲若若开口 我现在真的没有钱了 易幽然 慕容莲看她依旧没有说话 便又开口道 也没有什么秘密了 呃 就之前给金王看病 时不小心看过她的身体 但是那也只是上半身 我发誓 不该看的 我是一点也没看 说着 竖起了三根手指 做发誓状 易幽然听了她的话 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她也不知道 此刻该怎么样才算正常 不过她觉得这个皇太女 真的挺可爱的 蠢萌蠢萌的 索性看乍一乍 还能乍出来什么 慕容莲看她还是不说话 于是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讲着 其实我觉得 金王殿下的身材 还不是最好的 我去齐云国 给他们摄政王智商的时候 看那摄政王的身材 才叫一个完美 那肌肉 小麦色 看着都很有感觉也 易幽然听到后 也来了兴趣 心想她也见到过 君哲序的身体 已经很完美了 不由得好奇 那摄政王的肌肉是什么样的 于是开口问道 那摄政王与君哲序 有什么区别 慕容莲见她对这个感兴趣 想了想回答道 金王由于中毒时间比较长 肌肤颜色过于发白了 易幽然 合着君哲序 就输在皮肤颜色上了 她倒觉得挺好的 不过暗自下定决心 以后夏天的时候 拉她出去晒晒太阳 她男人怎么能比不上 那什么破摄政王呢 于是 易幽然从空间中 拿出了几张猛男的图片 问慕容莲 你看这几个怎么样 慕容莲拿着那几张图片 眼睛都直了 问道 这是谁画的 这么逼真 泽泽 这身材 真是没话说 易幽然见她如此感兴趣便道 你喜欢的话 这几张就送给你了 慕容莲听到这话 立马就开心地蹦起来 指着图中的肌肉难道 看 那摄政王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有感觉 易幽然看了看那张图片 肌肉也太发达了些 不禁想到 莫非其余的摄政王 是个大猩猩 如此强壮 想必武功也不会低 安然回去 也不知道会不会与之对上 改天还是要让君哲旭 帮忙打探下消息 易幽然问道 慕容莲 齐云的摄政王 是个什么样的人 慕容莲听她问到那位摄政王 警惕的眼神盯着她 你问她干什么 我告诉你 那个人 也就个身材还能看 人品可差劲了 还是京王殿下好 虽然性子有些冷 平时做事有些我行我素 下手有点没有分寸 其他的都还好了 易幽然 你这到底是在夸她 还是在损她 不过她也明白了 看来这个人果然不是哪的好人 就连慕容莲这么单纯的人 都觉得她不好 其实她不知道的 是在慕容莲的心里 也已经将她归结为奸诈一类的人了 倘若知道了 估计会呕血不止吧 易幽然问道 慕容莲 你究竟是怎么样长这么大的 易幽然有些好奇 一个皇太女 是如何在宫中长成这样 还没有被灭掉 慕容莲有些差异道 我从小就跟着师父啊 小时候有次中毒之后 母皇便带我去找师父医治 我去了之后 就抱着她的药罐子不撒手 后来母皇便将我交给师父了 于是 师父就开始慢慢将我养大 交我衣礼 易幽然道 那怪不得呢 慕容莲有些听不明白 怪不得什么 易幽然搪色 没什么 而后又拿出了一本治国之道给她道 没事别看医书了 多看看这些东西吧 毕竟家里 还有皇位要继承 慕容莲想到自己家里那一摊子时 就烦得要死 最近她母皇也确实有让她回去的想法 可是她对国家大事 一点也不感兴趣 如今看到易幽然又给她这么一本书 顿时觉得美男的图片也不香了 突然她灵机一动道 嫂子 你看你 都能将金王的毒给解了 能不能给我母皇看看 能不能让她再生一个 当初她生我伤了身体 这么多年都未曾有孕 你给她看看 争取让她再给我生一个妹妹 易幽然刚喝进口中的茶 差点喷出来 这熊孩子竟然想让她娘生二胎 她还没有说话 慕容莲又已经开口 放心 报酬少不了你的 易幽然 突然很想敲她怎么办 慕容莲住在易幽然的院中 对外称慕容神医为一六小姐调养身体 倒也没有人说什么 京城人都知道慕容神医与金王关系比较好 那她为未来金王妃调理身体 也无可厚非 第八十章 太子的报复 易师庭一大早好一通打扮之后便去了太子府 昨天太子便叫她过去了 她本想昨日就去的 张氏却告诉她 男人都是要吊着的 太容易得到的 往往都不会珍惜 加上她与太子已有了肌肤之亲 太子却还没有明确要给她一个名分 她也有些气愤 所以便听了张氏的话 易师庭坐着马车大摇大摆地到了太子府门口 便让丫鬟进去通报 不一会 太子随时便带她进了太子府 昨日太子在府中等她一下午 谁知道派去的人回来说她有事不能过来 太子气得当时便摔了一个琉璃杯盏 这回听到她过来便直接吩咐随时将她带去了卧房 易师庭看到随时将她带去了卧房 脸瞬间就红了 随时告诉她 太子殿下一会就过来 让她坐在那里等等 易师庭微微点头便坐了下来 看到房间中的那张大床便想起 上次与太子殿下就在这里发生的种种 不由得心间泛起一丝甜蜜 太子在书房画画 随时过来通报道 已经将易师庭带去了卧房 太子硬下后让她退下 然后低头继续画自己的画 易师庭如果在这里就会发现 画中的人物她很熟悉 不是易悠然又是何人 直到做完画 太子看了眼沙漏 发现快到五十了 这才慢悠悠地往卧房走去 易师庭早上着急着打扮 早膳都没怎么吃 这回已经鸡肠碌碌了 偏生太子还没有过来 易师庭刚想让人给她上些点心 太子便回来了 易师庭忙弯腰行李 太子笑着将她扶起身道 本宫本想早些过来的 可怎奈宫是太繁忙 让师庭久等了 说着便揽着她的肩膀 低头在她发间深吸一口气道 师庭可是让本宫好想了 易师庭知道她是在说 昨天没有过来的事情 便道 师庭昨日有些不方便 还望殿下海涵 说着便顺势往太子的怀中蹭 太子看到易师庭的侧脸 发现今日的她 竟与易悠然有几分相似 心道果然是姐妹 虽然不是一个母亲所出 但这眉眼还是有三分相似 身体不由地变起了反应 想着易师庭本就是送上门的 便直接将她抱起 向礼物走去 易师庭惊呼一声 心中满是欢喜 太子这样的反应不正 说明自己的魅力大吗 一番雨雨过去 易师庭身上满是亲子的痕迹 太子焰足地躺在床上 一只手还不停地玩弄着 易师庭此时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了 怕他一会兴致再起来 便对太子撒娇道 太子殿下您好坏啊 师庭还没有用午膳呢 您就这样 太子哈哈一笑 对外面吩咐道 来人 将午膳端进来 于是没过一会儿 一群宫女鱼灌而入 将膳食摆在了桌上后 便目不斜视地下去了 太子道 师庭可愿意伺候本宫用膳 易师庭满身酸痛 但还是笑道 能为太子殿下效劳 是师庭的荣幸 于是 易师庭顶着疲惫 又伺候了太子用完膳 自己随便吃了几口后 又被摧残了一番之后 体力不支地昏睡了过去 第81章 太子的目标 太子看着熟睡的易师庭 眼中闪过一丝轻蔑 拿起床头的一本书 便看了起来 易师庭睡到快傍晚 才悠悠醒来 看到太子仍然在他的身边看书 心中美滋滋的 酥软地开口道 殿下您还在这里啊 太子眼中的烦闷一闪而逝 转向易师庭时 又恢复了一贯的温文尔雅 道 师庭你醒了 本宫怕你在这宫中睡不习惯 想来上午让你等那么久 实在是令本宫心疼不过 所以 本宫便推了这下午的宫物 专心陪你 易师庭心花怒放 殿下带师庭如此好 师庭就是现在死了 也是甘心的 太子听了他的话 捂住他的嘴巴道 什么死不死的 以后可不许再说 你可是要与本宫一起 执掌这万里江山的 怎可整天将这些挂在嘴边 易师庭听他如此说 更是开心 本想就此要个名分 却又怕会让太子觉得 她是那种复言趋势的女子 最终张张嘴 还是没有说出来 太子看他 没有说话 便继续道 但是师庭 你可知道 我现在的处境如履薄冰 那么多的兄弟 都虎视眈眈的盯着我这个位置 你的外家又遭了难 母后本来就已经答应了 你我的婚事 可经过张尚书一事 他又反悔了 易师庭什么也没说 只是泪眼汪汪的看着太子 太子看到他的样子 想着 总归也是自己 追了那么久的女人 长得也还不错 以后他登上大宝 就给后宫他的妃位 于是他又开口引诱道 但是本宫的新师庭 你是知道的 你已跟了本宫 本宫定然会对你负责 所以 幕僚给本宫想了一个方法 易师庭抬头看他 正准备等他说下文 太子却说 算了 还是不说了 易师庭成功地 被太子勾起了兴趣 却见太子突然停下 不依不挠问道 殿下有什么事直说便是 只要能与殿下长相厮守 师庭受点委屈 又何妨 太子这才缓缓到来 幕僚说 让本宫娶了师庭的六妹 易师庭听到太子的话 声音变得尖锐 殿下你可知 他是害了师庭母亲 和外祖家的罪魁祸首 抛开这个不说 还是您的三弟妹啊 太子微微皱眉 似是不喜他的态度 接着道 师庭 你听本宫说 本宫的心一直在你这里 他外祖是丞相 舅舅是仅次于 本宫外祖的票级将军 最近又开了一家美颜堂 在京城更是风头无两 我们为何不想办法 将其身后权势与金钱得到手呢 易师庭听了太子的话 一想到能将易悠然 现在拥有的东西 变成自己的 就一阵激动 自从易悠然上次在他这里 弄走那么多银钱之后 易师庭已经捉襟见肘了 他也听说了美颜堂的东西效果好 想去买 可是无奈手里没有银钱 以后太子 若是能将那见人的美颜堂弄过来 那他不就能随便用里面的东西了 于是易师庭故作委屈道 殿下需要师庭做什么 您尽管说 只要殿下好 师庭怎么样都可以 太子见鱼儿 已上钩 便又揽住了他 在他耳旁低语几句 易师庭听了之后 微微点了点头 太子见他如此听话 难得的亲自帮他将衣服穿好 易师庭见太子如此对他 更是觉得 一颗真心没有错付 感动得连连保证 定会帮太子促成此事 太子见此事已经促成 大方帝 将昨日派人在美颜堂买的一套 上千两的套盒 送给了易师庭 便让人送他回去了 易师庭回府后 将那套护肤品 交给身后的丫鬟 务必要拿好 自己心情极好的走在前面 令他没有想到的 是易幽然竟然在他的住处等他 易幽然坐在正厅的主位上 张氏畏畏缩缩地坐在下面 易师庭进来后 就看到了这一幕 顿时火气就蹭蹭蹭地长起来 但是他想起了太子让他做的事情 便压住自己 马上要发作的怒火道 不知六妹妹来 姐姐这里所为何事 易幽然心道 这易师庭转性了 这样竟然还不生气 是出反常必有妖 看来今天去太子府 是带着任务回来的 这个任务目标 想必就是他了 第82章 交朋友 易幽然看着他 视线定格在他的脖子上 易幽然道 姐姐今日似乎是很忙啊 这么晚才回来 可是又与太子殿下游湖去了 易师庭注意到他的视线后 赶紧将领口往上拉了拉 道 妹妹多虑了 姐姐不过是出门逛了逛 一时忘了时间 才有些迟了 易幽然学着电视里面的宠妃们 吹了吹指甲 她一直都觉得这个动作很帅 可看到自己指甲后 发现自己并没有美甲 呃 草率了 易幽然忙作 端正宜 掩饰自己的尴尬 淡淡道 我来呢 也不是看姐姐几时回来的 毕竟姐姐前两天还夜不归宿过 不是吗 只是想提醒姐姐一下 别受了别人的诱惑 做了不该做的事 易师庭听了她的话 诧异地看向她 心想她该不会知道些什么吧 想想又不可能 太子交代她的时候 可没有旁人在场 于是 她定了定神 看着易幽然身旁的慕容连道 妹妹还是关心好自己的事情吧 身体调理好之后 还是赶紧让外男赶紧离府吧 即使是神医 那也是外男 让人再传出点疯言疯语 妹妹 还要不要嫁人了 她是嫉妒了 凭什么这么多男人 都围着这个贱人转 这个慕容神医在京城找她看病 不仅要有钱 还要排很久队才能轮到 她易幽然 凭什么要让神医跟在她左右 要是易幽然知道 她心中所想 估计巴不得给慕容大神医给她送来 毕竟油水已经榨干了 留下那不是白费粮食吗 慕容连 她就是来看个热闹 怎么还扯到她身上了 二十万两银子 没用完我是不会走的 易幽然呵呵一笑 妹妹今日来 还想着帮姐姐一把 赶紧进了那太子府 毕竟姐姐万一肚子要是带了 太子不承认了 该怎么办 易师庭下得赶紧否认道 妹妹慎言 我与太子殿下并无苟且 你这样说 可是败坏太子名声 易幽然不屑 她有什么名声 还没举太子妃后院 已经几十个机械了 易师庭 跟你弯弯绕绕地说话 真累 说吧直接上前扯开她的衣领 只见脖子上面一片青紫 易师庭想挣扎 发现根本就挣扎不开 易领被易幽然紧紧抓着 只听她继续道 泽泽 这么明显的印记 想必今日战况很激烈吧 太子殿下 这是又给你画了多大的饼 今天我来呢是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记住我刚说的话 你可别自觉坟墓 说完便松开了易师庭 拿出手帕擦了擦手 扔下手帕镜子离去 慕容莲看戏已经演完 便也跟着易幽然大步离去 走在路上 慕容莲追上易幽然道 嫂子 你真是好厉害 把他们吓得够呛 易幽然扭头看着她 道 那你今天早上害怕吗 慕容莲见她 开始扒拉她的黑历史 兴兴地闭上嘴巴 惊为在暗处看到这一幕 不禁感慨 蛇吞老鼠鹰雕蛇 果然是一物降一物呀 慕容神医遇到王妃 嘴上就好像安乐地开关 王妃不想听她叙道时 总能成功地关掉 易幽然淡淡道 还有 以后别叫我嫂子 易幽然觉得 都把她给叫老了 慕容莲问道 那我叫你什么 嫂夫人 金王妃 还是易小姐 易幽然 嫂夫人跟嫂子有什么区别 她开口道 你可以叫我悠然 我的朋友都这样叫我 慕容莲冷了一下 朋友 她这是 把她当朋友了 她激动地向前抱住 易幽然道 你是不是说 我是你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朋友 他们都嫌我话多 说到最后 都有些哽咽了 易幽然并没有松开她 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她其实是有些理解慕容莲的 从小与师父隐士 平时也接触不到什么人 长大后看到这大千世界 也并没有一世本心 只是各种事情 都想与人分享罢了 谁还能没个缺点呢 易幽然决定 以后多听听她说话 毕竟抛开神医身份不说 人家还是个皇太女呢 别人都是争抢着陪太子读书 她这陪太女聊天 也不算太入魔了自己吧 惊雷看到慕容神医与王妃 竟然抱在一起了 王妃竟也没有推开她 于是又不淡定了 给闪电使个眼色又跑了 易幽然感觉到 惊雷又跑了 不禁开始八卦 这小子这两天 是不是有喜欢的姑娘了 一天跑那么多次 易幽然走后 易师庭仿佛虚脱了一般 张氏走过去扶起她道 庭儿 太子让你过去 可是给你说了何事 于是 易师庭将太子与她讲的 告诉了张氏 张氏道 太子还是没有说 什么时候给你名分的事吗 易师庭兴奋道 太子说到时 会让我与那个贱人一同进府 代谋的皇位在杀了他 张氏也非常激动 一想到能将牧师 和易幽然打压到抬不起头 心中就不能平静 自从那次易幽然 从破庙中回来之后 他们就一直在走备孕 早知道真应该在一出生时 就弄死这个贱人 张家也不会遭那种劫难 易幽然回到屋中 见慕容莲依旧还跟在他身后 疑惑问道 你不睡觉的吗 慕容莲道 我刚看你那个姐姐 似乎并没有被你威胁到 我留在这里保护你 易幽然怀疑地看着他道 你行吗 慕容莲拍了拍胸脯道 再怎么说 我也在江湖闯荡了那么长时间 房身的本领还是有的 易幽然毫不犹豫地拆穿塔 靠的是你的暗卫吧 慕容莲疑惑道 你怎么知道 易幽然 你来了之后 我感觉我的院子四周 最起码多了四道生人的气息 他们又没有对我动手 那就只有可能是你带来的人 慕容莲辩解道 那是母皇非要安排在我身边的 我可是有一堆房身的本领的 易幽然沈笑 好好好 是 你最厉害了 行了吧 她也很奇怪 才认识慕容莲两天 就感觉跟她在一起很舒适 很放松 也许是因为两人的爱好差不多吧 也许是她身上的单纯 让她舒适吧 慕容莲又问道 你为何要与我做朋友 易幽然随口说道 因为你有钱啊 钱多人傻 多好 慕容莲 随后又拍了拍自己的胸口道 幸亏我还有很多钱 应该还能与你 维持一段时间感情 易幽然 这是要包养她的节奏吗 她将慕容莲打发走 感觉昨晚熬了一夜还有些累 便让下河给她准备了洗澡水 刚沐浴完 穿着睡衣 从屏风后面出来 便看到君哲旭坐在桌旁 易幽然吓了一跳 道 你来了 不会说一声啊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第83章 吃醋 君哲旭看到她刚洗完澡 如出水芙蓉一般 眼神变得幽暗起来 接过她手中的布巾 帮她搅干了头发 闻着她身上淡淡的茉莉香味 嗓音嘶哑道 然而可是下个月急急 易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便回答道 是啊 她前世是个孤儿 没有人知道她的生日 原主自小在韩姨娘那长大 自然也没有人给她过生日 如今听到君哲旭如此问 她也没有什么感觉 君哲旭得到她的答复 心中也有打算 所以问道 慕容莲在你这里怎么样 易幽然睁大眼睛问道 怎么着 怕我欺负她 别说你不知道她是个女子 不放心 就带回去呗 君哲旭看她的样子 不由得一阵好笑 但还是回答她 我与她本就不熟 然而这是吃醋了吗 易幽然道 不熟吗 先别急着否认关系 她可是说了 不止一次地看过你的身体呢 君哲旭发现自己白口莫辩 说慕容一看了她的身体 似乎也没啥毛病 易幽然看她不说话 越来越觉得 今日君哲旭来 就是为了慕容莲的气不打一处来 又道 不放心就临走啊 丢来我这里干嘛 君哲旭这两日很忙 边垂地似乎有些蠢蠢欲动 可惊雷一会儿传过去一个消息 慕容一与易幽然关系亲密什么的 她起初并没有当回事 只是笑笑罢了 可随着惊雷傍晚 传的两人竟然抱在一起的消息 君哲旭便有些着急 她好不容易找到王妃 防着了那么多的男人 最后再让个女人拐走了 这不 饭都没有吃便来找她了 结果这丫头 倒是先生气了 易幽然见她不说话 想想初恋难道就要 夭折在这里了吗 于是易幽然生气道 走 出门又转 慢走不送 君哲旭见她越来越生气 轻笑道 这空气中好大一股酸味啊 易幽然瞪她一眼道 我喜欢吃醋不可以吗 君哲旭 我告诉你 你个水性洋花的男人 我要与你分手 然后再找十个二十个帅哥 天天陪我玩 君哲旭听到她要分手 瞬间不淡定了 上前拥着她道 你若敢这样 那我便天天将你关在王府中 易幽然一听 更觉得委屈了 眼泪当时就流了出来 君哲旭 你竟然想要禁锢我 你混蛋 君哲旭看到她哭了 也没有逗弄的心思了 忙哄道 你放心 这辈子我就娶你一个人 你就是我进王府唯一的王妃 等你禁府后 府里什么都是 你说的算 你若是想 我保证让王府里一只母蚊子 都飞不进去 好不好 易幽然听了她的话 接着问道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 君哲旭道 金雷一天往王府里跑无数次 每次去都是说 你与慕容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 你应该是看出了她的身份 便没有在意 直到傍晚 她又过去说 你与慕容抱在一起了 本王觉得不太正常 所以便过来看看 易幽然听后撇撇嘴 亏她还以为 金雷是看上了谁家的小姑娘 她还想问问 是谁家的小姑娘 她好聚给人家说没 没想到 竟然是去当间谍去了 以金雷这两天翘班的程度 不用说 她这两天的一举一动 君哲旭恐怕都了如指掌了 易幽然在心中暗自骂金雷 活该你单身 祝你单身一百年 屋外的金雷 莫名地打了一个喷嚏 还想着 会不会是感冒了 君哲旭看她的表情有些好转 直接从衣袖里拿出来一打银票 交到易幽然手上道 能不生气了吗 本王今日来也是看你的 看你一个人的 最后 易幽然看在银票的份上 原谅了君哲旭 边收着银票边 叙叙叨叨说 我是看你认错态度好 才原谅你的 君哲旭十分上道地回答道 嗯 是 结果易幽然又补了一句话道 下次再这样 最起码银子要再给一倍 君哲旭看到她财迷的样子便道 你赶紧嫁到金王府 所有的银票都是你的 易幽然 说得好像挺不错的样子 易幽然在这时 突然想到了安然的事情 便对君哲旭道 你在其余有人没 能不能在私下帮一帮安然 毕竟她在那里人生地不熟 也没有自己的人 我怕她有危险 君哲旭 好想 说不行怎么办 但她最后还是点了头 答应了下来 易幽然解决了一件事 感觉挺开心的 便对君哲旭道 你吃宵夜吗 我这回去给你做点 君哲旭见她难得这么上道 于是点点头 易幽然便下去准备饭了 走之前还警告君哲旭 不许再睡着了 上次就是她的面条 都做好了 她却睡着了 易幽然将小厨房门关上 然后闪身进入空间 用电磁炉下 了一碗面又打了两个荷包蛋端了出去 待君哲旭吃完了面就要离开时 易幽然拉着君哲旭 直接进了内室 易把将君哲旭推倒在床上 君哲旭都梦了 她的王妃果然与众不同 就在她等待着易幽然下一步动作时 易幽然笑眯眯地朝她压下 然后君哲旭便没有了意识 易幽然露出了手心里的银针 她将君哲旭安置在了床上 然后关上了门 她也挟在了软榻上 她看到君哲旭眼中的红丝 便知道 她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 所以 趁她不注意 在银针上涂了门汗药 就为了让她安安心心休息一晚上 第84章 平乱 第二日醒来 易幽然发现自己 睡在了床上 已经不见了君哲旭的身影 心想这门汗药的药力 也太不行了吧 她用的可是能迷倒一头牛的药量 君哲旭这丝 竟然这么早就醒了 果然是个牛人 易幽然想 这王爷果真是不好当啊 看看君哲旭就知道了 想想还是君一臣最舒服 父亲位高权重 他还是家里的毒苗苗 不用与别人抢王位 他家的王位 别人也抢不走 想想也好久没有见过君哲旭了 于是决定 一会去镇北王转转 顺便再去看看义父义母 他收拾完便准备出门 然后发现 慕容莲已经在门口等他了 易幽然无语望天 今天早上没见到他还好奇 这个牛皮糖 是不是被君哲旭带走了 没想到 原来在这等着他呢 慕容莲跟在他后面好奇问道 今天我们去哪里啊 易幽然道 去哪里关你什么事 你在家中看门 慕容莲狗腿道 我可以保护你啊 易幽然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就这样 易幽然与慕容莲 一路走到镇北王府 镇北王妃一听到 易幽然没过来 刚刚与嬷嬷抱怨过的腰也不疼了 急忙走到花园来接易幽然 易幽然看到 他刚准备行礼 王妃已经将他拉起来道 幽然来了呀 别整那些虚的了 走 到义母的院子去玩 而后惊诧地 看着一身难装的慕容莲 因为慕容莲为金王的独美年 都要在金王府住上几个月 也曾让他诊治过镇北王的妖籍 所以 镇北王妃也是认识的 只是没想到他会跟着易幽然 来到镇北王府 他是听闻了慕容神医在国师府 为易幽然调理身子 但幽然本身就是一个神医啊 还需要慕容神医来调理 于是易幽然解释道 易母 这是慕容义 想必您也是认识的 如今住在我府中讨教医术 慕容莲向镇北王妃抱拳行礼 镇北王妃微微汗手 便带着他俩往院中走去 易幽然扶着镇北王妃 边走边问道 易母可又想我 镇北王妃还未出生 身边的嬷嬷已经开口道 王妃当然想小姐了 这不刚刚还说腰疼呢 这见了小姐啊 腰也不疼了 还能跑这么快到花园来接您 易幽然听后急忙问道 易母腰部不是 那幽然也会给您看看 镇北王妃道 无妨无妨 我这完全就是闲的了 看到你过来 这不马上就好了 幽然就放心吧 易幽然又问到了镇北王的伤 镇北王妃道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易幽然每隔几日 都会来给她治疗 如今已经好得七七八八 走着聊着 便走到了镇北王妃的院子 一进院子 便看到镇北王在收拾东西 镇北王妃问道 你不是去宫里面 这么快都回来了 这是在做什么 镇北王道 边垂流明起了暴乱 皇兄让我与旭儿 一同去平乱 王妃追问道 为什么会起暴乱 就一些流明 值得让你和旭儿一同前往 镇北王将他额头上的发丝 剥开安慰道 没事放心吧 要不然一个月本王就回来了 易幽然听镇北王说 君哲旭也要去 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 这几天这么忙 应该就是因为这件事吧 易幽然看镇北王夫妇 也需要道别 便一股脑地拿出许多瓶瓶罐罐 什么解毒丸 清火丸 止痛药的 都让下人装在镇北王的行李中 慕容莲看着他 拿出这么多东西都惊呆了 他觉得 他整天装那么多东西 都已经是极限了 没想到易幽然比他带的还要多 他非常的好奇 易幽然是怎么塞在身上的 镇北王看到他拿出的东西 也很感动 因为他清楚 边陲的事情 远远没有 他说的那般轻松 易幽然给的这些东西 正是君中如今急需的 他感动到 幽然 易幽然打断他的话道 易父不必多言 平安回来便是 您与易母聊着 幽然先告辞了 说吧 便拉着慕容莲转身离去 镇北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打句道 这丫头估计是去找旭儿了吧 镇北王妃看他还有心情开玩笑 捶了他一下 眼圈微红 这么大岁数了 还要带兵 多带几件衣服 一定要平安回来 你若是不能平安回来 我就带着你儿子改嫁 镇北王安慰道 放心吧 你这辈子都不会有这个机会的 在家等我回来 易幽然出了镇北王府 正如镇北王所料 直接去金王府去找君哲旭 慕容莲紧跟在他身后道 没事 他这会走不了呢 京城一堆事 他安排妥当了 才会离开 易幽然却没想那么多 他现在一心就想见到君哲旭 或许是被镇北王妃的情绪所感染吧 听了慕容莲的话 易幽然心稍稍放下了一些 可脚步还是没停 甚至有想使用凌云步伐的意思 慕容莲见他 还是如此急切 便直接上前一步 揽着他 直接轻功飞了起来 易幽然看自己突然飞了起来 而且还是被一个女人带着 好吧 这个女人此刻 是个男人装扮 暂且把她当成男人吧 可是 魏毛这一个两个女人 轻功都这么好 她发誓 等这件事结束后 一定要闪电教她轻功 她也要水上飘 有了慕容莲的帮忙 两人很快便到了金王府 却被告知 金王还在宫中没有回来 好在金王交代过王妃 随时过来都可入府 慕容神医大家也都认识 二人便直接进了金王府 到了君哲旭住的主院 进了主院 下人们 看到她与慕容莲齐齐行礼 易幽然看到 下人也已经在收拾行礼了 便让他们继续忙了 易幽然看了一眼 便让慕容莲带着她 去了金王府的药房 因为以前君哲旭的毒 所以金王府的药房 堪比药店 应有尽有 易幽然走进去 先看了一眼各种中药 然后便开始快速抓药 让慕容莲惊雷闪电三人研磨 准备制成药丸 他刚刚给了郑北王很多药 所以他有点库存不够了 他也是听人说 边塞毒气毒虫比较多 冷兵器时代 没有先进的仪器勘测 所有东西 都是要靠人打探 军人们也是人 多有家人有亲人 多被点总是好的 易幽然又悄悄地 将茉莉空间中的西药 拿了出来 比如抗生素之类的药 他亲自研磨之后 用牛皮纸分成一包一包的 写上了用法 放在一边 两个时辰后 易幽然他们整整 做出来了将近一箱的药丸 这是又将君哲旭院中 下人都叫来帮忙后的成果 易幽然此刻想到的 只是能防患于未然 用不到是最好的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因为他的这些药丸 救了此次去边塞 第85章 离别 君哲旭回来的时候 就听说易幽然来往府了 心想这丫头消息还挺灵通的 当他在药房看到那一箱药丸的时候 心中还是很震惊的 然后就一眼就看到 正在研磨药粉的易幽然 只见他的身上沾着药粉 头上用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将头发都包了进去 嘴上也带了一个白色棉布 挡着口鼻 再看看其他人基本上都是这样 心中生起了一阵别样的情绪 易幽然是听到下人的行李声 才知道君哲旭已经回来了 扭头看着他 虽然看着有些疲惫 但还是很帅的 于是他开口道 你回来了 稍等我一下 马上就好 君哲旭听到他这一声你回来了 心中泛起一道暖流 就像一个妻子问候他的丈夫 他本想在他急急后 便赶紧娶了他的 但是如今却不知道 能不能在他急急时赶回来 易幽然忙完去洗了洗手 便朝着君哲旭走了过来 他取下了口罩帽子 君哲旭替他聊起了额前的碎发 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站着 其他人见两人如此 都实相地走开了 最后还是易幽然先开口道 时间紧急 为你准备了这一箱子药 用法都写在袋子上了 虽然用的材料是你王府的 但你也要记得我的好 君哲旭淡笑点头 你是最好的 易幽然自豪地道 所以啊 找到我就是你家祖坟冒清烟了 烧香烧对了地方 说完后就后悔了 他爹是皇帝 这个国家都是他们家的 可不是祖坟冒清烟吗 不 人家的叫黄灵 君哲旭依旧点头 易幽然还想说什么 但最后就冒出了一句话 一定要平安回来 君哲旭看着他微微清起的红唇 情不自禁地直接吻了上去 易幽然本来想拒绝的 大庭广众之下 他不要脸的吗 但想想好久都要见不到他了 轻就轻吧 于是 他的手也慢慢地攀上了 君哲旭的脖梗 一吻结束后 易幽然微微喘息 君哲旭低语 真是个妖精 易幽然呵呵直笑 冲淡了不少离别的情绪 君哲旭道 我会尽量 在你急急时回来 易幽然没想到 他还记得这件事 这个时代的人 将急急看得很重 但在易幽然的眼里 其实并没有什么 不就是一个生日吗 难道不过了 就长不大了 但他还是点点头道 你若是回不来 那礼物 我可是要翻倍的 君哲旭轻笑他 依旧还是个小财迷 他还是交代道 我不在王府你 就是最大的 王府的银子 想用多少 便用多少 易幽然道 不 君哲旭挑眉 只听易幽然接着道 你在王府我也是最大的 你都是我的 这王府当然也是我的 你回来晚一天 我便多搬空 你王府一天 你若是回来晚了 那看到的 就是一个空壳王府了 到时候 我就拿你的钱 盖一个 跟你谢缘一样的园子 里面砖养帅哥 君哲旭听了他的话 竟意外地点点头 易幽然心中 突然升起一种 不好的预感 但他什么也没说 事已成定局 他只是一个小女子 也改变不了这皇权 只能在后勤上 多为他做一点了 于是 他将君哲旭拉进房间里 就开始扒他衣服 君哲旭已经面对 这个野蛮的丫头 已经免疫了 只能由着他了 易幽然将他衣服 脱得只剩离衣时 便拿出一个防弹背心 给君哲旭套上了 这是他还在现代时 偷他师父的 就是因为这个防弹背心 是超薄的 所以他非常喜欢 另外这个背心 还寄托着他 对师父的思念 所以 他给君哲旭穿上之后道 这个衣服很贵的 虽然很丑 但是轻易不要脱下 回来记得还给我 君哲旭依旧笑着点点头 易幽然问 什么时候走 君哲旭 午后便走 易幽然点点头道 那我们一起吃个午饭 然后我送你 君哲旭点了点头 午后吃完饭 易幽然同君哲旭 同城一匹马到了城墙下 君哲旭将他放下 易幽然看了他一眼 便上了城楼 下面镇北王与君哲旭 点完兵便出发了 易幽然看着 意气风发的君哲旭 但他却没有看他 直到大部队消失在他视线中 他才慢慢夺步走下城楼 感觉心中空落落的 易幽然不禁在想 难道他已经爱上君哲旭了吗 不能吧 他俩不过才认识短短几月啊 但是确实是挺喜欢他的 摇摇头挥散这个念头 他可不能先爱上君哲旭 要不然可是会吃亏的 等他回来 可要好好地吊着他 让他重新追一次 易幽然懒散地走在路上 这时慕容莲又找了过来 易幽然看了他一眼 有些提不起兴致 慕容莲道 别不开心了 你家那位大大小小的战争 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 这次不过是流民罢了 能有多大事 易幽然也知道就是如此 便努力提起兴致道 我带你去我店中看看 给你挑几样东西用用 慕容莲很开心 这个周八皮终于大放一次 于是心中暗自决定 一会可要好好地宰他一顿 他这几天就听说 他与镇北王家小王爷 开了个美颜堂 那可是现在京城中 最实心的店铺了 于是他满心欢喜地跟着 易幽然便去了 到了美颜堂 发现这里可真是大 他就如香巴老进城一样 看着那些新奇的东西 毕竟他也是个女孩子 但是他是男人装扮 惹得在店中选购的小姐 纷纷躲开他 易幽然看到这一幕 瞬间笑喷 心中的阴霾也一扫而空 第八十六章 真相 易幽然在与记泽宇聊天 君逸晨骂骂咧咧地进了店铺 易幽然见他走路有些奇怪 便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君逸晨道 别提了 刚刚送我们家老头子去了 回来时不小心摔了一跤 回来的路上 本来想去药店包扎一下的 说来也奇怪 我发现街上的药店 坐枕的大夫少了一半 问了一下才知道 前两日竟然招军医了 这次的报酬还十分的丰厚 所以好多人都随着父王他们走了 现在京城的大夫看病都看不及 我排了一会对看 还有那么多人 然后就回来了 易幽然听了他的话 心中咯噔一跳 君逸晨他们不是就去镇压 那些流民吗 为何要带这么多大夫 军队里面都是有军医的 一时间突然抽走了 京城药店一半的大夫 里面肯定有隐情 看君逸晨的样子 似乎也是不知情 易幽然有些慌神 回想起君哲旭今天给他说的话 心中更是忐忑 于是问季则宇 我们店铺现在有多少钱 季则宇每天都在看账目 于是对易幽然道 到昨日为止 开业总共22天 进账的银子 大概有1000万两左右 现在的银子 都在银庄存着 不过店里的东西卖得快 原材料也定期需要采买 易幽然打断他的话道 除了需要周转的钱 剩下的钱 已会你们俩一起全都取出来 然后不等他俩再问 易幽然便拉着慕容莲走了出去 慕容莲还在选东西 又突然被易幽然拉走 慕容莲还没来得及问出口 易幽然就到 快点带我去丞相府 慕容莲看他着急 便也没说什么 带着他便用轻弓飞了起来 心中还在付费 怪不得把他拉了出来 原来是把他当马用啊 幸亏这距离短 要不然 非得累死他不可 不到一炷香便到了丞相府 守门的侍卫看是他来的恭敬行礼 他略微汗手后 便直接进了丞相府 打听到慕丞相正在书房 他又慌忙跑去了书房 慕丞相见他倒来很是惊讶 不过很快便释怀了 心到这丫头真是精明 这么快可就发现不对劲了 易幽然进了书房 便直接问道 外祖父 镇北王与金王去边陲 可有什么内幕 慕丞相想到之前君哲序的话便道 哪里有什么内幕 不过是一些流民罢了 两个王爷 却还搞不定吗 易幽然不相信地看着他 慕丞相扬装生气道 怎么 连外公的话都不相信了 易幽然问道 那军医是一下子死光了吗 需要将京城一半的大夫都带上 您若是不告诉我 那我便去找皇上问问了 易幽然想起 刚刚在城楼上看到的 后面许多穿着军装的兵 走路没有一点军人的气势 就像是普通百姓 现在想来 应该是那些大夫无疑了 慕丞相见他如此 便知道这事 恐怕是瞒不住这丫头了 于是开口道 这件事京王殿下特意嘱咐过 老夫不让告诉你 如今也在这里逼我 罢了 我看老夫今日不说 你定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慕丞相道 其实边陲流民暴乱是真的 可是引起流民暴乱的原因 却是一种四世瘟疫的疾病 边陲的流民比较多 大多都是在其他三国的人 有的过去之后 与当地的人成亲 便也有了当地的户籍 就变成了当地的人 平时那个地方虽然也比较乱 但是也在朝廷的控制之中 但是就是一个月前 一个山脚下 突然出现了百来具流民的尸体 各个死状惨烈 像是都经受了非人折磨 这些人经过调查 恰恰都是无依无靠的流民 当地官员调查了半月毫无头绪 而后在山脚下 又发现了几十具尸体 毫无例外还是流民 弄得所有流民人心惶惶 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了 而边陲地的居民 大多都是流民演变的 然而还不等居民有动作 却发现 处理那些尸体的人 都出现了发热的症状 起初只有一两个都没有在意 后来生病的人越来越多 义悠然给牧丞相到了一杯水 接着他的话道 后来瘟疫盛行 没有得瘟疫的人就揭竿而起 怒斥官府不作为 直到官府镇压不了 这才上报朝廷 只是我不明白的是 为何是派摄政王与金王去 摄政王是皇上的亲弟弟 金王殿下虽然不得皇上器重 但也是他儿子 牧丞相道 镇压流民 必须是要派一个将领去的 如今在朝中的将领 就只有镇北王 金王殿下 太子的外祖虎威将军和你舅舅 虎威将军年岁已大 加上身份还是国杖 皇上自然不可能派他前去 你舅舅不日便要去西南边境 加上北边一直都是镇北王负责的 所以镇北王此次前去亦不容辞 至于金王从小跟在镇北王身边 比在皇上身边的时间都长 以至于封起一大半军权都在他俩手中 皇后与太子也有心将他们一网打尽 在朝中更是不遗余力的煽风点火 最后 皇上才同意金王一起出行 义悠然听了穆丞相的话 恨得牙痒痒 不过他此时也没空去找太子算账 于是问道 外祖父可治这瘟疫是什么样子的 穆丞相道 具体的老夫也不知道 只知道病人先会发热 然后咳嗽咳血 最后全身肿胀溃烂而死 传染力度也特别强 这就是太子党 为何一定要让金王一起去的原因 义悠然又问道 去了那么多大夫 都是自愿的吗 穆丞相道 去的大夫都签了生死器的 虽是以军医的名义招揽的 但是事后郑北王已经给他们都讲了 若是不幸被感染了 朝廷会发给他们家人一大笔抚絮精的 义悠然不以为然 人都死了 要再多钱有什么用 不过他还是挺敬佩这些人的 作为一个大夫 第一项要学的便是这一者人心 大夫和士兵一样 士兵消灭的是敌人 大夫消灭的则是看不到的病毒 穆丞相接着道 金王走之前还告诉老夫 若是他回不来了 便将这封信交给你 说金王府很多钱 任你挥霍 义悠然接过信 直接就撕掉了 穆丞相看到他的举动惊讶道 这 义悠然道 这不可能的事 看他何用 然后便与穆丞相告辞离去了 第87章 进宫 义悠然离开丞相府 便又回到了美颜堂 继泽宇他们已经取好了银票 见到他 便将他叫到后院 将银票给他道 义悠然这是一千万两银子 我们刚刚全取出来了 你要用银子 尽管用便是 不够告诉我们 我们回家去要 义悠然有些愧疚道 本来我是准备一个月后 给大家分钱的 但是如今 不过放心 我以后会不挤大家的 君亦成拍了拍他的肩膀 老成的说 咱们这感情 谈钱伤感情 义悠然有些感动 但还是踹了他一脚道 用你的钱 我是一点也不愧疚 君亦成做难受样 不过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悠然这样说 不是正说明他 将他当成是自己人吗 不过他又问道 悠然你用这么多钱干什么 义悠然拿出纸 用探笔在纸上 写了好几个要明道 你们俩叫上我表哥还有姐夫 这两天把店里的事情安排下去 你们全力去买这上面的几样药材 记住给每个药店留点存货 京城都买完了 就到隔壁城池去买 只给你们不超过三天时间 将这些钱全部花出去 君亦成与记泽宇两人对视一眼 记泽宇问道 悠然 你知道这些钱买下来 会是多少药材吗 你要这么多药材干什么 义悠然也没有对他们隐藏 开口道 你们可知 义父与君哲续 此次去边赛的真正目的 两人摇了摇头 义悠然将在牧城巷那里打探来的消息 告诉他们两个 君亦成直接蹦了起来 那我家老头子岂不是很危险 不行不行 悠然该怎么办 义悠然拍了他一下道 义父没有说 就是不想我们跟着担心 所以这件事 切记不能告诉义母 这两日 你们就全力准备药材 剩下的事交给我 我一定将他俩平安带回来 君亦成道 悠然你是不是也要去边锤 带上我好不好 义悠然严肃道 带上你 你能做什么 你会医术吗 要带我 也是带慕容义 你在家中给我老实看店 多多给我挣钱 君亦成可是一父一母的毒苗苗 他可不能让他跟着犯险 慕容莲 我有说过我想去吗 义悠然交代完 事情临走时 还不忘威胁两人 今天说的是 你俩谁都不许说 也不准偷偷去边锤 谁敢偷偷去 回来我拿匕首在他身上 戳八十八的洞 于是 君亦成立马就怂了 乖乖跟着记泽鱼买药去了 药材的事情处理妥当了 义悠然便回到了国师府 慕容莲静言了一天 看义悠然终于闲下来了 于是开口问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要跟你一起去 义悠然问道 你是不是我朋友 慕容莲道 那当然了 义悠然 那不就是了 对待朋友 都是两肋插刀的 你若是有那我肯定帮你 现在我先有事了 你就不帮我了 慕容莲觉得 好像是这个理 于是拍拍胸脯道 去就去 不就是个瘟疫吗 本神医难道还会怕 不过 你为什么不让军义辰去呢 义悠然道 他可是义父的独妙妙 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跟义父交代啊 慕容莲道 可我也是我母皇的独妙妙呀 义悠然 好像是真的爷 于是义悠然想了想道 若是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肯定能将你娘一好 让她再生十个八个 继承你们家皇位的 慕容莲 晚上 义悠然同牧师一起吃饭 牧师道 明日留贵妃过寿 你与我一起去 义悠然本想拒绝的 可想到 他马上就要去边锤 便点头答应了 而且 他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着义父与君哲续 去了那么危险的地方 老皇帝还想着 给他的宠妃过生日 看这次去 能不能让他再出点钱 也好弥补一下他的损失 晚上回去 义悠然问他的根屁虫慕容莲 明日去皇宫你去吗 慕容莲听见皇宫这个词 就有一种抵触的情绪 便摇了摇头 道 我不去 义悠然诱惑道 可能会有好戏看的哟 慕容莲一听就感兴趣地问道 什么好戏 快告诉我 义悠然继续引诱道 想知道 明日自己去看呗 慕容莲一反常态道 你要不说 我就不去了 义悠然心道 这丫头跟了他两天 这段位升级了 知道欲亲故纵了 于是开口道 你都不好奇 我那好二姐 会用什么招数来对付我吗 慕容莲好似被勾起了一点兴趣 你不是才去威胁过他吗 他还敢对你下黑手 义悠然道 狗能改得了吃屎吗 但凡有一丝暗道我的机会 他也不会放过的 毕竟 若是让一个以前瞧不起的人 整日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 是个人都受不了的吧 慕容莲好奇 那你准备怎么收拾他呢 义悠然道 不准备收拾他呀 慕容莲 那你还去给他放狠话 义悠然道 放狠话的意思是 刺激他赶紧快点出招呗 毕竟出个招之后 能安生几天 整天防着他很累的 慕容莲 那你不赶紧收拾了他算了 义悠然难得耐着性子给他解释 只要外面的人想对我不利 收拾了他 还会有下一个 这个已经摸清楚套路了 再换一个还得费心 还不如就这个凑合着用吧 慕容莲赞叹道 悠然你 真是太厉害了 那他明天会怎么做 义悠然如实回答道 应该说是他们 不过 我也不知道呀 反正你又不去 这么好奇干什么 慕容莲道 谁说我不去 好久没见皇帝陛下了 我要去给他请平安麦 义悠然见鱼儿 已上钩 便不再多说 没过一会儿 慕容莲感慨道 悠然 你怎么不是个男的 你要是个男的我就把你娶回家去 让我马上继承皇位都可以 义悠然无语服额 姑娘你这样说合适吗 你娘活得好好的 第八十八章 过寿 一日 义悠然便与慕夫人 一早便坐上了马车 准备去皇宫 因为慕容莲是以神医身份进宫的 男女有别 所以在另外的一辆马车上 就在他们刚在马车中坐定后 义师庭小跑着过来喊道 母亲 等等我 慕夫人刚要出去看 义悠然拉着他 对车夫下令道 走 车夫听了义悠然的话 立马挥动缰绳马 便拉着车跑了起来 义师庭看着 已经跑了很远的马车 气得站在原地跺脚 怒道 义悠然 你个贱人 他刚虽然离得有些远 但是也听到义悠然命令车夫的声音 府中有两个代表正是夫人的马车 他今日本是想做张事的那一辆的 可他命人将那辆马车牵出来时 才被告知 马车已经被慕容义用了 他急忙出来想着 将马车要过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义悠然与牧师坐在车上 牧师无奈道 你呀 义悠然道 反正已经撕破脸了 难道还要假惺惺地在他吗 在了他指不定还要背后说 我们坏话呢 还不如就这样呢 让自己开心一下 反正只要他不开心 我就开心了 牧师道 悠然 外人会说闲话的 义悠然道 外人说 也只会说他们母女作茧自负 以前没安好心 现在来什么 他们都得受着 母亲 我们不能决定别人怎么想 他们怎么想 也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又不是银票 做不到每个人都喜欢 牧师仔细想了想 觉得女儿说的 还挺有道理的 他也活了半辈子了 以后 也要和女儿一样 怎么开心怎么来 义悠然 看着牧师动摇的神情 暗自窃喜 想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说通 他与那个便宜爹合离 一红石非良人 毕竟牧师还年轻 以后找一个心情契合 又疼他的人过不好吗 义悠然叹了一口气 革命的道路 任重而道远啊 就这样一路闲聊 没一会 马车就停了 外面的车夫恭敬道 夫人小姐到了 义悠然扶着牧师下的车 依旧站在宫门口排队进入 看着皇亲国七那一条道 不由得想起 上次军逸臣 带着他坐着马车过去的情形 不过今日他应该是不会来了 因为他已经安排他们 去采购药品了 义悠然排队时 百无聊赖的突然想起 君哲旭送给他的那块玉佩 于是他便又拉着牧师 并叫上了慕容莲 又坐上了马车 然后吩咐车夫 走皇亲国七那条道 车夫听到义悠然的吩咐有些紧张 皇宫门口他来了许多次 但是皇宫中他还没有进去过呢 如果能进去看一眼 那他与他的酒友们便有谈资了 于是他拉动缰绳 便改道朝另外一条道路驶去 车夫将马驾到门口 便被守门的官兵拦住了 义悠然掀开不连 拿出了君哲旭送给他的那块玉佩 晾了晾 城门士兵看到那块玉佩 立刻便行李放行了 义悠然见车夫没有动 便道 愣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快走 车夫被义悠然吼醒了 刚准备拉缰绳 突然想起 自己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赶车 于是支支吾吾道 小姐 小的不知道往哪里走 义悠然没有生气 毕竟国师府的车夫 都没有进过宫 知道路才有鬼 于是义悠然令车夫 将马车先赶到前面 对车夫道 先停在这里 一会你看有马车经过 跟着就好 顺便将路计熟了 车夫刚刚以为 义悠然会责备他 毕竟这令小姐很没有面子 没想到 小姐如此宽宏大度 车夫更是暗自发誓 以后一定要认真 完成小姐交代的事情 没过一会儿 便有一辆马车经过 带他走一段距离后 车夫便稳稳地跟在了后面 不一会儿 车夫便跟着那辆马车 到了停车的地方 义悠然三人下车 便有宫币引领他们 到设宴的地方 慕容连男装打扮 跟着他们不合适 于是他便让宫币 带他去皇帝那里 等宴席开始了再过去 刘贵妃将宴席 设在了他的华清宫中 本来应该是 设在御花园的 谁让义悠然将 御花园的花都摘完了 现在虽有一些花零零散散散地开了 但也显得十分萧条 索性他便将宴席 设在了自己的宫中 刘贵妃在皇上 还是皇子的时候 就侍奉在侧 欲有二皇子一子 今年便是他的四十岁生辰 皇上便下令 为开几桌宴席热闹一下 刘贵妃得此恩宠 自是十分开心 义悠然走进华清宫 便觉得挺漂亮的 只见那华丽的楼阁 被旁边的池水环绕 扶平满地 殿中央还悬挂着 几颗拳头大的夜明珠 义悠然看着那夜明珠 眼睛亮了亮 好想据为极有种的伴 对比他之前 拿追风的那一刻 真的好小 等君哲序回来 一定要让他 得自己寻几颗才好 只见大殿上 坐着一位雍容华贵的 中年美妇人雍容华贵 脸上的妆容精致 义悠然一眼便看出来 她用的是美颜堂的东西 她不禁感叹 她那四位助手 真是挺牛的 这么快业务 可就开展到皇宫里面来了 牧师带着义悠然行了礼 并拿出一个锦盒 当作寿礼送了过去 刘贵妃笑呵呵地 让人接过锦盒 并与他们寒暄一番 便让下人带他们入席了 义悠然挺满意她的做法 扶着牧师便坐了过去 等人陆陆续续到齐后 义悠然等得快要睡着了 义悠然心道 既然以后能走快速通道 那便晚些出门 这时太监唱报 皇上驾到 皇后娘娘驾到 尖锐的嗓音 吓得义悠然差点摔倒 牧师扶了她一把 便拉她起来行礼 众人行礼后 皇上笑呵呵地让大家免礼 寒暄了几句 又赏了刘贵妃一些东西后 宴席便开始了 这时 太子带着各位 皇子公主上来献礼 义悠然看到了 许久没有看到的君月月 君月月也朝她看了一眼 便转移了视线 义悠然笑笑 若有所思地吃着面前的水果 带众位皇子 宫女们献碗里 一群侍卫 抬着一个一人多高的东西进殿 为首的人道 启禀陛下 这是二皇子为贵妃娘娘 寻找的寿礼 刘贵妃一听 是自己儿子献的寿礼 不揭开 露出了一个一人多高的白玉观音 那人道 二皇子公公祝娘娘 福乐绵绵 笑口常开 刘贵妃瞬间泪目 想到自己那远在封地的儿子 但想到皇上还在身边 便忍住眼泪 笑道 二皇子有心了 你等且退下 待宴席结束 本宫烧些东西 给孩儿带回去 侍卫领命便退下了 皇帝命人 将那白玉观音 送到贵妃的小佛堂中后 便示意上菜了 义悠然早就看够了 这些人心心作态的样子 刚准备开动 便有人迫不及待地送了上来 第89章 对读 只听皇子堆里面的一个皇子说道 今日是刘贵妃娘娘的生辰 贵妃娘娘身为我们的庶母 我们理应送上生辰礼物 就连二皇兄 都派人大老远送来了礼物 唯独缺了三皇兄 众人都还没有说话 便听到太子怒斥道 小八你太放肆了 贵妃娘娘生辰的确是大事 三弟去边陲平乱 乃是为国为民有利 三岁小儿都知道 败坏你三哥名声 义悠然淡笑 原来今日的切入点竟然是这里 果然下一秒就听到那八皇子道 我岂敢败坏三皇兄名声 三皇兄不是有个未婚妻 马上就要成婚吗 这未来婆母过寿 送个寿礼不为过吧 本来众人觉得 义悠然送不送礼无所谓 毕竟还没有澄清 但八皇子这一番话 却让人觉得在理 于是众人都纷纷看向义悠然 刘贵妃可能是 怕义悠然难堪 便笑道 本宫这算奶门子的过寿 不过是个生辰罢了 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 本宫就已经很开心了 义悠然没想到 刘贵妃会为他开脱 但是他不是被别人 打了脸不还手之人 所以站起来开口道 不知八皇子说的可是臣女 八皇子见他站了出来便道 你若是三皇兄的未婚妻 那本皇子说的就是你 义悠然淡笑一声 八皇子怎知我没有礼物 要送给贵妃娘娘 皇帝本来也是 想出声呵斥八皇子了 要让这丫头受了委屈 老三回来知道了 还不拆了他这皇宫 但此刻看到义悠然站了起来 便知道 这丫头不是那么容易就吃别的 他还是继续看戏吧 却听到八皇子说道 七 你若是备了礼物 不早就拿出来了 还能等到这个时候 义悠然问道 那你就是知道我没有准备礼物 从而故意折辱我 折辱金王殿下的 八皇子还没有反应过来 义悠然已经朝着皇上跪下了道 陛下 臣女作为金王殿下未婚妻 看不得金王殿下在边陲辛苦御敌 还请陛下给臣女一个说法 八皇子盲道 我说的是你 不是三皇兄 义悠然渲然欲气 夫妻本是一体 我虽还未与金王殿下成亲 但却早已互通心意 刚八皇子也说了 我们马上就要成婚了 如今受此折辱 也是臣女对不起金王殿下 不若皇上还是取消了赐婚吧 在座的都知道 义悠然是金王亲自求取的 皇上若是将赐婚取消 不是更含了边陲战士的心了 皇帝看他三两下 便扭转了局面 正准备开口斥责八皇子 却听皇后已经开口道 都是本宫将你宠得 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来人将这个逆子带下去 义悠然知道 这是皇后在护着八皇子 但他怎么会将这件事 轻轻接过去 于是开口道 皇后娘娘且慢 八皇子不是好奇 我是不是有礼物 送给贵妃娘娘吗 等他看完了礼物再带下去 也不迟 八皇子仍然不相信 他有准备礼物 挣扎道 母后 我要看看他准备的什么 皇后已经知道 自己这小儿子 在这里待下去 准备强行让侍卫将他拖拽下去 皇帝却已经发话道 且让他看看吧 于是八皇子便正开侍卫 跑到义悠然面前道 拿出来吧 义悠然却笑道 八皇子还是坚信我没有礼物吗 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 八皇子却越发肯定 他在故弄玄虚 道 怎么赌 义悠然道 八皇子的东西 我也不敢要 不如我们就俗一点 赌银子如何 我再加一个赌注 我送的礼物 贵妃娘娘必定喜欢 八皇子笑了 是越发瞧不上这个女人了 说话不达草狗 于是比一道 国师府是不给你发银子吗 你缺银子 可以找三皇兄要呀 哈哈 义悠然却道 最近手头确实有些紧 义悠然说完这句话 在场的人 表情多少都有些怪异 谁不知道 他开的美颜堂一天的收入 都快赶得上 别的店铺一年的收入了 可能就八皇子不知道吧 八皇子笑得合不上嘴 大方道 好 你说赌多少银子 我都跟上 到时候 别把你最后一点银子也输光了 皇后简直要被这个儿子给蠢哭了 开口道 这简直是胡闹 哪有未来王妃和皇子赌银子的 义悠然却开口道 最近名女手头确实紧张 听说边陲流明烧杀抢夺无恶不作 郑北王与金王殿下平息之后 想必还有许多灾后工作要做 臣女已经将美颜堂开业以来 收入尽数购买赈灾所用物资 今日与八皇子打赌的银钱 也将用于赈灾 皇帝听了义悠然的话无比震撼 看来这丫头 已经知道边陲瘟疫的事了 刚刚他也听说 京城有人在大量收购药材 想必就是他了 于是皇帝开口道 小八 朕允许你赌这一次 你三皇嫂赌多少也就跟多少 八皇子此时才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 可是皇上已经发话 他也不能再说什么 只能祈祷 义悠然将钱已经全花完了 少拿出点银钱 但义悠然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直接拿出十张银票 八皇子松了一口气 这几张估计没多少钱 他还是输得起的 但义悠然后面说的一句话 让他回不了神 只听义悠然道 这是十张银票 每张十万两 名女就赌这些 说罢便让宫婢们拿来纸张 他自己掏出探笔 便画起画来 众人都好奇 义悠然拿着探笔在纸上图画什么 义悠然也没让他们等太久 一注香后 收起探笔 便直接将纸张递给了刘贵妃 刘贵妃已经做好了 无论看到什么 都装作喜欢的样子 不为什么 就是因为皇后不开心了 她就开心 但当她打开纸张便惊呆了 只见里面画的就是她自己 虽然没有上颜色 却把神情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皇帝见她半天没有说话 以为是义悠然化的东西不好 正要拿过来看 刘贵妃道 这是我收到的最喜欢的生辰礼物 羽霸便将那张纸 小心翼翼地递给皇上 皇上接过纸看后 也是惊喜连连道 这赌局是一六小姐胜了 小八 这两天尽快将银子 筹齐拿给你三皇嫂 八皇子见皇上发话了 也不敢再说什么 只能低着头装安纯 义悠然却道 还请八皇子今日筹齐 臣女不喜拖沓 主要她后日就准备出发了 这钱等她回来 再要他们扯皮怎么办 皇上看向皇后 皇后也觉得 今日的脸丢大了 便吩咐了嬷嬷去拿银票 不一会 义悠然就入账了一百万 好似她才是最终的赢家 这边刘贵妃拿着话 让所有人欣赏 因为是用探笔画的 她害怕别人给她弄脏 义悠然看她的样子失笑 没想到她的三角猫素描 在这里还挺吃香的 第九十章 捐款 大家都惊叹于义悠然的话 都在想着 等会宴会结束 与她套套近乎 好让她 能给自己或者家中长辈 做一幅画 然而义悠然接下来 又拿出来一个 包装精致的小盒子 其实这个才是我 送贵妃娘娘的礼物 里面是我研究了七天 才做好的一瓶香露 听闻贵妃娘娘喜爱兰花 用的便是御花园 唯一的那一朵翡翠兰花 刘贵妃听后心花怒放 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 便看到 里面放着一瓶香露 瓶子是用琉璃做的 里面淡粉色液体 印在白色的琉璃上 衬得更是精致 刘贵妃打开瓶盖 将香露涂了一些在手腕上 这个方法 也是她派人在美颜堂学的 刘贵妃轻轻闻了一下 发现这个正是翡翠兰花的味道 大而不腻 于是十分欢喜到 义六小姐有心了 金王在外瓶后 本宫过这个生辰实属不该 难得一小姐 还如此精心地 为本宫准备礼物 本宫没有皇后娘娘那般宽裕 但也想为灾民出一些力 本宫捐五十万两银子 于爸便直接吩咐 身边的嬷嬷去拿银票 易幽然感叹 这个刘贵妃 真是神助攻呀 瞬间觉得这一瓶香水 用得太值了 于是易幽然立马开启 彩虹屁模式道 娘娘大爱 幽然第一次见娘娘 便觉得 您有一颗善良的心 今日觉得 您就像一盏明灯 既照亮了别人 也能温暖您自己 刘贵妃听到她说话 乐得呵呵直笑 在场女眷们听到 易幽然的一有所指 眼见皇后与贵妃都拿了钱 他们自是要跟着出点血 便纷纷起身说 要捐银子 皇帝自时乐见其成 立马派了人在大殿门口登记 易幽然见 大家都如此上道 便乐呵呵地道 各位大人 平时能心无旁骛 在朝堂上卫军分忧 想必都是各位夫人的功劳 夫人们如此实大体 是我们风起之幸啊 捐款环节过后 皇上便宣布上菜 易幽然见 终于能吃上饭了 便乖乖坐在牧室身旁 品尝着皇宫里 独有的精致菜肴 太子看着易幽然明媚的小脸 想要得到她的心 更是迫不及待 她原本是想让小八 来挑起这件事 让易幽然在大家面前丢脸 然后后面的事情 就更好进行了 可是没想到 她短短几句话 便能改变局面 这女子果真有点小聪明 太子瞪了一失停一眼 明明已经让她打听过 易幽然并没有准备礼物 可那瓶香露是怎么回事 事后一定要找她算账 易师庭看到太子的眼神 心中忐忑 不过想到 太子还交代了她另一件事 看时间差不多了 便悠悠站起身来 走到易幽然面前 倒了一杯酒倒 六妹妹 以前的事情是母亲的错 姐姐带母亲向你道歉 以后我定然不会再做 任何伤害你的事情 你能原谅姐姐吗 说吧便仰头 便喝下了那杯酒 易幽然看着易师庭淡笑 你都说是你母亲做的了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为何要让我原谅你 易师庭又倒了一杯酒倒 她虽然犯了错 但她终究是我的母亲 你现在也好好的 六妹妹 以后姐姐定当好好的弥补你 你若是能给姐姐一次机会 今日便饮下这杯酒可好 易师庭的声音有些大 这回周围已经好多人看着她们 不少人纷纷同情易师庭 毕竟是从前的京城第一才女 如今如此低声下气地 恳求自己的妹妹 再说了 当初那件事与她也没有关系 她一个小姑娘能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到这一点 已经很不错了 易悠然看着周围人的目光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她们在想些什么 接过这杯酒倒 未经她人苦 莫劝她人善 这杯酒 不喝也罢 说吧 便将酒倒在了地上 酒杯哐当一声倒在地上 她不是原主 即使易师庭真心悔过 她也没有资格替她原谅 原主已经死了 那么 人命只有用人命来偿 众人听到易悠然的话 在场的大多都是正式夫人 换位思考一下 谁也不会那么轻易原谅的吧 易悠然眼底 闪过一丝力气 心中烦躁的不行 这么人 为毛天天找她麻烦 于是开口道 姐姐还是回去做好吧 不然我怕我做出一些 让大家都后悔的事情 易师庭听了她的话 没再说什么 便灰溜溜地 坐回了自己的座位 易悠然想 易师庭能活到现在 可能就是因为她的实相吧 易悠然继续做着 吃面前的美食 等着下一位 果然没过多久 易悠然面前出现了 一个淡紫色的衣角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 君悠悠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吧 易悠然抬起头 只见君悠悠站在她面前对她笑 易悠然道 笑那么开心 像个傻子一样 君悠悠道 三嫂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来我们喝一杯果酒 我的面子你不会不给吧 说着便给易悠然倒了一杯果酒 易悠然端起杯子看了一眼道 公主难得如此懂理 那臣女便确之不公了 说着端起酒杯便要喝下去 君悠悠看着她喝下去 突然不小心前倾一下 打掉了她的杯子 一杯果酒不偏不倚 直接洒在了易悠然的身上 君悠悠慌忙拿出手帕给她擦拭 道 三嫂 对不起 易悠然却扶开她的手 道 公主敬得穷江 洒了岂不可惜 说吧 自己拿着酒壶倒了一杯 一饮而尽 君悠悠惊讶道 你 易悠然道 公主 可否带臣女去你宫中换身衣服 君悠悠变得不知所措起来 店上其他人都在宫筹交错 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点 只以为公主与易悠然关系好在交谈 易悠然转身朝慕容连看了一眼 便起身离开店中 慕容一在不远处收到信号 在易悠然离开后不久 便也借过出去 第九十一章 承治太子 易悠然在前面走着 君悠悠低头在后面跟着并没有说话 易悠然突然停下 君悠悠一时不察碰上了她的后背 易悠然道 带路 君悠悠一时反应不过来 啊 易悠然淡淡道 他们让你把我带到哪里 走吧 君悠悠惊惨地看着她 满是愧疚道 悠然 易悠然道 我生平最恨背叛 今日我便还了你上次相救之恩 从今以后 我们乔归乔路归路 下次你再对我 出手我 定然不会手软 君悠悠听了她的话 眼泪再也忍不住 对不起 易悠然听到她的话 心中也不是滋味 她隐约能猜到君悠悠的难处 一个母亲早逝的女孩 还在这吃人不涂骨头的皇宫 即使皇上再宠爱她 也不可能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在她身边 她想在这宫中好好活下去 找到这宫中最有权势的女人坐靠山 她也可以理解 但是对于拿她当朋友的 自己而言 易悠然真的接受不了这种背叛 既然不是一路人 再做纠缠 又有何用 她又想起了君哲戌 同样也是很小年纪母亲早逝 她却选择了自己去打拼 这个过程中所受的苦楚又有多少 想到这里 易悠然又烦闷起来 真想快点解决完这里的事 赶紧去边陲 君悠悠看她没有出生 便知她心意已定 便禁止往前走去 易悠然在后面跟着她 果酒中是下了迷药的 易失庭的酒中也是加了料的 易悠然一闻便知 她还是喝了君悠悠的果酒 只是为了不想让她在太子那边暴露 同样她也想看看 太子要耍什么手段 今天她的心情十二分的不好 或许找个人发泄一下 会比较好一些 易悠然早在喝完果酒后 便服了解药 自从上次公验之后 易悠然便在茉莉空间中 存了不少这种解药 也正是有了这个 依然她才放心喝下了那果酒 不一会儿 君悠悠便带着易悠然 来到了一所宫殿门口 只见上面写着东宫两个字 想必这是太子宫中的住所了 毕竟这俩字 不是谁想用就能用的 君悠悠看她一路上并没有异样 便知道她并没有中毒 心中这才轻松一些 开口道 里面左手边第二建房 你是自己进去 还是我带你进去 易悠然想了想 便一头歪在了君悠悠的肩膀上 君悠悠内心一阵无语 看她也不像是会吃亏的样子 便假装扶着她进了东宫 门口的侍卫看是君悠悠 便行礼放行了 君悠悠将她扶进屋中便道 若是你 现在后悔了出去还来得及 易悠然看着君悠悠道 你是后悔了吗 君悠悠道 你不是早就知道吗 她在倒酒的那一刻便后悔了 所以才打翻了酒杯 她自小没有朋友 易悠然 是她第一个朋友 可她也是有苦衷的 易悠然道 走吧 一会离远一点 别影响我虐狗 易悠然看到屋中有张床 想必这是太子为她准备的吧 于是她便躺在了床上 果然没过一会儿 门便被推开了 易悠然当即便闭上了双眼 太子关上门 走到了床前 看着易悠然的睡颜 不由得心神荡漾 开口说道 认你有多厉害 终究最后还是我的 没想到君悠悠那丫头 还是有点用的 然后吟笑两声 便开始脱衣服了 易悠然恶心的鸡皮疙瘩 就要掉下来了 太子脱掉外袍 就在准备脱腰带的时候 突然感觉自己不会动了 正当她要叫人时 易悠然随手拿起床上的一块布 塞进了她的嘴里 太子看到易悠然站在了她面前 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易悠然轻笑 太子殿下眼睛睁这么大事 不认识我吗 太子惊慌地摇头 易悠然又看了看这间房子的摆设 饶有兴致地道 想必这间房子 就是太子殿下的泡房了吧 好歹也是一国太子 这房子确实有些简陋了 让我看看 太子殿下都有什么东西 说吧便打开了房间中的一个柜子 只见柜子中摆放着绳子 鞭子 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很多东西易悠然这个良民表示看不懂 易悠然嘖嘖两声 太子殿下挺会玩的呀 不如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玩玩 太子惊恐地摇头 易悠然直接用绳子 将太子五花大绑起来 还专门绑了一个双环节 这个节越挣扎便会越紧 民间一般都是用来捆猪的 如今用在这个猪狗不如的太子身上 易悠然还觉得浪费了 然后易悠然解开了他的穴道 太子感觉自己可以动了 便开始挣扎起来 嘴巴还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但他挣扎了几下便不能动了 他发现越动绳子绑得越紧 便不敢再动了 易悠然先朝着太子殿下甩了几鞭子 身骄若贵的太子殿下 哪里受过这种罪 以前都是他打别人的 那些女人哭得越狠 他越兴奋 今日这般他就有些受不住了 喉咙间发出了一阵呜呜的声音 易悠然道 这还没开始呢 太子殿下可就受不住了 我可是想与太子殿下多玩玩呢 太子疯狂摇头 易悠然黑黑一笑 手腕扬起便又给了他一下 太子疼得冷汗直流 却也不敢挣扎 因为他发现 绳子紧得快要勒进他的肉里面了 易悠然有些兴奋 心想自己该不会有变态的前置吧 易悠然摇摇头 看到太子又是一肚子火 拿着一根木棍 巴拉巴拉那些东西 心中不屑 便拿起一根蜡烛 太子看他如此 心中恐惧 易悠然却是很开心 太子的心中 生起一股悲凉的感觉 易悠然冷笑道 太子殿下你那些高级品 我都不会玩 咱们还是玩一个简单的吧 说着便将蜡烛倾斜 太子被烫得差点晕过去 此时他恨不得赶紧晕过去 好摆脱这非人的折磨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即使他晕过去了 易悠然也会想办法 将他弄醒的 易悠然将太子折腾得半死不活 才觉得 心中那一股玉气逐渐消散 这时 慕容莲突然从窗外跳进来道 快走 我看到皇后过来了 易悠然听后 也没管太子怎么样 直接跟着慕容莲从后窗跑了 第九十二章 谈话 易悠然刚离开没多久 皇后便来到了东宫 问了侍卫太子的去处之后 便来到了那间屋子门口 他也是刚刚才知道太子的计划 怕太子出事 急忙赶过来了 皇后让侍卫推门发现 已经在里面上锁了 皇后听到里面没有响动 当即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下令侍卫破门 侍卫领命上前 直接拿出佩刀 将门破开后 皇后率先走了进去 见床上没人 直到在地上的一个角落里 发现了被绑着的太子 太子刚刚被折磨得昏睡过去 此时听到了响动 睁开眼睛便看到了皇后 眼中蓄满了眼泪 但是嘴被东西塞着 说不出来一句话 皇后见太子如此模样 气得当即便摔了桌上的茶杯 对侍卫喝道 还不快给太子松绑 侍卫急忙领命上前 却发现绳子根本解不开 只能用刀小心翼翼地割开 约摸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太子身上的绳索才被割开 由于太子挣扎得厉害 绳子已经在她身上 勒下了深深的红痕 太子拿掉嘴巴里的布 才发现 这布是她昨天宠幸一个小丫头 事后擦完身体 随手便扔在了床上的那块布 瞬间一股反胃的感觉吸上胸口 皇后看太子狼狈的模样 气不打一处来 怒道 说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子从小最怕皇后 因为皇后对她十分严厉 跪下哭诉道 母后 都是那个意忧然见人 是她家儿臣弄成这样的 您要为尔臣报仇啊 皇后见太子如此窝囊 怒道 亏你还是太子 异国太子被一个 还未及及的小丫头 弄成这个样子 你还有脸在这里哭 你的愚蠢 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 太子见皇后生气 也不敢再说什么 只小声辩解道 儿臣也只是想把她收入东宫 再得到她身后的权利与银钱 皇后道 我能不知道你的心思 本来已经为你计划好了一切 都是因为你 今日的愚蠢 让本宫之前做的所有是全白费了 还搭上了一个棋子 太子听了皇后的话不敢吭声 从小娇生惯养的身体 如今被易悠然折腾的伤痕 又隐隐作痛 几乎就要坚持不住 皇后见太子如此 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哪能完全没有感情 便让人将她扶起 叫了相熟的太医为其诊治 最后交代了所有人此事不许说出去 便离开了 慕容莲带着易悠然 从小路回到了刘贵妃的宫中 宾客们已经用完了膳 刘贵妃便叫了歌姬出来跳舞 易悠然回到牧室旁边 牧室看她衣裙并未更换 疑惑道 你不是去公主宫中换衣服了吗 易悠然笑笑道 不喜欢她那里的衣服 便回来了 牧室知道自己这个小女儿 做什么事 心中都自有打算 便没有再问 易悠然若无其事地 吃着面前的水果 看着歌姬舞姬表演 不一会儿 皇后也回来了 易悠然心道 这个女人来回走得挺快的 看了皇后一眼 因为她也很好奇 皇后看到太子那样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但皇后面色平平 一声易悠然内心感慨 果然是这一届宫斗冠军 挺能忍的 皇后的眼神 瞟了易悠然一眼 暗自握紧了拳头 暗自决定 此女若不能收为己用 那便趁早除去为好 在易悠然就要睡着的时候 宫宴终于结束了 就在易悠然跟着准备要走时 一个小宫女过来 对易悠然说 皇后对她的香味好奇 留下来一续 易悠然心到这时 来算账了 交代了牧师一句 让她带着慕容莲回去 慕容莲此刻 也走到了他们跟前 便道 我还没有给皇上整完脉 一会整完再回去 牧师不已有她 便跟着引路宫女回去了 易悠然看着慕容莲道 为什么不回去 我自己可以的 慕容莲别扭道 谁说是因为你 我去找皇上了 与爸便离开了 易悠然心知 她是为了自己才去找皇帝 毕竟这皇宫能治得住皇后的 只有皇帝了 不过易悠然也并不害怕 没有皇帝她自己 也有能力全身而退 只不过有些麻烦 如今还有了靠山 她爬个毛线 于是便也跟着那个宫女 一起去皇后宫中去了 易悠然进了皇后宫中 心道真不愧是国母的寝宫 一派贵气逼人 就连地板都是用玉石铺就的 能交出太子那种人 想必也不是哪里的良善之人 手中冤魂更是无数 也不知道住这种宫殿 晚上能睡得着吗 皇后坐在主位上端着一杯茶 手上大红色的扣单尤其显眼 易悠然进殿 便看到这一幕 她老老实实地给皇后行礼 皇后好似没有听到一般 自顾自地喝着茶水 易悠然见皇后并未让她起身 等了一会便自己起身了 明知皇后就是找自己算账的 自己何必再委屈自己 易悠然站了一会见皇后 还是没有说话 便道 不知皇后娘娘要臣女来所为何事 如果没事 臣女便回去了 说完扭身便要离去 这是一个侍卫突然出来 拦着她的去路 易悠然扭身看向皇后 皇后这才慢慢开口 本宫还以为你会推脱不来 没想到易小姐胆子果真不小 易悠然道 臣女又没做亏心事 为何不敢来 皇后但笑道 今日来是与易小姐 谈一笔交易如何 易悠然见她不提太子的事情 她便也没自讨没趣 道 愿闻其想 易悠然想 也不会是什么好事 但还是想听听的 皇后也没有拖沓 直接开口道 易小姐与本宫合作 搬到金王 日后太子登基 便许你皇后之位如何 易悠然听后但笑道 皇后娘娘可真是看得起臣女啊 金王殿下可不是臣女 能撼动的 再说了 即使臣女真的能帮助娘娘扳倒金王 太子顺利登基 您确定 太子会让我当皇后吗 现在太子估计恨不得对她杀之而后快吧 皇后道 本宫说话一言九鼎 可以立字句为证 易悠然道 合作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臣女有个条件 第九十三章 与皇后的交易 皇后看易悠然有所松动 便问道 什么条件 易悠然拿出两粒药完道 只要皇后娘娘与太子殿下在我面前服下这颗药 不待她将话说完 皇后便呵斥道 大胆 易悠然轻笑 臣女也只是想与娘娘站在一个同等的高度来谈合作 娘娘既然对臣女没有信任 那这个交易不谈也罢 毕竟古往今来泄莫杀驴 鸟尽工藏的事还少吗 皇后此刻也听出来了 她根本就没有要合作的意思 刚刚也只不过在戏弄她而已 于是直接开口道 易悠然你好大胆子 易悠然也并无惧怕 直接回道 臣女胆子大也是被娘娘逼的 与其被娘娘用完丢弃 还不如放手一搏 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 皇后见她不再遮掩 便命令侍卫 来人 易悠然对本宫不敬 将她给我拖下去 给我打 易悠然心想 这是软得不行来硬的了 不过她也没有怕 慢悠悠开口道 娘娘若是今日动了臣女 那太子殿下怕事 也活不过今晚 皇后抬起手问道 你对太子做了什么 易悠然回答道 也没做什么 太子殿下不是喜欢女人吗 给她准备了点助性的东西 只不过不小心 凉下的有些大 皇后不相信 明明她刚走的时候 太子还是正常的 那种药不是用下 马上就发作了吗 这时 有侍卫匆匆来报 太子那边出事了 皇后听后 看向易悠然道 快将解药拿出来 易悠然耸耸间道 我也想与娘娘谈个交易 皇后深吸一口气 压下情绪道 你先将太子缓解了 我们再谈 易悠然道 缓解的方法倒不是没有 将她打晕了便是 或者就先由着她呗 一时半会 应该没事的 太子不是也喜欢 皇后现在 只想杀了她了 但是又不能动手 她已经太多年 没有这种 投鼠忌器的感觉了 皇后平稳了情绪 对侍卫下令 去将太子打晕 这才对易悠然道 说 什么交易 易悠然慢条斯理道 君悦悦 皇后听后怒道 果然是她 易悠然道 皇后娘娘好生算计 不过今日这件事 不应该是皇后的手段吧 以娘娘的手段 不应该上次是下药 这次还是如此 皇后问道 君悦悦告诉你的 易悠然摇了摇头 道 是我猜的 公主自始至终 不曾背叛娘娘 我也是今日才知道 上次君悦悦 及时能找到 我原来是娘娘的手笔 想来后来 我与金王殿下发生关系 想必也是娘娘安排的吧 让我猜猜 娘娘此举何意 娘娘估计 是想我恨上金王吧 然后再与您合作 太子这边 您也可以拿我 已与金王发生关系 这件事说事 好让太子 娶了宁香看上的女子 比如虎威将军家的小姐 皇后听了易悠然的话 更加确定 此女不能留 她开口道 你要君悦悦 她就在宫中 你带走便是 易悠然听后呵呵一笑 皇后知道 我要的是什么 还是不要浪费 彼此时间为好 皇后怒道 君悦悦的那个嬷 本宫早就杀了 本就是威胁她的棋子 杀了反倒能让她找不到 易悠然依旧没出生 等着皇后下文 只见皇后拿出一个木盒子道 这是她中的中的母中 不过姐中本宫不会 需要去边陲那边 有一个部落 专门是养中的 易悠然接过木盒子 很满意 于是将刚刚那两粒药丸 递给皇后道 其实这解药臣女 早就要给娘娘了 只是娘娘不要 皇后看到 还是那两粒药丸 气得差点一口血喷出来 拿着解药 便去了太子东宫 店中留下了易悠然 和看店的宫女 易悠然看看 那个小宫女 小宫女吓得缩了缩脖子 易悠然轻笑一声 便走出了大店 刚出了大店 易悠然悲催地发现 她根本不认识路 想着 慕容莲那个不靠谱的家伙 不是说给她搬救兵吗 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易悠然想着 再往前走走看 能不能看见的宫女问问路 就在这时 突然头上被罩了一个黑布袋 易悠然警觉 习惯性地要拿出空间中匕首 谁知直接被对方点了穴道 易悠然暗自骂娘 不会是皇后这么快就要报复了吧 草帅了 早知道就在身上放点毒了 就在她郁闷的时候 那人扛着易悠然就跑 被人用麻袋一样扛着肩膀上 易悠然气得想骂娘 感觉中午吃的东西 都要吐出来了 约某一炷香的时辰 那人突然停下 将她放在地上 便离开了 易悠然头上被黑布盖着 也看不清楚外面的情况 心中还在思考 该怎么说 才能让皇后将她放了 要不要先同意与她合作呢 同时还在抱怨 惊雷为毛布教她解决 就在易悠然脑子飞快转动时 头上的黑布被人揭开 易悠然被明亮的光线刺的意识 睁不开眼睛 然后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悠然 这么快 你就已经搞定皇后了 易悠然适应光线后 看到面前的人 不是慕容莲又是谁 易悠然心情突然放松了 然后想起 刚刚被人像扛麻袋一样扔地上 又目到 慕容莲 你就是这样救我的 不是我 是皇上 易悠然发现身上能动了 转过身果然看到了皇上 于是立马变脸 狗腿道 臣女见过皇上 多谢皇上救命之恩 心想 自己已经将皇后得罪了 万万不能再得罪了皇帝了 否则 那可真是小命难保了 慕容莲看她变脸如此之快 瞬间瞪目结舌 这区别对待也太明显了 于是开口道 皇上没想救你 就是交代暗卫 你出了皇后请功 便将你带来 易悠然 马屁拍到马腿上 这个怎么破不过很快 她很快 给自己找了台阶 皇上那是未卜先知 知道皇后娘娘 不会将我怎么样 皇后娘娘宅心仁厚 怎么会对我一个小女子怎么样 慕容莲 好想不认识这个人 又猛又撒的人设去哪了 去皇后宫中一趟 脑子也被换了吗 第九十四章 搞定皇帝 皇帝看着易悠然讨巧的样子 觉得有些好笑 今天的事情 她也从慕容莲那里知道了大概 没想到她竟然还敢一个人 去皇后宫中 因此她才吩咐暗卫在外面观察着 如果这丫头没生命危险 便不要出手 如今看她如此中气十足 看来在皇后宫中 也没有受什么罪 易悠然看皇帝没有说话 也摸不清皇帝的想法 坊间都说 金王不受宠 那她这个金王未婚妻 更是算个屁 若让皇帝知道她 今天将太子折磨成那个样子 易悠然小心肝直颤 而后一想 说到底也是太子不占礼 就又礼直气壮起来 君哲续在外屏扣 皇上总不会对她处置得太过分吧 皇上轻了轻嗓子 道 易悠然 你可知罪 易悠然心想这就要算账了 立马跪下道 臣女不知犯了什么错 皇上道 你自己想 易悠然暗骂一声老狐狸 想让她自己招 门门都没有 想了想道 难道是宴上臣女没将饭菜吃完 臣女不是故意浪费粮食 慕容莲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这次永远不安套路出牌 风起皇这个老狐狸 碰上这个小狐狸不知究竟谁能更胜一筹 皇帝听到她的话 突然感觉有些心累 叹了一口气道 太子毕竟是朕的儿子 易悠然听到这句话 便不乐意了 直接道 太子殿下是您的儿子 难道那些被太子殿下荼毒的人 不是别人家的孩子 我只不过让他也尝尝 被人虐待的滋味罢了 那些器具上哪个没有血 鞭子都生生被浸染成了暗红色 太子尚且有您与娘娘相护 那些人呢 又有谁敢护他们 他们就活该被太子凌辱 太子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尚且如此 在宫外那还有谁能管得了他 易悠然的话 引起了皇帝的深思 他知道太子有些好色 但没想到的是 形势如此荒唐 当即派了暗卫去查太子 这些年做的荒唐事 易悠然见此事 已经引起了皇帝的重视 便不再多讲 皇帝介入了 即使不处置太子 也定能让太子以后 在这方面收敛一些 皇帝看着易悠然 暗自点了点头 不得不承认 这老三选媳妇的眼光还挺好 进退有度 就是有点跳脱 但也正好与那个闷葫芦互补了 皇帝想了想开口道 京城中这两天 药材被抢够一空 可是你干的 易悠然看皇帝如此直白 便大方承认 是啊 皇上见他如此直白 问道 你可是知道边陲之事了 谁告诉你的 易悠然直接回答道 猜的 皇上将京城大夫都派去了一半 想必边陲并不是流民动乱那么简单 与大夫有关的 想必就是疾病了 什么疾病大面积传播 那肯定是传染的疾病了 皇帝问 那你怎知 这病是哪几种要治疗 易悠然道 臣女当然不知 所以臣女准备带其药物去边锤 省得到时候 找到了治疗办法 却没有药 皇帝一听他要去边锤问道 你可知 边锤现在是何情况 易悠然坚定道 左不过几个菌 都已经有了染病患者 虽然我不知道 我去能不能控制住 但是去了 起码我努力了 尽了自己微薄的力量 也比在家中整日担心君哲序要好 皇帝听了他的话说 不敢动是假的 他的医术皇帝自然是知道的 前一段时间出现在京中 那位低调的神医皇帝 也派人查过 应该就是这丫头无疑了 但想到君哲序走之前说的话 直接说道 老三走之前交代过 不让你去 易悠然听后道 皇上不知道这事 金王不在家 我出京城散心去了 只是不小心 散心散到了边锤 皇上道 好 你买药材的钱震出了 没道理让你出钱又出力 这丫头虽然贪财 但该花钱的时候 也是很大方的 还是给这小两口留点钱吧 虽然这俩人的敛财能力 也真是不容小觑 但以后用钱的时候也不少 易悠然听了皇上的话很开心 这次进宫来的 还是很值得 立即给皇上磕了个头道 皇上宁果真气度辉弘 历经图治 人贤革新 体察民影 人后礼贤 木林安边 秦正爱民 忠厚人术 明张之至的一代明君呀 易悠然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慕容莲都惊呆了 皇帝听了这么多词 顿了一下 然后哈哈大笑 易悠然看这几个词 就把皇上给哄开心了 心想 果真是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谁都爱听好听话 就连整天听好听话的皇帝也不例外 看天色也不早了 易悠然与慕容莲便告辞准备回府 易悠然临走时 还给皇帝说 皇上下次再让人带臣女来 不要用这种方法了 颠得臣女就要吐了 皇帝再次被她逗乐了 哦 知道了 出了御书房 易悠然摸了摸怀中的木盒子 便带着慕容莲来到了君月月的宫殿 慕容一道 你俩不是决裂了吗 还过来干嘛 报复啊 你今天已经收拾了太子 再动了公主 小心皇帝佬 让你出不了皇宫 易悠看她又开始喋喋不休 道 闭嘴 小心我一会把这事赖你身上 慕容莲立马闭嘴了 乖乖跟在易悠然身后 易悠然来到了君月月的寝宫 易悠然看整个院子也没有什么吓人 便直接进去了 易悠然进去看到的就是君月月正在屋中 看着易悠然送她的那个装西衣的盒子发呆 小绿还在里面安安静静地睡觉 易悠然道 不就欠你的盒子没有给你 用得着死盯着看吗 君月月扭头 看到易悠然的那一瞬间 眼泪立马落了下来 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哭着说道 悠然你是来报仇的吗 你打我吧 杀我都可以 然后闭上眼睛 等着易悠然动手 易悠然过去重重地敲了她一下 然后将皇后给她的那个木盒放在桌上道 嬷嬷早就已经被皇后杀死了 这是你体内中毒的母忠 我不会解 明天我要去边锤 皇后说能解中毒的部落在边锤 明天我要去边锤找君哲序 你若是想解中毒 那便跟上 说完转身便离开了 第95章 走前准备 君月月看着易悠然的背影放声大哭 她既为养大她嬷嬷的去世而伤心 又为了自己的心生而开心 被皇后控制了这么多年 以后 她终于可以随心所欲了 哭哭笑笑好一阵之后 起身从首饰盒的底下找出一个老旧的发簪去了皇陵 她要将嬷嬷葬葬在母亲身旁 易悠然与慕容莲出宫 慕容莲的嘴巴都没有闲着 问道 悠然 那公主中的什么中啊 易悠然回答 不知道 慕容莲 悠然 你是不是原谅那君月月了 原来她是被皇后吓中了呀 那个皇后的心眼还真是坏啊 不过你说是那太子 真是解恨 易悠然道 你是不是还有很多历解 慕容莲 啊 易悠然 有劲的话带我回家 打太子那几鞭子 我很累啊 说着 便往慕容莲肩膀上一抖 赖着不肯走 慕容莲道 我知道你让我进宫是干嘛的了 合着我就是个人肉马车 然后看了易悠然一眼 发现她精神确实不太好 便道 我背着你走吧 易悠然眼睛亮了亮 突然觉得 慕容莲这男装装扮 真是男有力爆表 就这样 慕容莲背上了她 易悠然开玩笑道 慕容莲 你若是个男人 说不定我真的会考虑嫁给你的 慕容莲道 得了吧 那我估计活不了两天 便被君哲戏给弄死了 不过哪天 你要是再风起混不下去了 便到花盛找我呗 最起码给你安排个成像当当 易悠然想 或者以后真的有可能吧 毕竟若是太子真的登基了 怕是第一个要砍的就是他了吧 不过他也没有想那么多 今天这一天 是真的累了 在慕容莲背上 没一会便睡着了 易悠然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将用的东西 都放进了茉莉空间 给牧师写了一封信 因为他知道 他要去给牧师说要走的事 牧师肯定不让他走 所以就先掌后奏了 他刚出门 便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 易悠然吓了一跳 定睛一看 原来是君悠悠 易悠然道 你什么时候来的 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看君悠悠已经来了好一会了 因为衣服都已经被露水打湿了 易悠然让他进屋 给他找了一件衣服 问他 你不会是在我屋外站了一夜吧 君悠悠突然抱着他哽咽地说 悠然 我唯一的亲人也死了 我错了 你不要再抛弃我了好不好 易悠然拍了拍他的后背 道 君悠悠 只此一次 是看在你死去磨磨的份上 若有下次 我会亲自送你上路 他不知道 原谅君悠悠是对是错 可是看到君悠悠 他就仿佛看到了前世的自己 若是有人拿他师父的命来威胁他 想必他的选择 应该与君悠悠是一样的吧 人贯是会权衡利弊 他也不例外 且看看吧 君悠悠听易悠然 已经原谅他后说道 悠然你放心 以后即便是要我的命 我也不会再做伤害你的事情 易悠然道 不 谁要你的命你先告诉我 我去先杀了他 君悠点头应试 如果昨天的事 他先告诉了悠然 结果会不会就会不一样 不过他以后记住了 解决不了的事情 就找悠然 易悠然得知 君悠悠昨晚在皇陵待了一夜 便让他回宫 把东西收拾一下 顺便给皇上说一下 然后下午在城门口见 一起出城 君悠悠走后 易悠然便去了美颜堂 记则瑜已经将药物都准备齐全了 易悠然让他 花了多少钱去找皇上要 记则瑜很开心地去了 只剩下一悠然一人时 他将所有的药物 都转移到了墨里空间里面 在前面遇见了东梅 让他给转告记则瑜东西 他已经都拿走了 然后又去了街上 买了许多吃的东西 放进空间中 待他将空间都快塞满了 这才回了国师府 将给牧师的信放在桌上 然后拉着慕容莲就走了 慕容莲来的时候 就没有带什么东西 身上带的钱 还被易悠然全坑走了 如今更是两手空空地 被易悠然带走 不过他却没有忘记 带上易悠然给他的 那几张美男照片 因为一直都在胸口放着 走到城门口 便看到君月月已经在等着了 看到易悠然 便挥着手打招呼 然而易悠然却没有带他们出城 而是去了八宝宴 又将惊雷与闪电 也叫了出来大吃一顿 慕容莲问 你不是着急去边锤吗 这怎么又吃上了 易悠然道 可能很久一段时间都吃不上了 我们吃饱了走呗 大家竟然觉得 说得挺有道理 易悠然点了一桌子菜 大家便开动起来 慕容莲似笑非笑地 看着这一桌子菜 挑了几样菜尝了几口 易悠然本也没打算瞒着他 便由他去了 半个时辰后 慕容莲看着趴在桌上的三个人 易悠然问 为什么不提醒他们 慕容莲回答道 你做什么都是有原因的 你杀人我就给你递刀 杀完人再给你埋尸 易悠然道 那别人要杀我吗 慕容莲 那我带你跑呗 我的轻功那么好 放心 一般人追不上 易悠然呵呵一笑 将君悦悦三人扔进空间中 慕容莲看着易悠然 竟然让人凭空消失了 惊讶地合不拢嘴 结巴道 悠 悠然 你不会是个妖怪吧 易悠然看着他 黑黑一笑道 是啊 我是狐狸精 慕容莲认真地看着他道 你不是狐狸精 你肯定是只皮羞 拿了银子 只进不出 易悠然 滚 你才是只癞蛤蟆 而后 易悠然认真地 同他说了空间的事情 慕容莲一脸惊奇 一直吵着要进去看看 易悠然便带他进了空间 而后易悠然认真地给他说 慕容莲 我可是将我最大的秘密告诉你了 你可不能让我失望了 慕容莲疯狂点头道 悠然你放心 就是我别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都不会说的 然后盯着空间里面的东西猛瞧 特别是一楼的各种医疗用品 恨不得让易悠然马上教会他 然而易悠然却将他带了出去 慕容莲心中虽然好奇 但也知道事情轻重 出来之后 便只字不在空间里的事情 第九十六章 是师姐啊 易悠然很满意慕容莲的表现 见他久久没有说话 易悠然问他 你在想什么 慕容莲道 想一个秘密与你交话 易悠然无语 不知道这丫头 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 慕容莲道 对了 我告诉你我母皇的玉玺在哪里 易悠然道 我对你们家的传家宝不感兴趣 慕容莲 那我告诉你 我们家国库里有多少银子 易悠然 不想知道 再多也不是我的 易悠然本来是需要一个助手 思虑再三 才将空间的事告诉慕容莲 结果慕容莲 连他母皇的内裤是什么颜色 都告诉了易悠然 晚上 易悠然换了一身男人装扮 与慕容莲一起甩开了暗卫 直奔耶罗山去了 慕容莲用轻弓 带着易悠然登上半山腰 找了一处平坦的地方 易悠然拿出了一个简易的飞行器 这是他前世师兄研究出来送给他的 可惜他还没有用过就死翘翘了 易悠然无比庆幸 他将这个飞行器放入了空间 这里的马车 他是实在坐不惯 从京城到边陲骑马 也要四五日 而这个飞行器 虽不至于和飞机一样快 但一夜的时间 也差不多能赶过去了 这个飞行器 需要两个人操控 一个人操纵平衡 一个人掌握方向 慕容莲已经对易悠然 拿出再奇怪的东西 都免疫了 慕容莲用慕容医的身份 这几年整日天南海北的采药 自然知道边陲的方向 易悠然便教了 他如何操纵方向 待慕容莲熟悉之后 易悠然调试了一下 飞行器便启动了 不一会儿 飞行器便悬在了空中 慕容莲看到这一幕刚要说话 易悠然严肃道 专心控制好方向 这飞行器 一旦从空中落下 我们俩立马变成肉泥 慕容莲听后 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专心地控制着方向 易悠然看着慕容莲的侧脸 心中感慨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就愿意 将这个秘密告诉慕容莲 可能是因为 那天回宫 被他背着 想到了师姐吧 师姐从小到大 对他而言 就是一个母亲般的存在 师父带他们严厉 而师姐总会在训练后 给他拿来吃的喝的 记得有一次 师父让他们 从山上跑下来 他的脚挽了 师姐就是那样 将他从山上背了下去 而他也是那样 打去师姐的 当初师姐说的什么 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只记得 师父因为 他俩回去的晚了 与师兄在山上找了好久 义悠然他俩 在天亮之前到达的边陲 依旧降落在了一座山上 一下飞行器 慕容莲揉了揉酸疼的胳膊 不过看这么快就到了 心中还是很开心的 于是开口道 悠然 这也太神奇了吧 义悠然看了飞行器一眼 发现上面显示的油量 已经少了四分之一 他空间里也没有汽油 他叹了一口气 以后还是省着点用这个吧 非必要 还是尽快适应马车吧 义悠然收了飞行器 拿了一个外科口罩递给他 交代道 这个叫口罩 一定要戴好 除了吃饭和水都要戴 然后又拿出了两个斗笠 二人收拾完毕后 这才下山 两人准备先进城 找个客栈修整一下 却发现 街上到处躺的都是人 有的还有一口气 在那里苟延残喘 有的已经断了气 师班都已经显了出来 义悠然找到了一个客栈 推开门后 发现地上躺着一个 已经死去大概有两日的人 慕容莲正遇上前查看 义悠然拉住他 朝他摇了摇头 然后向客栈后面走去 客栈的后面是一个民房 天还没有大亮 突然听到了一声 微弱的婴儿哭声 慕容莲猛的一机灵 立马朝那间房子走去 义悠然也跟着他进去 看到的便是一个女人 抱着一个婴孩 女人面色苍白 双眼紧闭 慕容莲上前叹了叹鼻息 对着义悠然摇了摇头 义悠然上前 想从那女子怀里抱走婴孩 却发现女子的手 还死死地抓着强保 义悠然道 我是一名医者 将孩子交给我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说也奇怪 待他说完这句话 女人的手便轻轻松开了 义悠然抱起婴孩 发现婴孩 已经虚弱到睁不开眼睛了 于是立马让慕容莲去烧水 他则拿出了空间中的奶粉 待慕容莲烧好水 义悠然便将奶粉充跑好 慢慢地喂进那婴孩的嘴巴里 喂好那孩子后 义悠然发现孩子的强保 已经被排泄物弄湿了 又给擦擦换换 慕容莲看着义悠然熟练的动作道 悠然 你怎么会这些的 义悠然收拾好婴孩 放慕容莲怀里道 还是个女孩呢 这两天 他就交给你照顾 等我们回聚你 正好将他抱回家 当妹妹当女儿养都好 反正你娘与你 都不想生孩子 慕容莲 我家可是有皇位继承的 有你这么草率的吗 义悠然将隔壁的房间收拾了出来 暂时作为两人休息的地方 看天色快亮了 义悠然拿出食物 两人吃完 他便拉着慕容莲去补眠了 慕容莲问道 我们不去看看病患 义悠然道 看病不在这一时 只有休息好了症状 才不会判断错误 慕容莲点了点头 两人一直睡到了下午才起床 慕容莲给那个婴孩 又为了赐奶粉 义悠然估摸着 君哲旭应该还有两日才能到 他要尽量在这两日分析出来病婴 义悠然道 下午我们便把屋里的两具尸体尸检了 看看他们的死婴究竟是什么 慕容莲点点头 并没有多问什么 义悠然走到那女人的尸体旁 将手术刀具拿出来 交代了她在旁边要做什么辅助工作 慕容莲认真的记下 而后义悠然戴上手套便开始了 待义悠然检查完 缝合上最后一针 一瞬间泪流满面 对着慕容莲叫了一声 师姐 第97章 接触瘟疫 慕容莲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哭 以为她是认出了那个女死者 所以问道 悠然 她是你师姐 义悠然看着慕容莲迷茫的神情 拉着她进入空间指着二楼那个小超市 你还记得这个超市吗 我想换里面的东西 可是积分不够 你用了一周的时间将它给破解了 慕容莲迷茫道 悠然你在说什么呀 说着她看到一个自动的饮料售卖机 走过去很自然地按了两下 一瓶饮料便掉了出来 义悠然看到那瓶饮料 哭得更伤心了 师姐 你是不是怪我没有早早地认出你 你知道吗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另类 害怕哪一天他们将我揪出来 若不是刚刚她给她递工具时 自然的样子 以及那些小动作 她可能还是不会想到 毕竟她的模样与前世的师姐 没有一点相同之处 慕容莲自己也很诧异 自己是怎腰将那个东西弄出来的 但看到义悠然的样子 还是先走过去 拉着义悠然道 悠然 你别哭了 好好 我是你师姐 只要你别哭 我当你师妹都可以 义悠然听了她的话 用手胡乱擦了一下眼泪 她稳定了情绪 将她又带到卧室的一个笔记本电脑前面 问道 你知道这个密码吗 来 把她按开 慕容莲完全摸不着头脑 但她害怕 义悠然在哭了她哄不好 想着这么多案件 随便按几个哄了 于是 她又将电脑打开了 义悠然道 这个东西 是我师姐送我的 只有我和她知道 怎么打开她 慕容莲 义悠然心中已经确定 慕容莲就是她的师姐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忘记了她 于是她问道 你以前是不是失忆过 慕容莲想了想到 没有呀 后来又说 可能是我笨吧 五岁前的事情 我的确没有记忆 但是我也不可能 五岁前是你师姐啊 义悠然心想 应该她 应该就是五岁前失去的记忆 可是她前世死的时候 师姐她们都还好好的 为什么师姐过来的时间 竟然比她 要早十几年呢 义悠然想不通便 不再想了 知道这个世界 不再是她孤独一人就好 可能师兄与师父也来了呢 看来以后 还是得细细留意才好 义悠然问道 下去我给你做个检查 义悠然给她做了一个脑部CT 发现果然海马蹄有些受损 义悠然给她找了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 让她记得吃 慕容莲被义悠然安排得有些莫名其妙 不过还是按她说的做了 义悠然看一时半会 也不能帮她想起来 便带着她出去了 慕容莲出来时看到 被安排在一楼病床上的君月月 惊雷闪电三人 便问道 你准备什么时候让他们醒 义悠然道 再等两天吧 空间的事暂时不想让他们知道 等君哲虚到后再让他们醒吧 这几天我会为他们吃些营养药 慕容莲点点头又问道 悠然 这个女子的死因你看出来没 义悠然道 你刚才看到没 她的心脏有些不一样 可能是心刷而死的 慕容莲点点头又继续问道 那个掌柜的呢 义悠然摇摇头 不知道 那个掌柜的浑身子干 不像是因为心脏而死的样子 一会去看看 慕容莲与义悠然又去客栈大厅 看了掌柜的尸体 发现掌柜的 竟然是因为废功能不全而死 义悠然又去了街上 依旧和早上看到的情景是一样的 悄悄地又检查了几具尸体 发现死状都是不一样的 义悠然有些疑惑 有些搞不懂 于是决定从活人身上下手 慕容莲道 悠然你在屋里照顾小龙 我出去看看那些病患 悠然医术比她要高 即使她出去染上了病毒 还有悠然可以解毒 义悠然看出了她的想法 心想 师姐虽然失去记忆 但还是这么为她着想 摇了摇头道 物理和外面是一样的 你忘记了最早染病的那批人 正是处理尸体的人 说明这些人死了 依旧还有传染性 只要我们防护到位 没事的 义悠然突然想起了什么 又问道 小龙儿是谁 慕容莲指了指床上的小婴孩 道 这个名字好听吗 义悠然 最后还是两个人一起去了街上 用一个馒头 带回了一个患了病的小乞丐 问了小乞丐 义悠然才知道 他们现在正在一个边陲的小县城 半个月的时间 县城里的居民已经死了一半 剩下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症状 小乞丐还看他们两个还好好的 便劝他们赶紧离开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上面的人就要来屠城了 义悠然听后 心中有些难受 是啊 古代的医疗落后 如果发现治不好的病 那就只有将所有病患一把火烧了 来切断传播途径了 这边陲地区总共三个郡 若将这三个郡全部屠杀 那会有多少人 义悠然不敢想 心中更是着急 要快点找到病因 他让小乞丐躺在客房 给他喂了一些药 不疑会他便睡着了 义悠然将他带进了空间中 给他做了全身检查 还抽取了一些血 做了血液分析 针对他的症状 给他用了一些药 发现这个小乞丐 除了营养不良 其他都还好 全身的脏气 除了肺部有些感染外 其他并没有被病毒侵染 他隐隐有了些猜测 但是需要更多病人去证实 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慕容莲 慕容莲直接便出去了 没疑惠便又带回来了五个病人 义悠然又一一为他们进行了检查 发现了这个病毒 确实如他所想 侵入到人体里面 首先入侵的 就是较弱的脏气 比如心脏不好 他就入侵心脏 肝脏不好 他就入侵肝脏 这个病毒也是 直减软柿子念 就看人的身体技能 能不能抵抗的了 义悠然检查完这些病患 给自己消毒后 发现慕容莲情绪有些不对 义悠然问道 怎么了 慕容莲考虑了一下还是说道 刚才出去看好多人家 屋中都有死去的人 活着的人 也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义悠然想了想 转身便出了门 慕容莲跟上说道 我们俩就不了那么多人 你及时有 那个地方 里面的东西 也不足以让这么多人吃 仅仅这一个县城 就有上千人 更何况整个边陲三郡都是这样 即使我们有那么多粮食 我们俩都不眠不休 又能分发多少家 只怕没等发到粮食 那些人都不行了 你还是回去看看 怎么治这次的瘟疫吧 这些事 等镇北王与金王来了再说吧 第98章 找粮 义悠然想了想 啊 这只是一个小县城 假如君哲序他们明日到 肯定是先顾及经过路上的百姓 等顾及到这里 又得要好几日 这么多百姓 能经得起这么多日等待吗 别等到我们找出了 治疗瘟疫的法子 这些百姓们 却被饿死了 慕容莲沉默了 这些百姓生病 再加少挨饿 即使在健壮的身子 也等不了那么多十日 义悠然想了想 决定去衙门寻粮 找到了一个人 问了衙门的位置 义悠然便与慕容莲 一起去了这里的府衙 府衙大门紧闭 慕容莲便带着义悠然翻墙进去了 自从知道慕容莲就是他的师姐后 义悠然用的更是毫无压力了 两人进了府衙 直奔后院县老爷的住处 在门外便听到支县的声音 快点收拾 今天晚上就走 等镇北王来追责 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义悠然听后一头火 直接踹开房门 立声道 走 你想往哪里走 那县令看到义悠然的造型 因为戴着口罩 所以义悠然又将斗笠给戴上了 又是男装打扮 县令就以为他是陆林好汉 颤颤巍巍道 好汉饶命 这府里的东西 您想要什么便拿吧 只求好汉放我一条性命 义悠然也没有解释 直接问道 可有粮食 县令急忙回道 有 有 后院的库房 还有三百十粮食 全送给好汉了 义悠然转身向后院走去 就在那县令正要松一口气时 几根银针飞来 扎在他几处大学上 县令顿时倒地 义悠然并没有杀他 这种人杀了就太便宜他了 日后留给百姓们泄愤吧 帮县令收拾东西的那个女子 见状也吓得不轻 收拾好的那些金银细软 全掉在了地上 义悠然的声音轻飘飘地传来 想要活命的话 把东西放下走 这些都是明知明高 当然不能让他带走 只见那女子却跪下道 小女子应离 愿帮助公子 找到这府中所有粮食 义悠然有点感兴趣了 不过也没空问 直接道 带路 于是 英离带着义悠然 找到了县令藏在地窖 以及各处的粮食 义悠然粗略算一下 总共差不多一千十 也算是解了目前的燃眉之急 他不禁暗自感叹 果然是三年轻之县 十万雪花银 更何况 这还是个满腹肥肠的贪官 义悠然问英离 你可知这县衙 可还有心思正直之人 英离立即跪下道 公子 英离本与县衙主部徐良有婚约 徐良为人正直 不愿与那县令为伍 他便将徐良入狱 名女前来求情 他却要名女委身于他才肯放人 说到这里 已然气不成声 义悠然能想到事情的发展 无非是县令睡了英离又不肯放人 义悠然又将县令的罪责记了一笔 然后说道 关在哪里 带路 英离擦了擦眼泪 立即起身 将义悠然带到牢房 看守牢房的是几个衙役 东倒西歪地站着看门 义悠然拿出君哲序的玉佩 牙医一看到玉佩上的龙纹 便全部跪了下去 义悠然还想着他们弱势 不认这块玉佩 便直接打杀了 没想到君哲序的这块玉佩 比通行正还牛 义悠然进入牢房 难闻的气味令人作呕 英离则很快 冲到了徐良的牢门前喊道 徐良 义悠然看到 这位名叫徐良的年轻人 笔直地坐在牢中 虽然浑身脏乌 却依旧难掩其一身傲骨 徐良听到英离的呼唤 转身看到 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未婚妻子 笑道 我没事 你赶紧出去吧 英离看着自己的心上人 又红了眼眶 道 徐良我是来救你的 慕容莲也快被牢房的味道 熏得受不了了 便插嘴道 有什么事上去再说 说吧 便一手劈开了牢房的木门 义悠然暗自扎舌 师姐竟还有这个手艺 应该是匹柴劈出来的吧 牢门劈开后 徐良却不肯出去 对着慕容莲说道 谢谢大侠的好意 但徐某不会出去 徐某出去之后 那便是逃犯 不仅徐某 甚至家里人都难逃罪责 慕容莲正准备解释 义悠然便亮出了玉佩 小小玉族都使得这块玉佩 身为县衙主部的徐良 自然不会使不得 徐良见了玉佩之后 立马跪下道 谢贵人救命之恩 说着 从睡觉的草垛之下 拿出了一张纸 递给了义悠然 义悠然看了一眼 只见上面用探笔 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 义悠然最烦看这种文言文事的东西 还TM的都是繁体字 扔给了慕容莲 慕容莲看了一眼后 便还给了徐良 徐良不明所以 义悠然倾咳一声道 你直接说 徐良便说了出来 大致就是 在牢中关的大部分人 都是被冤枉入狱的 义悠然看他还在继续说 他却懒得在听了 看着牢中的人虽然 看着有些脏污 但似乎没人染病 没想到这监狱 竟然成了这个小镇的 最后一片净土 义悠然问狱卒 要了监狱的钥匙 让徐良将那些 被县令冤枉入狱的人 都给放出来 交代完事情 义悠然便与慕容莲 一起出去了 没一会 徐良也带着二三十号人 从监狱中走了出来 义悠然查了一下 足足有二十八人 心想这下干活的人也够了 义悠然道 县令已经被我收拾了 眼下外面的形势不太好 全城居民差不多 都已经感染了瘟疫 可能你们就是最后一批 没有被感染的人了 大多百姓 也已经几天没有进食了 现在需要你们 为这个县城做些贡献 为那些百姓送去粮食 你们可愿意 当听说全城人 都感染了瘟疫 所有人都在担心 自己的家里人 听到义悠然的话 毫无意外地 其声回答愿意 义悠然点点头继续说道 徐良为代理之县 你们协助其 务必将县衙后院 一千十粮食 分派到每家每户 若有中保私囊者 协助其的支线 关进了监牢 眼见这边的事情 已经处理完毕 义悠然告诉了 徐良他们的落脚点后 与慕容莲 这才匆匆离去 第99章 相见 义悠然回到客栈 已经将近此时 看了看那几个病患 在客栈的房间中 已经睡着 空间里的血液分析仪器 还在运行 他只能先做下研究药方 慕容莲将小容儿 送到了英里那里 带为照顾 顺便又给县衙 送了些防护用品 以免仅剩的那些 未感染者 在被传染 忙完这些后 便过来与义悠然 一起看这些数据 毕竟在中医这一块 他也是学了十几年的 一夜之间 两人倒是也 弄出来了几个药方 还需要实验一下才行 义悠然想抓几只老鼠 做一期临床实验 竟然悲催地发现 这个地方连老鼠都没有 想象也是 百姓都已经快饿死了 老鼠找不到吃的 自然也都跑了 于是义悠然又去了一趟县衙 发现徐良 徐良还在安排派粮事宜 见义悠然过来 立马起身行礼 义悠然看他的样子 应该也是一宿没睡 暗自点了点头 直接问道 这县衙可有老鼠 徐良听他问老鼠 便答道 粮食那边是有的 所以放了许多捕鼠的夹子 每天倒也能抓上几只 不过贵人放心 粮食是没有问题的 义悠然点点头道 如果有活的 便给我几只 徐良虽然不明白 义悠然要老鼠干什么 但还是去粮仓那里 给他找来了几只 义悠然接过装老鼠的笼子 道 粮食的事情 你可安排好了 徐良回道 回贵人 连夜已经让人熬起了粥 今天便可是派粥 另外 还安排了十几人 专门在城中巡视 遇到无法出门的 我们便将粮食送入屋中 尽量保证 全城人今日都能用上饭 另外 小人昨晚出去看过 死事实在太多 小人便派了几人 专门负责将那些拉到乱葬岗 义悠然点点头 拿出一封信道 乱葬岗的尸体 必须要烧毁 否则这瘟疫可能会更加严重 今日我便会离开这里 这里的事情便交给你了 这封信等镇北王 来了之后 交与他便是 徐良听到他要走 心中有些诧异 但想想周遭几个城 情况都不会太好 便跪下道 徐良定不负贵人所托 定将城中百姓妥善安置 一悠然安排完事情 便又回到了客栈 拉着慕容莲 便一头栽进了空间中 便开始用老鼠试药 直到快五时 两人才将那几个药方 全部试完之后 也只是找到了一个 能控制病情的 想要彻底根除 估计还要找到最初的传染源 一悠然也心急着 赶往下一个城镇 便将那个药方 连同空间中的药 拿了一些出来交给徐良 一番交代之后 便与慕容莲离开了 徐良一行人 感激地朝着他俩的背影 磕了几个头 想着等镇北王过来 一定要问清恩公明慧 这边镇北王与君哲续殊之二人 也已经到达了 离边垂最远的一个郡 因为地理的原因 这里受灾最轻 却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 百姓们都闭门不出 染病的在屋中养病 没染上的怕被染 尚 也不敢轻易出门 家家都在熏爱草 于是 叔侄俩商量一下 留下了一些物资和大夫 便朝下个城镇出发了 易幽然与他们的方向是一样的 最终目标都是疫情 最开始的那个山脉 易幽然有 慕容莲亲公的加持 两人很快便到达了第二个城镇 这里的疫情 与第一个城镇差不多 区别就在于 县令积极地每日发放粥饭 倒不至于让百姓饿死 易幽然见此情形 便给县令 留下了控制疫情的药方后 便继续往前赶路 两天后 还有两个城池 易幽然便能赶到最早 发现尸体的那个城镇 一路上感染的病患 也是越来越多 若是遇见百姓食不果腹 便杀几个贪官开仓震灾 遇见好的县令 便留下药方继续赶路 易幽然也在偶然间 得到了镇北王他们 已经到边陲的消息 他也想起了惊雷和闪电他们 于是当即 将他们带出了空间 弄醒了他们 三人来不及问 怎么到达的边陲地 便看到这尸横遍野的场景 心中充满了震惊 易幽然给他们 分发了防护用品后 便将一张药方交给闪电 告诉他是控制瘟疫的方子 让他用轻弓 赶紧交给君哲序 闪电领命便退下了 两日时间 镇北王两人 也是越往前走 病患就越来越多 留下的大夫越来越多 却没有 一个大夫能研究出 治疗瘟疫的方子 不少大夫士兵 也都有了症状 君哲序便让士兵们 全部服下了 易幽然当初 炼的那一箱子药丸 果然感染的人少了许多 直到闪电 带来了易幽然的方子 君哲序质问 才知道那丫头 已经到了边陲 而且还走在他们前面 并且还研究出来了 控制瘟疫的方子 虽然不能根治了 但是能保证 没有感染的人 不再被感染 感染的人不再加重病情 于是郑北王赶紧 将药方分发给他们 经过的各个城镇 以求赶紧控制住 瘟疫的蔓延 郑北王自豪感叹 本王的干女儿 果然不是一般人 郑北王难得 在他这个侄子身上 看到这猴急的表情 便道 你与闪电去找那丫头 他只身一人 我也不放心 君哲序立马点头 东西也没收拾 便跟与闪电一起 消失在了营帐 郑北王的心情 因为得到了 易幽然的那一张药方 而变得轻松起来 在易幽然又处置了一个贪官 回到住处打开门 便被人紧紧抱住 易幽然刚想照着 对方的下盘来一脚 便闻到那熟悉的味道 易幽然及时收回了 刚刚伸出去的小腿 惊讶道 君哲序 你怎么来了 君哲序道 谁允许你来这边捶的 不是说 让你等着我回去 给你过生辰吗 易幽然道 我害怕你放我鸽子 所以亲自来 让你给我过生辰呀 君哲序拿他没有办法 打又打不得 骂又骂不得 真是 最后叹了一口气无奈到 来了就来了 但以后就在我身边 不准私自行动了 易幽然知道他也是担心自己 便乖乖地点点头 任由他抱着 不再多说什么 第100章 互诉中长 君哲序还想再说点什么 但看着小丫头难得的乖巧 想问的问题 始终没有问出口 易幽然看到他的样子 笑眯眯地道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或许可以帮你解开疑惑 然后易幽然便带着他 进了茉莉空间之中 君哲序突然进入这个陌生的环境 也有些惊讶 只听易幽然道 其实我并不是真正的易幽然 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我也叫易幽然 我在我原来的世界已经死了 然后莫名其妙地便来到了这里 君哲序走进茉莉空间一楼 便看到当初易幽然 给他解读时的那个机器 问道 当初 你就是用这个给我解读的 易幽然想到 当初是将他弄晕后 才带他进来的 这次竟然还有印象 所以问道 你当初是在装晕 君哲序摇摇头道 当初我也是迷迷糊糊的 有点印象 一直想问你 但是总是问不出口 易幽然按道 这次的奸诈 想着今日索性就说开了 开口道 所以 我也不是原来的我 身体都是莫名其妙地来的 就连生辰也是他的 易幽然闭了闭眼 装作轻松地开口道 若是你介意的话 那 还没等易幽然话说出口 君哲序直接上前 堵住他喋喋不休的小嘴 他的吻炽热而霸道 易幽然忍不住迷失其中 条件反射般地回稳着他 易幽然这一刻的感觉 就是 他输了 彻彻底底地将自己的心 给输了进去 一吻结束后 君哲序松开他道 再不许说 那样的话了 我第一次见到的便是你 我所爱的 也是你的灵魂 即使你不在这具身体上 我也能一眼认出你 四世看出了他的不安 君哲序认真道 从今以后 你的依仗便是本王 只要有本王在的一天 即便是全天下人都知晓 这件事容不下你 那本王便会为你 途径这天下人 易幽然听到他的话很感动 但还是不赞同地说 为什么要途径他们 应该打他们 打到他们怕为止 君哲序笑道 好 都听我家王妃的 易幽然带他到了 放飞行器的那间房子 打开了门 道 这个飞行器 是我前世的师兄送给我的 我将君月月 惊雷追风他们三人 弄晕放进空间 然后与慕容莲一起 开着飞行器来的 我俩开了 整整一夜才到呢 君哲序听到了关键词 慕容莲 你将这个空间的事告诉他了 竟然比他先知道 看来以后要防着这个慕容莲才好 易幽然听出了他的意思 开心地道 你知道吗 慕容莲他就是我前世的师姐 可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了前世的记忆 对了 你知不知道他小时候经历了什么 君哲序听了易幽然的话 想了想到 他是四岁开始 跟着他师父学医的 花圣皇宫他母亲一大堆的后宫 想害他的人比比皆是 谁知道是谁看他不顺眼 然后暗戳地想 假如以后若是有人质疑小丫头的身份 那就将慕容莲推出去好了 易幽然 已经几日没有休息了 看到君哲序后 就感觉身上的担子轻了许多 出来空间便一阵困意袭来 于是就窝在君哲序的怀里睡着了 君哲序看着怀里睡着的女人 似乎又消瘦了些 想到他因为自己千里迢迢跟过来 冲在他前面 他堂堂战神王爷 还是第一次遇见 心中某一处的冰封彻底融化 可既然他已经来了 就不能再让自己的女人冲在前面了 要不然 他的脸还往哪里搁 他将易幽然轻轻放在床上 为他盖好被子便出去了 慕容莲看到君哲序一点也不惊讶 追风都去给他送信了 他再不过来 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明明与君哲序 已经认识好多年了 可还是觉得 必须要站易幽然这边 君哲序淡淡看了慕容莲一眼 眼中还有些莫名的敌意 慕容莲瞬间炸毛了 直接道 君哲序 你那是什么眼神 君哲序淡淡道 下次再带人而来这么远的地方 我就将你打包送回花上 慕容莲 TM的是你媳妇非要带我来 我又不是你风起的人 为毛为你风起的百姓 在这里天天连觉都睡不好 君哲序道 那是你乐意 说完后 便离开他们住的院子 去县衙去了 易幽然醒来时 还有些不确定 刚刚君哲序是不是真的来了 直到出门看到慕容莲 还在骂骂咧咧地吐槽君哲序 便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慕容莲看易幽然 从房中出来便直接说道 你男人已经来了 我准备明日就走了 易幽然疑惑道 为什么呀 这么急着走 慕容莲怒道 你男人当当说了 是我带你来这里的 易幽然听了 可直笑 原来君哲序是把火转移到了慕容莲身上 于是劝道 你是因为我来的 又不是为了他来了 他就说一句话你就走了 那不是说明你认输了 你可是堂堂神医 怎么能跟他一个男人一般见识 慕容莲听后 认真地想了想道 对 你说得对 他就是想将我气走 我偏不走 气死他 易幽然看得呵呵直笑 问了君哲序的去处 得知他是去县衙忙事情了 易幽然便进屋 准备去明日去感染源需要的东西去了 第101章 寻找根源 一日一早 君哲序与易幽然等人修整好 便去了瘟疫最开始的那个城池 一路上 不出意外的入眼 便满目苍疑 这个城镇是疫情发源地 无疑是最惨的 易幽然看着躺在街上的那些百姓 更是恨不得马上将始作俑者拉出来抽筋包皮 他们到了县衙 发现县衙里也死气沉沉的 到了后院才发现 原来县令也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 易幽然立马拿出银针为他治疗 慕容莲也立马 去将准备好的控制瘟疫的药 让他服下 忙了一炷香时间 县令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到易幽然等人问道 我这是死了吗 慕容莲道 没死成 阎王爷没收 县令问道 不知阁下是何人 易幽然照就拿出了那块令牌 那县令一看令牌 便要起身下床行礼 易幽然凉凉道 若是不想死 便乖乖躺着 县令一听便又躺了下去 激动道 大人那可是皇上派来治疗瘟疫的大夫 求大人快快救救我御城的百姓 下官有罪啊 易幽然道 你先别急 城中可还有没有染病的人 县令眼睛湿润道 没有了 欲称如今已经是一座死城了 易幽然与君哲旭对视一眼 君哲旭便吩咐追风 即刻去找镇北王条人过来 慕容莲与君月月 直接出去准备起锅烧水熬药熬粥 惊雷与闪电也自觉出去帮忙 易幽然问道 最早在山脚下发现的尸体在哪 县令回道 得知这病是那尸体中传出 我已经下令焚烧了 易幽然倒也没说什么 县令处理的没有问题 只是他还想去看看那尸体上面的病毒 便问道 那尸体是扔在哪里呢 县令道 在玉龙山脚下 就是城西的那座山 易幽然点点头 宽慰道 你安心养病 事情都交给我们 放心 交代完毕后 便与君哲旭一起走了出去 君哲旭问道 想去那座山 易幽然点点头 低声道 不找到源头 始终研究不出来解药 想必那源头应是在那座山上 我们晚上一起去看看 君哲旭点点头 便去县衙前面 准备调度的事情 易幽然留在院中帮慕容莲他们 君月月自从来到边陲后 沉默了许多 天天都在帮着干活 易幽然看她的样子开口道 君月月 你被人换了吗 正在主舟的君月月 听到易幽然在与她说话 一时反应不过来 啊 而后落寞地说道 我是这里最没有用的人 看着这里的人 她以前觉得自己过得太难了 现在看看这些百姓 心中更是悲凉 有谁不是在挣扎中求生存呢 索性她认识了易幽然 易幽然 更是这边陲百姓之幸 易幽然没有安慰她 直接道 知道自己没用 今天就多送点粥 今天这条街上 百姓的粥全交给你了 君月月听易幽然的话 便沉默地点点头 熬好粥拎了两桶 便出去送粥了 慕容莲看着君月月的背影道 你这样说不好吧 易幽然摇摇头 她如今缺乏自信 那就让百姓们给她自信 让她自己找到自己的价值 她缺的是 被人需要的那种感觉 这两日这条街的粥 都让她自己送 你们莫要帮她 慕容莲点点头 又开口道 悠然你 还是跟我回花盛吧 我封你做摄政王 易幽然道 这么快就给我升官了 上次不还是丞相吗 慕容莲认真道 我发现 丞相已经配不上 你现在的气质了 易幽然扑斥一声笑出来 我要当上摄政王 定要起兵反了你 慕容莲 她这算不算隐狼入室 傍晚 几人站在御龙山下 易幽然有些郁闷 于是就挂在君哲序身上道 小叙叙你带着我 慕容莲撇撇嘴道 以后别让我带你 不带易幽然再说话 君哲序已经将她抱起 运起轻功 便朝山上走去 易幽然扭头朝慕容莲 做了一个鬼脸后 立马又窝在君哲序的怀里 慕容莲见君哲序马上走远 也顾不得再说什么 便提气跟了上去 几人一口气上 到了半山腰才停下 易幽然建议大家分头寻找 找到之后 不要轻举妄动 发讯号通知大家 易幽然很快分了组 易幽然与君哲序一组 追风与慕容莲一组 惊雷闪电君悦悦一组 君哲序牵着易幽然的手 小心地为她拨开荆棘 易幽然发现 这山上山洞特别的多 两人只好一个一个地找 不过一会儿 就发现了君悦悦他们发的信号弹 君哲序看到后 便带着易幽然用轻弓飞了过去 带他们过去 却没有见到三人的身影 没过一会儿 慕容莲与追风二人也赶了过来 于是 四人又在这一带 寻找他们三人的踪迹 然而找寻了快半个时辰 还是一无所获 易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君悦悦三人 应该是被那些人抓走了 慕容莲开口问道 悠然怎么办 易幽然想了想便道 不行我们将计就计 让他们带我们进去 他们应该是放了信号弹 后被抓走的 我们也放信号弹 说完 易幽然让大家都服了解读完 便将手中的信号弹发了出去 果然 就在易幽然发出信号弹不出一炷香的时间 空气中弥漫着 一股迷药的味道 易幽然使了个眼色 率先用一个优美的姿势 倒在了地上 慕容莲翻了个白眼 也倒了下去 追风剑士二话不说直接倒地 君哲旭看着三人 嘴唇抽出了一下 也在易幽然的身边闭上了眼睛 这时 树林后面出来了三个人 推了一个平车 将四人抬到车上 便推着他们下山了 易幽然心中了然 怪不得在半山腰搜不住 原来他们就在山下 果然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 就在易幽然被颠的 马上就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平车突然停了 那三人将他们四人 推到了一个山底下的山洞中 易幽然不知道 里面的情况不敢贸然行事 直到走了大概有两炷香的时候 推车的人突然停下 准备将他们抬下车 君哲旭突然出手 三人来不及出手 就已经毙命了 这时 易幽然睁开眼睛 从平车上下来 对着那尸体便是一脚 对君哲旭道 一会不许杀人 一招毙命 太便宜他们了 由于这三人都是黑衣打扮 还蒙着面筋 易幽然有些好奇 便将其中一人的面筋摘下 当看到那人的特征时 瞳孔狠狠地色缩了一下 对着那尸体的脸 又是狠踹了好几脚 于是又过去摘下那两人的面筋 果然都是一样的造型 鼻子和嘴巴中间的人中处 留了一小撮胡子 正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那国人 第102章 找到源头 君哲旭看到 易幽然眼中浓浓的厌恶之色 问道 然而认识这帮人 易幽然道 不认识 但是看到就讨厌 恨不得将他们千刀万剐 慕容莲看到那人的样貌 心中莫名其妙地冒出三个字 并且说了出来 小Ri M 易幽然看了他一眼道 你想起来了 慕容莲也不知道 他为何会说出那三个字 迷茫地摇摇头 易幽然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 他并没有恢复记忆 一阵无语 没想到他最先说出 关于前世的三个字 竟然是这三个字 这让师兄知道了 该有多心塞啊 易幽然 他们在这里并没有看到 君月月三人 确定了这些人的身份后 对这些人的目的 易幽然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猜测 想必那些丢在山脚的尸体 应该就是他们做实验后丢弃的 所以 必须要赶快找到三人 易幽然告诉了君哲旭他的想法后 看了一眼那三人的衣服有点嫌弃 还是将那黑袍给拽了下来 因为只有三件 易幽然给了君哲旭和慕容莲 追风是暗卫擅长隐秘 便让追风隐秘在后面 也好有个照应 待两人穿戴完毕后 便出了这件时事 因为刚刚是被推进来的 也没有仔细观察这个山洞的内部情况 现在一看 不禁有些吃惊 这里被他们 凿了十来个房间 易幽然推开其中一个房间 发现里面收拾的也挺整齐的 看了一眼 竟然还有简易的通风系统 这应该是某个人的宿舍 易幽然出去后 便不再看这些小房间 让追风在后面一个一个检查检查 若是有人 便先弄晕了 易幽然三人继续向前走 直到走到了一堵门前面 易幽然看 侧边有一个开关 便直接按了下去 门缓缓开启 门口见到的 便是几具尸体 都是开膛破度 死状惨烈 饶视易幽然 早有心理准备 胃中还是翻腾起反胃的感觉 易幽然深吸了一口气 与君哲旭慕容莲二人一起走了进去 只见里面是一个个的石台 每个上面都躺着一个人 有的已经被开膛破度 已然断气 有的奄奄一息 还留有一口气 一群身穿白衣的人在里面忙碌着 应用一层棉布捂着嘴 但易幽然看得到 他们眼中都闪着兴奋的光 每个人的眼中 都易幽然三人走进去 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甚至还有人让他们将台上的尸体丢在门口 不仅仅易幽然 君哲旭与慕容莲 看到这一幕也十分震撼 慕容莲的脑中 更是闪现出了一幅富诡异的画面 易幽然绕着屋中转了一圈 发现了已经躺在石台上的君悦悦三人 三人已然清醒 嘴中被塞上了一块布 手脚被四周的铁链束缚着 不能动弹 君悦悦惊恐地看着屋中的一切 惊雷闪电二人则闭上了眼睛 易幽然见三人并无大碍 松了一口气 走到了惊雷面前拍了拍她 惊雷愤怒地睁开眼睛 便看到一双熟悉的眼睛 立马便从悲愤中缓过神 却又羞愧地眼神看向一旁 易幽然绕着石床转了一圈 发现了床上的开关 便悄悄将束缚她手脚的铁链松开了 易幽然示意她不要动弹 便走向闪电 闪电已然发现了惊雷的异样 待易幽然走近便放下心来 期间君哲旭与慕容莲 一直在观察着那些白衣人的动向 掩护着她的动向 发现他们压根没有朝这边看 心中稍稍安定下来 易幽然最后走向了君悦悦 一直没注意 这边的君悦悦看到黑衣人向她走来 眼中迸发出一缕愤怒 脚上铁链猛地松开 朝易幽然就是一脚 易幽然并没有设防 还是君哲旭敏锐地发现 立马带着她一转身 堪堪躲开这一脚 慕容莲见状 赶忙上前压制住君悦悦 并在她耳旁道 是我们 君悦悦听到这个声音 眼泪便立马落了下来 奈何嘴上还被塞着东西不能发出声音 君悦悦发出的声响 已然引起了那些人的注意 易幽然见三人的束缚已经解除 便没了顾忌 索性拿出了自己的匕首冲了过去 还不忘吩咐大家 一个也不准杀 众人虽然不明白 易幽然的为何下这样的命令 虽然很想一刀将这些人宰了 但还是忍住了 下手的时候留了活口 不笑半个时辰 易幽然等人 便将这些白衣人全部制服了 易幽然与慕容莲对视一眼 便开始检查石床上的那些人 易幽然能医好的 便将他们医好缝合 那种医治不好 还有一口气在的 易幽然便直接拿着匕首 给了他们痛快 君月月等人看到这一幕 更是满眼含泪 即使有些人活了下来 但这件事在他们心中的阴影 这辈子是不可能磨灭了 慢慢地也有些了解 易幽然为何要留这些人性命的原因了 易幽然忙完这所有的事情 已经是一个时辰后了 她连续高强度做了这些事 竟然丝毫没有感到疲惫 君哲续见她忙完 上前揽住了她道 我抱着你休息一下 慕容莲也是刚刚忙完就看见这一幕 心中感叹 又是虐狗的一天 但脑海中不自觉地闪现了一个人的身影 慕容莲回想起今日的异常 让她不禁怀疑 难道她四岁前 真的有什么别的记忆 易幽然看 大家都在看她 便不好意思地推开她 道 我没事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精神力特别地充沛 况且 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于是转身朝着金雷他们吩咐 刚刚这些人是怎么将你们放上去的 你们便将他们怎么放上去 金雷他们听到命令 也是干劲十足 就连君月月这个弱女子 都一把将一个瘦弱的男人 扔在了一个石台上 其他白衣人健壮 便都跪下磕头求饶 用别角的汉语喊出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易幽然淡笑道 你们拿这些人做实验 不就是想知道人体的构造功能吗 一会我亲自给你们讲一讲可好 第103章 报复 就在这时 追风又拖着几个人进入了石室 金雷他们也将石台放满了人 还剩下了几个没有位置了 易幽然看到一旁的架子想了想 道 既然你们已经没有位置了 那便给你们发个战票 在旁边观看吧 余下的白衣人 纷纷松了一口气 又听到易幽然慢慢道 将他们都吊起来 脚尖着地 白衣人纷纷磕头求饶 有的已经哀嚎了起来 用他们自己的话 再骂易幽然 易幽然一听 顿时笑了 拎起那人 便将他的舌头给割了 众人看到地上那一节鲜红的舌头 顿时净声 易幽然又开口道 我不喜欢锅造 一会我再叫你们的时候 你们也不许出声 出于人道主意 我不会将你们的嘴巴堵住 但是 谁若是再发出一点声音 那怕就不是这个下场了 易幽然找了个椅子坐了上去 这椅子上还垫着垫子 想必就是那些人类的时候 休息用的 易幽然坐在上面 看着惊雷 他们又将他们一个个吊好 看着他们一个个 只用脚尖维持着平衡 易幽然不知从哪里 拿出来的茶水杯子 给小伙伴们倒了水 让大家都坐下喝水休息 他则跑到那些吊着的人那里 拿出了一节粉笔 在他们一人脚下 画了两个小圈圈 众人都不明白 他此举何意 易幽然淡淡道 要想学习 首先得有一个好身体 还要守规矩 那我今天呢 便先教教你们如何规矩 不越见 易幽然转了一圈 拿着一个木棍 让他们都将脚尖点在了那个圈里 易幽然将匕首扔给惊雷道 一个人两个圈 出界一次 便削下来一片肉 君悦悦听到这里 便越发有兴致 一眼不眨地盯着那些人的脚尖 不一会便激动道 惊雷 惊雷 右边第四个他动了 右脚出圈了 惊雷弯唇一笑 对着那人的手臂 削下了一片肉 那人疼得冷汗直流 却不敢叫出来 易幽然嘖嘖一声道 惊雷 你这刀弓可不行啊 削这片肉这么厚 仔细看着慢慢练 争取片下来的肉 和纸一样薄 易幽然暗自想 惊雷若是练到那种程度 冬天就能吃到涮羊肉了 惊雷虚心接受建议道 王妃 属下之错 定然好好练习 易幽然起身活动了一下肩膀 想着 这回是要干活了 走到了石窗前 问道 哪个是你们这里面负责的人 躺在石窗上的人 战战兢兢回答道 就刚刚被削肉的那个 易幽然转身看向那人 只见那人已经吓得尿湿了裤子 易幽然露出了一脸嫌弃的表情 对惊雷道 这位统领大人 估计是相当女人 惊雷 满足她 于是 惊雷便将她扯了下去 她可不敢 让王妃看到那一幕 王妃妃扒了她的皮不渴 不一会儿 便听到外面 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还夹杂了一声 在场人都听不懂的语言 易幽然却笑了笑 继续看着吊着的那些人 原因是 都听到了首领的那声惨叫 有几个人忍不住动了几下 君月月与慕容莲 一眼便看了出来 惊雷不在这里 只好有闪电来行刑 闪电拿出了匕首 挨着在那几个人身上 连割上了好几刀 易幽然看到闪电的刀法 暂许地点点头 看来还是培养闪电以后切羊肉吧 这时 君月已经将那首领拎了进来 易幽然将手术刀递给她 然后随便指着石窗上的一个人道 你们是怎么对我们风起人的 现在便怎么对她 那个首领看向易幽然指的那个人 眼睛都红了 那正是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也正在瑟瑟发抖 易幽然笑道 怎么 下不去手 我刚刚可是看你们手起刀落挺厉害的 那首领听到这句话 猛地转身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拿着手术刀 便扎向易幽然 易幽然早有防备 闪身错过 惊雷立马又按住了她 易幽然道 我是让你朝那边下刀 这么远都能扎偏 看来眼瞎是你们的遗传病 既然这样 今天本姑娘就帮你们治治 羽巴一刀戳向那人的眼睛 将眼珠子挖了出来 扔在地上并对吊着的人道 那清楚了 这个是人眼珠 这个部位是由角膜 红膜和瞳孔组成 在场的人 看易幽然竟然开始讲课了 都有些诧异 等到易幽然说完 随便又找了一个人问道 我刚刚说的 你可记下了 那人咽了口口水 结巴道 记下 记下了 易幽然又道 那便给我说一下 那人吞吞吐吐道 人的眼珠是 角膜 红膜和 易幽然摇摇头道 你可不是个好学生呀 于是比着他的胸部位置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个部位是什么 那人结巴道 这是人的心 易幽然笑了一声 道 你果然不是好学生 这个地方是肺部 说着在那个地方 给他来了一刀 并讲解道 肺部受伤了 会出现呼吸困难 胸痛 血性泡沫痰的症状 这时 那个人立即很配合地咳嗽了起来 易幽然站 将他简单处理了一下 便又站起来问道 有谁来回答下一个问题呢 等了一会 没有人回答 易幽然 又出声道 辛辛苦苦讲那么久 你们都不认真听 太让我伤心了 追风惊雷 作为惩罚 每人送他们一刀吧 就扎在锁骨下左肩部位 追风早就看得心痒痒了 如今终于轮到他了 看金雷在王妃跟前 如今混得风生水起 早知道当初他就毛遂自荐地去伺候王妃了 追风立刻上前 按照易幽然说的那个位置扎了下去 果然流血不多人 看着也没事 于是他便和金雷开始了比赛 看谁快准狠 易幽然这时 则松开了那首领儿子的锁链 将那首领扔在石床上 将那把刀对着他刀 既然他不朝你动手 那你便对他动手好了 那首领的儿子 手颤抖得已经拿不起刀 那首领对着儿子说着 大家听不懂的语言 易幽然只但笑着 不一会儿 那人便朝着他父亲的肚子 划下了第一刀 那首领痛得恨不得死去 但易幽然 怎么可能让他这么痛快 便往他嘴里塞药 直到那首领 被他儿子一刀挑断了大动脉 血流了整个石台 这才彻底断气 易幽然问他 你们就是这样对那些人的吗 有没有特殊处理过尸体 那人老实回道 没有 直接就让那些黑衣人扔了出去 易幽然有些奇怪 瘟疫若是他们弄出来的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感染呢 第140章 套话 易幽然沉思了好久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 检查了石桌上的用品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于是索性便将白天 抽取城中病人的血 直接让这些人喝下了 就等这些人发病之后 当他的小白鼠了 就在这时 那个首领的儿子跪下道 大人 我已经按照您的指示 完成了任务 您看能不能放了我 易幽然淡笑 放了你也不是不行 只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那人一听 心中燃起了希望 恭敬道 大人请讲 易幽然直接问道 是谁让你们在这里 做这种事的 那人听后犹豫了一下道 是我们伟大的天皇陛下 易幽然问道 为什么 那人道 天皇陛下的儿子 生了一种奇怪的病 我们国中巫师说 须得换了心脏才能活命 天皇便下令国中医师 去研究换心方法 易幽然听后 讽刺地笑道 还真是自私呀 随后又指着 刚刚死掉的那个首领问道 这个人是谁 那人看了一眼 自己的父亲的尸体道 是医属的负医症 易幽然又问 在我们这别的地方 还有没有你们的人 那人还没有说话 就已经有人用 他们自己的鸟语提醒了他 他也回应了一声 这才回答易幽然的话 没有了 就我们这一批人 易幽然淡淡一笑 接着问道 你们的国家在哪里 然后又有人说了些什么 这人回答道 我们国家离这里很远 还要坐很久的船 易幽然点点头 对那人说道 一会便送你走 你可以与他们道别一下 那人以为骗过了易幽然 便起身 与那些吊着的人说话 易幽然听着他们交谈 全程带着微笑 那些人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交谈起来 还说出了不少句点 易幽然也不催他们 直到半个时辰后 那人走到易幽然身前道 大人 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易幽然点点头 淡淡道 你可以走了 你父亲在等着你呢 念在你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线索的份上 我会给你个痛快 那人听了易幽然的话 还来不及惊恶 便被匕首刺穿了心脏 临死之前 还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易幽然看了一眼 剩下的那些人 想知道的信息 差不多也知道了 便开口道 你们还有什么要招的没 招了就能有个痛快 不招的话 呵呵 易幽然看没有人说话 接着补充道 如果嫌我们的语言说着不方便 也可以说你们的 我也差不多也能听懂 这一下全部的白衣人 都是一脸不可置信 接下来便是心惊胆战 因为他们中间 有人刚刚或多或少 都骂过易幽然 但还是有人不相信 易幽然直接指了几个人开口道 这几个人出言不训 送他们几刀 又扭头对君哲戌慕容莲道 说了几个地名 道 这几个地方都有他们的据点 他们是坐船过来的 花圣领海 应该就是在花圣着陆的 慕容莲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刚刚易幽然说的地方 有几个就在花圣境内 想着他花圣百姓 有可能也在遭受此等待遇 心中木火翻涌而起 上前对着那些人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易幽然道 他们这些人并不知道回去的路 那边每三个月 会派人过来验收他们的成果 慕容莲道 这件事结束后 我便回去住海边 非将这些人揪出来不可 白衣人面如死灰 如今是彻底相信了 易幽然能听懂他们的话了 他们不得不佩服眼前这人的定理 他们就是 怕有人能听懂他们的交谈 说话之前用了最恶毒的语言 先骂了他们的 这人一直都是淡笑着的 这才让他们放心地交代了那么多话 如今恐怕真的要死无全失了 处理完这里的事情 易幽然看他们发病 应该还需要点时间 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快天亮了 大家已经忙了一夜了 可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一点皮色 看看君月月 那丫头已经拿了一个匕首 上前准备削人家肉了 易幽然打了个冷战 皇上若是知道 君月月跟她出来变成这个样子 回去后会不会收拾她 易幽然决定 以后要把大家往正途上带 不能将小伙伴们都带偏了 于是开口道 我们回去吧 忙了一夜 也得回去休息一下了 君月月正在信头上 道 你们累了先回去 我再给他们上上课 欺负我风起的人 当我这个公主是个百尚吗 易幽然心道 完了 上课这个词都学会了 于是二话不说 拉住君月月便走出了山洞 走出了山洞 君月月还在挣扎 易幽然道 昨天让你这几天 给那条街的百姓 送粥你忘记了 君月月看了眼天色 确实应该赶紧回去主粥了 昨日那些百姓 看着她激动的眼神 还历历在目 于是 她便直接用轻功回县衙去了 易幽然看着她的背影摇了摇头 见君哲续 不知什么时候调来的人已经到了 君哲续让人 将那些精益悠然治疗 还没有死的人抬回去 然后又派人看守着这里 这才带着易幽然飞身离去 易幽然回到院中 便看到君月月 已经开始生火了主粥了 她进屋看了看县令的病 发现已经稳定下来了 心中仍未找不到传染源而担忧 君哲续看到她的模样 也是满满的心疼 别人家的女孩这个年纪 都在家中做衣服买首饰 唯独她的女孩是这样的 跟着她东奔西走 忙得脚不粘定 于是她走向前 将她揽入怀中 别忙了 先去休息下 一切由我 易幽然看着她的侧脸点点头 正好她也有些累了 便拉着她道 我们一起去休息 君哲续本想拒绝 可看到那小丫头绝强的神情 便点点头 两人一同进了屋中 第105章 恢复记忆 易幽然一挨着床便睡着了 君哲续看着她的睡颜 轻轻地亲吻了她的额头 然后便起身出去了 衙门已经瘫痪 郑北王钓了一队人马 也已经到达了玉城 都需要她的调配 务必要让百姓们 尽早控制住着瘟疫 郑北王已经赶到了 易幽然道的第一个城池了 后面的城池 易幽然基本上 也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因此 她也就在后方扫扫尾 听说易幽然与君哲续 已经到达了玉城 更是快马加鞭的往这里赶 易幽然醒来已是下午了 醒来后便有一种 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揉了揉酸痛的太阳穴 心想看来不能长时间的 作息颠倒 突然想起 她是拉着君哲续 一起去睡觉的 看着床上压根 没有那丝睡过的痕迹 便知道 她根本没有睡 易幽然怒气冲冲地 跑到前院 发现君哲续 正在与前来的小队队长 商量事情 不时地发着一个个的命令 问了门口守门的侍卫 才得知她早上就过来了 易幽然直接推门而入 君哲续看到 她过去 问道 怎么不多睡一会 易幽然瞪了她一眼道 睡饱了 你若是不去休息 那我今天便与慕容走了 然后直接对那小队长道 说到哪里了 继续 小队长看了一眼金王殿下 金王殿下刚准备交代 刚刚谈到的事情 只见那个郡朗的男子 又瞪了她一眼 金王殿下到嘴边的话 便改成了听王妃的 这个小队长才知道 面前这个风神郡朗的男子 原来就是未来金王妃 不过这金王殿下 也太剧内了吧 王妃一句话就怂了 易幽然看了看君哲续 气不打一出来 本身才解了毒 就没多长时间 身体各方面的机能 还没有彻底恢复 就如此的拼命三郎 莫不是想让她手挂不成 于是道 你还不快去 君哲续看易幽然态度如此强硬 怕她真的一气之下 与慕容再跑了 便乖乖地出了门 易幽然看君哲续去休息 便对那小队长道 食物与药材都派发下去了吗 那小队长道 回王妃的话 殿下已经都安排好了 易幽然道 那你们刚在讨论什么问题 小队长 刚刚属下与王爷在商量 如何恢复边陲三郡的经济 镇北王在后方过来 已经将带来的物资 用得差不多了 那些城市的经济 已经逐渐恢复了 但里面这几个城池的粮食 已经快用完了 皇上早已派人前来运送粮食 但已经几日了 粮食依旧没有运送过来 易幽然这几日只顾研究瘟疫 只想着 百姓没粮食吃 就让官府放粮 却没有想到 瘟疫已经维持这么多日 官府的粮也有 放完的那一天 易幽然想了想问道 王爷刚刚怎么说 小队长道 王爷已经派人去邻郡调粮了 只是这里处于边远地带 若是运过来 最快也需要五六天才行 可官府的粮食 只够我们吃两天的 易幽然想了想问道 那当地富户地主家 可有余粮 小队长说道 王爷刚也想到了这一点 有事肯定有的 但他们不一定会拿出来 易幽然想了想后 心中便有了一个主意 不过 还要得到君哲序的首肯 于是对小队长道 这件事等王爷醒后 我与王爷商量后 再做决定 后又问道 镇北王何时能到玉城 那小队长回答道 王爷已经得知这里的事情 带了两队人马 已经往这里赶来 估计明日差不多就能到了 易幽然点点头 心中有数 便让小队长下去了 他走到后院房间中 进去看了一眼君哲序 这次果然是睡着了 怕他睡不安稳 易幽然特地又给他点上了安神香 易幽然出来后 又去了县令那里 那县令见他进去 忙想起身行礼 易幽然直接道 不必须礼 我来想问你几个问题 易幽 县令问道 大人请问 易幽然问 在瘟疫爆发前城里可有异样 县令想了想到 并无异样 最初就是村民在山脚下 发现了几具尸体 我便派了几个人 将尸体抬回一桩 因为边陲地流民比较多 起初我以为是来了一个 穷凶极恶之徒 又派了人加紧巡逻 但未发现有什么异样 直到最开始 那几人开始有症状 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易幽然了他的话 突然想起来 于是便问了县令的具体位置 便出去找慕容莲去了 慕容莲早上将药熬好 就去补棉了 易幽然直接将他被子掀起来 慕容莲直接怒道 易幽然 你神经啊 易幽然黑黑一笑道 赶紧起来 跟我去一个地方 慕容莲翻了个身道 我不去 叫君哲婿陪你去 易幽然道 他在睡觉 慕容莲听了这句话 直接坐起来道 他在睡觉 我不是在睡觉 好一个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 易幽然道 清醒了吗 醒了赶紧走 慕容莲骂骂咧咧的下床穿鞋 道 去给我准备点吃的 又叫马跑 又不让马吃草 易幽然你是黄世人啊 易幽然惊奇道 黄世人是谁 慕容莲不自然道 不知道 顺口说的 易幽然有些狐疑 突然道 江子庆 慕容莲条件反射应道 啊 说完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 易幽然尖笑道 还说你没有恢复记忆 慕容莲道 我不是 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说吧便张开双臂道 小然然 我回来了 易幽然被他拥抱着很开心 有了师姐 他便不是这个世界孤独的另类了 于是他哽咽道 师姐 有你真好 慕容莲拍拍他后背道 我当然好了 你看 要不是我这么多年 调着君哲序的命 他怕是早就投胎了 你怕是现在连个老公都找不到 易幽然破涕为笑 你还好意思说 亏你还在我身边熏了那么久 连他的毒都治不好 还想到什么鬼办法 又给他下了两种毒 慕容莲不好意思地摸摸头道 那我不是失忆了吗 换句话来说 若是我将他的毒移好了 你后面的美女救英雄 该怎么上演呀 还有这么多年 我替你看着你老公 这笔账是不是也得给我算算 你倒好 剑色忘义 用得简直666 第106章 是毒 易幽然还要再说些什么 慕容莲拍拍他肩膀道 好了 别的事以后再说 你不是要带我出去吗 走吧 易幽然这才想起来 要去山脚下 拉着慕容莲道 我一直以为 传染源是在那些人死去的地方 那个解剖室 我们也看过了 并没有传染源 现在就剩下他们抛尸的地方 没有去看了 慕容莲点点头 用轻弓带着他 没一会便到了山脚下 易幽然按县令说的标记 很快便找到了那个地方 地面上还有已经干涸的血迹 易幽然观察了四周 很快便发现了 上面有一颗曼金 当他发现这颗曼金后 这些日子紧绷的心终于放松了 因为曼金接触腐肉 即可产生一种类似瘟疫的毒素 怪不得这瘟疫扩散这么快 易幽然得知了病因 便立刻回到了县衙 而后便直接钻进屋中 进空间中研究解药去了 慕容莲看他 似乎也不需要帮忙 便又去了一趟那个解剖室 看能不能在那些人身上 再套出点什么东西 棒上易幽然从空间中出来 发现君哲旭已经醒来 易幽然甜甜一笑道 你醒来啊 君哲旭将他额前的碎发撩到耳后 问道 嗯 睡好了 你这一下午在干什么 易幽然兴奋道 我已经发现了瘟疫的病因是什么了 这回有个药还不确定 准备拿那些人试药 君哲旭听到这个消息 也很是惊喜 将他揽入怀中道 我的然而 当真是最厉害的 易幽然问道 今天听那小队长说 粮食快吃完了 你可有对策 君哲旭道 我们来到边陲 当日皇叔便奏请皇上放粮了 若是正常情况 前两日从周边调来的粮食 也应该已经运到了 想必中间必然出了一些问题 不过本王已经调集尹堂所有下属 暗中酬粮 最快也要三天后之后了 易幽然看君哲旭已经安排好了 便放下心来 想起当初来这里之前发生的事情 皇后与太子在粮食上面动手脚 再正常不过了 不过听君哲旭提起尹堂 又好奇起来 尹堂是什么 一个神秘的杀手组织吗 是你创建的吗 君哲旭看他的样子 便知道他在脑补一些什么东西 好笑地道 尹堂只搜集情报不杀人 当初我也只是 想查清楚母妃的死因 所以我才建立了尹堂 后来在天宇的带领下 尹堂慢慢地 就以卖消息为生 只要你出得起价格 尹堂就可以帮你去查 当初找到你 就是因为那一块碎部 京城分部所有人查了一整天 易幽然吐吐舌头 心道这丝果然是厉害 手下竟然有那么牛逼的组织 于是问道 那我以后能不能让他们帮我查事情 君哲旭道 预配本王手下的产业 你都可以随意调动 易幽然眼中闪着星星 道 你还有什么产业 君哲旭看着丫头的样子 便知道他又想银子了 于是开口道 本王也记不清了 回头本王让天宇清点清点给你送去 易幽然没有扭捏 直接答应 好啊 还不忘提醒道 记得是全部啊 不准留私房钱 君哲旭无奈摇头道 家有汉府 在下其感 易幽然看到他的样子 也笑了起来 而后将他自己想的 让地主献粮的办法讲了出来 就是让地主商人拿出来家中余粮 根据此次献粮的多少 分别给予不同的科考奖励 古代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分化特别明显 谁家都想出个有出息的读书人 比如说 捐够三十十粮食 则直接免了足中一人献食 可直接参加府市 捐够八十十了 则可直接参加院士 捐得越多免得便越多 科举考试 一年只能考一样 这样针对于读书好的人则 直接节省了时间 可是往上面考 读书不好的 参加一次考试 直接就落榜了 倒也无伤大雅 君哲续看着易悠然 不知道 这丫头整天的小脑瓜里 不知道装的什么 这丫头的想法 看似给了那些地主商人莫大的好处 但对于朝廷这边 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给 听完后 君哲续直接点头道 就按你说得来 皇叔明天就能到了 到时与他再商量一下细节 易悠然件事情已经解决 于是便拉着君哲续 又去了那个山洞里面 进去后 看到君月月与慕容莲都在那里 君月月好似对削肉上瘾了 拿着匕首 在一个人身上滑拉着 慕容莲则是单独拉了一个人 坐在他面前谈心 时不时地拿一个刑具 威逼利诱一下 易悠然突然想起 师姐前世学过一段时间的微表情分析 既然这记忆已经恢复 应该是 还能问出来些别的什么 易悠然猜得没错 慕容莲已经大概问出了那些人 三月一次轮船着陆的地方 两人看到易悠然过来 便放下了手中的事 与易悠然打招呼 易悠然看了看这些人 基本上都已经染上了瘟疫的毒素 本身就受着折磨 体抗力就已经下降 这样使病毒入侵得更快了 明显有几人已经是重症了 易悠然拿出了几袋子的药 指着石床上固定的白衣人对大家道 分别给他们几人灌上 然后袋子上面的名字 放在他们各自的床头 切不可弄乱了 粗鲁地喂完了药 易悠然觉得 药效也不会这么快 于是安排了两个大夫在这里看着 顺便记录一下用药后的反应 他便带着小伙伴们回去休息了 吃饱睡香精神好才能搞事情了 回到县衙后 易悠然便跟着慕容莲进了他的房间 进了房间后 慕容莲便道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易悠然问道 你是怎么来的 慕容莲道 你不是死了吗 师父却说你 回到了自己该去的地方 然后便带我与师兄去了后山 便被师父从后山悬崖上推了下去 易悠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这么说是师父将你们送来的 慕容莲道 是啊 我还听到老头子 最后还说了一句 你们也去完成使命吧 易悠然问道 什么使命 慕容莲贪贪手道 我怎么知道 等我再醒来 我已经是一个小婴儿了 师兄也不知道去哪了 你是不知道 当一个小婴儿 有多么的难受 连翻个身都不行 别人想怎么对你 就怎么对你 我那个母皇生下我后 就将我扔给奶娘了 你是不知道 那个奶娘整天拿着她那两个大胸 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整的我都要吐了 易悠然听后 哈哈大笑道 你是吃奶吃到吐了吧 慕容莲 真像了 易悠然想了想 师父应该是知道 他来到了这里的 算了 那就既来之则安之 至于使命啥的 师父又没告诉他 他则直接自动过滤了 现在他想做什么便做了 不想做的事 别人也逼迫不了他 使命啥的就交给那些圣人们去干吧 不过经过这次瘟疫 他的心中 倒是隐隐升起一个想法 第107章 大计划 易悠然想了想又问道 这么说 师兄也来了 你可又去找寻师兄 慕容莲想到这个就来气 老娘四岁就被人读得失忆 这不才找回记忆 找个毛线啊 易悠然吐了吐舌头道 好吧 那我们以后一起找 慕容莲想想更来气了 开口道 不找了 他都没有来找我 说不定早就左拥右抱 忘记我们这两个师妹了 易悠然淡淡道 是忘记你 不是忘记我 说不定师兄一直在找我 我才来这里几个月 他找不到也很正常啊 慕容莲生气道 你 易悠然又接着说 让你不早点 与师兄挑破那层窗户纸 师兄要真在这里 找几个如花美妾 你找谁哭去 慕容莲嘴硬道 他要找便找 以为我不会找啊 在花生不知道有多少家公子 抢着做我皇夫呢 他找十个我便找二十个 易悠然 呵呵直笑道 口是心非的女人 好了 若是他敢找女人 我先替你废了他 放心啊 即使师兄不要你 你还有我这个亲亲小师妹啊 是不是 慕容莲一脸鄙试道 靠你这个见色忘有的家伙 君哲续一句话 估计你就叫我卖了 易悠然也不想与他再平 便直接问道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花生 慕容莲想起今日得到的消息道 我已经知道他们传靠岸的具体位置了 下次靠岸是一个月后 等你将解药研制出来 我便回去 只是国内的事情 还需要处理一下 易悠然点点头 解药差不多这两天也就研究出来了 正好让他带走些以备不时之虚 慕容莲问道 你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易悠然与慕容莲相识一笑 彼此心照不宣 关于山洞里的事 但凡有些血性的人遇到了 都不会善罢甘休 易悠然更是不会例外 这件事不是杀几个人就算解决的 没有人比那些死者家属更有发言权了 没有人那个代替死去的人原谅 血债还是需要写来尝 更何况 趁他必要他命 更是易悠然的一贯作风 易悠然道 可是这个计划还有待实施 如今四国虽然表面和平 但是内乱不止 遇攘外 必先安内 加上那个地方岛屿众多 水军除了你们花生练的有 其余你听说 哪个国家有水军 同样的问题一样困扰着慕容莲 慕容莲突然问道 这件事 你与君哲序说了吗 他练的兵可以一抵十 何不让他帮忙练兵 不但易悠然说话 门外便传来了君哲序的声音 本王已有一对水军 可骄于然而 易悠然赶忙上前打开门让他进来 开口问道 你怎么来了 慕容莲翻了一个白眼道 这个时候 来不是找自己女人睡觉 还能干吗 易悠然听了很开心 直接挂在了君哲序身上 好似在与慕容莲炫耀 慕容莲当时就不开心了 有男人了不起啊 他 呃 好像确实没有 君哲序抱着挂在他身上的易悠然直接道 然而想做的事情 我替他完成 本王足以代表整个风起 愿与花生太女拟定计划 易悠然看着君哲序霸气的告白 突然不想谈论这件事了 就想与他回去 于是便开口道 这件事明天再说吧 我累了 我们先回去休息 君哲序点点头 他巴不得早点让这丫头睡觉 于是转身 便抱着易悠然回去了 慕容莲看着这个前世 与自己一起生活十几年的师妹 与这一世 自己也已经认识了十几年的挚友相遇 不过短短几个月 就这样双双将自己抛弃 心中那个藕呀 索性在他们刚踏出门 便狠狠地降门关上了 君哲序将易悠然抱回屋中 将他放在床上 为他盖好被 便也躺在了他身边 易悠然刚听慕容莲说 他找自己睡觉时 已经心愿意满了 如今看他老老实实 躺在身边没过一会 便闭上眼睛 似乎是睡着了 心中更是郁闷 而后看了看 自己胸前的那对小白兔 暗自道 这发育得也挺好的呀 于是自己郁闷地躺在一边 没一会便也睡着了 待他睡熟 君哲序睁开了眸子 他怎会不想碰她 已经快忍到极限了 可是再看看这小丫头 最近已经够累了 他怎会忍心 上次那次他已然愧疚很久 可是那种感觉 每每睡觉时 都令他回味无穷 罢了 这次事后回京第一件事 就是马上将他娶回王府 他已经差人回去 让廷宇和管家 着手布置王府了 易幽然自然不知君哲序 给他的惊喜 一觉睡到天亮 感觉惊气神都回来了 于是决定 以后没有特殊事情 再也不熬夜了 他去了山洞里 看了那两个大夫 写的用药后的反应 又一个个看了那些人 发现有两个确实好转了 易幽然有些兴奋 便又给他们灌了药 这些人目前在他眼中 就像一只小白鼠一样 只是用来试药的工具人罢了 易幽然想了想 又将其他人 灌上了不同的药 与其都是小白鼠 务必让他们物尽其用了 那些人如今苦不堪言 都恨不得易幽然 给他们来一刀痛快了结了 第108章 温存 第二日 易幽然醒来 便不见君哲序的身影 问了外面的侍卫 才知道 郑北王已经到了 于是易幽然赶紧穿戴好 去了前面县衙 还没到前厅 便听到郑北王爽朗的笑声 易幽然进去直接问道 易幽做什么这么开心 郑北王见他过来 朝君哲序笑道 你瞧 刚夸他两句他可就来了 易幽然看到郑北王胡子 也没刮 身上的衣服 也不知道穿了几天 风尘仆仆的 便细血道 易幽你这个样子 要让易母看到了 我敢保证 他马上就要给君一辰找后爹 郑北王听到他的话 赤了他一声 你这丫头 一见面就在这里调笑为父 看了看自己这一身形头 也确实是有些邋遢 便对君哲序道 你且先等一下 我去洗漱一下 换身形头再过来 还不忘补充一句 千万不要告诉你易母 还不等君哲序回答 易幽然便插话道 易幽慢慢休整 我还要带他去看看解药的进步 上午不回来了 有什么事下午再谈 说完便扯着君哲序 比郑北王走得还要着急 走出门外 易幽然便又停下了 拿出一盒安神香 交给门口的侍卫道 一会摄政王洗澡的时候 进去将这盒香点燃后 放他屋中 君哲序无奈地摇摇头 还是这丫头有办法 刚他也看到皇叔的模样 夏叔也说 他几日都没有好好休息了 他也已经说过 瘟疫也已经暂时稳定住了 让他去休息 他也不去 他都在想 要不要先打晕他了 谁知这丫头 一来三两句话皇叔 便乖乖去休息了 其实他不知道的 郑北王想的事 可不能让他的亲亲 干女儿留下坏印象 易幽然走出院子后 立马就将君哲序给抛弃了 昨晚上的事 他还在生着气呢 可不能这么快就好了 君哲序看他背影轻笑一声 上前懒着他道 你不是要去那山洞吗 我带你去 易幽然道 不去 您多日理万机啊 忙去吧 不必担心小女子 跑不丢 君哲序在他耳边轻声道 今晚叫你为所欲为可好 易幽然推开他 非常大气地道 老娘今天对你没兴趣 不就长得帅一点吗 以为老娘 没见过长得好的男人吗 君哲序听了他的话 直接拿出了一打银票递了上去 易幽然看了一眼 直接拿过银票改口道 长得好 又出手这么大方的 男人的却有些少见 君哲序失笑 还好身上还装着银票 要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哄媳妇 易幽然拿着钱 态度稍稍好转 想了想 感觉有些不对 却又想不起哪里不对 突然易幽然手 直接伸向了君哲序的胸口 君哲序似事 看出了他此举的用意 及时捉住了他的小手 道 为父都说了晚上 然而莫要如此心急才好 易幽然挣了挣 发现挣脱不了 索性勾唇一笑道 情道农食人自罪 即便白天又何妨 宇碧便直接点起脚 直接稳住了君哲序 君哲序没料到他会如此 不过面对易幽然 他一直是没有抵抗力的 伸手便将他揽入怀中 而后变化被动为 主动尽情地品尝着他的香甜 易幽然双手解放 便着急 去扒拉君哲序的胸口 谁知君哲序一手搂着他 另一只手轻松地 便将他两只手禁锢 易幽然挣扎不动 只能任由着君哲序为所欲为 心中已经将他骂了千百遍 不知过了多久 君哲序才意犹未尽地放开他 易幽然平复了呼吸 便怒斥道 你个灯徒子 君哲序无辜道 明明是然而先主动的 为夫只是配合你而已 易幽然赌气不再理他 君哲序看他生气的模样轻笑 而后从胸口又摸出了一些银票 问道 然而可是想要这些 易幽然见他主动掏出来银票 便不客气地拿走全部没收了 君哲序又将他揽入怀中道 然而这美人寄用的果真是妙 令为夫回味无穷 易幽然朝他翻了个白眼 突然想到一件事 便问道 你可知边陲有哪个部落是专门养中的 君哲序想了想 然后摇了摇头 道 问这个做什么 你若是想知道 我便让人去查 易幽然点点头 便说了君悦悦重中这件事 这次带他出来 本就是要给他解忠的 易幽然一天 都待在县衙里未曾出去 他也没去山洞那边 药方放在哪 只要定时 让人给那些人喂药便是 最先康复的 便说明那个药方管用 余下的药方 即使那些人吃死了又如何 他本来就没打算让他们活 这样死去 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下午镇北王醒来 便与君哲序在书房里 谈论酬粮的事 易幽然让人在院子中 放置一个躺椅 躺在上面晒着太阳 君悦悦送完粥回来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君悦悦难得看她如此清闲 便走到她身边坐了下来 易幽然眯着眼睛 突然感到有片阴影 投了下来 睁开眼睛 看到君悦悦在她身边坐着 正好挡住了太阳 于是开口道 坐那边去 挡住我的太阳了 君悦悦问道 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易幽然听到她的话便知道 这丫头脑子里面的结还没有打开 于是开口道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于你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人生总是要有方向的 找到自己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君悦悦点点头认真道 悦然 我不想回皇宫了 不等易悦然说话 君悦悦又开口道 我这次与你一起出来 才知道 外面的世界是如此不同 我们在宫中吃饱喝足争权夺位时 百姓有可能还在为温饱挣扎 这几天一直在为他们送粥 看到他们仅仅为了这一碗清粥 而露出的感激目光 是我不曾感受到的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我想留在这里坐在后工作 虽然我的力量有限 但我 易悦然没想到她会这样想 不过也挺欣慰的 点点头道 可以啊 不过要等你解完中 君悦悦还想再说话 易悦然直接道 不用说别的 这个没得商量 第109章 去解中 事情都在有序地进行 第二日 易悦然已经把解药给敲定了 现在育成小范围试用一下 便可以大面积地使用了 镇北王与君哲旭也在安排着粮食 士兵们每日也都在城中巡逻 帮助着人们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经济虽然还没有恢复 但也比刚到时好了 不知道多少倍 易悦然预计着 再过两日便可以离开了 君哲旭派的人 也已经查到了那个养中的部落 只等这边的事 忙完就可以直接过去了 慕容莲见解药 已经研究出来了 便准备回花生了 易悦然在空间 特意给他收拾了一马车 他喜欢的吃的 用的让慕容莲带回去 慕容莲感激的不要不要的 易悦然嘱咐道 我们都不在 你做什么事不要冲动 也不要太相信别人 有什么事快点派人通知我 你知道的 我有飞行器 虽然油不多了 但是为你跑一趟 还是够的 慕容莲感动的热泪盈眶 差点都不想走了 还是最后 君哲旭将易悦然带走 然后吩咐侍卫赶车 才送走的他 君哲旭最近发现 自己媳妇找慕容莲 比找自己还要情 当初只是想给人儿 找个人玩玩 因为慕容莲性子单纯 但没想到 竟然给自己找了个情敌 搞得自己现在找不到这丫头 去慕容莲那一抓一个准 还是早些送走了的好 易悦然很沮丧 然后君哲旭又花了一打紫银票 才哄好 然后君哲旭让追风去看看 带来的银票还有多少 如果少了 赶紧去调过来 哄习服用的道具 可不能少 又过了两天 之前服用解药的百姓们 基本上都已经痊愈了 药物也大范围地投入使用 山洞里的那些人 易悦然吩咐侍卫 直接将他们一刀了结了 百姓们得知 这个消息 无不欢欣鼓舞 在得知郑北王与金王殿下 要走的消息 都站在路边为他们送行 因为君悦悦与易悦然 在这个城中逗留的时间长 君悦悦又整天走街串巷的 为那些百姓们送周 所以 不少百姓都认识他们 易悦然整天一副男人装扮 所以城中的人都叫他易大夫 城中盛传治疗瘟疫的方子 便是这个易大夫研究出来的 因此 人们对易悦然与君悦悦的感激程度 丝毫不弱于郑北王与君哲旭二人 易悦然与君悦悦都骑上了马 跟在了郑北王的后面 骑马这个技能 也是易悦然这两天学会的 因为易悦然实在是坐不惯那个马车 太颠簸了 于是索性缠着君哲旭学会了骑马 易悦然骑着马走在大街上 心到这高人一等的感觉 就是挺爽的 难怪将军与状元都喜欢游街 易悦然一身月牙白的男装骑在马上 不少女子朝他投来爱慕的目光 金王殿下虽然也长得很好 但是有些冷 身份也高 想比之下 这个温文尔雅的易大夫 就更得女人们的放心了 于是好多女子 直接将丝帕朝易悦然扔了过去 君哲旭见状翻身下马 一个剑步便跃上了易悦然的马背 直接取下了他晚发的玉冠 一头青丝便垂落下来 众人都看呆了 百姓们谁都没想到 这个就几个城池于水火的易大夫 竟然是个女子 只听君哲旭用夹杂着内力的声音道 易大夫乃本王王非国师傅嫡女易悦然 因不忍百姓受瘟疫所害 故女扮男装 千里迢迢前来治疗瘟疫 治疗瘟疫的方子乃他所想 北边几个城池的贪官也乃他所致 百姓听到了君哲旭的话 无不动容泪目 直接跪下道 王妃千岁 王妃大义 易悦然听到百姓们的夸赞声 心中也是开心的 自己所做的事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是人都会高兴的吧 君哲旭在他耳边道 然而 微夫知道你不是金丝雀 那以后便与微夫一起携手俯瞰着万里江山 易悦然内心有些动容 这是君哲旭第一次对他表示 他对这江山有意 易悦然也明白 如今他们的处境 如果不能登上那个位置 那将就是粉身碎骨 说什么要自由 自由也要建立在能活命的前提下 相反 易悦然一直觉得 权力就是自由 赢钱就是自由 归隐山林不需要柴米油盐吗 出门游历 不需要赢钱吗 于是 易悦然非常自然地回了他一句话 好啊 但是你若是不能让我带上奉官 那我便去花盛做摄政王了 到时候 你要跟着我 是不是就是摄政王妃了 不应该是摄政王妃 他越想越开心 忍不住笑了起来 君哲旭 真拿这丫头没办法 不过是自己媳妇 再没行 也得宠着 郑北王看着两人 便想起了自己的王妃 年轻的时候 也是小鸟依人的 怎么现在变成了一个炮杖一样 一点就着 想着临走前 王妃给他撂得很坏 郑北王便不自觉地 加快的前进的速度 此刻郑北王妃 此刻正在美颜堂中 挑选了几样商品 突然打了两个喷嚏 侍女忙上前 问他怎么样 他揉了揉鼻子道 我没事 定是那个老不死的 在说我坏话 某个四十多岁的老不死 过了玉城 易幽然三人 连同那三名暗卫 便与郑北王告别了 昨天晚上已经告知了郑北王 要为君月月解忠 本来不想让君哲旭去的 因为后续还有些事情 要处理 总不能全交给郑北王吧 反而是郑北王直接碾人 就将君哲旭发给了易幽然 于是 三人便朝着西边方向走去 君哲旭的人 查到那个部落 就在玉城的西边二百里 易幽然对这个东西 还是很好奇的 坐在马上不停地 催促君哲旭要快一点 就连午饭 大家都是在马上解决的 终于在天快黑时 到达了那个部落附近的城镇中 因为时间原因 君哲旭的人 还未来得及查出 这个部落人的喜好 于是易幽然便决定 在这个城镇休整一下 明日再去拜访 顺便看看 能不能在这凌晨 打听出来些什么 第110章 慕容义 这个城镇没有受到瘟疫的影响 就连傍晚的集市 看着也挺繁华的 易幽然便将君哲旭留在了客栈 带着君月月出去逛街了 君月月看着这繁华的夜市 不禁感慨 活着真好 易幽然道 好了 莫要感慨了 走 带你去吃好吃的 说着 便拽着君月月 往小吃的地方走去 易幽然是好久都没有 逛过这种夜市了 因此特别有兴致 不一会儿 便带动了君月月 俩个女子穿梭在人群中 易幽然看到一个卖油茶的小摊 便直接拉着君月月坐下 招呼老板道 来两碗油茶 老板应声便去准备了 君月月好奇问 什么是油茶 易幽然兴奋道 就是面粉做的 里面还有黑芝麻 花生等好多东西 非常好吃呢 易幽然你就知道了 君月月听了易幽然的话 也多出了些许期待 因为跟着易幽然 吃了不少新鲜东西 都挺好吃的 果然 君月月在喝完了一碗油茶后 觉得没饱 又问老板要了一碗 易幽然却阻止了她 道 这里好吃的东西多了 易幽然 就不能再吃别的东西了 君月月点点头 心想 果然跟着悠然长见识 若是在平时 这种街边小吃黑乎乎的东西 她连看都不会看一下 就在这时 两人听到隔壁桌的人的谈话 引起了易幽然的注意 其中一个人道 你知道吗 神医慕容一道 我们这里看诊了 另一人道 怎么不知道 你都没看她住的那家客栈 都围满了人 我家婆娘整日腰疼 我明日也正准备去排队看看 慕容神医每日只看诊50名患者 罢了 一会儿我就去排队 那人问道 有这么夸张吗 这时老板上菜经过 听到他们的谈话 便也开口道 不夸张 不夸张 慕容神医那里 现在都有人在排明天的队呢 易幽然心道慕容莲不是回花生了吗 走也是往东走的 怎么可能拐在西边呢 君月月这么多天 也知道了慕容莲的身份 于是小声问她 慕容不是走东边了吗 易幽然道 不知道呀 我们一会去看看 于是问老板 老板 这个慕容大夫治病如何 老板一脸崇拜道 神医就是神医 这两日被她看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就是收费有些高 不过若是能看好 很多人还是愿意意识的 易幽然有些好奇起来 难道真的是师姐在这里 君月月眼中的八卦之光 又亮了起来 心道这个人若不是慕容的话 悠然肯定又要虐人了 最喜欢看悠然收拾坏人了 于是 君月月也顾不上吃东西了 催促道 悠然快走 我们去看看 说完 自己还专门跑到老板那里 问了神医的地址 易幽然看她的样子 一脸无奈 却也由着她 拉着去了那个神医住的客栈 还没到那里 大老远就看到围满了人 她不禁暗自吐槽 原来师姐 在百姓中的威信这么高呀 看一个病号要那么多银子 快赶得上她的美颜唐的脸才速度了 易幽然心想懊恼 这么好的生意 她怎么没有想到呢 君月月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以为她 在为有人假冒慕蓉莲而生气 于是劝慰道 说不定真的是慕容呢 当那油茶老板不是说了吗 慕容神医出手 没有治不好的病 易幽然懒得解释 便走到了跟前 只见一个小二过来道 今日慕容神医的五十名患者 已经看完了 如果要明日的号 便在那里排队吧 说完还指了指不远处排的那个队 易幽然有些惊讶 没想到慕容莲在外面的名声 竟然已经这么响了 瞬间感觉损失了一个亿怎么办 君月月也没想到 慕容医会如此受欢迎 便问道 我们是直接去找她 易幽然淡淡道 她不就在这个客栈里吗 走 我们也开一个房间 说完便直接走了进去 那小二见他们又过来了 便道 我刚说过 还没有说完 易幽然便拿出一定银子 直接扔给她 小二一愣赶紧接着 易幽然道 你们客栈还有空房间没 给我们安排一间 小二摇了摇头 自从神医住我们这里 当天便包下了我们整间客栈 易幽然按道 这次还挺豪横的 这趟没白来 于是又开口道 神医没给你们点好处 比如加一个名额什么的 雨霸又拿出了一定银子 小二看到 易幽然出手如此阔绰 将他们拉到一旁道 实不相瞒 神医一天给我们客栈两个名额 今天掌柜的已经用出去一个了 还有一个 易幽然不想听她锅躁 于是直接问 多少钱 小二伸手比了个一 道 掌柜的说一百两银子 这回就能见到神医 易幽然直接拿出一百两银票 扔给小二 小二开心地收下道 客官请跟我来 君月月朝她竖起大拇指 没想到易幽然这么快 就能见到那位神医 易幽然则是在想 一会怎么将她这会儿花的钱挣回来 TM的剑皇帝 也不用花这么多的钱 小二领着他俩 到了二楼的一间房门口 轻轻敲了门道 神医 有两名女子求医 只听里面传出一个淡淡的男声 进来吧 易幽然听到这个声音后 便确定 这个人绝对不是慕容莲 这时小二推开门 示意易幽然二人进去 易幽然直接拉着君月月走了进去 那期前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 穿着月牙白的长衫 颇有一股子仙气飘飘的感觉 易幽然笑了 这次的格调 竟然比慕容莲更像神医 那男子看到易幽然二人 便问道 我只看一人 你们俩谁一病 易幽然毫不犹豫地 将君月月给推了出去 指着她直接道 她 君月月 好吧 有病就有病吧 那男子又道 坐过来把脉 君月月反应了一下 便直接坐在了那男人的对面 将右手放在了脉枕上 那男子倒也讲究 拿了一层纱布 附在了君月月的手腕上 便将手探了上去 第111章 司徒乐山 那男人有模有样地整起脉来 刚开始一脸的漫步惊心 而后脸上突然出现一抹惊讶错愕 但又很快便恢复正常 易幽然一直在观察着她的表情 自然是没有错过 嘴角扬起一抹淡淡地笑 说不定君月月的钟 不用去那个部落 便可以解了 只见那男子整完脉后 生气地道 你没有病 这是要戏弄本神医吗 君月月还没有出声 易幽然便道 神医当真没看出来 他这是怎么回事 那男子道 本神医说他没病就没病 你们回去吧 君月月看了看易幽然 易幽然索性 直接坐在了那男子对面 缓缓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便开始算账了 那男子感到莫名其妙 问道 算什么账 莫名其妙 说着就准备喊小二 将他们赶出去 易幽然淡淡道 实不相瞒 莫容易乃是家兄 至于跟你算账 自然是算算 你已家兄名义正的钱了 男子一听易幽然的话 心中咯噔一跳 但还是强自镇定道 一派胡言 本神医也不记得 有你这么一号的妹妹 易幽然听了她的话 却并没有动怒 轻轻一笑 道 你说 是便是了 我们住在城东月来客栈 告辞 说完 便带着君月月 离开了客栈 君月月出来后 一脸疑惑问道 就这样出来了 正常的过程 不是该灭了她吗 易幽然翻了一个白眼 道 她那里至少有两个高手 我怕咱们还没有灭了她 反而被她给灭了 君月月看着她道 你还有害怕的时候 易幽然一本正经地给她讲道 这不是害怕 这叫碧其锋芒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等她晚上到了我们地盘 再收拾她 君月月问道 你做了什么 易幽然轻轻一笑 晚上你就知道了 我们先回去吧 一会晚了 你三哥该等急了 就这样 易幽然与君月月 回到了月来客栈 易幽然一回到房间 便看到君哲旭 正靠在床边看书 见易幽然 回来她和上了书 道 你还知道回来 玩开心了吧 易幽然拿出 刚刚在回来路上 顺道买的点心让她吃 并把刚刚发生的事情 讲给她听 有君哲旭在 等一下她便可以 狮子大开口了 并且理所应当地交代道 一会她来找我 若是还带着那些人 你便将他们都收拾了 君哲旭点点头 与她说起了 刚刚查到的消息 那个部落名字叫古风 因为他们 是养中的 不被世俗所接纳 一直隐居在那片密林中 这么多年来人 倒是也不少 大概有上千人 部落首领一个月前去世 原本她的儿子 自然而然就能继承她的位置 怎奈大长老突然反叛 召集了许多 有头有脸的人物 强势上位 虽然她当上了部落首领 但还是名不正言不顺 下面还有不少人 并不幸福于她 因此 现在古风部落首领 忙着清除一己 里面并不太平 易幽然想了想问道 那部落首领的儿子呢 君哲旭 不知所踪 易幽然又问道 那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君哲旭想了想道 好像叫司徒乐山 易幽然点点头 便准备去休息一会 毕竟也赶了一天的路了 虽然也在君哲旭的怀中 小气了一会 但到底比不上这软软的床 没一会便睡着了 直到半夜 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只听小二在外面道 客官 楼下有位公子要见您 易幽然一听便知鱼儿 已经上钩了 立马便精神起来 君哲旭看着她的样子 摇头失笑 这丫头每次坑人钱 都是是这种状态 易幽然朝外面说了一句 让他们等一下 一会我就下楼 当她收拾完毕下楼时 就发现君月月 已经在楼梯口等着了 易幽然一阵无语 这丫头的八卦之心 果然燃烧得很强烈 于是 她便与君哲旭兄妹两个 一起下了楼 因为是半夜 所以大厅里并没有什么人 易幽然开口道 这不是慕容神医吗 怎么有空光临寒舍了 那男子见她下楼直接道 你对我做了什么 易幽然怂怂间 你不是好好的站在这里吗 我能对你做什么 你有被害妄想症呀 那男子见她不承认 非常生气 立刻便吩咐后面的两位老者 抓住易幽然 两位老者刚要上前 已经被君哲旭的掌风 给打到了门外 那男子一看对方是个硬查 一招便将保护她的两位叔叔 给掀翻在地 便不敢再说什么 忙过去将两位老者 扶起安置在大厅的凳子上 易幽然这时 却呵呵一笑道 还请公子上楼喝杯茶水 说完这句话 易幽然便转身上楼了 毕竟有些话 不适合在这种情况下说 那男子看到易幽然他们上楼 交代了那两位老者几句 便也跟了上去 一上楼 易幽然便进了君月月的房间 君月月不明所以的 也就跟着易幽然回到了自己房间 不一会儿 那个男人便跟着上来了 还不忘关上了门 易幽然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指着君月月道 我的要求 就是帮他将体内的那个东西弄出来 还有就是 这几天冒充我兄长的收入 分我一半 若不是因为 他并没有损害师姐的名声 可不是这一半 赢钱就能解决了的 那男子脸上 扶起因我惊讶的表情 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道 赢钱可以分你一半 但这位姑娘真的没有病 易幽然看他还不承认 随开口道 那你也是很健康的 并没有什么问题 斯图勒山 男子听到这个名字 警惕心瞬间升起 易幽然淡淡开口 你不用紧张 我也是今天晚上才猜到你的身份 我们来这里 本就是为了解忠 也无意加入你们族内纷争 男子想了想 苦笑道 既然你们已经猜到了我的身份 我也不瞒你们了 这姑娘的忠 要想解除 只能去我们部落中的圣地 她的中虫寄生在脑部 在外面 解忠一不小心 中虫便会伤到她的大脑神经 圣地里面有寒冰床 中虫未寒 只需躺在上面 再配合母忠 很快便能将中虫引出 易幽然问道 若是这中虫不引出来 司徒乐山道 母忠什么时候死 便是子忠与宿主与命之时 第112章 新的合作对象 易幽然心惊 然后问道 这个忠是 你们部落养出来的 司徒乐山激动道 是大长老一脉养的 易幽然道 就是抢了你首领之位的那个 司徒乐山没想到 易幽然会知道的这么多 不过能中了这种中毒的人 想必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身份 能查到这些也不足为奇 于是她开口解释道 其实 中虫有很多种 有这些害人的中虫 自然也有专门救人的 只是一般人都是用来害人罢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隐居于 那片密林之中 君悦悦有些好奇道 你不会就是用中虫 给那些人治的病吧 司徒乐山点点头道 我也不是故意要冒充 你兄长的名号的 只是他们若是知道 我用中给他们治病 他们定是不会同意的 易幽然来了兴致道 能不能让我看看你那虫子 司徒乐山点点头 拿出一个小盒子 轻轻打开 易幽然瞧了一眼 那是一只大号的残宝宝 身体阴影 还有些透明 看那小虫子可爱的模样 易幽然伸出小拇指 摸了摸她的头 那小虫子 也很是配合的仰头配合着 易幽然忍俊不惊 道 你这小虫子 可太呆萌了吧 君悦悦也被这小虫子所吸引 也好奇地摸了她一下 刚开始 那虫子也像对待易幽然那样 对待她 谁知道突然间 便扭头咬了她一口 君悦悦惊呼一下 直接抽回了手 司徒乐山的面色有些尴尬 便将小虫子给收了起来 道 她这是喜欢你 君悦悦道 那你可得好好教育她了 喜欢谁就上去摇 可不是个好习惯 易幽然看君悦悦并无异常 便问道 就是她治好了那些人的病的 所以你们部落内部 是分了两派的 一派是专门养好的虫子 一派专门是养毒害人的虫子 然后你们这边就因为技不如人 以至于逃离了出来 司徒乐山点点头 给易幽然说起部落里面的事情 以前父亲在世的时候 这两种中虫他都有涉猎 大长老鸡蛋父亲 并未表现得太过分 父亲一过世 他便显露出来了本性 他以前就在外面 接触了不少达官贵人 为人家提供这些中虫来控制人 部落里面的人 一直都想从那片密林走出来 所以大长老此举 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 于是 易幽然见他不像是说谎 便接着他的话道 于是 你就被他们拉下了首领之位 然后你就想 先以慕容义的身份 来为百姓们治病 等到时机成熟再说出来 为你们部落证明 司徒勒山点点头 易幽然皱了皱眉头 看了眼君哲序 君哲序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看到易幽然朝他看来 他淡淡一笑道 想坐便坐吧 易幽然心想 这有靠山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于是直接开口道 我们可以帮你夺回首领之位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司徒勒山听到易幽然的话 并没有立刻答应 想了想问道 什么条件 若是让我为你们提供 给你们害人的中虫的话 那便作罢了 易幽然摇摇头 那倒不会 第一个条件便是给他的终结了 第二个就是 将给他下重的这个人交给我 司徒勒山听了之后 还是有点不放心 君悦悦不耐烦地开口道 难得悠然会帮你 你就烧高香吧 还考虑个什么劲 易幽然暗自服额 心到这丫头 还真是心直口快 就在以为这个生意要谈崩的时候 司徒勒山突然开口道 好 易幽然喝进口中的一口水 差点喷出来 没想到君悦悦这丝 还是个神助攻呢 这一趟即使不帮助司徒勒山 他也是要将那个养中的人揪出来的 他与皇后现在的立场 已经非常清楚了 怎可放任皇后身后 还有这种人来危害到他身边的人 司徒勒山也不明白 为何君悦悦的一句话他便同意了 不过话已经说出口了 他自恃也不会后悔 与其看着大长老将部落彻底带向灭亡 还不如放手一搏 接着便问道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易幽然想了想到 在部落里还有多少是你的人 司徒勒山道 外面那两位老者 便是三长老和五长老 大长老要对我动手 三长老与五长老 便强行将我从部落中带了出来 因为是出警戚 他们的家人还没来得及逃跑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如果可以 我想先请你们 将他们的家人给救出来 易幽然看司徒勒山的样子 估计从小也是被他爹给宠着 家上也没怎么出来过 就是小白一个 平时估计也是一心就知道养他的小虫子 小虫子倒是养得结结实实胖嘟嘟的 可权谋这一项 估计是真的是不及格 这样的人真不知道帮他打下部落后 他自己能不能守住 叹了一口气 便让君月月将那两名老者请了进来 那两名老者 捂着胸口进屋后 先寻找司徒勒山的身影 见他并无大碍后 便放下心来 易幽然道 我已经与他达成了协议 让你们进来 是有些事想要问问你们 两名老者听到易幽然的话 首先看向了司徒勒山 见其点头 其中一人便道 姑娘请问 易幽然道 你们在部落中还有多少人 没有被大长老策反 其中一位受高的老者回答 应该还有三百多人 不过大长老每日都在排除一几 现在也不知道 还有多少人了 易幽然点点头 这比他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三百多人也差不多了 他们总共不也才一千来人 想了想开口道 今夜已经晚了 明天白天 你们休整一下 晚上我们一起 前回你们部落去 老者惊讶道 就我们几个 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他不禁有些怀疑 易幽然点点头 为了防止他们胡思乱想再有变化 便指着君哲序道 这位便是我们风起的金王殿下 别说你们一个小小部落 就是十个 你们这么大的部落 收复也只是一句话的事 君哲序 老者看向君哲序 刚刚出手时 便知此人武功不凡 气度更是不凡 只一招便能将他俩扇那么远 没想到竟是这么大来头 两人立马跪下赔罪 君哲序并未出声 君月月直接开口道 这下你们相信了吧 或者你们想让三哥直接出兵 灭了你们部落吗 老者摇摇头 若是这样 他们不就成部落的罪人了吗 第113章 钱又到账了 易幽然问司徒 大长老养的那种 忠你会养吗 司徒点点头道 我们部落中所有的忠 我都会养 那两个长老也纷纷说道 是啊 小首领是我们部落中的 养忠奇才 在难养的忠 小首领也能养得活 易幽然恍然 怪不得还有那么多人 愿意幸福 原来这伙是个技术流 于是问道 那你肯定知道 怎么样才能避免种忠吧 他对这个神奇的物种 并无涉猎 只有找到方法 才能克制住那些人 一不小心再中招了 多难看呀 只见司徒勒山 拿出了几个药丸道 基本上所有的忠虫 都是通过口服 才会中招的 这个药丸的味道 忠虫不喜 将它碾碎 涂抹在身上 便不会中中 易幽然接过药丸 便分发给了君哲旭 与追风惊雷和闪电 吩咐他们 明天记得涂抹在身上 至于君月月 他体内的蛊虫 已经盘踞了那么长时间了 即使在中招新的忠虫 只会被他这一只吃掉 易幽然对司徒勒山道 你既然会养那种忠虫 不如就养几只出来 不害人放那里 威慑一下人也行啊 有些人并不是你不动他 就能保持相安无事的 只要你身上 有他们觊觎的东西 那么你们 便不能一直 相安无事地相处下去 易幽然不想 他辛辛苦苦打下的部落 没几天又被人给抢了 于是苦口婆心地 教育这个铁憨憨 司徒勒山经过这件事 也感触颇大 听了易幽然的话 点点头 不过要让他养 那种害人的东西 他还是不能苟同 君月月看他的样子 竟然不信服他的偶像 便直接将他拉出去教育了 司徒勒山竟然没有反抗 任由君月月将他拉出去 易幽然 看着俩人的背影 竟然觉得出奇的合拍 君月月虽然有时候 也有些小蠢 但是自小在宫中长大 那些心机勋也勋会不少 协助司徒勒山 这个憨憨管理 这一个部落 自是绰绰有余 而且 两人的喜好也很相似 君月月喜欢养动物昆虫 司徒也喜欢养虫子 应该也能有共同语言 易幽然越想越觉得两人有戏 直到君哲旭坐在了 他身旁问道 你在想什么 听到了君哲旭的话 易幽然回神 兴奋地道 回房跟你说 与爸也不理那两位长老 便拉着君哲旭 回到了房间中 一进房门 易幽然便问君哲旭 你说我若是给君月月 找个对象 你父皇会同意吗 君哲旭有些跟不上他的思维 就又听到易幽然道 我看这个司徒就挺好 一心只知道养虫子 还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最主要的是 他听君月月的话 你看刚刚谈合作 那回君月月一句话 他就同意了 刚刚君月月一拉他 就跟着君月月走了 以后君月月要是嫁给他 直接管理了一个部落 在这里当个土皇帝 不比在京中舒服呀 君哲旭听了他的话 无奈地揉揉他的头发 说了一句 你开心就行 易幽然见他并没有反对 便开心道 那我试试看 能不能撮合他们 如果真的成了 你回去跟你爹说啊 君哲旭点点头 这个部落确实 虽然在边陲密邻里 但对于朝廷 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威胁 之所以没有动他们也是 害怕他们一旦反扑 造成伤亡更大 毕竟忠虫这个东西 外面的人没人清楚 若是能将君月月留在这里 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正在教育司徒乐山的君月月 并不知道 他已经被他哥嫂惦记上了 要将他卖了 打了两个喷嚏之后 揉了揉鼻子 继续喋喋不休地 给司徒憨憨开发治理 司徒乐山被君月月 教育了一通之后 回去的路上才意识到 自己来找易幽然的目的 是来解读的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心慌的症状已经缓解了 不禁暗自感叹 易幽然的下毒手段高超 就连解读 也神不知鬼不觉的 真不愧是神医慕容医的妹妹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神医的医术 其实还不如他的这个妹妹 由于大半夜 被司徒憨憨吵醒 于是第二日 易幽然睡到了五十才醒 君哲旭也并没有出去 一直在床边看着他的睡颜 易幽然醒来 便看到了君哲旭的俊颜 便开口道 一睡醒 就能看到你真好 君哲旭听到他软糯的话语 想起之前在育成时 都是看他睡着他便去忙了 睡醒了 自然看不到他 然后他就在满院子的找他 暗自决定 以后一定多陪陪他 易幽然看 君哲旭不说话 便抱了抱他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便起身洗漱去了 然后吃完了午饭 便跑到君月月那里 去打听他昨晚与司徒说的什么 不怪他如此八卦 活了这两世 他还没做过红娘呢 待君月月说完 易幽然反复给他洗脑技术 难有多靠谱 弄得君月月以为 他对君哲旭有什么不满呢 于是君月月打定主意 准备私下里给自己三哥说说 让他努力变成悠然喜欢的这种 傍晚 司徒乐山与他那两位跟班长老 便到了易幽然所在的客栈 看着司徒憨憨的样子 易幽然便知 这或今天又冒充慕容一脸财了 易幽然无语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好了 于是开口道 你冒充我兄长可以 但以后挣的钱 你得分我一半 作为我兄长的名誉补偿 好学生君月月又学到了一个新词 名誉补偿 并将他牢牢记在了心中 只是这补偿费会不会有些高了 于是他扯了扯易幽然的衣袖道 这补偿费会不会有些太高了 我们都没做什么 易幽然恨铁不成钢地道 这哪里贵了 慕容辛辛苦苦用了十几年 走了多少路 医了多少病人才换来的名声 要这么点钱还多了 君月月听悠然这么一说 瞬间觉得好有道理 司徒勒山也不含糊 立马便掏出这几天赚的钱 递给了易幽然 两位长老不忍直视 一点也不想 这个人是自家少主 易幽然则是笑眯眯地接过银票 脑海里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 支付宝到账新号新号新号员 第114章 进入古风部落 易幽然开心地将银票放进了袖带里 实则是放进了空间 古代的袖带又大又宽 一不小心掉了他会呕很久的 君月月看到易幽然开心的样子问道 有这么开心吗 易幽然回答道 当然了 人生信条你不懂了 然后他看了看时间 感觉已经不早了 便招呼大家出发了 两位长老在前面带路 君哲旭带着他用轻弓飞了 约母一炷香的时候 便到了一片密林 易幽然看到 这片密林脑海中便想起一句话 夜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天 然后易幽然便摇摇头 挥掉了脑中的想法 今晚可不能放火 一不小心 这片森林就保不住了 所以只能杀人 司徒憨憨道 我们部落便在这密林深处 我带你们去 因为茂密的树林 将月色都挡得差不多没有了 所以一踏进去 便立刻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易幽然与追风 同时拿出了一颗夜明珠 追风的 还要比易幽然的大一些 易幽然看了眼自己的夜明珠 正是当初拿了追风的那颗 追风看到易幽然的那颗 便知道自己又错了 怎么能拿出一个比王妃的还要大的呢 于是又翻了翻兜里 发现没有比那颗再小的了 然后尴尬地摸了摸头 易幽然淡淡道 追风 回京后将王府的夜明珠 全给我搬过去 追风乖乖英式 跟在易幽然身后 君哲戌失笑 回京后他不要娶她了 搬来搬去 不还是在王府吗 若是让易幽然知道他此刻的想法 铁钉就不嫁了 又过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终于到了古风部落 远远地站在外面 就能看到部落那景象 森林里面是一片漆黑的 但是部落中竟然有亮光 那不是火把的亮光 更不是夜明珠的亮光 而是与现代的路灯一样 排成两排在每个房子的上面 隔一段时间闪一下 但是下面却瞧不见路灯的柱子 就像一盏盏的灯悬浮在空中 这还不是最令人惊讶的 那些灯照射下的房子更是精致 只见一排排木房子 更是修得像现代的度假村别墅一样 瞬间让易幽然有一种 进入童话世界的感觉 君悦悦也是一眼就爱上了 直接感叹道 这里也太漂亮了吧 易幽然身有同感地点点头 问道 司徒憨憨回答道 那是我们族人养出的一种照明中虫 基本上每家都有 白天在太阳下休息 夜晚就在主人房子上空照明 易幽然心想 这应该就是白天里吸收太阳光 夜晚再放出来 这不就和能源灯是一样道理吗 突然觉得自己对养中感兴趣了 不过现在也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便问道 怎么进入你们部落 三长老说道 进入部落的路口 有大长老的心腹看守 武功还不低 我们须得将他们放到才能进入 易幽然心想 既然是人在守门 那就好办多了 看到了这么多中虫 易幽然真不知道 这些人还能研究出来 多少奇奇怪怪的小虫子 于是觉得自己有些草率了 便拉着正要往前走的司徒憨憨问道 你们部落中 还有什么奇怪的中虫 司徒乐山想了想到 应该没有什么别的了吧 那种对人体有伤害的蛊虫 越是厉害的 对人的反噬也就越 易幽然点点头 又问道 那你的那只残宝宝 对你没什么伤害吧 司徒乐山摇摇头 自豪地说 我的小情不是人人都可以养的 还得要有天赋 易幽然点点头 这么说来 就是想害人必先伤己 怪不得这个铁憨憨不碰那种蛊虫 看来还没有傻到家吗 说话的空 易幽然几人已经走到了近部落的路口 几人 远远便看见道路门口守着两个人 便给了追风一包药 这是能迷晕一头大象的药 让他们直接能睡两天 两天后 部落也就差不多稳定了 到时候看这两人 还有没有留着的必要再做决定 毕竟这个部落总共也才一千多人 全杀光了以后 要让司徒憨憨做光感司令吗 就这样 易幽然几人进入了部落内 先找了个地方 将身上的黑衣给脱下来 毕竟这街上亮如白昼 穿的黑衣更明显 所幸 这街上也没有什么人 几人 很快便前进了首领府中 然后易幽然就感觉自己下巴快被惊掉了 只见整个城主府里的房子 都是用云山木打造的 修得格外精巧不说 中间的那个二层小楼 更是用的黑楠木 易幽然看向司徒憨憨 这货简直就是行走的金疙瘩 君哲旭看到 易幽然眼中闪着星星 便知道他在想什么了 于是在他耳旁道 若是你想要本王 也可以给你修建一个 易幽然不以为然道 有那么多钱建这个干嘛 给我折现吧 直接给银子 我会比较开心 君哲旭 果然还是这样的易幽然 大家都不明白 易幽然为何这么的爱财 直到攻打海岛上的某个国家时 易幽然竟然拿出了 堪比国库的物资与武器 都离只剩下五两银子的时候 直到那时 大家似乎才明白了 他如此敛财的意义 第115章 抓到大长老 易幽然指着黑楠木房子 问司徒 司徒 那个大长老 是不是就住在那里面 司徒乐山点点头道 那里以前是我父亲住的地方 父亲去世后 我正准备搬进去 就被大长老给占了 君悦悦再次感叹 这个可怜的孩子 易幽然远远看到 门外还有几个站岗巡逻的人 便直接拿出一个烟弹 扔进了一旁的木屋中 然后大叫一声 走水了 巡逻的人一听到声音 还来不及分辨 便看到这边一个木屋 冒出了浓烟 便立即往这边飞奔来 易幽然看他们 也跑得差不多了 便示意小伙伴们开始干活了 追风惊雷 在两位长老的带领下去 抓大长老的亲信 君哲旭 易幽然 他们则直面大长老 易幽然看府中 已经被他搅乱 便直接跳进院中 走到那黑南木阁楼前 直接一脚 踢开了那房门 门摇晃了一下 易幽然看了一眼 还好 只是将门栓踢断了 换个门栓以后 司徒还可以用 大长老正在爱妾的服饰下穿衣服 显然他已经知道了 外面走水的事 正要准备出去看看 却突然被人将房门踢开 正准备发火 便看到了跟在易幽然身后的司徒乐山 于是开口道 你还敢回来 这些都是你弄出来的 说着便朝门外道 来人 将这个害死老首领的孽处拿下 司徒乐山生气道 我没有 易幽然之前听那两位长老说过 大长老给司徒乐山 定了莫须有的罪名 今日一听 原来是这个 于是开口道 不知大长老说 司徒害了他自己的父亲 有什么证据 也好拿出来 让我们大家看看 大长老看是一名女子说话 又看了看君哲旭与君月月 并没有理会易幽然 直接又冲着司徒乐山叫嚷道 你竟然还敢将外人给带进来 这下你死定了 接着又朝着门外叫嚷着 易幽然看他小丑一样的表演 觉得有些好笑 于是开口道 你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硬的 说完了这句话 他便感觉有点不对 想了想自己 又赶忙加了一句 外面的人都去救火了吧 大长老这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后退问道 你 你们想干什么 易幽然无语符合 这对话怎么有点别扭 怎么这个部落的人都如此的奇葩 于是强压心中的异样感觉到 不想干什么 只是想知道你这么多年 干了多少坏事 说完便直接拿出来看一根绳子来 对着司徒憨憨道 你亲自来 将他捆起来 司徒憨憨心中有气 拿着绳子直接上前几步 就要朝大长老出手 大长老看外面的人迟迟还未进来 便运了气 准备逃走 等找来人再与这几个人算账 然后下一秒他便发现 他根本运不了气 这时司徒乐山已经走了过来 大长老便道 司徒乐山 你这是趁人之威 有本事与我单打独斗 谁知易幽然直接拎起一个凳子 照着他脑袋砸了上去 大长老一下就被砸猛了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司徒乐山看着易幽然 以及他手中的凳子 似是不明白 易幽然为何会突然变得如此暴力 君哲旭与君月月 则完全没有丝毫表情 似乎他这样就是理所当然的 易幽然直接道 这种人 你与他讲什么道义 早点按趴下 让他蹦跶不起来才是正理 愣着干什么 赶紧捆起来 司徒乐山反应过来 立马将大长老捆了起来 面对捆着的大长老 易幽然开口道 怎么 还指望 你对我们下骨虫来控制我们呢 你也不动你的猪脑子想想 若是提前没有了解过你们的习性 我们又怎敢置身 几人硬闯你们部落 大长老这事已然明白 这是被他们下药了 只是不明白 是什么时候中招的 于是问道 你什么时候对我下的药 易幽然淡淡的 在你准备对我下骨时 我便也已经对你出手了 只是我们身上有司徒给刁罢了 反观你 就没那么幸运了 大长老的小妾 看大长老被制服 吓得心惊胆战 偷偷地也想往外跑 君悦悦发现了 也是狠狠的一脚 直接将他踢到了大长老的身边 易幽然道 将他也绑起来 放在大长老身旁 这时 金雷他们已经回来了 说已经将大长老的几个亲信 全部抓了起来 易幽然点点头 便直接坐在了房间的凳子上 房门大开着 等待着灭火的人回来 果真不一会儿 这些人便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那本来就没有着火 只是烟有些大而已 不一会儿便灭掉了 几人 看着大长老的房门在开着 带他们走近 便看到桌旁坐着的易幽然四人 再看看大长老 狼狈地与他的小妾被绑着 随意扔在了地上 司徒乐山一眼 便看到了人群中那个背叛他的人 那个可是与他一起长大青铜兄弟的人 背叛他的时候 竟然也是丝毫地不带犹豫的 于是直接走过去 将他从人群中拉了出来 直接一拳头将他打翻在地 瞬间感觉心中出了一口气 果然悠然的办法 真是挺好的 君悦悦立马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心到这思学得还挺快 司徒乐山瞬间脸红了 看着君悦悦明媚的大眼 心跳突然加快 易幽然看着两人的互动 打了一个哈欠 便道 悦悦 这些人今天晚上府里的多佑人 就交给你俩 要么将他们策反 继续保护着小首领大人 要么就让他们的魂魄 继续追随大长老 君悦悦惊讶道 你真的决定要我处理吗 易幽然道 我累了 要去睡美人觉了 熬太晚会有黑眼圈呢 说完便招呼着三长老 在这个两层阁楼上 给他安排一个房间 君悦悦 我难道就不知道 回去休息比较舒服吗 但迫于易幽然的淫威 还是接下了这个活 易幽然走时 还是将金蕾闪电 留给了他协助帮忙 然后便拉着君哲续去休息了 他还没有住过黑南木座的房子呢 今天可要好好低视一下 易幽然还是很看好这对的 所以给他们也留了独处的时间 培养培养感情 还有以后 他俩若真成了 处理这些事 不就成了他们的家常了 还是培养培养早上少得好 回到房中 易幽然发现 房中的床 竟然还是金丝楠木座的 不禁心中想 走的时候 要不要搬走一个床 拿回京城 肯定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君哲续看着面前的小女子 双眼泛光 便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便道 难得这么好的床 赶紧睡觉吧 明天不是还要帮那小子 处理部落的事情 不睡好怎么解决 易幽然点点头 洗漱一下 就直接上床睡觉了 第116章 露出真面目 次日清晨 易幽然醒来 感觉神清气爽 看君哲续 已经坐在一旁看书了 便问了他昨晚上的情况 君哲续道 君月月杀了两个人 便将府中的人都威慑住了 易幽然洗漱完毕 便走了出去 看到君月月与司徒正在吃早餐 走过去 他便感到了 气氛有些不正常 君月月一见到他过来 便慌忙站起身道 悠然 你们来了呀 我给你盛饭 易幽然看了看两人 决定一会找惊雷问问 昨晚发生了什么 这时 君月月突然惊呼了一声 易幽然还没反应过来 那司徒憨憨 已经站起来 将碗拿开 拿了一条帕子 擦拭着她的手 并从怀中找了一盒药 为她涂抹了起来 易幽然嘴角浮起了玩味的弧度 君月月看到易幽然的表情 脸一红 慌忙抽回了手 不自然地道 我没事 司徒憨憨这时 才感觉到她表现得有点过了 也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对着易幽然插开话题 幽然 易幽然接过粥 尝了一口 这粥竟是用冬虫下草熬制的 不禁再次感叹 司徒憨憨的豪横 然后 看着司徒乐山道 君月月的蛊虫 什么时候能解掉 君月月直接插话说 昨晚她已经帮我解掉了 易幽然惊喜道 真的吗 那挺好的 说着还细血地看了一眼 司徒憨憨 道 你小子速度挺快的呀 易幽然用完早膳便问道 今天 能将你们部落中的人 全部都给叫过来吗 司徒憨憨道 金王殿下与他的暗卫 一早就在办这个事情了 易幽然看了看君哲戏 朝他竖了个大拇指 心道还是他的男人靠谱 易幽然先去见了大长老 大长老一夜未睡 如今被君月月绑着双手 掉在那里 见易幽然过去 眼中立刻便迸发出愤怒的目光 易幽然并没有理会他 直接道 皇后的蛊虫可是你给的 大长老眼中闪过一抹慌乱 石口否认道 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们离京城那么远 怎么能接触到宫中的娘娘 易幽然也懒得再质问下去 于是便什么也没说 便坐在那里喝水 直到四十的时候 追风过来说 部落中的人全部已经到达了演武场 易幽然几人 这才带着大长老也一道过去 到了演武场 易幽然几人 带着全身被绑的大长老 便上了台上 望着下面乌泱泱的人群 易幽然闭了闭眼睛 眼中闪过一丝怜悯 不过一瞬间便被坚定所替代 下面的人看到他们几人 站在演武台上 看到大长老还捆着 司徒乐山开口道 大家稍安勿躁 今天召集大家来 是想让大家亲眼看着我们 处决几个犯人 说吧 便朝着大长老的地方走去 走到大长老身旁 拿出一个匕首 突然便将束缚大长老的绳子割断了 大长老松了松手腕 笑眯眯地站了起来 道了一句 多谢首领 君月月看到如此变故 惊讶地问司徒乐山 你 司徒乐山没有理会他 将大长老扶起来后 便扭头转向君哲叙 道 金王殿下果真是个痴情种 传我们古风部落 果然英雄难过美人观 想必能死在金王妃手中 也是开心的吧 君哲叙没有说话 倒是君月月眼睛红红地开口道 司徒乐山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 可你为什么要帮我解蛊 易幽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对君月月道 好了月月 不要再演了 再演下去 就会让司徒憨憨 以为她真的成功了 君月月听了易幽然的话 仅仅也就是一秒 就恢复了笑眯眯的样子 朝易幽然问道 怎么样 我的演技如何 易幽然想了想道 还可以 就是哭的时候不太自然 不过应付司徒憨憨足够了 司徒憨憨 若是此时再不明白 被易幽然耍了 那她就是真的脑子有问题了 不过他们就这几个人 她倒是也有恃无恐 便道 知道了 又如何 今天反正就是一个死字 易幽然呵呵一笑 是吗 可就怕阎王爷不受怎么办呀 司徒乐山拿出一个木盒子 阴冷地笑道 你们还不知道吧 给你们的防止种蛊虫的药 其实就是蛊虫 只要涂抹在身上 十二个时辰便会中招 不信我可以 让你们先尝尝心计的滋味 说完便开始操纵着蛊虫 然后发现 面前的几个人 竟然没有一点反应 司徒乐山以为他们 是在强忍 便不自觉地加大了 控制蛊虫的力道 直到满头大汗 他们还是没有一点反应 依旧好好地站在那里 司徒乐山不敢相信 嘴里念叨 不可能 不可能 母骨明明显示 子骨已经到了体内的 最后还是易幽然看不下去了 扔出来了几只奄奄一息的老鼠 问道 他们这种状态 算是正常吗 君月月一脸嫌弃道 悠然 你也太恶心了吧 竟然随身带着这几只老鼠 一悠然摊摊手 她不会说 她是在空间中拿出来的 道 那没办法 得让你老像好数的心服口服啊 君月月更加地嫌弃了 开口道 若不是为了解忠 我至于这般委屈求全吗 说着 还想起今天早上被抓过的手 用力地又在身上蹭了几下 司徒乐山看到她的动作 气不打一出来 想到自己昨晚还辛辛苦苦为她解骨 没想到 一切都是假的 君月月看她的表情 便知道她在想什么 于是开口道 这会是不是特 后悔 帮我解骨啊 冤有头 债有主 你给我下的骨 我不找你找谁 司徒乐山气得要死 便直接用内力大喊道 他们就这几个人 你们一起上 凡能娶了金王夫妇 向上人头者皇后娘娘有重赏 一悠然听了她的话 心想果然是个憨憨 于是开口道 我们都明知道这是陷阱了 还会不设防地跳进来吗 第117章 灭族 古风部落的人们已经蠢蠢欲动了 这时追风突然发了一个信号 演武场周围突然出现了大批的士兵 将那一千多人团团围住 司徒乐山见状 一口血差点喷出来 指着一悠然道 咦 一悠然道 你什么你 老娘最不喜欢别人指着我 一有人指着我 就想弄断她的手指 而且她也这样做了 因为金雷已经制住了司徒乐山 她更没有什么顾忌了 司徒乐山腾的脸色发青 还是冲着大长老吼道 快 将他们捉住 若不然 我们都死定了 一悠然听到她的话 直接又给了她一巴掌 追风上前 直接将大长老给制住 君哲续想上前去收拾演武台上的剩余人 一悠然却一把拉住了她道 我来吧 好久没有干过体力活了 一悠然在现代学的晋升格斗 来到这里 基本上就没怎么发挥过 今天突然想试试 于是便直接朝那些人冲了过去 台下的人看他们的首领 与大长老纷纷受制 纷纷都要冲上台 这时 外围的士兵们也发动了攻击 直接朝部落中的人下手 君哲续派了三千兵 各个都是军中精英 三人杀一人 所到之处不留活口 下面的人自顾不暇 自然没有精力 再去管司徒乐山他们 待那三千士兵 将下面一千人命收割后 义悠然也已经将演武台上的人全部放倒 君悦悦也是一脸艳羡的看着义悠然 没想到 悠然可以这么洒 司徒乐山看着台下的那么多的尸体 目自尽烈 怒道 君哲续 你好狠的心 竟然将我整个部落尽数途径 义悠然道 为什么途他们 你们心中没数吗 司徒乐山道 他们与你们无冤无仇 你还要将他们尽数途落 义悠然道 你们为他人所用 部落中的人 常年竞养一些控制人的蛊虫 也曾悄悄出去抓人是蛊 不杀了 难道还养着你们 司徒乐山辩解道 我也有救人 义悠然听到他提这点 更是生气道 你所谓的救人 就是将蛊虫种在他人身上 然后控制住他们的痛绝 这就是救人 司徒乐山见义悠然 毫不客气地戳破 顿时围靡起来 义悠然问道 是皇后让你在这里杀了我们的 司徒乐山回答道 是 所以一早我便知道你们的长相 打从你们来边赛之后 我便一直注意你们的动向 也是故意冒充慕荣义 引起你们的注意 司徒乐山看了眼底下的那些尸体 闭上了眼睛道 成王败寇 要杀药刮随你们 义悠然道 你是该死 但是不该是我们杀你 来人 将台上的这些人带下去 搜身后严密看管 回京后 让皇上亲自定夺 那些士兵们 训练有素地处理着尸体 在村庄的后面 挖了一个大坑 就地也埋了 意悠然看着清理干净的演武场 心中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他也杀过人 但一下子看着这么多鲜活的生命 在他眼前消逝 虽然知道他们是死有余辜 但还是忍不住颤抖 君哲续感到他的异样 将他揽入怀中 若不杀他们 受伤害的会是更多人 所有后果本王一力承担 他们找也是找本王 意悠然抬起头 变得明媚而坚定 道 有什么事 我们一起承担 上穷陛下皇权你休想抛开我 君哲续见他情绪好转 但笑一声道 好 君悦悦看着他俩腻歪的样子 撇撇嘴 天天在这虐狗 真的好吗 意悠然看着这座 已然变成空城的村庄 还是那么的美丽 任谁也不会想到 这么美丽的村庄 竟然住着那般恶毒的人们 君哲续下令那些将士 将每家每户都搜查一遍 若是看到小孩子 便将他们带走 然而意悠然又主动承担起 搜查城主府的任务 看着那黑楠木的房子 意悠然真的很想将他搬走 最后没办法 只能悄悄地将几个金丝楠木的床 放进了空间中 在城主府的地下室 果然搜到了不少的宝物 这些人没种田也不经商 还过着这么好的生活 都是靠羊蛊虫和外面人的交易 得到的银子 意悠然想着 自己毕竟也辛辛苦苦走了这一遭 想着就挑一些喜欢的 冲入自己的小金库 只是一下没忍住多挑了一些 君哲续看着一大半的财物 在他眼中一点点消失 有些无语符额 下午君哲续他们便离开了古风部落 君月月看着如画中一样的美景 感叹道 若是这司徒勒山真是个好的多好 我就跟他发展一下 在这里当个土皇帝多好 意悠然道 现在这个城给你 你是老大 君月月摇摇头 啊 这里没有一个人 你让我管谁 意悠然回道 这回没有 说不定晚上就有了 说不定他们都回家了 君月月听了他的话 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打了个冷战 快速跟上意悠然的步伐 缠着意悠然道 悠然 我害怕 晚上我要和你睡 意悠然还没有回答 君哲续直接道 不行 意悠然贪贪手 表示自己也无可奈何 君月月撇撇嘴 他可不敢和三哥抢人呢 意悠然见此行的事 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与镇北王会面后 便可反京了 于是 他便也不着急了 让追风先带着那些士兵犯人先走 他们则边走边 领略着风土人情 意悠然与君月月 倒是也玩得很开心 这天 君哲续突然对意悠然说 军营中有事 要先走一步 意悠然以为他是 陪他们逛街烦了 这才找个由头走的 就这样 君哲续走了 走之前还交代他 务必三天后赶到某城 意悠然欣然答应了 于是 意悠然与君月月 依旧没心没肺地逛逛逛买买买 意悠然买了好多东西 他到边陲的时候 给牧师去了一封信 想必回去 牧师定要拉着他念叨 他也准备了好多东西 用来哄他的母上大人 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走了这么久 也怪像他们呢 第118章 吉吉里 三日后的清晨 君月月拉着意悠然到了某城 本来昨天下午就要进城的 君月月走到一个戏园子门口 便走不动了 非要听戏 结果一听就听了一下午 最后只能留宿那里了 然后今日清晨 君月月更是一大早就叫醒了他 还亲自帮他头发梳理了一下 一路用轻弓将他带到了这里 意悠然有些摸不住头脑 反正也没事 索性就任由他了 一进城门便看到天上飘下无数鲜花 地上铺着一道红毯 看不到尽头 路的两侧站满了百姓 百姓一见到他 立马齐声喊道 恭贺金王妃急急之喜 声音响彻整个大街 意悠然脑子也有些猛 这才想起 原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啊 一想到君哲旭提前走 是为了给自己准备惊喜 心中就是满满的感动 意悠然扭头 看向身边的君月月 问道 你早知道的是不是 君月月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回答道 三哥只告诉我 让我今日这个时辰 将你带来这里 没想到 竟是让全城百姓 与你一起过生辰 意悠然没在追问 这时走过来了 两位身着红衣的妇人 拉着意悠然道 王妃娘娘 请随老妇人去更衣 意悠然想 既是君哲旭给他的惊喜 那他便受着了 于是便跟着那妇人 一起去更衣了 这两位老妇人 是城中有名的五福之人 君哲旭特意找起来 为意悠然梳头更衣 半个时辰后 意悠然身着一身 大红鼠颈罗裙 头发被梳成了 漂亮的灵须剂 脸上上了一层淡淡的妆容 很容易让人想到一首词 好一副桃之夭夭 啄啄奇华 意悠然梳妆完毕后 便被带到了城主府 君哲旭与镇北王 已经早早在那等候了 看到君哲旭的那一眼 意悠然竟然有一丝丝的紧张 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好在君哲旭指 但笑着看着他 并没有过来 那两位老妇人 便带着他走向了镇北王 一位司仪站在镇北王身旁 道 令月即日 使家圆福 妾尔又至 顺尔成德 说了一堆 意悠然听不懂的文言文 而后大声道 拜谢父母养育之恩 这句话 意悠然倒是明白了 朝着镇北王拜了下去 镇北王朗声大笑后 便将他扶起道 你父母也不在身边 那本王月举待牢了 意悠然但笑起身道 义父说的哪里话 您能给 悠然主持这吉吉礼 是悠然的荣幸 接着吉吉礼 便顺利进行下去了 君哲旭知道 意悠然不喜欢繁琐的流程 所以那些繁文入节 能省就省了 意悠然倒是也没觉得太累 吉吉礼成后 君哲旭朝义 悠然走过来 意悠然脑海中 突然冒出了一首诗 言念君子 温其如玉 在其板屋 乱我心犬 君哲旭走进意悠然 一只手拿起了他的手 另一只手将一个戒指 套在了他的无名纸上 道 然而嫁给本王可好 意悠然有些无语 哪有将戒指都套人家手上了 还问嫁不嫁的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郑重地说了一声 好 君哲旭激动地拥着他 那些大头兵也跟着起哄 意悠然看着这一切 觉得如此这般 真好 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之中 金王府的管家 也是在大清早 便往国师府送去了彩礼 整整120台嫁妆 一箱箱地抬进了牧师的院子 跟着嫁妆一起来的 还有皇上的圣旨 这国师府六小姐 意悠然与金王殿下半月后完婚 林红也是最近才知道 意悠然不在府中 去质问牧师 他也只是说是 出去散心了 这下接到圣旨后 他便再次去了牧师的院子 牧师看到一红也是头疼的要死 一红一进来便质问道 六丫头到底去哪里了 牧师回答道 不是说了他出去散心了 一红接着问道 他散什么心要这么长时间 半月后就要成婚了 他若是回不来 那便是欺君之罪 牧师不耐烦道 金王殿下不也没回来吗 你这什么急 一红道 金王那是去镇压留明了 不日便可回京 六丫头是去干嘛了 难不成他也有大事不成 牧师淡淡道 那说不定 悠然就真的与金王殿下 一起回来了呢 他才不会告诉一红金王 已经与他通信会与悠然一同五日后 回京 并给他送来了上好的云锦与桑残司 让他安心为悠然准备嫁衣 一红剑与牧师说不通 便又骂骂咧咧了两句后 拂袖离去了 牧师看着他的背影 心中想着 自己当初为何那般眼瞎 看上这么个男人 徐嬷嬷开口道 夫人真的不与老爷说吗 牧师摇摇头道 与他说干嘛 说了指不定又会出什么幺蛾子 且让他着急两天吧 你去丞相府去找我娘 让他进宫找那个张秀娘 亲自为悠然秀嫁衣 徐嬷嬷嬷退下 牧师这两天心情很好 大女儿前两天派人来说 已经有喜了 婆婆和相公 现在都快将她宠上了天 本来很担心小女儿 如今金王殿下也传信回来了 想了想 便叫来了丫鬟 让厨房晚上多做几个菜 将一兵驳叫来 分享着好消息 一师婷在他的院中 也听到了赐婚圣旨的事情 气得将桌上的茶具砸得粉碎 丫鬟们吓得不敢近身 这位二小姐最近的脾气 是越来越坏了 太子已经好久没有来看她了 也不说娶她的事情 义悠然这个贱人没在府中 皇上竟然还给她下赐婚圣旨 一师婷仿佛抓住了什么 对 义悠然这个贱人没有在府中 她也是 最近才知道的 于是便 派人将张氏请来 张氏最近也不太敢惹这个女儿 自己现在在这个府中的身份 本就很尴尬 使得她更是谨小甚微 一师婷见张氏到来 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她 张氏听到赐婚圣旨后 也是气得牙痒痒 得知义悠然不在府中后 想了想便道 既然她不在府中 牧师又不说她去哪里了 想必干的也不是什么好事 不妨将这件事宣扬出去 一师婷也在想这件事 于是两人不谋而合 便叫来了心腹 去安排这件事了 第119章 又喝醉了 义悠然丝毫不知道这事 即使知道了 也不会放在心上 因为一师婷在她眼中 就是个跳梁小丑 没事了看她蹦达蹦达 就当打发时间了 她此刻也正沉浸在 在甜蜜的恋爱当中 更没心情管别的事情了 集集里过完 君哲旭看她身上的衣物 也着实笨重 便带她回房 换了一身轻便的衣服 今日的宾客 都是镇北王君哲旭 两人手下的大头兵们 也不用面对京城 那些心口不一的达官贵胄 和京城的那些大夫们 经过此次瘟疫 这一个多月 互相配合的也很好 因此气氛更是轻松 此行也着实辛苦 如今瘟疫已经解决 就连最严重的育城 也已经恢复了经济 因此君哲旭专门 让人运来了挤车好酒 借由此事 专门让大家热闹放松一下 镇北王也很开心 这一趟 竟然没有一个士兵牺牲 这还是多亏了悠然那丫头 知晓那丫头爱钱 回去定然要让皇兄 再赏赐她一些 看着这些士兵大夫 开怀畅饮的样子 她自己也忍不住 多饮了几杯 君月月更是已经 与那些士兵混在一起 开始喝酒了 于是 易悠然出来看到的一幕 便是大家都在饮酒 地上已经扔了不少酒坛子了 易悠然看到这豪爽的一幕 肚中的蝉虫也蠢蠢欲动 走过去拿起一个酒坛拔开道 多谢大家 来参加我的吉吉礼 先干为敬了 说吧便豪爽地就这酒坛子 喝了几大口 君哲旭晚他一会出来 结果就看到了这一幕 赶忙过去夺过他手中的酒坛 道 王妃不胜酒力 这坛酒本王带王妃喝了 说完便将酒坛子 剩余的酒一饮而尽 再去看易悠然 脸上已经泛红站在那傻笑 君哲旭叹了一口气 便又将他抱回了房中 二人走后 众人还处于一个猛逼状态 这王爷王妃刚出来 怎么又走了 最后还是君悦悦道 不管他们 小两口需要独处 我们继续 这才又将气氛带动起来 君哲旭将易悠然带回了房间 易悠然看着君哲旭那俊言道 君哲旭 你怎么这么好看 说着便直接扑上去 稳住了他的嘴唇 君哲旭错不及防被扑抖 接触到少女那柔软的唇 便情不自禁地浑身紧绷 一吻过后 易悠然醉眼朦胧地拍拍君哲旭的脸道 小样 还不让姐姐碰啊 姐姐今天偏要碰 说着便头一歪睡了过去 君哲旭觉得 面对易悠然比面对千军万马 还要让他难搞 叹了一口气 心想着 再过几日 就与他将所有的账都清算了 而后将他从自己的身上 弄下去放床上 为他盖好被子 便出门找湖泊降温去了 追风依旧跟着 淡定地站在一边一会为主子地上干净衣袍 易悠然醒来后 已经是第二日了 宿醉的感觉让他浑身不舒服 跑到空间中冲了个走 出门看到郑北王与君哲旭 已经在指挥着收拾东西了 君月月被两名士兵拉着 嘴中还念念有词 易悠然走过去问道 这是怎么了 郑北王生气道 一个公主 偷偷跑出皇宫不说 这还要留在这里 你说 让我如何对皇兄交代 易悠然想到 君月月与自己说过 想留在这里的事情 估计是被郑北王发现了 不过现在瘟疫已经解决了 经济也恢复了 他留在这里 确实也没有什么事做了 于是开口道 月月 你先与我们一起回京 日后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的帮忙 君月月一直以来 对易悠然做的事情 都有浓厚的兴趣 听易悠然如此说 便不宜有他 点点头算是同意了 见状压着他的两名士兵 这才松开了他 君月月解除了束缚 跑到了易悠然身旁道 悠然 什么事情啊 易悠然道 一会马车上与你说 君月月屁颠屁颠地 跟着易悠然 易悠然则是慌着去找君哲旭 因为他有一丝丝的记忆 好像轻薄了他 易悠然刚看到君哲旭进了书房 于是蹭了过去 君哲旭正在安排事情 也没有理他 他在安静地待在一旁 君月月看着有些稀奇 便问道 你昨天得罪我三哥了 易悠然这才注意到 君月月还跟着他 惊讶道 你跟着我干嘛 君月月翻了个白眼 道 你不是有事情让我做吗 易悠然道 你先回去 这个事一会路上跟你说 君月月道 你先说点嘛 我好奇 易悠然急着去哄君哲旭 丢人的一幕 自然不能让君月月看到 于是道 你先回去 我这回有事要做 你放心一定是你感兴趣的 说完还从兜中拿出一个魔方道 这个东西 你先玩着打发时间 快去 君月月看得到好处 便点点头 决定不再八卦了 转身研究这个新玩意去了 易悠然重新看向君哲旭 君哲旭已经处理完事情了 让下属离去了 屋中就剩他们两人了 但是还没有理他 而是拿着毛笔在写字 易悠然走到君哲旭面前 直接扑通一声跪下 然后捏着自己耳朵 一副犯错的模样 娇媚地开口道 小叙叙 奴家知错了 君哲旭看他突然这样 差点破功 吻了吻心神开口道 你哪里错了 易悠然跪着蹭到他身边 拉起他的手 道 我不该喝酒 也不该打你 那不你打回来好了 说完便闭上了眼睛 君哲旭看他的样子 明明眼睛闭上了眼睫毛 还在一动一动的 生怕不知道他在偷看 念在认错态度还不错的份上 君哲旭决定大度地原谅他了 开口道 以后再也不许饮酒了 易悠然见他说话已然松动 便知他不生气了 立马便站了起来 狗腿道 来我给你磨磨 君哲旭瞥了他一眼道 腿不疼 易悠然立马会议 疼 哎呦呦 疼死了 站都站不稳了 说着便直接栽到了君哲旭的怀中 君哲旭无奈叹气 帮他揉着膝盖 以后你不需要跪谁 易悠然乖乖点头 他又没有受虐倾向 今天这不是用的苦肉计吗 别人又不是君哲旭 第120章 节良 就这样 一行人准备回京城了 君哲旭本来是给易悠然准备了一辆马车的 可易悠然实在受不了马车的颠簸 于是便与他们一起骑马而行 他本是想自己骑的 顺便再练一练马术 君哲旭则直接将他固定到了自己身前 就这样 易悠然一路看着风景 累了 就直接歪在君哲旭身上休息 倒也惬意 只是急坏了君月月 他想去找易悠然 但是却不敢去打扰三哥的二人事件 急得他抓耳挠腮 易悠然慢慢地看出了他的急躁 但是也依旧没什么反应 因为他今日有事要做 昨天在停下休整时 易悠然听到了下属给君哲旭汇报的消息 说温一时 镇北王上奏要求 皇上拨的粮食已经快运到了 运送粮食的还是皇后的亲外生 易悠然听到这个消息后 自是十分生气 不用想都知道 这定是皇后等人在中间挑拨 温一都已经过去了 经济也已经恢复了 还送个毛线的粮啊 于是易悠然便决定 偷偷去将粮食给结了 于是与君哲旭一商量 两人便准备先离开队伍 跟镇北王找了个借口离开队伍后 二人便骑马开始飞奔起来 君哲旭的马 更是万中无一的汉邪宝马 取名为疾风 跑起来速度也很快 一上午时间便看到了 那很长的运粮队伍 易悠然是准备将粮食藏进空间的 因此才与君哲旭单枪匹马来结粮 两人停下后 套上准备好的黑色夜行衣 戴上了面巾 变成了一高一矮两个陆林好汉 易悠然还拿出了准备好的迷药 要不然这么多人 要单挑到什么时候才行 皇后的外甥名叫李安 张氏兄长倒台后 原来的户部侍郎升了上去 皇后的父亲虎威将军 便想法子 不能按时送到 李安也非常听从祖父与姨母的话 一路不停地制造困难 然后差不多明日应该能运到 一路上倒也不是太累 只是快到了 心情不免有些松懈 君哲旭与易悠然站在山坡上 后面这些押送粮食的 都是些普通的士兵 易悠然也无意伤他们性命 于是在他们经过时 直接往下洒了一些迷药 不一会 后面运送粮食的士兵 有一些便坚持不住倒在了地上 李安发现了异样 便立即喝停了队伍 全员戒备 然后又陆续有几人倒下 李安大吼 哪里来的鼠辈 偷偷摸摸算什么本事 有能耐得出来 易悠然见迷药 不能将那些士兵全部迷倒 只能一会下手轻一些 尽量不伤及他们性命吧 下一刻 君哲旭便带着易悠然 站在了李安面前 易悠然不知道在哪里拿了一把剑 指着李安道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此路过 留下买路才 李安看待他们身后 发现就他们两人 笑道 我当时多少人呢 合着救你们俩 还想来抢我们东西 一起上 活捉了这两人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大胆子 感接朝廷的东西 说完手下的士兵 已经亮出了兵器 向两人走近 一个士兵更是拿刀 直接朝易悠然劈来 易悠然一个闪身 拿着手中的武器 直接将那人的剑斩断 易悠然有些惊讶 这是上次超司徒勒山家的时候 顺手顺走的一把剑 今日想着 也就拿出来唬人用的 谁知道这么厉害 于是更加兴奋了 没几下 便将那个士兵制住了 众人见易悠然如此轻松 便收拾了易人 然后直接拎起武器 一起朝易悠然出手 君折序上前 阻挡了大半的攻击 剩下的留给易悠然练手 不笑半个时辰 所有人都被打得起不来了 李安健壮慌忙逃窜 易悠然用凌云步伐 直接追赶上他 一脚将他踢向树旁 李安捂住被易悠然踹腾的腹部 开口不停地求饶 好汉饶命 好汉饶命 易悠然指着那些倒地不起的士兵道 饶了你也不是不可以 拿着剑将你的那些下属给杀了 你便可以活命了 或者你自己死 我不会再动他们 李安看着那被打倒在地上的那群士兵 毫不犹豫到 好 我这便去杀了他们 说完捂着腹部 捡起一个士兵刚刚掉落的剑 便朝那个士兵的心窝扎去 那个士兵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由于受伤无法动弹 便直接闭上了眼睛 但是预料之中的疼痛并没有出现 发现易悠然已经再次将 李安踢的大老远 拿出绳子直接将他绑上 易悠然大声道 今日我们来只为才不杀人 如今你们也看到了 你们这个首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还要继续跟着他的那边给他松绑 然后继续当他的替罪羔羊 若不想再继续跟着他的 我们上午过来瞧见镇北王与金王一行人 已经走到你们西北方向二百里处 你们可以前去投奔 想着以他们二人的宽容 必能对你们从轻发落 说完易悠然觉得 他应该是最贴心的土匪了 就连后路都替他们想好了 说完易悠然便又撒了一把药 直接将他们全部都迷晕 他则开始搞事情 将一箱箱的粮食 全部弄进了空间中 挪完之后 感觉满满的充实感 君哲旭站在一旁 看着忙碌的小女人 不明白 他怎么对粮草也如此感兴趣 不过看他开心 也就随他去了 易悠然忙完 回到了君哲旭身边道 我们走吧 君哲旭点点头 一声口哨将疾风叫了出来 带着易悠然便急驰而去 一天后 运粮的那些士兵 果然来投奔郑北王了 而且还带着被易悠然绑着的李安 一群将士诉说着李安的不义之举 反而对君哲旭易悠然两人的做法 简单讲过 便不再提了 郑北王本就不满一怒之下 将李安直接关进了囚车 与司徒乐山一行人 关在了一起回去后 等皇上发落 对那些士兵处罚 倒是没有多严厉 一人罚了二十军棍 此事便轻轻接过去了 第120章 计划 郑北王处理完了那一行人 便直接来找君哲旭与易悠然了 易悠然早早就听说 那群士兵已经投奔义父了 如今看到他来也并无意外 郑北王直接问道 昨日可是你们俩去抢了那李安的粮食 君哲旭直接点头 郑北王道 我一猜就是你俩 昨日神秘兮兮地出去那么久 悠然是不是你对那群士兵 说来投奔本王的 虽是问句 却是肯定的语气 因为他这个侄子 性子他清楚 最是懒得管闲事 只有这丫头 对待敌人该狠的时候狠 对那些无辜的人也从不滥杀 易悠然笑嘻嘻地道 那义父可要从轻处置那些人啊 毕竟是听了我的话 才投奔您的 郑北王美好气地道 一个人二十板子 易悠然想了想 二十板子还好 最起码不是军棍 这些士兵皮操肉厚 养两天就好了 第三日 易悠然终于安安生生地坐上了马车 君月月也终于找到了 与易悠然独处的机会 于是 她钻进了易悠然的马车里 一进马车 便被里面的设施给惊住了 外面看来 这辆马车 也就是比正常的马车大上一圈 里面竟然还放着一个软榻 一个茶几 茶几上还放着泡好的茶水 和一些水果点心 旁边还放着一个书柜 书柜上放着几本书 她上来的时候 易悠然正躺在软榻上 手中拿着一个苹果 再啃 腿上还放着一本书 看得津津有味 君月月看到这一幕 心想 怪不得易悠然 今天啃坐马车了 原来是这么的舒服啊 易悠然看 君月月进了马车 问道 你怎么进来了 君月月道 不进来 怎么能看到 你过得这么舒服 易悠然竟然有些不好意思 问道 要不你也躺一会 君月月看她在看书 问道 你看的是什么 易悠然拿起书本 让她看了一眼 竟然是蛊虫大全 君月月嫌弃道 你在哪里找得这么重口味的书 怎么研究这么恶心的东西 易悠然回答道 当然是在那蛊虫 沃斯图勒山的寝室里找到的呀 皇后都可以用蛊虫控制你那么多年 指不定也控制住了别人 他们整个部落那么多人养蛊虫 在他们屋中搜出来的 却没有多少 养的那么多 蛊虫都去了哪里 多看看这些 总没有什么坏处 没准以后真的可以用到呢 我这还有几本 你要不要看看 顺便也了解一下 住在你头上那么久的小虫子 长什么样子 君月月摇摇头 她对这些可不感冒 想到她来到这里的原因 便直接道 悠然你说 让我回京干什么呀 易悠然本来是想等她回京 将小伙伴们叫一起告诉他们的 但看君月月的样子 若是不告诉她 定会被她烦死 于是易悠然拿出了几张纸递给她 是她这几天简单写的一些单词 君月月拿着那几张纸 看着上面的鬼画符 正看侧看都看不懂 于是问道 悠然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易悠然拿出了她在那个山洞里面 找到的那些人做的笔记 递给君月月 君月月发现 上面的东西竟然与悠然写的差不多 君月月惊讶道 悠然你竟然能看懂 他们做的暗号 太了不起了 易悠然无语符合 后又给她解释道 这是他们的语言 我在想 他们大老远的 竟然能学会我们的语言 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他们的语言呢 君月月恍然大悟道 所以之前他们自己交流 说的那些话 都是他们的语言 我以为是他们的暗号呢 易悠然点点头 认真同她讲 月月 我们不仅要学习他们的语言 我还要去他们的国家 那个民族绝对不是一个安分的存在 他们的人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这片大陆了 仅仅只看他们 对刘明所做的那些事 便知道他们是多么的残暴 所以我们 首先要做到的 便是防范于未然 但是做到这一点 首先便是要学会他们的文字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君月顿时觉得 眼前这个少女很伟大 竟然可以想得那么长远 于是责任心爆棚地开口道 不就是学习他们的语言吗 他们能学会我们的 我们也可以的 易悠然道 先不急 我还没有写完 我了解的也不多 只能先教给你们一些简单的 至于更复杂一些的 还是得融入他们的生活 现在已经知晓了 他们的船就在花盛着陆 接下来就要看慕容的了 君月月点点头同意她的话 易悠然教给了她简单的音标后 便下了马车 留她自己在马车上 看那些鬼话符 易悠然下了马车 便直接上了囚车 因为她刚看的蛊虫大拳 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所以想来问一下司徒乐山 司徒乐山自己坐着一个单独的囚车 正靠在柱子上闭目养神 手上脚上带着沉重的镣铐 前面是两个士兵 控制着一匹马在拉着 易悠然走过去 直接坐在了囚车前面的空位上 因为她的重量囚车 轻轻地颠簸了一下 司徒乐山睁开眼睛 看到是她倒也没有什么反应 换了个位置 准备继续养神 易悠然细血开口道 司徒憨憨 你的生活不错呀 还能在这里晒太阳 司徒乐山直接开口道 有什么要问的 直接问 易悠然道 刚刚看了你们族中的蛊虫大拳 有一些不明白 特来请教 你这个大师 司徒乐山阴阳怪气道 你不是个正派人士吗 怎么也研究这些见不得光的东西了 易悠然也没有生气道 多血点也没有什么坏处 司徒乐山反问道 你就那么肯定 我会跟你说 易悠然拿出一幅画淡淡开口 那若是我以她的性命相威胁呢 司徒乐山看到那幅画之后 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瞬间又恢复平静 开口道 这不过是我买的 一幅侍女图罢了 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易悠然轻笑一声 虎威将军府小姐 不知道谁为她画的是女图呢 沉默了好久 司徒乐山终于开口 你想问什么 说吧 然后易悠然回京的路上 基本上都在问司徒乐山的虫子问题 司徒乐山虽然不乐意 但是也都回答了她 最后还是君哲戏看不下去了 又将她揪回了马背上 第121章 回京 与此同时的京城中 茶楼中都在盛传 国师府六小姐不在府中 临近大婚与男人私奔了 流言越发厉害 君一臣记则与木星兵 三个臭皮匠正投对头的商量这件事 他们是知道易悠然去哪了的 可悠然走的时候 不让他们说出来 陈文杰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他们三人 愤愤不平的样子 便问道 你们这是怎么了 君一臣将这件事说给他听 陈文杰听了 也是气愤不已 君一臣道 我正在让人查这件事 估计很快便有结果了 让我知道是谁 非弄死他不可 陈文杰想了想说道 知道悠然不在京城的 也就国师府的人 消息定是从国师府传出来的 不一会儿 君一臣身边的暗卫便来复命了 带回来的消息 便是消息的确是从国师府中传出来的 那么是谁传出来的 便不言而喻了 木星兵道 这个女人真的是太烦然了 她不是与太子有染吗 不赶紧扒着太子 整天在这 如同跳梁小丑一般 蹦跋的讨人宴 陈文杰道 既然知道是谁了 那便先暗兵不动 明日镇北王不就回来了 等悠然回来了再说 君一臣不服气道 让我的暗卫 直接宰了他一了百了 记者宇劝道 他不出国师府 我们几个大男人 总不能闯进去收拾他吧 等悠然回来了 有一百种收拾他的方法 咱们还是将美颜堂给管理好 几人想了想 还是派人给易悠然送了信 让他知道这件事 易悠然正躺在马车里 手心里放了两只透明的小虫子 不细看 根本就看不出来 这就是他这两日 自己养出来的两只只蛊虫 一只母蛊 和一只子蛊 看来司徒那家伙 并没有骗他 他准备 将这只虫子 种在李安身上试试 然后他便收到了 君易成暗卫送来的信 暗卫走后 易悠然便改变了主意 这么好的东西 当然要给他亲爱的姐姐用了 毕竟出了这么久的远门 还没有给他的好二姐准备礼物呢 第二日一大早 镇北王一行人便进城了 镇北王与君哲续骑在马上 易悠然与君月月 坐在后面的马车上 紧随其后 民众站在街道两旁 昨日便得到了 镇北王今日要凯旋而归的消息 百姓今日一早 便站在街道两旁等待着 看到二人骑着高头大马缓缓而来 百姓更是欢呼雀跃 镇北王进城后 突然一拉马将 胯下的马便停下了 镇北王朝着两旁的民众道 此一役 本王能凯旋而归 除了有金王殿下在旁携住外 还有一人最功不可没 那便是本王的一女 国师府六小姐易悠然 百姓听了镇北王的话 无不惊讶万分 京城这两日 关于国师府六小姐的传闻 闹得满天飞 想着 即使这位小姐回来金王也定是 不会娶她了 有的百姓甚至以为 镇北王是照顾皇室的面子 才这样说的 镇北王看到众人的表情 便道 你们可知 此次边陲不仅流民作乱 还引发了瘟疫 正是一六小姐不顾安危 与月公主一同前往边陲送药 最终研究出了治疗瘟疫的法子 救了整整边陲三郡的人 众人一听 这怎么还牵扯到月公主了 纷纷好奇地 看向后面那辆马车 一悠然在马车中听的 无语则舌 她本就不在乎什么流言蜚语 昨天听到后 也没太当回事 没想到怎么会让义父知道了 易悠然不知道的是 暗卫给她送信时 镇北王便知道了 于是专门将自家暗卫叫过去问了问 顺便还给自家王妃 带了一封信 易悠然觉得自己有必要露一面 便一把拉着君月月出去了 认识君月月的人比较少 但易悠然前段时间开美颜堂 整日就在殿中 百姓中自然也有认识她的人 于是就听到有人说 是啊 你看她正是易六小姐 她果真是跟镇北王与金王殿下一起回来了 随后就有人道 易六小姐果真是女中豪杰 竟然敢跑那么远 也是为了金王殿下吧 还有人道 就是 人家易小姐是大义 不知道谁那么缺德说人家是私奔 看金王殿下玉树临风 又手握兵权 瞎了眼 才会跟别人私奔 这时 又有人不乐意了 你们没看到 易小姐长的 也很好看吗 敢自己去边垂 实飞一般女子啊 跟金王殿下 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君哲戌听了百姓们的议论 特别是那句天造地设的一对 少见的弯起了嘴角 调转马头 走到马车前朝易悠然伸出了手 易悠然轻轻一笑 利落的借力 跳上了马 坐在了君哲戌的前面 君哲戌嗅着怀里的心香 心中更是满满的柔情 于是用低沉的嗓音 伴着内力道 本王的王妃 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若是再听到有人议论 本王定拔了他的舌头 众人心中无比惊叹 不愧是有名的沙神 一开口便震慑了所有人 易悠然看君哲戌一句话 便瞬间冷场了 也是满满的无语 抬头看了男人一眼 更是觉得美色诱人 于是抬头轻轻吻了他的侧脸 于是沙神王爷便瞬间回春了 自此 百姓们便知道了 沙神王爷的克星 乃国师府六小姐 易悠然 君悠悠站在马车前面 感到有些尴尬 摸了摸鼻子 准备回到马车中去 这时有个人突然叫他 一看竟然是沐星兵 旁边还站着君悠成三人 君悠悠立马朝他们挥挥手 然后果断跳下了马车 侍卫想阻拦 但看到了小王爷与小郡王都在 便也不再说什么了 君悠悠跳下马车 便被君悠成拉着道 走走 给我们讲讲 你们这一路上的事 君悠悠许久没见过他们 心中也是欢喜 便也没有再与君悠成斗嘴 五人一起 往八宝燕走去 君哲戌则则是顺路 将义悠然送回国师府 便与郑北王一起回宫复命了 让义悠然好好休整 一番晚上再进宫复宴 义悠然点头答应 便下马进了府 第122章 回国师府 义悠然刚进府 便看到牧师与一兵伯旁 已经在前院等着他了 看到义悠然眼泪便掉了下来 义悠然一看自己娘亲 又掉下了眼泪 忙上前拉着她的手道 母亲这是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我去弄死她 牧师听到她的话 打了她手背一下道 都是要嫁人的人了 还这般的乱说话 义悠然笑道 我才不要嫁人 我就在家陪着娘亲 牧师被她插壳打混一通 也不再流泪了 问道 这一趟可还好 义悠然原地转了一圈道 母亲看我哪点不好 义悠然博在旁道 以我对妹妹的了解 出去也是 她欺负别人的份 怎么可能让别人欺负了 何况 还有金王殿下在呢 牧师看她确实无恙 便也放下心来 说道 你也是的 一声不吭就走 这里大婚还有十十日 这几天你便不要出门了 最起码也要秀几条秀帕吧 义悠然疑惑道 大婚 哥哥要大婚了 谁家的小姐 牧师看她的样子 似乎是不知情 问道 金王没与你说吗 义悠然问道 说什么 牧师告诉了 她十日后大婚的事情 梁府都已经开始准备了 义悠然有些惊讶 但又觉得 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点点头算是默认了 午膳义悠然 是在牧师的房间中用的 义悠然给他们讲了 这一路上的事 当然尽量说得很轻松 牧师听完又说了她一通 大致意思就是 以后嫁人了 妾不可如此任性之类的云云 义悠然乖乖听了 也答应了 后来还是义悠然插开了话题 说到了义婉静的事情 义悠然这才得知 义婉静已经怀孕了 心中更是开心 直说这两天 要去思南伯府看她 但是 牧师还是不许她出门 让她在家乖乖待嫁 义悠然只得先答应下来 随后看看 能不能偷偷跑出去 一起出了牧师的院子 义悠然开口问道 哥哥今年可是要参加科举 义冰博道 是啊 下个月便开始了 最近几天一直在问书 也就是今天得知你回来了我 这才出来的 义悠然对她哥哥很有信心 毕竟会逝时可是第一名呢 于是开口道 哥哥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高中的 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都说读完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不妨去街上走走 一来放松一下自己 二来体会一下民间的疾苦 可能会对你的科考又帮助 在她看来 科举也就是写一篇文章 出的题目 无非就是对某正式的观点 不听民生 怎么能正确判断呢 义冰博听了义悠然的话点点头 觉得妹妹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决定在这一个月中 要多出去走走 走到分岔口 义冰博突然开口 妹妹 你是喜欢金王的吧 义悠然不明白 她为何这么问 还是点了点头道 是啊 义冰博点点头道 若是金王带你不好 那便回家来 哥哥养你 说完便走了 义悠然看着义冰博的背影 心中满满感动 大声回答了一句 好 瞬间感觉自己的人生圆满了 上辈子无父无母 这辈子 上天给她这么好的母亲 还有哥哥姐姐 她也暗自发誓 也要用自己的力量 来守护她们 想了想自己母亲 其实她还是想给自己 找一个后爹的 就是不知道让哥哥姐姐知道了 能不能接受呢 义悠然回到了自己的悠然居 夏合正蹲在地上浇花 嘴里面还念叨着 小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这金王今天都已经回来了 马上就要大婚了 走过去轻轻地拍了她肩膀一下 夏合一转身 便看到了自己家小姐 然后不确定地揉了揉眼睛 瞬间眼泪便掉了下来 哭道 小姐你可回来了 你都不知道 奴婢有多担心你 义悠然看见女人流泪就头痛 于是开口道 你家小姐 我不是回来了吗 哭什么呀 夏合哭着道 小姐你走 怎么也不给夏合戴上 义悠然一头黑线 这句话怎么听上去这么别扭 立马道 佩佩 你小姐我才不走呢 好了 下次出去玩给你戴上 再哭就不漂亮了 夏合还是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义悠然想了想道 夏合 要不本小姐带你去收拾一室亭去 夏合瞬间止住了眼泪 道 那小姐等奴婢一下 说完便跑进屋中 义悠然以为 她是进去洗脸 谁知出来的时候 拿了一把匕首和一个铁锤 义悠然看到 她这个造型 好奇问道 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 夏合晒晒道 小姐不是要收拾她吗 义悠然夺过她的东西 然后教育夏合 我们是文明人 莫要整天拿着这些东西 要以德服人 知道吗 夏合还想说什么 义悠然已经拉着她走了出去 就这样 义悠然连自己的屋子都没有进 便又去了一师亭那里 进了院子 便看到门口站了两个丫鬟 那俩丫鬟正要进去通报 义悠然便制止了他们 义悠然走到门口 便听到一声瓷气碎裂的声音 还伴着一师亭的怒骂声 那贱人竟然是跟着郑北王他们一起回来的 他怎么不死在边塞呢 接着听到张氏的劝导声 师亭你莫要生气 你这么温柔漂亮 迟早会比他站得高 义悠然不等张氏说完 便直接进去道 张氏你怕是对温柔漂亮这个词 有什么误解吧 张氏与一师亭突然被这个声音打断 看到是义悠然走了进来 一师亭吓得立马坐在了凳子上 张氏更是被他收拾的 现如今见到他 忽悠瑟瑟发抖 颤颤巍微问道 义悠然 你来这里做什么 义悠然轻笑一声 这不出去玩一圈 回来了不得来看看 你们俩是不是还在 义师亭慌忙捂住耳朵道 你来做什么 你走 你快走 第124章 与义师亭的交易 义悠然在桌旁坐下 瞥了义师亭一眼 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又给义师亭也倒了一杯 说道 姐姐目前的身子呀 受不得气 喝口水降降火吧 说着 就将自己面前的一杯水一饮而尽 义师亭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看他 已经将杯中水喝了 还是自己房中的茶具 倒也没什么可疑的 加上自己 也确实感到有些口渴 便端起水杯 一饮而尽 义悠然见他喝了水 便拿出一个木盒子 义师亭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 只见义悠然慢慢打开盒子 盒子里面有一只小虫子 义师亭问道 这是什么 义悠然回答道 这是你刚刚喝下的那只小虫子的母亲呀 义师亭指着义悠然还没有说出话 便开始干呕起来 这时 义悠然轻轻戳动盒子里的那只虫子 义师亭的肚子便开始疼了起来 张势忙扶着义师亭道 你对师亭做了什么 义悠然看义师亭的表现 暗暗也有些心惊 感觉就像孙悟空在 铁扇公主肚子里那种急事感 于是淡淡开口道 这次去边塞一趟 也没给二姐姐带什么礼物 就是偶然得到了这一只蛊虫 特地过来让二姐姐尝尝先 毕竟二姐姐在我回来前 也劳心劳力地 给我准备了见面礼不是吗 二人听到义悠然的话便知道 他已经知道那谣言的事情了 张势开口道 你今天回来 那谣言不是不攻自破了 为何还要来害尸挺 义悠然笑了 是啊 所以我也是按照你们的逻辑来的呀 我也没打算要二姐姐的命啊 我准备先折腾一阵她 再给她解了这个蛊虫 你们也莫要在乎中间的过程了 不就是受些罪而已 只要二姐姐活着就行了 张势算是看明白了 这个义悠然 就是不想让他们好过 直接问道 你到底要折磨我们到什么时候 我是做错了事情 可我已经受到惩罚了 失血也已经跟着张家流放了 你还要怎么样 义悠然笑道 这也怪不得我啊 每每在我快要忘了 你们的时候 你们总是会跳出来 找点存在感 让我想忘记 你们也拿 张势 这还怪她了 义悠然看了眼 一失听发现 她已经恢复了一些 冷汗已然浸湿了头发 便没再拨弄那母骨 心到怪不得司徒乐山 他们能赚那么多钱 这么一只简单的蛊虫 便能让人痛成这样 果然是控制人的戾气 心中更加坚定 一定不能让这种东西再出现 于是便朝着一失听走去 一失听以为她又要过去伤害她 便坐在地上慢慢后退 颤巍巍开口道 你要做什么 义悠然直接道 帮你解骨啊 一失听当然不信她能这么好心 将蛊虫下进她身体中 又要给她解骨 直接吓哭了道 义悠然我错了 我再也不与你为敌了 你放过我好不好 说着直接跪下 要给义悠然磕头 义悠然一阵无语 她这是给一失听 造成了多大心理阴影啊 想想 其实也不怪一失听 义悠然每次收拾人的时候 她基本上都在场 由于对义悠然的关注 即使她不在场 也有人事后说与她听 再加上自从义悠然那次 从破庙回来后 与义悠然的交锋 她从来就没赢过 久而久之 就在她的内心深处 就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张氏也是不相信 义悠然会那么好心 为一失听解骨虫 但她也不敢上前阻拦 旁边还有个夏合 正虎视眈眈地看着她呢 因为义悠然 不让她拿匕首与锤子 所以夏合不知道 在哪找了一个木棍 拿在手中 像急了一名打手 惊雷在暗处看的 也是嘖嘖称奇 真是谁的丫鬟像谁啊 夏合这丫头 越来越像土匪了 义悠然不理会她们 直接拽着义失听的手腕 拿着那个木盒子 立声开口道 你在乱动 那边是死路一条 义失听听到义悠然的话 立马吓得不敢乱动 义悠然拿着一根银针 扎了她的痛穴 义失听痛得惊呼一声 义悠然直接将一粒药丸 扔进她口中 义失听猝不及防 便咽了下去 顿时惊慌开口 你 义悠然直接道 闭嘴 义失听便不敢再说什么了 不一会她便感到体内 有个东西冲向心口 义悠然拿出银针 又在她身上扎了几下 然后拿出匕首 罩住她的胳膊滑了一下 没过一会儿 一只透明的小虫子 便从伤口处爬了出来 义悠然看着比刚刚大上 一倍的蛊虫 心中惊讶 她的生长速度的同时 还是快速将她装进了墓盒中 张势看着义悠然 弄不清义悠然的目的 为何给义失听下了蛊虫 又这么快给解了 她不知道的是 义悠然只是想在义失听身上 实验一下蛊虫的解法 事实证明 义悠然成功了 她给义失听解完蛊 心情大好 便决定 今天不再折腾他们母女了 便与他们谈起了正事 至于什么正事 当然是关于义失听与太子的事了 义悠然开口道 我都走这一个多月了 太子还没有将你抬进府 义悠然比一 太子这个渣男 义失听一想到这事 便是一阵心塞 这一个月 就是她上门去找 太子也没有见她 义悠然看她的表情 便知道此事定是不顺利 看在今日 她当小白鼠 还算合格的份上开口道 两个月内 我可以让太子娶你做正妃 义失听惊讶地看着她 似是不相信她会如此好心 她与张氏商量着 也就是让太子将她抬进府 做个良地 没想到义悠然竟然说 让她做太子妃 义悠然看着她淡淡开口 怎么 不相信 不相信那便算了 说完便准备往外走 义失听看她准备走了 立即便叫住了她 问道 你有什么条件 义悠然笑了笑 看来义失听 对她是一点信任都没有呀 想了想开口道 我相中了太子的一件宝物 你当上太子妃作为报酬 将太子藏宝物的地方告诉我 她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要不然义失听定是寝室难安 说不定还会再出什么幺蛾子 可当她后来到了太子司库 看到那么多宝物时 瞬间感觉 这个交易值了 第125章 计划出行 义失听想了想 全然不顾张氏拉她一脚的手 直接就同意了 显然与义悠然之间的恩怨 全然没有荣华富贵来的重要 义悠然见她同意 心情也是十分的好 走到门口开口道 二姐姐 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子 毕竟黄四 可是经不起一点闪失 说完便带着夏合离开了 留下一师庭母子两人面面相去 一师庭问张氏 母亲 她刚说的是什么意思 张氏摇摇头后 又看向义悠然的肚子道 你不会是有太子的骨肉了吧 一师庭摇摇头 后又想到 魁水确实到现在还没有来 于是便道 母亲 义悠然不会真的这么神吧 紧紧一眼就能看出我有身孕了 后面的话她没有说出口 若义悠然真的这么厉害 自己以后真的能斗得过她吗 张氏定了定心神道 还是找个大夫看一下吧 后又想了想 不妥又道 我们俩乔装一下 找外面的大夫给你整办 母女俩和解了一下 便带着面纱出门了 义悠然带着夏合 走出了一师庭的院子 夏合疑惑道 小姐不是来找二姐的麻烦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需给了她那么大的好处 义悠然揉了揉夏合的脑袋道 收拾她 有的是机会 但现在她还有用 夏合更不解了 那为何小姐还要为她解骨 骨虫在她身体里 不是更好控制 义悠然摇摇头道 夏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一旦跨越了底线 和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 夏合似乎是懂了 但又似乎没懂 但她知道的是 她的小姐应是不屑于用这种手段的 义悠然帮助一师庭 坐上太子妃的位置 自然也是有自己想法的 既然君哲旭已经有心那个位置了 那便不能再让太子的势力再次做大 目前看来 一师庭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毕竟太子之前对一师庭 也是有益的不是吗 更何况 一师庭也已经怀了太子的骨肉 太子更跑不掉了 义悠然回到悠然居 便让夏合给她打了温水洗澡 出去了一个多月 回到家 当然是要洗个香喷喷的热水澡了 可还没等她洗完澡 便听到了院子中吵闹的声音 那个声音最大的 不是君悠悠又是谁 义悠然一头黑线 草草洗了洗 便穿着衣服出去了 出门看到 不仅仅有君悠悠 还有木星兵 继泽宇 君一臣三人 义悠然上前敲了君悠悠的头 道 你都不能明天来 今天先让我休息休息 话说这丫头 也是在外面忙了一个多月 怎么一点也不疲惫呢 君悠悠吃痛的 捂着被敲疼的脑袋道 是他们三个急的来见你 你干嘛敲我头 一会给我敲笨了 义悠然讥讽道 本来就不怎么聪明 没准多敲几下 就能开窍变聪明了呢 君悠成直接开口道 我也觉得他不太聪明 悠然你下次出去 别戴这个傻帽了 就戴上我 听君悠悠说的 他们一路上的事情 君悠成早就心痒痒了 特别是那个虫窝 君悠悠说的那么漂亮 特想去看一下 义悠然让他们在院中等着 自己则进了屋中 实则是从空间中 拿出了给他们带的礼物 出去后一一分给了他们 然后开口道 本来我这两天就准备去店铺一趟的 既然你们来了 那我今天便与你们说了 当时店中招的那四十名女工 现在如何 记则语道 挺好的 有几个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义悠然点点头道 挑出来二十名工作能力强 且忠心地交给君悠悠 然后 你们再继续招一些人 男的女的都要 尽量挑一些有些拳脚功夫的 最重要的一点 是必须要忠心 君悠成疑惑地问道 悠然 你这是要干什么 义悠然认真道 你们想必也是听悠悠说了 此次瘟疫是如何开始的吧 那些人可不是什么善查 咱们基本上已经掌握了 那些人隐藏的位置 君哲旭已经派人去捣毁他们的据点了 但那些人一旦得知据点被毁 定然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我们也要有所准备才好 一番话说的几人都很气愤 纷纷怒骂那倒国人的无耻 记则语问道 悠然你找这些人 又不能上战场 是要干嘛呢 义悠然道 战争当然用不上了 可我们可以与他们打商业战呀 慕容已经去打探他们的位置了 到时候挣他们的银子 然后用他们的银钱买武器 给君哲旭来灭他们 四人听了他的话 无不激动万分 一悠然适时 又泼了一桶冷水 开口道 这件事不是我说就可以办成的 首先要保证我们的人绝对的忠诚 还有语言的差异 还有开店的一系列琐事等等 不要想得太过简单 美颜堂之所以能这么快 在京城站住脚 也是因为 别人不敢轻易动你们 乃至你们身后的家族 而想要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站稳脚跟 首先就必须要平衡各方面的关系 稍有不慎 就是万劫不复 君悦悦听了易悠然的话道 悠然 你是不是想让我先带那二十名女工 先学习那边的语言 易悠然点点头 道 在学习语言的前提下 你还要教他们武功 每个人去那里之前 必须要有自保的能力 否则便不要去了 她的人 怎么样出去 便要怎么样回来 易悠然又给他们几人分别交代了任务 看时间不早了 晚上 还要去皇宫赴宴 留下了君悦悦 准备亲自将这丫头送回宫 省得她半路又跑路了 当初是她将她带离皇宫的 如今当然也要亲自将她带回去 交给她的皇帝老爹 君悦悦的好心情 在得知要回宫的那一刻 彻底没有了 直呼是易悠然与镇北王将她骗回来 其实易悠然也一点也不想参加那老十字宫宴 去了两次宫宴 每次都有事情发生 能喜欢才有鬼 可还是不得不去 干了这么多事 总得去找皇帝讨个赏吧 第126章 中间又挨刀 快到傍晚时分 易悠然便与牧室君悦悦一起去了皇宫 因为君悦悦是偷偷跑出去的 所以先回去给皇帝请了罪 易悠然便准备与牧室先到晚宴的地方 路过御花园时发现一个多月没来 里面的花又开了许多 易悠然心想 不知道上次那么多花瓣君悦臣用完了没 若是用完了得赶紧来进进货了 易悠然想着晚宴开席还早 便拉着牧室一起在御花园赏赏花 倒也惬意 这是一位宫女走了过来 直接开口道 易小姐 皇后娘娘有请 易悠然心想 皇后的速度也真是够快的 她才进宫不到一刻钟 这就知道了 还是原本就在这里等着她呢 她也明白 皇后找她准没好事 便想也不想到 不知皇后娘娘找臣女合适 臣女此时正巧肚子有些痛 想来晚宴就能看到皇后娘娘奉言了 臣女一会拜会便是 那宫女岂会如她所愿 直接道 太医如今也在娘娘宫中 正好可以为易小姐整治一二 说着便伸手拉易悠然 易悠然闪身躲开 开口道道 还请稍等片刻 臣女将母亲送回殿中 便去拜会娘娘 说完便拉着牧师准备走 显然 那宫女是个恋家子 上前一步 直接拦住了她的去路 道 皇后娘娘自会派人将幕夫人送去宴会 易小姐还是跟奴婢走吧 不然单的太长时间 幕夫人到不了宴会 那可就 易悠然听出了她的威胁之意 牧师自然也感觉不对 开口道 臣妇也许久没有同皇后娘娘请安了 不知可否一起觐见皇后娘娘 易悠然知道 母亲是担心自己 所以拍了拍牧师的手 道 母亲 想必皇后娘娘也是想问我瘟疫的事情 我去去便回 您先去殿中等我 说完还朝牧师摇了摇头 牧师见状 只得点头缓步朝大殿走去 那宫女见牧师移走 便直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道 易小姐 走吧 易悠然站在原地 直到看到牧师进了大殿 这才扭头朝那宫女道 带路吧 宫女看着易悠然那平淡无波的模样 冷笑一声 便在前面带路了 易悠然知道 皇后敢如此明目张胆找她 定是做了万全准备 也怪自己刚回来 完全没想到 皇后会出手如此之快 此时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跟着宫女走到了皇后的凤妻宫 一进殿便看到皇后正坐在正位上 看到她便想起上次太子所受的罪 直接便喝道 易悠然你可知罪 易悠然也懒得与她客套 连行礼都直接免了 开口问道 欲加知罪 何患无辞 不知娘娘要在我身上 加上何罪 皇后直接开口道 易悠然以不洁之身会乱宫廷 妄想嫁于金王 令我皇室蒙羞 来人 先替她检查一下是否完毕 说完屋中的两个嬷嬷 便直接上前狱将她拿下 都已经定了罪了 还要嬷嬷来验身羞辱她 看来上次对太子的事 给皇后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啊 易悠然心中权衡了一下 今日怕是不能全身而退了 皇后既然就直接来明帝了 那她自恃也不能怯场了 与其被她蹂躏羞辱一通 还不如先拉几个垫背的 易悠然看着朝自己走来的两个嬷嬷 带她们走近 快要拉住她的手臂时 直接反手扣住她们 然后一脚一下 直接将她们踢得老远趴在了地上 皇后见状也没有多生气 好似猜到她会如此这般 接着命令道 来人 一家六小姐妄想对本宫动粗 拿下她 易悠然快被气笑了 这有权利就是好啊 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不过易悠然此时也没空反驳 因为已经出来十来个带刀侍卫向她走过来 想也不想 就直接杀了过去 赤手空拳仙打倒了一个 然后夺了刀便开始反击 易悠然擅长的 毕竟是近身搏斗 剑实在不是她的强项 再加上大内侍卫 个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很快便落入了下风 一个侍卫一脚踢上了她的腹部 易悠然在地上翻滚一圈 还没来得及起身 那几名侍卫便以起身向前 带头那个 竟然向她的胸口刺去 易悠然慌忙闪躲 只听扑斥一声 那剑直接刺入了她的肩胛骨 可见皇后是起了杀心的 她此刻根本没空思考 因为下一剑已经刺了过来 易悠然心道 今日恐怕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但还是用尽力气 往右边闪了一下 于是 她再次听到了 利剑穿过皮肉的声音 这时 皇后突然叫停了那侍卫 拿着一把匕首 易悠然看到那匕首 竟与她的那一把一模一样 皇后先往自己手臂上刺了一刀 然后冷笑着走了过来道 易悠然 听说你能扎别人几十刀而不死 令本宫很是好奇啊 说着便一刀扎进了易悠然的大腿 易悠然疼得闷哼一声 虽浑身冷汗 但还是没有叫出声来 皇后见状冷笑 你还是个硬骨头啊 我都不信了 你能挺几刀 说着便又朝着易悠然扎下 易悠然没有说话 积攒着身体中的最后一丝力气 在皇后要扎下时 抢过皇后的匕首 直接朝着皇后的脸刺去 她已经这个样子了 自然也不想让皇后好过 能还上一刀是一刀 侍卫们在皇后过来时 以为易悠然已经没有了反抗能力 便后退了两步 如今见皇后又被易悠然刺了一刀 立马上前准备一剑了结了她 就在这时君月月突然从外面冲进来 直接将那侍卫踢飞 后面紧跟其后的是君奕臣等人 迅速出手 将剩下的几名侍卫置住 易悠然看她的小伙伴们过来了 便放心地晕了过去 君月月赶忙扶住她 叫着她的名字 木星兵跑过来 抱起她运起轻功 便朝太医院冲去 君月月紧跟其后 这时又出来了十几名侍卫出来阻挡 君奕臣与继泽宇 直接拎起长剑杀去 这才令三人出了皇后宫中 出来后君月月便直接朝皇帝的义士殿跑去 心到这是必须要赶快让三哥知晓 不然皇后再来一拨人 怕是要阻拦不住 第127章 靠山齐聚 木星兵将易悠然抱进太医院 便开始大喊 当她将易悠然放在太医院的床上时 直守的太医也已经差不多到了 看到易悠然以及木星兵浑身是血的模样 那太医也不敢问是怎么受的伤 便直接帮她止血包扎了 这边君月月又再次地闯进了殿中 她刚刚回宫本要见皇上 但听说皇上在镇北王他们进宫后 便一直在意识 君月月便想着先去找易悠然 也得亏皇上没有见她 她才有机会早早去了大殿 看到牧师被两个宫女胁迫 而后收拾了那两个宫女 这才知道易悠然的下落 皇帝从太监那里 就已经得到了君月月回宫的消息 正准备谈完正事去收拾这丫头 谁知她倒是又闯进了易事殿中 正准备呵斥她 见她又朝着君哲旭哭着大叫 三哥 你快去救悠然 她被木星兵抱去太医院了 君哲旭听到易悠然太医院这六个字 下一秒便消失在了殿中 皇帝见君哲旭已经离开 又看了一眼君月月 发现这丫头衣衫凌乱 身上还沾染着血迹 不禁心头一紧 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君月月就把他们几人到的时候的场景说了出来 听得木丞相与镇北王也是心甘直颤 既担心易悠然想去看看 又担心走后一会 皇后那边又过来重创悠然 想着 反正君哲旭已然过去 他们便在这里看看事态发展 权衡一二 而同在易事殿的太子 确实洋洋得意 想到自己听到母后的计划 微微弯起了唇角 君哲旭很快便到了太医院 一进门便看到几个太医在围着一个人 君哲旭的心脏瞬间漏跳了两拍 而后便看到木星兵满身是血的站在一旁 木星兵看到了君哲旭到来之后 便道 是皇后 我们去的时候 表妹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有五六个侍卫拿着剑证鸟对她出手 君哲旭没有说话 只静静地站着 透过人群看到了一悠然苍白的小脸 指甲深深嵌入掌心 却浑然不知 直到几位太医处理完 叫来一女包扎君哲旭 才开口问道 她 怎么样 这声音细听都能听到里面的惶恐 其中一个太医恭敬回答道 这位姑娘中了一刀两件 只是中间的位置血流的比较多 这才失血昏迷了 微臣已将伤口处理好了 日后好好僵养 应该无碍 但不要随意动她 因为伤口位置比较特殊 稍微挪动一下 便可能会引起不适 木星兵听到太医如此说 也是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抬眼看到君哲旭 发现她的脸色 依旧还是阴沉的吓人 想着这件事 毕竟是在皇后殿中发生的 刚刚皇后好似也受了伤 她也要提前告知一下祖母 于是便对君哲旭道 金王 你好好陪表妹 我先出去了 君哲旭在木星兵出去后 便慢慢地走到易幽然的身边 伸手将她凌乱的发丝捋顺 却不敢动她一分 就这样 看着依女为她包扎好伤口后 才轻轻坐在她床旁 握住她的手 若是易幽然清醒着 便会发现 此刻她的手竟然微微发抖 这边木星兵出来之后 便看到了正往这边走的 君一臣记泽与二人 然后便对二人 说了易幽然的情况后 便将他们带走了 三人走到大殿 木星兵便将这件事 告诉了木老夫人 木老夫人听后 当即便站起身来 要去找皇帝 牧师本就离自己母亲没多远 看到自己侄子 一身狼狈静电 心中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如今见自己母亲 怒气冲冲起身 便直接跟了上去 问道 母亲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木老夫人看着自己女儿 一时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 叹了一口气道 走吧 你也该去看看 边走边说吧 那边君一臣与记泽与两人 也都跑到自己母亲身边语 镇北王妃一听 是自己一女出世 更是坐不住了 也直接去了皇帝那里 长公主听了自己儿子说的事情 虽然跟义悠然没什么交情 但自己家的臭小子也出手了 便不能袖手旁观了 估摸着晚上皇上皇后 是不会出席宴会了 于是招呼着宫女们将菜上了 她便也跟着去了议事殿 议事殿中果然没一会儿 皇后身边的嬷嬷 便在外面哭求着要见皇上 皇上派人将她请了进来 那嬷嬷一进门便哭诉起来 大致的意思也就是 皇后好心请义悠然 去商量大婚事宜 义悠然不领情 后来便忤逆皇后 对皇后下手 乃至最后还大逆不道地 划破了皇后的脸 君月月站在一旁 听着那嬷嬷的讲述 这个嬷嬷本就是皇后的爪牙 跟着皇后以前也没少折腾君月月 君月月听她讲完 立即反驳道 你胡说 我们去的时候 那些侍卫 明明是对悠然下了毒手的 皇帝在一旁 听着没有说话 皇后父亲虎威将军周震 直接跪下 请皇上为皇后娘娘主持公道 这一家女子 还没有嫁入皇家 就无视皇后娘娘 奉以敢对未来婆婆出手 以后可还了得 皇上没有直接回答 看向义红道 义红 虎威将军要求为皇后讨回公道 你可要为自己女儿辩解 义红听到皇上点到她的名字 吓得直接跪到地上 刚刚她就 尽量缩在后面 以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听了那嬷嬷的话 更是恼怒一悠然 这个逆女不服管教 张氏以前怎么不弄死了算了 这次出这么大事情 弄不好就要牵扯到整个国师府 眼见皇上已经问到自己 义红直接开口道 微臣叫女不言 微臣 愿将那逆女带来 任由虎威将军与皇后处置 镇北王与牧丞相 听到义红如此说 快要气死 正准备开口 外面传来一道女声 义红 悠然是你的女儿啊 这回还躺在那生死未卜 你就这般置她于不顾 说话的正是牧师 与牧老夫人还在殿外 直到此刻此刻她才明白 她的底气从来就不是义红 而是她的爹娘 第128章 何离 皇上得知 牧老夫人在外厅候着 便让人请她进来 牧老夫人便在牧师 与记泽宇的搀扶下 进了义室殿中 三人对着皇帝行礼后 便站在一旁 牧与宁 曾是京城第一才女 皇帝自然也是使得她的 便开口问道 牧与宁 此事虎威将军要求严惩 你怎么看 虎威将军见皇帝 竟然询问一介妇人 立即开口 皇上 还不等她说话 皇上便抬手制止了她 牧师深吸一口气道 皇上 臣妇 虽是妇道人家 但也知道 不能仅凭一面之词 就草草定罪 相比皇后娘娘的伤情 臣妇女儿显然更严重 若不等臣妇女儿醒来就定罪 臣妇不服 皇帝问道 那若真的是 一悠然以下犯上又该如何 牧师回答道 皇上 悠然是臣妇女儿 臣妇清楚 她是什么样的人 若是她醒来之后 承认对皇后娘娘不敬 那便是 臣妇管教不严 臣妇愿与她一同获罪 这时 郑北王妃与君义臣 从殿外走进来道 悠然也是本王妃的义女 若是获罪 那还请皇兄一起治了臣妾的罪 长公主紧跟其后 自是听到了郑北王妃的话 不由得好奇 这一悠然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几个小辈 不惜与皇后对抗 也要护着 竟然连镇北王妃 都对其爱护有加 皇帝看到 就连长公主都过来了 便问道 霓裳你 又是来做什么 长公主君霓裳 带着纪泽瑜 与皇上行礼后便道 臣妇也听我家这小子 说起此事 所以前来看看 泽瑜一臣 他们平时做事 虽有些毛躁 但还是有分寸的 臣妇 也求皇兄等那丫头醒了 再做决断 虎威将军听到这一个个 都在为夷然找借口 更是生气 于是开口道 皇上 亦幽然只是一介臣女 竟然敢与皇后娘娘动手 无论对错 本就是大不敬 女子在家从父 刚刚国师已然承认 还请皇上明见 皇帝坐在正位没有出声 他在外人眼中 对君哲戌 一直都是淡淡的态度 甚至还有些苛刻 此时这么多朝臣 他也不好偏心的太过明显 这件事 正如虎威将军所说 亦幽然朝皇后出手 本就是大不敬 若不治罪 又将与皇室威严置于何地 所以便任由这几人在这里对峙 镇北王四世 看出了皇帝的心思 刚准备开口 沐宇宁开口道 悠然自小 便被义弘那蛇蝎平气换走 从小便无依无靠 过得更是苦不堪言 义弘他从未教导过 如今悠然回到臣妇身边 义弘更是丝毫也没有做过一件 一个父亲应当做的事 悠然无论怎样是 臣妇女儿 国师大人怕被连累 但臣妇不怕 故恳请皇上允许臣妇与义弘合理 我母女以后无论如何 都与国师大人毫无干系 他本想将儿子也带走 但义弘博毕竟是国师府长子 义弘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如今还是先保住悠然 省得义弘再从中阻挠 义弘看到镇北王妃与常公主 都有心偏向义弘然时 确实是有些动摇的 没想到义弘然竟然能入得了 镇北王妃的眼 如今听到牧师突然要合离 顿时有些炸毛 目与宁 然而牧师却看也不看他 眼神坚定地看着皇上 皇上有些头大 他是真的没有处理过大臣们的私事 如今牧师已经求到了他这里 他也不能不管 于是问道 义弘 牧师想与你合离 正想知道你的想法 义弘深吸一口气 回答道 回皇上 臣不同意 当初牧师乃臣的母亲 三眉六聘索取的结发之妻 这么多年臣 虽有其他妻妾 但也未曾苛待于他 如今母亲已经去世 臣更不可能做出休妻这档子事 所有人听了他的话 都觉得有些厚颜无耻 牧师明明说的是合离 到他这里 就变成了休妻 皇帝听了他的话 却是觉得后悔 想到太子如今的模样 那不正是这个义弘叫出来的 皇上瞬间觉得他俩合离了也好 省了以后 他的小皇孙 在受这个便宜外祖的影响 义弘不知道的 是他 若是同意与牧师合离 众人或许还能高看他一眼 皇帝做了决断 但也不好明说 直接道 那既是父母之命 你的父母已经过世 那朕便问问 这牧与宁的父母 牧丞相 牧老夫人 你们可有何意见 义弘看到皇上问牧丞相夫妻 心中的石头边落了地 试问 谁家会同意自己的女儿 已经这个岁数了 再回到娘家的 可就在他得意洋洋的时候 牧丞相开口道 老臣支持女儿的决定 义弘以为自己听错了 叫道 岳父大人 可他话还没有说完 只听牧夫人道 臣妇也支持 臣妇最是明白 女儿这么多年 在那国师府过的什么日子 想那义弘 当年与宇宁已有婚约 婚前便与那张事尤染 之后又娶那毒妇为平妻 来羞辱我丞相府 他若是对宇宁好也就罢了 婚后纵容那张事 将府中中愧夺取不说 还用一个死因换走了悠染 如今东窗事发 却依旧留着 那毒妇在府中 如今宇宁想通了 臣妇自然是支持的 义弘还想说什么 牧师的哥哥穆清风 直接走出来 一脚将他踢倒在地 怒斥 义弘 你休要再辩解 若不是今日 我竟不知我的妹妹 在你国师府如此受罪 二十年前 我怎么将我妹妹 送出丞相府的今日 我便怎么将我妹妹带回去 说吧 还觉得不解气 又上前揪着她的衣领 在她耳旁道 今日你若不同意合理 那明日 我便让与您丧夫 一红一介文官 论戾气 怎能比得上身为 票弃将军的牧清风 又被他威胁一通 早就没了力气 最后还是虎威将军 看不下去 被身旁的一个官员 使了个眼色 那官员这才将他扶起来 皇帝看到这里 这件事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 这才适时开口训斥了牧清风 牧清风 大殿之上 岂容你如此动手 一会下去自行领罚 牧清风老老实实应了声势 他知道 皇上无心罚他 此举也算是堵住了那些老臣的嘴 还有这个自行领罚 罚多少罚什么 还不是他自己说的算 皇上见这件事已经差不多了 便让人拿了纸笔 当场便让二人签了和黎叔 牧师看着那和黎叔 惊讶于没有一点伤心的感觉 竟还有了一丝解脱的快感 第129章 清醒 皇上有些头疼 本来今天晚上好好地庆功宴 他这边与一众大臣 还在商议着边陲三郡的事情 君月月就闯了进来 带来了皇后与易幽然的事情不说 这现在还得盼着和离官司 这两人和离之后 这又得回到皇后的事情上 不由地暗骂皇后 好好地找易幽然 那个小煞星做什么 身为一个皇帝 想吃口饭 竟然也是这么难 虎威将军 想着君哲戌没在这里 就想赶紧给易幽然定了罪 眼见易红这边已然行不通 便准备打感情牌 皇上 皇后与您抗力情深几十载 如今受这种折辱 不惩处了那易幽然 老臣实在心有不甘啊 说着便又跪了下去 剑虎威将军跪下 身后的太子 与其他几个官员 也齐齐跪下道 求皇上严惩易幽然 大有威胁之意 这时 镇北王开口道 如今 皇后与易幽然 两个当事人都不在这里 仅凭一个奴才 在这里讲的话 便断定 未来金王妃有罪 也着实有些不妥 审判犯人 还得要其认罪化压呢 不如等那丫头醒来 皇后的伤也稳定下来 再做决议 虎威将军还没来得及反驳 皇帝已然开口 镇北王说得有理 那便等两个当事人 都醒来再说 虎威将军 应当不介意再等两日吧 虎威将军见皇帝 都如此说了 便也不能再说什么 皇帝叫着高公公去了凤七宫 皇后受伤 若他今日不去探望 明日盐官们就又有事做了 众人见皇帝已经走了 便也都起身离开 镇北王夫妇与牧师 他们去了太医院 去看了易幽然 看他已然脱离危险 便都放心地出了宫 出宫后 牧师便被穆老夫人 直接带回了丞相府 这自始至终 君哲旭一直都在易幽然的身边 易幽然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 还没睁开眼睛 稍微动了一下 便引起了剧烈的疼痛 然后回想了一下 昨天发生的事情 感觉自己实在是太丢人了 一点也不想睁开眼怎么办 君哲旭在他醒来时便注意到了 但见他眼睛迟迟不肯睁开 还以为他是怎么了 便轻轻叫道 然而 易幽然听到君哲旭在叫他 心想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索性便睁开了眼睛 看到君哲旭那狼狈的模样 瞬间心里平衡了 然后咧嘴笑了一下道 君哲旭 今天的你好丑啊 君哲旭看他还有空来调笑他 便放下心来问道 可还有哪里不是 易幽然说 动一下就痛 你说呢 回去之后 我一定要苦练轻功 下次再打不过的时候 最起码还可以跑 君哲旭问道 你想吃什么 我让玉厨给你做 易幽然突然想起 自己昨天晚上都没有吃到晚膳 于是问道 昨晚上的公宴你去了没 那才好吃吗 君哲旭看着面前这个没心没肺的丫头 都伤成这样了 还在惦记着没吃到的公宴 便叫来了太医院的人去端来膳食 两人都绝口不提昨晚上发生的事情 没一会 早上便端了过来 易幽然没办法动弹 君哲旭便亲自为他吃了饭 易幽然看着美男吃着饭 吃完还不忘盯着君哲旭 也喝了一碗粥才罢休 没过一会儿 君月月便到了太医院 看到易幽然醒来很开心 但还是见兮兮地说道 悠然你的命真硬 流了那么多的血 这么快就醒了 易幽然看到 他的黑眼圈 想必他昨晚也定是没有睡好 今天这一大早就来了 心中暖暖的 也就破天荒的 没有再对他 跟着他调侃了一句 那是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祸害一千年吗 君哲旭见他无事 便准备出去交代一些事情 易幽然看着他的背影 说了一句 有仇我喜欢亲自报 君哲旭的并没有说话 便走出了门 既然他要亲自报仇 那就替他扫平别的障碍 君哲旭走后 君月发现 易幽然一直盯着他看 不禁摸了摸脸 但问道 我脸上有花吗 易幽然看着他慢慢道 正常的桥段 不就应该是君哲旭来救我吗 你是不是拿错剧本了 君月想了半天才明白 易幽然说的是什么 试探道 那要不吓回我 提前去将三哥找来 就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易幽然用完好的手 敲了他的脑袋 道 等你一来一回 老娘就要死敲敲了 君月月摸着被打疼的脑袋 感觉自己太难了 明明每次救完 就第一时间通知三哥了 然后易幽然又问了昨天的事情 君月月便提起兴致 与他讲了昨晚一时点发生的事情 还有那么多人为自己而出头 实在是感动得不行 原来在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收获了这么多的亲情与友情 得知牧师竟然为了与易红合离 心中更是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 君月月以为他 是在难过 劝慰道 没事了 虽然牧伯母与国师合离了 但你还有丞相府 还有牧舅舅 还有我们呀 肯定不会让你 嫁到金王府受欺负的了 易幽然怪异地看着他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不开心了 我早就与母亲说过 与易红合离了 如今终于跟他没关系了 我一定会给母亲 找一个比一红强一万倍的好男人 君月月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道 这年头这么努力 给自己找后爹的人 你也是头一个了 易幽然不以为然 为什么男子不喜欢了 就可以三妻四妾 女子合离了 就不能寻找自己幸福了 君月月 说得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君月月问道 父皇说了 等你与皇后清醒后 便要审了 你与皇后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易幽然这才将昨天的事情 告诉了君月月 君月月唏嘘道 皇后这次可真是下了血本了 为了弄死你 竟然不惜搭上自己 你那一道 也真是够狠的 听说太医院院守 从昨晚到现在 都一直在奉七宫 皇后怕是要毁容了 据说虎卫将军 连夜派人去找慕容了 易幽然淡淡道 人之将死 还这么在乎 皮相做什么 听得君月月激动不已 问道 幽然 你准备怎么对付皇后 易幽然冷笑一声 她一击未能将我杀掉 那后面的事 便由不得她了 第130章 被易把匕首给救了 君月月待了一会便走了 走的时候还留下了小绿 就是当初第一次见易幽然时 拿出了那只绿色蜥蜴 说是给易幽然解闷的 易幽然表示她真的不需要啊 有那个闲控 还不如与君哲旭 好好培养培养感情呢 果然君月月走了没一会儿 君哲旭便进来了 易幽然马上将那蜥蜴 扔在一旁 一副很柔弱的样子 开口道 王爷 我想喝水 君哲旭没说什么 直接走到桌旁 倒了一杯水端了过去 易幽然却并没有接住 对着君哲旭撒娇 手没有劲 你喂我喝 君哲旭无奈摇头 刚刚敲君月月的头的人 不是他吗 但他还是轻轻扶起了他 让他靠在自己的胸膛 然后自己喝了一口水 直接吻上了易幽然的唇 易幽然有些猝不及防 呼吸控制不住紧促起来 君哲旭担心碰到他伤口 将水度给他之后便松开了 问道 然而可有解渴 易幽然没想到 这丝静突然变得如此梦浪 苍白的脸颊染上一丝飞红 想了想 觉得自己不能认怂 于是疏人不疏正地开口道 没有 再来 君哲旭听到他如此说 虽然很想在一场方唇 但还是因为怕碰到他的伤口 端起水杯 递到他唇边 让他饮下那杯水 易幽然确实也有些渴了 乖乖喝下水后 却还是赖在君哲旭的身上 他也不明白 为何变得如此矫情 就是挺贪恋于君哲旭这一会儿的温情的 君哲旭将他往怀里拥了拥 开口道 下次可莫要这般了 你的后盾一直都是本王 易幽然点点头 他也没有想到 皇后会在他回来的第一天 如此地下死守 一旦他从空间中拿出武器或是毒药 立马就能被皇后抓住小辫子 不过想想现在这个局面 也没有好到哪里 皇后坐在铜镜前面 手慢慢地俯上被白布包裹的脸 太子与八皇子 透过铜镜 看到自己母后那眼底深处遮挡不住的阴霾 他俩自小在皇后身边长大 皇后的性子 他们比谁都清楚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皇后看到他俩唯唯诺诺的样子 便更来气 但还是稳定了自己情绪 平静地问道 那个贱人醒了没 太子小心回道 刚刚太医院传来消息 据说是今天早上便醒了 只不过还不能动他 而臣已经派人通知了外祖父 想必一会外祖父便进宫了 皇后听到易幽然这么快就醒来的消息 更是怒气上涌 道 你们二人一会同 你们外祖父一起去见皇上 务必要将那贱人定罪 太子想到易幽然的模样 心中有些愤愤不平的同时还有些遗憾 皇后看到他的样子 立马上去给了他一巴掌道 你是忘记他之前是怎么对你了 你这个样子 迟早死在女人手里 这件事结束 本宫会尽快为了选一位太子妃 你后院的那些女人该处理 也赶紧将她们处理掉 太子应是 对易幽然的心思也暂且搁置了 不过一个女人罢了 哪里比得上江山设计对她的吸引力 易幽然中午正在不务正夜 与君哲旭打情骂靠时 这时皇上派人抬了一顶软轿 让易幽然过去问话 君哲旭本是不想让她去的 但易幽然秉着 有仇就要亲自报的原则坚持起身 君哲旭知道 以她的性子弱 让她待在这里 她前脚走这丫头后脚定然就跟上了 于是便亲自报她上了软轿 易幽然在走之前 专门吃了空间中的止疼药与消炎药 毕竟一会伤口疼痛 可是会影响发挥的 君哲旭便将她 抱到皇帝下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下 易幽然看到 皇后竟然没在这里 屋中坐着一个老头 想必就是皇后她爹虎威将军了 不怪易幽然自动忽略了 站在身后的太子与八皇子 因为这两人的战斗力实在是太若鸡了 皇帝看到 他被伤成这个样子 也动了恻隐之心 但碍于虎威将军还是问道 易幽然 可是你动手伤了皇后 易幽然不躲不避 直视着皇帝的眼睛道 是 皇帝还没有发火 虎威将军听到这句话便站了起来 双手抱拳对皇帝道 皇上 您看这妖女已经承认了 求皇上立即将这妖女治罪 皇上没想到 易幽然会如此直接 他刚得到消息 皇后宫中昨天当职的所有人 全部被杀了 不用想就知道 定是君哲旭的手笔 他以为这两人想要的 便是死无对证 已经想着 一会如何霍西尼将这件事糊弄过去 没想到这丫头竟然直接承认了 皇帝一时之间竟然有些错愕 这时 门外太监进来通禀镇北王与穆老夫人等人求见 皇帝想也没想 便让他们进来了 虎威将军看着进来的这一群人冷笑一声 知道他们定是来为易幽然撑妖的 不过他倒也不怕 这妖女刚已经当着皇上面承认了 且看这群人来 又能如何扭转局面 穆宇宁扶着穆老夫人进店 便看到易幽然小脸苍白的模样 眼泪差点就要掉下来 易幽然对他微微一笑 表示自己没事 这才没有失态 扶着穆老夫人站在店中 易幽然看了看不来的人 也是十分动容 心中满是感动 舅舅 两位表哥 镇北王 镇北王妃 长公主竟然也在后面 她的几位小伙伴们都更不必说 都站在了各自长辈身后 君玉月站在长公主身旁 还朝她挥了挥手 虎威将军看了这些人一眼 直接道 镇北王来得正好 刚刚这个义女已经承认了 对皇后动手的事 意思就是 不敬之罪已经坐实了 镇北王并不慌张 与镇北王妃一起坐下道 是吗 穆老夫人这时开口道 悠然刺伤皇后 可是用的匕首 八皇子回答道 那是自然 母后的脸 都被这个女人划花了 穆老夫人直接拿出一把匕首 道 那就没错了 悠然昨日就是用这把匕首 刺伤的皇后 在场的只有少数人 知道这把匕首的由来 虎威将军恰恰就是其中一人 看到这把匕首 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看着穆老夫人道 你确定要用到这把匕首 穆老夫人淡淡道 若不是这把匕首 昨日在悠然那里 这件事就拖不到今日 在场的小辈都听得云里雾里 就连一悠然都不明白 为什么外祖母要说她用的是 这把匕首 难道这把匕首戳人不痛吗 皇帝也问穆老夫人 您老真的 要用这块玉胚吗 这可是先皇赐您的匕首 答应您一件事 若您今日说了出来 那这匕首 正可就要收回了 一悠然一听 外祖母是将这么重要的事 用在自己身上 当时便坐不住了 准备阻止 可君哲旭却握住了她的手 轻轻地朝她摇了摇头 亦悠然不明所以 但既然君哲旭既然这样做那 必定是有理由的 于是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继续看戏 穆老夫人恭敬地将匕首还给了皇帝 请陛下收回这匕首 臣妇外孙女为求自保 才不小心用这把匕首 将皇后娘娘刺伤 求皇上念其年幼的份上 绕过她这一回 皇上听了穆老夫人的话 直接便让高公公收了玉佩 并说道 一家小六 看在先皇匕首的份上 朕今日便饶你一次 若是再有下次 朕绝不轻饶 第131章 有人送枕头了 义悠然恶然地看着皇帝 他这是被一把匕首给救了 这就是皇权 一把匕首 竟然比这么多人说话来得好使 怪不得权力自古就能使人疯狂 果然只有 站在金字塔的顶端 那才是真的实现自由 皇帝建议悠然看着她竟然在走神 不禁怀疑 皇后那几刀 不会让这丫头伤到脑子了吧 于是倾咳了一声道 一家丫头 你是对朕的决定不满意吗 义悠然这才回过神道 回皇上 臣女很满意 不过臣女已经不是一家丫头了 我决定 以后就跟着我母亲姓穆了 皇上以后请教我穆家老三吧 义悠然觉得 叫小三有点难听 于是就变成了穆家老三 大伙听了她的话 集体感到有些无语 这是将自己主动排到了穆星兵的后面了 她有问过穆家人的意见吗 皇帝也有些头疼 不想理她 看这件事情 也已经解决了 便准备赶人了 但义悠然 怎么可能会让她走呢 费这么大的劲 来到御书房 总得办成一件事吧 毕竟她昨天可是出了那么多血 差点敲辫子 于是自己开口道 皇上可否听说边垂瘟疫一事 皇帝听到她 竟然提到了边垂瘟疫 想到这丫头每次进宫 总是能坑她点钱 于是便故作听不懂道 你怎知道边垂有意 义悠然听到她如此说 暗骂一声过河拆桥的老狐狸 于是道 没有便没有吧 看到她的样子开口道 镇北王已经上奏 国师府六小姐与异区民众有功 可你现在已然是丞相扶老三了 还在这里讨国师府的赏 义悠然 这老狐狸太难缠了 于是便不再纠结此事 准备说下一件事情 这十门外的小太监进殿道 启禀皇上 月祺校尉 光禄大夫 行军总管 中书令 在外求见 皇帝见着几位大人一同进宫 想必是有大事发生 于是便召了他们进殿 几人一进殿 看到这么多人 也有些惊讶 领头的月祺校尉 与虎威将军交换了一个眼神 便直接跪在皇帝面前 双手递上一个折子道 皇上 微臣刚刚接到此消息 此事非同小可 便来禀告 高公公下去 将折子拿上去 交给了皇帝 皇帝看完折子道 此事可当真 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月祺校尉道 回皇上 此事千真万确 还有几名幸存者 在殿外等候 皇上可以将他们叫进殿中 询问一二 易幽然有些疑惑 看着君哲戌 君哲戌 却依旧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这事皇帝问道 君哲戌 月祺校尉上奏 你在边陲三郡 带着手下去 将一个没有染瘟疫的村庄给涂了 可有此事 这件事不方便在朝堂上说 因此郑北王与君哲戌 还没有汇报给皇帝 没想到 对方却恶人先告状 易幽然这时候乐了 他正想找切入点呢 真是瞌睡对方 就给他送枕头 皇帝看易幽然 竟然还是一副开心的模样 就想泼他一盆冷水道 还有你 易幽然 月祺校尉说是你 怂恿金王如此做的 易幽然淡淡开口 校尉大人参的 可是一家六小姐 那与我可没有什么关系 这可是皇上您说的 凭什么奖赏没他的 出事了却要他背锅 他才不敢 皇上 竟然被他给赌回去了 皇帝于是不自然地开口道 易六小姐暂且还是你 若是你与金王当真无辜 那也少不了你的赏 易幽然得到皇上 这句话 于是干尽十足 直接道 不知校尉大人 找的幸存者在哪里 带上来让我看看 月祺校尉看他 还是如此漫不经心 便道 果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来人 将外面那几人带进来 外面的人听令 便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 易幽然看到这几人 果然是司徒勒山部落中的人 便直接对君哲虚道 杀了他们几人 月祺校尉见他在皇帝面前 还如此嚣张 立马怒斥 易幽然 你放肆 易幽然直接回对道 你放屁 说完这句话 君哲虚已经将那几人给料理了 月祺校尉 看到君哲虚竟然敢在皇上面前 将他带来的证人杀害 于是就向皇帝告状 皇上 金王在您面前 就敢直接杀掉证人 想必那村庄定是他们两个所图 易幽然淡淡开口 校尉大人不要慌 我们承认将他们灭族了 所以 你有没有证人 根本没什么关系 月祺校尉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没想到他就这么认罪了 但是易幽然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毛骨悚然 只听易幽然接着说 校尉大人 你给我定的罪我已经认了 可现在我要状告你 企图谋害圣上 月祺校尉听到他如此说 便直接怒道 皇口小二 信口雌黄 易幽然也没有生气 只淡淡说 是不是信口雌黄一会便知道了 我现在想问校尉大人 你可知这些人是什么人 整日都做的什么事 月祺校尉道 平民百姓 若是真做了不当之事 那也应由当地衙门审理 而非不分青红皂白 将他们全部杀害 易幽然轻笑一声 校尉大人可知 他们的部落叫做古风部落 整个部落每轮每换在密林深处 部落首领的宅子 都是用黑楠木做成的 月祺校尉听了易幽然的话 虽然有些惊讶 但是还是说道 你这妖女 定是看中他们部落中的钱财 才起了歹心 易幽然接着说 你们都不好奇 他们是如何挣当那么多银子的吗 众人 等着你讲故事呢 虎威将军 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直觉不想再听易幽然讲下去 但他却没有什么理由阻止 只听易幽然接着说 其实我也挺好奇 他们为何那么有钱 所以就深入调查了一番 然后我就发现 这个村子中的人 竟然都在养蛊虫 他们将养的蛊虫 高价卖给了部落外面的人 那些人就可以 将蛊虫种在自己想控制的人身上 然而这种蛊虫 已然到了皇宫 知道我第一次在谁的身上 发现蛊虫了吗 是在月月公主的身上 第132章 送给皇后满满一盒饭 君月月拿出一个木盒 里面放的 正是从她身上 引出的那只蛊虫 还有她的母蛊 不过这两只蛊虫 都已经死掉了 众人看后无比惊讶 更多的便是后怕 就连公主都已经被人下了蛊虫 那想控制公主的人会是 皇帝也是第一次 听到这件事 而且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 蛊虫已经在她眼皮底下 到达了皇宫 种到了她女儿身上 若是那人再胆大些 在她身上动些手脚 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于是她看向易幽然 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易幽然接收到皇帝的信号 便接着开口道 我偶然得知 边陲有个部落可以解蛊 于是便带上了公主 一起前往了边陲 这个部落的首领 同时也收到了她雇主的消息 让她顺道做掉我们 于是我们便将计就计 在他们的带领下 进了他们部落 顺道灭了这群人渣 因为只要养蛊人死了 那她所养的母蛊与子蛊 皆会死亡 种蛊的人自然而然就解蛊了 所以 我想问校尉大人 你为他们发声 是被他们的蛊虫控制了 还是觉得 那些受人胁迫的人 就是活该 听了她所说的话 月齐校尉几人头上 均冒出了冷汗 他们刚接触的 竟是那么危险的人物 幸好京王殿下 已经将他们杀了 这时虎威将军道 这都是 你的片面之词 想脱绝的狡辩 易幽然笑道 其实我是相信虎威将军 您老是不知道这件事的 因为若是知道 您怕是不会让这些蠢货 将这件事捅出来吧 虎威将军 今日没能收拾了他 如今反而被他压了一头 怎会咽得下这口气 道 老臣一心为国家设计问心无愧 易幽然依旧笑横 将军如今大意灭轻的举动 也着实令幽然敬佩 虎威将军怒道 你放肆 我将军府人心的正坐的端 怎会与这种人同流合污 易幽然接着问道 那若是将军府中 有这样的人呢 虎威将军直接回答 不可能 若是真有这种人 那本将军定 亲自斩下 他的向上人头 易幽然听到回答满意了 直接朝君月月道 公主这下可以说出 给你下股的人是谁了 君月月接收到信号 想想以前被皇后控制的岁月 开口道 皇后用那虫子 整整控制了我六年 让我为她做事 不仅如此 她还将我身边的嬷嬷带走了 后来才得知 她早就被杀了 说到这里 君月月的眼睛已经红了 很难不让人相信 皇上听到这件事 也很是震惊 她也知道 皇后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但都还在她的承受范围之内 宫中勾心斗脚 也都正常 但没想到 她竟然用如此恶毒的法子 虎为将军 见事情最后还是转到了皇后身上 便直接跪下道 皇上 你与皇后夫妻几十载 最是知道她的为人的 她怎么会做出如此恶毒之事 义悠然淡淡开口道 我与君哲旭 虽然图了他们整个部落 但部落首领 还有几位长老都押了回来 只等皇上审问 而且还可以去皇后的凤妻宫 一查便知 而且我手中 还有那部落首领的供词 以及皇后的亲笔信 也是为此昨日 才被皇后差点杀害 说着 从胸前拿出几张沾了写的纸张 这些证据她本是 放在空间里保存的 今日来之前 故意为了逼真 所以在昨天那件衣服上蹭了蹭 皇上拿过那几张纸 看到上面的字迹 果然是皇后的 而且 纸张的新旧程度也不一样 看不出一点仿造的痕迹 于是便叫来了禁卫军统领 下旨让她亲自去搜皇后请宫 并怒道 若是搜到了 便将那毒妇 给朕一同带来 虎为将军见皇帝生气 却不能不为自己女儿求情道 皇上明见 定是有人陷害皇后娘娘 太子与八皇子见状 也齐齐跪下道 父皇开恩 您搜了凤七宫日后 要母后如何在人前自处啊 皇上见他们 还在为皇后求情 生气地将易悠然的那一打纸张 扔到他们身上道 你们自己看看 是不是你女儿 你们母后的字迹 三人颤巍巍地拿起纸张 看了一眼便惊呆了 因为那真是皇后的字迹 是仿也仿不出来的 易悠然此时凉凉开口道 太子殿下就别想着日后了 等皇后娘娘 能顺利度过今日再说吧 太子如今看到 易悠然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因为这个女人 简直就是个煞心 遇到她准没什么好事 如今特后悔 怎么没有听母后的 早早将这个女人给弄死 易悠然若是知晓她内心的想法 估计会天天想要去她的太子府 煞心 那她就克死她 不一会儿 禁卫军统领便带着皇后到了御书房 随行的后面 一名禁卫军端着一个托盘 托盘上放着十几个盒子 来到皇帝面前道 启禀皇上 皇后娘娘带道 这个托盘上的东西 是在皇后娘娘床下的一个小暗阁里面找到的 皇帝命人打开盒子 只见一个个盒子里面 有的放的是一只虫子 有的是两只虫子 不过大部分的虫子已经死了 皇上看到这么多中虫 就感觉到头皮发麻 命令道 拿下去烧了 易悠然却站出来阻止了她 只见她挑了几个只有一个母骨 且还活着的盒子 拿走 剩下的 便让他们拿走烧了 易悠然看着皇帝不解的目光回答道 这几只是母骨 他们的子骨 想必已经种到了活人的身上 若是将这母骨先烧死 只怕那几个人也活不了了 凡是被皇后这样威胁的 想必都不是心甘情愿 与她同流合污的 能帮忙还是帮一下吧 皇后见到皇帝 竟然搜到了她的蛊虫 心中更是慌得不行 跪下向皇帝求饶 皇上饶命 我是被人陷害的 是易悠然那个贱人 害我呀皇上 皇帝看着证据确凿 还拒不认错的皇后 顿时恼羞成怒 一脚便踢了上去 命令禁卫军 将这个毒妇压下去 先关在冷宫 等身了那部落首领 之后再一起判 皇后哭嚎着被带了下去 已经被带了好远 易悠然还能听到皇后怒骂她的声音 易悠然用手揉了揉耳朵 表示自己无所谓 得让皇后发泄发泄 要不然气急攻心 等不到皇上判她的那一刻怎么办 第133章 大婚前夕 虎威将军贪坐在椅子中 他不明白 皇后为何会做这种事 皇帝看了他一眼 对太子与八皇子道 你们将虎威将军送回府吧 太子与八皇子 这才扶起虎威将军离开了大殿 月祺校尉等人 见状也要离开 易悠然缓缓开口 校尉大人且慢 关于你谋害圣上的事 还没有算呢 月祺校尉见易悠然又提到此事 立马跪下道 皇上饶命啊 微臣也是 受人蒙蔽了 就算是得微臣一百个胆微臣 也不敢谋害您啊 然而易悠然却不想这么轻易就放过他 于是冷冷开口 堂堂月祺校尉 竟然连辨别是非的能力都没有 无心之师 并不是你逃脱罪责的借口 皇帝心情本就不爽 听了易悠然的话 像是找到了发泄口 道 来人 将月祺校尉关入天牢容后再审 剩余跟他一起来的人 每人仗则二十板 那些人被带了下去 皇上也感觉有些无力 看着依旧满屋子的人 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 开口道 你们也都回吧 易悠然看皇帝的样子 心中没有一点同情 他娶那么女人 后院起火 不是很正常吗 不过皇帝此时就感人 是不是忘记了些什么 君哲旭看易悠然的表情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轻笑一声开口道 父皇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皇帝许久没有听到过君哲旭叫他父皇了 如今听到 心情瞬间好了一点 但想到君哲旭叫他父皇的原因 又是一头黑线 这没心没肺的两人也真是 不过转而想到他手里的东西 迟早都要给这二人 便开口问易悠然 说吧 你这丫头想要什么 易悠然见皇帝如此上道 笑眯眯开口道 皇上看着赏吧 毕竟我做的事 大家都看在眼里 您要是赏得少了 面子上也不好看 长公主看到易悠然的样子 心想 估计很难有人对这个女孩喜欢不起来吧 能力超群 进退有度 最主要的是 心中有大意 就这样 易悠然又带着一大堆的财物 被君哲婿送回丞相府 牧师住回了他 还未出隔前的院子 易悠然身上有伤 自然是 跟着牧师助以方便照顾他 牧师看着易悠然的伤口 担心道 你这丫头 受这么重的伤 身上怕是要留疤了 九日后就要大婚了 这可怎么是好 易悠然却无所谓地摇摇头道 母亲没关系的 这伤口实则都是些皮外伤 休养几日应该就好了 至于这伤疤 我有慕容留下的去疤膏 涂抹几个月便好了 转而又朝着牧老夫人开口 多谢祖母助我 只是可惜了那把匕首 牧老夫人笑道 那匕首留在府中也是无用 说是答应牧家一件事 牧家人若是犯了小事 根本用不到那个匕首 若是犯了大事 又怎会因为一把匕首 便轻轻接过去 借由你这件事 将它归还了正好 易悠然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众人看他也有些累了 让他好好休息 这才离去 易悠然就这样 在家中休息了两日 因为受伤 也出不去 不过也因为受伤 牧师也没有逼他秀化 这天君逸臣过来 告诉了他 皇帝判了司徒乐山 及那些长老们秋后问斩 直接赐了皇后一杯毒酒 与三尺白铃刃他选 易悠然猜得到这个结果 皇后怎么着 也是一国之后 最后该给的尊严 还是要给的 君哲旭又给他说了 殿中的情况 现在正在招人 二十名女工已经选出来了 君月月也已经与皇帝请示 住进了镇北王府 如今正忙着交袭那二十名女工呢 易悠然点点头 君月月性子跳脱 本就不适合皇宫 镇北王是他亲叔叔 府中也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 住在那里 其实也挺好的 易悠然这两天 腿上伤口已经结痂了 也能扶着东西走路了 君哲旭给他身边 又调来了好几个暗卫 他本人更是每晚都来看他 可每次都只待半个时辰便走了 易悠然知道他很忙 也没有强求 毕竟离经这么久 刚回来肯定有许多的事要处理 还有大婚的事宜 都是需要他才操心的 易悠然也说要不推迟几天 但被君哲旭一口回绝了 于是易悠然只能好好养病 最起码大婚那日能正常走路 易兵博在他住进丞相府的第二一早 便来看他了 牧师一直觉得 这件事最对不起的 便是他这个儿子了 易兵博却表示没有关系 关于父母和离的事情 两兄妹悄悄谈了谈 易红是不可能将易兵博逐出府的 加上易兵博马上就要考科举了 若是跟了牧师 难保那些考官不会在这上面做文章 让易悠然有一种现代的孩子高考前夕 父母却离婚了的感觉 易悠然便与易兵博商议 他大婚后想将母亲接去金王府 易兵博却不同意 哪有母亲与女儿住的 最后易悠然说他这么小就大婚 很多事都需要母亲在一旁教导 等易兵博高中之后大婚了 与易红分家之后再将母亲接回去 易兵博这才勉强同意 后来易兵博抽了的易红上朝的时候 将易悠然的聘礼 与牧师的嫁妆 全部抬到了丞相府 易红回府知晓后 气得要死 却也没理由发火 只能牧摔了一套茶具 牧师本想将嫁妆留给易兵博一些的 然而易兵博却说 万一易红要再取义房的话 这些东西不白白便宜了别人 于是 牧师后来便全塞进了易悠然的嫁妆中 易悠然也没有拒绝 想着以后等哥哥成婚后再拿出来便是 终于在大婚的前两天 易悠然能正常走路了 然而他也感觉自己快长毛了 他觉得每个人都很忙 就他一个大闲人 就连君月月也忙得没空来找他了 就在他考虑 要不要进空间去捣弄点药物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说好结婚我当伴娘的 也不写封信通知我一下 易悠然惊喜扭头 果然是慕容莲瞬间开心的不行 立马走过去抱着他激动道 你怎么来了 慕容莲鄙视地看着他 开口道 易悠然 我才这半月不在你身边 听说你差点将自己给弄死了 真的是好有能耐 以后出去别说是我师妹 老娘丢不起这个人 易悠然 见面就接短 这样真的好吗 第134章 大婚 易悠然问慕容莲 你不是才回花生吗 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慕容莲道 我才刚到花生海边边界 就接到了君哲序传去的 你们要大婚的消息 忙将边界布折一番 就又赶回来了 那死也真是的 肯定在算着老娘的时间 易悠然呵呵直笑 感动于君哲序的细心 慕容莲看他的表情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撇嘴道 真是女生外相啊 他不过就是去了一封信 老娘赶得可是实打实的路 易悠然忙道 好好 你对我最好了 你是老大 君哲序排第二好不好 慕容莲一副老娘很不高兴 需要哄的表情 易悠然道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慕容莲立马笑道 那等我回去的时候 你把飞行器借给我 易悠然想也没想便答应了 那本就是师兄送给他俩的 因为师姐没有空间 所以便大方地送给他了 易悠然还是交代了一句 用完你记得将他藏好 慕容莲没想到他如此好说话 便一股脑掏出了一打子银票 道 这次来得及 也没能回皇宫 给你搜罗点好东西 不过我估计 你的好东西 应该比我要多 这些银票 你拿着喜欢的东西自己买 易悠然好奇道 你们花圣皇宫 有宝物很多吗 慕容莲很平常地道 因为我们领海 所以珍珠珊瑚 这一类的东西比较多 就像以前的领海城市一样 易悠然听到珍珠珊瑚 并不太感兴趣 就是想到了海鲜 在风起除了能吃到鱼 估计都臭了 于是认真对慕容莲道 下次你开着飞行器 来记得给我带点海鲜 虾呀 螃蟹什么的 慕容莲道 好啊 不过飞行器里面的油 估计只够 让我来回两趟了 易悠然想象也是 便道 也不知道这片大陆 有没有石油 你再花圣也操点心 注意找一下 要不然 等飞行器里面的油用完 我们去哪里都得坐马车了 慕容莲点点头 心想 若是真能找到石油 那找师兄 就更方便了一些 想到这里 慕容莲开口道 你马上也要与君哲续成婚了 以后就是尹堂的老板娘了 没事让他们去查查师兄的消息 易悠然也想尽快找到师兄 于是安慰慕容莲放心吧 我都能找你了 还能找不到他 放心吧 就算他钻到哪个老鼠洞里 我也能将他给你找出来 慕容莲重重地拍了他一下 你才钻到老鼠洞里呢 易悠然马上捂着胸口装痛 哎呦 好痛好痛啊 慕容莲凉凉开口 别装了 演技太浮夸了 就这样 最后两日易悠然在慕容莲的陪伴下 就到了大婚的日子 今日他屋中的人特别多 慕老夫人 还有旧母 君月月 就连易婉静都来了 易悠然看着许久没见的大姐姐 听牧师说易婉静的胎有些不稳 易悠然一直想去看看 无奈一直有伤在身 也不能走动 今日看到 他竟然你也来了 便上前扣住他的手 要为他整脉 易婉静看他的架势 收回手笑道 慕容神医已经给我看过了 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 牧师拉过他 亲自为他梳头 边梳边说着吉祥话 一群魔魔丫鬟便走了进来 不笑一会儿 易悠然便头戴奋冠上身内穿红绢衫 外套绣花红袍 紧套相圈天官锁 胸挂照妖镜 尖披霞佩 肩上胯个子孙带 手臂缠定手银 一身红色 喜气洋洋地站在那里 慕容莲看到易悠然这一身行头 不厚道地笑了 易悠然一脸无奈地问牧师 母亲 你确定我今日是成婚 而不是捉妖去吗 他想 果然书本里都是骗人的 什么新娘巧笑倩息 美目叛息 魏毛到他这里 就如此地接地气 牧师原本一脸不舍地看着他 但是听了他的话 称怪道 休要胡说 捉什么妖 别人家的新娘都是这样的 多好看 慕容莲一本正经道 确实不像是捉妖师 像偷了捉妖师装备的妖精 其实还是挺好看的 来我给你上个妆 易悠然生怕牧师他们 再给他倒腾出来一个奇怪的妆容 还是选择相信慕容莲的比较好 于是便乖乖做好 在牧师为他剿面之后 便任由慕容莲发挥了 事实证明 慕容莲的审美还是在线的 不一会儿 镜中便出现了一位 夫如宁芝 领如球棋 齿如护膝 禽手峨眉的女子 慕容莲这一首 这让君哲旭专门请的宫中的上妆嬷嬷 都惊奇不已 若不是今日情况特殊 他定是要拉着慕容莲讨教一番的 收拾完之后 易悠然跪下 朝牧师磕了个头 牧师眼泪便掉了下来 但是教导道 今日之后 你便嫁做人妇了 千万要记住 不可太过任性 嫁过去 就要承担起相夫教子 帮扶新加利业的责任 而后便往易悠然手中 塞了一个大红苹果 认真交代道 这个苹果 可千万不能掉了 易悠然点点头 门外便响起了鞭炮声 这是君哲旭来迎亲了 喜娘忙将易悠然的盖头盖好 易悠然早已 等在门外 听到鞭炮声 便走进屋中 将易悠然背起 易悠然趴在易悠然的背上 心中既激动又忐忑 想到君哲旭已然在门外等他 内心更是忍不住的激动 不一会 易悠然便被易悠然背到了大门口 君哲旭已经在等着了 易悠然面前被盖头挡住 看不清楚他的模样 喜伯赶紧上前 将叫门打开 让易悠然坐了上去 因为牧师已然与易红合离 所以今日穆清风就代替了父亲这个角色 只听君哲旭道 请舅舅与大舅哥放心 本王日后定当善待悠然 穆清风点点头 君哲旭便起上马 带着迎亲队伍 一路上悄悄打打回了金王府 接到上两旁站满了百姓 一般王爷这种皇亲国戚的人 成婚是不用新郎亲自接的 如今看到金王殿下 竟然亲自去丞相府 接了易悠然 更是引起了不少人的窃窃私欲 前段时间还有人说 这未来金王妃父母合离 易悠然还跟了母亲 想必金王以后 也不会将她当回事 今日看金王殿下 坐在马上嘴角轻轻仰起的样子 便狠狠地打了那些人的脸 迎亲队伍走过的地方 追风等人在后面宣布着 金王府包下了全京城所有的酒楼饭店 所有人都可以进去免费吃酒席 众人听到消息 更是震惊地无以复加 然后一个个慌忙去附近的酒楼 生怕去晚了就没有位置了 第135章 大婚 2 迎亲队伍 一直到金王府门口才停下 君哲戌直接下马 走向易悠然坐的轿子 将轿帘掀起来 直接将易悠然抱了出来 易悠然惊得 手中苹果差点掉下来 君哲戌轻笑一声 抱着她便直接进了府 一直到了大殿中才将她放下 君哲戌走路带风 以至于后面跟着的喜娘与丫鬟小跑着 才能勉强跟上 进入殿内已经气喘吁吁了 皇帝坐在正位上 看着君哲戌将易悠然抱进殿中一阵无语 别的皇子娶亲 都是新娘上杆子扒着 君哲戌道好 就害怕新娘跑了 亲自去迎亲不说 连这么近的距离还要抱进来 以后还不是被这丫头吃得死死的 君哲戌丝毫不在乎皇上及兵客的想法 将易悠然放下后 便示意私仪可以开始了 今日的私仪 就是皇帝跟前的高公公 于是高声喊道 及时已到 新人拜堂 后面跟着的丫鬟 忙将红仇拿来 君哲戌与易悠然便一人 拉着红仇的一端开始拜堂 顺利拜完堂后 待高公公喊完送入洞房后 君哲戌就又抱起易悠然回了房 上座的皇帝简直不忍直视 下面的小辈们 以君一臣带头见君哲戌 将易悠然抱走后 更是开始欢呼起来 郑北王见皇兄的模样 任命地站起来照顾兵客 易悠然被君哲戌带回了婚房 手里还抱着那个大红苹果 君哲戌看他对这个苹果如此执着 便笑问 然而今晚可是要与这苹果洞房 易悠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加上也有些紧张 便没有说话 君哲戌难得见这丫头这般模样 觉得有趣 便拿过他手中的苹果 用旁边的秤杆挑起了盖头 易悠然慢慢抬起头 两人一时间四目相对 易悠然看到君哲戌俊俊郎的模样 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 然后 温情的一幕 瞬间便被这声音打破了 君哲戌也惊艳地看着面前的小女人 云一窝 玉一缩 清平双带罗 今日终于成了他的妻了 易悠然有些尴尬 然后问了一句 接下来要做什么 然而问了之后便后悔了 君哲戌道 然而想干什么 易悠然 我又没有成过亲 你怎么说也是过来人了 君哲戌笑道 然而可是吃醋了 你知道的 那些女人叫什么名字 我可都不知道 一边解释着 一边帮他卸下头上的凤冠 易悠然觉得 头上瞬间轻松了好多 这么重的东西顶了一上午 就为了让君哲戌看这一眼 他觉得太不值了 于是开口道 你不多看一会吗 君哲戌似是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易悠然委屈道 这么重的东西 我顶了一上午 你就看这一眼就取下了 这么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 早知道还不如顶个菜篮子出来 反正盖头盖着 别人又看不到 君哲戌将他搂在怀中道 不喜欢这些东西 以后便不带了 刚刚看你那眼 已经刻在本王心底了 足够让本王回味一辈子了 还有你穿戴什么本王都喜欢 若是不穿本王 会更开心 易悠然不敢相信 君哲戌竟然会说这种露骨的话 这还是那个高冷男什么 不会被别人换了吧 君哲戌看他那样子 就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心中盘算着 要不要先将他吃掉 这时 追风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王爷 皇上与镇北王要你去前院 易悠然呵呵一笑 催促他道 赶紧去吧 新郎不出去陪宾客 算了什么事 君哲戌看着他殷红的嘴唇 狠狠地吻了上去 一直吻到易悠然呼吸紊乱 这才松开他 交代他乖乖待在房中后 便出去了 君哲戌出去后 喜娘这才与丫鬟们一起进了新房 易悠然看到了他的小丫头夏合 顿时开心的不行 夏合本是国师府丫鬟 牧师与易红合理后 也没来得及将他带回丞相府 易悠然还准备等大婚后 便再去丞相府一趟 将他夏合带出来呢 没想到君哲戌已经将他带来了王府 夏合见到易悠然 便高兴得跑过去请安 还告诉易悠然他 早已经进了王府 这几日一直在布置主院 一切都是按照易悠然的喜好来的 易悠然这才发现 这屋子里的设施竟然与悠然居差不多 心中更是美滋滋的 没过一会 慕容莲与君月月 一个人端着两盘菜过来了 身后跟着的小丫头 还拎了一壶酒 易悠然服额 这俩人难道要在这喝酒 两人将菜放在了桌上 慕容莲道 你男人怕你饿着 特意让我俩给你端来饭菜 外加聊天姐们 易悠然呵呵一笑 确实有些饿了 便拿起桌上筷子吃了起来 喜娘忙说着不妥不妥 易悠然直接道 为何不妥 成个亲还不让吃饭了 你们都下去吧 留下下河伺候 本王妃要与公主殿下 说些提起话 几人建议悠然已然 拿出了王妃的气势 便不敢再逗留 便告退了 下人出去后 慕容莲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没想到新身份 你倒适应得很快 易悠然得意道 那当然了 好不容易得来的身份 不得赶紧先试试 君月月为慕容莲 与她自己倒了一杯酒 问易悠然 你要不要尝尝自己的喜酒 易悠然果断摇头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她还是拎得轻的 想到了什么 于是易悠然道 你们来得正好 来帮我选一选哪个好看 然后从衣柜里 拿出了几件旗袍 脱了身上的霞佩 便开始试了起来 慕容莲还好 君月月看到易悠然那衣服 惊得长大了嘴巴 开口道 这也太暴露了吧 这就两块布 易悠然道 又不穿出去 直说哪个好看便是 君月月不得不承认 确实挺好看的 将悠然的美 完全地勾了出来 最终三人同时 选了一件大红的 易悠然还大方地 送了君月月一套 君月月脸当即就红了 不过还是收下了 第136章 洞房 前院的宾客们 觉得冰山王爷 今日的心情很好 不管谁去敬酒 都毫不犹豫地喝下 于是一个个 都站起身来 走向了君哲旭的面前 想着在王爷跟前 混得脸书也是好的 君一成几人健壮 立马站起来 能挡得久 便走替他挡了 结果君哲旭还没有晕 那四人已经晕得 找不找北了 太子看着春风 得意的君哲旭 心中呕得要死 却又无可奈何 为了这个大婚 金王府的防御 增加了三倍有余 如同铁桶一般 一点空子 也钻不进来 太子想到金王夫妇 两个做的事 就连母后 也被这俩人给害死 眼神更是阴冷地 看向君哲旭 想了想便端起了酒杯 走向君哲旭 道 今日是三弟的好日子 本宫敬三弟一杯 说完 便朝自己的杯子里 倒了一杯酒 端起就要先喝下 君哲旭却阻止了他 拿起他手中的杯子 往地上一道 啊 这杯酒敬给皇后 没能让他喝上 本王的喜酒 甚是遗憾 说完又将自己面前的酒 倒了一杯道 太子湖中的酒 没有本王的酒好喝 还是换了吧 太子愤愤然喝下酒 便离去了 君哲旭对追风 使了一个眼色 追风便将太子的 那个酒壶撤下去了 院中君哲旭 安排了一百多个暗卫 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都在眼皮底下 太子将自己酒壶中下了毒 暗卫第一时间就报告了上来 太子这是想以自己中毒 来扰乱大婚 君哲旭怎么可能会让他如愿 皇后被赐死的消息 皇帝并没有宣告出去 就是害怕影响到金王大婚 对外只是皇后犯了大错 被扁冷宫 但知情的人看到 太子与金王喝酒 就是另一番感受了 联想到 今日正是先皇后投妻 这是让皇后死都死不安宁的节奏 君哲旭看宾客们都吃得差不多了 他便准备回房了 想到他的小娇妻 还在等着他心中就一片柔软 走之前 想到那丫头刚刚说的话 还不忘交代一声 之前 你们谁在本王府中塞的女人 今日走之前 自己去谢元临走 本王自始至终 都只有王妃一个女人 今后亦是如此 明日那些女人 若还是在府中 那是死事活便都是王妃一句话的事 换句话就是 日后这金王府的后院 便就是易幽然一人独大了 易幽然怎么玩君哲旭 都不会再说一句话 谁再送人 那便直接送给易幽然便是 众人听了这句话 无不惊讶不已 金王殿下 这是要为金王妃 守身如玉的节奏 还没有哪个王爷 大婚当日如此这般的 皇帝听了君哲旭的话 也是头痛不已 想了想 易幽然那丫头的手段 还是吩咐了身边的高公公 去了谢元 众人见皇上 都已经派人过去了 那些人便都决定 一会走之前 要去谢元一趟 君哲旭却不管那些人 心中是如何想的 自己率先离席 便回了房间 新房中的易幽然 慕容莲君月月三人 正在聊天 君月月正在说 她送给易幽然的贺礼 君月月让丫鬟 将她的贺礼 从金王府那一堆贺礼中 挑了出来 易幽然看着 那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也有些好奇 于是便将它拆开了 然后等她看清楚了礼物后 慕容莲率先大笑了起来 易幽然看着那件物品 这是什么 她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 用金子做的搓板 君月月自豪地说 这是我送给你的 男儿膝下有黄金 日后三哥若是犯错了 你便让他跪在上面 慕容莲笑的眼泪 都要出来了 你确定贵的 不会是他自己吗 易幽然一阵无语 但脑海中也情不自禁地出现 君哲旭贵着搓衣板的画面 听到慕容莲的话 还是强调了一下自己的地位 这金王府都是我的 我会贵搓衣板 慕容莲毫不避讳地揭穿他 对 金王府是你的 但你是君哲旭的 君月月道 你可得争气一点 这可是我用我全部的积蓄 给你打造的 没想到黄金这么贵 看来以后 我得多问父皇要点黄金首饰 要不然等慕容大婚了 连个像样的礼物都送不出去 慕容莲 你觉得你这个礼物很像样吗 君哲旭一进门 便听到就是三个女子的欢笑声 慕容莲君月月 看到君哲旭回来了 便识相地要离开 慕容莲走之前 还对君哲旭说了一句 你若是对他好 他便是金王妃 若是对他不好 他就是我花盛的摄政王 届时 花盛便与风起 便不死不休 君月月还是第一次 看到有人威胁自家三个 还活得好好的人了 重要的是 自家三个还微微汗手 于是满眼星星地看着慕容莲 心想 不愧是皇太女殿下 就是与一般人不一样 她的小心肝直颤 赶紧拉走了慕容莲 君哲旭走进屋中 便看到衣衫不整的易幽然 易幽然试完旗袍 便胡乱找了一件衣服 套上了 易幽然正感动于慕容莲说的那句话 突然看到君哲旭在看着自己 然后也看了眼自己的衣着 想到这是自己的洞房花竹叶 于是急忙开口道 别看 这个打开方式不对 重来 于是便闪身进了空间 君哲旭看到桌边 放着的那个纯金打造的搓衣板 突然后悔了 不应该让那两人来 陪她解闷的 易幽然进了空间里 火速换上了挑好的那一身旗袍 将自己的头发 解下 还收拾了个自然卷 最后还补了个妆 对着镜子满意了 深呼吸了一下 然后便出了空间 易幽然出来时 君哲旭看到的第一眼 瞬间眼睛便直了 只见易幽然身上 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做的衣服 将她全身的线条 完整地勾勒出来 绣发自然地垂下来 下面那几个弯曲 更显妩媚 嘴巴里还叼着一朵花 一步步向她走来 一屁股便坐在她的大腿上 拿掉嘴巴中的玫瑰花问道 今天的我好看吗 君哲旭木讷地点点头 易幽然便开始主动 记开她上衣的扣子 君哲旭反应过来 此刻怎么能允许她先主动 于是便 直接将她小手握住 并用内力熄灭房中烛火 并扯下窗蔓 便再也忍不住 将她压在身下 不知过了多久 易幽然嗓子都哑了 弱弱的声音传出 我们还没有喝交杯酒呢 君哲旭道 然而便是醉醇香的美酒 为夫已经醉了 来 再叫声夫君听听 易幽然 第137章 吃到唐僧肉的易幽然 第二日 易幽然一直睡到快五十才醒来 一睁开眼睛 便看到君哲旭在她身旁看着她 看到她精神奕奕的样子 易幽然气不打一出来 想到这四昨晚上 竟然折腾了她到半夜 直接一转身 背对着她不想说话 但仅仅一个动作 君哲旭便又起了反应 易幽然感觉到了君哲旭的异样 怒视着她道 我饿了 赶紧去给我拿饭去 君哲旭却眼神 忧深地看着她道 正好 本王也饿了 王妃先将本王先喂饱了再吃饭 说着便从身后抱住了她 易幽然撒娇道 夫君 人家累了吗 君哲旭哄道 你乖乖的 不用动 说着便又将她压在了床榻上 大约半个时辰后 易幽然无力地趴在床上 感慨禁欲的男人 一旦开婚 果真是不得了啊 上次在皇宫那一次 也没有这么激烈啊 之前在边陲天天睡在一起 她都主动过好几次 这家伙每次都能忍住 她还一度曾认为 这人对这方面不感兴趣 还想着新婚夜穿信感谢引诱她呢 谁知成亲当日就献出原形了 更是各种摆弄 也不知道是在哪学的那些动作 易幽然想起 便直接问道 君哲旭 你那么多乱七八糟姿势 都是在哪里学的 君哲旭正在给她清洗身体 听到她说话 便从枕头下面 拿出一个小本本翻开 在她耳旁问道 都是昨晚献学的 微夫表现得怎么样 还有一半的姿势 我们今晚上再试试 还有这个 微夫也很是喜欢 不过要等然而腿伤彻底好了才可以 还是说 然而喜欢哪个 易幽然觉得 不能再这样了 便忍着腰痛 直接下床 从衣柜里找了一件衣服穿上 然后叫了夏合进来给她梳头 夏合一直在门外守着 听到易幽然叫她 立即便推门进去了 易幽然看了君哲旭一眼 发现那丝 竟然也穿好了衣服 站在床边 与夏合一同进来的 还有两位宫中的嬷嬷 走到床边 将原怕拿起来便走了 易幽然看到 原怕上竟然还有一丝烟红 心到君哲旭这家伙 还挺细心的 易幽然洗漱完 便让夏合去准备午膳了 本王让管家给你找了几个丫鬟 王府事宜多 多几人帮衬你也轻松些 易幽然点点头 这么大的王府 没几个丫鬟也着实不像话 两人吃完午饭后 易幽然便问起 用不用进宫见皇帝 新婚第二天不都是 要给公婆进茶的吗 君哲旭的亲娘已经去世了 皇后也已经被她给弄下线了 也就皇帝一人配合她进的茶了 君哲旭旦旦道 今日已经晚了 明日再说吧 明日若还是这个时辰 那便后日吧 不过这话 若是让易幽然听到了 定是会生气的 易幽然看着下河 欲言又止的样子开口道 忍不住了就说 憋死我可不负责 下河又看了一眼君哲旭道 谢缘那边的人来 拜见王妃 一大早就在那等着了 易幽然似笑非笑地 看了君哲旭一眼 道 既然等那么久了 那便请进来吧 一同来的 还有王府的管家徐海 率先跪下给易幽然请安道 王妃 老奴是府管家徐海 王妃换老奴老许即可 这是王府的账房钥匙与账簿 老奴已经整理好了 总账已经对过了 细账王妃 可以随时请府中 账房先生来算 请王妃收下 易幽然试一下河接过账本 随意拿了几本 翻开看了几眼 拿出探笔在上面画了几笔 然后说道 徐伯 你来看一下这几笔账 是不是错的 管家听到王妃 叫他徐伯他 还是很开心的 但是有点不相信 王妃就看着几眼 连算盘都没有用 就看出了错处 于是上前拿过账本 拿出袖中的算盘 便算了起来 算了一会后 立即跪下道 王妃 这几笔账确实有问题 老奴明日便去店铺中查验 易幽然道 不用了 明日你将所有的掌柜都叫来 本王妃亲自来问 管家应声而退 可以感觉到 他此刻对易幽然 又多了一丝的幸福 君哲戏看易幽然 简简单单 便收服了 禁营官场与商场 几十年的管家 更感觉自己 是捡到了宝 于是便用炽热的目光 看着易幽然 易幽然感受到了他的目光 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小白兔 随时都能被这只大灰狼 拆吃入腹了 但是看到这屋中 还有那么多阴阴艳艳艳 易幽然又瞪了君哲戏一眼 这次真是一会 都不让他闲着 账本也给他 后宅的事情 也要他处理 易幽然严重怀疑 君哲戏娶她回来 就是就想当一个甩手掌柜 易屋子的女人 看到易幽然已经忙完 便上前与两人行礼 易幽然粗略看了一眼 大概有十来位 环肥艳瘦 各种风格的都有 心到这次能在这么多美女中 能保住自己清白 着实也是个狠人 易幽然也挺自豪的 因为这块唐僧肉 最后还是让他给吃着了 不怪易幽然没有怀疑 君哲戏与这些女子有染 因为易幽然一眼 便能看出 这些女子大多都还是处子之身 剩下个别的易幽然想 应该就是那日 他悄悄来金王府 看到的那种场景吧 易幽然也并没觉得 那些女子不可以原谅 甚至觉得 若是互相爱慕 还可以成全她们 下河小声在易幽然耳旁道 小姐 奴婢听说 王爷昨晚宴席结束时 王爷已经告诫过那些人 谢园里的姑娘 谁送来的谁便临走 所以 昨晚已经走了差不多一半 就连皇上都临走了三位呢 易幽然听后有些惊讶 没想到君哲戏会这样说 感觉这是要将他宠到天上的节奏啊 易幽然决定 原谅他昨晚的禽兽行径了 不过一半都这么多 可见谢园里面以前住着多少姑娘 不过面前的这些姑娘不走的理由 就更耐人寻味了 第138章 收人 易幽然看着这一屋子的阴阴艳艳 深觉这个社会对女子的不公平 官家女子还好 成为家族的联姻对象 这种普通的女子 便就像一件物品 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送来送去 主人家若是再不要塌了 下场便会更惨 易幽然也无意为难他们 毕竟这些女子 连情敌都算不上 于是易幽然开口道 本王妃不知道 昨天你们为何没有走 但本王妃可以明确告诉你们 王爷以前不曾踏进过谢园 日后定然也不会进去 你们进王府最久的 应该也有三五年了吧 造成现在这样 王府固然有责任 因此 你们之中若是有一中人 且两情相悦者 本王妃亲自为你们做媒 另外再为你们准备封后的聘礼 若是没有去处的 还可以先住在谢园 但是住不能白住 王府不养无用之人 众人听完易幽然的话 都惊讶地看着他 王妃这是要他们干活吗 在王府这么久 虽然没有得到王爷的宠幸 但最起码也是一事无忧的 每个月还有阅历 王妃一来就要给阅历扣了 他们又没有什么遗迹之长 靠什么在王府中生存 易幽然看出了他们的顾虑 开口道 女人为什么就要依附男人而生存呢 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 自己的能力 才挣得你自己的生活呢 就是因为依靠别人 你们才会像一件商品一样 被送来王府 为何不努力一下 来做自己的主人呢 当然 你们若是 还想过以前那种日子 本王妃也可以将你 送给别的达官贵人 毕竟你们也确实美艳 要不然 也不至于被送进金王府 易幽然说完 所有人都沉默了 易幽然的这一番理论 颠覆了他们之前的认知 想到之前王府中 对于这位未来金王妃的传言 怪不得她能得到 金王殿下的另眼相待 仅仅是这份魄力 就是一般女子所没有的 一位黄山女子站出来问道 金王妃 你要我们干活 是想让我们在王府中做丫鬟吗 易幽然笑道 当然不是 以你们的姿色 做丫鬟着实有些浪费 王府那么多产业 总有你们用武之地 还有本王妃的美颜堂 想必你们都听说过吧 现在的掌柜 就是本王妃身边的丫头 她现在一个月挣的 可是比你们的阅历要多 本王妃会根据你们的能力 将你们安排在不同的地方 你们可考虑好了 黄山女子想了想 率先跪下道 臣女楚清运 愿意跟着王妃 不过臣女 有个不情之情 希望王妃能将臣女的丫鬟小莲 觉得这个女子不卑不亢 进退有度 令她甚是满意 于是开口道 只要人品没有问题就可以 接着 又有几位女子 跟着楚清运决定留下来 剩下的 有的是要找自己的情郎成亲 还有几个求易幽然 给他们找个好归宿 易幽然也没有勉强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于是让便让追风 去找几家合适的官宦之家 将这些女子送过去 尽量找那些正式夫人 不是那么厉害的 另外 给这些要嫁人的女子 一人五万两银子作为嫁妆 算是赔偿这些人的青春损失 然后易幽然便让那几个 愿意跟着她的留下 剩下的便打发回去了 决定留下的 一共是八位 加上四个丫鬟 一共是十二人 易幽然道 既然你们决定留下 那便要遵守 本王妃制定的规则 不管你们与以前 将你们送进王府的人 还有没有联系 都必须断了 你的工作能力可以不强 但是必须要忠心 日后不想做了 随时都可以离去 本王妃也不会强留 别想一走了之 天涯海角本王妃 也定将你们找回来 众人齐齐殷逝 易幽然便挥挥手 让他们下去了 并让金雷去查 他们之前都是谁送来的 家中地位如何 虽然将他们收下 但还是调查一下 以避免日后一些安全隐患 君哲旭见众人都退下了 便将他又抱进了怀中 替他按摩着肩膀 道 王妃累了吧 与本王上床休息一会吧 易幽然看他不怀好意的模样 直接站起来道 我还要看账本 明日还要见那些掌柜们呢 君哲旭道 为这些小生意 伤神划不来 还是好好休息吧 给他这些账本 是让他无聊时打发时间的 可不是让他忙的 连正事都不做的 易幽然道 小生意 所以这些账本 你根本就没有看过 君哲旭点点头 你知道的 本王不热衷于这些事 平时都是徐伯 查完账便交给听雨了 听雨主要忙的是影堂 这些小钱 他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等明日 我让听雨将影堂的账本 也交给你 易幽然摇摇头道 我不要 这些就够我忙好一阵了 我要与听雨比试 比试看谁挣得多 然后又好奇道 影堂一个月 能挣多少 君哲旭道 大概是这些的十倍吧 易幽然 怪不得人家瞧不上 饶氏如此 易幽然也是干劲十足 他心中有一个规划 需要 一点一点去实现 但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 肯定是不够的 于是问君哲旭 你那里人手多吗 君哲旭问道 你需要人 易幽然点点头 索性将岛国人的性格 以及做的事 都告诉了君哲旭 君哲旭续终于明白了 他为何如此执着于 找到那些人根据地的原因 于是开口道 人的事你不用担心 我让人去边陲三郡走一趟 将那些瘟疫的幸存者选一些 这些人感同身受 心中有恨 想必轻易不会背叛 易幽然心想 果然是上位者 他还没说 就已经想好了下一步 于是道 没事的 还有师姐 想必他也在准备着 师姐以前的爷爷 也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 这里也不是上辈子 他们的军事力量 各方面也不见得会比他们强 只是多准备一些 到时候 便能尽量减少伤亡 第138章 收府掌柜 第二日 易幽然又在腰酸被腾治中醒来 想着今日得去皇宫中敛财 便坚持着起床了 君哲旭无奈地看着 易幽然不明白 这个小女人 为何如此贪财 易幽然突然想起了 君月月送的那个搓衣板 好像从昨日醒来都没有看到 于是问君哲旭 你知道昨天桌上放的那个搓衣板 去哪了吗 君哲旭顿了一下道 没看到 易幽然狐疑地看着他 问道 你真的没有拿吗 君哲旭被他看得不自然道 好像是有这件东西 我让追风扔库房了 易幽然听了他的话 笑得止不住 你该不是怕我让你跪搓衣板 才偷偷藏起来吧 君哲旭 易幽然不知道的是 如今金王剧内的消息 已然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都是因为英明神武的金王殿下 大婚那日一波又一波的神操作 就连后院的那些美人们 也怕金王妃不愿意 将他们也都全部遣散了 可见 金王妃绝对是 凌驾于金王殿下之上的存在 两人手拉着手进了宫 去乾清宫给皇帝敬了茶 皇帝昨日已经坐在那里等了 一直等到了今日 心中自是有些不高兴的 好在易幽然早有准备 特地亲自去泡了 他空间里的顶级铁观音 皇帝接过茶喝了一口便爱上了 于是直接问太监茶是哪里泡的 易幽然这时 便非常上道地 拿出了早就为皇上 准备好的一盒茶叶递了上去 皇帝一开心 大红包还不是给塞得满满的 皇后看着下面郎才女帽的二人 想起了君哲旭的母妃 那个她最喜欢的女子 每次泡的茶也是如此好喝 只是红颜薄命 两人给皇帝浸完茶水 君哲旭便带着易幽然去了一座宫殿 宫殿门口 还有两名侍卫守着 见到君哲旭 倒来行了个礼 便让他们进去了 君哲旭带她进了殿 殿内没有人 但是打扫得一尘不染 易幽然心中已经有个猜测 只听君哲旭道 这是我母妃生前的宫殿 她去世之前说 若是我日后娶妻 便带着妻子来这殿中走一圈 让她看看 若是她还在世 也定是会喜欢你的 易幽然看她的颓废的样子 于是就开始翻二了 对着空旷的大殿大声道 母妃 您看到了没 我是易幽然 您这辈子唯一的儿媳妇 温柔贤惠 多才多艺 说着还不忘自己转了一个圈 这时 挂在梁上的风铃突然落下来 直直砸向易幽然 君哲旭拉着她闪身躲过 易幽然吓了一跳 道 这是什么意思 母妃看不上我 君哲旭失笑 谁让你对母妃撒谎的 易幽然想了想 刚刚的温柔贤惠 确实是说得有些过了 然后吐了吐舌头道 我不是想让母妃放心吗 你说 母妃若是看我不顺眼 会不会将我带走呀 君哲旭道 要能带走你 估计皇后早就将你带走了 然后便带她从殿内走了出来 省得她再胡说八道 易幽然今日来到皇宫 其实还是有别的事情做的 听说太子最近因为缅怀皇后 所以一直住在宫中 易幽然便与君哲旭 一起到了太子宫中 然后让君哲旭 悄悄带着她前了进去 易幽然避开巡逻的侍卫 一间一间的找 终于在一间房中找到了太子 听到声音便知道 纳斯在里面干什么 易幽然无力吐槽 怪不得皇后鬼魂没去找她 看见太子这不孝子 估计还能再气死一次 还是悄悄在门外下了迷药 然后待屋中没有了动静 两人便推门而入 君哲旭便捂住了易幽然的眼睛 君哲旭随意拿起床上的被子 将太子与那女子遮住 这才松开捂住易幽然的手 易幽然拿出准备好的药 扔进太子嘴中便与君哲旭回府了 两人吃完饭 君哲旭便去书房处理事情了 易幽然也在熟悉府中内务 直到管家将所有的掌柜都叫齐了 这才过来请示易幽然 易幽然昨日也让夏合 将他陪嫁的那些店铺掌柜 也叫到了王府 易幽然看着面前的掌柜 直接拿出了几本账册 开口道 这几本账册的掌柜的 今日回去便与徐管家做好交接手续 明日便不要再来了 徐管家拿起那几本账本 找到相应的掌柜 有一位掌柜立即站出来问道 为何要辞退我们 可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好 易幽然直接道 你管理的是那间成衣铺子吧 账面上的确是没有问题 而且一个月还能赚不少银子 是不是有些虚高了 那个掌柜冷汗立马便出来了 没想到易幽然这个大家闺秀 竟然还对原材料的价格有所了解 其他几人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屋中的掌柜都变得紧张起来 易幽然接着又拿出了几本账本 道 这几位掌柜今日回去 便可以将店中东西打置了 三日后便可以闭店了 这几位掌柜心中有数 都是经营的不太好的店铺 易幽然让他们关门也无可厚非 就在这几位掌柜 觉得自己也要失业时 易幽然道 你们几位将店铺打置后 去找小郡王培训 接着准备新店事宜 几位掌柜忙连连称事 喜笑颜开 易幽然又指出了几个店铺的不足之处 当所有掌柜都被易幽然的能力折服时 易幽然开口道 各位掌柜 你们做生意的时间比我久 积累的经验更是不少 但是做生意 我觉得重在一个成字 为人处事 重在一个中字 各位只要尽自己的能力好好干 我与王爷定然不会亏待诸位 从今日起 所有在金王府名下的店铺工作马二十年的 无论是掌柜还是小二 55岁之后 每月都可以来领些银钱 直到去世 当然 掌柜和小二每月领的银钱不一样 工作的时间长短 银钱也不一样 这个具体前述 等我与王爷商量之后再定夺 易幽然这番话 感动了所有的掌柜们 他们这些人 但到50多岁之后便也干不动了 回家之后 就要靠以往的积蓄 和儿子养老 生病了 还有卡尔西的脸色 易幽然这一决定 每月也能领一笔钱 那也能减轻家中不少负担 掌柜们对视一下 一起对着 易幽然便跪了下去 启呼道 金王妃大意 我等定肝脑徒弟 誓死追随 易幽然被他们的架势吓了一跳 似是要上战场拼命 于是甘笑道 只要你们好好肝便是 不必肝脑徒弟 第140章 回门 掌柜们走后 管家带来了十几个婢女 让易幽然挑选 易幽然看着这些女子 似乎都有些武功底子 于是问道 徐伯 他们都会武功的吗 管家道 回王妃娘娘 这是听语特地 从影堂中挑的女子 多少都有些擅长的本事 易幽然有些感兴趣了 问道 你们都有些什么本事 说来听听 于是 那几个女子 依次说出了自己的本事 最后易幽然留了三位 她现在是看到 有本事的人就想留下 但想到听语培养人也不容易 于是便将剩下的都还回去了 由于在影堂 他们都是代号 所以易幽然便重新给他们起了名字 侵权 扶贫 乐星 清泉善武 福伯说她的武功与惊雷 都是不相上下的 扶贫善伪装 易容树堪比整容 乐星是一个眼睛 大大的可爱女孩 擅长经商算账 易幽然看她的速度 真是堪比计算机 易幽然看着三人越看越满意 夏合也在一旁 替自家小姐高兴着 突然想到 自己好像什么本事都没有 不免有些失落 夏合与东梅 是最早跟着易幽然的两个丫鬟 特别是夏合陪伴她的时间最久 在她心中就如同姐妹一般 看到夏合的样子 易幽然道 你们三人与夏合以后 便是我身边的一等丫鬟 夏合在我身边最久 最是知晓我的喜好 你们四个日后要和睦相处 莫要起什么歪心思 夏合知道这是小姐在给她长脸 心中感动 暗自发誓 以后定要好好伺候小姐 三个丫头自然也听出来了 便乖乖音试道 奴婢以后 定当以夏合姐姐马首是瞻 夏合吓得慌忙白手道 不用 不用 晚上易幽然与君哲旭说起了 关于给那些掌柜们 发放养老金的事 君哲旭表示很感兴趣 易幽然便与她科普了前世的社保 君哲旭听后很感兴趣 先让易幽然做出一个计划 先在金王府范围内实施 等走上正轨之后 在大范围推广 君哲旭告诉易幽然 在皇后那里搜到的那几只母骨 已经查到是种在哪些人的身上了 说完还将查到的名单交给了她 易幽然看到 其中还有一位是护卫将军的副将 易幽然便有些无语 皇后这脑子是有毛病吗 还害怕她爹的副将 会不跟她一条船吗 易幽然决定这几日 便去帮那些人将蛊虫解了 也算是为他们添一些助力 易幽然通过与皇帝这几次的接触 便能看出来 皇帝是一心想扶持君哲旭的 既然是这样 那他们也不必藏着掖着了 目前最大对手就是太子了 太子本人并无太大威胁 君哲旭他们是不怕的 就是觉得那些将士 牺牲在夺位的战争中 太不值得了 君哲旭道 此事先不急 明月便是三日回门了 我让徐伯给外公舅舅他们 准备了一些礼物 你看看有没有需要添一些的 易幽然惊呼道 啊 你要不说我都忘记了 君哲旭道 本王已经将西边院子收拾出来了 明天便将岳母接过来 有她在旁看着你我也放心些 这件事 易幽然本想与君哲旭商量 如今他却先说了出来 易幽然上前抱住他道 王爷 您真是对臣妾太好了 君哲旭对他的话很是受用 便道 那爱妃便以身相许吧 于爸便抱起他 走向了床榻 结果第二日 易幽然又起晚了 以至于快到中午才回到丞相府 易乌子人都已经在饭桌前等着他俩了 易幽然瞪了君哲旭一眼 都怪他 又让他起晚 君哲旭笑了笑 于牧城湘与夫人打过招呼后 便将回门的礼物送了上去 易幽然发现 这丝竟然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 而且都是价值不菲的好礼 比如汉白玉棋盘 长寿玉瓶等等 就连木星兵就得了一个白玉算盘 正开心地拨弄着算盘珠子 易幽然想 这就是爱情的样子吧 他会细心地了解你家人的喜好 易家人开心地吃完饭 易幽然便说起了 让牧师去金王府的事情 牧师原本是不同意的 但耐不住易幽然的软磨硬泡便同意了 但是检查说 只是住上几日 易幽然想着 只要牧师去了 他就有一百种方法让他留下 就这样 两人便带着牧师回了金王府 然后便听管家说 慕容公子带着月公主 也住进了府中 因为慕容莲以前一直在为君哲婿解毒 所以 府中一直为他留了一个院子 君哲婿有点头疼 这三个女人又聚在了一起 于是又想到了 那个搓衣板 看来得让影堂赶紧查出来 易幽然那个老实子师兄 最起码能解决一个慕容莲 还有君月月这个丫头 也得赶紧找个婆家嫁了 省得一天到晚的缠着他媳妇 易幽然没注意到君哲婿的想法 将牧师安排好 便去了慕容莲那里 慕容莲与君月月 不知道在哪里弄来了一套简易飞行旗 两人正玩得起劲 易幽然的声音突然出现 你们俩来我金王府做什么 慕容莲道 我没地方可以去啊 这两日 我就在客栈将就的 想着你俩 已经在一起逆外三日了 应该也够了 所以我来给你调剂调剂 你不知道吗 距离才能产生美 易幽然撇撇嘴 距离才不会产生美 距离会产生小三 君月月插嘴 别说了 慕容 该你了 三嫂 你玩不玩 易幽然也好久没有玩过了 于是道 当然玩 让我杀你们的片甲不留 于是 君哲婿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消息 易幽然不回院子吃饭了 第141章 易红的心软 慕容莲告诉易幽然 太子让他去看诊了 在宫外的一间民宅里 竟然还戴着帷帽 但慕容莲还是一眼 就看出了他的身份 易幽然问 那你给他治好了没 慕容莲道 他患的是那方面的病 我才没给他治 祸害了那么多的女子 活该 易幽然毫不犹豫地拆穿塔 是因为你治不好吧 连病和毒都分不清 我都怀疑 你是怎么做了这么多年的神医 慕容莲惊呼道 你怎么知道是毒 莫非这毒是你 易幽然淡淡道 算你还有些脑子 慕容莲好奇道 你为什么要给他下那种毒 还不如直接毒死他算了 易幽然解释道 现在他还不能死 易师庭怀孕了 慕容莲 易师庭怀孕了 你是准备将他嫁给太子 易幽然点头 易师庭的身份 太子现在肯定是看不上的 如今我也没空陪他们玩 这个方法 是目前最简单的法子 慕容莲点点头道 过几日 我不要回去了 算算时间 那倒国的那帮人 估计也快来了 易幽然提醒道 你也别一激动 将他们全灭了 记得留活口 我们得找到他们老巢 此时的国师府 易师庭与张氏 也在商量着对策 易师庭道 这牧师已经与父亲合离了 母亲你说易幽然还会帮我吗 张氏道 应该会吧 易幽然这个人 虽然形势很利 但一般说到的事情 都会做到的 易师庭问道 他为什么要帮我 我总觉得 他不是因为太子府中的宝物 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张氏信心满满道 等你坐上了太子妃的位置 她现在只是一个金王妃 还能对你用什么阴谋 你也别想那么多 好好照顾腹中孩 这可是 太子的嫡长子 日后定当贵不可言 易师庭一想到自己 以后会是皇后 自己的孩子就是太子 也许以后还能做太后 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 她决定还是再等一悠然几日看看 张氏此时却道 师庭 你看牧师已经与你父亲合离 我在这府中 如今也是非常尴尬 日后你去了太子府 若是娘家没有帮衬的别人 也会瞧不起你的 还有你弟弟 一直都被那一兵驳压了一头 如今又变成了数字 易师庭听出了张氏的意思 想着张氏若再当上 国师府的主母 与他也有利 于是开口道 母亲说得对 现在是个好机会 母亲您最是了解父亲的脾气 您说 您需要我做些什么 张氏想了想到 晚上你将你父亲叫来 就说有事与他商量 易师庭想也没想 便答应了 晚上一红忙完公事回到家 便听小四说易师庭有事情找他 对于这个女儿 她现在有些失望 太子已经许久没有来过了 昔日的京城第一才女 连太子都笼络不住 真是太没用了 如今那易悠然已经嫁入了金王府 金王对她更是摆一摆顺 加上皇后已死 又有不少中立的官员 直接倒向金王那边 易红对比一下 更是呕得要死 早知道就不同意牧师和离了 易红想了想 还是决定去看一下 便到了易师庭的院子 一进屋便看到桌上摆满了一桌子的饭菜 易师庭看到易红过来 立即便起身行礼 易红看桌子上的菜色 几十年的女儿便不由地便放软了声音道 易红见易师庭如此孝顺 直接满意地坐下道 你也坐下一起吃吧 我们父女两个也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易师庭乖乖坐下 易红正准备夹菜 却发现身边的人已经为她布好了菜 还正是她想吃的那道 易红抬头一看 原来是张氏 张氏特意按着易红的喜好 精心打扮了一下 很是妩媚 易红看到张氏 确实是惊艳了一下 想着以前盛气凌人的张氏 如今变得如此讨巧 心中也有些疼惜 便开口道 不用不菜了 你也坐下一起吃吧 张氏却道 妾不敢 妾是犯了大错的人 不敢再与老爷平起平坐 只求老爷能允许妾再伺候您一次 哪怕就为您布辞菜妾就满足了 易红听了她的话 更是有些心疼 毕竟是自己同床共枕那么久的女人 便道 没有外人 就我们一家三口 坐下吃吧 张氏的眼泪 立马就落下来了 含泪坐下道 谢老爷垂怜 易红这顿饭吃得 很有成就感 女儿乖巧 张氏温顺 一扫之前在朝中的阴霾 一时停电时间差不多了 便借口身体有些不适 便退下了 屋中只剩下了张氏与易红 张氏给易红倒了一杯酒 身体直接快歪到了易红身上 易红闻着张氏身上的香味 便再也忍不住扔掉酒杯 抱起张氏便进了礼物 一番云语过去 张氏满足地 躺在易红怀中 开口道 老爷之前的事 都是妾的错 妾也是 受那韩姨娘的蒙蔽 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悠然的事情 悠然不原谅 妾是妾活该 但是就是苦了师庭与非凡 妾希望老爷在娶夫人后 能将师庭与非凡 过继到新夫人名下 好让他姐弟二人有人庇护 这样就算是让妾死也甘心了 说着 眼泪便掉了下来 易红看到张氏的眼泪 刚刚那一番 张氏将他伺候得极其舒服 想到没成亲时 张氏为他所做的种种 成亲后 利用互不上书的关系 也让他脸了不少财 往事一件件都涌上心头 思考了一下道 等过了这段时间 我便将你扶正 师庭与非凡在你名下我才放心 张氏听了易红的话 心中自是喜不自胜 面上不显道 妾不想再做夫人了 妾不忍看到老爷为难 易红看他的模样 心中更是怜惜 感觉到张氏又不经意间蹭到了他 开口道 这是我自有安排 你只要好好伺候我便是 张氏害羞地点点头 易红主动便压了上去 第142章 给太子看病 接连几日 易红都塑在张氏那里 与此同时 太子也很忙 不停地有大夫登门 太子对外说是一位幕僚 生了一种怪病 太医都束手无策 特巡来明依看诊 百姓们听说后 都纷纷夸太子仁德 易悠然听到这个消息翻了个白眼 这算是无心插柳柳成因了 他也正在收拾药箱 因为太子多番打听到了陈希医师 易悠然决定去做压死太子的那根稻草 易悠然 让乐心给他易容 一注香后 在镜中看到易容后的自己惊呆了 乐心将他易容成 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 而且丝毫看不出来易容的痕迹 易悠然朝扶平伸了一个大拇指 这次他真的挑到饱了 收拾完毕 便带着清泉出门了 来到宫外的太子府 易悠然报了名字便进去了 跟着小丝走到了一个小院 小丝便退下了 易悠然与清泉一起进了屋中 只见窗帮拉下 里面躺着一个人 想必就是太子本尊无遗了 易悠然觉得有些好笑 太子如此这般不是弄巧成拙 越描越黑吗 哪有人看病武这么严实的 他看到慕容莲正在与几位大夫 正在商量药方 于是轻轻咳嗽一声 然后比了一个只有慕容莲能看懂的手势 原本慕容莲看到近来一位三十多的妇人并未在意 如今看到熟悉的手势 便知道是易悠然 看着他的易容有些好奇 不过想到两人的计划 便对着易悠然抱拳行了一礼 师姑你怎么来了 易悠然目中无人地道 太子殿下特邀本夫人为他的幕僚看病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配让本夫人医病的 慕容莲道 师姑你来了 我便放心了 定是有办法的 易悠然表现出了一丝丝感兴趣的样子道 是什么病症 居然连你都束手无策 太子在里面听着他俩的谈话内容 听出慕容莲对此人的恭敬 于是便示意旁边的人问一下 旁边的管家接收到了太子的信号 便问道 不知这位夫人是 易悠然依旧不理人 将高冷饭拿捏得准准的 慕容莲开口解释道 这是我的师姑 我的医术大部分都是师姑传授的 师姑的医术比师父还要厉害 若是师姑说治不好的病 那必然就是要是无医了 太子听到慕容莲如此说 紧忙朝管家使眼色 管家立马说道 那便劳烦神医为幕僚大人看诊了 易悠然没有说话直接上前要拉开床慢 管家见庄立马阻止道 神医且慢 幕僚大人怕见光 还请神医隔着床慢耗脉 易悠然不满道 毛病还挺多 却也没有再勉强 隔着床慢为太子耗起了脉 装模作样 毫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 众人都看着他 易悠然这才收回了手 管家急忙问道 神医这是何意 易悠然道 精进胜败之正 管家看他 竟然说出了病名 便激动问道 神医可有办法治疗 易悠然道 本夫人只能给他开点要缓解症状 但是子嗣这一项 本夫人无能为力 管家问道 神医您说的 这是什么意思 易悠然解释道 慎败之正 日后必定子嗣艰难 管家听到这句话 便问道 神医可有别的办法 多少赢钱都可以 家官封爵更不在话下 易悠然摇摇头 啊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若不是贪图享乐 不知节制 又何至如此 太子在内间听了易悠然的话 直接道 请神医开药吧 易悠然不会用毛笔 害怕露线 于是对慕容莲道 失职 开药 慕容莲心中暗骂 这次是装上瘾了 面上不显 拿来纸笔 暗暗易悠然说的药方 写了下来 交给了管家 易悠然件事情已经办妥 便直接出门了 临走之前 还不忘吩咐慕容莲记得 将他的枕筋带回去 易悠然出了太子府 便发现有人一直跟踪着他 于是给清泉使了一个眼色 清泉带着他 直接轻功飞起 不一会儿 便甩掉了那些尾巴 然后易悠然便回到了金王府 太子在送走那些大夫后 发了好大一通火 这么多日的看诊 没有一个大夫 能将他病给治好的 他还没有子嗣 若是让父皇知道了 怎么可能会将皇位传给他 于是 太子吩咐管家 将所有知情的人 全部处理掉 管家应声下去 太子却又为解气 直接朝他东宫的后院走去 易悠然觉得 有必要去国师府看一眼 于是便恢复了原来的容貌 朝国师府走去 到了国师府 没在家 守门的侍卫看到是他压根 就不敢拦着 于是 易悠然便大摇大摆地 走进了易师庭的院子 易师庭对易悠然的道来 很是惊讶 但是他也急需易悠然的帮忙 于是便将他请进了屋 易悠然进屋 便看了一眼张势 嘴角勾了勾 并没有说什么 易师庭首先按捺不住了 急切道 你我之间的约定还做数吗 易悠然淡淡一笑 当然 我说过的话 什么时候不算数过 易师庭问道 需要我做什么吗 易悠然将计划告诉了易师庭 计划很简单 就是在太子经常去的地方偶遇 洋装不经意告诉他 已经有遇 易师庭听后问道 就这样 太子就会娶我了吗 易悠然道 那就要看你是想当正妃 还是侧妃了 易师庭不解 难道决定全在他的身上 怎么可能 于是问道 我该怎么做 易悠然道 若是你想当正妃 那便在太子答应你侧妃之位时拒绝 顺道告诉他 要打掉这个孩子 易师庭惊道 那不就是威胁太子殿下了 易悠然镜子倒了一杯水喝下说 正妃还是侧妃都在你一念之间 你自己可以考虑考虑 说完便起身准备离去 再走到门口时 淡淡开口 我母亲曾经的位置 谁都可以坐 唯独你张氏不行 若是你执意如此 那便莫要怪我不客气 说完便镜子离去 留下面面相去的张氏母女 易师庭问道 母亲 她是如何得知的 张氏摇摇头 难道是老爷告诉她的 易师庭道 为了稳妥起见 等我坐上太子妃之位后 再让父亲将您扶正 到时候 即使她想阻止 她是也阻止不了 张氏想了想 随即点点头 但是当晚便将此事告诉了易红 易红知道后 更是火冒三丈 直骂易悠然匿女 已经被逐出一家了 还敢管国师府的事 这些事易悠然不知道 即使知道了 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只有当面报不了仇的人 才会背后说闲话 第143章 太子赐婚 当天晚上 易悠然便与君哲旭说了这件事 吐槽男人真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结果又被君哲旭压在床上思考了一阵 完事后 易悠然躺在君哲旭怀中道 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给我母亲介绍个呗 君哲旭有些为难 这年头 谁家的女婿 会为丈母娘说梅 更何况 她还是堂堂金王 不过最终还是受不了易悠然的软磨硬泡 答应了为她留意一番 于是易悠然便开始说她的条件 不需要位高权重 不需要有事业心 只对母亲好 没有三妻四妾 随后易悠然还许下承诺 若是君哲旭能找到 便同意 她是床头那本书后面的动作 君哲旭暗自将易悠然提的条件记在了心里 并跟易悠然说 明日便让听语去找人 一定要在一个月内找到 易悠然听后撇撇嘴 又说了一句 男人果然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然后便扭身睡了 不再搭理君哲旭了 君哲旭有些无语 这果真是女人心海底针 答应是错 不答应还是错 第二日 易失廷便迫不及待地找人打听太子的动向 得知太子并未出府 郁闷了好一会 索性 后来派去蹲守的人看到了 太子出门去了一间茶楼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易悠然让君奕晨将太子约了去的 太子坐在茶楼中 迟迟不见君奕晨道 正准备离开时发现 易失廷进了旁边的包间 太子好奇便站在门口站了一会 只听到易失廷问丫鬟道 大夫来没有 小丫鬟道 小姐 大夫估计一会便来了 您真的考虑好了吗 不与太子殿下商量一下吗 易失廷沉默了一会 自嘲道 何苦再让太子为难呢 这个孩子本就不该存在的 太子听到孩子这两个字 便再也挪不动脚步了 又听到小丫鬟道 小姐您那么爱太子殿下 真的舍得伤害这副种骨肉吗 易失廷道 舍不得又如何 我不能成为殿下的拖累 父亲已经为我许配了人家 我总不能带着殿下的骨肉架过去吧 太子日后 定会有很多女人为他淡下黄丝 说着便低声啜泣起起来 太子听到这里 再也忍不住冲进了房中 直接开口道 亭儿 你怎么这般傻 易失廷眼角的泪痕犹在 看着太子冲进来 惊慌道 殿 殿下 您怎么在这里 太子将他抱进怀中 易失廷越挣扎 太子禁锢着他道 亭儿莫要再乱动了 切莫伤了腹中孩 易失廷这才放弃了挣扎道 殿下 您 太子说道 本宫都听到了 本宫不允许你伤了我们的孩子 易失廷道 可殿下 失廷不能成为你的拖累 如今悠然妹妹 已经脱离了国师府 嫁给了金王 都是失廷的错 太子道 易悠然他害死了本宫母后 本宫日后定不会放过他 本宫自始至终 喜欢的都只有你 本宫这就去向父皇请旨赐婚 易失廷见已经达到了目的 心中高兴 但面上却不显 还是对太子道 殿下不要 失廷配不上您 父亲已经给失廷说了亲事 过几日便要嫁过去了 太子觉得事不宜迟 便道 廷儿你先回府 本宫这就进宫 切不可做傻事了 听到没 易失廷乖巧地点点头 太子不放心 还专门交代了随从 护送易失廷回府 自己慌忙进宫了 君逸臣在隔壁房间 全程看着两人的表演 心到这个易失廷演的一套一套的 可以去当戏子了 奈何对手事事易悠然 也只剩下被算计的命运了 想了想 便去了金王府 去找易悠然汇报情况去了 易悠然听了之后道 没想到易失廷还挺有脑子的 慕容连道 也就你以为她是个炮灰女呗 你忘了 她之前可是金城第一才女 她所有的噩梦都源于你 易悠然看着其他人 一脸赞同的模样道 那以后 我尽量下手轻一些 让她多发挥一下 众人 次日 圣旨便下来了 易失廷这个 曾经的第一才女 一时间风头无两 易悠然也无暇顾及到她 因为她正在与那些掌柜的商量 开心店的事宜 易悠然将空间中高产量的种子 全部拿了出来 她是准备开一些粮店 明以时为天 她发现现在的粮食产量比较低 以后若是发动大规模战争 她也必须要保证这些人的温饱 空间种子不多 易悠然想着 先让百姓将这些种子种下去 然后等秋季丰收之后 便能再封起大面积种植了 她将这件事 交给了乐星全权负责 易红这两日在朝中 也是一扫之前的颓废 人人见到她 都会道一声恭喜 于是对张氏更是疼爱有加 更想在易师庭嫁给太子之前 将张氏扶正 但张氏一直想着易悠然之前说的话 便道 还是等师庭嫁给太子之后 再提这件事情吧 易红见她执意如此便同意了 她将钟馗又交给了张氏 让她给易师庭准备嫁妆 张氏便不再推辞收下了 易悠然此时在屋中 看听语拿回来的一打画像 那天与君哲旭谈过 要给牧师找对象后 听语当即便派人去拿回来了 这一打子画像 易悠然也就认真地看了起来 看着看着 一张画像引起了她的注意 第144章 戴母亲出府 那张画像 上面画着一个裹子脸的中年男人 长相倒是没毛病 只是下面的字引起了她的注意 虎威将军副将秦明安 易悠然看向君哲旭 问道 这个虎威将军副将 是不是重骨的那位 君哲旭看了看也不确定 便将听语给叫了出来询问 听语拿出了一个小本本 翻找了一会道 回王妃 这位秦副将是白手起家的 曾经受过幕夫人恩惠 易悠然问道 那她没有成家吗 听语又看了看小本本 回答道 成了 三年前染病去世了 留下了一子一女 而且 后院比较干净 易悠然对听语那个 小本本本挺感兴趣的 于是道 听语 将你的小本本 拿来给我看看 听语恭敬的地上 易悠然翻了几页 发现都是密密麻麻的 银头小字 她翻到画像上 这几个人的介绍看了一眼 发现听语找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与牧师有交集 小时候与牧师在一起 玩过的人都写了上去 易悠然有些惊叹 几十年前的事 听语是如何查出来的 看了一会 实在是泪眼 于是问道 你找的这些人 都是与我母亲有过交集的吗 听语回答道 大部分都是 还有一小部分 是属下又筛选出来的 易悠然很满意 于是决定就从那个副将开始着手 与君哲旭商量了一下 决定明日就先去为他解骨 君哲旭见易悠然满意 当晚便要求易悠然履行承诺 易悠然当然不肯 借口事情还没有着落 但君哲旭哪里会由着他 当晚便解锁了两个新姿势 次日一早 易悠然便让追风 去秦妇将府中下了帖子 说武士过后去拜访 于是上午便去了牧师的院子 看到牧师正在绣花 看到他来了 立马放下手上的活站了起来 道 悠然你来了呀 易悠然问道 母亲在绣什么呀 牧师笑道 这不是闲来无事 想来你姐姐已经有三个月了 给她腹中孩子 做一些小衣服 易悠然拿着牧师绣好的肚兜看了看 道 小孩子皮肤比较嫩 腹中正好有几匹桑残丝 改日我将他拿过来 母亲用他给我的小外甥做衣服 牧师刚想拒绝 易悠然直接道 母亲今日先不要绣了 今日与我出去一趟可好 牧师疑惑道 你要出府做什么 易悠然看牧师也闲来无事 便道 我们一起去看看姐姐如何 本来是想说下午带牧师出去的 易悠然想也好久没有看到姐姐了 便直接改口去看一晚镜 牧师笑犹豫道 我已经与易红合离了 这个身份去四南伯府不合适吧 易悠然道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是金王丈母娘 仅仅这个身份去他们四南伯府 就是他们的福气 谁敢小看了去 易悠然觉得 牧师就是身宅妇人的一个典型代表 整天不出门 一心就操持府中的事情 突然觉得自己这个王妃 做得有些不合格 整日出去跑 得亏嫁的是君哲婿 若是嫁了别人 会不会天天挨打呀 最终 牧师还是没有嫁得住易悠然的软磨硬泡 随他一起出门了 易悠然先带他去了四南伯府 一晚镜得知 母亲与妹妹一起来了 忙亲自出来迎接 陈文杰在他身后护着他 不停地道 你走慢点 小心孩子 易悠然牧师老远 便听到陈文杰的话 于是也加快了脚步 一晚镜看到牧师 便流下了眼泪道 母亲 牧师见到大女儿 也是十分开心 特别是看到女儿女婿关系 也很和睦 更是满意 想着大女儿终是苦尽甘来 心中也涌出酸意 不自觉地红了眼眶 易悠然是最受不了 这种煽情时刻了 于是开口道 姐姐你哭什么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姐夫欺负你呢 一晚镜还没有说话 陈文杰已经开口 是啊 现在府中就差将你供起来了 一会你眼睛红红的 若是让母亲看到 又要收拾我了 易悠然擦了擦眼泪 开口道 我不是看到母亲来了开心吗 陈文杰转向 易悠然开口道 小妹你是不知道 自从你姐姐怀孕后 我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能想得到 我都这么大了 还被母亲揪着耳朵的场面吗 易悠然乐地呵呵直笑 道 姐夫 所以今日我将你岳母大人带来了呀 母亲不疼 你你还有岳母疼呢 牧师也跟着易悠然的话 对易婉婷道 你也少折腾些文杰 你看看 有哪个男人妻子怀孕 天天在旁照顾的 还不知足 易婉婧经莫名其妙挨了批评 瞪着陈文杰 准备等牧师走了 再与陈文杰算账 陈文杰刚想说话 门外转进来一道女生 亲家母默要说晚近了 就凭这臭小子以前做的错事 他现在做什么 都是应该的 我还只嫌他做得少呢 牧师看到郭氏走进院中 忙道 亲家母来了 今日顺道来看他晚近这丫头 怎么把你给惊动了 易悠然也跟着问道 郭伯母进来可好 郭氏看到易悠然便要 与他行礼 易悠然忙将他扶起 道 今日没有外人 伯母将我当作幕府三丫头便是 郭氏看到易悠然已经是王妃了 还没有一丝交纵 不禁暗暗点头 然后便请他们入座 这人上查 郭氏便与牧师聊了起来 易悠然见两人聊得挺好 便拉着易悠然进了内室 易悠然进屋后 先给易悠然进整了平安脉 发现孩子养得挺好的 易悠然忐忐忑开口道 悠然 你说我这胎会是个男孩吗 婆婆与相公对我这般好 若再是个女儿 可怎么好 易悠然看易悠然的模样 给他吃下定心丸道 姐姐放心吧 我的小外甥非常健康 他们对你的好安心受着便是 易悠然自然是知道 自家妹妹的医术 听他如此说 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 便问起易悠然的近况 得知母亲如今 跟着妹妹住在金王府 易悠然对妹妹更是佩服 试问谁家的姑娘出嫁 还带着丈母娘的 易悠然绝对是头一份了 第145章 秦富将 易悠然看着自己姐姐道 姐姐 你对母亲合离的事情 有什么看法 易婉静不明白 她为何如此问 还以为她是自责母亲 是因为她才合离 于是开口道 小妹 我觉得母亲现在挺好的 若是在以前我心中 可能会有些难受 但经历了这么多的事 让我知道了 一个男人真正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相比起来 父亲可能从来没有爱国母亲吧 在那个没有爱的国师府 母亲整日在里面与坐牢 有什么分别 易悠然没想到 易婉静会如此说 问道 姐姐不怪我 让你也没了娘家 易婉静听了易悠然的话 呵呵一笑 我怎么没有娘家了 我若是有事 母亲兵驳 还有你会袖手旁观吗 以前是有娘家 可我们的好父亲 不顾我的意愿 将我嫁入四男伯府 我嫁进来 他也未曾问过我过得好不好 若不是小妹你 我现在是什么样子的都不敢想 我与文杰已经商量过了 日后你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便做什么 即便是要我们的命也给你 易悠然哭笑不得 没想到竟然将姐姐姐夫 变成了她的脑残粉了 于是开口道 我要你们的命做什么 好好活着不好吗 易婉静也呵呵直笑 然后易悠然便拿出了一达画像 递给易婉静 直接开口道 这是我让君哲旭挑的京城中 与母亲岁数差不多的男子 人品都已经调查过了 易婉静看了看 发现每张画像下面 竟然还写着官职名字 惊讶地问道 你这是准备给母亲找 易悠然道 母亲还不到四十 余生还很长 怎能让她一个人孤单度过 易婉静拿着那一达画像道 那你可有合适的人选 易悠然拿出了那一张 情妇匠的画像 这位是第一个 我已经下了帖子了 今天去情妇匠家中拜访 易婉静问道 母亲知道吗 易悠然摇摇头 开口道 先让母亲接触接触 看看怎么样再说 若是连母亲说了 太过刻意 反而不太好 易婉静开口道 母亲的性格 怕是不会同意再嫁的 易悠然想到牧师那性子 也有点发愁道 没事 先处处看 若是两人真有那方面意思 我们再想办法 中午在四南伯府用了午膳 四南伯夫人与牧师相谈甚欢 走的时候 还拉着牧师的手 让她没事尝过去 牧师含笑应下 最后还是一碗镜 将自家婆母拉走 易悠然与牧师这才离开 出了门 牧师必要回府 易悠然道 母亲 我突然想起 还有一个病患要医治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 牧师以前也是陪易悠然 一起看过病患的 便同意了 然后易悠然便吩咐车夫 去了秦副将府中 门口的小四大老远 看到金王府马车到了 便赶紧进去 通知自家老爷 于是 易悠然与牧师一到门口 便看到秦副将 带着自己家的一儿一女 在门口迎接 易悠然扶着牧师下了车 秦副将向易悠然行了礼抬头 便与牧师的眼光 对了个正正 牧师也有些惊讶 易悠然看到秦副将的眼神 便觉得有戏 于是便扶着牧师 率先进了府中 小四一直带路到了正殿 易悠然扶牧师坐下后 然后开口道 秦副将 你可知本王妃今日过来所为何事 秦副将拱手道 墨将不知 牧师也有些疑惑地 看着易悠然 不是说来瞧病的吗 易悠然淡淡喝了一口水 看了一眼秦副将的身后 秦副将会议 便让听钟下人全部退下 然后看向易悠然 易悠然也不磨蹭 直接从衣袖中 拿出一个木盒子 放在桌上 秦副将看到那个木盒子 直接瞳孔放大 他的儿子看着父亲的反应 立马站在了父亲前面问道 王妃这是何意 易悠然看着眼前 这个十五六的清秀少年 第一印象还不错 但他也没说话 直接打开了盒子 果然盒子中趴着一只蛊虫 那少年见状后直接问道 是皇后给你的吧 我父亲已经说过了 不会为你们做事的 易悠然有些感兴趣问道 为何不能帮太子做事 我记得没错的话 你父亲 应该还是虎卫将军的副将吧 秦副看得要比他儿子要通透 这时开口道 王妃今日过来 想必不是来收服末将的吧 若是如此 怎么可能带着自己母亲过来 易悠然笑着点点头 开口道 副将所料不错 本王妃也是偶然间 在前皇后宫中得到了这个蛊虫 今日来也是特地为将军截股的 秦副将却没有表现出来欣喜 开口问道 王妃有什么条件 易悠然笑了 摇摇头 我要谁给我办事 从来不用威胁的法子 要么靠拳头 要么就用人格魅力征服 秦副将可要截股 旁边约莫十二三岁小女孩立即问道 王妃娘娘 您当真会为我爹解毒吗 易悠然觉得 秦副将的这两个孩子 眼神都明亮有光 想必平时也是教养得极好 于是易悠然便开口道 是啊 我是想给你爹解骨 但是你爹似乎有点不太乐意 牧师此时看不下去了 便道 悠然 他不解毒便罢了 给虫子放这里 我们都吧 易悠然看牧师的样子有些疑惑 平时这种情况 牧师一般都是不会说话的 今日怎么如此反常 但看自己母亲已经开口了 便说道 那既然如此 本王妃便告辞了 这时 秦副将却慌忙开口道 末将解毒 多谢王妃愿意为末将解毒 易悠然面上不显 心中却乐呵得不行 直觉两人肯定有故事 但也明白 此事不是问的时候 便故作高冷地点点头 让秦副将为他准备解骨的东西去了 第146章 350两的架状钱 东西准备齐全后 易悠然将便让牧师 以及秦副将的一双儿女在外等候 他则在店内给秦副将解骨虫 易悠然有意语气单独聊聊 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总不能直接说 我想给你说个眉 你看我娘怎么样吧 于是 他尽量放慢了动作 只听秦副将突然开口道 你娘现在过得如何 易悠然一听有戏 但是应该怎么回答呢 于是便反问道 秦将军认识我母亲 秦副将不再说话 当易悠然正在反思 是不是自己说错话的时候 秦副将又开口道 他就过我 易悠然想了想便说道 母亲向来就是一个心善的人 做不出那等见死不救的事情 等了一会 秦副将开口道 他与易红合离了也好 易红那丝实非良配 就怕他那个性子会想不开 你们也要多陪陪他 易悠然听到他 竟然这样说 便有心试探道 因此 本王妃就寻思着 等过阵子 再为母亲寻个好归宿 易悠然明显感觉到 秦副将听了他这句话紧张了一下 试探问道 他的性格能同意吗 易悠然觉得 女儿快上钩了 于是说道 他若是不同意 定是因为那个男人不够爱他 不过说 这个还早 毕竟母亲也刚刚合离 能不能再遇到合适的也难说 说完 易悠然便加快了用针的速度 又用匕首在秦副将的上臂上 划开一个口子 一只蛊虫便能从里面爬了出来 易悠然随即便将它装入了盒子 又为其包扎了伤口 便打开了门 秦副将的那一双儿女 看到门被打开 立马便跑了进去 看到父亲无恙后 便放下了心 随后齐齐向易悠然跪下道谢 易悠然将他们扶起后 便带着牧师离开了 秦副将看着那母女两个的背影 不知道今日易悠然来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帮他解忠吗 这时他的女儿开口道 父亲 我觉得金王妃人挺好的 一点也不像外面传闻的那般凶神恶煞 秦副将没有说话 易悠然虽然没有邪恩以报 但这个人情他却是欠上了 还有牧与宁 他今日为何要一同来他府中 还有易悠然为他解骨石说的那些话 那他是不是也有机会 易悠然却没有想那么多 出了秦副将的门 便带着牧师直奔美颜堂 他要将他母亲打扮得美美的 牧师也是第一次到女儿这个美颜堂 平时都是易悠然将那些东西拿给他用 今日过来一看 果然店中好多都是选东西的千金小姐 易悠然带着牧师 给他讲解着店中的产品 并告诉他二楼都是雅间 没事了过来 让姑娘们给他做做美容 牧师听得正起劲 耳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知道面前的是谁吗 未来的太子妃殿下 你们金王妃见了 都得让三分 让你们打个折都不肯 易悠然扭头一看 果然是张氏 他与牧师站的位置叫隐蔽 所以张氏与易师廷并未看到他们 易悠然心想 这两人真是打不死的小强 稍微得势便忍不住要出来蹦打 于是直接走出来道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被国师修掉的下唐妇 张氏也是想着易悠然不会来这里 才敢那般大放厥词 猛地听到易悠然的声音吓了一跳 接下来便看到易悠然与牧师从那角落里面出来 于是结巴道 你 易悠然道 你什么你 张氏 我 易悠然 我什么我 不会说话就少说话 省得在这丢人现眼 易师廷看到易悠然也有些害怕 于是扯了扯张氏的衣角 示意他赶紧走 张氏清醒过来 也觉得 现在不能与易悠然正面起冲突 便拉着易师廷转身就要走 易悠然自然不可能让他们走 上门的大飞扬岂有不载的道理 于是道 将未来太子妃与这个夏堂妇 刚刚示的所有东西 全部包起来 一会送到国师府 记得让国师府当场结清了银子再走 念在我与太子妃 曾经姐妹一场的份上 就打个十五折吧 刚刚为他们介绍商品的女工 立马应是开始打包 对张氏母女更是满满的不屑 这两位来店中已经有半个多时辰了 试了好多商品 一样也没说要 一直在强调 是未来太子妃殿下 要知道 就连长公主殿下来店中来拿东西都是 结了银钱的 这位还没坐稳太子妃之位呢 就想来打秋风 义师庭听到这话 转身道 义悠然 你别欺人太甚了 义悠然淡淡道 怎么了 太子妃殿下 该不会是买不起吧 只是来我店中试试 不能吧 本王妃可是听说太子的聘礼 可是一车一车地往国师府拉呢 难道是国师府 连给太子妃置办价状的钱都没有吗 那要不将东西送去太子府 我想以太子对太子妃的宠爱程度 买下这些东西 应该很轻松吧 义师庭当然不能让义悠然 将东西送到太子府 此时店中的好多人 也都在对他们指指点点 义悠然可以不在乎 但是他不行 太子还没有娶他 现在的他不能出一点差错 于是便对张氏道 母亲 我们走 义悠然看着张氏今天的装束 俨然一副正式夫人的派头 于是在后面提醒 张氏 你也记住我说过的话 认清自己的身份 我一直都是不屑于动嘴的 因为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强 张氏与义师庭走后 牧师对义悠然道 悠然 若是你父亲在将张氏扶正 你哥哥怎么办 义悠然知道 牧师为了他而离开国师府 心中对义宾博是有愧疚的 便说道 母亲放心 张氏坐不上那个位置 而且 哥哥娶亲 坐在正位的也只会是您 牧师听到义悠然的话 不自觉地便放宽了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小女儿变成了她的主心骨 这时 那个女工问道 王妃 送国师府的东西 已经打包好了 义悠然道 多少钱 女工回答 按您说的十五折 总共六千三百五十两银子 义悠然点点头道 给她算六千两 等小王爷或者小郡王回来 让他们亲自去送 就说剩下的三百五十两 算我给太子飞天的嫁妆 第147章 她的人别人动不得 义悠然带着牧师上了二楼 准备让牧师体验一下 却听到其中一个包间 传出一道尖锐的声音 一点力气也没有 本小姐是花了这么多钱 你就是这样糊弄本小姐的 美容也用这一点点 你是想省下来自己回去用吗 果然跟你那个短命的娘一样 另外一个声音传来 柯姐姐莫要跟一个 伺候人的奴才置气了 我看她 八成是得罪了金王妃 才被发配到这里来的 义悠然隔着帘子 看到女工的手法什么的 并没有问题 于是便推门走了进去 看到是个双人的房间 两个女子正躺在那两张榻上 一人身边站着一位女工 在为她们服务着 义悠然看到 其中一个女工红着眼睛 正是当初解缘里那个最先要跟着她的那个楚清运 义悠然记得 金雷拿回来的资料 好像她是中书令楚颜之女 她之前让东梅将那十二人都安置在了美颜堂 先让他们在一楼学习着 如今才短短几天 这楚清运已经被调到了二楼 可见其确实很用力学习了 众人看义悠然走了进去 忙起身请安 义悠然让其免礼 朝楚清运服务的那个女子问道 可是我这女工哪里做得不好 旁边的女工刚想为楚清运辩解一下 义悠然便抬手制止了她 那女子建议悠然直接问她 想到她在美颜堂花了那么多钱 义悠然定是不想失去这个老顾客 传言这个金王妃也很是爱钱 自己可是她的金主 她不得巴着自己 于是便开口道 回金王妃 以前来别的女工做得还不错 就今日这个各方面都不行 义悠然道 既然你觉得不行 那为何不换一个女工 那小姐之无道 我想着再给她一次机会 义悠然道 看不出来你还挺善良的 躺下吧 既然你不满意她做的 那本王妃今日亲自为你服务 那女子受宠若惊 连连道不敢 但义悠然坚持如此 她便躺下了 心中还在想今日的事 够她在小姐妹中吹嘘一番了 义悠然先拿着乳液 在她脸上涂抹一番 问道 你可是中书令家的千金 那女子盲道 小女子楚清科 来中书令家唯一的嫡女 义悠然没在吭声 直接在她脸上轻拍了几下 然后问道 这个力道 你觉得如何 楚清科道 力度正好 义悠然此时却说 可我觉得还不够 然后用力直接照她脸上 扇了一巴掌 楚清科的右脸 肉眼可见的 便肿了起来 楚清科被打懵了 刚想起身 义悠然直接将匕首 插在了她脑袋旁的枕头上 悠悠开口道 怎么 今天本王妃亲自为你服务 你还觉得不妥 楚清科吓得也不顾不上疼痛了 吓得声音颤抖 不 不敢 义悠然道 既然不敢 那就给我受着 说着 又朝她左脸来了一巴掌 楚清孕下的不敢哭出声 只能默默地流泪 与她同来的那个女子 见事情不对 就想偷偷溜走 义悠然头都没回到 今日你若是走了 明日本王妃就亲自去你家 与你算账 多加一夜 本王妃可是要收利息的 那女子立马跪下磕头 道 臣女知错了 王妃饶命啊 义悠然没理她 将那半盆子美容用的乳液 全部倒在了楚清科的脸上 对楚清孕道 去吧 好好帮你的好姐妹 将脸给护理好 楚清孕见义悠然 竟然为她出气 心中十分感动 对楚清科早就厌恶之极 于是上前又给了她几巴掌 直到打得手臂发酸 这才停下 义悠然这边弄出来的动静 很快便将二楼 其他的宾客吸引过来了 义悠然见人已经到得差不多了 便悠悠开口道 你们给我记住 我义悠然的人 只有我自己可以欺负 他们若有错 本王妃自会处置 别人若是阅祖带袍 那这便是下场 东梅正在二楼为客人服务 听到响动便跑了过来 问道 小姐发生了什么事 义悠然道 东梅 下次再遇见这种客人 直接撵出去了事 想了想 又指着床上躺的那位开口 那位今日是本王妃亲自伺候的 本王妃的价格是 普通女工的十倍 一会记得给她好好算账 东梅应试 接着问道 小姐那地上 跪那位怎么处理 义悠然淡淡 看了那女子一眼 那女子惊恐地瑟瑟发抖 不停磕头求饶 王妃娘娘 臣女知错了 求您饶了臣女吧 义悠然也有些累了 不想再与这小虾米一般见识 平白降了自己身份 于是开口道 跪够两个时辰 说完也没了给牧师讲解的心思 便扶着牧师离开了美颜堂 回到府中 将牧师送回了院中 义悠然决定与牧师谈谈 于是挥退了丫鬟 问道 母亲可是认识那情妇将 牧师疑惑道 以前的救人罢了 你问这个做什么 义悠然道 只是今日看母亲说话的态度 有些好奇罢了 牧师想了想 觉得告诉她也无妨 便道 也没有什么 就是她父亲与你外祖父相识 后来家道中落 便前来投奔 那日 我正好与你外祖母去上乡 路上看到有人刁难她 便顺手救了她 并将她带回了府 然后 义悠然见牧师后面不再说下去 便直觉一定有故事 于是缠着牧师道 后来怎么样了吗 母亲 牧师难得见一悠然小女儿模样 想着都是陈年旧事 也没什么说不得的 就接着说了下去 后来你外祖父有意将我许给她 但被她拒绝了 一悠然有些唏嘘 没想到母亲与秦副将 还有这么一件往事 当年母亲可是京城第一才女 又是她的救命恩人 娶了牧母亲 对于当时的她 也算是一步登天了 她竟然还拒绝 于是问道 她为何拒绝 难道她有喜欢的女子 牧师想了想 没有 若是有 也不会后来那么久才澄清 她还比我年长几岁 你看她的一双儿女才多的 一悠然直觉 两人之间肯定有点傻 便决定趁热打铁 再去问问秦副将 第148章 楚清运的请求 一悠然从牧师那里出去后 便回了主院 君哲序还没回来 却听到夏合说 楚清运过来找她了 一悠然想了想 就让她进来了 夏合对君哲序的这些前任小妾们 自是没什么好脸色 谁知道 他们会不会是对王爷贼心不死 楚清运进来后 便朝着一悠然跪下 一悠然道 若是感激的话就不用说了 你再给我做事 我总不能让你受了委屈 楚清运却道 求王妃帮我报仇 一悠然听到她如此说 倒是有些感兴趣了 但还是说道 帮你报仇 我有什么好处 你现在安身立命的工作还是 我给你的 楚清运道 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给王妃 但我楚清运 还有这条命 一悠然暗自扎舌 这时的狠人 但是她要这条命 有什么用 她还没有想好 楚清运开口道 忠书令寝室下面有一间密室 下面宝物众多 仅仅黄金 都有一百万两只 还没等她说完 一悠然直接道 成交 她不是喜欢财物 主要是看不惯贪官横行 一悠然问道 说说吧 为什么要报仇 忠书令可是你父亲 楚清运道 父亲 是啊 我的父亲亲手将我母亲害死 扶他的外事上位 若不是我还有点用 怕是坟头上的草野有三尺高了 一悠然听了她的话 瞬间觉得自己的扎爹 好像也不算太扎了 最起码之前也没有为了张氏 向他们下黑手 一悠然道 你父亲害死你母亲 你可有证据 楚清运摇摇头 说道 母亲就是喝了 她亲自喂的药材死的 母亲死后一月 她便将外事接进了府中 这才知道 外事的孩子 竟然比我还要大 一悠然道 我知道了 你且回去吧 楚清运又给一悠然磕了两个头 这才离去 离去的时候 正巧碰上了君奕臣 楚清运低头道歉后 便跑出去了 君奕臣看着她的背影 问一悠然 这是谁啊 一悠然道 中书令的女儿 君奕臣好奇问道 前夫人的女儿 还是现在夫人呢 一悠然好奇问道 你也知道这事 君奕臣道 那当然了 当时这件事 全京城人都知道 中书令在原配死了之后 一个月便高调迎娶 新夫人还带了一儿一女 那儿子岁数 比原配女儿都大呢 听说中书令 对新夫人孩子 比对自己孩子还要好 方间都说 那俩也是 她的亲生子呢 一悠然道 的确是她的亲生子 刚那位是她原配的女儿楚清运 被她后娘送来了金王府 我将她安置在了美颜堂 君奕臣惊讶道 你将三哥的小妾 安排进美颜堂干活 真有你的 想了想又问道 前几天进去 那十二人 不会都是三哥的小妾吧 易悠然不可置否地点点头 说道 还有那些女子的丫鬟 另外 那些不是你三哥的小妾 君哲戌根本没碰过他们 而且 他们也是自愿去帮忙的 话说 你最近去哪了 这件事木星兵都知道 你竟然不知道 君奕臣叹了一口气道 你们都澄清了 这不 母妃这两天 热衷于给我找对象 不知道在哪 弄了一堆女子话 向让我选 说不选好 就不让我出府 易悠然觉得有些好笑 问道 那你这是选好了 不知是哪家的小姐 能入了小王爷的眼 君奕臣道 别提了 打晕了给我送饭的丫头 逃出来的 易悠然抓住了重点词 打晕丫鬟 所以 你是穿着丫鬟的衣服 偷跑出来的 君奕臣立马上前 想捂着她的嘴 但易悠然还是说了出来 你扒了丫鬟的衣服 君奕臣想死的心都有了 她出来后 就去了美颜堂 然后听女工说 易悠然让她去国师府 送东西要银子 这不刚忙完就来邀功了 谁曾想 却被易悠然嘲笑一通 易悠然乐了一会便止住了 问道 所以 你来我这是干嘛 易母若是问起的话 我是会毫不犹豫供出你的 君奕臣拿出了那一打银票道 小爷我本是 来给你送银票的 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现在小爷决定去花楼包个房间 多住几日 天天听头牌弹曲子去 易悠然呵呵一笑 银子拿出来 就不是她能再收走的了 于是叫道 清泉 清泉领命一个悬身 便将君奕臣手中的银票抢了过来 君奕臣瞬间被抢了银票 看到抢他银票的 竟然还是位姑娘 立马垮了脸 易悠然拿了银票数了数 六千两不多 也不于是问道 你是怎么将银票要回来的 君奕臣闷闷道 还能怎么着 我将东西放他们府中 管家不肯给钱 借口说 那么多银子他做不了主 小爷便拿了个锣鼓 找了两个混混 边敲边大声嚷嚷 太子妃欠钱不还 结果没一会 管家就亲自将银票 给小爷送出来了 易悠然拿出了 两千两递给他 干得不错 这算你的辛苦费了 其他的入宫账 君奕臣笑眯眯的结果后 然后对易悠然道 悠然 你的王府这么大 让我住几天呗 易悠然看这四野 的确蛮可怜的 勉强同意了 觉得自从自己 嫁到了这金王府 就跟一个收容所一样 君月月 慕容莲 如今又加一个君奕臣 心中不禁在想 要不要问他们 要点生活费啥的 毕竟这几位身份都挺牛的 君奕臣看易悠然 同意收留他了 马上就很开心 想起刚刚说的话题 就问道 刚刚那楚家姑娘 找你做什么 不会是 还想当三哥小妾吧 易悠然摇摇头回答 他是想让我帮他报仇呢 君奕臣瞬间来了兴趣 问 那你准备怎么帮他 易悠然 将他今日在美颜堂 二楼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君哲续后说道 所以 按你们说的中书令 对他那对子女的宠爱程度 估计很快便会主动找上门了 等着便是 也许明日君哲续顺手就能收拾了 根本用不着 我出手 君奕臣点点头 说不定那中书令明日早朝 就会先参你一本 不过那个楚清韵 也确实够可怜的 第149章 误会 在与君奕臣的闲聊中 易悠然得知 楚清韵的母亲 还是江南富商的独女 当年出嫁时 也是十里红装 后来不知道其夫犯了什么错 竟然被流放了 易悠然听后 就直觉里面有猫蜜 他决定让天宇好好查查 再从长记忆 晚上君哲续回来的时候 易悠然便与他说了 今日发生的事 君哲续听后 就在想 这丫头是怎么能让自己 每天的生活 都如此多姿多彩的 然后在易悠然的软磨硬泡下 又带他去了趟秦副将的府邸 易悠然直接让君哲续 用轻功带着他进了府中 秦明安的府邸并不大 几乎一进院 就知道主院在哪里 易悠然与君哲续 便去了住院中亮灯的那个房间 易悠然看了看 应该是个书房 于是就怂恿君哲续 做了梁上君子 两人爬上了秦明安的屋顶 易悠然拿开一片瓦向下看去 只见秦明安正在拿着一幅画看 因为距离有点远 易悠然看不真切 他努力地向下看去 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碎瓦片 发出了一点声响 秦明安警觉 立马放下画 拿起一个暗器 便向易悠然的方向刺来 易悠然看到那暗器 直朝他面门刺来 芒闪身一躲 君哲续直接便抱着他下了房顶 出现秦明安的书房 秦明安一看来人是金王夫妇 想着金王妃白日里来帮他解了骨 夜里又来做什么 于是便开口问道 不知金王与王妃深夜到房所为何事 君哲续看着易悠然 示意他开口 总不可能说 本王缺个老丈人 看你比较合适吧 易悠然呵呵一笑并未说话 趁秦明安不注意 使用凌云步法 直接走到桌前 拿起那幅画 秦明安阻止时已经晚了 易悠然已经看清了画中人的长相 只见那画中女子与易悠然有八分相似 多了些温柔 少了些灵力 易悠然此时开口道 现在是不是轮到秦副官为本王妃解惑了 为何会有我母亲的画像 秦副官此时有一些局促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毕竟此事是他唐突了 于是开口道 此画是我二十多年前所画 剩下的话便再也说不出口了 易悠然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开口道 我听母亲说 外祖父曾经有意将母亲嫁于秦副官 是您不同意的 既然不喜欢 那又为何留着母亲的画像 秦副官听易悠然如此说 直接激动反驳道 我没有 说完感觉自己反应有些过了 深吸了一口气道 只有我配不上他 怎么会不想娶他 当初是他救了我 我又怎么会让他有一丝委屈 易悠然想 果然有内幕 看到秦明安已然陷入回忆中 易悠然也没有打扰他 只听他缓缓开口 当初丞相大人与我商量此事 我心中是欢喜的 虽然我知道配不上他 但我相信 只要我努力 定然会闯出一番天地的 但是那时一红告诉我 你母亲她不愿嫁给我 怕直接说了 伤了我的自尊 又怕成相责怪 所以 所以 易悠然想着 怎么又牵扯到他那个扎爹身上了 于是便问道 所以 你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我母亲 秦明安摇摇头 突然想到了什么 紧张开口道 你是说 有可能是易红 易悠然同样摇摇头 表示他不知道 秦明安听了易悠然的话 直接用轻弓向外飞去 易悠然看到 忙对君哲旭道 快走 跟上 秦明安没意会 便到了国师府 直接便闯了进去 君哲旭与易悠然隐藏在后面 没意会便找到了易红 站在门外便听到屋中的声响 秦明安不管不顾 直接朝着门踹了一脚 只见门摇摇晃晃便掉了下来 易红听到响动 立马披了一件衣服 起身出来查看 秦明安一见到易红 上去就是一拳头 问道 说 当初宇宁是不是并没有说过他不想嫁我 易红是文官 不会武功 被秦明安一拳头下去好一会才反省过来 看到是秦明安 怒道 秦明安 你发什么疯 秦明安心红的眸子看着易红 一字一句地问道 说 当初宇宁是不是并没有说过他不想嫁我 这时府中的侍卫也应声而来 将秦明安拉起来 易红在侍卫的帮忙下 慢慢站起来 看着如此的秦明安 内心突然就生出一种报复的快感 于是道 是我又怎么样 就说了两句 你不还是愚蠢的相信了 甚至连问一下都不敢 你就是个懦夫 哈哈 想了想 又说道 现在我已经不要他了 老子已经完够了 那个女人送给你了 哈哈 你去取啊 易悠然听到他如此说 也是恼怒异常 直接拿出一根银针扎过去 易红瞬间便说不出话来 秦明安听到 易红如此说 直接运起内力 正开拉着他的侍卫 上前一把揪住易红拳头 便砸了上去 侍卫们想上前阻拦 却一个个莫名的倒地不省人事 张氏慌张收拾好出来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顿时吓得尖叫起来 易悠然看到张氏出来 心道果然如此 然后拿起一块板砖在他身后 直接将他拍晕 君哲戏看到易悠然的动作 又是一阵无语 易悠然看秦明安将易红打得出气 多尽气少 便走过去 直接一个手刀 将他也打晕在地 说实在的 这个秦明安 也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连告白的勇气都没有 将秦副官带回去 他则自觉找到君哲戏 去当人行挂剑 君哲戏无奈地笑笑 抱着他便又回到了秦府 易悠然拿出银针 将秦明安扎醒 秦明安醒后 便叫嚷着要找易红算账 易悠然量量道 去吧 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然后我再为我母亲 找一个对他好的男人 秦明安听到易悠然的话 有些不解问道 金王妃此话何意 易悠然道 没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秦明安冷静了一下 想了想 今日易悠然的种种举动 于是紧张开口问道 王妃找到我是想让我 让我照顾宇宁 易悠然淡淡开口 然后拿出那一打画像 母亲与易红合离 还不到四十岁 我当然想再为母亲 找一个好的归宿 也不是让你照顾 毕竟你只是这么多人 当中的一个 秦明安看了看那一打画像 大部分的人他都认识 而且 真的都是些刑事作风 基本上挑不出错的 于是又紧张起来 问道 那宇宁有没有看上他们之中的 易悠然提醒道 别叫那么亲热 与我母亲名誉有损 秦明安立马换了称呼 那幕夫人可有看重 易悠然直接打断她 没有 你是第一个 母亲还不知道 我是为她挑选 只想着顺道陪我一起看病患 秦明安听到 易悠然如此说 心中是庆幸的 立马将那些画像揣进怀中道 在下就是王妃的标准 王妃莫要再相看了 易悠然开口道 举暗其眉 白头相守 秦明安连连点头 却又犯难了 如今宇宁住在王府整日不出来 她要怎样才能让她点头 易悠然看出来她的想法 于是开口道 日后我会常让母亲去美颜堂 但是所有事情 都是以我母亲的意愿为主 我母亲已经受过一次伤了 若是谁犯与易红同样的错 那便就是死路一条了 说完拉着君哲旭便离开了 第150章 中书令大人 第二日 易悠然等了一天 也没等到中书令来算账的消息 心想都将她闺女打成猪头了 还能忍得下这口气 易悠然不知道的是 以她现在在外面的名声 轻易不敢有人惹 监察寺的人看她整日的嚣张模样 也确实想参塌 但想来想去 易悠然也没有干什么伤天害地的事情 加上还有金王这个煞神撑妖 那些人自然也是 拿她没办法 昨日中书令的确是去找过了他们 想着联合他们一起 在朝上参塌一本 可监察室在了解情况后并没有同意 原因是 易悠然是金王妃 楚清科不禁王妃在前 易悠然收拾她 也无可厚非 回去之后 中书令的夫人问道 如何了 中书令摇摇头开口道 监察寺的人不同意 说是柯尔不禁王妃在前 中书令夫人怒道 柯尔哪里有不禁王妃 她只是说了清运几句 说让清运回家 不要在那美颜堂当女工 以免让老爷丢面子 谁知清运就找来了金王妃 老爷 难道我们柯尔就这样吃了这个闷亏吗 中书令看着楚清科那被打得猪头一般的脸 也是满满的心疼 但也没有法子 监察寺的人都如此说了 即使他在上折子也是不了了之 平白还要得罪金王 中书令想了想 便想到了楚清运 金王大婚的时候 说让接人时 他也是听到的 但他没有去接 就想着他 万一哪天被金王看上了 也好变成他的助理 谁知道那个逆女 竟然去做了女工 无端地让他的嗑儿 受了这么大罪 中书令夫人 同样也是 将仗积在了楚清运的头上 于是开口道 老爷 不妨将清运接回来 一个堂堂中 书令加千金 怎能做那种下贱人的工作 中书令犹豫到 好是好 那金王妃会放人吗 中书令夫人道 金王当初不就说让带走吗 老爷去带回自己的女儿 难道金王妃还能阻拦不成 中书令想了想 啊 夫人说得在理 若那金王妃阻拦 本官就直接面见圣上 让圣上平礼 于是第二日 中书令便去了美颜堂 要接回楚清运 楚清运对中书令这个父亲 自然是无感 也不愿跟着他回去 中书令让跟着的小四动手 美颜堂的人见小四动手 便也跟着动起手 护着楚清运 但美颜堂大多都是女子 哪里有那些男人的戾气大 不一会便都被推翻在地 眼看那些小四 已经抓住了楚清运 就要押着他走 正在后院斗地主的君逸臣 慕容连君月月三人 听到了动静感到 看到殿中女工都被推倒在地 火气顿时便上来了 三两下便将那几人制服 君逸臣虽是顽固 但他爹可是堂堂镇北王 随便在他老子那里 学几招对付那些人 都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君逸臣打过瘾后 一脚踩在一个小四的背上 将楚清运拉到自己身后 开口道 钟书令这是何意 昨天你女儿被金王妃收拾了 这是来给你女儿报仇来的 钟书令一看 是君逸臣这个小魔王 心中有点发怵 但还是开口道 老夫是来接我的女儿回家的 我堂堂中书令千金 岂能在这种地方 做一个小小女工 君逸臣听到他这话吃笑一声 钟书令千金 怎么就不能在这里工作了 我们美颜堂 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 钟书令听着他魂不令的话 便朝着楚清运道 你个逆女 还嫌不够丢人 家中是缺你吃喝了 还是怎么着 快跟我回家 楚清运直接道 那个家 我是不会再回了 若是你嫌丢人 那我们今日便断了这妇女关系 钟书令听到他如此说 更是生气 可看着君逸臣的模样 知晓今日是带不回这个逆女了 于是便冷哼一声 准备离开 这时 君月月开口道 慢着 然后走到一排货架前 直接将货架推抖 开口道 钟书令打伤美颜堂的人 损坏殿中东西 不该说些什么吗 慕容莲朝着君月月竖起大拇指 果真是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这丝跟易幽然学的一样 钟书令看着倒地的府中小厮 怎么看都是他的人伤得重 于是开口道 月公主 你这是信口雌黄 君月月道 信口雌黄怎么样 睁眼说瞎话 又如何 那么多人看到你带人进了美颜堂 你还能赖账不成 钟书令气得老脸通红 但是也明白 君月月说的是事实 他进来后店中购买东西的人都走了 于是问道 不就是一货架的女人用的东西 能值多少钱 公主开个数吧 君月月对着一个女工道 请账房先生过来 绝对不会让钟书令大人多掏一钱 没过一会儿 女工便回来了 跟她一起来的是沐星兵 她正在查上个月的账 听那女工说 前面有人找事 便过来看看 看到这一片狼藉 问道 这是谁干的 君月月道 你来得正好 给钟书令大人算算账 这些东西多少钱 钟书令大人买了 沐星兵点点头 拿出随身带的算盘 噼里啪啦的便打了起来 没一会便开口道 一共8874两银子 慕容莲淡淡开口 还有这些受伤女工的医药废物公费 以及这一会儿 店铺无法正常营业的损失 一同给大人算上 钟书令听到那么多银子 就觉得肉疼 又听到慕容莲的话 更是愤怒道 你们莫要欺人太甚 君逸臣直接坐在店门口 开口道 欺人太甚的 怕是钟书令大人吧 我记得 昨天金王妃就已经说过 她的人别人动不得 今日钟书令大人就又动了 而且还动得不是一人 要不派人将金王妃叫来说道说道 钟书令想起 昨日科尔贝一悠然 打成那副模样 不自觉的就有些底气不足了 于是强硬道 快点算 就这么点银子 本官还付得起 慕星兵很快便算了出来 一共是18000多两银子 钟书令觉得 今日自己的脸都被丢光了 于是从袖带里拿出银票放桌上 便向门口走去 君毅成直到君月月查完银票 才放她离去 钟书令走出门外 众人便大笑起来 还没走多远的钟书令大人气得 差点一口血喷出来 第151章 火锅 楚清运看到钟书令走了 也松了一口气 忙起身向君毅成他们行礼道谢 君月月道 英雄救美的是君毅成 你向她道谢便好 一句话给君毅成弄了的大红脸 她还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感觉也挺不错的 慕容莲给女工治了伤 发现都是些轻伤 并无大碍 君月月给他们美人发了钱 并告诉他们 今天做得很好 便让他们回去休息了 女工们早就将美颜堂 当成了自己的家 纷纷说道 自己没事可以工作 然而君月月却坚持 让他们休息 还拍拍胸脯道 不是有我们几人吗 于是 女工们都回去休息了 美颜堂就剩下了他们四人 君毅成觉得有难同当 还特地让暗卫将继泽宇 也一同叫来帮忙 几人在店中 来买东西的小姐们 反而更阔气了 再加上君毅成继泽 与沐星斌三人都未成婚 在京城也都属于高富帅的人设 那些贵女们 为了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都争相购买 殊不知月是买得多 那三人月是不敢取回去 花钱不眨眼的花瓶 谁敢要 有几个人能像君哲旭那般有钱 卫博美人一笑 动辄上百万两银票送出去 都不带眨眼的 一悠然听到这个消息 只是淡淡一笑 派人通知几人 他在王府给他们准备晚膳 晚上犒劳他们 因为丽秋了还有些冷 君月月拉上了楚清韵 一下午 楚清韵都在店中帮忙 君月月让她回去 休息她也不回去 就专门给他们几人端茶倒水 也服务客人 君月月觉得 她挺有经商天赋的 说话也是不卑不亢 进退有度 于是店铺打烊后 君月月便将她也拉回了金王府 易悠然在厨房忙了一下午 清泉武功高 易悠然便让她打丸子 易悠然还特地让金雷与闪电出来切羊肉 要求他俩切出那种薄如馋意的效果 又让夏合洗出来了很多青菜出来 扶萍则负责炖汤 易悠然就这样指导 督促这几个人完成了这些工作 就这样 在慕容莲君月月几人回到主院的时候 便看到这一桌子的生肉与蔬菜 中间还有一个大锅 一边是白糊糊的浓汤 一边是红红的辣椒水 慕容莲一眼便看出来 易悠然为大家准备的火锅 开心地抱住了易悠然道 太棒了 你是不知道我馋这个已经好久了 易悠然推开她道 你知道我的好就行了 你们在店中忙活 我与青泉几人在厨房也忙了一下午 除了他们两个 别的人都一脸莫名其妙地 看着一桌子的食物 君逸臣还来了一句 莫非你们两个喜欢吃生肉 说完一阵秋风还很应景地刮过来 君月月瞬间起了鸡皮疙瘩 还朝着楚清玉那边走了两步 慕容莲扭过身邪笑道 今天终于让你们发现 我们的真实身份了 好久没有吃过人肉了 今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咯咯咯 几人一时间傻愣着站在原地 最后还是易悠然看不下去了 道 他若是吃人肉早就将你们吃的骨头都不剩了 赶紧过来吃饭吧 说完易悠然率先坐下 端起一盘羊肉倒进了锅中 众人看易悠然的将肉倒进了锅中 这才一个个都坐在了桌旁 看他们都坐好了 易悠然便招呼着清泉惊为他们一起来吃 几人不肯 易悠然道 这是命令 今天晚上不论大小一起坐下吃饭 不坐下吃饭的自己去领五十大板 于是大家便都坐在了桌旁 慕容莲看着涮羊肉已经差不多好了 夹起一块便吃了起来 易悠然默默地将芝麻酱到进他的碗中 对大家说道 瞧 就是这样吃的 君悠悠看着慕容莲那一脸享受的模样 越发越觉得他不正常 于是也试着也将一块肉塞进嘴巴里 于是便发现自己也不正常了 真是太太太好吃了 尤其是那个酱 实在是太香了 君奕臣问君悠悠好吃吗 君悠悠习惯性地要点头时 然后立马摇摇头 然后就开始往自己盘子里面加多多的肉 看到君悠悠这般 傻子都明白了 于是大家也都纷纷开始吃起来了 边吃边对易悠然这顿饭赞不绝口 易悠然看他们一会 就将那盘肉吃完了 于是又端了一盘子肉倒了进去 开口解释道 慢慢吃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今天的肉馆饱 这个叫涮羊肉 因为切得薄 放锅里涮一下就可以吃了 还有这个桌上所有的食材 都可以放里面煮着吃的 这个丸子是 清泉打了一下午做出来的 很有嚼劲 你们也都尝尝 众人没有说话 一股脑都在吃东西 慕容莲在与他们抢食的同时 还不忘记将易悠然的盘子中 放上易悠然喜欢吃的食物 在他们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易悠然又拿出了空间中的饮料 众人一点也没有犹豫地直接喝下 慕容莲笑道 这么放心 你们都不怕悠然投毒吗 我们可都是吃生肉的妖精 君一辰嘴里塞满了东西 含糊不清道 这么好吃的东西 即使是毒药 我也干了 楚清运看着这愉快轻松的氛围 心中更是无比艳羡 易悠然在他来的时候 便已经看到他了 只是没有顾得上与他说话 既然他的小伙伴们将他带来 那就说明已经认可了他 看到他格格不入的样子 于是开口道 楚小姐莫不是嫌弃 与我们一个锅子吃饭 楚清运突然听到易悠然的问话 忙开口道 不是 臣女 易悠然问道 既然不是 那为何不吃 君一辰直接开口道 悠然 你这么厉害 平白地将人家姑娘都吓着了 易悠然没想到 君一辰会开口 心想他 不是被君月月拉着过来的吗 于是用怪异的眼神看向君一辰 君一辰被他看得有些不自然 结巴道 看 看我做什么 楚清运这时突然开口 我想加入你们 对于楚清运 易悠然目前为止 还是比较欣赏的 一个勇敢坚韧的女子 于光看到君一辰那有些着急的模样 便拎起桌旁的一坛酒说道 好啊 将这坛酒喝完 你便就是我们之间的一员了 第152章 收利息 楚清运想也没想直接答应下来 拿起酒坛子便要饮下 君一辰一把拦下 道 我来 我帮他喝可以吧 易悠然不可置否 当然可以 楚清运却摇摇头 直接拿过酒坛子饮下 易悠然看到这姑娘喝完一坛酒后 还能好好地说话 想想自己那一杯倒的酒量 心中一百头羊驼飞过 贼老天竟然夺走他的酒量 看到楚清运依然傻站在那里 易悠然道 站在那干什么 吃饭啊 楚清运一时反应不过来 君悦悦道 你已经是我们之间的一员了 赶紧吃饭 一会他们都把肉抢完了 说着 还往他碗里夹了个丸子 楚清运坚定地说了一声 好 便低头吃了起来 眼泪无声地滴落在碗中 但楚清运的心是开心的 从今以后 他也有了一群朋友 他一定会好好守护这份友谊 大家看到楚清运喝酒 于是便都吵着 要易悠然开几坛金王府的好酒 易悠然看大家高兴 便搬过来了好几坛子酒 于是结果便是 大家都喝晕了 就易悠然一个是清醒的 易悠然看着这一群人有些无奈 最过分的是楚清运 喝晕了一个劲地拉着他说话 易悠然没想到 这姑娘喝晕之后 竟然是个话牢 易悠然想去前院 去叫人 将这一群人送回房间 楚清运却拉着他不放 君哲旭回来时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 一个女人基本上挂在了易悠然的身上 旁边还东倒西歪地倒了一地的人 君哲旭看了一眼追风 追风看到被他从王妃身上拽下来的女人 这不是以前谢缘中的女人吗 怎么不缠着王爷缠王妃呢 易悠然赶紧跑到君哲旭身边 讨好卖乖 笑着问道 你回来了呀 吃饭了没 君哲旭淡淡问道 玩开心了 易悠然心虚地摆摆手道 我可没有喝 你看他们一个个喝晕了 真是丢人 说完就要去拉着他的手臂 君哲旭一个闪身便躲开了 然后一边吩咐追风打水 一边将易悠然拎起 边走边说道 喜喜应该还能要 易悠然 追风表示他很想与惊雷换一换 跟着王妃生活 天天多姿多彩 今天竟然还喝晕了 他回来却还得给他们收拾这个烂摊子 于是愤愤地踹了惊雷一脚 惊雷却一个闪身站了起来 追风道 你 惊雷嘿嘿一笑 道 王爷让我保护王妃 我怎么可能喝晕 追风道 那你还装晕 惊雷道 这几位在呢 不装晕怎么多久 这不 我将闪电供选出去了 那似是真晕了 追风朝他竖了一个大拇指道 怪不得王妃看中你 果然诡计多端 惊雷 诡计多端 好像不是夸人的吧 于是 在给两位主子安排好之后 这对难兄难弟 又将喝晕那些人 一个个送回房间 易悠然洗完澡 直接窝进了君哲旭的怀中 继续讨好麦乖 王爷 您是不是还没有用碗膳 我去给您做点 君哲旭看他的样子 瞬间便消气了 易悠然此时 也在空间中 拿出一份香喷喷的高汤面 面条上面放着羊肉片青菜 和小香葱 看着都很有食欲 他当然不会忘记 自己已经是金王妃了 知道他不会喜欢 与那么多人一起吃饭 于是在汤炖好之后 早早地为他做了饭 放进空间中保鲜 只等他回来 让他尝尝他的手艺 君哲旭看着那碗面 心中暖暖的 自从有了他 自己的生命中 便出现了一丝亮光 一点点地将他照亮 易悠然看君哲旭不说话 以为他是嫌饭菜太单调 于是道 那我重新去给你做 说着便向外走去 君哲旭敢拉着他 将他抱进怀中道 你做的面必然是最好吃的 易悠然听到他的话 也很是欢喜 说道 你没吃怎么知道好吃 这回你就吃 吃得一滴也不要剩 君哲旭点点头 于是易悠然便坐在他旁边 看着他将饭吃完 君哲旭吃着面 听着他的小嘴 在不停地说着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感觉这便是最幸福的时刻了 次日一早 君悦悦几人 又在易悠然那蹭了早饭 易悠然留下了楚清运 楚清运看着易悠然 问道 不知王妃有什么事情 易悠然笑道 不是要与我做朋友吗 还叫我王妃 楚清运愕然抬头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易悠然缓缓道 私下里就同他们一样 叫我悠然吧 楚清运抬起头 叫了一声 悠 悠然 易悠然道 好了 现在将你所知道的 关于你外祖家的事情告诉我 楚清运不明白 易悠然为何要如此问 但还是开口道 外祖父对我很好 因为他常年都在江南 不常见面 但他隔几个月 便让人给我捎来那边新奇的玩意 他一直不太喜欢我那父亲 每次两人见面都会吵起来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外祖 还是他们在书房中发生了争执 然后没过多久 外祖父便被流放了 易悠然问道 你外祖父 当时是以什么罪名流放的 楚清运摇摇头 道 我不知道 当年是江南总督办的案子 消息传到京城时 我母亲哭求着那个人帮忙 那人却说已成定局 无力回天了 自那以后 母亲的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 易悠然想了想 便将昨日听语查到的消息告诉了他 楚清运看到那张纸上写下的东西 便彻底破防了 泪如雨下道 悠然 真的是他对不对 他害了我外祖父与母亲 听语查到的是楚清运的外祖父流放不久 中书令便拉了好多财物 藏在他的别院 易悠然说道 仅仅一日查到的就这么些 还不能肯定就一定是中书令所为 想要别的证据 还需再等些十日 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些年了 楚清运听到易悠然的话 冷静下来 对易悠然道 这么多年我都等了 不差这点时间 谢谢你 悠然 易悠然淡淡说道 暂时收拾不了他 不过 我们可以先去收点利息 第153章 算账 楚清运听了易悠然的话不解问道 什么利息 易悠然回答 当然是你母亲的嫁妆呀 难道不应该收回来 楚清运说道 我也想过 但是没有母亲的嫁妆单子 去了也不会给我 易悠然道 不一定非要有嫁妆单子 你母亲的嫁妆 你知道的有多少物品 楚清运想了想 母亲的陪嫁说是十里红妆 一点也不为过 外祖就母亲一个独女 大婚的时候 自然是将好东西都送去了 我能记得的 大概也就二三十样吧 都是母亲曾经常用到的 易悠然道 二三十样东西已经够了 你将它写下来给我 明天我们去讨回嫁妆 楚清运点点头 易悠然便让夏合拿来笔墨 楚清运没一会儿 便将他所记得的东西 都写在了纸上 递给了易悠然 易悠然接过看了看 然后将金雷叫了出来 吩咐道 你将这个单子拿给婷语 让他按照二十年前江南富商嫁女的嫁妆规格 给我做一份 这纸张上的东西 要写在最前面 东西数量要多多的写 金雷应声退下 楚清运问道 悠然 你这是要做假 易悠然道 谁能说这是假的 楚清运道 中书令那里 应该有嫁妆单子 易悠然笑道 他拿出来不是正好 这样我们不就知道有多少嫁妆了 他若是拿不出来 我们就按我们写的来 楚清运眼睛一亮 道 悠然 遇见你真好 易悠然淡淡一笑 开口道 好了 你也去忙吧 明日你来找我 我们一起去 然后门突然被推开 只见君月月君一成几人站在门口道 明日我们一起去 楚清运扭身看到几人 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 是感动的泪水 没想到这几人还没走 竟然在门口听他们讲话 易悠然道 什么时候 你们竟然学会偷听这种勾当了 怎么怕我欺负清运啊 慕容莲上前给楚清运递上帕子 笑道 是啊 怕你欺负新来的 易悠然咄牙道 慕容莲 我怎么看你那么欠揍呢 谈好这件事之后 那几人就走了 易悠然闲来无事 想着一兵驳过几日就要会试了 易悠然便带着清泉去了国师府 到了国师府 守门的侍卫根本就不敢拦他 于是他便大摇大摆地进去了 找了一个丫头问了问一红 知道一红还在家中养伤 小命并无大碍后 易悠然便晃悠着 走到了前院一兵驳住的院子 刚进院子 就能听到几个人在说话 易悠然看到 是几个小丝 正在一兵驳的院子挂红筹 易悠然第一反应就是 怎么哥哥要大婚了吗 易悠然站在那看了一会 那下人就站在梯子上比划着 就是没有将红筹挂上去 易悠然有些明白 于是走上前 直接一脚将梯子踹倒 上面站着的小丝 立马惊叫着摔了下去 下面扶梯子的两人 看到是易悠然 瞬间也不敢再说话了 只知无者叫道 六小姐 易悠然道 你们府中的六小姐 本王妃是高攀不起 两人立马叫道 王妃娘娘 易悠然问道 是谁让你们过来的 为何要在这里挂红筹 那两人老是回道 是夫人 夫人说 二小姐过几天就要嫁给太子了 所以要满院子挂上红筹 易悠然问道 哪里来的夫人 怎么国师大人又兴娶了 怎么也不给金王府发个请帖 那两人道 是以前的张夫人 易悠然没理他们 直接进了屋 看到易冰博 竟然没在院子中 易悠然看到书童在屋中 易悠然便问道 你家少爷呢 书童看到是易悠然 便道 少爷一大早 便去书社问书了 然后指了指外面 这几日就是这样 外面的人总能找到各种的事 来吵到少爷看书 少爷找老爷 去理论 可老爷好像生病了 还说府中的一切都交给张氏处理 快考试了 少爷也无暇分心 去处理这些事情 于是这几日一大早 便出府去书社了 然后易悠然果真就听到 从旁边院子 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 书童苦笑道 这罗生也是一会想一次 我过去问了他们 说是二小姐 马上就要嫁给太子再练习 易悠然笑道 哥哥没时间 但我有啊 你去将哥哥找回来 我给他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问书 书童跟在易冰博身边许久 自是知道小姐的手段 知道小姐这是 又要收拾张氏了 便兴奋地答应一声 便去书社找易冰博了 易悠然带着清泉 先去了隔壁的院子 只见也是几个小四母样的人 在那里闲聊 于是他走过去 拿起一个锣鼓转身便走 那几个人想阻拦 清泉便直接挡在前面 易悠然声音懒懒出口 五天站不起床便好 莫要让他们再哥哥放榜 那日起不来了 清泉应声 暗自付匪道 王妃现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于是暗暗在出腿时 稍稍收回了邪力道 易悠然走到了易师庭的院中 一个眼生的丫鬟 直接拦着他道 太子妃娘娘在休息 闲人莫要进入 易悠然问道 你是新来的 那丫鬟趾高气扬道 是太子殿下 让我来伺候未来太子妃娘娘的 易悠然看着丫鬟眼都长天上了 于是决定将她拉下来接接地气 一个巴掌呼了过去 直接道 太子殿下有没有交代过 你有的人的路你拦不起 那丫鬟指着易悠然道 你 易悠然直接道 惊雷 惊雷刚刚还在想 这清泉快将他的事都抢走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活了 在易悠然身边这么久 自然是知道易悠然的意思 直接一个暗器 打断了那丫鬟的手骨 那丫鬟惊叫一声 疼得脸色瞬间苍白 朝屋中叫道 嬷嬷 有人擅闯太子妃娘娘的院落 易悠然心想 这还有嬷嬷呢 看来太子很看重一师庭的肚子 还没大婚 就派了人来照顾了 这时 一个嬷嬷从屋中走了出来 正准备呵斥 但一看是易悠然 便直接请安道 今王妃万福 易悠然看到这个嬷嬷有些眼熟 想了想 正是以前跟在皇后身边的一位嬷嬷 这个嬷嬷想来也是幸运 皇后要杀易悠然那天 她正好身子不是告了假 是以君哲戏杀光了那天 皇后宫中当职的所有人 她却逃过一劫 第154章 一兵薄受伤 易悠然但笑道 我倒是谁啊 原来是伺候先皇后的嬷嬷啊 本王妃可是听说了 伺候先皇后的人都随皇后去了 嬷嬷怎么不去 那嬷嬷听到易悠然的话 心中恼怒 谁不知道 皇后宫中的下人 都是金王杀的 但此时不是与易悠然撕破脸的时候 于是避开话题问道 不知金王妃今日所来何事 易悠然看不能激怒她 也懒得在这与一个奴才斗法 凭白降了身份 直接问道 易失庭呢 那嬷嬷道 未来太子妃娘娘身体不适 需要敬仰 还请金王妃改日再来 易悠然想 易失庭在屋中变好 总不能让她白干活了不是 于是直接拿着锣鼓开始敲了起来 易失庭最近害喜得十分厉害 刚刚躺下 便听到外面的锣鼓声 问了身边的丫鬟 得知是易悠然在外面敲 本是不想理她的 但她竟然一直在敲 最后易失庭终于忍受不住 便直接起身出去 出了房门 果然看到易悠然在那很兴奋地敲着锣鼓 直接问道 易悠然 你究竟想干什么 易悠然看易失庭已经被她敲了起来 好像还说了什么 于是便停了下来 拿掉了塞在耳朵中的棉花 易失庭差点气得吐血 只听易悠然又问道 你刚说的什么 刚刚我敲太头鹿了 没听清 众人 你压根就是听不到好不好 易失庭深吸一口气道 你到底来干什么 易悠然淡淡开口道 你们不是让人练着锣鼓吗 我会几种打法 想让未来太子飞殿下听一听 哪个好听 说完又敲了几下 看着易失庭 易失庭疲惫地问道 易悠然你究竟想怎么样才肯罢休 易悠然看了她的样子 道 怎么办 我有些后悔了呢 易失庭害怕她再说出点什么别的话 于是便让下人们都退下 易悠然也没有卖关子 直接问道 张氏呢 易失庭道 这几日 她一直在父亲房中 易悠然问道 那打扰我哥哥读书 是你们两个谁出的主意 易失庭疑惑问道 什么 这时 张氏听到消息匆匆赶来 看到易悠然时愣了一下 又看到 她手中的锣鼓 心中更是忐忑 易失庭看到张氏过来 瞬间感觉又有了些底气 向张氏说道 母亲 她一大早拿着一个锣鼓 在女儿的院中敲 还说什么影响她哥哥读书 张氏看了眼 一失庭没事 这才放心些 将她护在身后 问易悠然道 银子已经给你了 你来做什么 易悠然见张氏 丝毫不提一兵驳的事情 于是开口问道 不是你让人在哥哥院中挂红筹的 还找人在旁边院子敲锣鼓 张氏也很疑惑 说道 最近几天 老爷身体不适 我一直在老爷身旁伺候 哪里有空去挂红筹 易悠然看张氏的模样 也不像作假 不禁在想 这府中除了他们俩 还会有谁 就在这时 突然听到外面有小四喊道 不好了 二少爷打伤了大少爷的手臂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易悠然便往外冲去 轻拳与惊雷紧登齐后 还没到一兵驳的院子 易悠然便看到 易飞凡拿了一把匕首 朝易兵驳刺去 易悠然距离还远 于是冷喝道 易飞凡 你敢 易飞凡看都没有看 拿着匕首直接刺了下去 易悠然的心跳都快停止了 然后看到一道身影 趴在了易兵驳的身上 易悠然定睛一看 原来是那书童 竟然挺身挡住了那一刀 易飞凡见没有伤到易兵驳 拿着匕首便再次刺下 易悠然感到 直接一脚将他踹飞 惊雷迅速制住了他 易悠然蹲下 正要查看易兵驳的伤势 易兵驳却阻止了他道 悠然 快 快给易飞看看 易飞就是 刚刚为易兵驳挡刀的那个书童 易悠然看易兵驳暂时没事 便点点头 走向那个书童 书童伤在肩胛 血已经染湿了衣裳 易悠然快速为他清理伤口 准备进行缝合 惊雷对于易悠然随时从袖子里 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已经免疫了 与清泉对视一眼 两人直接站过去 挡住了众人的视线 张氏与易师亭在后面 也远远地看到 易飞凡对易兵驳动手 心中皆是震惊 联系上之前易悠然说的是 主谋显而易见 易师亭走到易飞凡身边 问道 飞凡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易飞凡 抬起星红的眼眸 恨恨道 为什么不能对他这样 杀了他 我就是国师府唯一的少爷了 你们不知道 现在外面的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 好好地敌出少爷 变成了输出 若是再让易兵驳高中了 这府里 还有我的容身之地吗 张氏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给了易飞凡一巴掌 怒道 你糊涂啊 然后便再想一会 如何让易悠然消气 易悠然这边为小叔同指住血 然后便过去 走到易兵驳身边 易兵驳左手拖着右臂 易悠然走过去 摸了摸他的伤处 易兵驳便问道 易飞怎么痒了 易悠然道 哥哥放心 易飞没事 我已经替他处理好了伤口 休养几日就好了 易兵驳这才放下心来 易悠然对易兵驳的伤心中 已然有数 但突然想起了什么 并未给他治疗 任由他肿着 而后扭头看向张氏 眼睛红着道 张氏 你去将我父亲请来 张氏看着易兵驳肿的老高的手臂 心中咯噔一跳 想着 将老爷请来也好 最起码一会易悠然发疯的时候 有易红在还能阻挡一二 便起身向易红的院子走去 易兵驳的院子 离易红很近 易红便被张氏扶着走了过去 易悠然看着易红鼻青脸肿的模样 忍住了想吐槽的冲动 毕竟他还要演戏呢 易红走过来 没有先问易兵驳的伤 直接质问易悠然 你怎么又来了 每次你来都没有什么好事 易悠然没想到 易红会首先质问他 他也没空与易红谈论这个事 直接开口道 易非凡伤了我哥哥 若不是有易非护着 哥哥这回估计已经没命了 你还有空在这里问我 为什么在这里 第155章 断绝关系 书童已经被人抬回房间 易红看到地上的一滩血 又看了一眼易兵驳 开口道 快请负义过来 为大少爷看伤 易悠然心红着眼睛吼道 不必看了 哥哥的手 已经被易非凡打断了 五日后 哥哥便要参加客举了 这个样子 要哥哥怎么去 易兵驳听到易悠然如此说 一屁股便坐在了地上 可看到易悠然的神情 还是安慰到 悠然莫哭 易红也是 盼着易兵驳能高中 如今听到易悠然如此说 自然是不相信的 可看着易兵驳肿起来的手臂 到嘴边的话 是如何也说不出口 只愤怒道 腐医 腐医怎么还不来 腐医拎着药箱从远处跑过来 易悠然暗自对易兵驳使了个眼色 易兵驳顿时明白了什么 易红命令腐医为易兵驳检查 待腐医进前为他检查时 问他感觉时 易兵驳便说自己拿哪都是痛的 摸都不让摸一下 腐医看到易兵驳伤势如此严重 便对易红道 老爷 少爷十有八九便是骨折了 正骨并非我所擅长 还是快去府外医馆看看吧 易红忙让下人将易兵驳抬去医馆 易悠然却阻止道 还请国师大人 先处理了这个伤人的畜生 易红气不打一处来 怒道 你能不能让兵驳先治了伤再说 易兵驳此时痛的嘴唇都白了 忍着剧痛开口道 父亲若不惩治了他 那我这伤不治也罢 易红建议兵驳竟然也如此说 便开口道 好 好 那你们说如何处理他 易悠然开口道 将他的手臂打断 然后我拿匕首 再刺他一刀就行了 易悠然如此说 直接开口 这怎么行 易悠然问道 怎么不行 易非凡伤到了我哥 为何我不能伤他 张师道 他也是你的哥哥呀 你怎么下得了手 易悠然直接道 那我哥哥也是他的哥哥 他为何就下得了手 他要的是我哥哥的命 我又不会要他的命 易红怒道 易悠然 你放肆 易悠然用小拇指投了头耳朵道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我放肆的时候多了去了 不过论身份 放肆的人还不知道是谁呢 易红听到他的话 更是气得想要吐血 但也没有办法 这个逆女 现在金王妃的身份 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张师想了想 开口道 你开个价吧 我们给你银子 易悠然听到张师说的话 呵呵一笑 问道 你们母女三人 现在有多少银子 整个国师府 就我哥哥一个嫡子 以后这家业 大半都是我哥哥的 拿我们自己的银子 赔给我们自己吗 张师你好深地算计 易红想着他还正值壮年 这个逆女就开始算计他的家业了 但这件事还是要解决 于是深吸了一口气道 非凡他毕竟 也当了嫡子那么久 怎地这个家 就没有他的东西了 易悠然道 难道国师大人 现在就要分家了吗 还是依旧要让这个杀人犯 当嫡子吗 易诗庭忍不住问道 易悠然 你究竟想如何 易诗庭与易悠然交锋 这么多次 深知他的脾气 若是他真的想杀了易非凡 就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绝对不会在这里 与他们周旋这么久 易悠然看向易诗庭 被虐了这么多次 终于聪明了一次 于是悠悠开口 国师府的嫡子 只能有一个人 若是国师大人 执意不处之意非凡 那便与我哥哥断绝关系吧 反正我哥哥的手已经断了 即使在街上 估计也拿不了笔了 于国师大人 也没有什么用啊 张师听了易悠然的话 心中无比激动 若是能让易红与易冰博断绝关系 那简直太好了 易红心中也有些动摇 但还是不确定 易冰博的手臂 是不是真的废了 毕竟这个儿子自小到大 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 易悠然看易红的样子 就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于是便开口问易冰博 哥哥 我觉得还是要了易非凡的命算了 毕竟你这手已经这样了 任后你得了国师府的家业 这辈子锦衣玉食是没有问题的 易冰博看懂了易悠然的意思 道 我不走 我要易非凡的腿 他废了我的手 那我便要让他在床上一辈子 易悠然看他们还没有反应 便道 金雷 打断他的腿 金雷应试 便拎起了地上的木棍 朝着易非凡的腿打去 易红看他们是来真的 急忙说道 好 我答应你 易悠然洋装犹豫 看着易冰博问道 哥哥 我是不是做错了 易冰博还没有说话 张势便道 金王妃已经说出口了 堂堂王妃 怎可出而反而 然后又对易红说 老爷 易红明白了他的意思 当即便让人背了纸笔 写起了断绝书 易悠然道 国师就写 与我母亲合理 心怀愧疚 便让哥哥在母亲膝下尽孝 日后与国师府再无瓜葛 易红没有应声 但也是按照易悠然说的写了 因为他知道 若是不按他说的来 估计这匿女 定然不会善罢甘休 写好之后 便让人交给了易悠然 易悠然看着还没晾干的墨迹 拿着将墨迹吹干 便递给了易冰博 然后看了看被金雷 压着的易悠然 决定再添一把火 于是开口道 我还要易悠然 向我哥哥磕头认错 张实怒道 易悠然你欺人太甚 易悠然淡淡道 我是在帮你教育孩子 毕竟 这可是国师府唯一的男丁了 日后在外面犯了错 可不是人人都如我这般好心 然后便吩咐金雷 让他磕头 金雷硬声按着易悠然 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 易悠然嘴巴里 一直在骂着易悠然 易悠然又亲自过去 赏了他两个大耳瓜子 便吩咐金雷放开他 易非凡解除束缚 感觉受了奇耻大辱 捡起被金雷打掉在地的匕首 便朝着易悠然刺了过来 金雷刚想阻止易悠然 朝他摇了摇头 易悠然直接用凌云布迈过去 而后便听到一声尖叫声 第156章 张氏之死 众人只见 易非凡手中的匕首 稳稳地扎在了张氏的心口之上 张氏倒在地上 血液瞬间便染射了他的衣裳 易非凡吓地扔掉了匕首 跪坐在张氏身边叫道 母亲母亲 易失庭惊慌道 易悠然 求求你救救我母亲 易悠然看着张氏受伤的部位摇了摇头 张氏看着他的一对儿女 说道 非凡 母亲不怪你 是娘做的坏事太多 这是报应啊 廷儿你们两个以后 切不可再找易悠然的麻烦 刚刚大家只看到 易悠然在躲易非凡的刀 只有他知道自己是被推了过去 直到现在他才明白 易悠然不是不敢杀他 而是不屑于动手 郭师傅的一切 他也是不稀罕的 如今死在自己儿子手中 他是想要非凡一辈子 活在杀死自己母亲的痛苦中 张氏看他们两个 显然并未将他的话听进去 于是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喝道 你们听到没 易失庭泪也模糊地点了点头 张氏又交代道 看好你的弟弟 以后切不可让他如此冲动 然后便看向易悠然的方向 易悠然缓缓地走了过去 易冰薄担心地喊了一声 悠然小心 易悠然没有说话 走到张氏身边 张氏问道 金王妃 我们之间的奔怨我已经用命来尝了 这一切可否就此了结 易悠然在他耳旁 用只有两个人的声音轻轻道 原来的 易悠然在破庙那天已经死了 你本就该用命来尝的 张氏听了他的话 眼睛瞬间瞪大 怪不得 怪不得就是从破庙回来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般 可他已经无力再说些什么 只能任由生命 在他体内一点点的流逝 易悠然看着张氏死去 仍然没有说出原谅他的话 他替原主报了仇 却不能代替原主来原谅他 易悠然看着张氏已然断气 便开口道 自今日起 我易悠然与国师府再无瓜葛 一切恩怨一笔勾销 说完便扶着易冰博离开了院子 留下了易红一家人 出了院子 带着易冰博便拐进一个角落中 问道 对了哥哥 你还有腰带的东西吗 易冰博听到他如此问 仔细想了想 易悠然趁他在思考的时候 直接双手拉着他受伤的手臂 一个用力便将错位的骨头接上了 易冰博疼得惊呼一声 然后便发现 受伤的部位的疼痛减轻了一大半 易冰博惊讶地看着易悠然道 悠然 这 易悠然解释道 哪里是骨头断了 只是脱臼而已 就是肿得有些吓人罢了 那府衣也确实是个庸医 我已经帮你接好了 回去休息两天便好了 不影响你参加科举 易冰博之前配合易悠然演戏 知道自己的伤没有易悠然说得那么重 但也没想到 妹妹这么简单便将她治好了 简直就是意外之喜 易冰博开口道 悠然 谢谢你 易悠然拍了拍她的肩膀道 我们一家人怎么能分开呢 母亲一直觉得对不起你 你一会回去 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易冰博点点头 却对易悠然道 悠然 我想将易飞也带走 易悠然想到了那个为易冰博受伤的疏童 然后说道 哥哥 你先跟金雷一起回去 我还有些事情要做 等晚会 我会将易飞给你带回去 易冰博点点头 交代她要注意安全 便跟着金雷回了王府 易悠然则拐了个弯 直接向一个小院走去 直接走进了陈姨娘的小院 陈姨娘是易悠梦与易思雨的母亲 易悠梦曾经在张氏的默许下 整日地欺负原主 陈姨娘坐在正厅 看到易悠然来了 只淡淡道一声 金王妃你来了 易悠然镜子坐下 看到面前已经倒了一杯水 端起水杯便饮了下去 陈姨娘道 不害怕我下毒 易悠然笑笑避开这个话题道 陈姨娘好生地算计 竟连我也算了进去 陈姨娘道 金王妃不也是 借着此局得到了您想要的 幕夫人当初为了您与老爷合离 妾身如此做 也是为了我的两个女儿 易悠然道 张氏已经死了 那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 陈姨娘不解道 为什么 妾身是在帮王妃 易悠然道 你可知你差点害死我哥哥 你可知一飞凡伤了我哥哥的右手 还有五天不要科举了 他手臂若是废了 还如何考试 你毁了他的前途 知道我为什么 一直没有将他带走吗 因为我以为只要压制着张氏 这府中便没有人能对他造成威胁了 没想到 府中还藏着你这般的毒蛇 陈姨娘便道 妾与王妃一样 话还没说完 易悠然就已经打断了他 不 我与你不一样 我从没伤过无辜的人 就如同我要对付张氏 却从来未曾拿你们当过跳板 可你今日碰到的 却是我的底线 陈姨娘听到易悠然的话 瞬间慌了 说道 不是的 我也没想要伤大少爷 易悠然说道 可你已经伤了 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这些狡辩的话 留着说给张氏听吧 说完便直接出门离开了 易悠然走后 陈姨娘还觉得莫名其妙 想着易悠然 这应该是原谅他了 直到他睡了个午觉 再没醒过来 清泉听的也是莫名其妙 于是便直接问易悠然 王妃就这样放过他了 易悠然笑了笑 怎么可能 都已经说了 让他去找张氏说话了 清泉心中更迷茫了 易悠然道 毒已经下到他身上了 就等不发了 睡梦中死去 没有痛苦 清泉赞叹易悠然的下毒速度 又继续问道 那王妃是如何得知 这一切是陈姨娘做的呢 易悠然淡淡开口 不知道 炸出来的 清泉 易悠然好心给他解释 易非凡就是个顽固 整日就知道吃喝玩乐 心根本不在这上面 肯定是有人 给他吹了耳旁风 看张氏与易师庭的样子也不像 剩下的旧府中的两个姨娘了 也是他太自负了 不弄清我的态度 就急着与我邀功 估计是想让我帮他 当上国师夫人吧 清泉唏嘘 他还是做一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简单人吧 主子的这些心思 实在是学不会啊 第157章 中书令夫人 金雷将易兵博 送到了牧师的院子中 牧师起初看到易兵博身上 都是血吓了一跳 后来得知 那血是易非的 而易兵博 只是受了点轻伤 得知易非 也已经被易悠然救回来之后 便放心了 易兵博大致给他讲了 今日发生的事情 牧师得知 张氏被他自己亲生儿子杀死后 也是唏嘘不已 看到易红写的断绝书 心中还是开心的 他一直觉得 与易红合理最对不起的 便是他的儿子 一想到以后 儿子要称呼别的女人母亲 便心如刀脚 如今儿子 也回到了他的身边 瞬间便感觉 人生圆满了 易悠然回府后 便直接去了牧师的院子 牧师开口对易悠然说 悠然 我在京城有一处宅子 如今你哥哥 也与易红脱离了关系 我就想着 与你哥哥一同搬到那宅子去 易悠然听到他如此说 便问道 母亲是住在京王府不习惯吗 易冰博道 我与母亲住在京王府 多少总有些不合适 京王虽不会说什么 但外面的人会如何想 我总归是男子 理应赡养母亲 易悠然想想 易冰博也说得在理 便道 你们可以搬走 但要等到哥哥考完科举 这几日 你就暂住在京王府中问书 别的是等科举考试之后再说 说不定哥哥高中状远 皇上直接赐宅子呢 牧师听到他如此说 称道 你以为状元就是那般好考啊 易悠然道 状元虽然不好考 但我相信 哥哥是可以的 最起码也是前三甲 易冰博看到妹妹如此信任他 便开口道 我一定努力 只有考上状元 他离开义府 才变得有意义 才能真正地在一红脸上 打了一巴掌 当晚 君哲续回来 易悠然便与他说了这件事 他偌大的王府 多住一个人 根本就无所谓 听说牧师与易冰博要另立府邸 想了想便道 金王府旁边的那套宅子 就是空的 等大舅阁考上状元 便让皇帝将那套府邸赐给他 你以后去看岳母也方便 听到君哲续的话 易悠然便要求他 直接带他去看看那套府邸 君哲续左右也没事 便带他一跃又上了屋顶 易悠然参观了那套府邸 还是很满意的 府邸并不算太大 但听台楼阁应有尽有 就是有些旧 易悠然当即便决定 让君哲续派人悄悄先修缮着 君哲续问道 你就那么肯定 大舅阁能考上状元 易悠然自信道 那是当然 你若不去参加科举 那哥哥必然是第一 易悠然不着痕迹地拍着马屁 听了易悠然的话 君哲续显然很是开心 便开口道 那王妃准备给小的什么奖励呢 易悠然看着他色眯眯的样子 直接从空间中 拿出一定银子 塞进了他的手中 问道 这些够不够 不够我还有 说完便用凌云布直接跑了 君哲续看着手中的一定银子 既是王妃给的 他便塞进了怀中 然后运起轻功没一会 便抓住了那个小女人 直接将他拦腰抱起 将他带回了房间 第二日一大早 易悠然便被慕容莲 直接走进寝室给揪了起来 慕容莲也是知道 君哲续早早地去了早朝才赶进去的 看到易悠然脖子上裸露在外的红痕 嘖嘖道 看来昨晚的战况很激烈 怪不得你起不来 易悠然浑身酸痛地怒视着慕容莲 怒道 这么早你叫我起来做什么 慕容莲坍坍手道 你不是今天要去帮清运讨回嫁妆吗 君悠然兴奋的天还没亮就起来了 给我烦得受不了 易悠然想着 原来是君悠然将她叫起来 她便以牙还牙将自己叫起来 于是开口道 哪有这么早管人家收钱的 去也是下午去啊 君悠然从外殿进来说道 你去收钱 什么时候论不上下午 然后拿起易悠然的衣服过来 亲自给她披上 易悠然看他们两个已经进来了 便知道不能再继续睡了 于是穿着衣服碎碎念叨 早知道就不该让你们住进王府 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两只单身狗 诅咒你们夜夜睡不着 两人听到她的碎碎念 慕容莲立刻炸毛了 易悠然 你疲痒了是不是 易悠然看慕容莲的架势立马变怂了 道 睡得着 睡得着 我这不就起床了 心中却想的 是要赶紧找到师兄 收了这个大龄圣女 再不找到师兄 这次的那分蜜都要失调了 易悠然洗漱后便与他二人出了门 发现君义成与记泽宇沐星兵 已经在门外等着了 易悠然心中又富匪 这一群单身狗 因为君义成住在金王府 易悠然大方帝分给了他一个院子 然后记泽宇与沐星兵 便恬不知耻地都住了进去 于是 三人就天天白天一起去美颜堂 晚上一起出去浪 浪过之后 便一同回金王府 镇北王夫妇与长公主知道他们 住在金王府 更是十分放心 连派人找都不找 直接散养了 舅舅舅母更是不必说 感觉就全当 没了沐星兵这个儿子 随他怎么了 易悠然看着这么多人 有一种出去亮对的感觉 这么多人去 估计能将中书令给吓死 楚清运依旧还是住在美颜堂的宿舍 于是他们便一起去了美颜堂 准备将楚清运接上 谁知道刚到美颜堂 便听到美颜堂中一阵喧哗 易悠然几人进去一看 看到一位中年夫人 正拉着楚清运 哭哭啼啼地说些什么 楚清运一脸嫌恶地推开她 直接开口道 中书令夫人还是请回吧 你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都心知肚明 何必在这里假惺惺 只见那位夫人 届时直接坐在了地上 哭诉道 月儿 以前是母亲不对 你原谅母亲可好 你跟母亲回府后 母亲定好好待你 易悠然几人听到了楚清运的称呼 便知晓了对方的身份 易悠然笑了 他们倒是主动上门了 正好也省了一趟腿了 第158章 气晕了吗 易悠然还没有开口 君易成已经率先走过去 挡在楚清运的前面 直接问道 你想做什么 那夫人自认的君易成的 看到君易成户在楚清运前面 心道他家老爷说的 果然是真的 这个贱丫头 果然是扒上了小王爷 中书令回府后 便告诉了他 那天发生的事情 听说小王爷与公主 都为楚清运出头 他便恨得牙痒痒 当初就是听说金王冷酷无情 这才怂恿将他送去金王府 谁知道刚出金王府这边 又扒上了公主王爷 这些本该都是他女儿的 嫡女的位置柯儿的 柯儿若是能与小王爷结亲 以后那便也是为王妃了 所以今日他便来接楚清运回去 他看到君易成问他 立马装作一个慈母的样子 道 小王爷不要误会 妾身是来认错的 都是妾身的错 在老爷要送清运去金王府时 没有阻止 现如今 金王不要他了 妾身便想将他接回府 不想让他在外面再受罪了 说着 还挤出了两滴眼泪 易悠然看着中书令夫人的模样 殿中不知情的夫人们 都对他产生了同情 不禁感叹 这位的段位果真是高 怪不得能笼络住 中书令那个蠢货那么久 易悠然开口道 这位夫人 可是真心想接他回家 中书令夫人建议悠然说话了 便道 那是自然 易悠然拿出几张纸道 将上面这些东西 拿出来 他马上就跟你回家 中书令夫人接过纸张 看了几行 发现这竟是楚清运母亲的 嫁状单子 没想到楚清运 竟然还有嫁状单子 他的外家 不是早就流放了吗 在他被送往金王府前 他也是搜过了他的东西的 怎么 吻了吻心神 对易悠然说道 这 易悠然笑着道 怎么 舍不得 中书令夫人 此时心中忐忑 不知道该如何说 口不择言道 这是清运母亲的嫁状 金王妃如此 是不是有些过分 易悠然扭声问道 过分吗 慕容莲与君月月同时摇头 易悠然得到答案 便质问道 原来楚夫人 也是知道这是清运母亲的嫁状 据本王妃所知 清运母亲 也就清运一个女儿吧 那为何当初送来金王府时 就拿了几件破衣裳 你们这是看不起我家王爷吗 中书令夫人 建议悠然如此说 果断甩锅 清运母亲的嫁状 都在我家老爷那里 妾身也着实不知 不过已经过去了快二十年 想必用的也差不多了 这才委屈了清运 易悠然晒笑道 我竟是不知中书令大人 竟是靠夫人的嫁状度日的 那我想问下 如今这位楚夫人 您嫁给中书令 带来了多少嫁状 不会现在也是 靠着楚仙夫人的嫁状度日吧 若是如此 那本王妃可真是佩服楚夫人了 睡着她的丈夫 花着她的银钱 还将碍事的女儿送走 是个人应该都做不出这种事吧 来美颜堂的 大多都是正式夫人与嫡状小姐 听到易悠然的这一番话 瞬间便带入到了自己身上 想到自己若是死了 别的女人这般做 怕事就要呕死了吧 中书令夫人看易悠然几句话 便扭转了局面 变得有些紧张 易悠然走到她身边 拿过嫁状单子 道 本来以为这件事 找楚夫人便可以解决 没想到楚夫人 竟是个做不得主的 看来还是得去找中书令大人 本王妃也正好 要去问问中书令大人 将我金王府 当成什么地方了 你们说送人就送人 说接人就接人 中书令夫人想到 那嫁状 她与她的儿女 已经用去了许多 急忙道 不 不 易悠然问道 本王妃有些听不懂 是不接亲运了 还是不归还嫁状了 中书令夫人道 不接了 不接了 楚夫人亲口说的 楚清运以后 便是我易悠然的人了 就莫要三天两头来要人了 稳妥期间 楚夫人还是写个字句吧 楚清运立马拿来执笔 楚夫人气得不行 但是她为了那些嫁状 还是愤愤地写下了以后 再不要求楚清运回去的保证 易悠然接过保证书后 交给楚清运 让她收好 楚清运跪下道 楚清运谢过王妃 她此举也是向大家证实 易悠然并没有强迫她 易悠然道 既然已经划清界限了 那我们就说说嫁状的事吧 楚夫人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开口问道 你刚刚不是说不要了吗 易悠然淡淡道 那是你自己想的 本王妃可没有说不要了 清运如今已经是本王妃的人了 那便更没有理由袖手旁观了 清运母亲留下的东西 怎可便宜外人 楚夫人气得捂着心口道 咦 易悠然说道 看来今日楚夫人 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这个时辰中树令大人 应该也是下潮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还要麻烦楚夫人带个路 楚夫人气得直接倒在了丫鬟身上 丫鬟急忙喊道 夫人 夫人 易悠然看着楚夫人的样子 淡淡一笑道 楚夫人这样 就晕了 该不会是不想给本王妃带路吧 即使如此 那本王妃自己去便是 羽霸便带着楚清运走了出去 边走边道 清运 你这个后娘 身体不是太好呀 估计也活不了大岁数 到时候 中树令大人 再落个客气的名声 可不太好 楚清运看了那楚夫人眼道 确实不太好 在府中动辄 就倒在了中树令身上 出来就倒在丫鬟身上 我也是佩服 每次的准头都挺高的 反正是不会摔地上 众人听了这话 都哈哈大笑 楚夫人闭着眼睛紧咬牙关 此时是睁眼也不是 闭眼也不是 只能在心中 暗骂楚清运 真是后悔没有早早 将她直接给弄死 才造成如今的局面 第159章 讨要嫁壮 易悠然带着众人 浩浩荡荡地到了中树令的府邸 中树令刚下潮 正在换衣服 便听到侍卫来抱大小姐回来了 中树令是知道 夫人去接楚清运去的 心中想着 还是夫人厉害 夫人一去 这个逆女便乖乖回来了 于是决定去训诫一番 来到前院 看到那么一群人 瞬间猛逼了 这是什么情况 难不成金王妃她们 是亲自将楚清运送回来 若是这样 那她真的考虑考虑 重新看待这个女儿了 看了看没有看到 自己夫人的影子 也没敢问 直接先对着易悠然几人 拱手行礼道 下官见过金王妃 小王爷郡王爷 几位可是送清运回家的 还请入府上座 易悠然几人也没有说话 跟着她便进了政厅 中树令好奇 这人已经送到了 这几尊大佛还不走 但也没多想 还是引领着他们进屋坐下 并吩咐下人奉茶 易悠然端起茶水喝了一口 皱了皱眉头 按道这茶水真难喝 中树令那么有钱 竟连些好茶叶都舍不得买 中树令见众人甘坐那里 便开口打破沉默 多谢众位送小女回 还没说完 君月月便直接打断了她 谁说 我们是送清运回家的 中树令一大把年纪 长得不没想得到挺美 易悠然差点被茶水呛着 没想到君月月对人功夫也见长了 中树令听到君月月的话 也不敢发怒 便开口问道 那不知诸位是来做什么的 易悠然直接拿出了那份嫁妆单子 开口道 我们是来要回清运母亲的嫁妆的 刚刚在美颜堂尊夫人 可是说了 清运母亲的嫁妆 已经被花得七七八八 不剩什么了 中树令听到 易悠然如此说 自然是不肯承认 于是开口道 今王妃休要听那无知蠢妇的话 清运母亲的嫁妆都还在库房 易悠然将那几张纸递给她 缓缓道 这是当年嫁妆单子的存根 中树令大人看看 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中树令拿过那几张单子 看了几眼于楚夫人的神情 与楚夫人如出一辙 不待她看下去 易悠然便又开口了 若是何对无误 还请中树令大人轻点一下 今日我们就带回去了 中树令本是要继续看下去的 听到易悠然的话 便放下了嫁妆单子 显然她已经相信了 开口道 今王妃这是何意 易悠然开口道 不只是本王妃的表达能力有问题 还是中树令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本王妃表达的还不清楚吗 中树令直接道 清运母亲的嫁妆 自是都要留给清运的 可如今清运还未出嫁 还是由我这个父亲保管比较好 易悠然淡淡一笑 还没开口 楚清运已经拿出了 楚夫人刚刚写的字句道 中树令大人 这是尊妇人刚刚写下的字句 我已经不是你中树令府中的人 难道你还要私吞我娘的嫁妆吗 中树令看着上面的字迹 确实是自己夫人的笔迹 心中暗骂那个蠢妇 于是开口道 清运 你真的连为父都不认了吗 这要是以前楚清运看到她这样 或许会心软 但现在只觉得恶心 便直接冷冷叨叨 中树令大人 还是不要再演戏了 演了十几年的戏 您不累 我都已经看累了 中树令指着她大怒 你 雨霸就要上前打楚清运 君义成直接上前 站在楚清运前面 挡住她高高扬起的手 轻蔑道 她如今已经是金王妃的人了 是谁给你的勇气 竟然敢打金王妃的人 中树令算是彻底明白了他们的意图 便对易幽然道 金王妃 时间太长久了 有些东西 也确实是清运她娘已经损坏了 所以现在微臣也确实拿不出这么多东西 您看能不能先给您一部分 剩下的微臣尽量找找 易幽然点头 道 好吧 既然中树令大人已经这么说了 想必您那里也有一份清单吧 不如您拿出来 我们对这单子核对如何 中树令看今天这架势 若是不拿出点东西 是过不去的 于是便点点头 想着一会 自己去拿嫁妆单留下几张 于是便点头道 那下官 这回便去书房拿过来 易幽然汗手 中树令退下 易幽然直接命金雷跟上 不一会儿 中树令便将嫁妆单子拿了过来 易幽然看着那薄薄的几页纸 但笑道 中树令留的嫁妆单子就这么几页吗 中树令道 这是下官府中管家在先夫人嫁进来之后 亲自清点记录的单子 应该不会有错的 易幽然看他是准备拒不认账 也并没有生气 叫了一声 金雷回来没有 金雷应声出现在大家面前 手中拿着几张纸 开口道 王妃 这是属下跟着中树令 在书房暗格中拿到的 中树令看着那一打 比他手中还厚实的纸张 刚想狡辩 易幽然将两打纸张合在一起 道 这个厚度差不多了 中树令 就按这个来吧 省得你说我们往里面添了东西 易幽然显然是不想计较他少拿单子的事 这些事 大家都心知肚明 说来说去 也就过个嘴瘾 还是快点清点东西 比较实际 这么多东西 估计他们几个人得合对好久 能节省点时间 便节省一点 干完活赶紧回家 他今日起来的早 还要回去补眠呢 中树令不情愿也没有办法 想到自己寝室下面的那些金子 心中多少有些安慰 便带着易幽然他们到了库房 却发现库房门口上的锁 中树令回头对易幽然说道 金王妃 这库房要是在夫人那里 您看 夫人今日还未回来 您看要不改日 易幽然看着库房上的锁 直接命令金雷上前劈开 中树令遇上前阻止 又被君逸臣挡住道 中树令这个锁多少赢钱 小爷我赔给你 中树令这下 是彻底没有理由再阻止了 只能任由易幽然 他们进了库房 第160章 楚清运的心酸 易幽然又仔细地看了一眼 中树令给的嫁妆单子 发现东西还真不少 单单靠他们几人 估计今日一天 根本清点不完 于是便让金雷回金王府叫人 顺便再请几位帐房先生 清全很有眼色地 给易幽然搬了一个长板凳 易幽然直接坐下 他现在真的不想干活 浑身都还酸疼着呢 但是他的小伙伴们 却干劲十足 一个个打了鸡血似的 已经下去清点财物了 易幽然感慨道 年轻真好 慕容莲敲了他一下道 你有我岁数大吗 起来 将凳子让给我 易幽然揉着被他敲痛的头 识趣地给慕容莲 让出了一点位置 没办法 谁让人家是皇胎女呢 中树令站在一旁 惊讶地看着这个 敢对金王妃动手的女子 慕容莲看到他的眼神 决定吓吓她 于是开口道 看什么看 没见过像姑这样的美女吗 中树令听到他的自称 吓了一跳 却不敢轻易地开口询问 只能谨小慎微地陪在一旁 连眼神都不敢随便瞟一眼 易幽然看到中树令的样子 只觉丢人 一个风起的官员 见到别国的皇太女 居然如此的怂 真是没眼看 他不知道的是 正是因为他刚刚对慕容莲的态度 才使得中树令如此敬畏 不一会 楚清运便走了出来 对易幽然道 王妃 库房里面的东西 与账单相差太远了 很多名贵的瓷器百件都不见了 这时 金雷带着人回来了 易幽然淡淡一笑道 让君一臣与你一起 带着人去楚夫人 楚小姐 楚公子的院中找找 看能找回来多少 楚清运尴尬地看了看君一臣 君一臣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 轻壳一声道 愣着做什么 走啊 楚清运这才跟着君一臣离开 慕容莲看着两人的背影 开口道 我看这两人有信 易幽然轻笑 那不正好 这么多嫁妆 不用担心没地方了 钟书令听到他俩的谈话 长子都要毁清了 楚清运若真能嫁给小王爷 那以后与易幽然一样也是位王妃了 不知道现在挽回他们之间的关系 来不来得及 君一臣与楚清运两人一同走在小路上 一路两人皆是无话 一直走到了楚清客的院子 楚清运直接便走了进去 看门的婆子认出楚清运 不过也没将他当回事 懒懒地拦住他道 大小姐怕是进错了院子了吧 楚清运直接打掉那婆子的手 向前走去 婆子还想拦他 却被君一臣一脚给踢飞了 楚清运看着这个院子 心中感慨万千 在母亲没有去世之前 这里曾是他的院子 他最喜欢的便是在这院中 种上满院的兰花 如今看到院子中 竟然没有一颗兰花 于是生起了一点抱负的心理 对着身后跟着的人道 能不能帮我将这些花都毁了 那些金王府的侍卫 在来之前 都是听了金雷的命令 配合易幽然他们 听到楚清运的话 当即便当起了采花大道 美颜堂现在的乡路 都归君一臣管 看到这么多花浪费了 就觉得可惜 于是便道 将这些花都采下来 随后送到美颜堂 剩下的毁了便是 于是 那些侍卫便先开始采花了 楚清科听到外面的声音便出了门 一看到楚清运将他院中的花 全部给毁掉了 于是叫道 楚清运 你想干什么 楚清运淡淡道 不想干什么 当初你是怎么拔掉 我满院兰花的我 今日便怎么拔掉你的这些花 楚清科上前扬起手臂 准备给他一巴掌 楚清运直接攥着他的手臂道 楚清科 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楚清运了 我要让你们知道 当初你们没能杀死我是 你们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然后就着手臂一推 直接将楚清科推倒在地 镜子进屋 楚清科气得怒骂 你个贱人要干什么 楚清运压根就没有理他 直接进了屋中 君逸臣紧跟其后 楚清科看到 君逸臣竟然跟在他身后 于是开始叫道 哎呦 好痛 姐姐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 君逸臣听到楚清科 在后面角揉造作的声音 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 头也没回地 跟着楚清运一起进了屋中 楚清运一进屋 便看到面前的一个大大的屏风 还有屏风上 用金线袖着的兰花 上面的兰花栩栩如生 楚清运瞬间泪流满面 这是他与他的母亲一起绣的 花了整整三个月 如今兰花屏风在仇人这里 母亲也已经去世了 她再也没有亲人了 君逸臣静静地站在一旁没有出声 只朝他递了一个手帕 没过多久楚清运 便控制了自己的情绪 朝君逸臣道了一声谢 便绕过屏风进了内室 内室的样子 基本上就没怎么变 这时楚清科冲了进来道 楚清运你想干什么 楚清运冷冷道 不干什么 就是想拿回我的东西 楚清科吼道 哪里有你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的 楚清运看了眼手中的价装单子 发现这屋中摆放的还真不少 于是直接起身 便要去拿桌子上摆放的 那个青花瓷花瓶 楚清科自然是不肯让他拿到 便起身要夺 谁知楚清运直接将花瓶 给拨倒在地 只听清脆的声音响起 花瓶便碎了 楚清运道 你用过的东西 还真是令人恶心至极 楚清科愤怒道 楚清运你 然后上前便要拦他 这是外面的侍卫 已经将花瓶给处理了 君逸臣直接命令 按住他 两名金王府的侍卫 按着了楚清科 楚清运一连碎了几个瓷器 他就是要让他知道 自己宁愿将那些东西 给摔了 也不会让他用 而后 楚清运便指了指旁边贵重的摆剑 吩咐侍卫带走 又翻了楚清科的手势盒 将他之前的手势全部带走 还有几套头面 估计是后来他母亲给他的 楚清运也一并拿走了 拿完东西 看着那屋里屋外一片狼藉 楚清运内心复杂 仇事可以报了 但母亲却是再也回不来了 第161章 专制各种不服 君逸臣看着楚清运 心中升起一阵心疼 鬼使神差地说道 清运 以后我照顾你可好 楚清运晃了晃神 随即便恢复正常道 小王爷 我们本就不是一路的人 以后这话莫要再说了 我只想跟着金王妃 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说完 便率先出了政厅 君逸臣也是第一次被人拒绝 按道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 于是便也没有再说什么 看楚清运已经走远 便直接远远跟在身后 楚清运的内心 其实并不平静 他何尝不是第一次 被人这样告白 君逸臣几次三番挡在他前面 心中没有一点感觉是 不可能的 但他是高高在上的小王爷 他从今以后 只是一介孤女 还是从金王府中出去的 又有什么资格站在他身边呢 经过他母亲的事 他真的是怕了 怕再遇上中书令那样的男人 之后 两人又一起去了 中书令儿子和他夫人的院子 两人没有再说话 但凡有人阻拦 君逸臣总是第一时间干趴塌 好似将刚刚的不愉快 全发泄在了这些仆人身上 易幽然在两人回来后 便发现了这不寻常的气氛 与慕容莲对视一眼 两人眼中都闪着八卦的光芒 但是此时显然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 易幽然决定 回去后再慢慢盘问盘问 一群人干活倒也很快 刚过了五十 便将账算好了 盘点的结果是 整整将近一半的东西 都已经找不到了 就这样 还整整装了十辆马车 易幽然看着中书令 将嫁妆单子递给他示意让他看 中书令拿着嫁妆单子看了看 他也没想到 竟然有一半的东西 已经找不到了 他是知道 当年楚清运的母亲 陪嫁的多少东西的 这是易幽然开口道 就这一半中 大多的百件 都是从尊夫人及少爷小姐处搬过来的 如今就剩下中书令大人的地方 还没有去看过 中书令的书房中 的确有几张 当初先夫人送她的名家字画 现在若是让易幽然去搜了她的脸 还要往哪个 于是开口道 之前夫人确实送过下官几张名家字画 挂在书房书 除了这些 便别无他物了 易幽然点点头道 我看嫁妆中 还有好几个铺子 都是京城中闹市的铺子 仅仅几间铺子的盈利 便够亲运他们母女生活得很好了 这么多年 他们也用不了那么多东西吧 这些东西 莫不是都进了尊夫人的口袋吧 中书令也是这样想的 心中也是十分生气 暗骂 楚夫人这个败家娘们 短短几年 便将亲运母亲的嫁妆 用了将近一半 再过几年 岂不是要被她败光 易幽然看中书令不说话 便直接下令道 去看看中书令夫人醒了没 若是醒了 便将她给本王妃带过来 侍卫应声退下 便去寻人了 楚夫人回来后 便发现自己的院子被洗劫一空 院中的下人还被打伤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小王爷下的手 也不敢再说什么 如今易幽然又差人将她带来 她心中更是发出 只有她自己明白 这几年她花了楚清运母亲多少嫁妆 还往她娘家贴补了许多 于是看向中书令直接道 老爷救我 易幽然此事开口道 本王妃又不是吃人的妖怪 夫人何来救命之说 还是说 夫人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楚夫人吓得知无道 没 我没有 易幽然淡淡道 本王妃让夫人来 也没别的事 就是想当面问问二位 清运母亲剩下的一半嫁妆 你们两位谁给支付一下 中书令听到 易幽然如此问 便直接甩锅给了楚夫人 夫人 清运母亲的嫁妆 可一直有你在保管 如今怎么丢失了一半 楚夫人气得知咬牙 当初就是她主动将那库房钥匙 亲手送给她 说交由她支配 如今却这般说是让她保管 楚夫人只得硬着头皮道 老爷让妾身保管时就是这样 妾身从未动过里面东西 慕容莲晒笑一声 那就奇怪了 莫非刚刚从你们屋中搜出来的东西 都是自己长腿跑过去的不成 易幽然不耐烦地说道 今日这一半嫁妆 你俩到底谁给吐出来 还有那几个店铺的账本钥匙 一起交出来 若是不交 那本王妃只好亲自进宫一堂 去替本王妃的人讨回公道了 钟书令听到 易幽然说要进宫 突然想起 先皇后便是眼前这位扳倒的 身上瞬间起了一身冷汗 便对楚夫人说道 将你的私库打开 给清运凑气嫁妆 楚夫人不满道 老爷 妾身的私库 那可是要给柯儿做嫁妆的 易幽然都要为她的不要脸点赞了 不禁好奇 白妇美不要 偏偏喜欢这种接地气的 真是口味清奇 易幽然不想再浪费时间 于是直接吩咐道 去楚夫人的院中掘地三尺 也要找她的私库 然后一样一样地给本王妃搬过来 今日本王妃倒要看看 龙虎出身的楚夫人的嫁妆 究竟有多少 侍卫领命而去 照理连钥匙都没有要 直接劈开了门 易幽然依旧坐在前厅等着 没意会 侍卫们搬来了好多箱子 易幽然打开箱子 让楚清运对着嫁妆单子查验 最后竟发现 一大半都是清运母亲的嫁妆 剩下的就是几箱子的银子 想必就是那些店铺这些年的收入了 易幽然直接命令侍卫 将东西装车 楚夫人见状 立马上前阻拦道 不 你们不能拿我的东西 易幽然直接让人按住了她 对楚清运道 她若是再多说一句话 你便给她一巴掌 本王妃还是第一次见拿别人东西 还能这么横的 这是病得知 楚清运走到楚夫人面前 愤愤地看着她 想到在她那里 搜到自己母亲的那么多手势物件 便毫不犹豫地 使出浑身的力气打了下去 楚夫人见楚清运 竟然真的敢打她 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 嘶吼道 你这个贱人 楚清运听到这句话 什么反应都没有 直接又上手给了她一巴掌 这一下直接打掉了她一颗门牙 可见楚清运用的力气有多大 楚夫人却是不敢再说话 慕容莲笑道 悠然你果然是神医 专制各种不服 这么快就帮楚夫人治好了毛病 真是佩服佩服 第162章 君月月的计划 易悠然看大部分的嫁妆 都已经装车了 还有一些找不到的 她觉得不能将中书令逼得太紧 便准备打到回府了 于是回去的路上 几人在前面走着 后面跟了15辆马车 装的都是满满的东西 百姓们看到带头这几位 纷纷在那里怀疑 这几人是不是抄了中书令的府邸 与此同时在皇宫中 君哲旭已经将中书令 联合江南官员坑害他岳父的证据递了上去 皇帝看了之后 自是十分生气 直接下令将中书令收监 府中其余人等全部软禁 待大理寺审理之后再行处置 中书令就这样倒台了 皇帝在事后知道 易悠然一行人 在他将中书令收监前 拉走了15车财务后 哭笑不得 直到这一对夫妻果真是配合默契 易悠然准备 将那15车嫁妆拉回了美颜堂 准备先放在后院中 毕竟是楚清运的东西 若是拉回金王府 总有些不太合适 楚清运却摇摇头 又向易悠然借了几个人 只留了几样他母亲的遗物 其他的一股脑 全部拉去了当铺 结果到了晚上 楚清运则变成了他们之中 最有钱的富婆 然而楚清运却并没有留下那些银钱 直接将那些银票 全部给了易悠然 易悠然自然是拒绝的 他虽然爱财 但也不能平白收那么多钱呀 楚清运道 悠然 我的母亲与外祖 都是因为这些东西 才落得如此下场 我日后 只想安生度日 不想再因为这些银钱 再遭遇背叛 若没有你 我母亲的遗物 也不会重新回到我的手中 而这些钱 只有到你的手中 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价值 他与易悠然 接触这么久 对他多少也有些了解 他爱财而不贪财 对待朋友更是大方 花钱的时候 更是一点也不会手软 易悠然想 这个聪明的女子 想必是知道了他的计划的 于是便也不再推辞 直接将那些银票收了起来 想着等到他澄清时 给他在背上嫁妆 送去便好 于是便说道 今天干了这一票大的 我们去吃顿好的 于是 君悠悠便提议去烧烤店 说是还没有与楚清运 一起吃过烧烤 这个提议得到了 大家的一致赞同 于是 几人便一起去了烧烤店 一路上 君逸晨都是沉默寡言的 君悠悠平时最喜欢 与他开玩笑了 今日见与他开玩笑 他也不怎么理会 便直接搂着他的肩膀 走在后面问道 堂哥 这是怎么了 君逸晨这是听到他第一次 叫自己堂哥 差异地抬起头 问道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居然会好好叫人了 君悠悠撇撇嘴 还不是看你不开心 想过来 开导开导你呗 君逸晨道 你能开导个屁 君悠悠并没有生气 直接像一个算命先生一样道 本公主掐指一算 你肯定是被情所伤 君逸晨抬头看了看他 没有说话 继续向前走 君悠悠却追上他 继续胡忠 难道是表白被拒绝了 这次君逸晨直接道 是啊 尽情地笑话我吧 君悠悠没想到他竟然承认了 便好奇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与清运告白的呀 君逸晨听到他说楚清运的名字 停住了脚步 道 你怎么知道是清运 我做得真有那么明显吗 君悠悠认真道 因为本公主会算命啊 君逸晨撇了撇嘴 没再搭理他 君悠悠却继续说道 你有什么事 记得与我说啊 当初三哥与三嫂的第一次 便是我撮合的 你想悠然那么难缠的 都被我们君家人搞定了 更何况是清运了 那不是分分钟搞定 说完便去前方找慕容莲说话去了 看君悠悠拉着慕容莲 一脸八卦地在说话 慕容莲一脸怪异地看着他 君逸晨心想他一定是疾病乱投医了 神经了才会将这件事告诉君悠悠 然后甩甩头 继续向前走去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君悠悠正在问慕容莲要春药 慕容莲一脸怪异问道 你看上谁了 竟然要用墙 君悠悠一脸无语道 不是我了 然后却是很道义地 没有将君一城供出来 想着怎么也是君家人 不能将脸丢到国外去 然而慕容莲却已经猜了出来 你确定给清运用药 他俩发生关系之后 不会越走越远 君悠悠道 你怎么知道 慕容莲敲了他一下道 你都能看出来的事 我怎么看不出来 我不止看到这了 我还看到 昨晚某人收了一只大螃蟹 君悠悠脸瞬间红了 慕容莲接着道 那只大螃蟹 看起来挺肥的 若是让悠然知道 他铁定是要将它蒸来吃的 君悠悠想到了那只螃蟹 想着要赶紧将它转移回皇宫 那可是沐星兵送她的第一件礼物 她可要好好养 话题又回到了君一城两人身上 慕容莲问道 确实要给他们俩用这药 君悠悠道 以前悠然与三哥就是这样 然后两人便在一起了 慕容莲翻了个白眼道 清运与悠然不是一类人 你确定能行 君悠悠说道 行不行试试呗 就给君一城用药 若是清运实在不肯 你再给他解了呗 就是受点罪而已 为了娶媳妇这些不算什么 皇叔皇婶知道了 也会感谢我们的 慕容莲给人给他一个小纸包 淡淡开口 是你 别扯上我 他可不想当背锅侠 君悠悠开心结果要包到 好嘞 然后就暗戳戳地 去执行自己的计划了 第163章 继承 大家进了烧烤店 点了一桌子的烧烤 又觉得不过瘾 便又让小二拿来了几堂好酒 易悠然一看到他们喝酒 就羡慕得不得了 无奈她是不敢再喝了 但是今天比较神奇的是 君悠悠竟然也没有喝 她没喝 但是一直在给人倒酒 易悠然觉得有些奇怪 但也没有吭声 后来她发现 君悠悠就 朝着她的目标君一城灌酒 君一城心情不好 每次君悠悠给她倒酒时 她就来者不惧地全喝了下去 没意会便有些晕了 然而君悠悠却并没有放过她 还不停地给她灌酒 直到将她灌趴下 一个时辰过去 除了易悠然与君悠悠两人 都差不多有些微讯 继则宇与木星兵两人 将君一城嫁回王府 君悠悠便对两人道 三哥好像有事情找你们 然后便不停地对两人识眼色 两人反应过来 便扔下君一城 直接走了 君悠悠扶着君一城 发现这丝真的好重 于是叫楚清运过来搭把手 楚清运本来也是 准备回美颜堂的 但是君悠悠已经开口了 便朝着两人走去 君悠悠见她过来 直接将君一城一半的重量 分给了她 楚清运也是第一次 与君一城离得这么近 看到她醉酒的模样 家之晚上她也饮了些酒 想起今日她说的话 心中的小鹿 更是忍不住地乱撞 易悠然与慕容莲 走在两人身后 易悠然道 君悠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慕容莲道 她管我要了一些春药 准备玩你与君哲叙玩过的把戏 易悠然 你这样聊天 会没有朋友的 慕容莲紧接着说 目前看清运的样子 估计两人有戏 楚清运两人 将君一城扶进屋中 将她放到床上 朝着楚清运开口道 清运 麻烦你去给她弄些热水来 楚清运没有多想 便出去打热水了 君悠悠则直接将药包打开 一股脑地倒进了君一城的口中 君一城皱了皱眉 迷迷糊糊地便吞下了 君悠悠忙完这些 直接拉着慕容莲 与易悠然两人便出去了 一出门 三人便直接跃上了房顶 君悠悠小心地揭开了瓦片 没一会 楚清运便端着热水回来了 于是有些局促地去帮她盖好被子 就在她盖好被子 要去找君悠悠他们时 君一城一把便拉住了她 喃喃开口道 清运 楚清运听到她叫自己的名字 转身看她 发现她的脸有些不正常 便直接将手伸向了她的额头 君一城却一把拉着了她的手 迷迷糊糊地道 清运 我会好好对你的 你为什么不答应我呢 然后便一把将楚清运拉到了床上 楚清运明显感到她有些不正常 想要挣脱 君一城又开口道 好难受 然后烦躁地将衣领拽开 楚清运就是再傻 也看出了不对劲 君一城被人下药了 她想去找易悠然 却被君一城死死拉着不放 而后直接按倒在床上 随后便吻了下去 楚清运有些恶然 趁她不注意时 君一城便攻破了她的牙关 易悠然有些无语 说道 君一城这小子 还会霸王硬上钩 君悠悠道 没事的 我在床头放着一个木棍呢 若是清运不愿意 随时能打晕她 反正有你们两位神医在这里 随时可以医治她 慕容连朝她竖起一个大拇指 这丫头是个狠人 这时 易悠然小声喊道 快 快来看 三人头对着头便往下看 只见楚清运摸到了那根木棍 就在要打到君一城的脑袋时 她停下了 然后无力地松开了手 任由那木棍滚到了地上 三人正看得津津有味 易悠然的眼睛 突然被一只手捂上了 紧接着便听到了一声好听的声音 然而在看什么 易悠然将她的手拉下来 已经看不到君悠悠两人的身影 于是暗骂两人一点也不仗义 易悠然连忙挡住了房顶的那个洞 对君哲旭道 没 没看什么 君哲旭轻笑一声 说道 与其看别人 不如我们自己做如何 为夫定能让王妃满意 易悠然想着 自己的腰还在腾着 连连摇头 君哲旭却不听她的 直接将她拦腰抱起 带回了主院 君月月与慕容连 看到君哲旭那一瞬间 不约而同地 一起用轻弓飞走了 要让君哲旭知道 是他俩拉着易悠然看活春宫 还不将他们的皮给扒了 然而君月月也并没有回去睡觉 而是一溜烟 便又跑去了镇北王府 镇北王与王妃准备救请 就听到暗卫说 月公主闯入院子 于是便让君月月进屋了 君月月一进屋便道 皇叔皇审 你们的媳妇有着落了 镇北王妃一听便来的兴致问道 是哪家的小姐 君月月便坐下 将楚清运的绅士故事 讲给了镇北王妃听 镇北王妃听后很生气道 好个忠书令 竟敢欺负我未来而袭 明日我便要亲自去他府上 说道说道去 镇北王道 忠书令已经入狱了 府中的人全被软禁了 镇北王妃道 是谁的手笔 竟然这么快 镇北王道 还能有谁 除了那对夫妻 还能有谁 想了想又问君月月道 你今天这么晚过来 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件事的 君月有些不好意思道 堂哥 好像今日与清运说了 清运似乎不同意 于是 于是今天晚上 我就给堂哥下了药 镇北王妃听后道 人家姑娘不同意 这不是害了人家吗 你堂哥那样子 有真心要嫁给他的 才有鬼 君月月忙解释道 在我看来 清运也不是不喜欢堂哥 可能是觉得家是什么的 配不上吧 毕竟他以前还在 金王府的谢园待过 镇北王妃道 有什么配得配不得的 他与血儿之间 不是什么也没有吗 我明日一早 便去金王府 将那姑娘接回来 谁敢乱嚼蛇根 我便撕了他的嘴 君月月没有想到 自己这个皇婶如此的开明 便好奇问道 黄沈 你见都没见过那女子 为什么就同意了呢 镇北王妃道 因为有悠然啊 他俩整日在悠然的眼皮底下 那丫头都默许了 还有谁比他看人更准了呢 镇北王跟着点点头 只要悠然认可的人 我们就同意 君月月撇撇嘴 合着他忙活半夜 还抵不住悠然的一句话 第164章 撮合成了一对 第二天还没亮 一悠然就被吵醒了 得知是镇北王妃来了 揉了揉酸痛的腰 还是坚持起床了 君哲戌已经去早朝了 一悠然暗骂了那四几句 心道 今天晚上去找牧师一起睡觉 镇北王妃看到一悠然 还没睡醒的样子 有些不好意思开口道 悠然 对不起啊 我也是 想着那臭小子 一悠然瞬间便明白了 心道这君月月的速度可真是快 那丫头该不会昨天晚上 都没有睡觉吧 就在此时 君月月便也到了主院 一悠然内心又一句吐槽 果然单身狗晚上都是 不用睡觉的 一悠然拉着镇北王妃的手说道 无妨 一母你的儿媳妇跑不了 走 我陪你去看看 镇北王妃点点头 她心中也是有些忐忑的 所以才会叫上悠然一起过去 几人 一同到了君义陈珠的院子 倒是很安静 于是 一悠然便让侍卫看着 等有人出来 去告诉他们 她便扶着镇北王妃去了耳房 然后让丫鬟将早膳上了 几人 又一起吃了早膳 才听到隔壁有些动静 一悠然与镇北王妃便出门去看 果然是楚清运出了门看样子是准备走 然后被侍卫拦下了 楚清运看到一悠然 顿时变得十分紧张道 王 王妃 然后便垂下了头 一悠然看着姑娘穿得挺单薄 衣衫也挺凌乱的 便脱下身上披风给她披上 又顺便将她拉进了屋中 楚清运一进屋立马便跪下道 王妃 后面解释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一悠然将她扶起来道 我不是说过吗 不要动不动就下怪 楚清运现在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想 悠然一定是想她故意勾引君一臣 义悠然问道 这件事 你准备怎么办 楚清运想了想 开口道 还请王妃为我保守秘密 不要告诉小王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义悠然道 不告诉她 她就不知道了 楚清运道 小王爷昨夜喝了很多酒 酒醒了想 必定是不记得的 这时 一个嬷嬷从外面走进来 拿着一块撕烂的被单 上面还有些血迹 恭敬地递给郑北王妃 楚清运这才注意到郑北王妃 看着嬷嬷手中的那块布 上面的花色她记得清清楚楚 这时郑北王妃说道 你睡了本王妃的儿子 竟然还想一走了之 君月月扑斥一声便笑了出来 黄沈的这个开场白 也太雷人了 楚清运被郑北王妃的化金的无以复加 听到她的自称 便明白了她的身份 她强自让自己镇定下来 这样的高门大户 自然是不会娶她这种身份的女子的 想着如今 自己也就胜这一条命了 反倒不害怕了 说道 王妃放心 明女昨晚与小王爷发生关系 也是偶然 也绝对不会让小王爷负责的 甚至不会再让小王爷看到明女 郑北王妃就是怕她如此才不放心 用眼神求助地看着易幽然 她没有过媳妇 实在是不知道 怎么与儿媳妇相处呀 易幽然很无奈 这种事 她也没有经历过呀 本来就很尴尬的 但是还是开口道 清运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君逸臣吗 其实他人挺好的 郑北王妃急忙开口道 是啊是啊 以前是有些混账 但自从幽然给她改造后 便再也不胡闹了 楚清运自嘲道 幽然 如今我的身份 还怎么配得上她 单单是从金王府出去的这一条 便能让人在背后笑话她许久 易幽然却摇摇头说道 身份这东西都是虚的 重要的是 两个人互相喜欢 你问问你自己 对她是不是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楚清运沉默了 这时君月月突然在外面叫道 不好了 不好了 君逸臣吐血了 众人顿时一阵心惊 赶忙跑了过去 只见君逸臣的枕头旁边 全是血迹 易幽然慌忙走上前 扣住她的脉搏 只见君逸臣的眼对她眨了一下 于是她瞬间便明白了 看到君月月 也正在与慌张的郑北王妃说些什么 易幽然的手 仍然扣在她的脉搏上 思索着 该怎么眼才逼真 酝酿了好一会 易幽然才看着楚清运开口道 她昨天饮了酒回来的路上 本就受了凉 再加上昨晚过度 那啥 身体损耗过多 易幽然用力地鞭 楚清运还没开口 郑北王妃便已经扑到了 君逸臣的床前哭诉道 儿子 儿子 你醒醒看看母妃 看看母妃好不好 君逸臣一阵无语 母妃这演技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然而更夸张的是 下一秒 郑北王妃直接晕倒在了君逸臣的床旁 易幽然觉得 易母应该是眼不下去才装晕的 于是便让君月月将她拉了下去 然而 她还要考虑怎么说 才能让楚清运待在君逸臣身边不走 郑北王妃被扶下去后 楚清运颤抖地问易幽然 幽然 小王爷她还能治好吗 易幽然看她的表情 便直接一咬牙道 以后的身体怕是不行了 得好好僵养着 养几年看看吧 都是昨晚 爱说完 易幽然便拿出银针 向征信地在君逸臣身上扎了几下 说道 一会她便醒来了 有什么你们两个说吧 说完便收起银针出去了 来到耳房 果然看到郑北王妃与君月月坐在那里 两人还在讨论郑北王妃刚刚的演技 看到易幽然进来 郑北王妃忙喊道 悠然快来 易幽然坐在郑北王妃身边 郑北王妃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们俩怎么样了 易幽然实话说道 不知道 我说得很严重 剩下的就看他们两个了 我想知道的是 这究竟是谁想出的点子 君月月说道 慕容给我的话本子上都是这样说的 这叫苦肉计 易幽然不知道 两人是怎么说的 最后楚清运 还是跟着君逸臣回了郑北王府 郑北王妃也乐呵呵地回府了 而君月月 一直也沉浸在成功当了红娘的开心中 不能自拔 直到中午发生的一件事 让她再也难开心起来 第165章 仅剩的一只单身狗 原因是 易幽然上午 无聊在院子里闲逛的时候 看到了一只很大的螃蟹 将它拎起来观察了好一会发现 竟然还是只母蟹 于是易幽然当即便决定 中午加一道菜 还特地交代要亲征 而且 只能征一炷香的时间 厨子也没见过这么大只的螃蟹 很怀疑 这么硬的动物能不能吃 但既然王妃说了 便按王妃的吩咐 中午将它端上了桌 为了君逸臣的事 晚上都没有睡好的君逸越 睡了一上午后 中午便直接到易幽然这里蹭饭了 看到那只红红的螃蟹 还好奇地问易幽然 怎么有一只红色的大螃蟹 易幽然道 今天上午在院子里面发现的 就让厨子拿来蒸了 还是只母的 里面肯定满满的蟹黄 一会你尝尝 夏合也跟着附和 我记得王妃捡到它的时候 还是灰色的 蒸熟之后就变成红色了 好神奇 君逸越一听 她是在院子里捡到的 心中就生起了一个不好的预感 饭都没来得及吃 便跑了出去 易幽然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便看向慕容莲 问道 你知道她是怎么了吗 慕容莲道 你真的应该是她的定情信物 说着 还掰下了一个螃蟹腿 掰开外面的磕长了长道 确实挺鲜的 易幽然有些听不明白 问道 定情信物 谁送给她的 慕容莲说道 还能是谁 你表哥呗 易幽然好奇道 两人是啥时候有奸情的 谁家的定情信物 是一只大螃蟹 说完 便同样掰了一只螃蟹腿 准备开始吃 就在这时君月月回来了 双眼通红地拿起那只螃蟹 看了看螃蟹的壳上的划痕 确定是她的小兵无疑了 于是问易幽然 你怎么能争了我的小兵 易幽然听到君月月说小兵 反应过来才知道 应该是君月月给螃蟹起的名字 小兵 小兵 真是呵呵了 争都已经争了 易幽然也没有办法 于是试着开口问道 要不我们都不吃 你将它吃了 将它吃进肚子里 也省得它以后乱跑 刚刚慕容莲也说 味道挺鲜美的 说着 还将刚刚拽下来的那只螃蟹腿 放进了盘子中 易幽然见君月月不说话 便又拿起那只螃蟹腿 亲自掰开后 放进了君月月的盘子中 小心翼翼道 你尝尝 不好吃你打我 于是 君月月含泪吃下了那只螃蟹腿 然后便又坐在位置上生闷气 易幽然便自觉站起来 又为她掰开了一只螃蟹腿 递给君月月 看着那白嫩嫩的螃蟹肉 她后悔啊 早知道就早早让厨房 蒸了它悄悄躲在屋中吃了 易幽然看着君月月吃着 她则陪着笑脸问道 好吃吧 这清蒸螃蟹最是鲜美了 等闲了我带你去海边吃海鲜 可比这好吃多了 保证你吃了都不想回家 君月月这才恢复了一些道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食言 易幽然立马保证道 不食言 不食言 慕容可以作证 然后试探问道 那我们可不可以 听到她如此说 脸立马就红了 便解道 哪里是定情信物 别胡说 易幽然 则赶紧掰了一个螃蟹腿 边吃边说道 你看 将定情信物 吃到我们三个的肚子中 便再也跑不丢了 我俩也是你爱情的见证不是吗 以后表哥若是敢赴你 我也定然不会饶他 心中却暗道 这螃蟹果然鲜美 回头得问问表哥还有没有了 三人吃饱喝足后 便让夏合泡了花茶 慕容莲告诉他们 再过几日他便要离开了 距离岛国的人着陆没几日了 他有些不放心 要亲自回去作证 君月月也向易幽然说了 最近那些女工 学习那些语言的进度 不得不说 君月月在这个上面很有天赋 易幽然给她的那本书 已经学了一半了 最近正好她也跟慕容莲住在一起 不会的 顺便也就问了她 君哲虚后来又给她 从边垂地找了几十个人 还有几人 竟然是易幽然 在那个山洞中救出来的流民 易幽然让听雨 先将这些人 带去尹堂学一些防身的本领 然后再交给君月月 三人正在聊天时 木星兵与纪泽宇 则到了王府 君月月一见到木星兵 便说了那只螃蟹的事情 木星兵也是 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的那只螃蟹 想着君月月喜欢这种东西 便讨了回来送给她玩 如今听到易幽然 竟然将螃蟹蒸了 也有些惊讶 那么硬的壳 怕是不好吃吧 却听君月月又问道 那你还有没有了 木星兵摇了摇头 君月月一脸失望道 我还想再尝尝呢 木星兵 纪泽宇又问了问君月成的事情 得知君月成已经将媳妇带回家了 于是感叹道 那小子下手真是快 而后搂着木星兵的肩膀道 兄弟 就剩我俩单着了 易幽然面色怪异地看着他道 你确定剩的不是你自己 纪泽宇听了易幽然的话 立马朝木星兵道 你不会也有心意的姑娘了吧 说吧 是哪家姑娘 我去抢了来 慕容莲哈哈大笑道 是你们皇家的姑娘 哈哈 纪泽宇看看木星兵 又看看君月月道 你们俩瞒得够深的 什么时候有奸情的 君月月直接拍了她的头道 你才有奸情 木星兵不好意思地摸摸头 说道 兄弟 对不起了 比你早一步 纪泽宇则是满脸无奈 感觉一夜之间 发现就剩下自己一只单身狗了 心中的感觉可想而知 于是看向易幽然 要不 幽然你给我也找个媳妇吧 我母亲若是知道君一臣都有媳妇了 就我还担着 肯定会骂死我的 易幽然笑道 君月月抢着说道 表哥 你若是遇见喜欢的不好下手的话 给我说 我帮你 纪泽宇想到君月月给君一臣用的药 打了个寒颤 觉得自己还是用不到君月月比较好 第166章 太子大婚前夕 易幽然想了想 还是决定与慕容莲一起去一趟花生 于是当晚便与君哲旭说了这件事 君哲旭自是不放心他独自前往的 今日皇帝也给他说了一件事 江南恰逢雨季 今年降雨量比往年要多 下面的官员已经上奏多处 已经有洪涝了 所以想让他前去坐镇 因此 他也抽不开身陪易幽然过去 于是便与他商量等他 从江南回来 再与他一起去 易幽然当然不肯 但也不想再与他争执 带他去了江南他在 偷偷开溜便是 君哲旭自是 看出了他的想法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 你若是实在想去 那便记得 一定要带上惊雷与闪电 易幽然听他如此说 开心地上去吻了他一下 然后问道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江南 江南的美女 可都是娇小温婉 柔情似水的 你可不要迷失在温柔乡里 出不来了呀 君哲旭轻笑一声 休整一下明后两日 便差不多要出发 然而可是舍不得为夫 易幽然闷闷地说道 当然舍不得了 才刚成婚没多久 蜜月还没有过去 就要分开了 水火无情 你去了那里 可要保护好自己 你若是出什么事了 我就在花生 让慕容给我找几十个男宠 再也不回来了 君哲旭看着自己怀中的小女人道 为夫这辈子都不可能 给你这个机会的 即使我们头发斑白 牙齿掉光 本王也要走在你的身后 易幽然心中感动 想了想 又去茉莉空间找了找资料 制定出了一套 相对完善的抗洪计划书 上面尽可能将 所有的可能都写了出来 交给君哲旭道 我也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这只是纸上谈兵 希望可以能帮到你 君忆成看到纸上 用探笔写的那些字 歪歪扭扭 甚至还有些错别字 但是这内容看下来 对于他来说 确实是宝藏 易幽然对着繁体字 也确实很无奈 刚笔字 他练了一手的楷书 来到这里发现 丝毫没有用武之地 字不仅要竖着写 而且还是繁体字 他也是很无奈 决定等他闲下来 一定要好好练习练习 君哲旭果然在第二日的傍晚 便带着许多的物资 出发了 易幽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干什么 也提不起兴致来 不禁感慨道 习惯真是可怕 君哲旭才走一个时辰我 已经开始想他了 慕容莲听到这话 酸得直摇头问道 你真的决定与我一起回花圣 要不你还是去找 你的亲亲老公吧 易幽然摇了摇头道 他那边我又帮不上什么忙 还是算了吧 还有几件事 等我办好了 我们便走 想到明日便科举了 于是易幽然便决定 去牧师的院子里 看看一兵驳 而且 明日还是太子 娶一师庭的日子 自从张氏死了之后 易幽然便没有再见过一师庭 已然跟国师府 已经断了关系 太子大婚在宫中 君哲戌不在京城 她这个金王妃 怎么也得露个面 对于皇宫 易幽然是一点也不想进 特别是这个宫宴 更是一点也不感冒 回想起自己参加的三次宫宴 第一次吃完后 被张贵妃与皇后 联手摆了一道 第二次吃到一半 去收拾太子了 第三次压根没吃 将皇后给送冷宫了 真怕她再多去几次 明年皇帝 恐怕就得给自己选妃了 来到了牧师的院子 竟然发现 易兵驳没有读书 而是在与牧师聊天 两人看到易幽然过来 自是十分开心 易幽然笑道 明日就要科举了 哥哥紧张吗 易兵驳道 平常心对待就好 今日也不想再看书了 就陪着母亲说说话 易幽然直接道 我已经让管家 给你准备好了 明日考试要用的东西 一会便送过来了 哥哥的手臂 可是完全好了 易兵驳道了声谢 便直接抬起自己右臂 道 悠然你看 提水都没有问题 易幽然道 哥哥我已经给君哲戌说了 若是你高中状元 那金王府旁边的 那间府邸便让皇上赐给你 到时候 你跟母亲就住在 金王府的隔壁 我去看你们也方便 易兵驳听了之后 也很开心 便对易幽然道 妹妹放心 哥哥为了能住你隔壁 必定要取得榜首 易幽然呵呵直笑 牧师看着自己的 这一对儿女 心中甚是欣慰 嘴角的笑指都止不住 易幽然问道 母亲近日可有去美颜堂 牧师听到她如此问 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但又马上恢复正常 笑道 去了 昨天还去了一趟呢 我现在都觉得 我又年轻了好多呢 易幽然细心地 察觉到了牧师的 那一丝表情 心想这情妇关 速度挺快的 这么快就行动了 易幽然觉得自己 有必要帮情妇关一把 于是开口道 母亲您本来就很年轻 您现在跟我一起出去 不知道的 肯定以为我们是母女呢 牧师被易幽然说得很开心 说道 你这丫头 就知道都我开心 然而易幽然却开口道 母亲 正因为您还年轻 所以您的生活 不应该被我们占满 您也应该为自己而活 拥有您自己的人生 牧师听到他的话 有些迷茫 心中亦有些悸动 像他这个年纪 不就是 应该是为儿女们活吗 易并博听懂了 易幽然说的这一番话 自然也是赞同的 于是也附和着易幽然说道 母亲 我与幽然的想法是一样 我们已经长大了 您是我们的避风港 我们同样也是 您坚强的后盾 牧师想了想 昨日从美颜堂出来 见到的那个人 说的那些话 心中又生出了些不确定 易幽然看 牧师一时半会也想不明白 便也没有强求 先让他知道自己的态度变好 第167章 说服将军 易日 易幽然早早起床 盛装打扮了一下 特地穿上他的王妃巢服 瞬间气场全开 就连慕容莲看到他这一副装扮 都惊艳了一把 然后看了看自己的衣服 按道会不会太随便了一些 按易幽然的话 他是去给君哲续长脸的 总不能被一师庭比下去了 慕容莲暗自则舌 这是要抢新娘子风头的节奏啊 真是厉害了我的小师妹 慕容莲是用花圣皇太女的身份 与易幽然这个金王妃一同进宫的 一进宫便吸引了众人的视线 君月月昨晚上便回宫了 如今见两人经验登场 顿时便后悔了 自己也应该好好收拾一番的 这样 站在两人后面 就像个小丫头一样 三人一同进了正殿 皇上坐在正位上 慕容莲直接开口道 华圣慕容莲见过风起皇上 然后 易幽然与君月月也给皇帝行了礼 皇帝与慕容莲寒暄几句后 便让他们坐下观礼了 易幽然一坐下 便感受到对面一道不善的目光 正是虎威将军 易幽然对虎威将军并没有什么偏见 不能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就磨灭老将军对这个国家的付出 于是还咧嘴对着虎威将军笑了一下 虎威将军看到易幽然的表情 只觉得那笑脸甚是碍眼 便冷哼一声扭过脸去 易幽然心中吐槽 这么大岁数竟然玩不起 易幽然坐在位置上 不一会 便看到镇北王与镇北王妃到了 易幽然看了眼两人后面 他看到了什么 楚清运竟然也来了 还推着军易臣 是的 军易臣坐在了一个轮椅上 楚清运在后面推着他 刚刚进门的时候 还是几个侍卫将他抬进来的 易幽然无语服额 看来这家伙 还没有搞定楚清运啊 还在用苦肉计呢 皇帝看着军易臣问道 易臣这是怎么了 军易臣拳头放在嘴边 轻咳了两声 弱弱开口道 黄伯伯 哲身体有些不适 不能向您见理了 皇帝忙问道 那些虚礼 能免就免了吧 你可有大碍 易会让太医院院守给你看看 军易臣自视不肯 一看不就穿帮了 于是道 慕容神医已经为哲看过了 并无大碍 说罢便低下了头 楚清运看到他失落的样子 心中不免生起一股心酸 易幽然看着军易臣的演技 向慕容莲吐槽道 这次骗人 已经骗到皇上那里了 我在想 若是有一天 她的谎言被戳穿了 该怎么办 慕容莲也乐得看热闹 不 我若是清运 到时候定然不会放过她 易幽然突然恶趣味地 想看看军易臣 追欺火葬场的样子 与皇帝寒暄完 楚清运便将军易臣 推到了易幽然隔壁的桌子旁 她则站在军易臣身后 军月月拉着她 坐在自己身边道 清运 坐下休息会 楚清运有些扭捏 看了看四周 小声说道 公主 这鱼里不合 军月月道 有什么合不合的 本公主让你坐你便坐下 易幽然淡淡开口 本王妃的义妹 有什么地方坐不得 楚清运惊讶地看向易幽然 易幽然却是又开口道 日后出来做什么事 切莫丢了本王妃的颜面 楚清运知道这事 幽然在给她长脸 于是应了一声 是 易幽然的声音并不小 不少贵女用艳羡的目光 看着楚清运 都羡慕她的好命 还有不少人在悄悄打听她 究竟是谁家的小姐 不一会儿 太子便与易师庭 一起拉着红丑走进殿中 依旧是高公公在主持 众人看着太子妃 虽然也娇媚可人 但始终不及坐在皇帝下 坐的那两名女子 来得有气质 易幽然磕着瓜子 看着旁边的君逸臣 巧声开口道 你准备装到什么时候 君逸臣又嗨嗨两声 最起码也要让她离不开我之后再说 易幽然好心提醒 你可莫要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君逸臣说道 你没事了 也开刀开刀她 易幽然呵呵一笑眉吭声 看着太子与易师庭拜堂 想着自己的事 这时 易幽然看到虎威将军 起身向外走去 易幽然将手中 没吃完的瓜子 扔在盘子中 也跟着出去了 易幽然跟着虎威将军 一直走到一个假山后 虎威将军突然停下说道 金王妃跟着老夫 这是何意 易幽然道 自然是有事相求了 虎威将军看着她开口道 金王妃害死了我的女儿 现在还有何颜面 要老夫帮忙 你又凭什么让老夫来帮你 易幽然道 就凭虎威将军 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 将军可忍心看到 您身后的二十万将士 不是牺牲在保卫疆土的战争中 而是死在皇位争夺的阴谋中 虎威将军笑了起来道 金王妃还真是一点 不隐藏你们的夺位之心啊 易幽然道 名人不说暗话 我以为我们表现得够清楚了 难道虎威将军这么久 还看不出来吗 虎威将军 金王妃果真是女中豪杰 不怕老夫将这件事告诉皇上吗 易幽然淡淡一笑道 将军想去尽管去 您心中也清楚 太子殿下实非明俊 说到底 先皇后那件事 也并非是本王妃挑起的 以皇后那种控制人的手段 风起若真交到他们手中 会是什么样子 您可有想过 虎威将军陷入了沉思 易幽然接着说道 您只有二十万士兵 剩下的兵权 都在镇北王金王 与我舅舅的手中 今日与您谈这一番话 我只是不忍心 您的那些士兵们 无辜往死 若是您还是执意如此 那我们也只能选择壮士断腕了 就是不知道 将军到了九泉之下 以和颜面来面对那些将士 虎威将军看着易幽然 竟有些看不懂这个女子 对待皇后时凶狠毕露 却又对她的二十万将士心怀怜悯 于是他问道 为什么 易幽然认真道 我们的利刃 应该是对准侵略我们的敌人 而不是对着自己人失衡遍野 将军若不出手 我答应保太子一命 虎威将军想了想到 我答应你 不过金王妃必须答应老夫一个条件 易幽然听了虎威将军的话 却丝毫没有欣喜的感觉 问道 将军的条件数本王妃不能答应 虎威将军道 王妃不听听就要拒绝吗 易幽然直接道 我与将军谈的不是交易 将军这二十万将士生命 也不是为您家族谋得福利的工具 第168章 是选美吗 虎威将军大笑 金王 由你可当千军 怪不得皇后得不到你便要杀了你 金王妃刚应该是猜得到老夫的要求吧 易幽然道 猜得到如何 猜不到又如何 说到底 不过就是一厢情愿而已 虎威将军却说道 人是会变的 王妃就那么确定 金王殿下日后不会变心 易幽然摇摇头说道 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 若是真到了那一天 他若坦然相告 我自不会强求 女人本就不该男人的附属物品 或许有一天 是我先厌倦了呢 虎威将军 也是第一次听到 有女子这般说话 心中的惊讶可想而知 不过面前的女子 也的确有这般说话的资本 仅仅她的医术 就能让她在这风起横着走了 更何况 她还与华盛皇太女的关系 更是匪浅 就连一项最难缠的月公主 都整天跟着她 于是她想了想 改变了说话的方式 开口道 老夫答应金王妃 但有一个请求 希望王妃娘娘可以允许 易幽然见老将军 还是挺实实物的 于是问道 老将军请讲 虎威将军道 老臣希望孙女 定然不许她肖想金王殿下 易幽然笑着道 那又为何要跟着我 而不是跟着金王殿下 好好地在府中 当千金小姐不好吗 虎威将军道 因为老臣在王妃身上 看到了一种坚韧 一种信仰 一种力量 还请金王妃允了 易幽然想 这老头还挺会拍马屁的 于是便开口道 可以 听说老将军可是有时爱的孙女 这人选的要我自己挑 一旦跟了我之后 无论我如何对她 请老将军都不要随意干涉 虎威将军既然下了这个决定 自是相信易幽然的人品 于是点头道 那是自然 易幽然与虎威将军商量好晚上 去将军府挑人后 便回到了政厅 太子与易师庭已经拜完了堂 喜宴已经开始 易幽然在她小伙伴们一桌做好 慕容莲巧声问道 搞定了 易幽然点点头 慕容莲朝她比了一个大拇指 心中暗自决定 一定要将她拐到自己家一段时间 易幽然与虎威将军达成约定 心中也很轻松 她就是怕太子趁她与君哲婿都不在京中时搞事情 如今她总算能安心去华盛了 于是 无事一身轻的易幽然 就开始品尝起宫宴上的美食 直到太子过来给她倒酒 太子进入洞房没多久便出来了 易幽然想起 上次给太子看诊时 交代过她两个月不能防事 看来太子挺听话的 如今呢 还不到两个月 看来 太子今晚这新婚夜 要憋屈着过了 太子在皇上与镇北王那一桌敬完酒后 便来到了易幽然这桌 看着如今意气风发的易幽然 心中情绪复杂 想着当初母后让自己破了她的身子 那她现在应该就是自己的太子妃了 母后也不会死了 易幽然若是知道太子的想法 肯定会不屑道 你母后会不会死我不知道 但你现在肯定是凉透了 太子将到满酒的杯子端给易幽然 说道 如今三弟不在家 还请三弟妹带三弟饮下这杯酒 易幽然端起酒杯 直接倒在地上 说道 这杯酒理应先进先皇后娘娘 若是她地下有之 想必也会感到欣慰的吧 太子看着易幽然与君哲戌如出一辙的表现 心中的满腔怒火 瞬间点燃 指着易幽然道 你 易幽然想着 刚与虎威将军和解 再将太子的婚宴弄砸有些不地道 于是端起面前的茶水道 太子殿下 本王妃实在是不胜酒力 以茶代酒敬太子一杯 祝太子与太子妃新婚夜快乐 说完便将茶水一饮而尽 太子偶得吐血 新婚夜快乐 她这身体能快乐地起来吗 军月月看着太子愤愤离去道 这太子爷太小气了吧 还没有与我们敬酒呢 我祝他新婚夜不举 慕心兵喝在口中的酒立马喷了出来 继则与同情道 现在知道你找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了吧 众人 慕容莲此时却道 不举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有那个能力 却还不如没有 军一辰听着几人的对话 好想插上一句啊 但看看旁边的楚清玉 想了想 还是逗弄自己的小王妃吧 于是便又轻咳了一声道 月儿 我想吃那个芙蓉蛋 楚清玉全程都在照顾这丝的饮食 如今听到他如此说 便直接用勺子盛给他 易幽然看到军一辰那满足模样 简直没眼看 继则与更是酸的牙齿都要倒了 眼神忧怨地看向易幽然 易幽然 易幽然这一趟恭敬得挺顺利的 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他不知道的是 如今后宫的嫔妃 能不与他 发生交集就避免 连叱咤后宫二十多载的皇后 都被他给收拾了 他们谁还敢轻易出这个眉头 晚上 易幽然穿了一套暗色的衣服 便与清泉一起去了虎威将军府 虎威将军也早早地 将自己的十来个孙女 都给叫了过来 易幽然一进屋 便看到屋中 整整齐齐地站着十来个女子 整体上来看 长得还都是不错的 各个形态不一 易幽然瞬间 就有一种自己要选美的错觉 虎威将军道 王妃 这便是老臣不争气的孙女们了 易幽然点点头 问道 你们有谁愿意与我一起走 美人们都没有反应 刚刚虎威将军已经与他们说了 被金王妃挑中了以后 便跟在金王妃身边伺候 什么都要听易幽然的 他们可都是虎威将军府的小姐 怎么能做这种低贱的事呢 虎威将军气得直叹气 碍于易幽然在这里才没有发火 这时有一个女子开口道 既然没有人去 那我去便是了 易幽然看着这个女子 看年龄好似还比她大上两岁 身形娇媚 易幽然只看了一眼 便觉得不喜 那女子也是观察了易幽然许久 看她也不过如此 根本没有爷爷说得那么夸张 这么大的女子 能有多少手段 跟在易幽然身边 伺机接近金王殿下 也不是不可能 到时候 若能取而代之 那便更好了 第169章 叶玄 易幽然看着面前的美女 心中 想着自己的打算 完全忽略了刚刚那位小姐说的话 因为易幽然一眼 便看出了那女子的用意 那女子建议易幽然不理她 于是开口提醒道 金王妃 易幽然淡淡开口 你不行 那女子建自己 竟然没有被易幽然看中 心中不服 便开口道 金王妃为何不选我 难道是 炮分走王爷的宠爱吗 虎威将军听到她如此说 立马呵斥道 柔儿 易幽然却轻笑道 无妨 柔儿小姐很直爽 但是激将法对本王妃没用 本王妃话也说到了这里 本王妃从来不怕任何人去勾引王爷 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若是能被苍蝇钉上的蛋 本王妃要她 又有何用 众人皆震惊于易幽然的话 就在这时 一位穿得花花绿绿的小姐 从殿外走进来 直接开口道 金王妃 你看我怎么样 易幽然还没有开口 虎威将军立即喝道 你给我退下 胡闹 我不是不让她来吗 她怎么过来了 易幽然有些好奇 但看着姑娘的穿着便知道 这姑娘的审美肯定有问题 虎威将军话落 那姑娘便道 难道我不是爷爷的孙女吗 我为什么不能去 虎威将军道 你若是跟着金王妃不是尽添乱吗 还不赶紧下去 易幽然有些好奇 看虎威将军似乎也不是真的发火 但看房间中的众人看到她都露出不喜的眼神 易幽然看着这姑娘明媚的大眼睛 还有一双甜甜的酒窝 于是问道 你为什么要跟我走 那姑娘倒挺直接的 开口道 为了多见几次小君王啊 易幽然 虎威将军忙说道 王妃她真的不行 然后指着那姑娘道 还不快退下去 那姑娘却不为所动 又开口道 爷爷今天若是不让我去 明日我便去金王府当丫鬟去 易幽然倒是来了兴趣 合着这丫头是赖上自己了 与其带一个重规重矩的回去 还不如带个这样的 挺有意思的 于是易幽然便道 自我介绍一下 让我听听 那女子开口道 因为我出生当日 爷爷打了胜仗 所以我叫叶玄 凯玄而归的玄 我爹是爷爷的大儿子 我是我爹的妖女 我爹是兵部尚书叶青 我从五岁在一次宫宴上 见到了小郡王 之后便喜欢了他这么多年 然后就开始说 他每次与继泽宇见面 是在什么时候 虎威将军感觉到 他的仪式英明 就这样毁了 易幽然倒是觉得 他挺有趣的 于是问道 你有什么擅长的没 叶玄绞尽脑汁地 想了半天道 武功高算不算 易幽然身边 武功高的人多了 想着女孩子 也就是些花拳绣腿 于是点点头道 算是吧 那你就跟我走吧 那女子兴奋道 好嘞 然后去门口扛起 比他还要高的一大包东西 易幽然疑惑问道 这些是什么 叶玄回答道 我的衣服和武器啊 易幽然心想 这女子果然是有备而来 竟然连东西都收拾好了 然后易幽然便带着 叶玄走出门 临出门时 虎威将军还特意交代了一句 若是叶玄做错了事 还请王妃能饶她一命 易幽然应下后 便离开了将军府 看着叶玄扛着 这样一大包东西 心道看着虎威将军 也不是那么讨厌这个孙女啊 为何连派个侍卫 帮忙搬东西都不肯 便叫道 惊玲 你出来帮他拿着东西 惊玲因事后 便上前要拿下叶玄肩膀上的东西 叶玄摇了摇头道 不用了惊玲大哥 我的东西 你怕是搬不动 惊玲感到了侮辱 然后开口道 不试试 怎么会知道呢 说着 便要卸下叶玄身上的重担 然后下一秒则 便被这些东西 压在了身下 易幽然看到惊玲的样子 也有些惊讶 原来自己找回来了一个大地水手啊 于是问道 叶玄 你是不是经常吃菠菜啊 叶玄想了想开口道 我不挑食 很好养活的 说完又直接扛起那一包东西 跟着易幽然向前走去 闪电出现在惊玲身后 将她扶起 道 叶小姐今日给我们上了一课 就是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要小瞧女人 惊玲 心中好憋屈啊 脑子比不上王妃 轻功比不上轻权 现在就连力气都被一个女人比下去了 好心塞 易幽然将叶玄安置在慕容莲住的院子中 慕容莲看到叶玄的第一眼 直接问道 悠然 你是带回来了一只鹦鹉吗 易幽然看着叶玄的 一身衣服 红配绿 也有些无语 所以问道 你的丫鬟与你有仇吗 叶玄一脸莫名地 看着易幽然 易幽然解释道 你的衣服 不是丫鬟给你准备的吗 叶玄看了看自己的衣服 一脸沮丧问道 我穿这样的衣服不好看是吗 易幽然道 这种衣服 很难有人穿上好看吧 叶玄伤心道 是小君王告诉我的 他喜欢这两种颜色的 我的衣服 全都是这个颜色的 易幽然似是不相信 纪泽宇竟然有如此特殊的审美 于是问道 他什么时候给你说过的 叶玄开口道 我八岁的时候 慕容莲问易幽然 你在哪里捡回来的奇葩 纪泽宇虽然让你给他找媳妇 但人家堂堂郡王 你总不可能找个傻的吧 叶玄不认识慕容莲 听到他说自己傻 瞬间脾气变上来了 说道 你才傻 然后便对慕容莲开始动手 他爷爷交代过 不能对王妃动手 对这个女子动手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慕容莲看他一言不合 竟然还朝他出手 便上前与他对打了起来 两人都没有带武器 易幽然便开始看两人的招数 可是很快 他就发现 慕容莲有些不敌了 易幽然便扭头 对清拳道 清拳 你上去棒棒慕容 清拳点点头 便上前加入了战圈 最后还是 惊玲也上去了 最后三人才看看制住了叶玄 第170章 停经江南 易幽然看着慕容莲笑道 怎么样 慕容莲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道 真是牛 话说这姑娘 你究竟是从哪找回来的 易幽然淡淡道 虎为将军府啊 慕容莲道 虎为将军该不是假意与你合作 事实 是想派他来杀了你吧 易幽然翻了翻白眼道 你的想象力 还真是挺丰富的 叶玄觉得 自从来之后 这个女人说的话 一直在针对她 于是开口问道 我为什么要杀王妃 慕容莲道 这还要找理由吗 皇后的死的死 难道不是因为她 皇后难道不是你姑姑 叶玄摇了摇头 道 她才不是我姑姑呢 祖母说她死有余辜 易幽然听了这话 瞬间来了兴致 问道 你祖母不是皇后的母亲吗 叶玄道 那个女人才不是我祖母的女儿 只是寄养在我祖母名下而已 因为我祖母没有女儿 要不然皇后怎么可能轮得到她当 加上她那姨娘的死 与我祖母多少有点关系 虽既养在祖母名下 但对我祖母并不亲热 甚至还几次三番地找祖母麻烦 她最喜欢的小辈 便是叶柔了 因为叶柔是她亲哥哥的女儿 易幽然与慕容莲没有想到 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易幽然想到 刚刚那个叶柔 似乎眼中只有对君哲婿的势在必得 对易幽然 反而并没有多大恨意 心中不禁感慨 这先皇后是多不招人待见 慕容莲听到她如此说 便也直接说道 刚刚错怪你了 抱歉 叶玄也不是那种的理不饶人的姑娘 相反头脑还是很简单的 开口道 没事 你是王妃的朋友吧 那以后也是我的朋友了 易幽然说道 慕容 明日你给她重新打扮打扮 这一身出去 实在是 慕容莲点点头 叶玄倒是满脸的不情愿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毕竟她现在的身份是易幽然的跟班 老大都发话了 她还能说什么 慕容莲看她的样子 就知道 她心中想些什么 于是开口道 你的小郡王 现在口味早就变了 明日我给你打扮打扮 便带你去见她 保准惊艳到她 叶玄听到她如此说 瞬间便高兴地缠着慕容莲 易幽然见二人已经打成一片 便回到了主院 回到主院后 叫来了徐管家 与她交代了王府的一些事宜 然后又去了牧师那里告诉她 自己过两日便要出去的事 嘱咐她 没事还是多去一下美颜堂 并交代了听语 若是秦副官来王府找牧师 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她进来 第二日 易幽然将她的小伙伴们 叫到了一起吃了一顿饭 告诉了他们 自己要与慕容莲一同回花生的事情 君月月自然是想跟着去的 易幽然却将她留下来了 让她好好地叫洗那些人 答应她 日后坐船带她出远门 这才将她安抚住 继泽宇的目光 却一直注视着慕容莲身边的女子 怎么看都有些面熟 叶玄发现继泽宇在看她 强忍着心中强烈的悸动 强忍住想说话的冲动 因为慕容莲告诉她 男人都不太喜欢太主动的女人 果然今日她不说话 继泽宇都已经看了她好久了 继泽宇看了半天 才确定了叶玄的身份 于是开口问道 你不是经常喜欢穿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吗 今日怎么换了品味 叶玄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应该是继泽宇主动与她说话了 于是开口道 是慕容姐姐帮我找的衣服 继泽宇淡淡嗨了一声道 穿得终于正常些了 易幽然看继泽宇对叶玄 应该还是有点印象的 只不过不是什么好印象罢了 昨晚听叶玄自己说 她也只是经常出现在继泽宇的周围 并没有过分地缠着她 估计继泽宇也不会自恋地想着 这姑娘是喜欢她吧 算了 还是慢慢来吧 若是继泽宇真的对叶玄无感 那也能强求 易幽然交代了店铺中的事情后 与慕容莲商量后 便决定第二日启程 第二日 易幽然与慕容莲两人 便带着青泉叶玄 与金雷闪电出发了 金雷闪电 看到了与上次去边陲前 在八宝宴如出一折的饭菜 易幽然无奈地吃下了 青泉叶玄不知所谓 但易幽然让他们吃他们 便毫不设防地吃下了 于是没意会 四人便全部晕倒了 金雷闪电在晕倒的前一秒 还一脸忧怨地看着易幽然 易幽然也很无奈啊 她不知道该怎么与他们说 关于空间的事情啊 只能这样了 于是她与慕容莲合力 将四人放入了空间之中 两人还是等到了晚上 开着简易飞行器 便出发了 慕容莲熟练地操作着飞行器 感慨道 还是这个东西好啊 明天早上就能到达花圣了 易幽然问道 还有几日 我们是先去皇宫 还是直接去边界 慕容莲道 先去皇宫吧 好久没有回去了 我介绍母皇给你认识 易幽然问道 你确定不是让我去帮你 收拾烂摊子的 慕容莲笑笑 那不是你顺道的事吗 易幽然有些无语 摊上这么个尸解 也真是 就在飞行器飞到江南时 易幽然向下看去 果然不少地方都被淹了 下面一片汪洋 看来要比君哲旭说的 要严重许多 易幽然 当即便决定停下 两人便在一处平地停下了 将飞行器收回空间后 两人便直奔府衙 直接翻墙进入 跳入院子后 所有人都看着他们两人 知府大人正在指挥着衙衣在干活 正将一件件棉衣棉被装香 天还下着细雨 厚厚的雨布搭在那些箱子上 看到是两个女子跳进院中 以为是来避难的 于是开口道 你们若是没地去 就去后院吧 应该还能挤挤 但是若是饿了 那便没办法了 县衙已经没有一厘米了 第171章 酬粮 易幽然也没有想到 府衙里面竟然这么多人 一瞬间脑子也有些短路 听到知府如此说 又看了一眼他的穿着 衣服下摆 以及靴子上满是泥土 身上的官服 已经也已经差不多湿透了 易幽然心想 这个知府还是一个好官呢 算了算时间 君哲旭应该还有两天的路程 易幽然于是 拿出那块代表金王府的玉佩开口道 皇上已经派金王殿下 带着物资前来赈灾 约某还有两日便到了 殿下特派我们来 先送一批粮食 知府见到令牌 立马便跪了下去 听到易幽然带来了粮食 更是欣喜 但看两人并没有拿东西 便开口道 多谢大人 不知粮食在哪 易幽然问道 不知大人可有储存粮食的地方 需要两间房那么大 这回还在下雨 若是粮食堆放在外面 很快便会坏掉的 知府犯难了 说道 后院的粮仓 如今也是住满了人 如今下着雨 灾民也无处可去 下官便将这些灾民 安置在了县衙后院 易幽然想了想 好像皇帝都喜欢下江南 便问道 这里可有行宫 知府恭敬回答道 行宫是有的 但是行宫中有个总管在管理 下官也去与他商量过 能不能让一些灾民暂住两日 但那刘总管执意不肯 说行宫中有许多贵重东西 那些贱民住进去 定然会损坏里面东西 易幽然没想到 还有这种人 问了知府行宫的位置 便与慕容莲一起去了行宫 俩人杀到行宫之后便发现 这行宫还挺大的 里面竟然还有好几个院子 易幽然找了半天 才才在其中的一间屋子中 找到了那个刘总管住的院子 两人二话不说 便潜入了那个院子 站在屋子外面 听到里面有个阴柔的声音响起 对 就是那个地方 再给咱家捏捏 然后便听到一声舒服的呻吟 易幽然心道 这个刘总管还挺会享受的 皇帝不来行宫 这个太监总管就是个土皇帝 就连知府都要让他三分 易幽然直接一脚将到屋门踹开 直接走进了屋中 易幽然看到一个太监 穿着睡衣躺在榻上 有两名宫女给他按摩着 还有一名宫女站在那里 专门给他喂水果 易幽然内心腹肥 这年头 就连太监都如此会享受了吗 躺在榻上的刘总管 看到突然闯进来的两名女子 竟敢擅闯行宫不要命了吗 来 那个人子还没有说出口 易幽然直接拿起桌上的茶壶砸向了他 然后看向那几个宫女道 不想死的赶紧给我滚 那几个宫女忙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易幽然直接拎起刘总管 将他扔在地上 刘总管嘴中还放着狠话 你们可知道我是谁 若是敢动我 皇上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易幽然冷笑 皇上会不会放过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今日本姑奶奶是不会放过你的 说完又直接给了他两脚 那太监被踢翻在地 遂开口求饶 女侠饶命 女侠饶命啊 我有银子都拿给你 只求狐娘能饶我一命 易幽然听到他如此说 便问道 你这里可有余粮 刘总管一听 他是为粮而来 便更确定 就是他俩就是饿着肚子的贱名 但是此刻他还在易幽然手中 只能谨慎道 有 有 存粮都在西边库房 易幽然拖着那太监往西边走 路上那太监突然挣脱了他的束缚 对着侍卫大叫 快点抓住这两个妖女 然后便冲出了十几名侍卫 将易幽然与慕容莲团团围住 这时 易幽然直接亮出了他的玉佩 侍卫头领看到玉佩 立马带头跪下道 属下见过贵人 刘总管瞬间愣住了 没带他反应过来 易幽然便将他扔给了侍卫统领 吩咐道 将他关起来 过两天交于金王殿下处理 侍卫统领应声刘总管 便被两个侍卫拖了下去 被拖走的时候 嘴巴里还不停地说 他是皇上亲自封的总管之类的 易幽然完全没有将他当回事 便让侍卫统领带路 直接走到了仓库 仓库中的存粮也没有剩多少了 于是吩咐侍卫统领 连夜将所有院子都收拾好 贵重的物品尽量都放起来 从明日开始 行宫内除了给金王留一个院子外 其他的院子全部收留灾民 侍卫统领连声音试 心中也是激动的 之前他看到那么多灾民无处可去 心中也很难受 无奈这个行宫中刘总管是最大的 他不开口 他也不敢擅自收留那些灾民 易幽然吩咐完 便找了个差不多的院子 将茉莉空间中 上次捷连的粮食给挪了出来 并吩咐人不许随意进出这个院子 等金王来了 这个院子便留给他 易幽然件事情已经交代完毕 便令几名侍卫将仓库中的余粮 全部运到知府那里 侍卫听命便去运粮了 易幽然同样去去了知府衙门 告诉他粮食的位置 提醒知府一定不能让百姓们 喝那些浑浊水 水上漂的食物也一定严禁使用 易幽然又问了百姓的救援情况 得知了 还有许多人被困在水中 晚上救援更是不方便 易幽然当即便与慕容莲 一起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将空间中的十来个疲伐艇 和一些救生衣 全部用积分兑换出来 还有 他上次在王府库房 拿的十来个夜明珠也都拿了出来 这时天空又下起了大雨 慕容莲问他 你确定要拿出这么多东西吗 空间有可能就会暴露 易幽然却是问他 那么多人困在水中 难道我们不救 生命本就是平等的 我们的命是命 他们的命也是命 即使被有心人发现了 我们也赚了这么多条人命不是 再说了 不还有你跟君哲戌不是 一个风起金王 一个花圣皇太女 难不成还能让我被人 架在铁架子上烧了不成 慕容莲说道 若是有人敢烧你 就先在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易幽然很感动 但还是嫌弃到 嘖嘖 好土的台词 第172章 救人 慕容莲见他如此不识好歹 于是用力地敲了他的头一下 易幽然想了想 还是决定将他空间中的 惊雷四人给弄出来 这四人武艺高强 特别是叶玄 估计一只手就能将人给捞上来 四人醒来看到 易幽然已经到了江南 除了清泉与叶玄 惊雷闪电 二人都是一副 我就知道会如此的表情 易幽然也没有多做解释 直接给他们四人 说了当前的情况 又去府衙里问知府大人要了 几个有些武功底子的衙役 十几个人就这样出发了 到了受灾严重的村庄 易幽然发现 最深的水已经有一人高了 于是快速教会了他们 使用皮发艇 然后让他们都穿上了救生衣 每人都发了夜明珠 最后留了不懂水性的几人 在岸上接应 于是 几人便划着皮发艇出发了 易幽然想了想 还是拿出了一个大喇叭喊道 我们是官府的救援人员 若是需要帮助的 请大声喊 突然一声这么有穿透力的喊 惊得后面皮发艇上的人 都差点坐不稳 不过很快便有了成效 众人听到了一声救命的声音 易幽然立马调整了皮发艇的位置 他是与夜玄在一起的 慕容莲则是与清泉一起 易幽然将喇叭扔给了清泉 示意他们继续向前 他则先去救那人 易幽然夜玄两人 借着微弱的光 很快便找到了呼救的地方 看着一个男人 一手扶着一棵树站在水中 另一手拉着一个木板 木板上趴着一个女子 那男人一看到易幽然两人 灰白的眼中 立马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朝易幽然喊道 姑娘 求求你救救我的妻子 她还怀着孩子 易幽然两人赶忙过去 夜玄在靠近木板的时候 直接伸手轻松地 将那女子抱上了皮发艇 易幽然看了 一眼那女子发现 她嘴唇已经冻成了白色 微弱的呼吸提醒着她还活着 衣服已经湿透 高高隆起的腹部格外显眼 夜玄直接将她湿掉的衣服扯掉 脱下自己的衣服 将那女子裹住 易幽然伸手 想要将那男子扯上来 那男子却摇摇头道 你们能将她救了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我已经将我的腿 与这棵树绑死了 你们快走吧 易幽然听到男子的话有些震惊 看到她的手 也是与木板绑得紧紧的 易幽然有些感动过 直接拿出匕首下一秒便跳了下去 吓到水中根本看不见 易幽然便一点一点地摸索着 帮那男人隔开了绳索 男人根本不会游泳 解脱了束缚后 两手便抓紧了木板 夜玄看到易幽然跳下水 心中无比震惊 怎么也没有想到 金王妃会为救一个普通人 而跳进这么脏的水中 于是她紧紧地盯着水面 看到易幽然出来 便第一时间将她拎了上来 对 是用得拎的 就在易幽然准备扒着皮发挺时 衣服先飘了上来 然后就被夜玄拎了起来 上船后 易幽然顾不得那么多 因为那个木板快要飘走了 于是赶紧追上 又将那男子给救了上来 那男子一上船 首先便是查看了自己妻子的情况 易幽然拿出一颗丹药 塞进了那女子嘴中后 便划着皮发挺返回了 风吹在易幽然湿透的衣服上 她突然打了个寒颤 心想着 要赶快找地方换一件干衣服 要不然非生病不可 划到岸边 岸上接应的人 将那两人扶下岸 易幽然拉着夜玄 便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拿出两件干衣服 还有两个羽衣 吩咐她赶紧换了 夜玄目瞪口呆得看着 易幽然在自己面前 毫不避讳的脱衣穿衣 感觉 今天经历这一切 严重地推翻了她的认知 易幽然见她还在发愣 开口赤道 还不快一点 晚一会 那就是几条人命 夜玄反应过来 赶紧弄穿衣服 易幽然已经穿好走了出去 只见刚刚就回来 那男人 已经穿上了一个牙衣的缩衣 看到易幽然直接跪下 不停的磕头 易幽然道 有劲的话 还是去照顾你的妻子吧 说完这句话 便开始交代牙衣们 回府牙再叫点人来 尽量吊几辆马车 棉衣与棉被 也多带险 然后又去看了看 刚刚那个女子 旁边正好有个 简易的茅草屋 女子已经被放置在里面了 还有牙衣将衣服脱下 盖在那女子的身上 易幽然为她吃过药 发现她眼下没有事 在她身边留下了些水 便走了出去 出去后 便看到夜玄 已经在疲乏艇上等着她了 易幽然 没有说话 便划着疲乏艇又出发了 夜玄坐在疲乏艇上 看着面前的女子 从心底深处 产生了一种崇敬之情 觉得这个女子 比她爷爷更值得让人尊敬 想了想认真开口道 老大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易幽然听她 突然冒出来的这一句 开口道 认错人了吧 我可不是纪泽宇 夜玄却摇摇头说道 以后在我心中 你是第一 她排在你后面 易幽然笑着问道 那我与她同时掉进河里 你先救谁 夜玄认真想了想道 还是先救纪泽宇 因为她好像不会水 易幽然 两人没过多久 便看到了慕容莲 与清泉两人 带着三个人 碰面的时候 慕容莲简单地与她说了 前面的情况便回去了 易幽然也很快 便追上了那几人 已经有几个批发艇上 坐满了准备返航 易幽然能看到 房顶上还坐着几个人 还在正抢着要先走 于是 易幽然过去 接过惊雷手中的喇叭喊道 既然发现了你们 我们便能将你们安全带回去 老人孩子与女人先走 谁若是扰乱秩序上岸后 定不轻饶 房顶上的人 瞬间不再乱动 一个个排队坐上了批发艇 最后发现还有两人 易幽然叫上金雷一跃 便上了房顶 让那两人坐上了自己的位置 夜璇与闪电知道易幽然的意思 直接也没有说什么 便调转了批发艇快速回去 只等一会 赶紧来接他们两个 第173章 夜璇受伤 易幽然与金雷站在房顶上 看金雷的衣服 差不多也湿透了 便拿出了空间中 给君哲旭准备的衣服 让他换上 金雷对易幽然 随时拿出东西 已经习惯了 于是什么也没有说 便拿起衣服换上了 易幽然看着金雷换好衣服 便开口道 你一定很疑惑 我整日是怎么拿出 那么多东西的吧 金雷义正言辞道 属下只听王妃命令 易幽然道 带你去一个地方 你莫要反抗 然后金雷便发现自己 进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正当他观望四周时 易幽然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这便是我的空间 我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这里面放着 金雷虽有些惊讶 但是也无心窥探主子的隐私 于是便要求出去 易幽然便将他放了出来 金雷立马跪下道 王妃放心 属下就算是死 也不会将此事说出去的 易幽然点头道 我自然是相信你们的 只是经由此事 便是也不好再瞒下去了 金雷深知易幽然的顾虑 道 王爷来了想 必定是有法子的 易幽然又与金雷闲聊了好一会 慕容莲倾拳二人便回来了 易幽然将喇叭扔给慕容莲 便让他们继续向前走了 紧跟着夜悬闪电也回来了 易幽然两人便跳上皮法挺 也继续向前走去 金雷拿着易幽然给他的衣服 与雨衣让闪电换上 闪电知道一定是王妃给的 便也没有说什么 直接换上了 几人一晚上都没有休息 一直不停地 划着皮法挺救人 直到天亮 皮法挺小队 一共救了差不多二百多人 知府也一晚上没睡 安排完府中的事情 就直接来到岸边接应他们 易幽然在天色大亮时 便将皮法挺与喇叭交给了知府 让他派人接着去救援 易幽然则带着几人 直接去了行宫 行宫中的人都差不多被易幽然派去救济难民了 于是易幽然便直接拿出了几桶泡面 泡了让几人吃下 几人看着面前的泡面 学着易幽然的样子 拿着叉子吃下 都觉得十分美味 吃下后 易幽然便让他们去休息 叶璇依旧精神异异地不肯休息 易幽然则强硬说道 谁要是不休息 那便回京 然后他便也乖乖地回房间了 几人一直睡到下午才起床 易幽然依旧拿出泡面来喂他们 不同于早上 这次易人多加了一根火腿肠 易幽然说道 先凑合吃两天 等到了慕容的地盘 他请大家吃海鲜 吃完之后 几人便又去了府衙 易幽然看到 知府还在忙碌 于是便道 知府大人也去休息一会吧 这里有我在 出不了什么乱子 知府大人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看易幽然坚定的眼神 便直接点点头 便准备去后院找个地方窝一回 就在这时 一个牙役来报 就在他们救援到一个村子时 水流特别湍急 一个批发艇被掀翻了 两名牙役现在不知所踪 易幽然听到后 立马决定过去看看 他让慕容莲与清泉在府衙看着 他则带着金雷闪电和夜悬 又去了重灾区 易幽然问了那两人消失的位置 便直接坐上了皮划艇 向那边划去 这次四人同坐了一辆 因为是去看情况的 重量大点便不容易被冲散 金雷将皮划艇 划到了出事的地方 易幽然看到 是一棵大树倒在了那里 堵住了水流 只留下一个 看看能通过皮划艇的道 易幽然看 那边似乎还有一个村庄 若不将这棵树给搬走 每次从这里走都是危险的 易幽然观察了周围的地形 发现正好在那棵树倒下的位置 有一棵大石头 夜悬便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易幽然也觉得 他是最佳人选 便点点头 夜悬见易幽然同意 便直接轻弓一点 便跳上了那石头 用力搬了两下 却发现有点搬不动 于是有些愧疚地 看向易幽然 易幽然摇摇头 表示无妨 然后便让惊雷闪电 易同上去帮忙 于是 三人便拥挤地站在一块石头上 这次三人合力 看看将那棵树推远了一些 易幽然也将皮划挺划得较远一些 以免碰到 就在他们三人将树挪得差不多时 易幽然身后的一棵树 突然朝着他的方向倒下 易幽然是背对着他的 易幽然没有觉察 但对面三人都看到了 争相运着轻弓 往他这边跑 易幽然看三人过来不明所以 直到树影砸落下来 易幽然猛然朝后看去 却感觉皮划挺被人猛力一踢 避开了那棵树 易幽然快速转头 看到水中 却只剩下一个淡绿的衣角 那片的水 已经被血迹淡淡地运染开 惊雷闪电二人立刻下水 迅速将叶旋拉上皮划挺 只见叶旋已然昏迷 易幽然眼泪直接掉了下来 使叶旋踢开了皮划挺 他感觉他的手在颤抖 但是顾不了那么多了 对惊雷道 你们两个在这里看着 惊雷明白 他是要进空间了 于是点点头 下一秒 闪电看着消失的两人 虽然好奇 但身为暗卫的素养 告诉他不能多问 于是便与惊雷一同看着周围 易幽然将叶旋带到空间诊所的床上 先将他的衣服撕开 迅速清除了口鼻中的东西 发现他已经可以自主呼吸了 便稍稍放下了心 然后便开始给他检查伤口 发现他的手臂已经骨折 背部也有划伤 但是伤得不是很严重 主要是冲击力比较强 直接将他给砸晕了 易幽然稍稍放下心来 不放心 又为他做了一个脑部的检查 幸好没事 心想这丫头还不算太傻 知道用手臂挡住那棵树 让头部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为他接好了骨头 给他打上石膏 又处理好了伤口 发现他还没有醒来 易幽然便将心电监护给他连接上 若是出现什么状况 一气一响 他便知道了 也能及时地进来 做完这些 易幽然便出去了 惊雷闪电 依旧还在皮法艇上等着他 见他出来也没有多问什么 反倒是易幽然道 他已经没有大碍了 易幽然见那棵大树 已经被水流慢慢冲开 便让惊雷划着皮法艇 继续向下游走 看能不能将那两名牙蚁也给救了 第174章 到达花圣 三人顺着水流 在差不多二里地的地方 看到了两个牙蚁 两人都穿着救生衣 其中一人已经受伤昏迷了 另一人还在紧紧地拽着他 不让他被水冲走 易幽然让惊雷划过去 将两人给救上来 便带回了岸边 岸上的人见易幽然 竟然将两名牙蚁给救了回来 顿时发出了阵阵欢呼 易幽然上岸后 拿着喇叭道 我们救人的宗旨 便是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但救援人员呢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要将自己的生命 放在第一位 说完 便带着惊雷闪电离开了 岸边的人听到他的话 都激动万分 有的亲人还困在水中 听到易幽然的话 心中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少数知道他们是四人去的 但是就回来三个人 心中都隐隐有个猜测 那个眼睛大大的小姑娘 怕是 不过大家都识去的没问 易幽然回到府衙后 发现慕容莲 已经将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 看到他们三人回来 慕容莲问道 叶玄呢 易幽然淡淡道 受伤了 在里面 慕容莲听到他如此说便放心了 易幽然问道 灾民可都安置好了 慕容莲点点头 易幽然便道 那我们今天晚上便出发吧 慕容莲问道 明日君哲续就到了 你不与他见一面再走 易幽然道 见一面就不想走了 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东西都留下了 就不在这给他添乱了 他也有他的事情要做 天天黏在他身边 不是他的性格 于是便在行宫给他留了一封信 易幽然便与慕容莲几人出门了 晚上 几人便到了一处高地 易幽然也没有避着他们 直接拿出了飞行器 开口道 这个东西 便是将我们从京城运过来的飞行器 最多只能做三人 为了减少消耗 我将你们安置在一个地方 你们莫要反抗 详细的一会让惊雷告诉你们 于霸易幽然 便将三人都收入了茉莉空间 于慕容莲二人 开着飞行器便出发了 空间中的惊雷 看着闪电与侵权错愕的目光 心中暗自得意 于是便给他们讲道 这是王妃的空间 王妃整日拿出来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是从这里拿出来的 说完之后 二人也明白了过来 然后便进入一了一楼的小诊所内 看到叶璇正在一张病床上躺着 旁边放着一个灰亮的仪器 不知道是什么 几人也不敢乱动 于是便各自找了一张床躺了上去 易幽然能感受到 他们在空间中的动作 也没有说什么 这两天也把他们几个累着了 休息休息也好 刚过了子时 慕容莲便告诉易幽然已经到了 找了一座山 两人便操作着飞行器降落了下来 易幽然看了看油箱 只剩下一半的油亮了 叹了口气便将飞行器收回了空间 顺便将那三人也放了出来 叶璇还没有醒来 易幽然看了看她的生命体征挺稳定的 便让她继续在空间中养伤了 慕容莲带着易幽然 几人用轻弓赶往花圣皇宫 花圣领海 易幽然嗅着 空气中都是淡淡的海的味道 顿觉神清气爽 半夜几人走到城门口 发现城门口已经上锁了 易幽然看着那么高的城墙问道 这么高的城墙 你们能跃上去吗 慕容莲道 回自己家 难道还要翻墙不成 说吧 便直接敲响了城门 不一会儿 城墙上面便出来了两名女兵 朝下面喊道 来者何人 慕容莲道 你们的太女回来了 快点打开城门 那士兵看他们就几个人 于是吃笑道 你说 你是太女你就事吗 我还是摄政王呢 慕容莲道 你还真是说对了 摄政王就在我旁边 易幽然 他有说过 要当这个狗屁摄政王吗 城墙上的士兵听他如此说 大笑起来 还说不是骗子 我们根本就没有摄政王 慕容莲看易幽然几人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想到都已经到家门口了却 不让进去 于是直接一跃上了城墙 那两个士兵见他突然飞上城墙 直接叫道 有飞贼 快来人啊 易幽然看到这一幕 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慕容莲拉着那个士兵 拿出了自己的令牌 道 你睁大眼睛看看 是不是姑的令牌 那士兵看了一眼令牌 道 我们太女都不怎么在国内 我也不认识他的令牌 没准你这个是假的呢 易幽然心想 怪不得慕容莲要他过来帮忙 原来他在花圣过的 竟是如此生火 连城门的士兵都不买他的账 但是怎么莫名的这么有喜感呢 慕容莲不停地在与那些士兵纠缠 最后还是易幽然等得不耐烦了 直接道 今日你们若是耽误了太女殿下的行程 这个责任 你们谁都承担不起 还不快打开城门 我们直接便进宫了 你们若是不相信 便派人与我们一起便是 听到易幽然的话 那些士兵才打开城门 并且还派了五个人护送他们入宫 慕容莲走的时候 还愤愤地说 明日姑便罚你们去打扫茅厕 惊为三人 看着慕容莲皇太女的令牌 还不如自家王妃的一句话来的好使 对自家王妃更是敬佩 好似都没有王妃解决不了的事情 几人没意会便到了宫门口 这次慕容莲又拿出令牌 看守宫门的侍卫 立马跪下行李 打开宫门迎接皇太女殿下 慕容莲一扫刚刚的郁闷 扔了惊雷一眼 别以为她不知道 他们刚刚想的什么 惊雷 敬佩王妃也有错了吗 已经是半夜了 慕容莲便直接带着他们 来到了她的宫殿 由于慕容莲整日不在宫中 看守东宫的太监宫女们 也都早早歇息了 慕容莲便没有再叫醒他们 给义悠然他们安排好住的地方 自己便也去休息了 义悠然进屋之后 第一时间便进空间去夜玄在的房间 因为她刚刚已经感觉到 夜玄已经醒了过来 夜玄听到响动 便睁开了眼睛 看到是义悠然她便放下了心 天知道她刚醒来 看到这奇怪的屋子 心中有多慌 第175章 鲍鱼周 夜玄问义悠然 我竟然还没有死 义悠然淡淡道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死 这里便是地狱了 那些管子 都是用来抽你的血的 夜玄丝毫没有慌乱 直接开口道 老大你就别撒谎了 你是不可能阴年早逝的 义悠然看她没有受骗 看来脑子没有坏 于是开口道 下次替别人挡刀之前 先看看自己的能耐再说 夜玄知道她是关心自己 便呵呵一笑 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受伤了不还有你吗 你若是受伤 那怎么办 我可不会医术 义悠然嘴上没有说感谢的话 但是她将这份感激 都记在了心中 她对夜玄说道 左手手臂骨折了 估计要两个月痒 夜玄看了看 被义悠然包得厚厚一层的左臂 稍微动一下 便疼得直皱眉头 但她面对义悠然的时候 还是笑呵呵地道 没事 右手还可以帮你扁人 她为义悠然挡了那棵大树 也是她自愿的 她也并不想邪恩以报 义悠然道 我是那么暴力的人吗 夜玄毫不犹豫地点点头道 你都不知道 现在京城四大魔王 你已经是老大了 都排到京王殿下的前面了 义悠然听到她如此说 便好奇问道 为什么呀 她怎么可能排在君哲序的前面 夜玄为她解惑道 现在谁不知道京王殿下剧内 你当然排在前面了 义悠然想了想到 第一就第一了 以后我们出去能不动手 就不要动手 我们以后要以礼夫人明白吗 必须要给这丫头 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不能动不动就修理人 夜玄问道 我这是在哪里 义悠然道 我们现在已经在花盛了 夜玄惊讶道 我这是晕了多久啊 竟然已经到了花盛了 原来花盛是这个样子 夜悠然解释道 你昏睡了差不多几个时辰吧 这里是我的空间 我将你放在里面 然后用飞行器将你带来的 夜玄看着四周 睁大了眼睛道 老大 你竟然是个仙女啊 夜悠然无语服 也没有与她解释 直接道 你看看没事就可以起来了 然后我们出去 说吧便将她身上的仪器撤掉 又将她受伤的手臂绑在脖子上 夜玄起床后 除了头有些晕 估计是躺得久了 别的也没有什么症状 易悠然便将她带了出去 夜玄睡的时间长 她有些睡不着 易悠然便扔给她一些吃的 和一本书之后 自己去补眠了 第二日清晨 易悠然便被一阵喧闹声给吵醒 出去一看 发现院子中站了一群男人 而且都是各种类型的男人 纷纷问道 太女殿下可有醒来 院中的侍女们 也是早晨起床进屋时 才发现 太女殿下已经回来了 看她正在休息 便退守在门外 如今这么一群男妃在外面问她们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易悠然瞬间 就有些头大 慕容莲此时 也已经被吵得没办法入睡 直接朝窗外吼道 读给我滚 谁再发出一点声音 一会哭起床弄死她 慕容莲话落 院中的人都有些惊讶 一向好脾气的太女殿下 今日竟然发火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 慕容莲这一趟出去 可是找回了前世的记忆 自然不是之前的人设了 这次回来她便 就是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来的 易悠然看着安静下来的人群 直接越过人群 走进慕容莲的殿中 门口的侍女 没有见过她遇阻拦 易悠然淡淡开口 我是皇太女殿下的朋友 昨晚与她一起进的宫 然后侍女便不敢再阻拦了 她虽说是皇太女的丫鬟 说起来在皇太女身边 也已经十来年了 但见皇太女的次数 两个手都能数得过来 易悠然一进去 外面的人们 便又开始焦头接耳地说话了 慕容莲听着外面的嗡嗡声 正想发火 便看到易悠然夺不进来 慕容莲吐槽道 你看看 外面那些就是我母皇的男人 每次回来迎接我的 就是这么多人 易悠然赞叹道 你母皇真厉害 慕容莲砸吧砸吧嘴 厉害个屁 这么多男人 连到二胎都弄不出来 她的那些姐姐妹妹 最少也有五六个孩子 易悠然心想这花生 虽然女人的地位比较高 但需要承担的也挺多的 而且 易气多夫怎么看怎么别扭 慕容莲看易悠然 已经过来了 便也不再睡了 直接穿穿衣服坐了起来 问道 叶璇醒了没 易悠然点点头 昨晚醒的 不过这回又睡着了 慕容莲穿戴好 两人便走了出去 那一群男人 看到慕容莲出去 便又围了上来 慕容莲一看这架势 立马阻止道 停 你们带的什么东西都放着 然后你们回去 那些男人见状 便一个个不情愿地 将东西放下 还不忘告知 慕容莲里面放的是什么 慕容莲将这一群人送走后 便吩咐侍女准备早膳 然后叫了叶璇惊雷四人 过来吃饭 易悠然看着面前的 一碗鲍鱼海鲜粥 还有那一道道精致的菜肴 问道 就一个早餐 这样奢侈真的好吗 慕容莲招呼着大家吃饭 说道 都别客气啊 这是两头豹熬出来的粥 你们尝尝 大家一听是罕见的 两头爆竹的粥 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开吃了 叶璇也正准备用勺子喝粥 便被易悠然 直接将粥给端走了 然后对一旁的侍女道 有没有白粥 给她上一些就好 叶璇看着 被易悠然端走的粥 敢怒不敢言 昨晚老大已经给她讲过 不能海鲜那些东西 前几天饮食尽量清淡些 她刚刚想着 趁她不注意 先偷偷尝一口 没想到还没有吃到嘴里 便被发现了 真是悲催 不过易悠然还算有良心 所以说道 等你胳膊长得差不多了 这些让慕容给你补上 慕容莲 凭什么是我补啊 第176章 哇 美食不断 易悠然干了两碗鲜美的鲍鱼粥 感觉人生实在是太美好了 吃完饭慕容莲便带着她们 去见了花圣女皇 花圣女皇一早便听到 慕容莲昨晚回来的消息 想着自己女儿回来了 当即便罢了早朝 一早便在寝宫等着慕容莲过去 听到侍卫 来抱皇太女殿下过来了 女皇立马整理好自己的遗装 端坐在凤椅上 慕容莲带着易悠然进殿 也没有行李 直接说了一声 母皇我回来了 女皇看到有人跟在她身后 有些惊讶 这还是第一次带朋友回来的 于是咳嗽一声开口道 这几位都是 你的朋友吧 易悠然看女皇问起了他们 于是便潇洒抱拳道 风起金王妃邪朋友 见过花圣女皇 女皇一听说是金王妃 瞬间不淡定了 听说风起金王大婚 也知道自家这个 一听到消息家都不回了 直接从边境赶了过去 她派人去追 结果也没有追上 想到这丫头跟着她师父 在金王府住了那么多年 一直也不选妃 她一直都怀疑 她是不是看上了风起金王 如今竟然将人家金王妃给拐来了 风起金王是谁 以前种着毒都是 威名赫赫的湛王 如今听说这毒也已经解了 那岂不是更厉害了 自家这丫头 拐走了她的王妃 如今那金王会不会 已经在追来的路上了 女皇想了想 还是说道 金王妃远道而来 一路辛苦了 好好在我们花盛玩几日 随时想回去 正便派兵送你回风起 易幽然有点猛逼 这是什么意思 不欢迎她吗 刚来就说 要派人送她回家 慕容莲听了她母皇的话 感觉有点怪怪的 于是说道 她是来干活的 不是来玩的 女皇听慕容莲如此说 更是生气 直接开口道 风起金王妃 是你能用的人吗 把人家拐来还不够 还要让人给你干活 你是想挑起两国战争吗 易幽然听了女皇的意思 便明白了 于是开口道 女皇陛下 我是自愿来花盛的 不是她拐来的 女皇却不相信 直接安抚她道 你不用怕她 你既然与金王已经成婚 朕是断然不会让她 去破坏你们的 朕一会便派士兵 送你回风起 慕容莲还想说什么 便被女皇直接打断说 等朕送走金王妃 立马给你选妃 花盛的男人那么多 总有比金王强的吧 你放心 就算能力比不过 但母皇尽量 给你找个比她长得好的 慕容莲欲哭无泪 不知道 她娘究竟是在哪里看出 她喜欢君哲序的 直接说道 我再说一遍 她不是我拐回来的 而且我也不喜欢你君哲序 后面四人看着这个剧情走向 也是目瞪口呆 义悠然想了想 便顺着女皇的话说了下去 女皇陛下 我此次前来花盛我家王爷自然是知晓的 也是我家王爷 让我来帮着 给太女殿下选妃的 女皇听到义悠然如此说 瞬间便相信了 于是直接走下来 拉着义悠然的手说道 你们也是这么想的是吧 我告诉你 朕早就想给她取妃了 想当年我跟她这么大的时候 她都能爬树了 慕容莲风中凌乱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啊 她小时候有爬过树吗 不过她也没有办法 只能看着义悠然东拉西扯的 与自己母皇聊天 完全一副社交牛逼症的样子 于是便让下人奉茶招呼着 叶玄惊雷几人坐下 听着他们聊天 一直聊到了快午时 女皇拉着义悠然的手道 悠然饿了吧 中午阵特意设宴 为你接风 走 我们一起去正殿 说完拉着义悠然便走了 慕容莲在后面喊道 母皇 女皇扭身看了她一眼 啊 叫什么叫 你不知道宴会厅在哪啊 你要是有悠然一半省心 我就放心了 义悠然也很无奈 被女皇拉到了宴会厅 宴会厅中差不多已经坐满了人 见女皇过来 纷纷站起来行礼 女皇让他们起身 然后便隆重介绍了义悠然 并将义悠然安排在了她的下手 慕容莲过来看到也没说什么 直接坐在义悠然身边 终于有机会与她说上话了 于是便小声说道 厉害啊 这么一会儿 直接将我母皇拿下了 义悠然道 那不然呢 海鲜还没吃够呢 让她给我遣返了 慕容莲悄悄地与义悠然 介绍着店中的人 但义悠然的心神 已经被桌面上的奥笼所吸引 每个人的桌上都摆着 一只清蒸的奥笼 旁边还放着各种的酱料 义悠然感觉自己口水 都要流下来了 于是说道 慕容莲 你们家真是土豪啊 这么多奥笼 慕容莲看她 似乎都没有听她讲话 于是便没有再多说 只是说了一句 可以开动了 义悠然这句话 倒是听得很清楚 但她也没有马上开动 从袖中拿出了一套工具 然后优雅地 开始给面前的那只奥笼解剖 慕容莲视线从她手中扫过 然后又猛地转回来 问道 义悠然 你用的手术刀 义悠然手中动作不停 回答道 是啊 还有什么刀比她更锋利 我这可是出国了 总不能把脸丢到国外吧 大家都被义悠然 那优雅的姿势所吸引 花生的女子都比较彪悍 她们吃这些东西 大多都是直接用手掰开的 弱一些的 就是用小锤将那颗敲开 还是第一次见义悠然这种吃法 义悠然没一会 便将龙虾都给弄了出来 然而看到 那只奥笼的壳 依旧还是原样立在面前的盘中 义悠然看着那白嫩的虾肉 正准备大快朵移 突然发现 店中气氛安静的有些异常 然后抬头看了一眼 却发现 大店中所有人都在看着自己 就连女皇也不例外 义悠然脑子也有些猛 心想这只奥笼怕是吃不了了 于是当即端起那盘虾肉站起来道 谢谢花生女皇的款待 为表诚意 这盘龙虾肉便借花献佛 献给美丽的女皇大人 女皇听到义悠然的话喜不自圣 女端了过去 然后开始像欣赏艺术品一样 品尝着那盘龙虾肉 边吃边夸奖道 不愧是金王妃 就连剥个龙虾 就如此的与众不同 如此吃法 甚适合正心意 第177章 挑衅 义悠然很成功地 将大家的注意力 都已经转移到了女皇身上 她则直接拿过隔壁桌 叶玄面前的那只大龙虾 继续开始奋战 叶玄看着空空的盘子 一阵无语 只能按戳戳地盘算 到时候 让慕容莲怎么补偿她 义悠然这次 先将龙虾钳子里面的肉 给割了出来 然后立马便站着 面前的酱吃了下去 慕容莲是真的不想告诉她 她花圣皇宫中 是真的不缺这东西 不过注定这只龙虾 义悠然也不能顺利地吃完 坐在的她 对面的一个中年女子说道 太女与风起金王妃 关系真的挺好的 听说以前太女殿下在风起 都是宿在金王府的 义悠然心道 这么快就来了一个挑事的 看着还没有干完的大龙虾 心中烦躁的不行 直接说道 这位大婶 看来您挺关心 皇太女殿下的行踪呀 连她素在风起金王府都知晓 对面的女人 听到义悠然的称呼 直接气红了眼睛 怒道 风起金王妃 本王与你好好说话 你竟然如此羞辱本王 义悠然慢慢地拿着手术刀 逼对着盘子里的那只龙虾 直接一刀 扎到了龙虾头部的位置 然后拿桌上的帕子擦了擦手 淡淡开口道 尊重是相互的 我与贵国 也便任何人都可以欺辱的 那女人站起来道 我没有 义悠然反问道 没有吗 那为何你刚刚只说了 太女殿下素在金王府 那为何不说太女殿下 是为何住在金王府 因为太女殿下 为了两国友好邦交 特住在金王府 为金王治病疗伤 太女殿下与我夫君君子之交 到您这里 就变成了不清不楚 住在金王府 我倒是想请问大婶 您在这殿上 意图抹黑我夫君与太女殿下 意欲何为 那女人见说 不过一悠然 便将矛头指向慕容莲说道 太女 我好歹也是你的姨母 你就看着一个别国王妃 如此的贬低于我 慕容莲悠悠说道 悠然于公是风起金王妃 于私乃是姑的义妹 单看姨母事 是怎么理解这件事了 那女人还想再说些什么 上座的女皇说道 好了皇姐 悠然虽是风起的金王妃 但她确实也是连儿义妹的身份 来我花盛做客 对一个小辈 就莫要咄咄逼人了 那女子见女皇已经说话了 便不再说什么 瞪了义悠然一眼 然后冷哼着坐下了 义悠然贪贪手 回复她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气得她差点暴走 慕容莲在桌下 悄悄给她比了一个大拇指 经此一事 义悠然也不好继续 没心没肺地吃她的大龙虾 于是便看起女皇 准备的娱乐节目 花盛国男子 以女相为尊 几个花样美男在演奏乐器 义悠然看了两眼 便觉索然无味 帅则帅矣 但没有一点阳刚之气 但看店中不少女人 都在痴迷地望着那几人 那眼神仿佛下一秒便要上去 将那些男人吃掉一样 义悠然打了个寒颤 但心中竟然有一种 莫名的报复感 这种报复感 应该是针对广大女同胞的 再看了眼对面 那位大婶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已经离席了 估计是被她气得 不轻走了 义悠然淡淡一笑 扭头问慕容莲 刚刚那个大婶是谁啊 慕容莲也看到了 对面的人已经离席 便不再顾忌 说道 那是我母皇同母异父的姐姐 听母皇说 她从小到大 什么都要跟我母皇比 而我母皇也是 处处都在碾压她 而且都只比她优秀那么一点点 但有一项母皇 怎么也比不上她 你猜是什么 义悠然想了想说道 该不会是生孩子吧 慕容莲道 是 恰恰这最后一项是最重要的 所以直到现在 还一直为皇祖母 没有将皇位传给她 而耿耿于怀 义悠然点点头表示理解 在皇室中 子嗣确实是比较重要的 于是问道 那你皇祖母 为何还要将皇位 传给只有毒苗苗的你母亲 慕容莲认真道 可能是皇祖母比较喜欢我吧 觉得我一个能抵得上 姨母家那六个吧 义悠然听了她如此说 给了她一个怀疑的眼神 慕容莲紧接着说 你还别不相信 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说过 小时候被人下毒 差点敲辫子 就是从那次之后 我才失去了前世的记忆 之前我在这宫中混的 那是相当的如鱼得水 也就是那时便是母皇他们两个 夺位最激烈的时候 义悠然道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 我相信 但是你不是挺精明的吗 怎么会被下毒呢 说到此 慕容莲表情变得冷冽起来 开口道 前世跟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没吃过猪肉 也见过猪跑了 一般的毒药 根本毒不住我 给我我也不会吃的 而那次中毒 则是我母皇的南非 强卫给我的 义悠然问道 早上那一群男人 慕容莲摇摇头 说道 不是那一群 是宫中地位 仅次于皇父的那位皇贵君 自打我中毒之后 他便也很少出现了 义悠然抿了一口水道 说吧 怎么报仇 慕容莲 我们明日先去会会他再说 最次也要送他一杯毒药 但是我们要先弄清楚 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记得那个时候 母皇正在与我那姨母争皇位 我若是死了 对母皇争位 并没有什么帮助 母亲若是没有争得皇位 她是母皇的男人 自然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义悠然点点头 问道 你在花圣有多少人 慕容莲回答道 母皇的人都是我的人 我的外祖是侯爷 就我夫君一个儿子 他的人也是我的 义悠然心中吐槽 这才是真正的出道及巅峰 怎待这丝一路向下冲 还差点被人给堵死 第178章 黄贵君 两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因为这个宫宴 就是为他俩举办的 所以 中间也有不少人来给他们倒酒 慕容莲将义悠然的酒 全部给挡了 美其名曰 金王妃要与金王孕育小生命 不能饮酒 众人听到这个理由都不再劝了 但总感觉哪里不对 亦悠然一阵无语 君哲旭又没有在这里 他运个屁啊 与此同时 君哲旭也已经到了江南的府衙之中 看到府衙中的人 有序地进行着工作 心中甚是欣慰 知府看到君哲旭 便立马跪下道 多谢金王派人来给下官送来粮食 与那些救人设施 挽救了整个江南的人 君哲旭第一反应 就是自家的那个小女人 详细一问才知道 果然是他那个小女人 做好事不留名 于是追风带着自豪的语气道 那名女子便是金王妃 府衙中的人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都难以置信 实在无法将那个 毫不犹豫下水救人的姑娘 与金王妃联想到一起 君哲旭问了知府百姓们的情况 得知易悠然留下来的皮发艇 还有夜明珠 让衙衣们日夜都在施救 如今被困在水中的百姓 基本上也已经都救出来了 还有一悠然留在行宫中的粮食 也及时解决了百姓们的温饱 如今只剩下灾后的重建工作了 而后君哲旭再知道 他的小女人 昨天晚上才离开 心中更是懊悔 后悔没有再行军快一些 便能见他一面了 知府说道 金王殿下 金王妃已经在行宫 为您准备好了一个院子 请金王殿下过去安排事宜 君哲旭点点头 便在知府的引领下去了行宫 而后发现 行宫中既然住满了灾民 倒也没有说什么 但知府还是解释道 灾民太多 实在没有地方安置 而管理行宫的总管 却不肯将这里让出来 还是王妃娘娘 来了之后 亲自到行宫中将那总管 给抓了才让灾民住进来的 追风一听 这简单粗暴的作风 肯定是自家王妃无疑了 心中暗自惊叹 王妃威武 知府将君哲旭 带到易幽然之前居住的院子 推开门便看到 桌上有一封信 君哲旭拿起信片 直接塞进了怀中 然后便去隔壁的书房 去安排灾后工作了 江南这一块 每年雨季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洪灾 原因还是因为排水不畅 君哲旭看了易幽然之前 拿给他的关于抗洪防漏的一些资料 家宽何道 若是做好这件事 那这百姓以后 便再也不用受这种灾害了 于是 君哲旭便与知府在书房 一直谈到半夜 直到快到子时才去休息 躺在床上 这张床上 依稀还有那个小女人 身上淡淡的茉莉香味 心中更是柔情满满 然后他满满地打开那封信 入眼便是横着的三个大字 亲爱的 君哲旭唇边的笑意逐渐加深 想起易幽然告诉过他 他喜欢横着写字 以后若给他写信那边横着写 看着歪歪扭扭的探笔字迹 是那女人没错了 但是易幽然的信并不长 就写了几个字 想你了 赶紧忙完 来花生吃海鲜 但不许熬夜 要按时休息 君哲旭反复看了好几遍 才又将信放入怀中 才慢慢睡着 心中想的 确实是要加快速度了 相反 易幽然在花圣皇宫 玩得却很开心 慕容莲天天都能收到一大堆 他母皇后宫那些南非的礼物 易幽然天天就像拆盲盒一样拆着礼物 遇到喜欢的就直接塞进空间中 他也问过 慕容莲天天收人家礼物 这样好吗 慕容莲直接回答道 这个皇宫以后都是他的 这些人天天吃他的住他的 甚至这礼物都是用他的钱买的 他为什么不能收回来 易幽然听了他的话 顿觉好有道理 于是拆得更起劲了 还叫着夜璇 惊为他们几人一起拆 反正都是慕容莲 都养那么多男人了 肯定也不在乎 多养他一个 慕容莲看着易幽然开心 他也觉得挺开心的 于是便大气道 这个屋子中的拆完 隔壁还有 喜欢什么 你们都随便拿 不用跟我客气 听到他如此说 几人拆得更起劲了 四人都眼巴巴地看着易幽然 好羡慕王妃 有空间可以随意放 第二日 易幽然便与慕容莲 一起去拜访那位皇贵君 慕容莲在在华盛皇宫 可谓是横着走的人物 下人们老远见到他都跪着行李 易幽然不禁感慨 这投胎果然是个技术活 到了那皇贵君的宫殿 门口的侍卫阻拦道 还请太女殿下稍等 皇贵君今日起的晚 还在用早膳 请稍等片刻 易幽然有些新奇 这次果然不一样 既然让慕容莲等他吃完饭 单看着态度 就是吊打那一群送礼的男人 慕容莲听了侍卫的话 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姑便在偏店等一会吧 一会贵君吃完饭 麻烦让他过去见我 说完直接越过那侍卫走了进去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 那男子才慢悠悠地夺步进店 易悠然看了他一眼 又是一个长相阴柔 但阳气不足的家伙 心倒怪不得慕容莲不想回家 这里一屋子的娘娘腔 在这里时间长了 怕是会抑郁 只见那皇贵君见到慕容莲 倒是没有行礼 直接开口道 李儿来了 本君近日身体不适 所以起得晚一些 让你久等了 慕容莲淡淡道 无妨 贵君身体 不是应当多多休息才是 估今日来也没有什么事 就是时间长没有见贵君 皇贵君看慕容莲这次回来 与以往有些不一样 也没有多想 看到了易悠然 便问道 这位可是与莲儿一起回来的风起敬王妃 易悠然看说到了自己 便也不能甘做着了 于是开口道 真是本王妃 早就听闻贵君娘娘 乃花圣第一美男 如今一见 果真让本王妃眼前一亮 果真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听了易悠然如此说 这个皇贵君的眼神 瞬间变得柔和起来 开口道 今王妃过誉了 王妃也是女中豪杰 第179章 跟踪 慕容莲看两人互相恭维 直接顺着皇贵君的话说道 是啊 今王妃的却是女中豪杰 不仅有一颗七窍玲珑心 而且还有一手 一点也不弱于师父的医术 这次带她回来 就是想让她帮姑 找回四岁前的记忆 皇贵君听到慕容莲如此说 眼中划过一丝紧张 而后很快便遮掩过去了 笑着开口道 太女殿下有没有想过 您并不是没有四岁前的记忆 而是忘记了呢 很多人长大后 也根本没有小时的记忆 义悠然淡淡道 太女殿下是因为中毒后 才失去的记忆 太女殿下为这个事 一直耿耿于怀 若是能帮太女殿下恢复记忆 那有可能便知道了 到底是谁对年幼的 太女殿下的毒手 慕容莲点点头 继续说道 这次回宫 感觉好像有点印象了 姑的脑海中 会出现小时候 贵君带姑去太爷池旁玩耍的画面 听闻那个时候 贵君照顾我的比较多 所以 姑今天过来 便是想问问贵君姑四岁前的一些事情 黄贵君听到慕容莲的话 心中 生起一丝警惕 于是便开口道 时间有些久远了 本君也有些记不住了 加之这两天 本君身子有些不舒服 每日过得混混顿顿的 莲儿可否等两日 本君好好想想 再与莲儿细说 慕容莲一悠然二人见 已经达到目的 黄贵君也已经下了逐客令 便起身道 那姑二人便不打扰贵君休息了 贵君可要好好地养好身体 然后 来迎接我的复仇吧 那时候慕容莲便说道 估计这两天 他就会有行动 我再给你调几个暗卫保护你 易悠然摇摇头说道 我身边有惊雷他们 没事的 你还是顾着你自己吧 他的主要目标是你 要不让叶璇这两天睡你屋里 虽然左手骨折不能用 但是右手拍扁一个人 还是没问题的 慕容莲想到叶璇的暴力模样 还是决定将他留给易悠然 他如今可是风起国宝 调了一根汗毛君哲续那丝 估计都要来踏平他花盛 到了晚上 慕容莲派去盯着黄贵军住处的暗卫 来报告说 黄贵军打扮成侍卫的模样出宫了 慕容莲问易悠然 我们要不要亲自去跟着 易悠然摇摇头 道 让暗卫远远跟着便是 不要被发现了 果然又等了一会 暗卫便过来汇报 贵军已经回到了皇宫 中途并没有干什么别的事情 只是出宫溜达了一圈 慕容莲有些奇怪 他半夜出去溜达 有病吧 易悠然笑着摇摇头 应该不是有病 人家这叫谨慎 心怀不轨 能在宫中潜藏这么长时间 哪里有那么容易能抓住他的尾巴 慕容莲问道 那该怎么办 难道天天就这样盯着他 易悠然道 我们去看看 说不定一会 他就又出门了呢 果然他们到贵军宫中没一会 便看到有个人影 又鬼鬼祟祟的出门了 易悠然本来准备跟上 然后发觉有些不对 便又等了一下 果然下一刻 又有一个同样穿着的人走出了宫殿 别说慕容莲了 就是易悠然都有些晕 这个皇贵军也真是谨慎过头了 叶旋问道 这个是吗 易悠然摇了摇头开口道 不是 慕容莲问道 你怎么知道 易悠然淡淡道 今日我在他身上下了药 这个药会吸引老鼠 这两人出去的时候 都没有老鼠出来 就在这时 第三个人出来了 在他走之后 果然出现了两只老鼠在原地 易悠然笑道 就是他了 走 我们跟上 就这样 几人远远跟在那人后面 见他拿出了一个令牌 便轻松地便出了宫 易悠然道 看来这看守宫门的人 也已经被他们给收买了 慕容莲惊出一身冷汗 宫门口的人被买通 这是什么概念 看那人出了皇宫 几人也直接用轻宫越过宫墙 暗中守卫皇宫的暗卫 遇上前阻止 便发现是皇太女殿下 于是便默默退下了 几人跟着那人 一直走到了一座官邸的后门 敲了敲门 而后 同样亮出那块令牌便进去了 慕容莲看着那座府邸 眼中发出愤怒的光 说道 慕容莲咬着牙说道 就是昨日宫宴上 与你吵架的那位 我的好姨母 慕容贤 易悠然道 我们要不要进去 慕容莲道 还是算了吧 她的王府中暗卫无数 我们怕是一进去 便被察觉了 易悠然却道 那倒不至于 你忘了 我们有作弊神器了 慕容莲道 你是说空间 而后 易悠然便将计划 给他们几个说了 慕容莲还是有些犹豫 然而易悠然却道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你难道不好奇 他们准备怎么对付你的吗 慕容莲想了想 便点点头 而后为了安全起见 她还支开了身边的暗卫 让他们去找人 若是一个时辰后 他们不出来 那便直接进去 暗卫应声下去 易悠然便把几人 全部都收进了空间中 她则与皇贵君一样 敲响了那个后门 开门的是一个小丝 看门后 看到易悠然便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 易悠然道 刚刚进去的是我家公子 他走得急 有件重要的东西没有拿 我特意替他送来 小四道 什么东西 拿给我 易悠然装着 从袖子里面掏东西 而后便撒出一把迷药 那人闻到后边 立即躺下了 进了王府 几人悄悄地找到了 王府侍卫休息的房间 偷了几身衣服 顺便也拿走了 他们象征身份的牌子 易悠然朝他们 也一样撒了迷药 保证他们能香香地睡一觉 几人换好衣服 便大摇大摆地出去了 带着王府侍卫的配刀 俨然就是一组巡逻小分队 因为慕容莲也很少来 这个姨母的王府 所以也不知道 主院的具体方位 不过一座府邸的主院 往往就在最中间的地方 几人就按着方向 往中间走去 路上也遇到了 好几波的巡逻队伍 也都没有发现 他们的异样 第180章 探听 没一会 易悠然带领的巡逻小分队 便找到了主院 刚到主院惊雷 便告诉他院中 有大约五名暗卫 易悠然心道 这个慕容贤还挺怕死的 院中竟然安排了这么多人 不过五个暗卫 易悠然也是不放在心上的 毕竟就夜旋一人 就能吊打三人 还有惊雷闪电侵权三人 他是不相信 那个老女人训练出来的暗卫 能比他老公的暗卫强 乔装一下 只是不想打草惊蛇而已 想到此易悠然又挺了挺胸 直接走进主院 在主院中转了两圈 几人大概摸清楚了 那老女人的位置 易悠然让闪电去引开 蹲在房顶的那两个暗卫 因为闪电的轻弓是最厉害的 引开之后 直接在皇宫门口集合 于是 闪电在他们 围着主院转第三圈的时候 便自动掉队了 没意会惊雷说道 闪电引走了三人 他自小就是君哲序的暗卫 因此对暗卫隐秘的气息 格外的了解 易悠然听到惊雷的话 了解到了那两个暗卫的方位 在他们的视觉盲区 几人直接进入了那老女人隔壁耳房 蹲在房顶上的暗卫 问树上的暗卫 刚刚那组巡逻士兵出去了吗 树上的暗卫说道 我在看那边的情况 应该出去了吧 都已经转三圈了 那暗卫点点头 便继续观察着 四周有没有什么风吹草动 几人进入耳房 果然守夜的两个男仆 已经睡着了 易悠然直接一把迷药过去 让他们睡得再彻底一些 然后便注意起里面的动静 虽然浪费的时间挺多的 但应该还是可以听到些东西的吧 然后几人便听到了 几声不可描述的声音 易悠然第一时间 便捂住了叶玄的耳朵 这丫头还未成年 不能跟着她在学坏了 叶玄不明白 易悠然为什么要捂她的耳朵 但老大已经上手了 如今的条件她也不好推开 于是 她便傻傻地站在那里 易悠然与慕容莲还好 毕竟是过得两辈子的人了 前世的时候 什么没有见过 易悠然只看到 青泉与金雷二人脸红的嘟 可以滴出血了 易悠然听着听着 便好奇起来 像花生这样的女尊国 那个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于是决定改天得问问慕容莲 半个时辰后 里面的动静才稍稍减轻 易悠然暗自吐槽 那老女人那么大岁数了 居然还这么有精力 果然女人似是如虎 若是再这样下去 她们岂不是要听 一晚上的活春宫了 好在那女人没有再继续下去 缓过来静便说道 许久未见 心儿可又想本王 易悠然听到这话 心中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吐槽了 却听到黄桂军慢慢道 王与王夫情色和鸣 自是不会想到我的 那我想不想 王又有什么关系 易悠然突然很想知道 两人说这话时是什么表情 于是头向外叹了叹 却被慕容莲抓了回来 示意她不要乱动 继续听下去 接着便听到那女人说道 心儿应是知道本王的 本王与王夫澄清 就是因为她的家世 能帮得到我们 他日等本王完成大业皇夫 必然是心儿的 说到这里 黄桂军突然说道 哇 今日我来就是要与您说的 皇太女此次 带那风起金王妃回来的目的 便是要找回她四岁前的记忆 老女人慕容贤听后嗤笑一声 已经失掉十多年的记忆 她说找回就找回 那金王妃才多大岁数 王不可掉以轻心 那金王妃确实有些邪门 皇太女说 她已经能想起我之前 带她去太叶池玩的场景了 那些记忆 可就是我们两人知道 以前为了得到她的信任 女皇不让她去太叶池 我没少偷偷带她去玩 皇贵君的话 也引起了慕容莲的警觉 当初可是毒药都是她给皇贵君的 若是慕容莲真的恢复记忆 那将是一个不小的麻烦 想了想说道 皇太女不是与风起金王妃关系好吗 我们不妨就来一个借刀杀人 本王看那金王妃此次来到花盛 也就带了四个人 她既然爱管闲事 那便让她将命留这里好了 皇贵君有些迟疑道 那若是金王知晓 她的王妃死在我们这里 怕是不会善了 慕容贤笑道 她的王妃是皇太女请来的 在这里出世理应找皇太女殿下 到时皇太女引起民愤 以本王这些年在民间积累的声望 想必女皇陛下的皇位 也不会坐得安稳 皇贵君问道 那若是金王殿下对花盛发兵吗 慕容贤道 若是金王真的宝贝这金王妃 又怎会才新婚 便让那慕容莲给她带回花盛 风起那边向来是铁打的王爷 流水的王妃 到时候大不了再赔给她 一个王妃就好了 我看我们的双儿就不错 随你那般温婉 正和风起那边男人的口味 皇贵君还想再说什么 慕容贤已经开始安抚她 我知道你是心疼双儿远嫁 但你想想 到时候我们拿到皇位 你的仙可是以后要继承皇位的 双儿再嫁到风起 风起的太子是个废物 这皇位迟早也是落在金王手中 到时双儿可是皇后 等我们百年之后 他两个相互扶持 还用担心什么 果然 皇贵君听着慕容贤给他画的大饼 便不再说什么了 慕容贤见他温顺 便笑道 心而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就多陪陪本王 说完便又开始了那种 夹杂着乌言晦语的声音 一悠然听了他们的谈话 一时没反应过来 所以 他们最后的决定 是除掉自己 自己这TM的什么没做 就躺枪了 愤愤地从空间中 拿出崔晴耀弹入房间中的香炉中 既然喜欢 做那就多做一会 做死你们才好 做完这些事 直接便转身 就出了耳房 几人也都跟在他身后 慕容连嘴角的笑意 怎么也忍不住 但还是强忍着 不发出声音 跟着走了出去 意悠然心情不好 也没在乎那些暗卫 会不会发现他 愤愤地向前走去 直接出了慕容贤的院子 直到几人走出院子 那树上的暗卫 对房顶上的说道 你看 那不是刚刚那对巡逻兵吗 什么时候进来的 房顶上的暗卫 看了看到 我没有呀 你呢 两人吓得立马下去 查看慕容贤的情况 发现屋中的响动依旧 还夹杂着慕容贤 那粗俗的声音 耳房的那两人 均匀的呼吸声 也说明没一点异常 两人想着 刚才那个领头士兵 走路带风的样子 也不像是萧小之辈 便不再多想 便继续给慕容贤守夜去了 第181章 绿帽子 易悠然要是知道 他生气地走出去 被那两个暗卫 确认他是一个 合格的王府侍卫 肯定会直接对过去 你才是侍卫 你们全家都是合格的侍卫 不过此时易悠然的巡逻小队 已经换下了侍卫衣服 并且还用衣服放回了原位 然后几人便敲敲出了门 关上门的那一刻 还不忘用一个石头 将那守门的小四给打醒 那小四迷迷糊糊地坐起来 想到 刚刚自己竟然晕倒了 看到刚刚说要送东西的那女子 也不见了踪影 府中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为了不让人知道 他上宫时开小差 直接将这件事烂在肚子中了 几人悄悄潜入慕容贤府中的事情 就这样被府中的人给瞒了下来 几人刚走出王府的区域 慕容莲便忍不住笑了出来 一悠然瞪着他 磨着牙说道 笑什么笑 人家都准备夺你们家的王位了 你还能笑得出来 慕容莲拍拍他的肩膀 所以说 我们是难兄难弟啊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丢一根汗毛的 叶璇也紧接着说道 就是啊 老大 若是有人想杀你 就先在我尸体上踏过去 别看我一只手臂受伤了 就刚刚那几个暗卫 真不够松松筋骨的 惊雷与清拳 更是一脸坚定地点点头 易悠然看他们几人的神情 有些哭笑不得 说道 我有你们想得那么弱吗 几人想了想 确实 想放倒易悠然 确实有些难度 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于是几人 自动将易悠然围在了中间 易悠然服饿道 这回那两人还正在激情呢 哪有空来杀我 慕容连你 给我起开 挡住我的视线了 几个憨憨听了易悠然的话 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最终还是走成了一排 易悠然还是妥妥的C位 几人走到宫门口 便看到追风在等着了 几人商量了一下 还是用轻弓进弓吧 毕竟宫门口的人是慕容贤的 传到慕容贤耳朵里就不好了 宫门口的暗卫 看到皇太女殿下回宫了 看了一眼 便又闭上眼睛 假妹起来 慕容连回到她的东宫之后 便立即拉着易悠然去找了女皇 易悠然在后面被她拽着劝道 你看看 这会是什么时辰 这会去怕是不合适吧 慕容连说道 有什么不合适的 她的头都绿了 还有什么比这是更急的 易悠然说道 已经绿了十几二十年了 也不在乎这一晚吧 再说 你去与女皇说这个 我去不太合适吧 慕容连说道 你都是我的姨妹了 也是她半个闺女了 有什么不合适的 易悠然还想再说什么 慕容连已经将她带到了女皇的寝宫 拉着她直接闯了进去 守门的侍卫想阻拦 但看到太女殿下的架势 便直接拱手退下 在耳房直守的两人 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 看到是慕容连也纷纷不敢作声 易悠然心道 这次也就是仗着是女皇的独淼淼 在这作威作福的 但凡女皇搞出来个二胎 她都不敢如此放肆 慕容连很快就将女皇给吵醒了 女皇被人扰了轻梦 自然是不乐意 于是直接斥责道 慕容连你发什么神经 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 慕容连直接从袖中拿出一顶帽子 给女皇带铃上 道 今日我来就是给你戴这顶帽子的 你看合适不合适 易悠然看着那个帽子的颜色 不忍直视 然而慕容连还来了一句 你别说 看着还挺合适的 女皇一把抓下头上的帽子 当看清帽子颜色后 怒道 半夜三更江镇吵醒 就是为了给朕戴这个帽子 直接挥退了下人 直到请殿只剩下一忧然他们三人 慕容连坐下说道 我想起四岁前的事情了 女皇听到她如此说 激动道 那可有印象 是谁给你下的毒 慕容连点点头说道 那毒是你的皇贵君 强行喂给我的 女皇听到慕容连如此说 丝毫没有惊讶 愤怒说道 果然是她 慕容连你惊讶问道 你知道是她 女皇点点头 当初你中毒之后 一心给你解毒 直到你恢复之后 我去查的时候 发现相关的人已经全被灭口了 那天 你唯一接触的人便是她了 我去问了她 她为了打消我的怀疑 亲自吃下鼻子的药 因为没有证据 我也不能对她怎么样 加上她那么决绝 我也就相信了 慕容连不屑道 她倒是聪明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亲爱的好姐姐慕容连那时 已经给她生下了两个女儿了 女皇听到她如此说 立马便炸了 站起来问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 慕容连道 我亲耳听到的 还能有假 慕容香与慕容霜 都是她的孩子 而且 你的好妹妹 准备夺取你的皇位了 这会 也正在与你的皇贵君 颠笼捣缝呢 女皇气得马上就要抱走了 却听慕容连又开口 而且 你宫门口的侍卫 已经被慕容贤收买了 你的好贵君 晚上出皇宫 拿着令牌便放行了 女皇点点头说道 她收买侍卫的事情我知道 宫门口的侍卫都是摆设 我派的有暗卫 专门暗中把守着 她在这上面 倒是做不了什么大的文章 而且这么多年 我也一直在注意着她 偷偷养的私兵 也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 易幽然听女皇的话 心道不愧是 站在顶端的掌权者 大方向拿捏得不要太准 慕容连自然知晓 她的母亲不是草包 于是便说道 我要报仇 女皇道 报 当然要报 那对狗男女 朕也要弄死他们 女皇这回是一想到 与慕容贤共用过一个男人 都觉得恶心 易幽然看着母女二人 神情出奇的一致 而后慕容连看向易幽然 说吧 怎么搞他们 易幽然看慕容连 要将自己也拉上贼船 于是说道 你们商量就好 慕容连道 他们要杀你 你就这样接过去了 你不像是这么 好说话的人啊 易幽然想起这个就生气 不就对了那老女人一下吗 就直接要弄死她 不过谁弄死谁真还不好说 第182章 一块大肥肉 女皇问道 你们确定慕容香与慕容霜 是黄贵君的孩子 慕容连回答道 听她在床上说的 谁知道是真是假 女皇问道 合着你们去看了活春宫去 慕容连闷闷道 没有看 只是站在那里 听了快半个时辰 女皇问道 那女人很厉害吗 慕容连翻了个白眼 说道 我怎么知道 又没有看见 女皇鄙夷的看着她 又开始了催婚模式 谁跟你一样 这么大岁数了 连个通房都没有 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 你皇祖母 已经往我房里塞十几个人了 慕容连不以为然 是啊 您波涛汹涌 酒精沙场 可最后不还是就剩我一个 看来这地也不是很肥沃啊 女皇看她如此说 直接揪着她耳朵道 慕容连 我发现你这次回来 胆子肥了不少啊 易幽然见母女两人 就这样杠了起来 开口道 你们能不能动来那慕容香 与慕容霜的头发 我有办法知道 他们到底是不是黄贵君的孩子 慕容连听到易幽然 如此说便知道 易幽然是想做什么了 眼睛一亮 朝易幽然笑了一下 两人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看向了女皇 女皇看到他俩很有默契的样子 心中又惆怅了 难道连儿 喜欢的是女人 那么这么多年 身边没有一个男子 便说得通了 心中虽然焦躁 但还是道 明日举办的赏花会 让他们都来参加 到时候你们过去 偷偷将他们头发拔下来 一根不就行了 慕容连与易幽然两人想想 如此方法 便是最省力 还不容易被怀疑到的 易幽然道 若是两人 真的是黄贵君的孩子 又当如何 女皇开口道 若不是黄贵君的孩子 反倒好处理一些 慕容贤的王夫 是大将军的儿子 这也是 我一直没有动他的原因之一 这些年 私底下搞了那么多小动作 都没有收拾他 这次定要将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慕容连淡淡开口道 我看你是因为 他睡了你男人的原因吧 说完 在女皇又要给他 一个暴力的时候 及时地躲开了 女皇开口道 先确定了他们的关系 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情 你们两个忙了一夜 也回去休息吧 正会再调派一些暗卫 保护你们两个 慕容连看事情已经汇报完毕 便又拉着易幽然回他的宫中去了 女皇看着他们两个的背影 突然又开始惆怅了 心想 是不是给莲儿下邪药 然后送她的男人 她的江山可不能后继无人了 又想想自己的莲儿是个神医 这个想法便只能作罢 慕容连与易幽然两人 丝毫没有察觉女皇的想法 回去便去补眠了 第二日 几人又睡到了快五十 易幽然觉得自己 最近都快睡颠倒了 可不能这样下去了 于是强制让自己五十前起床 并叫醒了她的小伙伴们 慕容连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 问道 这么早起来干什么 易幽然道 女皇陛下已经派人过来 通知下午在御花园赏花 你身为皇太女 不得好好打扮一下 然后去惊艳一下他们 慕容连不以为然 仅仅我的身份都自带发光体 还需要特意打扮 易幽然 好吧 你是太女你牛逼 最后 易幽然还是给慕容连收拾了一番 打扮得比较中性 易幽然在这里的几天就发现 花生的女子不怎么打扮 相反有些男子还茶粉涂胭脂 因为这次也是慕容连 第一次参加这种赏花宴 她本就不是那种特别刚的性格 所以 易幽然特地给她上了一个 看起来比较厉害的妆容 吃完午膳 几人便一起去了御花园 御花园里没几个人 应该是时间还早的原因 易幽然看这里的花与风起 御花园的花都差不多 除去几种特殊品种 其他的风起都有 想到那次在御花园里摘的花 君奕臣说 快用完了 于是 易幽然便想着 能不能在这里再摘点放空间带回去 慕容连看她的眼神 就知道 她在想些什么 于是直接开口道 易幽然 你不许打这些花的主意 上次风起御花园的花都 被她摘走完了 别以为她不知道 易幽然呵呵一笑 我又不摘完 会给你留一些的 慕容连才不相信她 直接戳破 不知道你的一些 是一朵还是两朵 易幽然淡淡开口 今天晚上 回去你便从我那里 白嫖来的护肤和香水拿回来 用过的给我折成现银 慕容连听到她如此说 直接转变思维道 反正这花我也不看 做成香水也好 省得便宜了那一群男人 易幽然见她如此上道 便拍了拍她的肩膀道 能这样想就对了 你与母皇以后 用的护肤品我包了 慕容连道 那你若是要摘的话 那我们半夜来 白天总是影响不好 易幽然点点头 她现在可是风起径王妃 时时刻刻都要端着的 不能给君哲旭丢人 两人商量完之后 那些大臣家的小姐公子 也都陆陆续续来了 看到慕容连也都惊讶了一番 纷纷感叹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太女殿下 今日竟然出席了赏花宴 于是下一秒 慕容连就变成了一块香香的大肥肉 背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水泄不通 就连离她最近的易幽然 都被挤出了一丈之外 易幽然看着那些 刚刚还很娇弱的男人们 此刻都露出了难看的痴相 不禁感叹 果然权力是会让人疯狂的 惊雷也很惊讶 在风起时 慕容连无论男装还是女装 好像都没有什么追求者 如今这回到花圣 竟然变成香菠菠了 易幽然还是决定解救一下慕容连 于是便直接惊呼一声 啊 有老鼠 第183章 又是一个赏花宴 众人听到易幽然的声音 正确应该是 听到老鼠两个字 瞬间惊叫着散开 看着那些男人的样子 怪不得慕容连看不上他们 一个比一个娘 心想 还是努力寻找我们的威武大师兄吧 众人散开 易幽然看到了 慕容连衣服已经被抓者骤了 因为都是官换家的公子 他也不好做得太过分 本身他的声望就比较低 若是再得罪这些人 便更得不偿失了 这回一看得救了 立马便跑到易幽然身边 对众人说道 这个赏花会 便是为各位小姐公子们准备的 那边亭子泡得有茶水 赏累了便可以去品名 说完 拉着易幽然便去了亭子上面 易幽然被他拉到亭子上坐下 说道 没想到你在花生这么吃香 慕容连苦闷道 给你你要吗 易幽然摇摇头 这艳服 他可销售不起 这时 慕容连指着远处走来的两个女子 大一点地看起来阴姿勃发 小的相对看起来 就有些小家碧玉了 慕容连开口道 诺 就是他们了 红衣那个的是慕容香 紫衣的是慕容霜 他俩 就是这王府中的嫡女 易幽然有些好奇 你们这个女人那么多男人 生的孩子 怎么知道是谁的 慕容连道 那就要看女子 想生下谁的孩子了 就像慕容贤这个地位的人 他若是想生下王夫的孩子 那他与别的男人 欢好钱 都会让其喝下婢子汤药 易幽然想了想说道 那会不会慕容贤 也根本不知道 这两个孩子的亲爹 到底是谁 慕容连点点头 这个倒是极有可能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弄来慕容贤王夫的DNA 易幽然道 先等等吧 若是能确定 这俩是黄贵君的女儿 那便不用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两人看到黄贵君 也从外面走进御花园 眼神在那姐妹两个身上停了一刻 便看到了亭子中的慕容莲 于是便朝着慕容莲走过来 慕容莲向她行了一个晚辈里 易幽然也只是朝她汗手示意 慕容莲问道 贵君今日怎么也出来了 病养好了吗 黄贵君笑道 本君听说 女皇在御花园安排了赏花宴 太医也说 让本君适当走走 然后本君就走到了这里 看到这么多年轻人 真好 说完 眼神又不经意地 往慕容香两姐妹那边看了一眼 易幽然看到她识便猜测 她应该识出来看她的女儿们的 心到昨天这次体力活动了一宿 今天还这么有经历 看来男人与女人果然识不一样的 虽然是个柔弱的男人 此时 慕容香两人也看到了慕容莲二人 直接走了过来 向着黄贵君 慕容莲抱拳道 黄贵君殿下万福 早听闻太女殿下回来 一直未来拜访 还望恕罪 慕容莲自时听出是她的客套话 于是便也客套道 香堂姐 双表姐不必多礼 许久未见 二位可好 慕容香回答道 一切安好 然后 又看向易幽然说道 想必这位便是风起进王妃了吧 易幽然觉得 他们应该是聊不下去了 才将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 想想也是 四个关系错综复杂的人 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 她只是笑笑 却没有说话 她可是与她娘平起平坐的人 与一个小辈先说话 岂不降了自己身价 慕容莲对着易幽然介绍道 这两位都是贤王与王府所出的嫡女 这位香表姐 更是贤王府的侍女殿下 以后可是要继承姨母王位的 介绍完之后 才朝着两人说道 香表姐所猜没错 这便是风起金王妃 两人见她如此说 便也是一拱手 与易幽然问了安 易幽然呵呵一笑道 看到是女殿下 我便想到了一首诗 金安美少女 去月青葱马 太女殿下英气十足 实乃女子中少见 一通听懂听不懂地夸下来 慕容香心花怒放 心道这个金王妃 看起来娇柔妩媚 跟他们花生的男子一般 没想到学识还蛮高的 于是也象征地说了一句 金王妃过欲了 金王妃博学多才 实乃才女啊 易幽然看 已经打开了画匣子 便道 是女殿下与双儿小姐 不妨也做下一期品名 本王妃发现在这个亭子 正好也能一眼 跃进这御花园的花 正是一个赏景的好地方 慕容香对易幽然的第一印象 还是不错的 于是便道 金王妃相邀 恭敬不如从命 而后便带着自己妹妹坐在一旁 然后几人 便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当然节奏都是易幽然在带着走 看慕容霜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便道 双儿小姐怎么不说话 慕容香看了自己妹妹嫌弃地道 我也不知道 同样是一个母亲生的 怎么生了一个她这般懦弱的性格 她还比太女殿下大一岁呢 到现在还没有成亲 一点也不像是我花生女子 易幽然笑着道 这怎么能是懦弱呢 夏儿小姐生的娇媚 性格温婉 这要放在我们风起 可是要被世家公子哥 抢破头的贵女了 慕容香不以为然 接着道 她这样的性子就是娶了夫君 也定是制不住的 慕容霜听到易幽然夸她的时候 抬眼看了易幽然一眼 发现这女子的眼中 并没有其他贵女眼中的鄙夷 反而是淡淡地欣赏 黄贵君听到慕容香 如此说自己的妹妹 忍不住说了一句 是女殿下与双小姐是亲生的姐妹 理应彼此相互扶持 彼此亲近 切不可生出嫌隙了 慕容香看黄贵君说话了 毕竟是长辈 便没有再反驳 只是面上的表情 显示着自己对这话的不认同 这时 突然一阵风吹过来 吹散了易幽然额前的碎发 易幽然便直接松开了束发的簪子 一头如墨的长发 便散在身后 就连刚刚比易幽然的慕容香 都觉得异常的养眼 慕容霜直接问道 你的头发怎么这么柔顺 用的什么东西洗的发 易幽然回答道 就是我前几天拿给你的那瓶 洗发的时候 让丫鬟将它涂在头发上 你的头发也可以这样 第184章 取头发 慕容霜惊讶道 真的吗 你上次给我我也没当回事 便扔在一旁了 毕竟我们花生女子 在这一方面是不甚在意的 易幽然摇摇头 道 这个不仅能使头发柔顺 而且早上用梳子梳头时 不会掉头发 也不会痛 慕容霜道 那我今日回去便用上它 天天早上梳头痛得不行 易幽然点点头 嗯 你用完告诉我好再给你调制一些 每个人的发质不一样 用的配料也是不同的 三人听到他俩的谈话 都有些蠢蠢欲动 易幽然也没有说 关于头发的这件事 继续拉着他们拉家长 最后还是黄贵君 最先忍不住开口问道 金王妃的头发 当真是惹人羡慕 易幽然心中想到 这鱼儿上钩了 于是笑眯眯开口道 贵君殿下也想试试吗 黄贵君怎么可能不想试 慕容霜可是最喜欢她的头发了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头发的质量也大不如前了 偶尔还能看到几根白发 都被她给拽掉了 想到此 她也顾不得什么脸面了 直接道 金王妃可否相赠一瓶 买一瓶也可以 易幽然道 贵君这是说的哪里话 我在宫中这几日 也受到了女皇陛下的盛情款待 而您又是女皇陛下 心肩上的人物 说买太贱外了 只不过 我要去贵君少许头发 看看贵君是什么发质 然后好为贵君殿下调制 不过 您放心 用完我自会将头发 还给贵君殿下 古人一直崇尚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就连早上梳头掉下的头发 都要收起来保存好 就是因为这一点 慕容莲他们两个 才选择的这个办法 黄贵君想了想问易幽然 请问金王妃需要多少头发 易幽然道 不需要太多 几根便好 最好是连根拔起 我也好看看发根处的情况 易幽然一本正经地忽悠着 一直忽悠道 可以白发生黑 黄贵君终于下定决心 当场便让随时 拔了几根头发 递给易幽然 易幽然笑眯眯地 结果头发数了数到 贵君看着 我拿走了您三根头发 差不多晚上就能还给您 黄贵君点点头 金王妃本君自是信得过的 就在这时 慕容香说出了 来到此的第一句话 王妃娘娘 姐姐她的头发也不是很好 你看能不能也赠姐姐 一瓶你那个药水 这一句话也说到了 慕容香的心砍上了 她的头发很软 还有些发黄 每次梳头的时候 总掉好多 不过她还是扬怒道 怎能为这种小事 来麻烦金王妃 易幽然却道 无妨 本王妃也没什么事 是女两姐妹的关系可真是好 我看双儿小姐的头发 也有些发黄 本王妃也不好厚此薄笔 你二人一起 给我留些头发便是 慕容香 看易幽然如此说 便不再推脱 直接从头上拔下头发 递给易幽然 并说道 有劳金王妃了 而后慕容霜也留下了头发 易幽然见任务已经完成 看着黄贵君 不时扫向那姐妹二人的眼神 就决定给慕容莲 先收点小利息 添点赌给她 易幽然开口道 看是女姐妹两人举止端庄有礼 想必王夫也定是温顺贤功之辈 慕容香建议 易幽然问到自己父亲 便自豪地道 父亲平时对我们比较严厉 但在生活上 还是事无巨细的 父亲看过很多书 与金王妃一样 博学多彩 神情中洋溢着对贤王夫的崇敬 易幽然看了黄贵君一眼 果然嘴唇紧抿着 于是他决定再加一把火 说道 贤王有此嫌内住 想必夫妻关系也是极好的吧 说这话的时候 还露出了一点艳羡的目光 慕容香也没多想 只当易幽然 是因为与金王关系不好 才如此问的 刚准备开口 慕容双便道 父亲与母亲关系极好 一月有一半的时间 母亲都是宿在父亲房中的 就在此时 黄贵君开口道 你们年轻人聊吧 我坐得这么久 身体也有点不舒服 就先回宫了 说完转身就走出了亭子 易幽然看黄贵君已经离开了 便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于是转而对两姐妹道 我也要回去了 尽量能在晚上 将二位的洗发药水做出来 二位明日去太子宫中拿即可 见他要走 慕容莲也直接跟上走了出去 出了御花园 慕容莲对易幽然 竖起大拇指道 你刚刚将黄贵君脸都快气绿了 易幽然道 气死他才好 也省得还得费功夫收拾他 回去易幽然便拉着慕容莲进了空间 用他们三人的头发 做了亲子鉴定 等了两个时辰 结果终于出来了 慕容香的确是黄贵君的女儿 但慕容双却不是 因为没有那王夫的头发 因此也不能确定 慕容双是不是王夫的女儿 慕容莲看着这个 结果 真想对慕容贤说一句 跪圈真乱 六个孩子六个爹 也是没谁了 慕容莲转身看到 易幽然拿着空间中的洗发水 往三个瓶子里面倒 看了一眼 还是最便宜的那种 于是说道 你就用这个糊弄他们 易幽然点点头 道 平时他们都用的造脚洗头发 现在给他们用这个 已经够好了 黄贵君也活不了几天了 给他多了浪费 说着 还将其中一个瓶子里面的洗发水 又倒出来一些 慕容莲看着易幽然的动作 一阵无语 易幽然将桌子上的东西收拾好 便出了空间 便去了黄贵君的宫殿 黄贵君的心情 自打从御花园回来后 便一直不太好 听到他的两个女儿 对那男人的感情如此之深 还有慕容双说的 慕容贤 竟有一半的时间 都在那男人那 心中更是像打翻了五位瓶一般 听到侍卫来抱太女与金王妃来了 便强打起精神 让他们进屋 易幽然一进屋 便看到黄贵君那一脸焦躁的模样 于是拿出一个小瓶子说道 这便是本王妃为黄贵君 调制出的洗发药水 还请贵君找一位 信得过的太医来验药 黄贵君挤出一抹笑意 开口道 金王妃的人品 本君自然是相信的 说着 便要将那药瓶拿过去 易幽然却阻止了他 说道 还是找个太医来验验吧 这样大家都放心 黄贵君看他坚持 便让人去请太医 太医也不知道 易幽然弄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听说是洗头发用的 验了验 确实没有毒药的成分 便回去了 而后易幽然又将头发 还给了黄贵君 便与慕容莲回宫了 第185章 慕容霜的请求 回到宫中之后 却看到女皇陛下 已经在宫中等着他们了 看到他们回来便问道 怎么样 那慕容香是不是他的女儿 慕容莲道 你的绿帽已经戴实在了 慕容香确实是黄贵君的女儿 但是慕容霜不是 女皇没有在意慕容莲的调侃 听到是这个结果 心中反而松了一口气道 不是王夫的女儿就好 这样王夫的父亲 想必是不会帮慕容闲了 慕容莲问道 那慕容霜呢 不用查查是谁的女儿吗 女皇摇摇头道 慕容霜存在感 本来就不太强 她是谁的女儿 根本不重要 易幽然此时却摇了摇头道 今日我看到慕容霜 一点也不简单 我想找她聊聊 就在这时 侍卫来报 慕容霜在外求见 慕容莲道 还真被你猜对了 这个慕容霜果然不一般 易幽然道 让她进来吧 正好也不用去找她了 慕容霜点点头 侍卫便出去请人了 女皇问道 朕用不用回陛下 慕容霜说道 您就坐屏风后面吧 我怕您在这里有些话 她反而不会说 女皇想想也是 便移驾到了屏风后面 慕容霜进屋之后 便朝慕容霜二人行了个礼 慕容霜直接便进入了主题问道 双表姐此时不是应该出宫了吗 来此所为何事 慕容霜也不再遮掩 直接站直身体道 臣女今日来是想与太女殿下 谈一笔交易 慕容霜看着这个不一样的慕容霜 直接来了兴趣 于是说道 哦 不知双表姐要与姑谈什么交易 你又有什么筹码 慕容霜道 其实这一趟 我也是为我父亲来的 父亲让我告诉太女殿下 小心黄桂军 因为他就是当初 毒害太女殿下的凶手 听完这句话 慕容霜依旧没有什么反应 只淡淡说了一句 王夫是如何知道的呢 慕容霜闭了闭眼睛 说道 因为黄桂军与我母亲油染 慕容霜便是他们两人的孩子 慕容霜问道 这可是恭维秘心 你可知道说出去的后果 慕容霜道 这是我父亲亲眼所见 这么多年 母亲一直将慕容霜 放在父亲膝下养着 可知我父亲有多煎熬 却也不敢露出丝毫马脚 只能讲慕容霜 视为几出地养着 义悠然道 怕也不是视如几出吧 他故意教纵慕容霜 将它养成如今这副 祭祀大幕中无人的样子 就是 再向你母亲默默复仇吧 慕容霜此时说道 既是要交易 那便莫要再隐瞒 慕容霜没想到 意悠然的洞察力这么强 于是说道 是 父亲故意将他养得骄纵蛮横 可那又如何 母亲还不是将侍女的位置给了他 慕容霜道 你们的条件是什么 要知道 你刚刚说的这些 我们都知道 要知道 合作的首要条件 便是 双方的筹码是相等的 慕容霜拿出一个令牌 慕容霜一看 竟然是大将军的虎符 慕容霜问道 不知这个东西 是不是够分量 让我们妇女逃出那个牢笼 义悠然问道 所以你们的条件 就是从贤王府出来这么简单 慕容霜但笑一声 声音中夹杂着些许无奈 开口道 父亲比谁都清楚 母亲的心 全在如何争夺这花圣江山上 但有女皇大人在 她是不可能坐上皇位的 一旦贤王府倾倒 我妇女二人连保命都是男士 还敢在奢求什么 义悠然对这个贤王夫 有点感兴趣了 觉得这货看得很通透啊 拿出这么贵重的东西 却是只要活命而已 这便是要慕容霜欠她一个人情 日后即使有事相求 慕容霜也不好拒绝 慕容霜想了想 还是拿不定主意 于是向屏风的方向叫道 母皇 要不要答应她 女皇此时心想 她怎么生这么个熊孩子 缓缓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慕容霜一看到 女皇也在这里 立即跪地行礼 女皇淡淡道 起来说话吧 女皇接过慕容霜手中的虎符 瞪了她一眼 然后仔细地端向着 而后问慕容霜 你外祖为何会将兵符交于你父亲 慕容霜回答道 祖父年事已高 无法再驻守边关带兵打仗 唯一的女儿又不堪重用 所以便将兵符交给了父亲 无论是驻臣女母亲 还是交还给陛下 都由父亲决定 父亲思考了好久 故而今日 让臣女转交给女皇 或者太女殿下 女皇点点头 便收下了兵符 开口道 你父女二人及外家无鱼 慕容霜听了女皇的话 立即跪下谢恩 并且深深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将兵符送了出去 留在她父女俩手中 就像烫手山芋一样 慕容霜走后 女皇直接敲了慕容霜一下道 你压的 不会拿主意吗 慕容霜道 我不是想你出来 就能给她吃个定心丸 让他们死心塌地地帮咱们吗 易幽然问道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女皇直接将虎符 往慕容霜手中一塞 道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年轻人 皇位迟早都是你的 朕配合你们就行了 说完这句话 就往门外走去 慕容霜在后面说道 那我将她弄死你也不反对 女皇挥挥手便走远了 慕容霜看着她的背影 对易幽然说道 我们还是留条命吧 易幽然点点头 没有再说话 第186章 刺客 易幽然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于是便道 明天我准备出宫走走 慕容霜问道 你出宫干什么 易幽然 你忘记慕容霜要杀我的事情了 在宫中女皇安排这么多的安慰 她的人怎么动手 修理她 总得找一个契机吧 我觉得 这个就是最好的契机 慕容霜道 这有些危险吧 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跟那位交代 易幽然撇撇嘴 带着夜璇与惊雷他们肯定没问题 你也跟着去 大不了最后一刻 我拿你挡在我前面 你死了 君哲虚自然也不会找你麻烦了 慕容霜委屈道 我想着怎么让你活 你却在想怎么让我死 我果然是错误了 第二天 在易幽然的强制要求下 还是出宫了 而且还是六人大摇大摆地出了宫门 易幽然更是见到一个侍卫宫女 都要打声招呼 生怕别人不知道她要出宫一样 夜璇悄悄问道 老大 你说我们这样高调 真的好吗 易幽然道 不高调一点 别人怎么给别人机会 你可得准备好 今天差不多就要开始虐人了 夜璇听到易幽然的话 激动得不行 再风起 就听说老大的凶悍之名 但自从跟了她之后 好像都没见她收拾过谁 她还一度以为 京城一霸是不是转性了 易幽然拍拍她的肩膀道 小姑娘 你要学的还多着呢 今天好好发挥 记得给我留活口 夜璇像一个好学生一样 连连点头 将老大的话 就是圣旨这一理念 贯彻得结结实实 慕容霖看着易幽然 又在叫坏小姑娘 无语符额 几人在花盛最繁华的街上 逛了一圈 而后便到了平民区 几人选择这里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平民区的治安相对比较差 慕容霞的人也比较好下手 几人走到平民区 便发现 这里的治安不是相对比较差 而是非常的差 一进去便看到了几个女人在打架 进去之后 更是让人惊讶 环境脏乱差不说 还有的女人当街打自家的男人 慕容霖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惊讶的嘴巴走合不拢了 心到等 自己抽出时间来定要 将这里改造了 易幽然看到这些情景 并没有说话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 有几个人正在跟着他们 吩咐叶玄要注意了 叶玄听到易幽然的话 左右看了看 嘿嘿一笑道 果然是有几个尾巴 惊雷大哥 你不准与我抢 惊雷道 好 我与清泉闪电 就只保护王妃 这些人人全部交给你 易幽然看他们已经开始安排工作了 便开口提醒叶玄 注意你的伤 若是在骨折 可又要受罪了 这时 几人已经走到了一个空地上 惊雷几人 站在易幽然身侧 慕容莲开口道 出来吧 跟了一路累不累 时辰到了 该送你们上路了 暗地里的几人 听到慕容莲如此说 便知道已经被发现了 看他们 也就区区六人 便也不再隐藏 直接出手攻向他们几人的方位 只见叶玄一人 直接挡在前面 拿了一根不知道再拿捡的棍子 朝着领头的人 直接打了下去 领头人错不及防 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棍子 感觉肩上火辣辣的疼 于是怒道 大家一起上 杀了中间的女人 于是 十来个人一拥而上 仅仅叶玄一人 就分走了五人 左臂不能动 她就用右手拿着那个棍子 因为义悠然说留活口 她害怕 若是拿着剑 就会要了他们的狗命 因此才换了武器 她先用棍子 打掉了对方五人的武器 那些人也没想到 就这样一个小姑娘 武功竟然这么高 武器被打掉 那便只有挨打的份了 没一会 便将五人打倒在地 剩下五人 在义悠然的强烈要求下 一人一个 没一会 也就都解决了 看着趴在空地上的黑衣人 义悠然直接上去 卸掉两人的下巴 以防止他们服毒自尽 然后吩咐道 服毒自尽的尸体 就留在这里 不敢死的 便卸掉下巴带回去 然后便出现了几个暗卫 这些暗卫是慕容莲安排好的 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听到义悠然的话 便出现开始收拾残局 死了四个 剩下的六个 全部被带了回去 慕容莲 看这么容易便解决了 想起叶玄刚刚那彪悍程度 于是拍了拍叶玄的肩膀道 那当然 再来几个一样 不是我的对手 姑奶奶练功的时候 他们还不知道在哪呢 义悠然道 既然来了 那便在这平民区转转吧 慕容莲点点头 于是几人 便开始在街上闲溜达 走着走着 义悠然在街上 看到了好多找人的告示 而且失踪的 还都是一些十几岁的少男少女 慕容莲的神情 也变得凝重起来 于是上前直接撕了一张告示道 走 我们去金兆府问问 于是 几人便到了金兆府 慕容莲直接拿出 代表她身份的玉佩 金兆府大人立马出来迎接 进去后慕容莲便直接将告示给拿了出来 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金兆府尹 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女人 第一次见慕容莲 心中有些紧张道 回太女殿下 京城最近很多这种案件 都是些少男少女 平民去失踪的人口的格外的多 慕容莲问道 那你为何不上报 那官员也很无奈 回道 案件不超过七天 上面是不会收的 慕容莲想了想她 确实在律法上看见过这一条 心中不禁暗骂 谁制定的狗屁制度 回去就给改了 想了想又问道 你查了这么多天 可有什么蛛丝马迹 金兆府尹立马 将暗宗拿给了慕容莲 说道 这几天 牙翼天天在街上盘问 发现这些失踪的少男少女 都去过城南的一个米铺 慕容莲问道 那他们都是在哪里丢的 金兆府尹回答道 都是白日里去过那米铺 晚上在家中 就离其失踪了 慕容莲翻看暗宗 翻完后便递给了易幽然 易幽然随便翻了两页便放一旁了 然后问道 那有没有去了那米铺 没有被抓走的 第187章 伪装 金兆府尹不知道易幽然为何如此问 但能与太女殿下一起的 也必是他高攀不上的权贵 于是便回答道 有倒是有 说来也奇怪 失踪的男子都颇有些姿色的 但女子都是些柔弱的丑女 易幽然听了他的话 与慕容莲对视眼 想必他说的丑女 在别的国家看来应该是美女了 抓走这些少男少女 能做什么 怕是最后沦为那些达官贵人的玩物罢了 易幽然问道 昨日可还有人失踪 金兆府尹回答道 有 今早来府衙报案的 大概有十来人 听了金兆府尹的话 慕容莲立即吩咐道 从即日起封锁城门 来往人群必须严格盘查 金兆府尹得到了慕容莲的吩咐 便立即下去执行命令去了 易幽然也是如此想的 晚上是要关闭城门的 所以 昨日失踪的人 他们应该还没有来得及将人运出去 现在封锁城门 应该还来得及 慕容莲与一悠然商议 想去那个米铺看一下 这时 金兆府尹又急匆匆地赶回来 对两人说道 太女殿下 威臣还有一事忘记说了 威臣上任金兆府尹 也才两月 在查以往卷宗时 发现在三月前 也有百十个少男少女失踪 上任金兆府尹 也是查得毫无头绪 上报之后 但不知是何原因 这案子便压了下来 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慕容莲问道 详细说说 是怎么回事 金兆府尹道 我看卷宗上写着 连续十天 每天丢十来个 总共一百来个少男少女 而后前任金兆府尹 便上报给上级的官员 之后案件便移交给了大理寺 具体的下官也不清楚 义悠然问道 上次十日之后 是不是便不再有人失踪了 金兆府尹点点头 义悠然又问道 那现在是第几日了 金兆府尹回答道 已经第五日了 慕容莲说道 现在才第五日 按照上次的案子 今日应该还会作案 金兆府尹也惆怅得不行 说道 昨日查到那米铺的消息 下官亲自去了那米铺搜查 但也并没有搜到什么 已经责令 那间米铺停业了 不知道今日是不是 还会有人失踪 慕容莲看金兆府尹 已经将案件汇报清楚了 便开口道 行了 这件案子姑知道了 你还按照程序查下去 姑这边也会帮你找到凶手 金兆府尹应声退下 慕容莲看向义悠然道 米铺已经停业了 我们还要不要去了 义悠然想了想回答道 当然去了 但是我们不能以现在这个样子去 丢了一百多个人 大理寺竟然能不了了之 看来定是有人在上面压着 上位的人身份定然不简单 没准你一去就认出你了 慕容莲听出了他的意思 于是问道 你是想我们乔装一下 然后假装被他们抓走 义悠然点点头 方法虽然老套 但这是找到他们最简单的法子 叶璇听懂了他们的话 直接说道 我去就行了 你们在外面 到时候我们里应外合 给他们老窝给抄了 金兵不认同了 说道 要去也是我去 你个女孩子 真的吃亏了怎么办 叶璇立马不认同起来 说道 你还打不过我呢 我可是听说 你上次都被捉了 再说了 你这么大年纪了 已经过了少男的标准了 惊雷 义悠然打断他们说道 慕容你先派人去平民区 腾几间房子出来 到时候 我们就去那米铺附近溜达几圈 然后晚上便在那房间中等他们 没被抓走的 就在外面布置 被抓走的 就去内部捣毁他们 义悠然的这个想法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大家都挺想去那人贩子老窝中走一圈 这样让人贩子决定也挺好的 慕容莲吩咐完暗卫去准备房子 他们几个则是在房间易容化妆 义悠然看着惊雷愤愤不平的表情 特意给他易容的 像十三四岁的英俊小伙 惊雷看到自己易容厚的样子 特意跑到叶璇面前炫耀道 看到没 小丫头骗子 哥也是可以很年轻的 叶璇撇撇嘴 那还不是老大的技术好 人家人贩子要的 可是柔弱的男人 你柔弱吗 慕容莲看热闹不嫌失大帝说 嗯 惊雷你 虽然年轻了 但你这身材人贩子 真不一定能看上 惊雷 有肌肉也有错了 然后又看了看叶璇 这小妮子 明明比自己还有劲 那为何没有肌肉呢 几人都将本来面目遮住后 便将身上的衣服也换掉了 衣服也是暗卫们 从平民区里面找的干净衣服 几人换上后 基本上与平民区的那些人无异了 义悠然又帮他们处理了一些细节问题后 几人便出发了 快到那米铺时 六人便分成两两一组 分别在米铺附近转了几圈 义悠然与叶璇 还专门去附近的粮油店 买了二两油 而后又在旁边的一个面馆 吃了一碗面 这才回到了安排好的平民区的小屋中 进了小屋 叶璇就一脸嫌弃道 这个地方能住人吗 义悠然道 你没看到这条街住的都是人吗 我看慕容莲的暗卫 给我们找的 还是比较好的房间呢 不信你去隔壁看看 估计还不如我们的 说完就自顾自躺在了那张床上 被褥还算干净的床上 叶璇见自家老大都已经如此了 便也不再多说什么 就在他的旁边躺下了 躺下后问义悠然 老大你说 他们今天会不会来掳走我们 义悠然道 不知道 叶璇 若是他们将惊雷掳走 不带走我们的话 抓到他们 我非要 将他们的眼珠子挖下来不可 什么眼神 义悠然笑笑没有说话 这丫头看来 是与金雷杠上了 虽然他也觉得 金雷被带走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也许那些人吃惯了米饭 突然想尝尝面条呢 毕竟他可是很费心 给金雷打扮得那么的年轻 第188章 被抓 慕容莲与清泉 也伪装成了两姐妹 两人同样也是 走进了一间破旧的民宅 清泉担心意悠然 说道 也不知道王妃怎么样了 慕容莲直接往床上一躺 懒懒开口道 你担心 他还不如担心那些人 休息一会吧 晚上说不定还要忙呢 清泉点点头 觉得慕容莲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便压下心中的担心 躺在床上开始休息 金雷与闪电两人 却还在街上溜达 想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 却总能听到路边的女人 对他们两个的指指点点 就像这会有一个卖肉的大婶 对旁边卖菜的说 你看那两个小哥 长得倒是挺好的 就是身材有点魁梧 我家那个还没有娶人 要是再纤细一点 定给我家女儿娶回去 卖菜的大婶赞同道 谁说不是呢 你说一个男人长得这么壮做什么 不过你家卖肉的 娶回家 正好能帮助你砍肉 卖肉的大婶撇撇嘴 那我也不要 带出去 人家不该笑话了 金雷与闪电对视一眼 眼中尽是无奈 来花生的这几天 几乎人人都是如此 就连女皇看到他们两个 都露出一副可惜了的神情 两人如今是超级的想念在风起的日子 最起码风起的百姓审美正常啊 夜晚 六人都躺在床上假妹 事先都已经服下了一悠然的解读完 快到子时的时候 房间的门突然被撬开 前进来了四五个黑衣人 看着躺在床上的一悠然与夜玄两人 一个黑衣人拿出一颗夜明珠 照着看了看两人 开口道 就要里面那个吧 睡在里面的正是一悠然 夜玄听到黑衣人的话 当时便不开心了 她就是害怕 不能被带走 才故意躺在老大外面的 如今看黑衣人不带她走 于是 一个翻身 直接将腿 敲在一悠然的身上 黑衣人见状将她给翻过来 正要将一悠然拎起来 时发现夜玄还在紧紧地拽着 一悠然的上衣 领头的黑衣人见状说道 那便将这两人都带走吧 莫要浪费时间 剩下的黑衣人 立马应是 便将两人一起抬了出去 然后将他们两人 扔在了一辆马车上 便驾着马车走了 待到马车平稳地走在路上之后 一悠然悠悠睁开眼睛 顺着车壁一路 将事先准备好暗号扔了出去 不一会 车上便又被扔上了几个人 夜玄悠悠地睁开眼 看了一眼 没有他们的人 这个马车比较大 那些黑衣人 就会时不时往里面塞个人 在马车停下的第五次时 闪电被塞了进来 夜玄在黑衣人出了马车 看到闪电时 心中很是开心 这就意味着 惊悠没有被选上 就在快要笑出声的时候 义悠然捂住了他的嘴 义悠然数了数 马车上现在 总共有十来个人了 想着今日的人数 差不多已经够了吧 闪电也随着马车的颠簸 向义悠然的身边晃过去 一路上 马车上没有再被扔进去人 差不多半个时辰后 马车便停下了 然后又出现了几个黑衣人 将他们抬下马车 扔在了一个地窖中 然后黑衣人便离开了 待黑衣人走后 义悠然三人便睁开了眼睛 看着地窖中 果然坐着五六十个少男少女 应该便是失踪的那些人了 那些人也好奇地 看着义悠然三人 不明白 他们为何能清醒得这么快 义悠然看了看地窖的上方 再看看 双脚已经被锁上了脚铐 义悠然直接拿出 一根细铁丝三两下 便将脚铐给打开了 而后又给闪电 与叶玄的脚铐也给打开了 叶玄满眼冒着星星 看着义悠然小声说道 老大你好厉害啊 既然还有这个技能 能不能教教我 义悠然看着这么多的人脚上 都戴着脚铐 便点点头 蹲下拿着铁丝 将离他最近的一名女子 脚上的脚铐给解开了 并给叶玄简单说了一下原理 便扔给他一根铁丝 而后便继续为下一院开锁 那些少男少女 都恐惧地看着义悠然 义悠然小声地安抚道 别怕 今日我们就是来救你们的 那些听到义悠然话的人 立马便掉下了眼泪 但是不敢哭出声 因为一旦哭出声音 上面的人便会下来 拿着鞭子打他们 义悠然无疑是 他们现在心中的一道光 他们不敢大声说话 怕惊动上面的人 只能在义悠然 为他们解开脚铐后 给义悠然跪下磕个头 义悠然示意他们不要这样 叶玄很快便学会了开锁 学会开锁想的第一件事 便是回到家 一定要先将祖父书房 那个好看的箱子给开了 他可是从小到大都好奇 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义悠然与叶玄二人 将所有人脚铐都打开之后 便吩咐大家不要动 一切等到了明日再说 然后便找了一个地方 与闪电叶玄一起闭目养神 能不能往一条大鱼 就都看慕容莲的了 这边闪电被带走之后 惊雷便去找义悠然 发现自家王妃已经被带走了 然后他便又去找了慕容莲 幸好慕容莲还没有被抓走 慕容莲得知义悠然他们 被抓走后 便立即带着人 拿着一个手电筒 便在路上开始找寻 义悠然留下的记号 义悠然也给惊雷他们发了手电 几人第一次用表示很神奇 但在王妃身边久了 这些小事根本就不算什么 所以大家一点都不惊讶 义悠然留下的记号 只有通过手电照射才能看到 而且还格外明显 因此慕容莲与惊雷两人 很快便找到了一个别院前 慕容莲看着这个别院 面上闪过一丝阴郁 然后便带着惊雷与清泉回宫了 回宫之后 他又去找了女皇 女皇看着自己这根毒苗苗 真的很想收拾他怎么办 慕容莲也没有说别的 直接将今日这件事 以及三个月前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女皇面色凝重道 慕容贤 真的是很作死啊 没错 刚刚的别院 正是慕容贤最喜欢的一个别院 里面竹林风景很美 没事他还常约着人去品名 没想到竟是那般藏污纳构之地 第189章 比武招亲 慕容莲问女皇该怎么做 女皇便道 按你想的去做吧 不必顾及朕的想法 另外必须问出来 三月前他们抓的那些人 送去了哪里 慕容莲点点头 转身便出去布置了 伺候女皇的侍女说道 陛下 奴婢瞧着太女殿下这次回来 与以往有些不同 女皇点点头 道 她长大了 朕就可以放权了 也可以歇歇了 慕容莲出去之后 便拿着虎符 调兵将贤王府与别院 全部围了起来 而后便去将白天捉到的那些暗卫 全部关进牢房 她亲自拷问出了幕后主使 并让他们话压认罪 手段也是层次不穷 清泉与惊雷在一旁看着 心中也甚是震撼 心到皇太女殿下 不愧与自家王妃关系那般好 看着架势两人的道横 真是不愤伯众 易悠然在地窖中也没有闲着 她休息了一会 便有人过来 叫她说 有人晕倒了 因为地窖光线比较弱 之前易悠然只顾给他们解锁了 如今将夜明珠拿出来凑近一看 里面的个个都是脸色蜡黄 一看就是营养不良了 先去看了那个晕厥的男人 易悠然从衣袖中拿出一支葡萄糖 在昏暗的光线下 喂给了那男子 然后又给他吞了一颗丹药 待他稳定后 易悠然才转身问道 这么多天 他们都不给你们吃的吗 其中一个女子弱弱开口道 每天就给我们一点水 喝完就没有了 易悠然暗自咒骂 想着一会抓住那些黑衣人定将 他们也都饿上四五天 这么多人 易悠然也不好将空间中的东西拿出来 于是开口说道 明日一早便有人来救我们了 你们一定要坚持住 听到易悠然的话 这些少男少女们 眼中都亮起了希望的光芒 夜璇看着这些人 从胸口拿出了两个大馒头道 其实不用等到明日 这两个馒头你拿给他们分了吧 易悠然接过那两个大馒头 上面还有夜璇淡淡的体温 真是一言难尽 他将那两个馒头分成几块 递给最里面第一天被抓来的人 几人将馒头吃下后 易悠然这才又坐在了夜璇旁边 看着他的胸说道 其实想让他再长大一点 还是可以的 夜璇眼睛一亮说道 真的可以吗 易悠然点点头 说道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夜璇满眼惺惺说道 老大 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呀 你就是天上的仙女 无所不能 易悠然说 好了 别平了 养精蓄锐明日 我们还有事要做呢 第二日一大早 易悠然便听到上面乱哄哄的声音 心到该是慕容莲带兵进来搜了 果然没一会 就有人下来警告他们 不要出声 否则立即便杀掉 易悠然给了夜璇一个眼神 夜璇直接一脚 将那人踢翻在地 而后拎起他的刀 直接一刀毙命 上面的人听到响动 便朝着下面喊他的同伴 喊了几声没有人吭声 而后便也下来查看 这次下来的是两人 夜璇二话不说 直接送他们 去找刚刚那个同伴去了 而后 夜璇带着易悠然 便直接从地窖轻弓飞了上去 闪电则在下方接应 两人上去 易悠然才发现 这里竟然是个别院 还种着许多的竹子 这时 远处几人看到易悠然两人出来 提着刀便冲了过来 夜璇将易悠然护在身后 易悠然有些无语 魏毛一个个 都将他当成柔弱的白莲花了 然而 这几人也确实不是夜璇的对手 夜璇也并没有留活口 看到地窖中那么多无辜的人 这些人的结局 就已经注定了 没一会 慕容莲便带着兵赶到了 看到易悠然与夜璇就站在那里 旁边还有几个人的尸体 问道 那些人都在这个地窖里 你正好让人将他们就上来 慕容莲一声令下 那些官兵便下地窖救人去了 不一会 便将那些人全部救了上来 慕容莲早已派人将他们的家人 叫来在别院门口等着了 如今见到自己的孩子 无不抱着痛哭起来 慕容贤的这个别院 在京城是很出名的 出了这件事 他之前维持的好名声 算是彻底地毁了 夜璇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 他做了一件好事 为民除害 原来这么令人愉快 于是悄悄对易悠然道 以后我们要多做这种事 易悠然看着这个单纯的女子 社会的险恶她 根本就没有见过 希望她可以一直保持 这个正直善良的样子吧 于是开口道 走吧 教你封兄去 说完便向前走去 这是慕容莲的国事 也是她的家事 她这个异国王妃 在这里却有些不合适了 易悠然夜璇与闪电走出别院 发现金雷与清泉 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看到易悠然两人立马上前 易悠然道 没事 走吧 我们回宫去 但是到了下午 慕容莲派人 请易悠然去仪式殿 易悠然一进殿 便看到女皇与慕容莲 神情紧绷地坐在那里 便问道 发生了何事 慕容莲看到她直接到 已经问出来了 三个月前失踪的那些人 都去了哪里 竟是被慕容贤 送给了那些岛国人 易悠然心中一咯噔 想到当初山洞中的那些人 说的 不正是那些人 三个月来一次吗 这个时间正好 对上了 于是问道 慕容贤是如何与他们联系上的 慕容莲说道 是那些岛国人找到她的 并答应住她夺得皇位 最主要的是 他们好像研究出了火药 易悠然冷笑道 火药 他们是准备向我们这边进攻的吗 慕容莲道 战斗民族 你说呢 易悠然说道 看来要尽快找到大师兄了 这方面 他还是比较在行的 我也要加快我的计划了 慕容莲点点头 他何尝不想找到大师兄呢 只是这么大一片大陆 要从何处找起来呢 易悠然直接对女皇说道 麻烦女皇陛下发一个消息到四国 就说 金王妃易悠然在花圣为自己的师姐 江子庆比武招亲 为期一个月 慕容莲惊呼道 悠然 易悠然道 我想了 与其我们大海捞针一般的找她 不如让她来找我们 第190章 贤王亲父 慕容莲点点头 现在也只能如此了 易悠然又说道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先将岛国的那一群人给找出来 谁知道他们这次又会带多少人 又有什么阴谋 慕容莲说道 我已经在边境设了房 一旦他们着陆 便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易悠然提醒道 大话别说太早 小心他们的火药 慕容莲说道 这个我知道 这不还有十几天吗 等解决了慕容嫌 我们便一起去边界 他们若是真有炸药 我们便能让他们的传承了 再也上不了岸 易悠然点点头 只能先如此了 女皇虽然听不太懂他们说的什么 但之前 也听说了岛国人做的那些事 他们在花圣的实验室 已经被慕容莲毁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的 是他的姐姐会做出这样的事 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女皇叹了一口气 若是别的事情 还能留他一命 如今竟然做出这 档子桑尽天良的事情 谁还能救得了他 于是便开口道 慕容嫌最大恶极 就赐毒酒吧 怎么说也是皇室的人 留些体面给他 慕容莲点头印下了 易悠然问道 你问出来 慕容嫌是如何将这些人 交给那些岛国人的吗 慕容莲回答道 问出来了 他在岛国人的传着路之时 便送上去 易悠然说道 那既然如此 我们便将计就计 反正我们也是要到他们那里的 不如让他们带我们过去 上岸之后再将他们干掉 我这便联系君月月 让他带着人即刻过来 慕容莲道 你的意思 我们伪装成这些人 然后混进岛国 易悠然点点头 两人就这样敲定了计划 第二日在朝堂上 众位朝臣见到了他们的太女殿下 这好像是太女殿下第一次上早朝吧 众人都有些惊讶 而且还看见了贤王夫 首先是贤王夫递上了一纸诉状 状告贤王欺骗于他 将自己与别人的私生女慕容香交给他 骗他说是自己嫡女 在他膝下抚养二十载 要求女皇为他主持公道 允许他们两人合离 众人都惊讶极了 要知道慕容香可是贤王侍女 日后可是要继承王位的 血统可做不得假 就连王夫的母亲大将军 都跪求女皇主持公道 女皇没办法 只能派人将慕容香带来滴血认清 贤王府已经被围了起来 没意会 慕容香便被带过来 一番操作后证明了 慕容香确实不是贤王府的孩子 众人唏嘘不已 但却没有看到贤王殿下出来辩解 就在女皇叛了贤王府与贤王合离 慕容双日后跟着贤王夫信后 太女殿下又一本折子 将贤王殿下给告了 大家这才知道 原来贤王以前爱名儒子的样子 全是装出来的 被地里竟然做着那种勾当 结果贤王府与慕容双 被大将军给带回了将军府 贤王慕容贤被赐一杯毒酒 侍女慕容香也耻夺侍女封号 与贤王其他子女 一起终身软禁于行宫中 贤王府其余人是情节轻重 全部交于太女殿下处理 女皇站在皇贵君的宫殿中 皇贵君就一直跪着 两人都没有说话 最后女皇开口道 你没有什么要与朕说的吗 皇贵君已然沉默 女皇笑道 所以你是现在 还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吗 这是皇贵君淡淡开口 输了就是输了 我没有事吗 可说的 女皇道 朕这些年对你不薄 你在宫中 已经是一人之下的地位了 为何还要与慕容贤如此纠缠 皇贵君冷笑道 不薄吗 那女皇为何不肯为我 担下一位皇女呢 因为女皇根本就不爱我 那我也同样的不爱女皇陛下 这有错吗 您的爱自始至终 都给了太女的父亲 您对外秤 是因为生太女殿下 实受了伤 不能再生产 其实是您不想再生了吧 因为宫中这些男人 都是您巩固皇位的工具 您对我们丝毫没有爱 女皇怒道 咦 皇贵君笑道 一国女皇 您不过也就是个可怜人而已 同样的爱而不得 哈哈哈哈 说着竟流下了眼泪 此时慕容莲从殿外走进来 说道 慕容贤已经死了 你以为他爱你吗 若是爱你的话 他会将你送我母皇这里吗 你在他手中 不过也是一个工具而已 你与他苟且生下慕容香 然后他还执意要你来服侍我母皇 不过是想利用慕容香 牵制住你而已 皇贵君不相信道 你胡说 你胡说 慕容莲淡淡开口 是不是胡说 你应该清楚 哦 对了 忘记告诉你 慕容霜并不是你的女儿 慕容贤能走到这一步 也多亏了慕容霜的帮忙 皇贵君依旧不肯相信 慕容莲道 你信也罢 不信也罢 孤四岁的时候 被你亲自灌下毒药 如今便以同样的东西来回敬你 说完一挥手 侍卫便端着一碗药上前 皇贵君听了他的话 一瞬间便想明白了 说道 你早就恢复记忆了是不是 这一切都是 你演的戏对不对 慕容莲点点头 按道这次还不算太傻 于是开口道 我这趟回来就是为了复仇 现在你是自己喝 还是孤亲自为你喝 皇贵君看着慕容莲母女两个 心中明白自己 已经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了 而后对女皇道 我甘愿赴死 还请女皇看在 虾儿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份上 能饶她一命 说完便端起那碗药 一饮而尽 慕容莲说道 你当初灌孤药的时候 可曾想过留孤一命 你放心 很快 慕容香便会与你们团聚 皇贵君还想再说点什么 毒药已经不允许了 吐了一口血便倒在了地上 女皇看着她的尸体问道 刚刚为何 女皇有些疑惑 她明明已经将慕容香软禁了 为何连而会那般说 慕容莲淡淡道 她到死 都没有说自己一句错 这样的人不配得到原谅 我又怎么可能会让她安心瞑目呢 第191章 久别重逢 慕容莲问女皇 我的父亲到底是谁 女皇淡淡开口 已经死了 你不用知道 慕容莲 就算死了 我也好给她上炷香啊 母皇很爱父亲 女皇敲了她脑袋一下 怒斥道 烧个屁的香 老娘一点也不爱她 慕容莲见她执意不肯说 便说道 您不说我便走了 外面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做呢 女皇说道 赶紧滚 慕容莲走到店门口道 您要是能将后宫那一群都给处理了 说不定 父亲早就回来了 慕容莲说完 也不看女皇的脸色 便离开了 女皇看着慕容莲的背影 想到了那个风华绝代的男人 想必莲儿也是知晓的吧 她深吸了一口气 想这几十年来 一个国家的兴衰 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她无愧于父母 无愧于百姓 唯一有愧的 就是他们 父女两人了 如今莲儿已经长大 她是不是应该想想 自己以后的人生 是不是该为自己而活了 慕容莲处理完事情 回到宫中 并没有看到 易幽然夜选几人 问了侍卫 才知道那几人去捉螃蟹去了 慕容莲顿时就明白了 易幽然定是 找到了皇宫之中 专门用海水 饲养海鲜的那个院子了 走到门口 离老远便听到易幽然的声音 只听她说道 惊雷 快点 快点捉那一只 那一只肥 慕容莲走过去 果然看到惊雷与闪电 已经下水在捉螃蟹 易幽然在旁指挥着 夜选与清泉 则拿着网兜 在捞虎里面的鱼 易幽然看她过来 还朝她挥了挥手 手中拿着一只螃蟹道 慕容 你看这只螃蟹多大 我准备 陪给君月月 装多少了 易幽然道 不多 当来没多久 才捉了十来只 本想多捉点的 但是想到 我们过几日 不就要去海边了吗 所以我准备去海边 去多捉一点 这些是我们在路上吃的 慕容莲说道 也是 空间反正可以保鲜 到时候多带点回去 让伯母也尝尝 易幽然正准备说话 便看到慕容莲后面 站着一个人 于是直接扔下手中那只螃蟹 直接向门口跑去 慕容莲看她突然 向自己跑来 不明所以 然而下一秒 就已经被易幽然给推开了 然后易幽然镜子 挂在了来人的身上 并在她脸上亲了一口说道 你终于来接我了 亲爱的 我想死你了 君哲旭看着易幽然的样子 身上还有淡淡的腥味 不过她一点 也没有嫌弃 双手环抱着她 此时才感觉 心中的那片空地 终于被填满了 慕容莲站定 看到是君哲旭到了 正想鄙视易幽然几句的 突然想到 刚刚她处理完公事的时候 并没有得到 这次已经到来的消息 那她是怎么能进得来宫的 于是便直接问道 君哲旭 你是怎么进来 我们花圣皇宫的 君哲旭道 就你们花圣皇宫的防御 还妄想拦得住本王吗 慕容莲听到她的话后气节 但也没有办法 谁让那次的武功那么高呢 易幽然看着慕容莲的样子 火上浇油道 嗯 他们花圣皇宫的防御 确实很一般 还不如我们金王府呢 走 我带你去参观一下太女的宫殿 说完拉着君哲旭便离开了 这时 侍卫跑过来 向慕容莲汇报道 太女殿下 有刺客进攻 慕容莲翻了个白眼说道 姑已经看到了 不用捉了 等你们找住刺客 姑姑记早就撬辫子了 慕容莲觉得 易幽然是个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 见到君哲旭分分钟就会叛变 明明是他分别认识 他们两个十余年 为什么多余的总是他自己呢 易幽然拉着君哲旭 一路回到房中 易幽然便感觉身体 瞬间被束缚进一个有力的怀抱 未尽的雨声 淹没在满是情义的纹里面 微冷的蛇滑入口中 贪婪地摄取着属于他的气息 用力地探索过每一个角落 这一刻的悸动 让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甘心跟着他一同沉沦 一个时辰后 易幽然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心想憋疯了的男人 果真是不敢惹啊 君哲旭看着他的小脸 将他的头靠在自己胸膛上 问道 然而可又想本王 易幽然听了这句话 打了个寒蝉 因为他突然想起 那天晚上 听慕容贤与皇贵君 就是这样说的 心中瞬间一万只羊驼奔过 君哲旭看他许久没有回答 便叫了他一声 然而 易幽然回神 按道自己怎么能分神呢 然后开始催眠 怎么能拿君哲旭与慕容贤相比呢 于是开口说道 当然想你了 想你想的 每天都睡不着 君哲旭轻笑道 我看然而也不像是 没有睡好的样子呀 摸了摸他胸前 不可描述的部位 继续说道 而且还有些风满了 易幽然打开他的手说道 就几天不见 他能长多大 该不会是你做什么亏心事了吧 说 是不是哪个不长眼的 又给你塞人了 君哲旭立马说道 这就是然而冤枉我了 这几天 我一直在江南 现在江南哪个人 不知金王妃的英勇事迹 谁还敢往我这里塞人 易幽然娇哼一声道 这还差不多 以后我没在你身边 记得要守身如玉啊 君哲旭问道 那然而呢 在花圣有没有不守复道的 跟男人聊天呢 易幽然翻了一个白眼说道 跟男人聊个天 就是不守复道了 你是不知道 我的魅力在花圣 真是一点也施展不开 你是不知道啊 他们这里的男人都是 娘们唧唧的 女人一个鼻个猛 这里的女人看到 我就说我跟个男人一样 男人看到 我就说我没有女子气感 君哲旭听后轻笑一声说道 那是他们都没有眼光 易幽然看他笑 瞬间就不乐意了 说道 你不信是吧 不信明日我带你出去走走 保证他们的审美 让你大跌眼镜 第192章 君哲旭来了 君哲旭轻笑着吻了吻他 只要他的小女人开心 怎么样都好 但现实 很快易幽然 又被现实狠狠地打脸了 华盛女皇得知 风起金王已到的消息之后 马上便派人 邀他去大殿 慕容莲及时阻止了他 说道 人家俩夫妻久别盛新婚 好不容易见面了不得 温存一番 你去凑什么热闹 女皇看着他 有些弄不明白了 金王夫妻关系好 怎么看这丫头也挺开心的 于是问道 你不喜欢金王妃 这一句话便给慕容莲问蒙圈了 一时间接不上话 疑惑道 啥 女皇想了想 索性直接问道 你不喜欢金王 也不喜欢金王妃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澄清 跟朕这么大年纪的 现在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朕的乖孙 连个毛都见不着 慕容莲这才明白他母皇的意思 问道 你之前该不会是以为 我想和悠然在一起 才将她带回花生的吧 女皇诚实地点点头 说道 我之前以为你是因为金王才将金王妃带回来的 而后看到 你与金王妃那般要好 就以为你 慕容莲无奈了 哪有自己的亲生母亲 怀疑自己兴趣向有问题的 于是问道 那我若是真的喜欢 悠然怎么办 女皇说道 还能怎么办 喜欢一个人不容易 我这不是就想将金王叫来商量 拿点什么东西 叫人给你留下来呗 但是你必须要找个男人 给我生一个小孙女 毕竟咱家是有皇位继承的 慕容莲泪目了 没想到她的母亲会为她做到如此 于是上前抱住女皇的脸蛋 重重地亲了一口说道 我对悠然的感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只是将她当成是一个妹妹 当然 金王那种类型的也不是我的菜 而后无比认真的说道 母皇 您再给我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之后 我若是不能给您带回来一个人成亲 那我便全听您的 女皇看她终于同意要成亲了 心中自然很高兴 不就是一个月吗 几年她都等了 还在乎这三十天 在心中已经开始思考 哪家的公子比较适合自己女儿了 然后觉得不妥 便问道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男人 母皇给你多选几个 也不要多 先选一个正君 三个侧君就行了 慕容莲看着女皇兴致勃勃 已经开始为她选男人了 心中诸多无奈 若是她再不成婚 那花生必定会不稳 暗道 师兄 还有一个月时间 你若是还不出现 那我们此生便也是无缘的了 这边易幽然也在床上 问着君哲旭隐门 有没有查到师兄的消息 君哲旭摇了摇头 易幽然有些失望 但还是让君哲旭 也去帮忙散播要为师姐泽旭的消息 君哲旭点头答应后 易幽然带着她 钻进空间中洗漱一番 又换了身衣服 才出现在众人面前 追风惊雷闪电 看着面前焕然一新的王爷 与刚刚才到的时候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三条单身狗 又纷纷暗自感叹 果然爱情是滋润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呀 追风已经听了惊雷闪电 说了这半月以来 跟着王妃干的大事的 心中依旧是羡慕的景 但是却也不敢说出来 如今看到王爷王妃一同出来 心中暗自祈祷 可千万不要再让王爷王妃分开了 这样她也能王妃喝口汤不是 旁边的华盛侍卫 看到两人出来 便禀报道 金王 金王妃 我国女皇特赦了喜尘宴 请两位一步 易幽然看着君哲旭完美的侧脸 展现出一切都听她的这种小女人模样 君哲旭点点头 于是易幽然便直接挽着她的手臂说道 我们快去 女皇的晚宴上肯定有大龙虾 君哲旭无奈地摇摇头 跟着她一起走了出去 易幽然先带她去见了女皇 几人寒暄了几句之后 便起身去正殿 女皇看着君哲旭夫妻两人 那是相当的羡慕 再看看自家那个不成器的 形单影制地站在那里 不过总算是松口要澄清了 几人到正殿后 发现那些大臣差不多已经到齐了 花圣的那些女官 看到君哲旭一个个的眼神中 都散着狼光 易幽然瞬间便心里不平衡了 恨不得拿一条面纱 将君哲旭的脸给挡上 心中纳闷了 为什么这货在哪里 都这么地受欢迎呢 这里可是女权国家 难得不都是以柔弱为美吗 女皇看到自己朝臣的眼神 也觉得丢人 于是便咳嗽了一声介绍道 这位便封起金王殿下 旁边呢 那位金王妃 相信你大家并不陌生吧 金王这次来花圣 便是特意来接王妃的 女皇专门说了君哲旭到来的原因 顺道也告诉了那些人 君哲旭来是为了接易悠然的 兜谢了那些心思 易悠然生气地 直接拉着君哲旭入席 看到面前的那只大龙虾 直接放进君哲旭面前的盘子中 然后又将手术刀拿了出来 说道 你为我包 君哲旭看着小女人 直接便拿起手术刀 帮她包那只大龙虾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心中疑惑 不是说封起女子地位很低吗 为何这金王殿下 看起来也这般的 这般的巨内 但金王殿下包龙虾的姿势 也好优雅啊 易悠然有些后悔 还在思考 这样会不会让君哲旭很没有面子 这下丢人丢到国外了 然而抬头一看 仍然有几个女子 还在看着君哲旭 君哲旭却一直在低头专心地 为易悠然包龙虾 花圣女皇本来是要先进君哲旭一杯酒的 看她在包虾 便也没有说什么 只与易悠然聊一些风土文化 易悠然自然是什么 都能接上了 聊得倒也很是开心 只是对面的一位女子 仿佛就是不想让易悠然如意 端着一杯酒 走到君哲旭面前 用自以为很温柔的语气说道 金王殿下 本官乃玉面将军 久闻王爷大名 如今一箭 果然是人间龙凤 特来敬王爷一杯 君哲旭没有吭声 依旧低头与那只龙虾战斗 易悠然笑道 我叫王爷做事时非常认真 这位将军有什么事 可以给本王妃说 第193章 沙盘 第193章 沙盘 慕容莲看着这个玉面将军 确实长得挺好的 不过今日碰到 易悠然注定是要被虐的 叶玄与金雷几人 心里则是想着 王妃这事又要给人上课了 一副乖乖学生的样子 在旁边看着 追风与他们之间有些带钩 故而反应的迟了一点 但也是知道 王妃在对付情敌这一块 是不会输的 只见玉将军听了易悠然的话 痴笑一声道 本官想与王爷探讨军队的事情 不知金王妃可能听得懂 易悠然淡淡道 好啊 那你说 比兵法还是武功 玉将军看易悠然真的 要与他较量 笑他自不量力 于是便道 看王妃身骄体弱 若是本官胜了 未免有些胜之不武 易悠然也笑了 慕容莲直接开口道 玉面将军 既然觉得金王妃身骄体弱 那你们便直接沙盘演练吧 自己家的官员 确实也不能让易悠然修理得太难看了 主要是虐得狠了 丢得也是他的人 说完 慕容莲便让人去将沙盘拿来 易悠然自然是知道慕容莲的意思 但是玉面将军不知道 他还以为是太女殿下 也想借他的手来收拾易悠然呢 于是还朝慕容莲 投去一个信心满满的眼神 慕容莲简直没眼看 直接选择无视他 不一会 沙盘便被端了上来 玉面将军爽力道 来者是客 金王妃选哪边 易悠然淡淡道 就用蓝色的吧 玉面将军点点头说道 好 那就请金王妃先来 易悠然道 我觉得 有必要改变一下游戏规则 玉面将军不知道 他又在耍什么花招 于是开口道 金王妃请说 不过不能太过分了 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比赛 言外之意 便是不能找人帮忙 易悠然点点头开口道 新的游戏规则 便是 若我不能在十招之内 让你全军覆没 那便算我输 玉面将军听了易悠然的话 哈哈大笑 说道 金王妃真是会说大话 难道就是靠这样 将金王骗到手的吗 易悠然没有辩解 只倾笑道 有时候说大话 也是一种本事 不是吗 玉面将军道 那好 本将军今日也请陛下做个见证 若是本将军十招之内输给你 那么你让本将军做什么本 将军你便做什么 易悠然是真的很想宰他一笔啊 但这人毕竟是慕容莲的将军 看在女皇的面子上 他也不能将人虐得太惨 于是 易悠然便开始挪动 沙盘上那些蓝旗子的位置 很快便放好了位置 玉面将军看易悠然 就是摆了一个普通进攻的样子 连阵法都算不上 于是又问了他一句 金王妃确定摆好了 易悠然点点头 心到这将军还不算 太坏 多半是被君哲序那张脸 迷了心智 玉面将军看他点头 二话不说便摆了个杀阵 摆好之后便看着易悠然 易悠然能则 随手拨弄着一个旗子 将他换了个位置 然后便示意玉面将军继续 玉面将军看他比上次更是随意 便已经吃准 他是不会的 于是便开始有些轻敌了 又摆出了一个阵 这一下直接吃掉了 易悠然四分之一的城池 易悠然也没有说话 他直接用手随意挪动了一个小蓝旗 第五步 易悠然已经被玉面将军 吞掉了近一半的城池 又轮到了玉面将军 只听他说道 距离王妃十招赢我还有五招 王妃可要认输 易悠然但笑 不战而败 那是逃兵所为 说完这句话 便开始扭转局面 手飞快地在沙盘上布置着阵法 带到易悠然布好阵 易悠然将军上前看了一眼 之后便惊住了 易悠然仅用一招 便将他的地盘给收了回去 易悠然将军开始紧张了 于是便也开始认真布阵 这次整整布了一炷香的时间 调整了好久才不好的阵结果 又被易悠然弄得七零八落 易悠然笑着说道 玉面将军 请 玉面将军的额头上 已经沁满了汗珠 但还是拿起了沙盘中的旗子 开始布阵 易悠然自始至终 表情都没有变过 玉面将军则是越发紧张 以至于后来漏洞百出 易悠然还好心提醒了一句 将军用兵醉迹心绪不宁 没事 本王妃等你慢慢放 说着还拿着筷子夹起君哲序 为他包好的龙虾品尝了一口 玉面将军好不容易布好了阵 然而又是被易悠然轻轻化解 易悠然将军心中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他隐约感觉到易悠然还是在让着他 但是他心中还是不服的 想着还有一步 马上便识招了 只要坚持驻步全军覆没 那易悠然即使赢也不会赢得太光彩 想到此便继续开始埋头苦干 就在易悠然吃饱喝足 想着要不要在君哲序身上睡一会的时候 玉面将军总算是将阵不好了 易悠然看了一眼 说了一句 总算是有点水平了 然后依旧快速挪动手中的棋子 只几个呼吸的时间便说到 玉面将军可认输了 玉面将军看着易悠然最后的一步 心中无比惊诧 开口道 本官认输 而后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 在场人都看出来了 其实金王妃说 十招之内 剩他完全是在给花胜面子 若论真正实力 估计三招内便可将他制服 易悠然笑道 将军可还要比别的吗 玉面将军摇了摇头 说道 金王妃的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 下官心服口服 易悠然满意了 然后扫了一眼在座的其他人 但凡有些心思的 如今都闭上了嘴 纷纷感叹 怪不得易悠然能得到金王殿下的垂青 就这份能耐便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易悠然吃饱喝足后 便带着君哲旭离席了 慕容莲看了看自家的朝臣 便开口道 孤与金王夫妇乃至交好友 自是不希望看到在金王夫妇 在我花圣做客期间发生什么不渝 所以收好你们的那些心思 一旦让姑察觉了 那便自求多福了 不敲打他们 他们就不知道什么人不能惹 第194章 灵霄相亡 易悠然一路上都不开心 看着君哲旭道 你就像是一坨蜂蜜 到哪都能吸引来一群苍蝇蚂蚁什么的 君哲旭笑道 那然而是苍蝇还是蚂蚁 易悠然愤愤不平道 我是蜜蜂 你这坨蜂蜜都是我的 君哲旭 第二日一大早 追风便来报说慕容霜求见 易悠然有些疑惑他来做什么 想到之前慕容贤还想 将他嫁给君哲旭 不会也是来看君哲旭的吧 易悠然想了想 还是决定见见他 便让追风将人请了进来 慕容霜进门之后 只瞧了君哲旭 一眼便移开了目光 易悠然看他身后 还跟着一位约莫四十左右的男人 男人脸上线条比较硬朗 这大概是易悠然来花圣 这么久见过的最正常的一个男人了 易悠然与君哲旭相携坐下 没有说话 慕容霜与那男人 给他们两个拱手行礼后 慕容霜便开口道 金王爷 金王妃 这位乃是家父 易悠然早就猜出了那男子的身份 如今听慕容霜说出来 也并无意外 开口道 不知王府与霜小姐 来找我夫妇二人 所为何事 那男子听到易悠然的身份便开口道 我已经与贤王殿下合离了 就请两位换我朱小吧 易悠然说道 不知朱公子 找我夫妻二人所为何事 朱小说道 久闻金王大名 同为男子在下 也有权权保国之心 怎耐生在这花圣而郁郁不得志 在下已经见过太女殿下 太女殿下 让在下过来找二位 希望二位能为在下安排一个去处 易悠然听明白了 既然慕容霜让她来找自己 想必这人也是可靠的 于是便说道 好 那几日后 便与我们一起走 而后又看向慕容霜问道 你呢 要不要与你父亲一起 慕容霜惊讶地看着他 问道 我能与父亲一起离开这里吗 太女殿下那边 她可是慕容霜的女儿 她的身份特殊 太女殿下不会将她留在这里 牵制父亲吗 易悠然淡淡道 当然可以 太女从不是一个 拿别人软肋 达到某种目的的人 他们要的是人内心真正的沉浮 慕容霜显然很高兴 他们父女俩身份特殊 在花圣永远也不会有出头之日 每次出门 都有人对他们指指点点的 唯有走出去 才能脱离这种生活 但她又是跟慕容霜 有血缘关系的人 于是 她就去求了慕容霜让父亲离开 因为她知道 父亲自幼便博览群书 是心中是有报复的人 前半生过的 已经够苦了 她就想尽自己的能力 让父亲过上自己向往的那种生活 父亲起初是不同意的 是她以死相逼才肯同他 一起来的 如今金王妃同意 让他们父女俩一起离开 父女两人都喜不自胜 直接跪下给 易悠然二人磕了个头 易悠然将他二人扶起后 便道 回去收拾行李吧 我们估计再过两日便要出发了 两人走后 慕容霜便过来了 问易悠然 怎么 你决定要带走那两人了 易悠然看了她一眼道 不是你想带的吗 慕容霜被易悠然戳破了 心思也不脑 直接说道 其实我这个前一丈朱小事个人才 完全地 继承了她母亲在军事上的才能 花生都是女将 你也知道 女人在飘悍 但是与男人比 还是处于弱势 易悠然接着她的话说道 所以 你就想让她替你镇守边界 慕容霜点点头 但是他们两个的身份 还比较特殊 我若明目张胆地将二人带走 朝中大臣肯定反对 所以只能借你的手 将二人给弄出京城再说 易悠然猜想的也是如此 便问道 你准备什么时候 将花生给治理了 在她看来 花生的制度是病态的 一女多夫 实在是太荒唐了 慕容霜也颇有同感 说道 慢慢来吧 你也知道 这规矩是上百年来老祖宗传下来的 一下子全改了 肯定会引起民众不满的 易悠然点点头 同意慕容霜的话 然后又问慕容霜 你派人去通知月月带人来了没有 慕容霜评道 今王妃交代下来的事情 小得怎么敢忘记 一来一回 估计要十来天 易悠然算算时间 他们应该还能比君月月他们早到的几日 又问君哲旭 江南那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君哲旭道 无妨 江南百姓早已经恢复了生产 剩下的就是建大坝了 我已经派了听语 全权在那里监工 我陪你一起去花生边境 这似一副不容拒绝的语气 易悠然也不想与他分别太长时间 于是点点头道 好 我们一起去 不过可能要几个月回不到风起呢 你要提前先将那边的事情 也给安排好才行 君哲旭点点头 说道 那边将追风留下 处理京城的事情 我们顺道去度个蜜月 易悠然看着他 没想到他说过一次的词 他便记在了心中 易悠然笑道 好 我们去度蜜月 慕容霞看着两人在一起 要酸掉大牙的样子 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 说道 二位 我还在这站着呢 易悠然道 那你回避啊 慕容霞 就在这时 君哲旭说道 昨日引门送来消息 林霄的湘王 已经启程前来花盛了 易悠然习惯问道 林霄国 湘王 他来花盛做什么 想到一种可能 他与慕容霞对视一眼 眼中都闪着激动的光 然后易悠然拉着君哲旭说道 快 快给我们讲讲这个湘王 君哲旭实在是不擅长讲故事 于是便将查到的那张纸 拿给了易悠然 易悠然接过纸张 便与慕容霞一起看起了上面的内容 看到一半瞬间便不淡定了 易悠然气得 直接将那张纸扔掉了 肯定地说道 这丝肯定不是大师兄 第195章 离开花盛皇宫 直接那张纸上面写着那位湘王殿下的生平 林霄湘王名叫皇甫清风 是林霄王最小的儿子 她的生母是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早年跟着皇帝上战场受了伤 直到四十余岁才生下这唯一的嫡子 因此对这个独子极尽宠爱 这个皇甫清风仗着皇后的宠爱 自小便没做过正经事 六岁时便将皇帝的宠妃直接给推下水 八岁时便开始调戏宫女 成年后更是婚宿不济 男女通吃 后院不知养了多少妻妾 青楼的小官 只要她喜欢便带回王府 不知有多少大臣 明理案里上这种参塔 可碍于她的外祖父 是凌霄的三朝元老 还有皇后娘娘立的军功 每次都不了了之 就这么一个熊孩子 义悠然看着都生气 恨不得上去收拾她一顿 看慕容莲的神情 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 于是便问君哲旭 这个湘王来花盛做什么 君哲旭说道 本王也是才收到这个消息 具体做什么还没有查到 只是最近风起的影堂觉察到 有一股势力 正在暗暗地调查你与你的尸解 但每次 就在快要抓到人时 总会跑掉 义悠然说道 那这一群人就应该是大师兄的人了 大师兄最擅长的 便是制造机械与隐秘 隐藏的人找不到 也实属正常 于是 义悠然便安慰慕容莲道 你看大师兄也在找我们 估计很快就能见到他了 真是个技术男 笨得要死 慕容莲眼神纠结地看着 义悠然开口道 你说 若是那个湘王 真的是大师兄 该怎么办 义悠然心知他还在想着那件事 便开口说道 若真的是大师兄 那我就要将他给打废了 给你出气 然后我就给你找一个好男票 气死他 慕容莲道 还是算了吧 我与大师兄 本就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 他若是有喜欢的人 那便祝他幸福 义悠然安慰他道 若他真变成那个样子 那他就不是大师兄 一个人的性格 会因为换了一个环境而改变吗 再说 大师兄若是真的变了 他还会派人找我们吗 放心吧 大师兄肯定还是你的大师兄 慕容莲听了他的一番话 心中舒坦了一些 想想也是啊 自己现在可是花生泰女 要地位有地位 要银子有银子 老天对他已经够仁慈了 爱情本就是奢侈之物 得之是行 失之是命 想通了之后 便立即满血复活了 说道 好了 我没事 宫中还有些事需要处理一下 我先去做事了 你们俩没事 在宫中转转 来了这么久 还没带你好好的转转呢 义悠然点点头 突然想起了御花园的那些花了 马上就要走了 总得带走些什么吧 是当天晚上 义悠然便带着几个小伙伴 干起了采花大道的勾当 第二日 女皇下了早朝 便听说御花园中的花被采光了 一问之下 才知道是慕容莲采的 当即便将慕容莲给叫了过来 慕容莲刚到御书房 便领了一顿骂 但她清楚 是义悠然干的 也不能多说什么 直接便认了 结果女皇越想越生气 若不是她跑得及时 差点解下身上的腰带抽她 慕容莲专门去御花园 看了一眼 那剩下的三朵迎风飘荡 那可怜的菊花 然后便回宫去找了义悠然 看到义悠然便说道 那三朵菊花 就是你答应 要给御花园留的一些花 我母皇今日 差点抽出腰带打我 义悠然正在吃早餐 依旧是海鲜粥 听到她如此说 好奇地问道 女皇的腰带是什么样子的 慕容莲你气节 愤愤夺过她手中的碗 然而下一秒 君哲旭便又给她送上去了一碗 义悠然谄媚地朝她笑道 一时没有忍住 那你在女皇那有没有 将我供出来呢 慕容莲冷哼一声说道 没有 义悠然说道 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那些花也活不了多久 与其凋谢 还不如发挥她应有的价值呢 你说是不是 慕容莲想到天气冷了便说道 将你空间里的羽绒服 给我拿一件 冬天的棉袄 实在是太重了 义悠然二话没说 拿出来的四五件 都是在里面内穿的 这样便不会显得很突兀 说道 拿去吧 顺便送给女皇两件 慕容莲二话不说 直接收下了 说道 这还差不多 然后就屁颠屁颠地 去哄她的母上大人去了 义悠然看着慕容莲的背影 突然好奇地问君哲序 说道 你与师姐认识那么久 她性格那般好 怎么就没有喜欢上她呢 君哲序面对这个问题 有点头痛 真不知该如何回答 于是便插开话题说道 明日便要出发了 东西都收拾好没有 义悠然说道 有什么好收拾的 那你忘记了 我带着茉莉空间呢 喜欢的东西 直接都扔里面了 女皇送了我好多珍珠呢 君哲序 娶这么一个爱才的媳妇 究竟是好是坏呢 第二日一大早 君哲序二人一大早 便去与女皇告别了 为了答谢女皇 这么长时间的款待 义悠然又给女皇 留下了许多空间中的东西 女皇高兴地合不拢嘴 在义悠然心中 女皇就像牧师一样 虽然是高高在上的女皇 但为了自己的子女 都是会不遗余力地保护着 与女皇告别后 义悠然与君哲序一行人 便带着朱小妇女 两人便离开了 慕容莲没有与他们同行 她本身在花盛 就不怎么得明星 再让朝臣们知晓 又与异国王爷王妃一起跑了 最近几日辛苦搞起来的 平民区建设 积累的一点明星 估计又要打水漂了 于是便与义悠然约好 在下个城市见面 因为那些岛国人 还有十日左右才靠岸 而义悠然 他们起码过去 也才需要三四日 所以义悠然便也不急了 直接与君哲序走停停 一边等慕容莲 一边看欣赏着华盛的风土人情 第196章 黄府清风 慕容莲最近特别的忙 忙着搞平民区的建设 她首先在这里建立了作坊与私塾 作坊是让平民区的那无业游民工作的 私塾当然是让那些孩子读书的 但书也不是白读的 因为这里是平民区 他们也没有钱交学费 于是慕容莲便让这些上私塾的学生放学了之后 就去打扫街道 从小便让他们知道 劳动是可以创造财富的 学习是可以改变生活的 私塾这边的事已经安排好了 小学生们也对欧欧高高兴兴上学去了 可这边作坊的人却不好找 这里的好多人都不愿意去做工 就愿意天天在家中混吃等死 慕容莲看到这一幕是十分生气的 于是便与易悠然一起想出一个法子 将平民区分成两半 愿意改变的人住在一边 不愿意劳动地住另一边 愿意改变的人 房子慕容莲你都帮他们休息了 而且还给他们发了干净的被褥 不愿意的人便住在另一边 继续他们贫穷的生活 久而久之 贫穷的人看到 曾经与自己一般无二的人衣着光鲜 住着敞亮的房子 再也不用担心 下雨会漏雨 就连同样单身很多年的人 也通过了自己的努力 而找到了对象 这些人就该反思自己是继续这样生活 还是想着改变了 虽然只是执行了短短几日 效果就已经很明显了 一半的平民区街道都是干净的 已经没有他们第一次到这里时的 那种造杂的环境了 街上甚至还有人在卖菜 而另一边的确依旧如往昔那般 慕容莲也没有理他们便静子回宫去了 回到宫中 以为一悠然 他们已经走了 感觉宫殿瞬间变得冷清了起来 他也不想在这里多待 便直接去找了女皇 女皇知道 他从平民区回来 便问了他那边的一些情况 慕容莲便一一给他说了 并将以后的规划也一并讲了 谈完宫事之后 女皇便直接开口道 我们说好的 你一个月之后回来 而后便成亲 你去边境这一个月 正会将大婚事宜全部安排好 到时候 你回来便成亲 慕容莲直接点了点头 果然不抱任何幻想 好像什么都可以接受了 而且还对女皇说道 人尽量找个长得顺眼的 女皇觉得自己女儿终于开窍了 心中很激动 高兴地问他 喜欢什么样子的男人 然而慕容莲却没有多大的兴致 直接说道 您自己看着选吧 我回去收拾东西了 女皇见他如此好说话 反倒有些不确定了 说道 你若是想要再想想 也不是不可以 慕容莲头也不回地摆摆手 说道 不用了 母皇您看着办吧 慕容莲走后 女皇对身边伺候的下人说道 你看他这个样子 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那侍从笑着说 太女这是长大了 陛下应该开心才是 女皇想要的 也就是这个台阶 于是便笑着 拿出一打男人的画像说道 你说的对 来来帮政看一下 这哪个合适 当晚慕容莲便骑着一匹快马 剪装出发了 就像以前出去一样的男装打扮 快马跑在小路上急驰而过 根本没有注意到 迎面来的那辆 同样速度很快 朝他后方而去的马车 皇甫清风撩开马车的车帘 看到一个男子骑着快马已经走远 便没有再多想 继续控制着自己特制的马车 向前赶路而去 这么久 终于有他两个师妹的消息了 他怎能不激动 于是便抛下了林霄的那一堆烂摊子 赶紧赶过来 他自打几个月前穿越过来 便开始打听两个师妹的消息 他本想着 子庆是与他一起穿越的 想必应该就在林霄境内 于是便专门成立了一个 专门打探情报的组织 谁知道几个月下来了 依然了无音讯 然而就在几天前 却听到了从花盛传来的消息 风起金王妃 为他师姐择续的消息 他一听便坐不住了 便立即启程赶来过来 同时还派了钱在风起的手下 打听风起金王妃的消息 以防有诈 他前阵子也听说了 风起金王大婚的消息 想着就一个王爷大婚 他便没当回事 父皇也只是派人送去了鹤里 若是早知道金王妃是悠然的话 他便早就赶往风起了 也就能早点见到子庆了 不过现在也还不晚 希望子庆还没有找到 心仪的那个男人吧 皇甫清风很快便赶到了 花盛城门之下 发现城门已经紧锁 于是便按动马车上的机关 只见那马车伸出双翼 直接飞了起来 然后便进了城中 这一幕并没有人看到 若是有人看到 必会惊讶不已 因为就连前面的 那个马都是个假的 只是一个雕刻的 比较逼真的木马而已 皇甫清风来到宫门口 发现除了看守宫门的侍卫之外 还有几道暗卫的气息 赶了这么久的路 多一分钟 他不都在等 于是便 直接又让马车飞了起来 然后直接跃进了宫墙内 司徒清风从马车中钻出来 便看到六个暗卫 围着自己的马车 于是他便 直接将拜帖拿了出来 下一秒 便被扭送到了女皇那里 女皇这几日 经常被慕容莲半夜吵醒 今日想着那丫头走了 自己终于能睡 一个安稳觉 于是便早早地睡着了 没想到还是被人给吵醒了 吵醒的原因 还是凌霄的湘王 拿着拜帖闯宫 女皇瞬间头大了 心到这一个个 异国王爷都是怎么了 怎么都这么喜欢闯宫 这位还拿着拜帖 明日再来不行吗 想到湘王已经被暗卫带了过来 也不好不处理 便揉着眉心说道 将他带进来吧 皇府清风静殿 与女皇请安地上 自己的拜帖之后便问道 女皇陛下 不知金王妃 亦悠然可在您这宫中 女皇说道 你深夜闯我花圣皇宫 就是为了找风起的金王妃 皇府清风 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 说道 也不是 主要是想找她的师姐 女皇听后 直接便怒了 说道 金王妃不在这 她的师姐也不在这里 皇府清风疑惑道 不是宁传的消息说 金王妃给她师姐选夫的吗 第197章 未来丈母娘 女皇有些疑惑 这么多天都没有见过 亦悠然的师姐 想到最近需要招亲的 不就是自己的女儿吗 难道这个湘王 是为了自己女儿来的 于是 女皇仔细打量起了这个湘王 长得倒是人模人样的 家世倒也还可以 就是听说 人品不怎么低 皇府清风 被女皇打量的眼神 看得发毛 就在她准备 继续问女皇 亦悠然的时候 突然看到 女皇的侧面的暗机上 放着一幅画 画得正是女皇 在女皇的旁边 站着一位女子 司徒清风 一看到那女子的眼神 便知道 那女子就是她要找的妻儿师妹 于是便上前 指着画中的女子问道 陛下 这位是谁 可是金王妃的师姐 女皇拍开她 指着慕容莲的手 这幅画 正是亦悠然白天走时 送给她的 是她与莲儿的和相 她可宝贝的锦 可不能让这小子 给弄坏了 俯了俯画上 并不存在的污渍 说道 什么金王妃的师姐 这是我花生的 皇太女慕容莲 皇府清风想道 皇太女 那不正是女皇的女儿吗 于是对女皇的态度 立马变得谄媚起来 直接叫道 伯母 这位就是太女殿下 不知太女殿下 可曾大婚了 女皇感觉到了 她态度的转变 嫌弃道 你还是叫朕女皇吧 朕跟你也不是太熟 她说道 小王便是金王妃的师兄 金王妃在这里 叨扰多日 有劳伯母照顾了 这可能就是 她未来的丈母娘了 要好好巴结着 可不能得罪了 女皇看她这样子 越发地瞧不上她 于是开口道 金王妃今天已经走了 他们走得西边 你要追还来得及 得到了一悠然的下落 皇府清风却摇摇头说道 伯母 小王连夜赶路有些乏了 还请女皇 在宫中为小王 安排一处住处歇息一夜 女皇看着精神奕奕的 司徒清风 真的看不出她拿点累了 但这半夜还是想着 赶紧将她打发了 于是便让人 为她收拾了一间宫殿 让她先住一夜 而且还专门派了 五个暗卫监视着她 司徒清风 如愿以偿地住进宫中 她本想偷偷地 去太女宫看看 但是那五名暗卫 看得实在是太紧了 根本没有办法 出那宫殿一步 想到刚刚看到的那幅画 正是出自一悠然的手笔 既然已经能确定 两个师妹的身份 那便不着急了 于是便索性回屋睡觉了 第二日 皇府清风更是早早起床说 要见太女殿下 才得知太女殿下 昨晚夜已经出了宫 就在要走出皇宫门口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个出宫采买的侍女 对另一名侍女说道 太女殿下一个月后 便要大婚了 这两日 需要出去采买的东西太多了 多亏有你帮忙 要不然 我买都买不及 另一名侍女好奇问道 太女殿下要大婚 是哪家的公子这么有福气 那可是未来的皇夫啊 那宫女摇了摇头 哦 不知道 听说咱们女皇 让人将所有官家公子的画像 全部送进了宫 要亲自选呢 听到这里 皇府清风直接又拐了回去 跟着她的几名暗卫有些疑惑 这位怎么又拐回去了 不过也没有办法 便也又跟着她到了女皇的御书房 女皇刚下了早巢 正在用早膳 下人便禀报湘王殿下到了 想到昨晚上 那次半夜将她吵醒 导致她后半夜都没有睡好的事情 女皇便道 让她在外面等着 正用完膳再说 下人听了女皇的吩咐便下去了 司徒清风听了下人的回话 想起来 自己还没有吃早膳呢 于是直接迈不进了偏店 然后交代宫女道 本王也还没有吃早膳呢 随便给上点馒头咸菜便是 女皇听到她如此说 便说道 让她给朕滚进来 司徒清风一进店 便问女皇道 伯母 早啊 昨晚睡得可好 女皇瞪了她一眼 说道 半夜被人吵醒 能好吗 既然还没用膳 那便坐下一起吃吧 司徒清风自觉地坐下 然后侍女为她盛上了一碗海鲜粥 她看着面前的 那碗鲍鱼海鲜粥 与易悠然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 然而落在女皇眼中 便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更是看她不耐 用完早膳 女皇问道 不知湘王今日准备何时启程 皇府清风装作不懂道 启程 小王是来拜会女皇陛下的 走的时候 母后也说 要小王多与伯母学学 不着急回国 女皇听她提到林霄皇后 年轻的时候 还有过几面支援 想到那女子的撒爽英姿 怎么生出的儿子 竟是这般模样 于是开口道 算了 看在林霄皇后的面子上 你多住几日便罢 但是不准 在皇宫中乱跑 皇府清风也看出来 女皇对她的不喜 不过既然已经答应住在这里了 她想着来日方长 定会慢慢让丈母娘满意的 皇府清风问道 伯母 听说您正在为太女殿下择序 不知可否有人选了 女皇看着她问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 皇府清风说道 也不是要做什么 只是想着毕竟悠然 与太女殿下关系那般的好 小王身为悠然的师兄 与太女殿下也算是朋友了 所以想着帮忙参谋一下 女皇想也没想 直接回绝道 没有 然后想了想又说道 你乃一国王爷 住在宫中影响不太好 今日朕便让人将驿站腾出来 你便搬过去吧 皇府清风怎么肯搬 她只有在宫中 才能更好地接近丈母娘啊 于是便苦哈哈地道 小王听说 师妹来华盛便住的皇宫 女皇怎么可以如此的厚词薄笔 女皇没想到 这次就一早上打探到的事情还不少 于是怒道 男人与女人能一样吗 你就不怕明杰受损吗 皇府清风这才想到 花生与别的地方不一样 不过她是在乎明杰的那种人吗 想想她在灵霄的名声 基本上都已经传遍四国了 她怕了吗 于是便认真开口道 小王不怕 第198章 到达边境 女皇真的觉得 这次脸皮厚的可以 于是便不再管她 反正五个暗卫看着她 也翻不出来多大浪 但是很快她就后悔了 因为她发现这个湘王是缠上她了 除了她处理国事的时候 基本上都要来找她 用膳的时候 更是主动地出现 为她布菜什么的 于是在两日之后 女皇终于忍不住了 问道 皇府清风 你究竟来花生做什么的 易幽然已经走了 要不然 朕派人将你过去找她 皇府清风自然而然说道 小王 一见女皇就觉得被亲切 就像我母后一样 独自在一国 每当我想母后了 便就想来看看伯母 女皇听她如此说 更是气节 心倒是朕让你待得 一国他乡吗 直接说道 你既然想你母亲了 那朕派人送你回灵霄 皇府清风连连摇头说道 不 不 伯母与母亲一样 我还要多讨扰两日呢 女皇见她还是这一副样子 也懒得理她 于是便坐在暗机上 开始看那一大画像 不知道什么时候 皇府清风又凑了上来 指着女皇正在看的 那一张画像说道 这个不行 嘴唇太薄了 一看就是刻薄之人 女皇仔细看了看 静莫明 觉得她说的有些道理 于是便开始看下一张 皇府清风看了那张图片 又开始说道 这个不行 颧骨太高 客气 于是 女皇便开始翻下一张 她又开始说 这个也不行 眼睛太小 到时候生出来的孩子不好看 一连看了十几张 每一张都能被她找到毛病 女皇最后不耐烦地说道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哪个行 又不是你选妃 你哪来这么多事 皇府清风说道 您看我行不行 女皇看了眼她 但但说道 你母后肯让你到插门到花圣 皇府清风摇摇头 女皇心中本就怀疑 她是为了慕容莲留下的 如今更是确定 便开口说道 你们俩不合适 皇府清风问道 为何不合适 女皇开口道 莲儿以后 自是要继承花圣皇位的 而你母亲 恐怕也不会将林霄的皇位拱手让人 你们俩将来若在一起 是在林霄生活 还是在花圣 皇府清风直接说道 那便以她的心意 她若是喜欢 花圣 那就在花圣 若是想去林霄 我们便去林霄 就是因为前世的不够果敢 才没能与气儿在一起 还好还能再找到她 女皇问道 那你是愿意为她 放弃权力了 皇府清风摇摇头 说道 我不会为她不要林霄的权力 因为权力越大 我便能更好的 将她保护在羽翼之下 我想她若是知道了 也定是不会同意的 真正长久的爱情 是共同进步强强联合 而不是一方的一再妥协 女皇听了她的话有些震撼 不过这何尝不也是一种 保护梁儿的一种方法呢 不过 还需要好好考虑考虑再说 皇府清风看女皇的表情 有些松动 便道 伯母 我与梁儿情投意合 是灵魂最契合的伴侣 我保证 若您肯将太女嫁给我 我这一辈子 再不娶其他女子 她不说这句话还好 说了这句话 女皇便想到了 关于她的那些传说 后院不仅一群女人 还有好多小官 女皇立马变了脸色 直接让人将她给轰了出去 皇府清风被暗卫给赶了出去 心中对她的前身 真是无比的憎恨 没事做那么多事干什么 连累她现在 被丈母娘嫌弃 还想再进去解释 女皇已经让人将门关上 还差点砸中了她的鼻子 皇府清风摸了摸鼻子 只能先回去了 这个丈母娘 的确有点难搞啊 要是悠然在就好了 一向就数她鬼点子最多了 女皇也很生气 差点被那混小子给骗了 有道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人的脾性 怎么可能说改就改了呢 然后便与侍卫吩咐 以后坚决不能让那小子 靠近她一步 慕容莲与皇府清风擦肩而过 一夜时间便赶上了 易幽然他们一行人 几人会合后 便直接向西边赶去 压根不知道 他们的师兄 已经找到了花圣 几日后 几人便到达了花圣边界 慕容莲先带着他们 在府衙安置了 并将诸小妇女 留下熟悉边界的事物 便在易幽然焦灼的目光中 带着他们去了海边 易幽然终于看到了海 心中更是无比激动 花圣边界的气候四季如春 太阳照的人也很舒服 易幽然便果断要带大家出海 君哲旭也难得 看着小女人如此有童趣的一幕 便碎了她的想法 让追风去与船家商量 去借一条船 然而易幽然却一眼看上了一艘船 直接便买了下来 拿出空间中彩色的颜料 在小船上写了三个大字 幽然号 众人看着易幽然龙飞奋舞地 写的这三个字 纷纷不明白 为何她的毛笔字 会写成那般不堪入目 将一切东西都准备好 几人便上了船 由惊雷闪电掌舵 几人站在甲板上 看着辽阔的大海 易幽然心中却想起了别的事情 这边大陆的人 还尚在温饱中求生存 而大海那边的人 却已经可以开着船过来了 一旦他们熟悉了这片大陆 那些人必然会来 慢慢地侵占蚕食过来 看来想要灭掉岛国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容易 慕容莲四世看出了她的想法 说道 没事的 幸亏我们发现得早 还有很多时间去准备 等找到大师兄后 他们若是研究出火药 那我们便正好用他们的火药做大炮 易幽然听了她的话说道 是啊 也不能将他们想得太厉害了 说不定一个大炮过去 就能将他们直接全部秃秃了呢 走吧 今日就是专门下海玩的 不想那么多的事 走 我们去船舱里换衣服去 易幽然与慕容莲 很快便换好了衣服 因为这是在封建的古代 他俩换好衣服后 还在外面套了一件宽大的长袍 几人看到他们的装束 皆惊讶得不行 易幽然淡淡道 你们有没有要一起下水的 我告诉你们 海底的景色可美了 不过游泳不好的可不能下去 第199章 海豚 听到了易幽然的话 他的头号粉丝叶玄 就直接就报名了 追风今日也是说什么 也不能错过 便也拿了一件衣服 去船舱里换了 君哲旭看着易幽然穿着潜水服的样子 便等想象的到宽大的外袍之下 是怎么样的玲珑身姿 心中的一股邪火 便往外冲 易幽然一眼便看出了他的意思 直接将他拉进船舱里 帮他也换上了潜水服 然后将潜水镜为他戴上 易幽然看着君哲旭 那被潜水服紧紧包裹住的身体 心中也是激荡万分 这次的身材实在是太好了 于是赶紧扯出一件外袍给他套上 然后便拉着他去了甲板上 带大家都换好衣服 易幽然与他们讲了注意事项之后 便带头潜入水中 君哲旭也紧跟着跳下水 易幽然将他们带到了水下 到了水下十米的时候 易幽然用手语问他们怎么样 众人表示没有事后 便积继续向下前去 他们都会武功 而且武功都还不低 易幽然能承受的他们 自然也没有什么压力 这时已经能看到很多漂亮的鱼了 夜璇带着护目镜 开心地手舞足蹈 易幽然看到了一只金枪鱼 直接便将它捉着 扔到了空间中 准备晚上吃 除了易幽然与慕容莲 其他人都是第一次下水 大家都惊奇地 看着水下的风景 易幽然却是一直在看那些 有食欲的东西 然后他便发现了 几只奥龙 便飞快地游了过去 君哲旭眼神一直在他身上 看到他如同一个鱼儿一样 在水里游来游去 心底很是激荡 看到他向前面游去 易幽然便立马跟上 易幽然将奥龙全部扔进空间之后 转身看到君哲旭 觉得这次在水中的样子 依旧还是那么的帅 君哲旭被他吻得错不及防 但是很快便回吻了回去 远处与鱼儿嬉戏的几人 看到两人的样子 已经见怪不怪了 天天在这虐狗 已经被虐习惯了 吻了一会 君哲旭便松开了他 这可是在海里 吸进去一口水都不得了 将氧气管放入口中 吸了两口之后 看君哲旭也已经吸进去了氧气 便继续往里面游去 游着游着 却发现有些不寻常 易幽然看前方 有许多海豚聚集在一起 众人也都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鱼 易幽然正要上前看一下 君哲旭拉住了他 易幽然朝他摇了摇头 于是君哲旭便同他一同向前 慕容莲和夜选几人见 两人过去 自然而然地也紧跟其后 易幽然凑近一看 原来是一只海豚要生产了 好几只此海豚都在周围守护着他 易幽然几人的围观 瞬间便引起了那些海豚的注意 纷纷盯着易幽然几人 易幽然看到 中间的那只海豚 一直不停地在拱着身体 然后又松开猛地游了出去 他能感到那只海豚 已经快没有力气了 但还是在坚持着 要生下孩子 果然没过多久 那只海豚便没劲要垂下 显然应该是难产了 易幽然看到了 那只海豚眼中绝望的神色 而后便直接游了过去 他先向那几只海豚表达了善意 因为海豚是极其通人性的 他们看了看那只快要陨落的海豚 便让易幽然自己进去了 君哲旭想紧跟其后 然而却被那几只海豚给拦住了 易幽然朝他摇摇头 莫蓉见状拉着君哲旭用手语向他表示 海豚是温顺的动物 没事的 而后他便也向易幽然那般也进去了 他知道易幽然是想帮那只海豚 便决定去给他打个下手 易幽然游到那只海豚身边 用手摸着那只海豚的头 表达了他的善意 而后指了指他的尾部 示意要帮助他 而后在那只海豚眼中 便看到了一道西纪的光 易幽然知道这是他同意了 于是便游向他的尾部 而后便开始犯难了 因为他不是兽医啊 慕容连此刻也游了过来 看清楚了目前的处境 也有些猛逼 却看到易幽然便已经拿出了手术刀 易幽然又抚摸了那只海豚一下 那只海豚朝他点了点头 易幽然看到 小海豚的尾叶间已经显露了出来 若是这只海豚 还有力气能坚持一个时辰 那小海豚 应该是可以自然生产出来的 然而 这只母海豚 显然是没有力气了 照这个样子下去 连同他肚子中的小海豚都活不了 易幽然不得不按照对人类的方式 对他进行剖腹渠子 而且还是在水下进行 他也想将海豚放入空间中 但是 他若是进了空间在水中 想必空中也是不稳定的 而且害怕他突然带着海豚进空间 剩余的那些海豚 会对君哲续他们不利 无奈之下 易幽然只能在水下为海豚进行手术 慕容连也看出了他的想法 于是便帮他扶着海豚的尾部 易幽然带着护目镜 为了能准确地找准位置 专门又在空间中 拿出一个防水的射灯 慕容连一手扶着海豚尾部 一手拿着射灯 为易幽然照射着 易幽然看清楚位置 便直接下刀了 海豚的血缸流出来 便被海水冲淡了 这样反而更方便 易幽然看清楚海豚的伤口 易幽然没有切开很长的伤口 便发现能将小海豚拉了出来 于是 他将小海豚拉出来后 快速为海豚母亲缝合了伤口 过程比他想象的还要顺利 很快伤口便不流血了 只是海豚妈妈还有些虚弱 易幽然突然想到 小海豚出生之后 都要由妈妈顶到水面上去吸一些空气 然后看了那只小海豚一眼 果然情况有些不太好 易幽然果断吸了一口氧气 直接对着小海豚的嘴吐力量过去 远处的君哲旭 看到这一幕 脑子瞬间卡壳 心到这丫头又在做什么 小海豚呼吸到了易幽然度过去的空气 果然有些精神了 易幽然让慕容连看着海豚母亲 他则抱着小海豚游上了水面 第二百章 鲨鱼 到了水面上 易幽然让小海豚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发现小海豚已经差不多恢复了正常 正准备潜下水 便发现远处的水面上 有一个快速移动的黑点 易幽然按道不好 抱着小海豚立马潜下了水 刚刚他没有看错的话 那应该是一只鲨鱼向这边游来了 是了 鲨鱼最是对血腥味敏感了 刚刚那条海豚的出血量 足以将鲨鱼给引来了 众人看着易幽然将小海豚抱了回来 但眼中竟是慌乱 易幽然招呼着大家赶紧走 看着这一群海豚 易幽然同样用他能表示出来的手势 告诉他们快点走 索性那只母海豚已经恢复了意识 他将小海豚交给一只还算壮瘦的海豚 于是便带着他的伙伴们准备潜上水面 就在易幽然他们游了不远时 易幽然扭头发现 那只鲨鱼已经游向了那群海豚 双方已经开始撕咬了起来 显然海豚这种温顺的动物 根本不是鲨鱼的对手 于是易幽然毅然回头 海豚是他救的 他不忍心那只刚出生的海豚宝宝 葬身鲨鱼的肚子中 君哲旭一直在易幽然的身侧 自然发现了易幽然又拐了回去 他没说什么便也跟着他也回去了 慕容莲几人不久后 也发现了易幽然两人竟然没跟上 自是不会丢下他二人 于是便也转身去 易幽然到的时候 鲨鱼已经咬住了那只驮着 那只小海豚的海豚 小海豚惊恐地在那只海豚背上叫着 易幽然二话不说 直接从空间拿出一只大钢叉 戳进了鲨鱼的鼻子上 鲨鱼瞬间便痛得松开了那只海豚 然后寻找易幽然的踪迹 就在张嘴向易幽然这边咬下来时 君哲旭将他揽入了自己的怀中 堪堪躲过一劫 然而这只鲨鱼愤怒至极 他向来是水中的一霸 还没有受过这种憋屈的感觉 鼻尖的疼痛 使他想将面前的人类给生吞了 然而就在君哲旭要带着易幽然走时 易幽然却停在了原地动也不动 并且用眼神示意 他也不要动 果然鲨鱼下一秒便不再攻击他们了 二是烦躁地在海中乱窜 最后还是将目标对准了那只刚刚被他咬伤的海豚 易幽然自然是知道 鲨鱼对气味敏感 能辨别海中一分之一的气味 所以刚刚第一反应就是刺他的鼻子 然而现在看来 他的嗅觉并没有被完全毁掉 易幽然自然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 冲向那只海豚 于是也跟着游了过去 依旧拿着那只大钢叉准备再刺向鲨鱼的鼻子 鲨鱼看到刚刚伤到他的渺小人类又出来了 于是便直接改变方向 易幽然看着鲨鱼向他攻了过去 他便直接又不动了 然后鲨鱼便直接在他身旁又游走了 君哲旭大概有些明白了 这只大鱼的眼神应该是不太好 如果不动他便看不到 于是他便站得离易幽然远一些 易幽然看他已然明白 于是便将大钢叉扔给了他 并指了指鼻子 君哲旭接过钢叉 直接照着鲨鱼的鼻子刺去 易幽然看着君哲旭的动作 简直绝了 太帅了 竟然骑着鲨鱼 但他此刻也没敢多想 便又从空间拿出了一针麻醉药剂给鲨鱼打上 慕容连几人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易幽然夫妻两个 一个骑在鲨鱼背上 一个拿着针筒要给鲨鱼来一针 就在易幽然快接近鲨鱼时 鲨鱼朝着他张开了血盆大口 易幽然暗自骂了一声 便直接将那麻醉针扔到了他嘴巴里 然后就不动了 鲨鱼果然疑惑地又调转了方向 努力地与背上的君哲旭抗争 夜璇简直要惊呆了 不明白 为何鲨鱼马上就要咬到易幽然又停下了 心道果然老大就是老大 然后对易幽然的崇拜又加深了一个层次 殊不知 清泉与追风心中也是这样想的 王妃真是太厉害了 连这种大胸鱼都不敢吃它 不过他们看到自家王爷 还在与那大鱼搏斗 便纷纷上前帮忙 慕容连忙拉着他们 用手语告诉他们 那大鱼眼神不好 众人暗道 怪不得王妃瞬间便不动了 心中对王妃依旧很崇拜 这么点时间 王妃便能观察到这只大鱼的缺陷 真是厉害 夜璇兴致冲冲地上前 直接一拳锤在鲨鱼的身上 鲨鱼的身体晃动了一下 而后便冲向夜璇 夜璇的拳头有多重他自己是清楚的 看竟然没有将这条大鱼给干倒 心中多少有些惊吓 同样惊讶的还有君哲戌 他在鲨鱼背上自然能感受到 这只鲨鱼的晃动 在有阻力的水中 能将这大鱼打得阵战 心想易幽然说的这个小丫头 也是个小变态 果然物以类聚 夜璇瞧着大鱼 向他张开大嘴 直接学着易幽然刚刚的样子不动了 而且还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果然等了许久 他也没感觉到身上的疼痛 于是睁开眼睛 看到那大鱼向追风的方向攻击了过去 快到的时候 追风果然也不动了 那鲨鱼便又转了方向 就这样 几人就这样挑逗着那只鲨鱼 易幽然从空间拿出了一条长长的铁链 示意着它们将那只鲨鱼给捆起来 他则向那只受伤的海豚游过去 那只海豚还在流着血 要赶紧将它的血给止住 否则再引来一只鲨鱼 它们可并不一定能止得住了 他一过去 那只小海豚便往它的身边蹭 易幽然摸了摸它的头 将它放在它母亲身边 便开始为那只海豚止血 创伤面积很大 易幽然在水中没办法用药 便直接拿出针线 帮它缝合了 带一层层将伤口缝合住 终于不再流血 易幽然便转身 看向自己的小伙伴们 看到几人果然已经将那只鲨鱼 用铁链给捆得结结实实 那只鲨鱼还在不停地挣扎 叶璇用垂头不停地捶着 它的眼睛与鼻子 易幽然一阵无语 心道 真是个暴力的小姑娘 以后若真的与继泽宇在一起了 那继泽宇变成弃奴的日子 指日可待 毕竟这姑娘若是不开心了 轻则受伤 重则要命啊